大雨胖泼下,一个年龄在二十七八岁,长相秀美的女人,带着一个年纪在五六岁的小男孩跪在一栋豪华别墅的铁门前。女人名叫赵美玲,来自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六年前本是带着梦想和希望考上大学,可是却没想到遇见一个改变她一切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是北汤市著名的花花大少,李哲。 当时,赵美玲与李哲在一个学校,一次意外,她被李哲看中,随后李哲对赵美玲展开疯狂的追求,几乎是花招百出,不择手段。 而赵美玲不过是一个刚来城市的一个单纯朴实的女孩,那会是这样一个情场高手的对手,不只是身体,还有心都完完全全地交给她了,但随后李哲完腻她后,就狠狠地将她抛弃了。 再后来,赵美玲才知道她怀孕了,她想把孩子生下来,为此还不惜和家里的人闹翻。 孩子生下来后,赵美玲本想是一个人把她抚养成人的,可是五年过后,因为身体过于劳累,患上了绝症,已经是没有几年可以活的了,她最终决定把孩子想送到李家,想让孩子感受一下父爱,有一个更好的生活,那么她死后也能放心了。 可这被李家冷漠地拒绝,完全不承认这孩子是他们李家的,赵美玲只能是带着孩子跪在铁门前,苦苦哀求着。 这时,铁门缓缓打开,几个人撑着伞走了出来,为首的男人和小男孩有几分相像,她就是小男孩的父亲李哲。 给。 臭女人,这一笔钱够你好好生活的了。 李哲皱着眉头,伸手递给赵美玲一张支票。 赵美玲摇摇头,抬头看着李哲,道。 哲,你一定留下福儿,他是你儿子。 这个不行。 李哲一口回绝,然后又冷冷说道,你这钱到底要不要。 文言,赵美玲已经泪雨梨花,摇了摇头。 见此,李哲冷哼一声,把手中的支票对着赵美玲一扔,然后正要转身离开。 跪着地上的赵美玲,一下抱住了李哲的大腿,苦苦哀求说道, 哲,福儿真是你儿子,你一定留下他,我的身体快。 啪。 赵美玲还没说完,李哲重重的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放开。 你这臭女人。 旁边的小男孩见到母亲被打,连忙跑过去抱着李哲的大腿,充满稚气地叫道, 爸爸,不要打妈妈。 其实小男孩从出生开始,并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 而母亲也从来没说过,直到这一次赵美玲拿出李哲的照片给小男孩看了一下, 小男孩才知道自己有爸爸,当时开心的都快跳起来了。 可是现在,他不明白,爸爸为什么不要妈妈,还要打妈妈。 李哲看着抱着自己大腿的小男孩,一脸厌恶,一脚把小男孩踹飞出去。 谁是你爸爸,死也重。 小男孩被一脚踹飞出去,倒在地上,蜷缩着身体,一脸痛苦地捂住肚子。 这痛苦远远超出一个五岁小男孩所能承受,忍不住一颗颗滚大的泪珠从眼眶流了出来, 赵美玲也大惊失色,连忙松开了李哲,跑过去抱起小男孩,紧张关心地问道, 否儿你没事吧。 小男孩看着母亲担心的样子,抿着嘴,强忍住眼泪,摇摇了小脑袋。 李哲看都没在看母子两人一眼,走进了铁门内,旁边一个头发有些花白,像是管家的人, 捡起那张支票,递到赵美玲面前,同情地劝道,这你还是收下吧。 赵美玲摇摇头,抱着小男孩,慢慢消失在羽目之中。 管家看着母子背影,深深叹了一口气,转身走进屋内,缓缓把铁门关上。 四年后,赵美玲临终之前,八已经九岁,长大不少的小男孩叫到床边, 轻轻揉着他的脑袋,微笑有虚弱着说道, 否儿你以后可要好好读书,以后好有一份好工作,还有不要怨恨李家, 也不要怨恨你父亲,答应我好吗? 小男孩强忍着眼泪,认真点了点头。 看着小男孩认真点头答应下来,赵美玲脸上挂着一抹安详的笑容, 缓缓地永远闭上了双眼。 十二年后,深夜两点,天空中一轮明月高高挂着, 明亮的月光照着大地,使得周围并不黑暗。 一个长相清秀的青年,拖着有些疲惫的身体, 想回家方向家走去。 这个青年就是之前的小男孩,现在早已经改姓, 跟着母亲姓赵,名叫赵甫。 赵甫今年二十一岁,南市大学一名大二学生, 现在是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为了方便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并不是住在学校。 月光之下,赵甫虽然有些疲惫, 但神情却是一直冰冷, 因为现在活着,只是认真完成母亲的遗愿, 好好地学习,以后好有一份好工作。 而她的心,却自从母亲死后, 也已经完全冰封起来, 在这个世界,也找不到一丝存在的意义。 哄,天空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 赵甫一惊,抬头看向天空, 只见整片天空好像在燃烧, 化为巨大一片火海, 无数散发出七彩光芒, 拖着长长尾巴, 像是流星的东西从天空坠落下来。 砰,一声巨响, 一道散发七彩光芒的流星落在赵甫前方, 那刺眼的光芒让赵甫用手挡了挡, 随后强光散去, 一颗一指长,两指挫的金石 静静飘浮在离地两米高的空中。 赵甫好奇走上前,握住那颗金石, 飘浮在半空中, 金石毫无反应地被赵甫一把握住。 此时,原本熟睡着人们也被一连串的巨响惊醒, 打开门或者打开窗户, 看着无数漂浮在半空中的金石, 开始疯狂冲出屋外, 抢夺这种金石, 赵甫在原地也没有多留, 连忙回到自己的家。 在一个单间出租房内, 赵甫仔细打亮着金石, 如果光平迈向, 这金石没有一种宝石能够媲美, 如果数量稀少的话, 那价值连成根本不在话下, 可关键从天空中坠落的数量太多, 少说也几百亿的样子, 所以这金石就可能根本不值钱突然。 金石又发出一道刺眼七色彩光, 一道如机械一般的声音响起, 检测宿主为初级智慧体, 开始灵魂绑定。 定。 灵魂绑定成功, 开始前往天启事件。 这一声响过后, 赵甫双眼一黑, 晕倒了在地上。 定。 你身上具有两种黄氏血脉, 一是大唐黄氏血脉, 二是大唐黄氏血脉, 请选择那种血脉进行传承试炼。 警告。 传承试炼机会只要一次, 一旦失败, 散失所有传承资格。 传承试炼。 大唐黄氏血脉。 大唐黄氏血脉。 此时, 赵甫站在一处灰蒙蒙的空间之中, 听见这些提示, 一脸茫然, 没有明白怎么回事, 记得自己是握着金石突然晕倒, 随后进入这样的空间。 虽然不明白传承试炼到底是什么, 但赵甫听到大唐黄氏血脉, 忍不住咬紧着牙, 双拳紧握, 那怕到死也不会忘记那个雨天发生的事, 心中对着血脉充满一种厌恶。 据他所知, 李家传闻就是拥有大唐黄氏后代, 而大唐黄氏是血脉, 有可能是自己母亲这一脉血脉, 所以赵甫毫不犹豫选择了大唐黄氏血脉。 选择完毕。 一座将近百米高的祭坛在赵甫眼前缓缓浮现, 这座祭坛由黑色石块砌成, 每一段石阶有九寸高, 半米宽, 一阶阶的通向云霄, 而祭坛整体给人一种古老, 大气, 又庄严的感觉。 赵甫一脚踏上石阶, 只感觉身体一沉, 一股力量压在身上, 开始这力量还不是太强, 但随着赵甫一步一步地向前, 压在身上的力量也越来越强。 走到祭坛还不到一半时, 赵甫浑浑出痘大的汗珠, 把他全身都净湿, 甚至连站在石阶上都站不稳, 摇摇晃晃死的, 随时都可能摔倒在石阶上。 但赵甫还是咬紧牙坚持着, 一步一步踏上石阶, 随后一些幻境开始出现, 开始是一些千娇百妹的美人, 搔手弄姿, 试图勾引他, 随后一些权力金钱的幻象也一一出现。 这些幻象也许可能会使普通人陷入其中, 无法自拔, 但是对现在赵甫那可冰冷的心, 却先不起一丝波澜。 最后, 虽然过程艰辛, 但赵甫最终还是站在祭坛之上, 此时脑海一片空鸣, 脑海竟然闪现出无数画面, 是一切关于大秦帝国的起源与新盛, 还有灭亡。 一幕一幕画面如放映机般在眼前浮现, 从秦先祖秦妃子因杨玛有功被周王封为附庸, 获得一片小小的封地, 建立一个诸侯国。 到秦王嬴政即位, 十年间灭掉六国, 一统天下, 建立华夏的一个王朝秦朝, 以及最后, 秦王子英向刘邦投降, 秦朝灭亡。 赵甫正正地注视着一切, 如身陷其境, 大秦崛起热血澎湃, 大秦灭亡, 心生落寞忽然。 赵甫只感觉自己血液像是在燃烧一样, 如火焰一般使自己的整个身体燃烧起来, 这种燃烧是由内向外并不痛苦, 而是暖洋洋的, 如冬日泡澡温泉中那般舒服。 随后, 赵甫缓缓睁开双眼, 一个身影出现在眼前, 他身穿黑金龙蚊袍, 神态威严, 副手而立, 一双眼眸僻逆天下, 其身上散发出一股无可匹敌, 水与争锋的霸气, 他就是秦始皇, 迎正。 迎正一双目光审视着赵甫, 随后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笑容, 道, 以后大秦交给你了。 说完, 迎正身影缓缓消失, 一个散发紫色光芒的魔方, 出现在祭坛中心。 虽然心中早已经有些预料, 但赵甫还是稍微有些吃惊, 自己拥有的血脉, 是历史上那个结束战国时代的大秦帝国, 而现在, 更是要肩负一个帝国的崛起。 陈思一会, 赵甫走上前, 抓住散发紫星号星号方, 一阵血运过后, 出现在一个森林之中。 这个森林中, 树木十分茂密和高大, 最高的有几百多米高, 粗十几米, 茂密的树冠可谓是遮天蔽日。 虽然是白天, 但却没有多少阳光照射下来, 而且这些树木还长得千奇百怪, 有的四人形, 有的四兽形, 同时表情有些四挣扎, 有些四痛苦, 又有些四争鸣, 配上周围有些昏暗的环境, 整片森林显得有些恐怖。 没想到初始在这种地方, 获得传承后, 倒是得到一些信息, 赵甫首先看了看, 自己身上穿着一件粗麻制成的衣服, 还有裤子, 脚底还穿着一双布鞋, 除此之外就没有了。 按照简单系统的提示, 换出属性界面, 姓名, 赵甫, 称号, 五, 职业, 五, 战勋, 平民, 零, 二百, 种族, 人类, 寿命, 两万一千一百, 属性, 力量, 五智力, 八体质, 四敏捷, 六, 修为, 零断, 功法, 五, 技能, 五, 装备, 粗不依, 不邪, 粗不酷, 看了一下属性, 力量还有体质有些偏弱, 现在的属性是以现实世界身体为标准的, 现实中你要是经常锻炼, 体质也比较好, 那你的属性也会好, 相反你体质弱, 现在显示的属性也会弱, 再来介绍一下现在身处的世界, 名为天启世界, 面积是地球的几十倍, 而现在照幅只是灵魂, 进入着世界, 肉体还停留在现实世界, 这挺像一些网游小说的设定, 天启世界时间与现实世界不同, 现实世界一天等于这里的三天, 而在这个世界死亡后, 不会真是死亡, 但会十天不能登陆进来, 而且所有等级装备技能都会归零, 更要注意的是, 这个世界并不安全, 除了人族以外还生活着无数一族, 除此还有无数可怕的魔兽一般人, 进入天启世界, 一般都会在系统主城刷新出来, 但是因为传承试炼的原因, 照幅的刷新会偏离系统主城, 然后照幅也快速找了一处隐蔽的山地, 拿出紫星号星号方, 按在地上, 立即响起一声提示, 是, 否, 使用传承之时, 随即, 照幅选择是, 只见地上的紫星号星号方, 发出一道道光波, 如水波一样扩散开来, 随后一股无形的力量, 笼罩着方圆一里内, 下一秒, 方圆一里内所有草木花朵全部消失, 出现一块平坦的地面, 几个建筑的虚影也缓缓出现, 一个是有两间房屋的茅屋, 显示村长大厅, 一个是有火炉, 门外挂着旗子, 显示铁匠铺, 一个茅屋有很多简单衣服, 显示为裁缝铺, 另一个茅屋里面有瓶瓶罐罐的各种药, 显示药铺, 除此, 还有一个用石砖砌成的圆形平台, 显示初始之地, 另外还有一个茅屋里有五座石碑显示, 转值, 这些建筑一一浮现后, 五道的身影也渐渐浮现, 站在最前面的是两个青年, 一个相貌冷峻, 一个文质彬彬, 后面三个则是两男一女, 其中两男中一个有着一身精状的肌肉, 像是一个铁匠, 另一个身穿衣食服装, 像是一个钥匙, 最后一个女人长相秀美, 应该是裁缝铺老板了, 拜见殿下, 五人浮现后, 双眼开始有些茫然, 随后清醒过来, 半跪在地上齐声叫道, 现在赵府获得大秦传承, 自然是大秦的主人, 所以淡淡道, 都起来吧, 随后, 五人恭敬地站了起来, 赵府则开始查看五个人属性, 最先是前面两个人中的冷峻青年, 姓名, 白起, 直至, SSS 称号 杀神称号效果, 全属性正10%, 使敌人感到恐惧, 使战斗力下降, 提升我方军队士气, 职业 武将职业效果, 可见两种兵种职业, 战薰 平民 零 二百 种族 人类 寿命 两万四千一百 忠诚度 一百 属性 力量 实质力 实体质 实敏捷 十 修为 零断 功法 五 技能 五 装备 粗不依 不邪 粗不酷 虽然早有所知, 会出现当时大秦的文臣武将, 但看见是白起, 赵甫还是有些吃惊的, 历史上白起是战国四大名将之首, 一生征战无数, 几乎是百战百胜, 一生所杀之人过百万, 所以又称杀神, 但是他的结局并不好, 最后是被刺死, 查看完白起的属性, 赵甫扭头看向另一个文质彬彬的青年, 姓名, 李斯 直至 SS 直至 赵甫倒是不怎么吃惊了, 历史李斯是秦国的名相, 为秦始皇统一, 也功不可没, 但最后结局也不好, 被夭斩于世, 之后, 赵甫目光又转向其他三个人, 具体属性不说了, 就说一下他们的名字, 还有职业, 王大武职业, 铁匠, 拥有技能, 锻造, 可打造武器, 张白竹职业, 鸭师, 拥有技能治疗, 可治病, 合云职业, 裁缝, 拥有技能裁缝, 可制作防具, 这三人的资质都是S级的, 而其他的也都不用说了, 说一下资质, 在天启世界, 资质最为重要, 首先资质分为SSS, SS, S, A, B, C, D, E, F, 9个等级, 资质等级越高, 它的修炼和领悟速度越快, 比如E级是F级的2倍, D级是F级的4倍, C级是F级8倍, B级是F级的16倍, 以此类推, 还有除此之外, 一般高阶兵种都需要顶尖的资质, 而兵种也分F到SSS9个等级, 但每个等级都有分三段, 比如F级, F级, F加级, 看完他们的属性, 赵府叫他们等一下, 进入村长大厅一个房间内, 一个紫色魔方静静挑拂在半空中, 查看一下村庄属性, 村名, 大秦村, 传说, 等级, 初级, 零, 五千, 村庄面积, 一平方公里, 村庄领地, 46平方公里, 居民 6, 1100士兵龄, 440, 每一座村庄都有人口和士兵上限, 一般普通初级村庄上限为300人, 蓝色品质村庄上限为400, 银色品质上为600, 黄金品质村庄800, 紫色品质村庄1000, 而现在显示1100上限, 因为还有100, 是村庄特殊属性加成, 而士兵上限就是所有兵种能转值的数量, 明星 100, 明星指所有居民的忠诚度, 如果明星达到80, 将会增加人口吸引率, 如果明星为零, 居民将会开始叛逃, 如果明星为附属时, 将会吸引一些犯罪之徒的加入, 当然这些人是不会效忠于你, 你必须时刻注意, 可能有生命危险, 因为现在村民只有5个, 而且都是系统赋予的, 忠诚度都是100, 基本不会背叛, 所以现在明星是100, 特殊属性领地作物产量正30%, 领地作物生长时间负30%, 人口兵种上限正10%, 居民属性随机加1%, 士兵属性正1%, 人口吸引率正20%, 高资质吸引率正20%, 可拥有附属村庄, 4、附属村庄可获得 主村庄特殊属性的十分之一, 普通村庄无附属村庄, 需要提升为终极村庄才能获得, 蓝色村庄可拥有一个附属村庄, 银色村庄可拥有两个附属村庄, 黄金村庄拥有三个附属村庄, 看完村庄属性的确很是强大, 可惜这不是唯一的, 因为华夏几千年历史, 可不仅仅只有一个秦国而已, 比如先代三国, 夏、商、周、战国七雄, 齐、楚、秦、燕、赵、魏、韩、 楚汉争霸、楚、汉、三分天下、 魏、蜀、吾、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十国、宋、辽、西夏、 金、元、明、清、 大大小小的国家根本数不清, 虽然只有历朝历代完成大统一, 才能获得传说级的村庄, 但能拥有传说级别的也不少了, 而且这还仅仅是华夏, 还没有算上其他国家, 同时那些世仇深入骨髓的仇恨 也会随着传承而继承下来, 比如周、齐、楚、燕、赵、魏、韩 历史上七个被秦国所灭的国家, 这些国家一定会是要灭掉大秦的, 这种灭国仇恨几乎是无法调和, 不死不休, 只有一方面亡才能结束, 大秦也有死敌, 比如灭掉大秦的大汉和大楚, 可以想象历史那些纷纷扰扰, 战乱不休的年代将会在这一个世界统一出现, 还有现在普通人只要获得城市之心, 或者占领一座村庄, 也可以发展为自己的城市, 再加上这个世界的无数益族, 可想而知, 未来是有多么残酷, 血腥还有黑暗, 赵福吐出一口气, 不再想这些, 从村庄大厅走出来, 带着五人来到初始之地, 也就是那个用石砖砌成的平台, 这是刷新人口的, 一般普通初级村庄, 每天可以刷新一, 四人, 蓝色品级村庄三, 六人, 银色品质村庄五, 八, 黄金品质村庄七, 十, 传说及村庄为九, 十二人, 但是加上村庄特殊属性, 还有李斯称号加成, 一共25%的人口吸引率, 现在大秦村一天十一, 十五人, 赵福对着初始之地随手一挥, 人口开始刷新, 十三道身影, 缓缓出现在初始之地, 其中八男五女, 其中有老人, 也有小孩, 这些人的忠诚度并不高只有六十, 所以, 这些人一刷新, 村庄整体的明星, 从原本一百减低到七十, 至于他们的资质, 一般普通初级村庄刷新出来的人, 资质一般是F级, 每隔三天会刷新一个E级, 每隔十二天会刷新一个D级, 每隔四十八天会刷新一个C级, 每隔一百九十二天会刷新一个B级, 七百六十八天才会刷新一个A级, 至于S级, 一般普通村庄是刷新不出来的, 可以看出高资质的人是多么稀有, 是多么的难得, 一个A级资质, 就要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才能刷新出来, 更别说S级了, 以上说的是普通村庄的资质刷新时间, 这时间蓝色品质村庄可以减少三分之二, 银色品质村庄在蓝色品质上又可以减少三分之二, 以此类推, 紫色传奇级别村庄, 人口刷新每天大多数为F级, 少数为E级, 较少D级, 极少C级, 更高资质需要两天多的时间, 如果加上大秦村特殊属性, 还有李斯的称号属性, 一共高资质吸引率25%, 大秦村只需要等上一天多就可获得, 所以, 这一次大秦村13人的资质是, 一个C级, 两个D级, 三个E级, 七个F级, 然后, 赵府带着白起, 还有六个年轻有不错战斗力的男人, 来到五座石碑前, 这五座石碑就是转职石碑, 其中四座可转职成专属战斗兵种, 大秦士兵, 评价E级兵种, 简介, 昔日横扫六国的大秦士兵, 第一个是步兵转职, 可选择, 刀兵, 剑兵, 枪兵, 步兵转职后可以获得该职业技能, 比如转职刀兵就可以获得基础刀法, 并且获得步兵职业加成, 力量正2%, 体质正2%, 第二个是盾兵转职, 可选择, 刀盾兵, 枪盾兵, 可获得技能御盾, 盾兵职业加成, 力量正1%, 体质正3%, 第三个是弓兵转职, 可选择, 第四个是骑兵转职, 可选择, 刀骑兵, 剑骑兵, 枪骑兵, 可获得技能, 骑术, 骑兵职业加成, 力量正2%, 体质正1%, 敏捷正1%, 第五个则是非战斗职业, 学士转职石碑, 可转职实名学士, 可获得技能, 研究, 职业加成, 智力正4%, 学士人数上限只有10个, 而它的作用就是各种研究, 比如研究种植, 可以提高产量, 研究畜牧业, 可以获得驯化野兽的能力, 研究酿酒, 可以获得美酒, 学士当然需要资质越高越好, 所以赵福也没打算, 今天让人转职成学士, 因为现在刚建村的原因, 有50个免费名额, 超出50个, 需要支付相等的铜币, 才能进行转职, 赵福把把带来的6人, 都转职成步兵至于白起, 赵福还是非常看重的, 扭头问道, 白起, 你要选择什么职业, 你自己选择吧, 文言, 白起点点头, 因为武将可以兼职两兵种, 所以白起选择着骑兵, 还有步兵, 赵福也选择步兵, 不过他不太喜欢用刀枪, 所以选择建兵职业, 获得基础剑术, 还有大秦心法, 在天启世界只有获得功法才能修炼, 现在属性显示的修为只是零段, 这需要修炼才能提升, 修为又分为九阶, 每一个阶又分为九段, 每一段的提升就可以获得全属加一, 也只有获得传承的村庄, 才能获得相应的功法, 有如此全面的兵种, 如果只是普通村庄, 一般开始只能转制成F, 集兵种, 冥兵, 而且, 功法需要自己去获得, 现在村长大厅有一些小麦种子, 铁匠铺有简单的农具铁器, 还有几把武器, 裁缝铺有一些衣服, 药铺有一些简单治疗的药物, 赵福让女人去附近, 去采集一些野果, 男人们集体去旁边伐木, 先建好房子和围栏, 有一定的安全性后, 在开垦农田, 这时, 李斯看着赵福也跟着一起去伐木, 连忙担忧道, 殿下, 你还是先休息吧, 这些重活怎么能让殿下做, 其他人听见, 也是一副担心赵福累着的表情, 见此, 赵福那颗冰冷的心终于有稍微松动了, 微微一笑, 道, 不用过多在意我, 可以把我朋友或者家人看待就行了, 李斯听见, 神色一紧, 赵福可是大秦帝国的传承者, 未来一定是成为帝王的, 怎么可能把他当成一个朋友, 这可是亵渎之罪, 所以, 正想要说些什么, 可是李斯还未开口, 赵福就抢先开口, 道,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快去伐木吧, 见此, 李斯也没敢说什么, 心底却对赵福更加幸福一些, 一番功夫后, 终于建好几间木屋, 还有一些简单的围栏, 不知不觉刚加入的13人忠诚度也上升10点, 明星则上升到80, 晚上白起, 还打了一只野鹿, 还有几只兔子, 燃起高高的篝火, 大家围坐在一起, 场面很是热闹, 但赵福一个人冷清惯了, 也没有参加进去, 只是待在屋内, 简单说一下, 在天气世界, 一般击杀非人形生物, 是不会掉落什么东西的, 只会掉落一些铜壁, 同时居民或者士兵击杀其他生物时, 村庄可以获得一定经验, 村庄就是靠这样升级的, 这时, 李斯用木盘子端着, 已经切成无数小块烤熟的鹿肉, 恭敬地走进来道, 殿下, 你请用, 文言, 赵福点点头, 经过一番体力劳动, 肚子也饿了, 拿起筷子, 加几块尝了尝, 味道果然极其鲜美, 本想再继续吃的, 但看着李斯在旁边恭候着, 不由道, 李斯你不用在这里陪着我, 去外面吧, 热闹一点, 李斯微微一笑, 回答道, 我还是陪着殿下为好, 听到他的话, 赵福心中有些稍稍暖意, 也没有再说什么, 继续吃了几口鹿肉, 这时白起, 也走进来, 在一边恭候着, 你们对大秦未来, 可有什么看法, 忽然原本正吃碌落的赵福问道, 李斯原本是异国丞相, 白起也是一代名将, 他们的远见还有战术, 肯定是远远于赵福的, 所以, 赵福也没有自大, 而是虚心请教, 现在整个天下就是一盘混乱的棋局, 但是这一盘棋, 主次未分, 局势未明, 沉沉浮浮, 生生死死, 英雄, 豪杰, 忍者, 萧雄, 谁是棋子, 谁又是下棋者, 这些都尚所不知, 但现在唯一能确定的, 如果现在不运筹帷幄, 步步为营, 那结局注定会是败亡, 殿下, 你可以说一下, 我大秦所灭亡后发生的事吗? 白起一拱手问道, 文言, 赵福点点头, 开始说道, 秦灭后, 楚汉争霸, 东汉末年分三国, 魏晋南北朝, 什么? 为何泱泱华夏, 会处处受外族欺凌? 白起听到赵福所说的话, 一脸怒容, 忍不住开口说道, 说完后才意识到, 连忙对赵福告罪一声, 赵福轻轻摇摇头, 表示没事, 本来是自秦以后, 华夏不再是那些外族所恐惧的对象, 而是随便可以欺凌的对象, 先秦时期, 兵家, 法家, 纵横家, 道家, 儒家, 墨家, 可谓百家争名, 各方面人才积极, 但是汉以后却是霸出百家, 独尊如数, 以独书为主, 虽然不能说这是错的, 可至于行军打仗, 就有些欠妥了, 殿下, 我想, 如果要赢得棋局, 最先应该脱离几盘大棋局, 而最先脱离的, 应该是华夏这一处, 白起虽然开始有些愤怒, 但很快平复下来, 沉浸一想说道, 李斯也点点头, 道, 殿下, 现在华夏即将成为最大的主战区, 若牵扯其中, 消耗太大, 独善其身, 才是上策, 文言, 赵福也点点头, 又说了一下世界史, 最终几人确定下来, 大清未来的路, 虽然有些扯得远, 但这是主战略, 现在最关键的, 当然是把现在大清村好好发展了, 不知不觉, 已经在天气世界待了十几个小时, 现实世界也应该亮了, 心想着, 现实世界也有些事情要处理一下, 赵福吩咐一下, 让白起和李斯多加小心, 晚上注意, 派人巡逻守卫一下, 保证安全, 然后退出了天气世界, 意识再一次回到身体, 赵福缓缓睁开双眼, 发现天果然亮了, 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是早上八点, 从地上爬起来, 简单洗漱一下, 在外面随便买点东西, 作为早餐, 然后, 赵福打算去退学, 因为在不久将来, 天气世界一定会吞噬现实世界, 这已经在传承的时候给出警告, 所以好好读书, 以后有一份好工作也变得毫无意义了, 所以, 赵福也改变最初的想法, 南石大学也算得上是华夏有名的大学了, 能进入其中, 无疑是精英级的人物, 这所大学可以说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 你确定你要退学吗? 班主任李红有些惋惜地看着赵福, 试图劝说一下, 在班上赵福虽然性格有些孤僻, 但成绩各方面都是极好, 如果大学毕业后, 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可他没想到, 赵福竟然选择退学, 赵福认真点点头, 表示已经想好了, 最终李红也无奈地答应下来, 办好退学手续后, 还得到五千元的退学费, 这些年, 赵福从来没有玩过, 一有时间就会选择去打工, 现在就已经兼职三种工作, 虽然比较辛苦, 但是已经存了一点积蓄, 如果省吃俭用, 应该够用几年的, 在超市买了几箱方便面, 赵福回到家中, 打开了买的二手电脑, 来查看一些关于天启世界的消息, 现在全世界无一最火的, 就是关于天启世界的信息, 几乎人人都在聊, 关于天启世界的一切, 赵福在网上一搜索, 一下跳出无数信息, 除此赵福还发现, 已经有人建立一个天启世界论坛, 用户已经有1亿多了, 而且人数在疯狂增加之中, 谁这么有能力, 快速建立这样一个论坛, 赵福一想, 也申请一个账号, 进入论坛之中, 看一下, 除了聊各种天启世界的事之外, 就是收购关于天启世界的一切物品, 一枚同币已经炒到8元一枚, 现实世界的顶级世家, 当然也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几乎是清净资产, 把所有资源都注入天启世界之中, 甚至有人出几百亿, 买一个传承知识, 对于普通人来说当然不知道, 只是看着有些眼热, 心想, 自己如果得到一个, 那钱几辈子都花不完了, 但能有传承知识的人看见, 只会轻轻一笑而已, 冷活的传承, 无疑是经过层层考验, 如果为了这么一点钱, 把传承知识卖了, 那根本就不会得到传承知识, 看着各大世家的庞大资源涌入, 赵福也感觉到一股沉重的压力, 不过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在天启世界化为不同的区域, 想要跨区只能靠自己, 但天启世界之大, 区与区之间, 那个一个不是相差几万里, 其中的危险可想而知, 还有一般人进入天启世界都是随机的, 不是自主选择, 所以即使各大世界侵入资源, 那也是分成了一小块, 一小块的在不同区域, 否则赵福一开始就已经输了, 在论坛之中, 赵福也找到了自己所在的地方, 现在被命名为恐怖森林, 拥有三座系统主城, 一个在东名为圣光之城, 一个在南名为兵之森, 一个在西边名为魔术城, 赵福也看了一下主城的一些介绍, 首先每一座系统主城都是很大, 最多可以容纳一百多万人, 进城需要两枚铜币, 城内不能私斗, 不过有竞技场, 除此这里守卫一般修为等级, 都在一阶以上, 在城市中有各种东西, 甚至还有银色品质武器, 说一下天启世界武器, 分为普通, 白色, 金凉, 蓝色, 稀有, 银色, 完美, 金色, 传说, 紫色, 史诗, 橙色, 普通的武器可以加一条属性, 蓝色两条属性, 银色三条属性, 金色加四条属性, 以此类推, 除了商品之外, 另一重要的就是, 每个城市都有各自功勋值, 只要完成他们赋予的各种任务, 就可以获得功勋, 功勋就可以兑换系统城市, 给出的不同的奖励, 甚至可以还兑换系统主城内的官职, 赵福有兴趣地继续看完关于主城的所有介绍, 最后吐出一口气, 打算继续进入天启世界, 而现实世界看似平静, 好像和往常一样, 但其实已经是风雨欲来山满楼, 再一次进入天启世界, 也已经天亮了, 这一次, 人口刷新了14人, 8男6女, 能战斗的人为7个, 同时也刷新一个必资质的人, 是一个头发又些发白的老人, 赵福立即带着他, 转之为学士, 至于研究, 因为有特殊属性作物产量, 倒是不用担心, 所以选择驯化研究, 希望能研究出驯化能力, 驯化一些野兽, 发展一下畜牧业, 现在房屋有了, 也有些安全保障, 现在正式开垦农田, 这不在赵福亲自动手, 这些都交给李斯, 赵福则带着白起, 拿上铁匠铺唯一几件不多的武器, 开始巡查一下周围, 看是否有什么危险, 或者有什么资源, 一路上, 赵福带着白起这个超级大保镖, 击杀了几只野兔, 还有两只灰狼, 掉落的物品只有铜壁, 野兔基本掉落一枚, 灰狼则会掉落三、四枚, 突然, 这时, 草丛中一阵摇晃, 一只比土狗还要大一点的兔子, 它一身火红色的毛皮, 模样也不是和一般兔子一样, 萌萌的可爱, 而是长得有些丑陋, 一双眼睛充斥着暴力凶残, 看见这一只兔子, 白起丢下几只野兔, 还有野狼的尸体, 挡在了赵斧面前, 忽然, 兔子张开嘴, 一点点的火元素在他嘴前聚集, 一下形成一个火球, 随即他头向上一仰, 火球就向赵斧发射了过来, 面对火球, 白起神情严肃地道, 殿下, 你先往后退下, 赵斧点点头, 战斗他并不擅长, 所以也不为此给白起添麻烦, 火球飞来, 白起纵身上前, 一剑带着一刀淡淡剑气, 对飞来的火球, 一斩而过, 砰, 一声巨响, 火球化为点点火星消散开来, 并没有伤害到白起一丝, 赵斧见此不由地探了探, 果然是SSS资质强大, 这么短的时间修为, 就已经已经大幅度提升, 随后, 兔子又对白起放了几个火球, 但都被白起轻易躲过, 白起不只拥有SSS资质, 他的属性也是满直, 更有称号职业加成, 所以才这样强大兔子见火球几次, 没有攻击到白起, 样子看起来更加暴躁了一些, 身体一跃, 张开嘴, 露出那两颗锋利的兔牙, 向白起咬过去, 白起冷哼一声, 侧身上前, 将手中剑猛的一次, 再一抖, 鲜血飞剑, 剑立即贯穿了兔子的喉咙, 兔子也就此毙命, 提示, 你的武将, 击杀精英魔兽, 力火兔, 获得六点战薰, 提示, 你获得三点战薰, 原来是精英魔兽, 再来简单说一下, 魔兽只易于普通生物, 它们有更强大的身体, 还有魔法, 比如这一只力火兔, 就会释放出火球, 击杀精英以上魔兽, 是可以获得战薰的, 还有也可以攻打村庄, 也可以获得战薰, 而战薰的作用, 主要是提高身份, 在村庄升级时候, 是需要身份的, 比如, 赵府要升到中级村庄, 那他身份也必须提升到公民, 但现在, 赵府身份只是平民, 同时身份越高, 在系统城市受到的待遇, 也会越好, 这一次击杀的力火兔, 掉落了两枚银灿灿的银币, 除此, 还有一个散发红色的光球, 白起把它递到赵府手中, 赵府才看了一下, 这是叫天赋元素球, 使用后就可获得相同的技能, 赵府使用后, 就获得一个火球的技能, 今天的收获还不错, 看着时辰已经到了中午, 赵府亲自扛着力火兔, 白起则扛着几只野兔, 还有两只灰狼, 往回走, 这时, 赵府突然看见一棵很奇怪的树, 这树浑身漆黑, 带着金属光泽, 高十几米, 粗有一米, 叶子是墨绿色的, 赵府查看一下, 这叫十年铁树, 十年铁树, 品质, 白色, 可制作成装备, 看见这一棵树, 赵府一洗, 终于是可以拥有武器了, 现在铁匠铺武器就那么几把, 根本无法人人全面装备, 十年铁树的出现, 缓解了赵府没有武器的尴尬, 所以, 赵府立即回去带人, 把这棵铁树砍了回去, 制作成木刀木剑木盾, 还有木工, 虽然木刀之类在锋利程度上, 不及真正的铁刀, 但是也能造成一定伤害, 除此, 在兵种的选择上, 赵府也可选择盾兵, 还有工兵了, 今天一天, 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武器有了, 农田也有了, 小麦也种上了, 一切都渐渐好起来, 赵府心情也有些开心, 晚上也没有再退出天启事件, 而是选择修炼。 第三天, 这一天, 赵府本想带着白起, 继续去周围巡视, 可这时, 有几个负责采集野果的妇人, 惊慌地跑了回来, 说发现了异族。 文言, 赵府也神色一紧, 问清一下具体情况。 原来这几名妇女, 原本在大秦村南边, 二里地以外, 是去采集野果, 可突然听到一声野猪惨叫, 提着胆子瞧瞧, 看着那些围杀野猪的场景, 立即下跌回来, 告诉赵府赵府, 也连忙带着人, 赶去南边。 此时那异族也已经走了, 但跟着地上留下的血迹, 还有一些行走留下的印记, 赵府发现, 大秦村南边三里外的异族村庄。 这里面生活着一种, 个子不高, 只有一米多一点, 绿色皮肤, 尖尖的耳朵, 有一个隆起的小肚, 这像极乐游戏中的一种生物, 那就是哥布林。 哥布林村庄目测, 已经有三百多哥布林, 赵府立即感到一股危机, 紧张地在村外面仔细观察。 同时发现的三百多哥布林中, 老哥布林, 还有小哥布林, 大约四五十的样子, 母哥布林有八十多的样子, 剩下一百九十多能战斗的哥布林。 这只是一个普通品质村庄, 士兵上线应该只有一百, 也就是说, 将近有一半没有转职, 没有转职的哥布林, 相对于就弱了一些, 毕竟没有技能, 还有职业加成。 这些哥布林, 一般拿着刀的名叫, 哥布林战士, 除此赵府, 还发现一种哥布林, 身高已经有两米, 体型很是肥大, 拿着一把不成比例的小短刀, 样子很是凶狠, 这种哥布林显示为, 哥布林勇士。 哥布林勇士数量并不多, 只有五个, 可让赵府格外注意的是, 村庄中心, 有一个高一米, 用不同石头砌成的血色祭坛, 给他一种很不好的感觉。 距离如此之近, 如果他们发现大秦村, 现在大秦村就危险了, 现在大秦村总共47个村民, 其中士兵才21, 怎么可能面对190多哥布林, 这些哥布林, 也绝对不是和游戏那样随便杀, 没有一点战斗力那种, 经过赵府仔细观察, 他们的战斗力, 还是不错的。 赵府一脸严肃沉思着, 片刻道, 白起, 这里我留下观察哥布林, 你赶紧带着全部人, 回到大秦村, 告诉里斯, 大秦村进入一级警备状态, 还有你把所有士兵都操练一下, 连灵场上阵时, 出现什么意外, 我可不想, 谁为此丢了性命, 文言, 白起脸上却有些犹豫, 担心道, 那殿下你的安全, 白起话没说完, 赵府心有些暖意, 打断他的话, 道, 放心, 我会注意的, 现在也只有我做这事才合适, 一边可以警备, 一边还可以寻找他们的弱点, 不过你也尽快把他们操练好, 哥布林应该会很快就会发现我们的, 见此, 白起也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只能认真点点头, 带着所有人回到村里, 同时把这事告诉里斯, 里斯也一脸凝重, 吩咐富人们把围栏防御加固一下, 同时帮助制作各种武器, 白起则把士兵都叫到一起, 训练如何结阵, 怎么配合, 怎么出兵, 大秦村村民听到赵府冒着生命危险, 为他们紧备着, 更是一脸感动, 人人积极努力地配合一切, 明星也不知不觉, 上升到九十赵府, 则躲在山坡一个隐蔽草丛中, 观察着哥布林村庄, 看有什么破绽, 如果是硬碰硬, 那大秦村肯定打不过, 就算打过了, 也绝对是死亡惨重, 这也不是赵府想要的结果, 时间一点点过去, 不知不觉夕阳西垂, 染红了半边天, 白起这时也带人来了, 这时, 赵府叹了一口气, 经过这么久观察, 并没发现哥布林村庄有什么可乘之机, 不过倒是发现哥布林一些习性, 首先他们的智慧不是太高, 性格也有些好斗, 时不时为了抢一块肉大打出手, 马上到晚上了, 赵府也只能回去, 留下两个人在这里警备, 他倒是有想过趁着夜袭, 但是加上自己白起一共23人, 却要面对300多哥布林, 夜袭明显是很不理智, 一夜都没睡好, 第二天蒙蒙亮, 人口也开始刷新, 这一次刷新了15人, 但只有5个能战斗的人员, 这让赵府有些失落, 这时, 有人来报, 也就是之前留下两个警备人员之一, 殿下, 哥布林有动静了, 闻言, 赵府连忙详细问了一下, 得知现在哥布林村庄分出4支队伍, 每一支队伍分为大约50只哥布林, 从4个方向离开, 听到禀报的信息, 赵府感觉机会来了, 哥布林一族本就不是农耕一族, 而是靠狩猎扑杀获得食物, 所以每天都会狩猎以保证村庄的食物, 白起, 快叫所有人集合, 赵府立马吩咐下去, 随后, 随后26士兵全部集合完毕, 赵府命齐都带上几个果子, 作为早餐, 然后就和白起追上一支哥布林队伍, 这一支哥布林大约50只, 由一个哥布林勇士带领着, 这时, 白起也展示出他操练的结果, 展示出什么才是打战, 而不是一群混混打架, 首先白起让盾兵在前, 步兵第二排, 攻守第三排, 这只是最简单的方阵, 攻守们, 我知道你们转职没多久, 我也不需要, 你们每一箭都要杀一人, 你们只需要给我射中就好, 往他们身子最大地方射, 白起小声吩咐一下, 随后打出一个放箭的手势, 随后, 八名攻守拉起弓, 修修修, 一支支箭矢飞射出去, 射入了哥布林队伍之中, 赵福也跟着他们释放一个火球, 投入其中, 八名攻守, 全部命中, 其中八只哥布林, 三只轻伤, 四只直接重伤, 一只不幸射中要害, 直接倒地死亡, 赵福的火球落入其中, 也有不小成效, 把五六只哥布林都炸伤了, 其中一只被炸飞出去, 倒在地上, 眼看就活不久了, 这时, 哥布林也发现, 赵福一群人, 嘶喊一声, 纷纷举起刀, 大喊着冲过来, 面读这么多哥布林冲来, 还有些人露出害怕神情, 毕竟是从来没参加过战斗之人, 这时白起冷哼一声, 突然众人就不再那样害怕了, 应该是白起称号起了提升士气的效果, 放箭, 白起又一声大喝, 八只剑与飞射出去, 将几名哥布林射倒在地, 这次哥布林有了防备, 效果没有上一次那么好, 同时赵福也释放了一个火球, 炸伤几个哥布林, 很快, 哥布林就要冲到十米范围内, 白起大喊一声, 盾兵上前, 冲散他们的锐气, 步兵跟上, 立即八名手持铁木做成的圆盾, 也就是把之前粗一米的铁木, 分成三寸多厚的一段, 稍微打磨一下, 样子是有些粗糙, 但效果还是不错的, 八名盾兵冲上去, 两支队伍碰撞在一起, 发生巨大响声, 才能发挥将不可摧的力量, 但随着冲锋被盾兵一挡, 势头弱下来, 而且一开始, 攻守和火球就削弱了哥布林 大约三分之一的力量, 现在又被一致, 赵福的盾兵还有步兵开始反击, 而他们身后的攻守开始自由点射, 赵福也释放着火球, 战局很快转变, 至于那个肥大的哥布林勇士, 白起一个人独自与他对抗着, 那只肥大的哥布林勇士, 样子看起来有些肥胖, 但是却很灵活, 手中的小短刀, 挥来挥去, 速度极快, 只见闪过一道道弧光, 看得赵福都有些心惊, 还好白起也并不弱, 一个多小时后, 战斗结束, 赵福一方几人稍微了一点伤, 并无大碍, 至于哥布林一方全军覆灭, 这就是个兵种职业配合的效果, 简单休息一会, 赵福继续带着人追上另一支哥布林队伍, 这一支哥布林队伍, 数量还不到50的样子, 和上一次一样, 弓兵先放箭, 先让哥布林伤亡几支, 盾兵扛上去, 步兵也紧跟随后, 赵福也放了两个火球, 精神有些疲惫, 加上之前所释放的火球, 已经有七个, 所以暂时性也释放不出来, 盾兵和步兵在前对战, 弓手在后面继续自由点射, 这时, 一支哥布林冲出了战局, 举起刀, 哇哦的大叫, 向赵福冲去, 赵福见此, 也不惧怕, 因为心中早已经做好准备, 面对生死战斗, 握紧手中的铁剑, 冲上去, 看着冲来的哥布林, 赵福一剑狠狠地砍了过去, 哥布林偏头一躲, 就轻易躲过赵福的攻击, 哇哇的像是嘲笑赵福几声, 挥舞手中的刀向赵福腰间砍去, 赵福也是连忙速退, 哥布林也紧跟着上前, 第一次失手了, 但此时赵福却格外冷静, 没有理会哥布林那嘲笑, 面对这样真正的战斗, 飞升即死, 心中紧张地扑通扑通地狂跳, 留意了一下四周, 稍微又退一下, 然后猛地一剑刺向哥布林这一剑, 也被哥布林轻易躲过, 随即他正想冲上前, 挥一刀砍向赵福, 但就在这时, 他一脚踩在一颗底部有些凹凸不平的石头上, 顿时, 有些忠心不稳, 赵福心中的战术得逞, 趁机一剑砍向哥布林, 剑砍入哥布林的脖子, 有些鲜血流出, 但赵福这一剑没有砍入太深, 所以造成的伤害并不大, 哥布林痛苦嘶叫一声, 举起手中的刀, 就要向赵福砍过去, 赵福也心意紧, 使出全力把砍入哥布林脖子的剑, 使劲一袋, 当时, 鲜血喷剑, 温热的鲜血喷得赵福全身都是, 哥布林尸体慢慢倒地, 就此毕命第一次杀累人形生物, 赵福心狂跳着, 粗喘着气, 这时, 另一边的战斗也很快结束了, 白起将一个哥布林勇士击杀, 突然扭头一看, 赵福浑身是血, 心中一惊, 连忙跑到赵福身边, 关心问道, 殿下, 你没事吧? 赵福也从那种生与死的惊险战斗适应过来, 轻轻摇头, 表示没事, 白起见此, 这才松了一口气, 问一下大家受伤没有? 赵福说道, 闻言, 白起点点头, 查看了一下其他人, 随后回答道, 殿下, 其他人并无受到多大的伤, 赵福松了一口气, 抬头看一眼天空, 太阳正中, 已经快中午了, 第三只, 第四只哥布林是追不上的了, 所以选择, 就在第三只哥布林回来的路上, 进行埋伏, 李斯带着一群妇女们也来送饭, 全部人暂时进入休息恢复的状态,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第三只哥布林队伍, 也带着几只灰狼十几只野兔, 还有一只足有四百斤的野猪, 也算是满载而归, 赵福众人躲在草丛, 等待着时机, 这时, 在前面大摇大摆走着的哥布林勇士, 突然打了一个大喷嚏, 把不少哥布林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 就在这时白旗也下令攻击, 一只只箭矢飞射出去, 落入哥布林队伍之中, 顿时引起了骚乱, 有几只哥布林被直接射死, 几只重伤, 赵福经过几个小时恢复, 精神力已经恢复大半, 已经可以释放出火球, 所以趁机也释放了几颗, 这一次战斗, 大家都有两次经验, 又是埋伏, 所以, 比上两次的战斗更快解决, 而且几乎是没受到什么伤害, 当然也有这一只哥布林队伍成功狩猎, 所带来的疲惫法理原因, 稍微休息一下, 赵福带着人, 赶往第四只哥布林队伍回来的方向, 可惜第四只哥布林队伍, 已经回到哥布林村庄, 这让赵福有些惋惜, 如果把第四只哥布林队伍消灭了, 那哥布林村庄, 就没有什么可据的了, 此时, 一下死了将近150只哥布林, 哥布林村庄也察觉到危机, 不知道敌人是谁, 也不知道数量多少, 所以只能是陷入全部警备的紧张状态, 一直只哥布林站在村庄外围, 神情认真地看着四周, 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就就会群庸而上, 同时, 赵福也带着人来到哥布林村庄附近, 观察着陷入全员防卫状态的哥布林村庄, 现在哥布林村庄, 大约还有60多只能战斗的哥布林, 其他的都是老的, 小的, 还有母的, 看似哥布林村庄实力大减, 但赵福也不打算进攻, 一方面他不急, 因为哥布林每天都会去狩猎, 以保证食物, 所以他们现在所拥有的食物, 一旦耗尽, 还是一定会出来的, 比起进攻, 伏击更有利, 另一方面, 赵福也不想做出什么牺牲, 对于大秦村, 还有大秦村的村民, 赵福已经有了少许归属感, 不过, 也不能这样, 干等着哥布林出来, 趁着哥布林不敢出来, 赵福命人开始在哥布林村庄附近, 虽然狼肉不好吃, 但是总比没有好, 况且, 狼牙可以做箭头, 狼皮可做皮甲, 上一次击杀的利火兔, 材料是蓝色的, 因为裁缝铺老板何云拥有的技能裁缝, 还只是初级, 所以无法制成蓝色品质皮甲, 所以暂时性放在那里, 回到大秦村, 又燃起篝火, 现在危机一解除, 气氛也不再那么压抑紧张了, 欢声笑语着, 赵福一进村, 几个四五岁的小孩开心跑过来, 围在赵福旁边, 一脸崇拜地叫道, 殿下, 你真是太厉害了, 杀了那么多一族, 见此, 赵福也微微一笑, 解释道, 这不是我一个功劳, 也有你们父母的功劳, 可是, 你是我们的殿下, 在你英明神武带领下, 才杀了那么多一族, 一个小男孩抱着赵福大腿, 开心又激动地说道, 这么小就会拍马屁了, 赵福轻笑着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心中冰冷, 也似乎渐渐被融化, 随后, 几名小孩父母, 告罪一声, 各自把小孩领回去, 赵福也回到村长大厅, 一想, 对李斯问道, 这一次击杀哥布林, 收获怎样, 打战不可能不打扫战场, 但是因为当时情况比较紧急, 所以这些打扫战场, 是交给李斯带着的妇女团队, 李斯脸上露出笑容, 一拱手回答道, 哥布林短刀一共152饼, 不过尺寸太小, 不适合我们人族使用, 需要改进一下, 击杀哥布林, 刷新14人, 能战斗的人员为7人, 同时又刷新一个必资质的人, 赵福又把他转制为学士, 希望能早点研究成功驯化, 赵福也把7人, 也转制成士兵, 现在士兵人数为28人, 带着这28名士兵赵福, 再一次来到哥布林村庄, 此时的哥布林村庄, 还是依旧处于全员警备的状态, 赵福也选择没进攻, 让白起继续设置陷阱, 一边也操练一下这些人, 这样又过了一天, 人口再继续刷新15人, 战斗人员为6个, 赵福也转制成士兵, 今天哥布林村庄的哥布林, 还是不敢出来, 赵福继续等着, 一边设置陷阱, 除此赵福又发现一颗10年铁木, 第三天, 人口刷新14人, 能战斗人员为8人, 同时再一次刷新一个B级资质, 赵福也都把他们转职了, 今天哥布林的食物终于耗尽, 实在忍不住出来, 这一次哥布林村庄出来, 大约100个哥布林, 其中一半是母的哥布林, 还有4个哥布林勇士, 好像是刚刚转职不久, 体型上比之前哥布林勇士要小一点, 现在村里, 能战斗哥布林只有20几个, 还有一个之前活下来一个哥布林勇士, 其余30多个母的, 其余都是姥姥小小, 基本没啥战斗力, 表面上, 攻击哥布林村庄好像更容易, 但赵福感觉并不简单, 总感觉村中间那血色祭坛不简单, 可能有问题, 所以, 赵福还是选择, 攻击100的哥布林, 当然也不是傻傻的攻击, 否则这些天安设置的陷阱就白设置了, 把现在42名士兵分成三队, 然后简单说一下战术, 先让一队跑去向攻击一下, 哥布林看见敌人只有这么几个, 立即举起刀挖屋的叫着, 就冲过去, 这一队攻击一下, 按照赵福所吩咐, 也不练战, 转身就跑, 哥布林们见敌人落荒而逃, 高兴地大叫着, 继续冲过去, 要杀死这些, 让他们几天都没过好的敌人, 可是下一秒, 一只只哥布林落入早已挖好的坑中, 被埋入其中尖锐的木棍刺穿, 一下子嚎叫连连, 100只哥布林只是一刹那, 就损失将近20个哥布林, 一下损失这么多的战力, 令全部哥布林都停了下来, 谁也不敢确定前方是否还有挖好的坑, 所以一时间也不敢前进, 只能在原地愤怒大叫着, 咻咻, 忽然, 又几只箭矢落入哥布林群中, 众哥布林发现, 左边又跑出来几个敌人, 立即愤怒地又冲过去, 不到一会, 触发了一个个陷阱, 一颗颗巨木巨石从树上落下来, 将一只只哥布林不是砸成重伤, 就是直接砸死, 八十哥布林立即锐减成50多只, 这时又有一队出现在哥布林右边, 用箭矢攻击哥布林, 然后又转身逃跑, 见此, 哥布林已经吃了两次大亏, 哪敢继续傻傻地冲, 只能又站在原地, 挥舞手中刀, 对着逃跑的敌人乱叫着, 但此时照复其他两队已经会合, 并且出现在他们身后, 一只只箭矢, 还有一个火球, 落入哥布林群之中, 哥布林完全没有防备, 也没有想到, 所以, 这一次偷袭获得不错效果, 火球直接把两个哥布林炸中伤, 几只炸成轻伤, 九只箭矢全部命中, 三死, 五中伤, 一轻伤能战斗低哥布林人员, 立即成为四十几个, 同时, 另一队原本逃跑的队伍又转折回来, 展开攻击, 哥布林成员又再次缩小, 白起, 你尽快解决一只哥布林勇士, 其他盾兵只管防御, 给我拖住其他两个哥布林勇士, 步兵给我冲, 攻手自由点射, 剩余那个腿被砸穴的哥布林勇士, 交给我解决, 赵府大声吩咐下去, 其他人也一一听命行事, 现在剩下哥布林战士不过刚转职, 还有不少母的, 很快被步兵攻兵解决, 八九个盾兵扛着木盾, 硬生生包围两只哥布林勇士, 赵府面对一只瘸腿的哥布林勇士, 也很容易解决, 他当然不是近身, 近身赵府绝对是打不过的, 但他有火球, 一个个火球砸过去, 哥布林勇士体型又大, 而且还瘸腿, 所以根本躲不开, 最终被赵府击杀, 另一边, 白起也很快解决了一只哥布林勇士, 剩下两只哥布林勇士, 甚至也不用白起动手, 被弓手用剑射死, 死得也很是憋屈, 主要是被盾兵围住, 几乎闪躲不了, 只能当攻守的火把子, 战斗全部结束, 个人开始打扫战场, 白起也收起了剑, 扭头看着赵府, 那冷军的脸庞意外露出一丝笑容, 这一次赵府的战术, 还有指挥都觉得堪称完美, 也许比较大规模的战斗, 还缺乏一些经验, 但现在足以证明, 赵府超凡的才能了, 能拥有如此厉害的主攻, 作为属下的白起怎么会不高兴, 赵府扭头也注意到白起脸上笑容, 心中也有些意外, 奇怪问道, 白起, 你笑声什么, 白起轻轻摇摇头, 没有回答赵府, 而是问道, 殿下, 接下来怎样, 是否进攻哥布林村庄, 赵府闻言道, 先围住他, 我感觉那个哥布林村庄有些奇怪, 反正他们现在没有食物, 迟早会再出来的, 所以也不急, 白起也点头说道, 属下感觉也是, 这一次村庄空虚明显是想引我们过去, 可任他也没想到, 殿下没有选择村庄下手, 而是选择比较强的那一百只的哥布林, 还有四个哥布林勇士动手, 而且现在全部被殿下消灭, 赵府也越发觉, 那哥布林村庄不简单, 叫人打扫战场完毕, 直接包围了哥布林村庄, 哥布林村庄内低哥布林, 看着村外闪动的敌人身影, 也明白什么, 脸上露出惶恐害怕的神情, 整个村庄都开始有些混乱起来, 赵府在外看着, 也没有进攻的想法, 反正现在已经隆中捉鳖, 没有什么可及的, 观察了十几分钟后, 这时, 令赵府有些意外, 一个老哥布林手持一根枯木杖, 带着剩余全部哥布林跪在村口, 而赵府也收一道系统提示, 罗格村向你投降, 你是否选择接受? 赵府和白起相视一看, 都感觉有些意外, 还以为哥布林会再饿上几天, 然后会拼死冲出来, 却没想到, 现在投降了, 微微一笑, 赵府选择接受, 脑海灯时响起一道提示, 你接受罗格村的投降, 获得五十战功, 随即, 赵府带着人走出去, 来到村口, 看着跪着, 在村口的哥布林, 道, 都起来吧, 闻言, 其他哥布林神色害怕地缓缓站了起来, 他们虽然听不懂赵府所什么, 但是明白赵府的意思, 因为灵主有自带语言翻译, 类似心灵交流的技能, 虽然语言不通, 但却明白其中意思, 这时, 跪着在最前方的老哥布林挖屋, 说了几声, 其中的意思就是, 感激尊贵的大人能接受我罗格的投降, 赵府点点头, 同时问出心中疑惑的问题, 罗格, 你为什么选择现在投降, 不再坚持几日了, 罗格也就是那一只老哥布林, 一脸苦涩, 一开始他就察觉赵府的兵力不是很多, 从赵府不敢直接进攻村庄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 派出一百只哥布林, 原本是一方面寻找食物, 一方面适应赵府攻击村庄, 如果赵府攻击村庄, 他就可以利用血色祭坛的属性, 加上剩余的兵力, 足以将赵府重创, 可是他没想到, 赵府没有选择攻击村庄, 而是选择攻击那一百只哥布林, 不止将那一百只哥布林全部击杀了, 现在更是选择为而不攻, 此时, 罗格村只有两个下场, 要不是被活活饿死, 就是冲出去被扶杀, 与其这样, 还不如早早地投降, 赵府得到罗格的解释, 带着人来到村中心, 查看了一下血色祭坛, 得到一组信息, 恶魔祭坛, 可以通过祭线转织成恶魔祭祀, 特殊效果, 恶魔祭祀站在祭坛上, 可获得与神沟通的能力, 效果, 全属性正5%, 看到这一组信息, 赵府示意白起抓一只野兽过来, 片刻白起就扛着一只三百斤的野猪回来, 然后放在祭坛上, 赵府拿着一把刀割破野猪喉咙, 野猪嚎叫着, 血液大量流出, 鲜红的血液流了一地, 血色祭坛也发出阵阵血光, 野猪也好似恐惧什么, 死生嚎叫, 最后死亡, 野猪的尸体也干扁下来, 变成一具可怕的干尸, 而此时祭坛上的血光也更胜, 半空中开始浮现一道虚影, 样子有点相似小恶魔, 不过和小恶魔有些区别, 他头上有三根短角, 眼睛纯黑色, 背后有一大一小两对肉翼, 打滴打我啊多卡, 半空中恶魔虚影, 说了一句恶魔语言, 其意思是, 卑微的人类是否信仰我伟大的克尔之神? 提示, 你是否转职成恶魔祭祀? 警告, 一旦转职恶魔祭祀, 你建兵职业将被抹去, 既能可保留? 赵斧没有犹豫, 选择接受, 半空那道虚影, 射出一道血光进入赵斧眉心, 随即赵斧得到提示恶魔祭祀, 评价地及兵种, 简介, 恶魔克尔之神的祭祀, 兵种效果, 获得恶魔之力, 血光射入赵斧眉心后, 虚影渐渐消失, 一切恢复正常, 赵斧也查看着恶魔祭祀职业, 不由地按道, 帝及兵种果然是比之前建兵职业要好很多, 首先职业加成, 力量正1%, 体质正1%, 智力正4%, 获得技能, 地狱火球, 血之术, 获得恶魔之力, 全属性加二, 可惜, 这兵种已经达到上限, 所谓的克尔之神, 在地狱不过是一个微弱的小神灵, 神力不大, 又经过未免的削弱, 在这个世界上, 最多只能转职100名恶魔祭祀, 自己刚好走运, 之前刚不久就死了一个, 现在自己补上了, 有些简陋心理, 赵斧心中也有些开心, 带着一丝笑容, 去哥布林兵营查看一下, 哥布林只有两座转职石碑, 一种是哥布林战士, 评价F级兵种, 减剑, 哥布林中的战士, 兵种效果, 可获得技能, 可获得始祖之力, 怪不得那么猛, 原来是一家极兵种, 不过转职人数上限很少, 只有五个, 而现在大秦村还没发展起来, 把罗格村归为附属村庄, 只是稍微的影响了一下, 并不能大幅度增长, 又去罗格村其他地方看了看, 最后来到仓库, 钱币倒是不少, 大约4000枚铜币, 其中有15枚银币, 其他就没什么了, 现在这一次哥布林事件, 算是完美解决, 不过现在哥布林村庄全体的明星, 只是在午时, 为此赵府命人回去, 带来一些食物, 已经饿了几天的哥布林, 立即扑上去一顿狂吃, 明星瞬间上升十点, 此时, 赵府带人也回到大秦村, 这几天, 因为哥布林, 所有生产建设都停滞下来, 现在也一一都恢复, 主要是伐木建坊, 其次就是开垦农田, 除此, 赵府还留下一对士兵, 探查大秦村周围, 看是否, 还有其他什么危险, 现在, 一番吩咐下去, 赵府也空闲下来了, 看了看刚转之城恶魔祭祀获得的两个技能, 这两个技能, 一个D, 即地狱火球, 一个一家级血之术, 技能和资质一样分为九个大等级, 三个小阶段, 之前击杀的利火兔, 获得只是普通F级的火球, 这次赵府想看看D, 即地狱火球的威力怎样, 来到一块空地, 伸出手缓缓摊开, 一个血色火球出现在赵府手中, 赵府手一抛, 火球飞出去, 落在地上, 砰, 得一声炸裂开, 地面出现一个将近一米坑硬, 这威力至少是普通火球的四倍, 普通火球威力, 只是在地上留下一个黑色小印记而已, 至于血之术, 是地狱的一种技能, 和牧师的技能一样, 可以拥有治疗试验完两种技能, 赵府感觉有些可惜, 这职业数量太少了, 同时在天启世界中, 法系技能很是缺少, 法系技能价格, 是一般物理技能的十几倍, 赵府是有点想以后组建一个法师团的, 至于剩下来的时间, 赵府进行修炼, 现在白起修为都二段巅峰了, 马上就要三段, 而自己还只是零段, 修为现在等级低, 看似不重要, 但今后却决定一个国的命运, 几千个普通士兵都可能打不过一个九阶士兵, 普通士兵在他们面前只能是被虐杀的份, 如果一个国部拥有高阶士兵是无法立足的, 现在大秦村人口都还不齐, 能有一个有战斗力的人就不错了, 但是人口充足了, 赵府就会立即实行精兵政策, 第二天, 人口刷新15人, 同时刷新出一个A资质的人, 赵府把他转制成学士, 现在大秦村居民总共110人, 士兵47个, 4个学士, 同时经过最近几天的修炼, 赵府等级也提升了一段, 姓名, 赵府, 称号, 武, 职业, 恶魔祭祀, 战勋, 平民, 五万三千二百, 种族, 人类, 寿命, 两万一千一百, 属性, 力量, 八智力, 十一体制, 七敏捷, 九, 特殊力量, 若, 恶魔之力, 修为, 一段, 功法, 大秦心法, 技能, 地狱火球, 基础剑术, 装备, 铁剑, 看完属性, 赵府来到研究室, 为了研究驯化, 赵府特意愤出一间屋子, 抓了几只野兔, 野鸡, 帮助研究, 白老爷就这样了, 赵府走进去, 对一个头发有些花白的老人问道, 这个老人名为白山, 大秦村刷新出来的第一个碧资质, 白山正抓住一只野鸡, 扭头看见赵府, 脸上一喜, 道, 殿下, 我们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了, 等三天后, 一定就研究出驯化, 听到他的话, 赵府也放心了, 来到开垦的农田, 有些意外, 除了一些大秦村居民, 竟然还有些母哥布林在帮忙, 李斯过来解释道, 殿下, 现在哥布林村庄能战斗的哥布林有些手, 食物也有些欠缺, 我和罗哥商量一下, 让一些没事可做的母哥布林到村里来帮忙, 可以换得一些食物, 文言, 赵府笑着点点头, 看着大秦村有条有序的发展, 心里也挺满意, 还好有李斯, 不然这些繁杂的事物就令人头大了, 闲来无事, 赵府叫上白起, 亲自带上一队士兵, 在大秦村周围开始巡查一下, 现实世界, 北汤市整个李家都洋溢着喜悦的神情, 因为他们这一脉, 获得大唐帝国的传承, 大唐皇室血脉, 经过这么多年发展, 早已成为子弟众多的大家族, 其中主要分为几脉, 北汤市就是其中一脉别墅大厅内, 沙发正上方坐着几个老人, 旁边坐着李哲, 现在年过四十余岁的李哲, 变化也有些大, 已经留着一小撮胡子, 他旁边坐着, 还有一个美貌的妇人, 他正是李哲现在的妻子张淑云, 除此, 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也坐在旁边, 基本全是这一脉李家的人, 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中间一个长相英俊的青年上, 这个看似刚满年二十的青年, 气质沉稳, 散发出一股不属于这年纪的成熟感, 他正是李哲的第二子李白青, 李白青与他父亲李哲完全属于两种人, 没有一丝李哲那种浮夸, 坐视成熟, 处视冷静, 更颇为有才, 是北汤市三大才子之一, 加上他英俊帅气的脸庞, 几乎是北汤市所有女生中的梦中情人, 现在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大唐帝国传承, 没想到我们李家这么多子弟, 全部失恋失败, 最后亲而后来居上, 获得我先祖传承, 真是我们一脉之福, 坐在沙发上, 一个气色红润的老人, 开心地大笑着说道, 听到他的话, 其他人点头称是, 李哲脸上也露出得意笑容, 虽然他不行, 可他的儿子真的是给他睁脸, 爷爷, 先祖传承其实很简单, 只要坚持本心, 不被外物所吸引, 就会通过, 李白青一副谦虚, 语气温润地说道, 老人哈哈地大笑着, 好了, 亲儿你不必谦虚了, 现在整个李家子弟都不如你一半, 你是实至名归, 现在, 我们都会以你为主, 全部资源都会倾向给你, 你一定要好好发展, 争取重建我大唐帝国的光辉, 李白青认真点点头, 也明白压在身上担子有多重, 也明白这是家族先辈世代的愿望, 他必须要完成重建大唐帝国, 之后, 家族聚会结束, 老人坐在一个房间内, 对着已经满头白发的管家说道, 我要你查的信息查到了吗, 管家点点头, 把一份资料递给老人, 老人接过资料, 放开扫了几眼, 有些诧异的道, 没想到这私生子, 还有几分本事, 李哲那兔崽子可生了两个好儿子, 你现在去找他说一下吧, 让他加入李家, 他身上流淌的, 毕竟是我们一脉正统血脉, 说不定以后有用, 老人也叹了一口气, 道, 当年李哲那兔崽子是做得有些过了, 你这样吧, 和他说想要什么, 我们李家都可以满足他, 补偿一下他们母子, 要他还是不答应呢, 管家想到什么, 有些迟疑地问道, 老人也沉思一下, 最后说道, 如果他始终不答应, 那就先暂时随他去, 但如果他敢做阻碍亲儿大业的事, 那就把他杀了, 闻言, 管家点点头离开房间, 另一处古朴的房间内, 六名老人各坐在椅子上, 其中一个老人一脸怒容大叫道, 为什么现在我赢家全部子弟都进入天气世界, 竟然没一个得到先祖传承试炼提示, 要是试炼失败, 是子弟没有才能, 这也没话说, 可怎么试炼机会都不给一个, 这还用说, 当然有人早已经获得我大秦帝国传承了, 一个老玉淡淡说道, 什么, 我大秦帝国传承竟然被别人得到了, 原本最先开口的老人又大声叫道, 另一个有些销售的老头, 看不下去了, 叫道, 江老头, 你能安分一点吗, 什么别人, 没有我大秦皇室血脉, 怎么可能得到先祖传承, 一定是几千年来不经意流传出去的血脉, 一个发福的老人叹了一口气, 道, 这么久根本是无从查询, 是谁获得我大秦先祖传承, 只希望他在天启世界露出一些信息, 才能找到他了, 其他老人文言都有些无奈, 也感觉只能这样了, 天启事件, 赵府再一次集结队伍, 因为又发现一个哥布林村庄, 这一村庄哥布林不多, 大约160哥布林样子, 很容易拿下, 赵府带着大秦村士兵, 还有罗格村的哥布林包围这个小村庄, 这个哥布林村庄, 哥布林战士70多, 其他不是母的, 就是老的小的, 罗格, 你去劝想一下, 现在, 赵府加上罗格村兵力, 已经完全超过这个村庄, 更有各种兵种配合, 所以很容易拿下这个村庄, 当然要不消损一兵, 就拿下这村庄最后, 是, 殿下, 老罗格也跟着大秦村的居民一样, 尊敬地叫了一声殿下, 然后走上前, 大声叫道, 你们全部被包围了, 没有战胜的可能, 都投降吧,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可老罗格刚说完, 村庄内的哥布林, 神情愤怒地挖屋叫着, 看样子是在骂老罗格, 因为他们现在可不是赵府的子民, 没有语言翻译能力, 所以听不懂骂什么, 赵府皱起眉头, 对老罗格问道, 他们在骂什么, 老罗格点头回答道, 殿下, 他们在骂我是哥布林的败类, 竟然和狡猾的人类一起攻打他们, 是哥布林的耻辱, 听完老罗格的话, 赵府冷哼一声, 既然不肯投降, 那只能动手了, 赵府示意白起一眼, 白起大喊一声, 猎阵, 上火箭, 盾兵立即举起盾, 走上前, 步兵跟在后面, 第三排攻守, 点燃一只只箭矢, 整齐地拉开弓, 放箭, 一声命令下, 一只只火箭飞射出去, 这一次没有射向哥布林, 而是射向哥布林的房屋, 立即木制的房屋, 开始燃起火来, 村庄中的哥布林, 也有些混乱起来, 随即, 接下来一只只箭矢, 开始射杀哥布林, 看着一只只倒下的哥布林, 老罗格心中有些庆幸, 还好投降了, 不然, 这就是罗格村的下场, 此时村内哥布林, 最终没有办法, 拼死地冲出来, 看着冲出来的大群哥布林, 工兵有序地射击着, 赵府和老罗格, 也开释放着地狱火球, 令赵府有些意外, 老罗格举起手中枯木杖, 两颗篮球大小的血色火球, 在上方凝聚出现, 气势有些惊人, 随后, 老罗格挥动木杖, 两颗血色火球飞射出去, 落入冲出来的哥布林群之中, 因为冲出来的哥布林太过密集, 两颗火球, 直接把十几只哥布林炸飞出去, 其中五六只血肉模糊, 眼看是活不成了, 老罗格施展出来的火球, 是一种将某技能练到极致, 才会出现的效果, 赵府也有少许庆幸, 当初没有选择进攻罗格村, 否则以老罗格加上祭坛属性, 绝对会重创自己, 不过, 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 赵府释放着地狱火球, 不过威力, 没有老罗格威力那么大, 只是将七八只哥布林炸飞出去, 这时, 白起带着盾兵和步兵, 直接冲上前, 硬生生把冲出来的哥布林顶回去, 罗格, 再喊一下, 他们愿不愿意投降, 赵府看见村内的哥布林, 已经出现害怕惶恐的神情, 低头对老罗格说道, 文言, 老罗格走上前, 再一次大声叫道, 现在你们见识到, 这位尊贵的殿下的厉害了吧, 都投降吧, 尊贵的殿下会优待你们的, 一下死了这么多哥布林, 哥布林见村外的兄兵, 身后又燃起的大火, 毫无意外, 不是被烧死, 就是冲出去被杀死, 同时也看着老罗格在其中好像混得不错, 感觉赵府不会虐待他们, 最终还是选择放下武器, 走出来跪在地上, 提示, 吉恩村向你投降, 你是否接受, 赵府一笑, 心中也明白, 这些异族只会服从强者, 让他们见识到强大力量, 就会选择投降, 选择接受投降, 又获得五十战勋, 白起这里交给你了, 你带人帮马火扑灭一下, 我要出去一下了, 赵府也想起, 快一天没有退出天启世界, 所以对白起吩咐道, 白起点点头, 带着所有人, 还有胳膊铃去扑火, 赵府也退出天启世界, 虽然可以在天启世界中, 可以吃一些食物, 填饱肚子, 但这作用可应用不了到现实世界, 现实世界也需要补充食物, 否则你也会被饿死, 意识回到身体之中, 饥饿感涌入大脑, 赵府从床坐了起来, 已经吃了几天泡面, 赵府今天也想换下口味, 打算去楼下要一份快餐, 可刚打开门, 一个头发花白, 身穿一身一丝不苟的西装的老人, 出现在眼前, 看见这老人, 赵府依稀有些印象, 记得他是李家的管家, 所以脸色立即冷了下来, 那,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管家对赵府的态度, 没有在意, 开口说道, 老爷想让回李家, 无论你想要什么, 李家, 都可以满足你, 作为补偿, 连你还有你母亲补偿, 听到他的话, 赵府心一怒, 不由地咬紧牙关, 握紧拳头, 什么补偿能母亲活过来, 什么补偿能弥补母亲心中的痛苦, 什么东西能比得了母亲所流的眼泪, 我不会去的, 赵府冷声说道, 管家见赵府样子, 叹了一口气, 道, 那好吧, 不过, 希望你能控制你自己情绪, 不要做对李家有害的事情, 否则, 管家下面的话没有说, 赵府也能听出什么意思, 一旦做出什么危害李家的事,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杀了自己吧, 赵府心中一片冰冷, 本来是想听从母亲的遗言, 不去找李家什么麻烦, 不想母亲在九泉之下还为这是痛苦, 但他们现在却跑来威胁自己, 是, 在现实中自己没有一点反抗能力, 但现实世界被吞噬后, 只要大青村成长起来, 谁杀谁, 还不一定, 不过, 这管家也是善意提醒一下, 赵府点点头, 表示已经知道了, 随后, 管家也离开了, 赵府在楼下小饭馆要了一份快餐, 回到家中打开电脑, 一边吃着饭, 一边进入天启论坛, 看有没有其他什么自己不知道消息, 也划分好自己区域, 甚至还出了一个天交榜, 每一个天交榜上的人, 无疑是人中龙凤, 尊贵至极, 身后更有一个庞大的世家支持, 第一个, 大夏传承者, 四季, 第二个, 大商传承者, 帝无天, 第三个, 大洲传承者, 鸡神明, 第四个, 大汉传承者, 刘烨, 一下前四个, 两个是敌人, 现在天交榜以家族实力来排名的, 家族越久远, 实力也就越强, 按照这样排名, 大清赢家本来是第四, 可赢家并没有获得大清传承, 所以现在, 正疯狂寻找着, 获得大清传承的人, 对于这些世家赵府没有一点好感, 也并不想与赢家扯上什么瓜葛, 所以也没打算主动找上他们, 继续翻看着天启世界的论坛信息, 随后有些惊喜, 因为竟然有人画出一张粗略的地图, 这张粗略的画出, 华夏在天启世界的分布, 以及周围的国家分布, 赵府看中了西南方向小越国, 这里就是赵府要跳出华夏主战区后要去的地方, 然后, 赵府没有看到什么新奇的消息, 再一次进入天启世界, 刚好殿下你进来了, 我们有一个村民被一族射伤了, 白起正好抓住了他们几个, 赵府刚一进来, 李斯就上前禀告, 文言, 赵府心中也有些疑惑, 村民一般只是在大清附近活动, 并不会去远地方, 父亲赵府也派人寻查过, 并无什么危险, 怎么又突然冒出一族? 带着疑惑, 赵府跟着李斯找到了白起这时, 白起命人用绳子捆绑着几只身高比哥布林高一点, 体型很瘦, 身上好像没有一点肉, 灰黑色皮肤, 模样有些丑, 很像西方传说中的地精, 白起, 怎么回事? 赵府走上前问道, 白起扭头一看赵府进来了, 一拱手解释道, 殿下, 我们村民在附近采集野果, 不知道突然怎么就窜出几个异族, 用弩宫把我们村民射伤了, 说完, 白起叫人把一件小巧的弩宫递给赵府, 赵府接过来看了一下, 很精巧, 像这种精巧的弩宫没有图纸, 是无法制作出来的, 问出什么来没有? 赵府问道, 白起摇摇头, 道, 殿下, 因为语言不通, 能得到信息极少, 不过, 我已经派人在这些地精出现的地方去仔细探查了, 这时, 刚好有人来报, 说发现一个很隐蔽的洞口, 闻言, 赵府带着人来到那一个隐蔽洞口, 这个洞口一米高, 旁边很多杂草, 如果把洞口掩饰一下, 的确很难发现, 同时被带到这里的几个地精, 脸色也变得有些难看, 好像是被发现很重要的东西一样, 见此, 赵府也明白什么, 这些地精原来是躲在这里面, 不过赵府也不敢贸然进去, 首先不知地精数量多少, 而且一米高的洞口, 人进去只能爬着进去, 这样危险程度就大了, 抓出一个地精, 赵府命令用鞭子抽打他, 鞭子一下下用力抽打在这一只地精身上, 立即皮开肉绽, 地精也孤儿地惨叫着, 过了一会, 提示, 地精多吉愿意向你投降, 赵府听到这提示, 选择接受, 然后让人把这一只地精带面前来, 此时这只地精忠诚度只有十点, 但赵府却不在意, 他又不是要这一只地精的忠诚, 而是要能听懂地精的语言, 现在你们村里还有多少地精, 赵府对这一只地精问道, 闻言, 地精一脸为难, 但看着旁边凶悍的士兵又要拿鞭子抽打, 最后还是说出来了, 尊贵的大人, 我多伦村一共九十六名村民, 有四十六战士, 其余的都是女的老的, 还有小的, 原来才这么点人, 怪不得不敢在地面上生存, 赵府点点头, 对着地精说道, 我会放一个人回去, 你和他说一下, 我并不想伤害他们, 但他们必须要臣服于我, 地精点点头, 走过去对剩下几个被捆绑住的地精, 孤儿地说了几句, 把赵府的意思传达完毕, 然后赵府在他们其中选了一只, 让他进入洞里, 盾兵, 给我包围住洞口, 注意洞里可能会随时会射出弄箭, 赵府吩咐了一下, 开始等待起来, 时间一点点过去, 足足有一个小时, 却不见地精出来投降, 赵府沉着一张脸, 对白起说道, 看来这群地精是不想投降了, 去准备一下干草, 把他们给我熏出来, 闻言, 白起点点头, 叫人准备干草, 开始在洞口燃烧, 浓烟慢慢涌入进去, 但过了一会, 浓烟再也进不去, 好像是地精自己把洞口堵死了, 这群地精, 赵府冷哼一声, 叫人把洞口完全堵死, 然后又问了一下, 地精村还有几条隐蔽的通道, 这个几条隐蔽通道, 一般地精都不知道, 只有村里几个老地精才知道, 原来依仗这个, 就算派人挖进去, 他们也可以通过其他通道逃跑, 面对这样, 赵府也不是没有应对方法, 叫来十个哥布林勇士, 现在赵府已经有两个哥布林村庄, 每个村哥布林勇士, 上限为五个, 加起来就十个, 把哥布林勇士叫来, 赵府就命他们在四周, 用特制的巨大石锤, 锤砸着赵府推断出来的地精村大概位置, 把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所有通道砸塌了, 干脆就把这群地精活埋了, 等几天再来收尸, 当然, 地精也可能挖出新通道, 赵府就命十个哥布林, 以后几天主要任务就是来砸这里, 挖出一个, 就砸它一个, 这样这些地精就没办法了, 这事情也就到这里了, 赵府还是有优待的, 提供他足够的食物, 至于其他地精就先让他们饿几天, 回到村, 赵府和白起, 还有李斯, 三人开始讨论着赵府之前从天启论坛得到的信息, 哄, 突然, 传来一声巨响, 令大秦村所有人都一惊, 赵府走出来, 带着人连忙赶巨响传出的地方, 只见几只哥布林勇士都吓呆了, 站在一边, 而地面上坍塌出一道长十几米, 深有五十多米的裂缝, 丝丝寒气从裂缝中冒出来, 给人一种阴森恐怖感觉, 怎么回事, 赵府对旁边几个哥布林勇士问道, 几个哥布林勇士, 哇呜哇呜说道, 其中的意思是, 原本他们正按照赵府的吩咐, 在这里用大石锤砸地, 可突然有一只哥布林勇士对地面用力一砸, 不知道怎么, 就成现在这样子了, 提示, 多伦村向你投降, 你是否接受, 原本赵府正在思考, 突然被这一道提示打断, 不由地按道一声, 真的是一定要吃点苦头才可能屈服, 赵府选择接受, 叫上人开始挖地, 几个小时, 往地下挖了有大概十米, 发现地下一个将近百米宽的大洞, 这个大洞墙壁又挖出许多小洞, 看似是作为一个房间, 现在这个大洞因为大裂缝的连锁反应, 已经坍塌了三分之一, 赵府在其中也发现一脸害怕退缩在一边的地精, 带着一群人下去, 这些地精也老实地放下武器, 跪在地上展示的投降之意, 尊贵的大人, 真的很感激, 你能接受我们投降, 来救我们, 几个老地精跪在地上, 一脸感激地说道, 文言, 开始赵府对几个老地精是有些意见的, 但现在心想也算了, 既然都已经成为自己子民了, 所以也不再追究, 开口道, 都起来吧, 见赵府没有生气地原谅他们之前的拒不投降, 地精们都松了一口气, 站了起来, 赵府则感兴趣去的第一时间来到地精兵营查看起来, 发现地精兵营也只有两座转制石碑, 一种为地精弩手, 兵种效果, 可获得技能弩弓掌握, 另一种, 令赵府有些欣喜, 地精机械学试, 评价一级兵种, 简介, 精通机械的地精们, 兵种效果, 可获得技能, 机械研究, 这职业完全就是为发明大型机械武器准备的职业, 赵府一直想做一种杀伤性很大的冷兵器, 那就是车弩, 车弩的破坏力是一般弓箭的十几倍, 杀伤性极强, 一般人对上都只能退让, 可赵府虽然想做, 但在天气世界中, 一切复杂的东西都需要设计图纸, 即使在现实中找到车弩的制造方法, 在天气世界中也无法复制出来, 现在这问题, 有地精机械学试就解决了, 当然除了车弩, 还可研究很多大型冷兵器武器, 不过, 有些可惜, 这地精机械学试转值上限也是只有五个, 看完兵营, 再来到仓库, 其中有些食物, 还有一些铜币, 不到一千, 也没有一枚银币, 按照这个村的规模, 也不可能击杀能掉银币的生物, 走出来, 抬头看了看这个白米宽的大洞, 说道, 现在这里已经不能住了, 那搬上去吧, 我可以提供基础的保护, 听到赵府的话, 几个老弟竟连忙欣喜地答应下来, 能免费得到比自身强大几倍的人保护, 这种事怎么可能拒绝, 这时, 赵府来到地精村的村长大厅, 看着那漂浮在半空中的白星号星号坊, 伸手上去, 跳出两个选项, 摧毁和迁移, 摧毁村庄可以得到村庄现有经验的十分之一, 但是摧毁后得到的是残破的城市之星, 也就是现在的漂浮在半空中的魔方, 将无法再使用, 只能用于提升其他村庄的品级, 五个白色的残破城市之星, 可以把一个品质为普通的村庄, 提升为蓝色品质, 十个蓝色的残破城市之星, 可把一个品质为蓝色的村庄, 提升为银色, 三十个银色的残破之星, 可以把一个品质为银色村庄, 提升到黄金, 这种提升方法是没有限制的, 最高谁也不知能提升到什么程度, 但是可以肯定的, 越往上越困难, 比如黄金村庄想升级到传说级村庄, 需要120黄金级的残破城市之星, 除此还需要一件传说级物品融入其中, 这绝对困难无比, 黄金品质的村庄又不是大白菜, 怎么可能有那么多, 所以, 一般人也最多也只是将城市提升为黄金, 根本是不能够提升到传说以上的。 至于选择迁移, 也可以得到村庄现有经验的十分之一, 城市之星也可以再一次使用, 不过村庄经验会全部归零, 比如原本高级村庄迁移, 会直接变成初级村庄, 高级小镇迁移, 就会变为初级小镇, 现在地精村庄, 还只是初级村庄, 这倒不用担心, 所以赵福选择迁移, 城市之星放出一道道淡淡白光, 笼罩整个村庄, 一些基础建筑开始缓缓消失。 提示, 大秦村获得120经验, 不知不觉, 地精地漂浮在那里。 赵福接过来一看, 城市之星, 品质, 白色限定种族, 地精, 人类是不能使用其他种族的城市之星的, 同样其他种族也不能使用人族的城市之星, 同时村庄要被以外种族占领, 是不会刷新人口的, 所以赵福攻下的几个村庄都交给相应的种族, 把这城市之星扔给几个老地精, 让他们在大秦村附近找一个地方重新建村。 离开大洞后, 赵福和白起再一次来到那条大裂缝旁边观察着, 这条大裂缝长17米, 深度大约50多米, 因为太深, 阳光也没有照到底, 下面有些昏暗, 但是依稀可以看见裂缝底下, 好像是用石砖铺成的路, 很整齐, 感觉怎样? 赵福皱起眉头对白起问道, 白起也是一脸凝重地回答道, 殿下, 我感觉这大裂缝很不简单, 闻言, 赵福臣思议会, 大裂缝离大秦村如此之近, 如果不探查一下, 我想下去看看, 下面有什么东西, 白起一脸担忧道, 殿下, 还是我陪一起下去看一下吧, 赵福点点头, 叫人去准备绳子还有火把, 然后慢慢地爬下去, 一个多小时后, 赵福和白起来到大裂缝底部, 发现大裂缝底部果然不一般, 下方有一个宽十米, 高四米, 用石砖铺成的一个通道, 现在这里有些昏暗, 赵福和白起点燃火把, 向通道前方走去, 随着一步步前进, 周围越来越黑暗, 伸手不见五指, 四周更是一片死静, 没有一点声音, 气氛有些莫名的诡异起来, 突然, 黑暗中响起, 咯吱,咯吱, 咯吱的声音, 赵福用火把一照, 发现是一个头颅燃起蓝色火苗, 手持一柄嗅记斑斑的剑, 摇摇晃晃站起来的骷髅剑士, 骷髅剑士两个眼洞, 看着白起还有赵福两个活人, 嚎叫一声, 本能地举起手中的剑, 就向赵福白起冲了过去, 这个骷髅剑士远比普通骷髅要快, 而且一点都不笨拙, 很是灵活, 几下功夫就冲到面前, 白起连忙挡在赵福身前, 抽出了剑, 迎上去, 面对白起, 骷髅剑士抬手一剑, 斩了过去, 白起则挥剑架住骷髅剑士的攻击, 骷髅剑士将剑一收, 又连续狠狠批了数剑, 吭枪作响, 完全是毫不畏惧的攻击, 一点防守的意思都没有, 连续几次挡下骷髅剑士的攻击, 白起也熟悉了骷髅剑士的出招方式, 趁着骷髅剑士又一剑直直地劈来, 白起侧身一躲, 一剑带着丝丝剑气, 从下往上向骷髅剑士斩去, 砰, 骷髅剑士被一剑斩飞出去六七米, 倒在地上, 只是胸前的骨头被斩断几根, 并没有什么大碍, 又扭动着骨头关节, 缓缓地又要站起来, 这时, 赵福也出手, 一个血色火球飞过去, 撞击在骷髅剑士身上, 砰的一声, 爆炸开来, 又把骷髅剑士炸飞出去, 但是倒在地上的骷髅剑士, 又扭动着骨头要站起来, 赵福刚释放出地狱火球, 一时间不能再快速释放, 所以选择普通火球, 一颗橙色火球, 飞射出去, 落在想要再次站起来的骷髅剑士身上, 这一次, 骷髅剑士没能站起来了, 身体直接被炸得散架, 倒在地上便会一堆骨头, 而一堆灰白的的骨堆中, 一朵蓝色火苗轻轻摇曳着, 赵福走上前一看, 得到一组信息, 五炼之魂, 使用后可获得生前一种或多种技能, 原来是这个, 得到这信息赵福明白了, 五炼之魂就是把某种技能练到极致, 甚至融入灵魂之中, 死后转变亡灵, 被击杀后就可以得到该种技能, 与使用普通技能不同, 使用普通技能需要训练加以练习才能掌握, 但使用五炼之魂后, 直接可以把技能提升到熟练程度以上, 这个骷髅剑士明显是近战职业, 赵福发现他自己其实并不擅长近战, 而且属性也偏为法系, 所以对这不太适合扭头把这交给摆起, 目光扫到地上嗅记斑斑的剑, 好奇地拿起来一看, 太清剑品阶, 蓝色, 属性, 力量加一, 剪剑, 原本属于黄金级的武器, 经过上万年的岁月风时, 最终沦为蓝色品质武器, 什么? 这事以前是黄金武器, 赵福有些吃惊, 没想到这样一柄秀记斑斑, 一看就要报废的剑是黄金武器, 而且经过万年风时, 还保留蓝色的品质, 一柄黄金武器的剑, 目前市场都没有人卖, 一件银色武器一千到几千银币不等, 黄金武器最少也是银色武器的百倍千倍以上, 目测估计最低价都可能是一千金币起价, 别看一千金币很少的样子, 在天启世界一百铜币等于一银币, 一百银币等于一金币, 一金币等于一万铜币, 一千金币就等于一千万铜币, 要按照现实世界钱币, 十元换一枚铜币算, 黄金及武器最低价都要一亿, 但现在一亿你做梦都不要想买到一件黄金武器, 有些惋惜地看着手中的太清剑, 心中也有些好奇, 这是什么地方, 怎么路上随便一具骷髅都拥有黄金及武器, 想到什么, 赵府道, 白起, 你融合五链之魂看一看, 会获得什么技能文言, 白起点点头, 闭上眼睛, 把五链之魂挥着心口一暗, 蓝色的火苗慢慢融进身体, 过了一会白起睁开眼睛, 有些欣喜地回答道, 殿下, 我获得一种B级技能仪器斩, 什么, B级技能, 不由得, 让赵府再一次吃惊, 想到自己地, 级技能地狱火球威力就那么大了, 更别说B级技能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 赵府心中充满了好奇, 举起火把继续上前, 不到几分钟, 地上躺着的, 一具骷髅的头颅中, 又燃起蓝色的灵魂之火, 握起手中嗅记斑斑的大刀, 扭动着骨头, 正要站起来, 赵府抢先一个血色火球就飞出去, 把他炸飞出去, 倒在地上骷髅战士, 摇摇晃晃, 刚要起来, 白起也趁机冲上去, 使出刚获得的技能仪器斩, 只见剑身喷发出大量白色剑气, 一剑斩在骷髅战士胸前, 砰, 一剑把骷髅战士斩飞出十几米, 身体直接散架, 碎成无数小块的骨头, 这一次, 骷髅战士没有五练之火, 他的大刀赵府拿起来一看, 百山刀, 品阶, 蓝色, 属性, 体质加一, 剪剑, 原本属于黄金级的武器, 经过上万年的岁月风时, 最终闻为蓝色品质武器, 果然, 之前又是黄金级武器,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赵府心中越发好奇, 带着这股好奇, 赵府和白旗两人继续往下探索着, 途中又遇到几只骷髅, 击杀后得到两个五练之魂, 而他们的武器无一例外, 以前是黄金级别, 经过上万年风时后, 变为蓝色武器, 得到的两个五练之魂, 赵府也选择一个弓兵骷髅的使用后, 获得C, 即技能碎石剑, 现在这地方完全成了宝库, 几乎必得蓝色级武器, 更可能获得比较好的技能, 一件蓝色品质武器100到1000银币之间, 像这种风时的武器, 应该值300银币, 不在话下, 加上可能获得技能, 光这一次, 六件武器, 三个五练之魂, 特别是白旗获得B级技能, 就值10金币以上, 全部加起来, 总价值31个金币, 等于31万铜币, 这么丰富的回报, 令赵府心中不由的一喜, 本想和白旗继续下去, 可这时, 通道内的窟窿也渐渐多了起来, 少则五六个, 多则二三十个, 为了安全起见, 赵府和白旗只能是选择退回去, 回到地面上, 赵府命人立即把这里做一下隐藏, 同时修建阶梯, 方便以后大量的人进去, 随后, 赵府带着六柄袖级斑斑的武器, 拿到铁匠王大武那里, 问一下可不可以简单修复一下, 王大武接过武器看了看, 也是一脸吃惊, 同时也有些惋惜, 这么好的武器, 变成现在这样子, 一番检查, 王大武点点头说道, 可以简单修复一下, 但必须要材料这让赵府有些尴尬, 现在大秦村的武器, 基本都是用铁木做的, 连几把像样子的铁制武器都没几件, 立即, 赵府派人去附近探查一下, 看有没有露天铁矿之类的, 殿下, 我们研究出驯化了, 赵府刚吩咐人下去, 白山一脸喜色地跑来说道, 闻言, 赵府脸上也一喜, 研究这么久, 终于有成果了, 点了点头, 来到驯化室, 几个学士站那里, 而他们旁边已经多了一座石碑, 几人看到赵府进来, 恭敬地退到一边, 赵府走上前, 伸手放在石碑上, 得到一组信息, 驯化师, 评价F加级兵种, 减剑, 转值后可获得驯化野兽的能力, 兵种效果, 可获得技能, 驯化, 看见这个, 赵府转值了两个驯化师, 又命人去抓捕野鸡野鸭之类, 可以作为家禽之类的生物, 现在大秦村劳动力严重缺少, 又要做这个, 又要做那个, 只能是把大量哥布林加入其中, 来弥补劳动力的缺少, 至于探索大裂缝, 暂时等修好阶梯后, 再带人下去, 来到大秦村西边不远处, 重新建好的地金村, 赵府进去看了几下, 地金都恭敬地低着头, 退到一边, 赵府找到五名机械学士, 让他们开始研究车弩制造, 刚回到村, 白山又迎上来, 问道, 殿下, 接下来, 要我们研究是什么? 文言, 赵府都差点忘了, 现在驯化研究成功, 学士就空闲下来, 事情真的是太多了, 赵府感觉都有点头大, 但赵府还是认真想了想, 接下来要研究什么? 片刻后对白山道, 你们就开始研究传送阵吧? 传送阵是必须要有的, 如果大秦村成功研究传送阵, 今后村与村之间就方便很多, 同时, 赵府也想去系统主城去看一看, 现在获得的钱币根本没地方用, 所以去看一下有什么可买的。 白山听到赵府的话, 带着人也就回去研究了。 这时, 又有人上前禀报, 在大秦村北面无理地以外, 发现一个人族村落。 赵府立即带着人一起去查看, 首先确定这人族村落是刘斐村落, 还是一般的村落, 不过无论是什么赵府都点想掠夺人口, 现在靠村庄刷新的速度感觉是太慢了, 而大秦村又严重缺少人口。 一个多小时后, 来到士兵所说的人族村落, 在高处赵府仔细观察着村落, 暗道一声, 人族村落果然不是一族村落能比的。 首先防御上, 这村子已经是用厚厚的木板作为围墙, 而且四周都有警备巡查的人员, 一旦敌袭就会发出警报, 防卫措施很严密, 不过生活在这种野外的村落, 时刻充满危险, 所以也不得不专注防卫。 这个村大约400多人, 老人小孩有60多, 妇女160多, 剩下有200多男人, 不像是刘斐村落, 只是一般的村落的样子。 而这村落基本的巡逻队, 已经有了皮甲, 还有铁刀, 看着比大秦村还富有, 大秦村还是用铁木做出的武器, 皮甲只有十几件, 至于兵种上基本是冥兵, 但也少数拿着弓箭还有盾牌的, 这些人并没有转职, 弓兵, 盾兵, 骑兵, 除非你提前去研究, 或者是把村庄等级提升上去, 才可以解锁, 中级村庄可以解锁盾兵, 高级村庄可以解锁弓兵, 小镇级别才可能拥有骑兵。 现在村庄里这些拿弓箭盾牌的, 属于完全靠自己, 没有职业加成, 没有技能, 比起转职的要弱上一半以上。 如果拿下这村, 瞬间可以填补大秦村人口的空白。 可赵府要带着人这样冲去, 面对坚固的防御, 又多于两倍的敌人, 绝对会折损大量士兵, 败退回来。 武的看来是不行了, 赵府扭头对其他人说道, 你们先在这里隐藏起来, 我和白起去交涉一下。 赵府和白起两人随后来到村门口, 立即门口的人警惕地大声喊道, 你们是什么人? 闻言, 白起正要开口, 但赵府示意他停下, 自己开口道, 我是附近的大秦村村长, 现在特意拜访贵村一下, 劳烦贵村村长见上一面。 听到赵府的话, 有人立即去禀告了, 随后大门打开, 一个白起年轻带着人走出来, 对着赵府微微一笑, 一拱手道, 家府有请。 赵府也回了一下里, 然后和白起跟着白进青年来到一间房屋, 一进去, 一位白胡子老者坐在正上方, 见到赵府白起两人站了起来, 微笑着伸手示意坐下, 旁边侍女立即端上茶水。 没想到本村迎来两位贵客, 招待不周。 请多多包涵, 老者抱歉一声说道, 赵府但笑回道, 村长你客气了, 本村近几日才搬到此地, 现在才发现贵村, 特意拜访一下, 有些迟了, 还望你多多包涵, 老者也有些意外, 道, 老朽正奇怪着, 附近怎么出现一个村子, 原来是最近几日才歉移过来的, 不过现在野外, 危机四伏, 实在难有一片安全之地。 闻言, 赵府点点头, 刚想说一些话, 这时, 一个青年一脸严肃地走进来, 禀告道, 村长, 恶郎村的人又来要粮食了, 老者脸色也认真起来, 失陪一声, 带着人就出去了。 殿下, 白起扭头看向赵府叫道, 赵府点点头, 两人跟了上去, 随后只见村口有十几个长相凶恶的人站在那里, 其中一个皮肤有黑, 长得有些丑的大汉叫道, 死老头快焦凉了。 白晋青年听到他的话, 灯石一怒, 正上前想说些什么, 可被老者一把拉住, 然后吩咐说道, 把粮食搬出来都给他们吧。 村民听着老者吩咐, 搬出十几袋粮食, 放在了村口。 见到这么多袋粮食, 为首大汉露出得意的洋洋的笑容, 对老者叫道, 还是你这死老头拾去。 说完, 为首大汉吩咐其他人扛起这些粮食, 就离开了。 见到他们离开的背影, 白晋青年愤愤不平地冷哼一声, 赵府上前询问一下什么情况, 后来得知, 首先这座村庄叫李家村, 村长叫李友才, 而他的儿子, 也就是白晋青年, 名叫李文。 接下来, 厄郎村是李家村巴里之外的一个刘斐村, 人数在三百多, 但是刘斐村基本是不会有女人老人小孩的, 所以, 那三百多人基本都是男人, 而且一个个都有山贼, 土匪, 强盗的转职, 战斗力不俗。 但是厄郎村要攻下李家村坚固的防守会损失大量的人手, 李家村也害怕这些流匪打进来烧杀抢掠, 所以维持着一个暂时的和平之中, 李家村每个月必须交一定粮食, 厄郎村也承诺不进攻李家村。 这种暂时的和平是李家村处于弱势的, 所以, 厄郎村才会如此气焰嚣张, 当然如果找到什么机会, 厄郎村一定是会打破现有的状态, 冲进李家村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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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略。 虽然厄郎村早就掩馋李家村许久, 可一直没找到机会下手, 而同时, 李家村也是时时刻刻地提防着厄郎村。 这时, 李友才好心对赵府提醒说道, 阁下的村子迟早会被他们发现的, 现在趁早做好防备, 别被他们发现就迟了。 赵府意外轻轻摇摇头, 一脸认真道, 李村长, 如果我帮你们除去厄郎村, 会有什么好处? 文言, 李家村全部的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赵府身上, 有怀疑, 有相信, 有感激, 也有害怕。 阁下, 只要你帮我们灭掉厄郎村, 我李家村今后都听你的。 李文有些激动地说道, 李友才连忙制止李文, 开口解释道, 抱歉, 数子年轻不懂事, 阁下可别当真。 赵府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再一次问道, 那李村长, 如果我要灭了厄郎村, 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李友才脸上犹豫不定, 一方面他知道, 厄郎村虎视眈眈, 一直是想找机会对李家村动手, 他又不傻, 怎么会相信一群刘匪的话, 会不进攻李家村, 所以现在整个李家村, 每天都是心惊胆战的防备者, 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总有一天, 厄郎村还是会打进来的, 所以他听到赵府的话, 很是易懂。 但是另一方面, 他怕赵府不是厄郎村的对手, 那厄郎村一定是会迁怒李家村的, 那后果不敢想象。 赵府也看出什么, 道, 李村长你放心, 这是你不费一兵一卒, 而且, 事情绝对牵扯不到李家村身上。 听到赵府的话, 李友才最终也下定决心, 问道, 你想要什么好处? 赵府微微一笑, 道, 我想让李家村加入我大清村。 李友才听到赵府的话, 脸上有些犹豫, 沉思了一会, 最终还是答应下来, 如果赵府灭掉恶郎村, 李家村就加入大清村。 见此, 赵府也带着白起离开了。 在赵府离开后, 李家村有些人不满说道, 就这样我们李家村加入别的村, 这也草率了吧, 我不赞成。 文言, 李友才冷哼一声, 道, 蠢货。 他们既然可以轻易灭掉恶郎村, 那说明大清村很强, 同时也可以轻易灭掉我们李家村, 这次来拜访。 恐怕是他们先礼后兵, 要不答应, 可能第一个被灭掉的村子, 就是我们。 听到李友才的话, 众人才恍然大悟, 后怕不已。 赵府和白起离开李家村后, 按照李友才所说, 找到那一个恶郎村。 恶郎村人数在350以上, 基本都是男人, 有很强的战斗力, 至于恶郎村的防守, 就有些差了, 就是一道围栏, 几个人在外面作为警备。 此时, 恶郎村刚好做饭, 却只有一道吹烟高高升起, 看到这里, 带着一丝自信的笑意, 回到村里, 暂停一切事物, 一连串命令分不下去。 夜晚, 夜幕浓浓, 恶郎村一个有些瘦小的青年, 四处瞧了瞧, 正想找一棵大树撒一泡尿, 可是突然后脑一疼, 晕倒在地上。 再一次醒来, 他发现自己被捆绑在一个陌生地方, 对面还有几个人看着自己, 青年意识到什么, 连忙哭喊道, 各位大爷饶命啊, 我什么都没有。 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赵府看着这个瘦小的青年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王二狗也发觉, 赵府是这里的主人, 所以急忙回答道, 大人, 小的叫王二狗。 好, 王二狗, 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 事成后, 我会给你想不出的好处。 赵府带着淡淡笑意说道, 刘匪村聚集的可不是什么好人, 更是没忠诚度可言的, 所以王二狗连忙道, 事事, 大人只要你吩咐, 无论什么我都做。 闻言, 赵府道, 松开他吧。 一名士兵上前松开了捆绑着王二狗的绳子, 而王二狗也老实地低着头站在那里, 我要你明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把这个放到你们的饭菜之中, 赵府递给王二狗一个瓶子说道, 王二狗脸一僵, 知道赵府要他做什么, 就是要他下毒, 王二狗双手哆嗦结果药瓶, 这时, 赵府又递给他一枚红色药丸, 道, 把这个服下去。 王二狗意识到有些不妙, 灿灿地笑道, 大人这还是不必了吧, 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事情做好的。 赵府可是不相信他的话, 要真相信他这种流匪的话, 说不定转眼就会被他卖了, 所以冷声说道, 你是自己服下, 还是我叫别人帮你。 闻言, 王二狗抓住红色药丸, 犹豫不定, 赵府偏了偏脑袋, 事宜去帮一下他, 两个士兵正要上前, 王二狗没有办法, 只能把丹药扶下去, 然后一副哭丧着脸。 赵府则又从笼子里抓出一只野兔, 为了一粒与之前给王二狗一样的丹药, 然后把野兔丢到王二狗腿边, 只见野兔在王二狗脚边蹦了几下, 随后身体一将嘴吐白沫, 眼角流出鲜血, 就死了。 这把王二狗吓得脸色惨白, 他明白要不完成这任务, 这野兔就是自己下场。 这个给你, 放心事后, 我会给你解药的。 赵府伸手递给王二狗五枚银币说道, 王二狗脸色惨白地点点头, 颤颤地接过银币。 然后, 赵府令人蒙住王二狗的头, 把他又给放了。 第二天, 王二狗脸色惨白地回到恶郎村, 因为一直心里想着这件事情, 一时间没注意, 撞在一个大汉身上, 下一秒被一巴掌扇倒在地, 活辣辣的疼痛, 令王二狗回过神来, 心中下定决心, 恢复以前神情。 赵府也开始集合所有兵力, 包括地精还有哥布林, 等待着时机。 晚上, 恶郎村大厅内, 一个体型彪悍, 样子凶恶的大汉, 坐在上座, 大声叫道, 兄弟们今天都吃好喝好, 明天我们去李家村, 要几个女人玩玩。 是, 是, 大哥, 大厅内所有人热烈地回应着, 场面很是热闹。 恶郎村外, 赵府一双眼睛冷冷注视着恶郎村, 说道, 白起, 你说那王二狗会下毒吗? 白起立即低头抱拳, 道, 属下不敢质疑殿下的英明决定。 赵府一笑, 道, 好了, 别舍这些了, 说说你的看法吧。 白起抬起头说道, 我想王二狗应该会下毒, 别说这样刘斐村落, 就算一般村落, 也会有人为了利益, 身家性命, 而选择背叛。 关于殿下的计划, 属下也十分佩服, 首先刘斐村吃饭不是和普通村子一样, 每家, 每户各主各的, 他们吃的是大锅饭, 这为下毒创造好的条件。 第二, 在刘斐村中抓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这样小人物是不被人注意的, 领主虽然有能力查看忠诚度, 但必须要亲自查看才知道, 所以, 王二狗的背叛, 不太会被察觉。 第三, 对王二狗的恩施并用, 我大青村并没有研制出来什么毒药, 还需要什么解药的, 殿下只是将一枚有毒, 和一枚无毒药丸, 就已经把王二狗吓唬住, 让他不敢生反叛之心, 最后更以刘斐最看重的金钱为奖励, 这一切看来殿下的战术很完美。 不过, 说到这里, 白起停顿了一下, 赵府听到这里点头道, 说吧。 白起应声说道, 不过凡事也有万一,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也有可能王二狗不会下毒, 也有可能他被发现了, 所以, 殿下我们必须严密制定好进攻战略了。 赵府也应了一声, 白起说得也没错, 赵府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 两人开始制定详细的作战方法。 时间一点点过去, 恶狼村大厅中原本热闹无比, 突然有一人倒在地上, 口吐鲜血, 直接倒在地上毕命, 有了第一个开始, 其他一个个直吐鲜血地倒下。 赵府给王二狗的毒药, 可是令人抓了一百条毒蛇, 用他们毒液, 再交给药师张白竹精裂而成, 可谓剧毒无比。 坐在最上方的大汉, 剑慈猛然一惊, 将放在身前的食物打翻在地, 一下从座位上坐了起来, 还没说什么。 这时, 门外有人进来禀告, 着火了。 此时, 大汉也意识到什么, 面色一狠, 抽起大刀, 对着少数没有中毒的人大喊道, 兄弟们, 走, 我看谁那么大胆, 敢对我们恶狼村动手。 村外, 赵府见着几件木屋燃起火来, 这就是赵府给王二狗下达计划成功的方式。 见此, 趁着夜色掩护, 赵府立即喊道, 拱手上火箭, 把恶狼村房子都点了, 弩手瞄准恶狼村外面守卫的人。 十几个拱手听从命令, 一只只带着火的箭向恶狼村, 把恶狼村房屋一下点燃, 外围防守的人登石一惊。 但随后四十多只地精弩手, 射出一只只弩箭, 如同箭与一般飞射出去, 一个个刘匪就此倒地, 被射成马蜂窝。 这时, 赵府没有急着进攻, 而是再一次下达命令, 弩手放火箭, 先把恶狼村房子全部都点燃了, 至于地精弩手对着恶狼村随意放箭。 这样做, 赵府就是提防有诈, 随后恶狼村完全变成一个火海, 地精弩手也是几波箭与射出, 不少刚想冲出村的刘匪不是被射死, 就被吓退回去。 这时, 十个高两米, 体型肥大的哥布林勇士, 举起巨大的石锤, 冲进村去使劲乱砸, 一路势如破竹。 赵府也下达了全面进攻的命令, 步兵, 盾兵, 哥布林战士举起手中武器, 大喊着, 奔跑着, 冲进村去。 原来是你这家伙, 我要杀了你。 大汉看着自己的恶狼村几乎被全部烧毁, 见到为首的赵府, 心中大恨, 拿着大刀就冲了过去。 见大汉冲过来, 赵府旁边的白起, 抽出铁剑迎了上去。 火海中, 两人展开了激烈的对决, 大汉刀法凶猛, 大开大合, 每一刀带动巨大力量向白起砍去, 而白起剑法飘逸, 清零, 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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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与剑不断地碰撞出大量火星, 但此时大汉渐渐力衰, 白起却迎刃有余, 最终大汉一不小心被白起一剑刺穿心脏而毙命。 匪手已死, 缴械不杀, 白起击杀大汉后, 大声喊道。 其他人见首领都已经死了, 现在又被几倍的敌人包围住, 只能乖乖地放下武器, 跪在地上, 求饶命这时, 赵府发现, 前方还有一个女人, 一抹红唇, 长相妖艳, 身材成熟诱人, 穿着一身红色裙子, 挥舞着一根鞭子, 几个步兵都不敢靠近。 王二狗脸色惨白地从一边走出来, 对赵府说道, 大人, 那是我们三当家。 文言, 赵府对着弓手一伸手, 要来一柄铁木工, 然后一下拉开, 使出碎石剑, 一道玄黄气息缠绕剑身, 赵府瞄准了妖艳女子的心口, 正要放箭时刻。 妖艳女子余光扫到赵府, 正要对自己射箭, 脸色一白, 现在又已经被包围, 再继续下去, 只能是死。 所以连忙放下鞭子, 对赵府大声喊道, 我投降。 赵府也有些意外, 收起弓箭, 看着火势越来越大, 所以临人把这些俘虏压出去, 自己则连忙赶到恶郎村的村长大厅。 现在恶郎村领主已经死了, 所以城市可以直接占领, 要领主没死的话, 城市之心会发出一道能量罩, 进行自我保护。 赵府把手放在漂浮的白信号信号方上, 选择占领, 然后又选择迁移。 提示, 大秦村获得345经验。 提示, 你获得50战勋。 提示, 你的身份提升为公民。 没有在意这些提示, 赵府急忙地就跑出恶郎村, 随后整个恶郎村被大火吞噬, 最后化为一片乌有。 这时, 赵府才有空看一下提升的身份, 之前是平民, 需要200战勋才能提升, 每攻下一座村子可获得50战勋。 赵府算起来已经攻下4座, 所以完成升级。 至于公民升到主民, 需要500战勋, 也就是要攻下10座村子才能升级。 殿下, 我从匪首身上搜到这些。 白旗走过来, 把一个钱袋, 一张图纸, 还有一把大刀, 交给赵府。 赵府接过来一看, 钱袋中有30多枚银币的样子, 这些钱币赵府不关心, 至于图纸, 赵府就有兴趣地看了看。 小灵丹, 丹方, 评价, 白色, 需要材料。 小灵草, 树牙根, 90功效减剑, 可以将修炼速度提升两倍。 看见这丹方, 赵府有些惊喜, 不过原材料上树牙根, 90都属于很普通的药草, 而小灵草, 就比较难找一些了。 继续看下一剑大刀。 山刀, 品阶, 蓝色, 属性, 力量加一, 剪剑, 异常锋利的大刀, 可开露碎石。 白旗使用的是剑, 所以这蓝色品质的山刀, 只能暂时先放在那里, 等谁立功了, 再作为奖励。 目光转向这一群俘虏。 这群俘虏, 总共64人, 只有一个女的, 也就那个三当家, 能在刘斐村混的风生水起的女人, 一定不是善悲。 赵府陈思议会, 道, 王二狗你过来一下, 说一下, 平时谁作恶做得最多, 或者指出, 谁是头目级别的。 王二狗脸色惨白的颤抖, 走到赵府旁边, 恶郎村的人都默默而逝, 已经明白, 他就是那个叛徒不过, 虽然愤怒, 但也不敢明说, 因为现在生杀大权掌握王二狗手中, 只要他说, 谁是头目, 谁是作恶最多的人, 明显就会死。 而王二狗, 也不敢面对那些视线。 令赵府有些意外, 王二狗一下扑通地跪了下了, 求道, 大人, 为首作恶的大当家死了, 还有二当家被堵死了, 请你都饶他们一命, 我给你磕头了。 说完, 王二狗在地上重重扣了几个头, 然后抬起头, 一双眼睛恳求地看着赵府。 赵府也陷入沉思之中, 首先就要考虑这些流匪忠诚度的问题, 赵府本想杀一些为首的, 然后把其他人交给白旗好好管教一下, 现在王二狗求自己都饶他们一命, 赵府扭头看扫了一眼恶狼村的众人, 最终, 赵府缓缓开口道, 你愿意奉献你们的忠诚吗? 恶狼村的人文言一脸惊喜, 立即单膝跪下来, 一致大声叫道, 我等誓死效忠大人。 不过, 其中一人并没跪下, 而是一脸犹豫地站在那里, 他就是那个三当家。 赵府见此, 心里本不想放过这样头目, 虽然他长得挺美的, 但赵府对这却是不太感兴趣, 所以随手一挥, 轻轻道, 把他杀了, 摆起剩下这些人都交给你, 你可要好好管教一下。 说完, 赵府正想带人回大青春, 几个士兵也听命上前, 正要将这三大家抓住, 然后把他的头砍掉。 那个三当家见此, 脸色一白, 急忙叫道, 我愿意臣服于你, 不过你要答应不碰我身体。 啊, 谁对他身体感兴趣? 赵府停下脚步, 一脸诧异, 不过也不想解释什么, 这女人能混到三当家, 明显手段不凡, 还是杀掉为好, 所以再一次挥手, 下令把他杀掉。 等等, 我的第一次可以给你, 但你答应我, 今后都不要碰我。 那个三当家一咬红唇, 很下心来, 退了一步交道。 第一次, 赵府也是有些无语了, 真把他当做一个好色之徒, 挥挥手, 叫人把他赶快杀了。 十几个士兵手握着铁木刀, 听命上前, 围住了那个三大家, 正要将他乱刀砍死。 原本恶郎村的人见此, 也连忙劝道, 三大家, 你还是从了大人吧, 这位大人气度不凡, 今后一定会有一番成就的。 文言, 那个三当家, 双手紧握, 紧咬着银牙, 最终再一次交道。 好, 我答应你, 但你必须答应我, 每一周只能要一次, 我可以和你签生死契约。 生死契约? 赵府本来听到这些人的话, 已经是够无语的, 但听到生死契约, 却一脸疑惑起来, 因为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接下来那个三大家, 拿出一张纸, 咬破大拇指, 然后对着一按, 随后把这只让士兵递给赵府赵府接过来一看。 生死契约, 简鉴, 可以把两人的姓名链接在一起, 主方一死, 另一方也会死亡。 提示, 你是否接受柳梅的生死契约? 原来还有这东西, 以后倒是可以背上几张, 以防只背叛了。 赵府心一想, 也不太担心这三当家会做出什么, 选择接受。 随后, 纸张变为点点灵光, 分成两半, 一部分进入赵府身体, 一部分进入柳梅的身体。 现在这些人都投降了, 赵府倒是可以查看资质, 大多是S级, 少数几个C级, 令赵府有些意外, 柳梅资质竟然是S级的, 所以, 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 白起见词也更加确定心中想法。 好了, 大家都回村吧, 赵府下令道, 厄郎村的人见三当家不用死了, 松了一口气, 白起看着眼前一幕, 冷峻的脸庞, 好似看懂什么。 回到大秦村, 李斯见赵府和白起平安回来, 也是松了一口气。 这时, 赵府说道, 李斯你去安排这些人。 李斯看着厄郎村的众人, 点点头, 忽然白起走上前, 在李斯耳朵说了一些什么。 李斯脸上一喜, 赵府看着有些奇怪, 不过也没有去在意, 自己则带着几个士兵, 来到大秦村南边, 拿出白色的城市之星, 按在地上。 提示, 你是否使用城市之星? 赵府选择是, 随后和建大秦村一样, 一道道光波扩散出去, 几桌基础建筑缓缓浮现。 走进村长大厅, 赵府查看了一下属性。 村名, 厄郎村, 普通, 等级, 初级, 零, 五千, 村庄面积, 一平方公里, 村庄领地, 五平方公里, 居民, 零, 三百士兵林, 一百, 明星, 零, 特殊属性, 领地作物产量正2%, 领地作物生长时间负2%, 可拥有附属村庄, 零, 这就是普通村子的属性, 基本是和大秦村有天壤之别, 不能并论, 此时厄郎村显示的明星灵, 还有居民都为灵, 因为赵府原本厄郎村的人都过到大秦村名下, 不然厄郎村明星基本为负数, 将会再一次刷新刘斐, 现在厄郎村也没有裁缝, 铁匠, 要是, 大概都是叛逃了吧, 不过三家房屋里, 都有一个转职石碑, 可以转职成这三种职业, 上限为一, 来到兵营, 这里只有一座转职石碑, 刘斐, 评价F级兵种, 简鉴, 明星为负数, 会出现的祸害之一, 兵种效果, 每人转职, 可获得技能, 刘斐刀法, 赵府本想把这刘斐转职石碑摧毁, 出使为, 民兵, 当一想, 这职业说不定有用, 所以就选择保留下来, 又在大秦村找了一个稍微有些管理经验的老人, 认命他为厄郎村新村长, 同时留下几个士兵, 可只是简单聊了几句, 李斯就意味深长地说道, 殿下, 不早了, 你今天挺累, 就早点休息吧, 文言, 赵府心中有些奇怪, 不过看时候, 也的确不早了, 所以回到自己房间, 可刚打开门, 赵府愣住了, 因为一个成熟诱人的女人早已赤, 裸着身体躺在床上, 赵府立即转身, 把门关上, 大声叫道, 李斯, 你给我出来, 听到赵府的叫声, 白起和李斯都有些奇怪地走出来, 问道, 殿下, 怎么了, 赵府皱起眉头, 道, 我屋内是怎么回事, 文言, 李斯明白过来, 拱手一笑, 道, 祝殿下, 早日诞生龙子, 听到这话, 赵府头都有点疼, 这是什么意思, 这时, 李斯回答道, 殿下, 我看那位柳梅姑娘姿色上等, 能被殿下看中, 我们也欣喜赞同, 一方面殿下能有欺欠, 一方也顺便拉拢恶狼村的人心, 两全其美, 赵府苦笑一声, 道, 我什么时候看中她了, 听到赵府的话, 李斯奇怪道, 白起说的, 旁边白起, 一听这话, 脸色一白, 明白, 是自己误会, 赵府用意, 连忙想请罪, 但被赵府打断了, 赵府怎么为这点小事责怪, 辛辛苦苦, 为大秦付出的两个人呢, 所以道, 好了, 这事到这里, 时候不早了, 你们也回去休息吧, 李斯白起, 文言松了一口气, 然后告退一声, 离开了, 赵府扭头看了一眼自己房间, 摇摇头, 随便找了一间房间, 修炼一下, 然后熟睡过去, 柳梅见赵府没有再进来, 松了一口气, 重新穿起衣服, 清晨, 黑暗一点点退去, 世界渐渐明亮起来, 也露出蔚蓝色的天空, 几只小鸟在树上欢快地叫着, 赵府也苏醒过来, 刚走出房间, 发现王二狗端着洗脸盆, 一直候在门外, 赵府刚出来, 王二狗谄媚地说道, 殿下, 你起来了啦, 小的帮你打好洗脸水了, 哦, 赵府应了一声, 拿起洗脸盆的毛巾, 洗了一下脸, 这时, 王二狗小声怕赵府生气地提醒道, 殿下, 你还被给我解药, 原来是这个, 赵府一笑, 道, 那一粒丹药没有毒, 真的吗, 殿下, 王二狗一洗, 嗯, 赵府应了一声, 又道, 等研制出那样毒药再让你尝尝, 王二狗脸一下苦下来, 求饶道, 殿下别了, 我给你当奴才, 每天伺候你不行吗, 这, 看你表现了, 赵府说完, 向一边走去, 王二狗拾去地连忙把洗脸水倒掉, 跟在赵府身后, 白起, 集结一下队伍, 和我一起去李家村, 赵府吩咐一下, 白起集结一下队伍, 自己则看一下今天的人口刷新, 一共14人, 有一个必资质, 这一次, 赵府没有转职一个士兵, 而是把他们都分配到铁匠铺, 裁缝铺, 还有药铺, 随着人数越来越多, 这些消耗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还是要分一些人手, 之后, 白起也集合一下队伍, 赵府这样做的原因, 也是怕李友才会毁约, 因为是口头上答应, 人心本来是琢磨不透的, 这时说得信誓旦旦, 说不定转眼就翻脸无情, 所以赵府也准备一下, 留一下后手, 殿下, 可不可以把我的武器还给我, 这时, 柳梅找到赵府, 别扭地行了一下里, 开口说道, 赵府点点头, 他那一根鞭子, 也是一件蓝色武器, 当时他投降了, 武器也顺带被缴获了, 见赵府点头答应, 柳梅也脸色一喜, 他还以为要不回来了, 等一下, 你跟着我一起去李家村, 这时赵府对柳梅吩咐一下, 就去找白起了, 柳梅点点头, 然后拿拿鞭子去了, 一个小时后, 赵府先让部队隐藏起来, 自己则带着白起还有柳梅, 三个人再次来李家村, 李家村昨晚就得知, 恶狼村被灭, 整个恶狼村现在都已经被烧成一堆废墟, 这消息传到李家村, 有人兴奋, 有人害怕, 兴奋的是, 恶狼村这毒瘤终于被除掉了, 害怕的是, 怕赵府也会对他们下手, 村大门打开, 李友才带着人迎出来, 阁下, 真乃英雄, 为我们李家村除掉恶狼村疑祸害, 我们李家村全体决定加入你的村落, 李友才可谓已经是老奸巨华, 看着恶狼村的三当家都被收服, 之前他们的力量就已经可以轻易灭掉恶狼村, 现在加上恶狼村的人, 当时又强大一分, 既然明白李家村是肯定不敌赵府, 所以选择投靠, 口头上更是对赵府一顿猛夸, 表现一个属下最忠诚的样子, 提示, 李家村愿意臣服于你, 你是否接受, 赵府选择接受, 提示获得六十战勋, 这让赵府有些意外, 查看了一下李家村, 发现李家村原来是蓝色品质村子, 收服蓝色品质村子会比普通多十战勋, 不过, 赵府现在已经拥有四个附属村庄, 想了一下, 只能先把刚建成的恶郎村作为归属村庄, 归属村庄和附属村庄不同, 归属村庄案里来说也属于大秦村, 但是却无法获得大秦村的属性加成, 随后, 李友才邀请赵府进去, 详细谈一下加入大秦村的各种事情, 一路上, 李家村不少人好奇看着柳梅, 平时就听说她的恶名, 说是一个母叶叉, 很是凶恶, 今天见到没想到挺漂亮的面对这些目光, 柳梅灯时扭头, 一脸凶样, 看什么看, 再看老娘把你们眼珠挖出来, 这一凶悍样, 把一众李家村吓得倒退几步, 赵府扭头看了她一眼, 柳梅立即老实地低下头来, 之后一番详细交谈后, 赵府带走李家村三分之二的人, 同时村长还是李友才, 他的儿子李文在他强烈要求下, 也跟着赵府来到大秦村, 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李友才加入大秦村, 获得一些大秦村相关信息, 感觉大秦未来不简单, 所以让自己儿子早早加入进去, 以后说不定可以谋得一个好处处, 把这些人都带回大秦村, 此时大秦村士兵正式扑200名, 这些都交给白旗好好操练一下, 然后又有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在大秦村西边五里处, 发现一个小型的铁矿, 赵府一喜, 奋出一部分人去挖矿, 同时也加快对大裂凤阶梯的修建, 大裂凤底下, 完全就是一个宝藏, 随便击杀几只骷髅, 都有数十枚金币的收获, 不得不令赵府心动, 两天后, 因为大裂凤就是那么宽, 带太多人下去也不合适, 所以赵府只带着十名弓手, 十名盾兵, 十名步兵, 还有白旗和老罗格, 正顺着大裂凤修好的阶梯, 下到大裂凤底部, 现在的装备可以说恍然一新, 首先是步兵的武器, 都已经用上铁刀, 再是盾兵手中的盾, 外面加上一层厚厚的铁皮, 防御大增, 弓手的箭头也换成铁的, 至于美人身上穿的都是皮甲, 现在大青村还无法制造出铁甲, 因为铁甲制作繁多, 也需要制作图纸, 而且造价是一般武器的八倍, 现在白旗手持着蓝色品质的箭, 是之前在裂凤底部获得的那几件武器, 经过简单修复一下, 而身上穿着是一件蓝色皮甲, 也是之前击杀利火兔的皮, 赵府待在后方不是冲锋陷阵, 所以穿了一件普通皮甲, 而蓝色皮甲给白旗更合适, 之后一行人, 举起火把, 来到大裂凤底部, 白旗带着盾兵在前, 步兵紧跟在后, 赵府和老罗格和弓手站在第三排, 充当两个法师, 随着慢慢地前进, 前方五个骷髅的头颅中燃起蓝色火焰, 举起手中的武器, 对着赵府这一群人冲来, 这个五个骷髅都是步兵职业, 手里拿着刀剑枪斧之类, 见五个骷髅步兵冲来, 白旗带着盾兵组成一道墙, 挡下五个骷髅战士, 五个骷髅步兵本能地挥动着武器, 对着盾兵攻击着, 但是被盾兵举起盾一一挡下, 后方攻守趁机开始射箭, 攻守对骷髅步兵来说, 伤害极少, 除非是射中他们的头颅, 不然基本伤害不到骷髅步兵, 不过他们倒是可以作为辅助职业, 妨碍一下骷髅, 为步兵攻击创造机会, 这一次, 白旗和老罗格都没有怎么出手, 五个骷髅步兵被盾兵一一分开, 攻守放箭射到骷髅的身上, 使得骷髅的动作稍微停顿一下, 接下来, 骷髅来砍第一刀, 将骷髅砍退几步, 失去重心, 然后再让开, 由身后的步兵再狂捕刀, 这样来的三四次, 骷髅步兵就散成一堆骨头, 因为维持骷髅行动的是灵魂之力, 如果灵魂之力消耗完, 那骷髅自然会消亡, 这一次, 五个骷髅步兵掉三个五炼之魂, 五剑武器, 继续前进, 这一次是六个骷髅步兵, 两个骷髅攻守, 六个骷髅步兵举起武器, 毫无顾忌地抬起, 已经是白骨的腿, 飞快地向赵甫一群人冲来, 他们身后两个骷髅攻守, 在身后的箭带, 取出一只箭矢, 拉开袖击斑斑的弓, 袖,袖, 两道破空声响起, 两只箭矢在半空中, 划出两道弧线, 向赵甫一群人来, 盾兵剑矢, 连忙举盾, 挡下两只箭矢, 但六骷髅步兵, 眼看就要冲到眼前, 如果骷髅攻守在射箭, 那会完全打破赵甫一群人的节奏, 而且, 一个防备不时, 就会被骷髅攻守射中, 出现伤亡, 赵甫立即到, 老罗格动手, 老罗格听命举起枯木杖, 两颗血色火球飞射出去, 将就要冲到眼前的六个骷髅步兵, 炸飞出去, 赵甫再一次叫道, 白起你冲过去, 那两个骷髅攻守交给你了, 白起听命, 一下跨过六个被炸飞倒地的骷髅步兵, 向两个骷髅步兵, 向两个骷髅步兵冲过去, 此时, 六个骷髅步兵也正缓缓从地上爬起来, 赵甫连忙又道, 盾兵, 上前把他们分开, 按照上一次的方法, 给我攻击, 一连串命令发布下去, 所有人快速执行着, 盾兵和步兵组合分成六个小队, 把六个骷髅步兵分开, 石弓手拉开弓, 找机会射击, 前方白起, 已经是冲到两个骷髅身前, 一剑挥动着剑气, 一下斩了过去, 战局一下得到控制, 并且慢慢转向有力局面, 老罗格抬起头, 看着一双眼睛, 认真注视战场的赵甫, 作为之前是敌人的他, 心中都有点感觉害怕, 深深感觉赵甫预示真的冷静, 太机智, 只是瞬间, 就制定好详细战术, 一连串命令下去, 把有些不利的战局, 一下扭转开来, 败在他手中也不亏, 老罗格不知不觉, 对赵甫忠诚度又上升少许, 现在敌我两方近距离战斗, 再起一次, 赵甫和老罗格都不好动手, 只能是在旁边观望着, 最先成功的是白起, 一剑把一个骷髅弓手的头颅削了下来, 又反手一剑, 将另一个骷髅弓手斩飞出去, 重重撞在墙壁上, 然后其身体一下散架开来, 骷髅步兵这边, 按照上一次的配合, 也把一个个骷髅步兵解决掉, 这一次, 获得的十件武器, 八件蓝色品质, 其中两件白色品质, 是骷髅弓手所使用的短剑, 五炼之魂掉落五个, 稍微休息一会, 众人继续上前, 此时, 通道那一片漆黑, 好像是没有尽头一般, 周围也是死尽一片, 众人警惕着, 这时, 前方又响起一道道骷髅复苏的声音, 这一次, 足足有十二个骷髅, 其中十一个, 都是拿着刀的骷髅战士, 最后剩下一个, 妖记一柄大刀, 身上竟然穿着一件盔甲, 他的名字显示为, 骷髅队长, 情况立即变得有些不妙, 好, 骷髅队长拔出刀大叫一声, 无形声波扩散出去, 声音刺耳, 随后, 骷髅队长带着头就冲过来, 身后跟着的骷髅战士, 完全没有一点笨拙和无序, 跟在骷髅队长身后, 就像一队活着的士兵, 带着勇往直前的气势冲了过来, 这就是骷髅队长的效果吗? 赵斧沉吟一句, 大喊一声, 猎阵, 士兵神情严肃地听命行动起来, 盾兵组成一道盾前, 步兵跟随在后, 第三排攻守也架好了弓, 放箭, 攻守听着赵斧命令, 一只只箭矢飞射出去, 转眼到了冲上来的骷髅战士上方, 骷髅队长大刀一挥, 刀光一闪, 五六只箭矢就被劈飞出去, 就在这时, 赵斧喊道, 罗格, 放, 老罗格早已准备多时, 举起枯木杖, 使出全力, 头顶的两颗血色火球, 比原来的至少大上一倍, 枯木杖一挥, 两个血色火球, 飞射出去, 骷髅队长见两个飞来的血色火球, 毫不聚色, 斜握着大刀, 一道道灰色从刀身蔓延出来, 眼看骷髅队长就要挥动着大刀, 对着两个火球一劈, 就在这时, 赵斧冷哼一声, 早已经拉起一张铁木弓, 箭矢身上一道道玄黄之气冒了出来, 手一松开弓弦, 咻, 箭矢如同闪电一般射了出去, 一下重重射在骷髅队长的胸前, 剑身一下没入盔甲其中, 骷髅队长一个重心不稳, 一个踉呛, 向后退了几步, 这时, 两颗加大板的血色火球, 落入其中, 碰, 碰, 两声巨大声响, 血色火球爆炸开了, 火星四箭化为巨大冲击波, 直接把全部骷髅战士炸飞出去, 那个骷髅队长也是一样, 骷髅队长有些狼狈, 正想从地上爬起来, 又一个血色火球落在他身上, 赵斧也是斩出地狱火球, 碰, 一声爆炸响起, 把刚想站起来的骷髅队长, 又再炸飞出去三四米, 其他骷髅战士也在这时站了起来, 失去骷髅队长的带头, 又聚在一起, 本能地冲了过来, 弓手放剑压制, 赵斧又一声大喊道, 弓手箭矢, 一只只箭矢射出去, 成功为老罗格创造一些施法时间, 两颗血色凝聚出来, 再一次飞射出去, 落在骷髅战士之中, 又把骷髅战士炸飞出去, 另一旁, 骷髅队长也慢慢地正要站起来, 而一个普通火球, 也准时落在他身上, 又把他炸飞出去三四米, 赵斧已经把骷髅队长和其他骷髅战士分开, 立即开口道, 白起, 一旦他们三四个聚在一起, 就有火球飞射出去, 盾兵步兵也冲上前展开攻击, 赵斧这一边很快得到控制, 白起那一边, 骷髅队长因为有赵斧和老罗格的几次削弱, 力量有些不知, 也渐渐处于下风, 但此时骷髅队长还是很强, 双手握刀, 每一招凶猛至极, 带出一大片刀光, 向白起攻过去, 赵斧间自己这一边得到控制, 把目光转到白起这一边上, 再一次拉起铁木弓, 使出碎石剑, 剑身上凝聚一缕缕玄黄气息, 骷髅队长正一个转身回旋, 一刀平平地向白起腰间砍了过去, 这时, 一只剑士刚好射中骷髅队长腰部, 硬生生把他打断, 白起也找准机会, 一剑带出凌厉的剑气, 直接刺入骷髅队长的头颅之中, 头颅中其中蓝色灵魂火焰一顿摇曳, 越来越小, 最后灭消骷髅队长的身体也一下散架, 变成一堆骨头, 落在地上, 白起也快速转身来到赵府这一边的战局, 一次对上三只骷髅战士, 赵府命令展开全面有力攻击, 并且和老罗格使出火球, 十一个骷髅战士也最终被全部击杀, 这一次战斗持续半个小时, 众人消耗却颇多, 特别是赵府和老罗格精神都有些疲惫, 随后, 开始收获战利品, 首先是十一个骷髅战士, 掉落十一蓝色武器, 八个五链之魂, 来到骷髅队长谷队旁边, 首先是看他的大刀, 百风刀, 品阶, 银色, 属性, 力量加三, 体质加三减剑, 原本属于极品黄金武器的百风刀, 也抵挡不了岁月侵蚀, 变成一把普通银色武器, 银色武器, 赵府稍微一喜, 继续看向骷髅队长的盔甲, 青金甲, 品阶, 蓝色, 属性, 体质加一剑剑, 原本属于黄金级的盔甲, 经过上万年的岁月风时, 最终沦为蓝色品质盔甲, 得到这一剑盔甲, 赵府暂时让白起换上, 青金甲的防御肯定是大于皮甲的, 不过现在是暂时穿着, 回去还得把一些地方简单修复一下, 至于白起换下来的蓝色皮甲, 赵府自己不客气地穿上了, 骷髅队长除了掉落这两件装备之外, 还掉落一个散发出淡淡光芒的光球, 而光球之中似乎有一个手持大刀, 身穿盔甲的士兵在里面, 赵府接过来查看一下, 兵之魂, 简鉴, 士兵死后留下的强大金魂, 可融入城市之心, 成为镇守之灵, 可融入武器之中, 作为强化, 著名, 一百兵之魂, 可融合成一剑降者之气, 拥有二十四个降者之气的领主, 可用一千兵之魂, 融合成王者之气, 这个赵府有些惊喜, 感觉挺强大的, 不过降者之气是什么, 还有那王者之气又会是什么, 心中有些好奇, 不过现在只能是将其收起来, 在原地继续休息一会, 恢复一下消耗的体力还有精神, 接下来众人继续前进, 随后, 倒也没有遇见什么难缠的敌人, 又击杀十二个骷髅步兵, 五个骷髅攻守, 掉落十三个五炼之魂, 原本赵府以为会这样轻松下去, 但接下来情况有些转变了, 因为出现了骷髅盾兵, 赵府现在就是依仗自己有防御兵种, 而对方没有防御兵种这个优势, 才能如此轻松探索下去, 但现在对方也用防御兵种, 情况就变得有些不妙了, 这一次赵府遇见的是, 五个骷髅步兵, 三个骷髅攻守, 五个骷髅盾兵, 在困难上, 比之前遇见十几个单一兵种还要困难, 再一次射箭, 几乎被盾兵挡下, 冲上去也不好冲, 盾兵对盾兵只能僵持, 现在唯一有力就是人术, 还有赵府和老罗哥的爆炸性的技能, 骷髅这边也裂好阵, 骷髅盾兵举好盾, 骷髅步兵躲在后面, 骷髅攻守则在原地已经拉起弓, 架好剑, 现在没办法, 只能是利用人术的优势, 硬碰硬, 赵府这一边也盾兵在前, 步兵躲在后面, 攻守也拉开了弓, 敌我两方, 碰撞在一起, 赵府这一方攻守, 主要是压制对方骷髅攻守, 因为赵府这方可都是鲜活的生命, 被射中可是会受伤, 会死的, 可不像这一群亡灵, 现在赵府也只能全神贯注地注视战局, 他倒是有点想用火球攻击骷髅攻守的, 和法系技能的攻击距离并不是很长, 所以只能是乘机而动, 不过, 局势还是对赵府这一边有利的, 赵府这一边都是两个盾兵, 用盾牌对撞着一个骷髅盾兵, 本想把他们都撞散开的, 可是这些骷髅盾兵那怕变成亡灵, 战局很僵持, 赵府只能叫白起动手了, 白起听命, 身体突然一晃, 绕到骷髅盾兵的左侧, 全力使出一气斩, 剑身喷发大量剑芒, 一剑一挥, 拖出将近三米的剑芒, 哄, 白起一剑, 将三个骷髅盾兵, 以及背后的几个骷髅步兵一同斩飞出去, 完全打破骷髅盾兵的防御, 赵府也连忙大声喊道, 快, 分开他们, 盾兵步兵立即听命, 分成两组, 冲上前, 把倒地骷髅和没倒地骷髅隔开, 现在骷髅们的防御一下被打破, 立即有些乱了, 赵府一边士兵也展开攻击, 现在敌我两方都站在一起, 赵府也没办法使用火球, 只能再一次使用碎石剑, 一剑射出去, 刚好趁着一个骷髅盾兵没注意, 剑矢一下没入他头颅之中, 哗啦一声, 骷髅盾兵的头颅中, 蓝色灵魂火焰一下消散, 整个身体散架, 一身骨头连着手中盾牌一起落在地上, 射击头部其实是很难射中的, 原因是很好闪躲, 这一次赵府也是趁着这一个骷髅盾兵没注意, 才成功的,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 啊, 一声惨叫响起, 一个骷髅弓手拼了, 受了几箭, 射出了一根箭矢, 一下射中赵府这边一名步兵的肩膀, 该死, 赵府按骂一声, 叫道, 弓手给我压制, 白起你小心一点, 白起会一点点头, 趁着弓手压制, 提着剑向骷髅弓手冲去, 赵府也令受伤的步兵, 从战局中退出来, 赵府自己也使用弓箭攻击, 还好上一次使用了五炼之魂, 一下技能达到熟炼以上, 所以对射箭也已经掌握, 每一箭射出, 虽然没有之前那次一击毙命的效果那么好, 但也是可以打断一下骷髅士兵的攻击, 为手下士兵创造攻击条件, 骷髅士兵见到战局一点点的不利, 也突然发狂地猛地攻击起来, 最后, 赵府这边又付出三个人受伤的代价, 把这群骷髅全部击杀, 白起那边也顺利解决, 还掉落一个攻守的兵之魂, 这一次十三骷髅之中, 掉落九个五炼之魂, 十三件蓝色品质武器, 三三件白色, 如果要全部算在一起的话, 这一次收获, 一件银色装备, 五十五件蓝色品质装备, 十件白色装备, 三十八个五炼之魂, 两个兵之魂, 一共价值四百零五金币, 也就是四百零五万铜币, 兵之魂的价格不知道多少, 赵府也从来没在论坛上看见过, 这东西绝对很稀少, 赵府也不好估价, 所以没加入总收获中, 如此收获让赵府也有些惊喜, 不过扭头看向受伤的四个人, 安安叹一下, 今天也是只能到这里了, 要回去重新调整战略, 再这样继续下去, 只会白白地添加伤亡, 赵府走到伤势最严重, 也就是之前被一剑射中肩膀的步兵旁边, 关心问道, 你没事吧, 步兵连忙摇摇头, 表示没事, 赵府见此, 道, 我现在帮你拔剑, 闻言, 步兵有些慌乱地说道, 殿下, 我还是等下去张医师那里去吧, 怎么能劳烦殿下, 好了, 别说了, 赵府苦笑一下, 看着这如此尊敬, 如此爱戴自己的士兵, 让他们受伤, 心中有些愧疚, 撕开他肩上的衣服, 赵府把剑尸砍断, 一下把剑拔出, 同时, 鲜血快速从伤口流出, 赵府也连忙使用血之术, 这还是第一次使用, 不知道效果怎样, 只见赵府把手掌靠近伤口, 然后赵府手掌发出一道血光, 一下子步兵伤口的血就止住了, 肉眼也能看见, 伤口在快速愈合, 血之术的效果, 虽然没有把伤口全部愈合, 但是也愈合了一大半, 步兵感动的热泪眼眶, 没想到尊贵无比, 未来成为大秦之主的殿下, 竟然亲自为他疗伤, 四周人见此对赵府似乎更加忠心了, 随后, 赵府带着人重新回到地面上, 先让受伤的人去医治, 同时把获得的武器都送到铁匠王大午那里修复, 赵府和白起则在房间内总结一下今天的战斗经验, 讨论有那些不足, 又有那些欠缺的, 同时还有对手的弱点, 开始重新制定战术, 就在这时, 有人来报, 说是大秦村南边十里外, 又发现一座柳匪村庄, 听到这消息, 赵府和白起只能暂时结束谈话, 开始集结队伍, 殿下, 我也要去, 柳梅听到有战要打, 心中有些兴奋, 明显不是安分的主, 所以一下跑来赵府这边, 开口说道, 赵府扫了他一眼, 问道, 你能完全听从我的命令吗? 柳梅连忙点头, 表示自己一定会听从赵府的命令, 见此, 赵府却又提醒道, 如果战场上不听我命令, 出了什么乱子, 我可是会杀了你的, 听到这话, 柳梅也经过几天了解, 知道赵府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是会说到做到的, 不过心中也有些小不满, 好歹自己也是一个大美人, 这家伙怎么成天的, 要威胁杀自己还是算了, 老娘还是不和他计较了, 这几天早在大秦村呆腻了, 真是太无聊, 这一次攻打刘斐村, 一定要去, 柳梅在心里这样想到, 所以再一次点头, 表示自己已经认真记住明白了, 赵府也没再说什么, 以柳梅伸手, 在战场上会是一个杀敌的好手, 一行人整装待发,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赵府一群人来到那个刘斐村庄, 这个刘斐村庄是在一条小溪旁边, 村子并不大, 防守也是很薄弱, 人数上大概150人, 令赵府有些意外, 其中有30多名身上穿的是铁甲, 既然穿着这么多铁甲, 那说明他们一定有铁甲制造图纸, 这赵府稍微一喜, 现在赵府的兵力有300多, 其中200名转职成的士兵, 剩于100中有60哥布林, 40弟精弩手, 300打150多, 现在冲上去, 虽然是一定会胜的, 但是伤亡会有点多, 这明显不是赵府作战方法, 所以, 现在只能是认真仔细地寻找出, 这一座村庄的弱点, 或许也可以用上一次对方恶狼村方法, 虽然有些卑鄙, 但却无比奏效, 但赵府随即观察, 刘斐村内并无一亩农田, 也对, 那个土匪会种田, 那他们食物来源, 只能是去别的村子掠夺, 要不只能去猎捕其他野兽作为食物, 而这个村庄好像属于后者, 这事情立即不是那么复杂了, 首先要确定150人的食物, 这刘斐村也应该会和其他异族村落一样, 分成机队去狩猎, 果然不到一会, 村内就走出40人分成4队, 从不同方向离开, 见此, 赵府立即分出3队去截杀, 自己则带着人跟上一队, 在草丛中看着远处那扛着刀, 大摇大摆的一行人, 赵府把白起叫到旁边, 把自己的战术在他耳边说了一下, 白起脸上有些尴尬, 道, 殿下, 这我可能做不到, 文言, 赵府扭头看向旁边的柳梅, 干嘛, 柳梅面对赵府的目光, 一哆嗦, 当时心中感到一丝什么不好的想法, 立即开口问道, 但赵府简单地解释一下后, 柳梅脸上一喜, 带着白起还有其他三人, 光明正大的向那一对刘斐走去, 唉, 你们这几个家伙给我站住, 柳梅带白起四人追上前去, 对那刘斐大声叫道, 听到声音, 这一对刘斐转身一看, 是一个身穿红裙的妖艳美人, 而且对方才总共才五人, 自己一方有十人, 所以也根本不用害怕, 脸上甚至露出营笑, 道, 美人找我们什么事, 是不是想和我哥们几个一起玩玩, 柳梅听见, 迷人一笑, 下一秒挥动鞭子就狠狠像几人抽去, 白起几人也冲上前去, 战斗一下开始, 也是片刻结束, 光白起一个人就杀了四个人, 其他三人也各杀一个人, 柳梅这一边留下三个活口, 这时, 柳梅轻轻挥动着鞭子, 妩媚一笑, 道, 你们之前说什么了, 三个柳斐跪在地上求饶道, 女侠, 我们知道错了, 你放过, 我们一次吧, 啊, 柳斐刚说完, 一根鞭子用力抽在他身上, 柳梅不满叫道, 谁是女侠啊, 我是你姑奶奶, 几个柳斐点头连忙秤士, 姑奶奶, 姑奶奶, 这还差不多, 你们是从那里来的, 柳梅一副笑容地问道, 听到她的话, 三个柳斐连忙说道, 我们三个是蒙虎村的, 我们头领是王猛, 村内有二百多彪悍兄弟, 三个柳斐说是蒙虎村的, 又把头领说出来, 同时又把村内人数多说一些, 本以为还可以吓唬一下柳梅, 让他把他们放了, 但是, 又一根鞭子狠狠抽在他们三人身上, 柳斐痛叫一声, 三人身上又多出一道血痕, 柳梅冷哼一声, 道, 蒙虎村算什么东西, 那个叫王猛的家伙, 一听就是中听不中用的家伙, 三柳斐也是屈服柳梅盈威, 也是连忙点头秤势, 啪啪啪, 又一鞭子几次抽在他们三个人身上, 柳梅有些不满, 轻哼一声, 道, 你们三个说什么, 我不清楚哦, 三个柳斐, 痛叫一声, 急忙大声叫道, 王猛是耸包, 王猛下面家伙不行, 王猛是太监, 哥哥, 柳梅发出一连串笑声, 胸前的风胸一顿摇晃, 又一鞭子狠狠抽在三个柳斐身上, 娇声道, 我还是没听见哦, 三个柳斐只能忍痛, 又骂了王猛一遍, 可柳梅一边娇笑着, 一边继续用鞭子抽打着三个柳斐, 藏在一边的赵府, 也发现这个柳梅可能存在某些什么癖后, 不过, 他也是按照自己命令去做, 所以也没说什么, 好了, 你们滚回去, 叫那个王猛过来, 舔一下老娘的鞋底, 不然老娘就废了他, 抽在一顿这三个柳斐, 柳梅心情畅快, 一脸开心的笑容说道, 三个伤伤狠累累的柳斐一听, 这女恶魔终于放过他们了, 灯石大喜, 连滚带爬地跑回去, 把这是变本加厉地说了一下, 说那个女人要把王猛包皮剁骨, 拉头母猪和她做那啥, 现在还叫她滚过去, 跪舔她脚底, 王猛一听, 灯石怒气涌上心头, 张红着脸, 得知他们只有五个人, 立即大喊一声, 兄弟们跟我走, 随后, 王猛带出五十多人, 村中一大半战斗力, 气势汹汹地向柳梅所在之地走去, 不一会, 王猛来到一处比较空旷的空地前, 看着柳梅, 大声叫道, 救你臭表, 只说要老子跑来跪舔的, 老子今天带着兄弟就轮你一遍, 闻言, 柳梅没有生气, 一脸淡笑, 因为没必要和死人说什么了, 放箭, 一声命令下, 一根根箭矢如同箭矢一般笼罩王猛五十多个人, 王猛的人完全是没有一点防备, 被无数箭矢射中直接倒地毕命, 赵府其他三队兵早已将蒙虎村其他三队截杀, 现在王猛五十多人可是面对四十个地精弩手, 六十个弓手的射击, 而且是没有一点防备, 还没有遮挡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活命, 包括王猛其他五十多人全部毕命, 无意生还, 这时, 赵府才带着人从隐蔽的草丛中走出来, 命令打扫战场, 接下来, 众人向蒙虎村走去, 柳梅带着笑容跟在赵府身后, 赵府扭头看了他一眼, 轻声说了一声, 这一次你表现不错, 这一件事原本赵府是想让白起出去挑衅的, 骂的话越难听越好, 可白起乃是一国将军, 那会骂得出这些脏话粗语, 所以让柳梅这个曾经是刘斐的人去做, 这一次柳梅功劳也是最大的, 柳梅轻哼一声也没有之前那么拘束, 得意道, 那当然了, 好歹老娘也是很厉害的, 赵府听此, 轻笑一声也没说什么, 因为蒙虎村到了, 现在蒙虎村只是剩下四十多人, 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试一下, 白起走上前, 大声叫道, 你们都得到提示了吧, 你们头领还有其他人都死了, 现在投降, 我保证可以不杀你们, 村内刘斐建村外围着的三百多敌人, 最终经过几番思考, 还是没选择拼死一搏, 而是选择乖乖投降, 赵府也找到了, 那一个会锻造铁甲的铁匠, 是一个皮肤有些黑的汉子, 名字叫邓丽, 随后, 赵府来到村庄大厅, 选择占领, 提示获得武士战勋, 因为这村子离大庆村有些远, 所以赵府也选择迁移, 提示大庆村获得二百八十经验, 这一声提示又响起一道提示, 恭喜, 大庆村升级为终极村庄, 终于升级, 赵府心中一喜, 带着人回到大庆村后, 把邓丽和三十六剑 从蒙虎村刘斐身上拔下来的铁甲 交给王大武, 让他简单修复一下, 现在铁匠铺和裁缝铺真的严重缺人, 之前交给他的各种从大裂缝 获得的武器还没修复, 现在又多了铁甲, 不得已, 赵府又帮他们加了一些人手, 之后, 赵府在大庆村西边重新建立蒙虎村, 同时派几个人做过管理, 然后再来到大庆村长大厅, 查看终极村庄属性, 村名, 大庆村, 传说 等级 终极 24 3万 村庄面积 5平方公里 村庄领地250平方公里 居民 465 6000士兵216 2400 明星 80 特殊属性 领地作物产量正40% 领地作物生长时间负40% 人口兵种上限正20% 居民属性随机加2 士兵属性正2% 人口吸引率正30% 高资质吸引率正30% 可拥有附属村庄 8 拥有村庄 罗格村 捷恩村 多伦村 李家村 厄狼村 蒙虎村 属性来说 大多正10% 可以说预料之中的提升 赵府并没多大的惊奇 倒是附属村庄的数量 倒令赵府有些惊讶 一下就有8个附属村庄名额 可是 人口永远是最大的漏洞 现在才465人 可大庆村的人口上限都有6000了 除了大庆村 其他村庄人口也没有达到饱和状态 特别是厄狼村 还有蒙虎村 赵府把之前的人都转入大庆村 现在两村人数 加起来不到20个 之前的李家村 人口倒是达到饱和 可是其中三分之二 又被赵府带来大庆村 所以 也处于人口空缺 这不令赵府叹了一口气 不过一口也吃不成胖子 村庄发展 还是要靠日积月累 才会慢慢地强大起来 至少全部村庄加起来 又有大庆村属性加成 一天可以刷出40多个人口 至于大猎凤底部 赵府暂时不打算继续探索 而是打算组建好 两支特别的队伍 专门在去大猎谷底部探索 首先 赵府就是打算组成法师团 法系技能因为稀少原因 倒是可以成为一种 很有力攻击手段 所以赵府打算带人去击杀魔兽 还有就是 也帮忙驯化一些大型野兽 比如牛 猪 还有救世马 赵府现在因为缺少马 骑兵一直都没有组建 骑兵作为冷兵器时代 机动性最强的兵种 不可能没有 有了马也不需要用腿跑这里 又跑哪里的 花了一下钱币 在不转职情况下 获得驯化技能 赵府再一次带上白旗老罗格 十名枪盾兵 十名刀布兵 十名攻守 最后柳梅也是硬要去 赵府一想也答应了 现在大秦村的位置 是在恐怖森林的最外围 往森林内部走魔兽 应该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赵府带着一行人 向西边走去 一路上 树木越来越高大 树冠都好似耸入云霄 四周光线有些差 树木也形态怪异 偶尔会有几只野兔穿过 野猪这种生物 如果成年只会一只只单独生活 比较难抓 不像其他群居生物 一抓就是一大堆 如果能找到巢穴就好了 巢穴的功能 就如同村庄刷新人口一样 也会刷新同样的野兽 不过巢穴不像村落 它的树木很少 而且都有野兽守护 其中少则几百只 多则上万只 现在走得离大秦村有点远了 不可能为这一只母猪 加上几只小野猪折回去 所以就放过这一只母猪 继续前进 这时 赵府停住脚步 发现一条小溪旁边 有十几头青牛 这些青牛皮为淡青色 两根牛角 带着金属光泽 只要抓捕这些青牛 那开垦农田 还有运送铁矿石 就不需要人来费时又费力 所以赵府立即把目光 转到这群青牛身上 不过 这些大型野兽也是不好抓 赵府带着这些人冲上去 如果这些青牛发起狂来 就这样冲过来 赵府也不得不避其锋芒 他的十个盾兵 也绝对挡不住 这十几青牛的冲撞 也不能用弓手攻击 这些青牛被射几只剑是可以 但你的剑 只要不射中它的要害 它可是会跑的 一个人怎么可能追得上 一头受刺激的牛 而且 牛群受惊四散跑开 你更没办法 或许可以让弓手 使用弓箭射青牛的腿 使他们腿受伤 那样就跑不了 但是这也有可能把牛射瘸了 想想十几头瘸腿的牛 开垦农田 运送矿石 这也不太行 现在用陷阱是最好的方法了 赵甫扭头把自己的想法 对白起他们一说 他们也点头答应 然后开始布置陷阱 也就是在这群青牛的北边 赵甫白起和柳梅三人分成三对 每人带着一些人 至于老罗格因为年纪 又是哥布林 根本也跑不快 所以留下控场 用火球保证这一群青牛 能进入陷阱 随后 开始行动 赵甫 白起 柳梅分别从东南西三个方向 向青牛群喂过去 随着慢慢靠近 青牛群也感到危险 停下低头吃草 抬起头观察着四周 这时 赵甫三个带着人就冲出来了 倒也没攻击 只是大喊着 或者用刀拍打盾牌 发出刺耳声音 展示自己的强大 而不让青牛攻击自己 使他们感觉害怕 选择逃跑 三人带着人冲出来 最欢乐的无疑是柳梅 大笑着挥舞着鞭子 就冲过去 而三队人冲出来 青牛群顿时受惊 见东南西都有人 只能向北跑去 三队人也合在一起 对着青牛猛追 如果有青牛稍微偏离 去往陷阱的轨道 赵甫就会命人 用弓箭射击 帮助扶正一下 很快 青牛冲进陷阱 下一刻 一条条牛腿绳子套住 砰砰砰 青牛群一只只连着被绊倒 摔在地上 发出一道道沉闷声音 掀起不少灰尘 很快青牛群又爬起来 想继续逃跑 但是却挣脱不开 套在腿上的绳子 这绳子 都快两根手指 合起来那样粗 而且捆在一棵棵粗一米的大树上 所以 这一群青牛赶回去 之后一行人继续前进 这时 一边草丛内响起一些声音 众人停下脚步 随后草丛中 跳出一只利火兔 这一次利火兔体型 要比之前杀的那只要小 利火兔脾气真的是暴躁得很 一出来 竟然就敢对赵甫 这么多人展开攻击 一个火球 向赵甫一群人飞射过去 盾兵举起盾上前 挡下这一枚火球 火球的威力 仅仅是把盾兵炸退一步 基本没有任何伤害 赵甫这时也下令攻守攻击 面对这么多箭矢 利火兔也很快地闪躲 但结局毫无意外 被乱箭射死 可是这利火兔死后 并没有掉落元素之球 这让赵甫有些失望 继续前进 随后又碰见了三十多只的黑山羊 使用陷阱 又成功捕获 接下来几天 基本都是这样 不过 驯化的野兽倒是挺多的 有野猪三十六只 青牛八十五只 黑山羊二百一十五只 还有一个法系技能都没有得到 而且也没找到任何有关马的踪迹 这几天 王大武基本把所有从裂缝获的武器 简单修复了一下 而且铁甲也修复好了 现在装备再一次大换新 赵甫带着的这三十人 弓兵盾兵 大多用上蓝色品质武器 至于步兵 基本全部是使用上了蓝色武器 而王大武修复完这些 赵甫又令他打造特殊装备 这装备是赵甫和白奇里斯三人 一起商量制作的装备 专门对付骷髅 至于现在 赵甫继续带着人去恐怖森林内部探索 希望能碰见多一点魔兽 或者是能发现马匹 这时 赵甫带着经过一个山谷 忽然又几只灰狼冲出去 很快被几只弓手射死 赵甫也稍微对山谷内产生一点兴趣 打算进去看一下 这一看不要紧 他既然发现一个巢穴 现在赵甫就躲在远处的山坡上观察着下面 也不敢靠近 下面山谷内 有一个快将近三千米的平地 其中杂草丛生 但平地中间位置 有一座用石砖砌成的平台 和一般村落的初始之地很像 但平台上漂浮着一个形似狼的石雕 而平台周围也围着很多灰狼 在山谷中嘻嘻打闹着 数量很多 足有四百多将近五百只的样子 其中还有一头狼王级别的 体型和一只猛虎一样大 一身灰色柔顺的毛发 双目凌厉 狼手上有一撮银色毛发 虽然没有发现魔兽 还有马匹的踪迹 但发现这个赵甫也有些惊喜了 带着人立马回去 准备集合兵力 一共三百二十六十兵 前往灰狼山谷 一开始 赵甫当然没有选择直接进攻 如果造不成碾压的局势 赵甫是不会选择直接进攻的 所以一开始 赵甫带着人就潜伏起来 让人开始布置 引诱灰狼出来的陷阱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用鲜活的血肉吸引灰狼 这陷阱不需要太近 适当距离就好 因为狼的嗅觉很好 这样保证 引来十几只就行 这一次 赵甫杀了几只野鹿 特意分成几块 还把大量鲜血洒在地面 为了保证陷阱成功 布置的陷阱的人 必须还得在泥潭里滚一下 用泥巴掩盖住自己的气味 同时还带着一些辣椒大蒜之类 混淆气味 计划很成功 不一会血腥的气味 就引出十几灰狼 此时的灰狼 还是很警觉的 没有一开始扑向鹿肉 而是在远处嗅了嗅 发现没有什么危险之后 才慢慢地靠近 随后 灰狼群来到鹿肉旁边 但也没直接吃 而是低头继续嗅了嗅 如果赵甫下毒肯定不行的 随后这群灰狼 没有发现什么危险 正要开口吃的时候 嗅 嗅 嗅 森林之中 射出一根根箭矢 向灰狼群飞去 灰狼群一惊 转身就想逃跑 但还是大部分还射杀 有几只逃脱箭雨的范围 但也被赵甫早已经准备的人截住 这时 一只灰狼停下来 仰起头 正要狼嚎 暗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闪现出一点寒芒 扑痴 箭矢直接没入那一只灰狼的脖子 灰狼灯时倒地哽咽几声 抽搐一下 就死掉了 赵甫同时下令 快速将其他的灰狼击杀 千万别让他们叫出来 其他人听命 快速将剩余几只击杀掉 接下来继续用这种方法 吸引出一些灰狼出来 不过行事也更加小心了 就这样 用这种方法 击杀灰狼213只 一下死了这么多灰狼 山谷内灰狼王也察觉到什么 站了起来 走到一块大石头上 高高仰起头 嗷呜 一声巨大的狼嚎响彻山谷 原本所有正在打闹 或者是吃食物的灰狼 也纷纷停下动作 相应着仰头嚎叫 嗷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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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嚎四起 声势惊人 将山谷的无数鸟类的惊飞起来 赵甫这时 也带着所有士兵列好阵 一步步踏着沉闷的步伐 散发出一股属于军队才有的 压抑肃杀气势 走进山谷 灰狼王站在大石头上 一双狼目看着赵甫一群人 愤怒地发出一声狼嚎 一只只灰狼不要命地奔跑着 飞快向赵甫一群人冲去 三百只灰狼 如同一道灰色的红流 一般涌来 猎阵 赵甫大喊一声 枪盾兵踏着步伐 发出沉闷的步声 向前三步 将手中长枪 一致对准灰狼冲来的方向 攻手一致拉好弓 地精们也架好一柄柄弓弩 放剑 赵甫见灰狼群进入攻击范围 大声喊道 咻 咻 咻 一道道破空声响起 一根根箭矢飞射出去 形成一片箭雨 向跑来的灰狼群射去 扑 扑 扑 一根根箭雨 如同雨点一般落下 一只只灰狼重剑倒下 也有一只只灰狼 前扑后继的冲破箭雨 放剑 赵甫再一次大喊道 一根根箭矢 再一次飞射出去 形成一道箭雨 笼罩着狼群 一只只灰狼 再一次倒地毕命 但此时 灰狼群已经冲到身前 向士兵扑过去 但是一个个士兵 将手中长枪猛的一次 扑 扑 扑 鲜血飞洒 一只只灰狼的身体 被长枪贯穿 狼一只的力量不是太强 一群狼才强大 但现在 经过两波箭雨 三百只灰狼 只剩余一百五十多只灰狼 虽然也可以说是一群 但现在照抚人数 可是两倍于他们 而且兵种齐全 防御坚固 几乎战局一面倒 灰狼王也看不下去了 身体化为一道黑影 向照抚一群人冲去 灰狼王的速度很快 几下功夫 眼看着就冲到盾兵前 露出残忍的笑容 向盾兵扑过去 但就在这时 两颗血色火球 向他飞射过去 一只没动手的老罗格出手了 灰狼王一惊 侧身一躲 刚落地 一根鞭子就狠狠抽打身上 这时 柳梅也出手了 这鞭子打在身上 虽然造成不了多大伤害 但是挺疼的 挨了这一鞭子 灰狼王扭头 对柳梅露出尖锐的狼牙 低吼着向柳梅冲去 可还没冲几步 一道身影突兀出现在他旁边 扑哧 一道剑光闪过 鲜血飞洒 早已准备多时的白旗也动手了 灰狼王痛叫一声 扭头对白旗要去 白旗抽身即退 扑哧 一根箭矢 射中灰狼王前腿部分 赵福早一开始 就在观察灰狼王 此时也最终出手 灰狼王也被这一连串的攻击 给完全激怒了 低吼着又向赵福冲去 见灰狼王向自己扑来 赵福面无巨色 在原地一动不动 抬手一个火球飞射出去 灰狼王扭身一躲 下一刻 两颗血色火球飞向他 灰狼王奋力躲过一个 却被另一个火球击中 砰 一声巨大爆炸声 灰狼王被炸飞去 灰色狼毛都被烧焦一些 灰狼王刚落地 灰狼王身上又多出一道伤口 灰狼王发狂地向灰狼扑过去 但下一刻 一根鞭子缠绕在他腿上 柳梅双手握边 娇笑一拉 灰狼王一个重心不稳 摔倒在地上 这就是团队配合的作用 也有以多气少的嫌疑 灰狼王几乎被打得还手之力都没有 赵福剑这边已经完全控制 也专心指挥其他士兵 将其余的灰狼解决掉 十几分钟后 灰狼被全部击杀 掉落无数铜壁 赵福这一边 只是几个人被咬伤 其他的并无什么大碍 把目光转向灰狼王 此时灰狼王已经是伤痕累累 一副凄惨模样 赵福想了想 打算不杀这灰狼王了 杀掉他 远没有驯化他价值大 所以 命人用绳子先套住他 灰狼王已经是强弩之末 又有白旗几人配合 很快 灰狼王被五花大绑起来 赵福轻轻一笑 令其他人打扫战场 自己则走到灰狼王旁边 看着被绑着的灰狼王 灰狼王一双狼目 也是狠狠盯着赵福看着 恨不得把赵福生吃了 但赵福对着不在意 伸手放在灰狼王额头上 此时灰狼王的利嘴 也被捆绑着 倒不用担心被咬 使用驯化 赵福的手掌发出一道光 笼罩灰狼王全身 可是一下被灰狼王用力挣脱了 赵福神色一宁 手用力按在灰狼王头上 再一次使用驯化 可灰狼王拼命挣扎起来 最后还是正脱笼罩 在身上的那道光 赵福使用驯化 也宣告失败 甚至还被灰狼王一顶 一个亮枪 差点摔倒 白起见此目光一冷 走过来道 殿下 狼都是一种很高傲生物 很难被驯化 要不杀了他吧 是的 老娘还没有吃过狼王肉 不知道味道怎样 柳梅跑过来 一双眼睛盯着灰狼王说道 柳梅随着与大秦村的人 越来越接触 性子也完全放开 也不担心赵福会杀他了 当然也只有他 还敢在赵福面前 赶称老娘 文言 赵福摇摇头 拒绝他们的提议 想再试一次 走到灰狼王面前 一双眼睛盯着愤怒的灰狼王 平静道 你是为了我屠杀 你的种族而愤怒吧 但是这个世界 本就是弱弱强食 适者生存 你如果臣服于我 有生之年 一定让你成为 狼族最尊贵的存在 还有你拥有巢穴 很快就会恢复 群落原本的样子 如果你不答应 那我只能杀了你 等下一次巢穴 进化出新的狼王 灰狼王听着赵福的话 眼神中一顿挣扎 最后还是选择臣服 提示 你获得头领级生物 灰狼王的效忠 提示 收服首领级生物 获得五十战薰 还有战薰 这赵福少许惊讶一下 命运松开灰狼王 帮他简单治疗一下 白旗老罗格一阵恭喜赵福 柳梅倒是有些不高兴 多了一下嘴 因为没吃上狼王肉 这时 赵福查看一下灰狼王的属性 十五致力 九敏捷 十七体质 十一 技能 狼王威慑 可以让所有普通级的狼 感觉到害怕甚至沉浮 嗜血狂咬 展开疯狂的撕咬 直到敌人死亡 有些没想到 野兽也有资质之分 稍微吃惊一下 至于等级和人的修为等级一样 这灰狼王应该不算野兽 而是可以算成魔兽 这里都交给白旗 赵福则来到巢穴 伸手触碰到那狼形石雕 获得一道信息 巢穴 灰狼 初级一千八百 五千 品质白色 简介 灰狼的巢穴 每日可以刷新二 五只灰狼 巢穴属性 大致和普通村庄属性一样 赵福看了看 选择占领 提示又获得五十战勋 这里离大秦村距离有些远 赵福只能再一次选择迁移 获得一百八十经验 漂浮在半空中的狼形石雕 也变成普通石雕的样子 落到赵福手中 赵福也本想拿着石雕转身离开 可忽然注意到 一边生长着一大片翠绿的小草 金银剔透 看似很不凡的样子 赵福忍不住上前查看一下 获得一组信息 小灵草 品阶 一阶药草 简介 一种灵草 可制作成丹药 看完这道信息 赵福忍不住一笑 之前赵福就得到小灵丹的丹方 因为草药的问题 一直没有炼制 现在却得来毫不费力 这么多小灵草 足足有数千颗吧 赵福立即命人来挖小灵草 打算一部分炼药 一部分移植 别忘了大秦村 可是有作物生长时间减少的属性 完全可以把这小灵草 带出去大量种植 最后 众人回到大秦村 今天也算是丰收而归 众人脸上洋溢着喜色 赵福回到村里 规划一块地使用巢穴 首先狼嗅觉很灵敏 以后完全可以当猎狗用 而且 身上材料 也可以制作装备 巢穴每天都可以刷新出灰狼 不用人工繁育 这方便很多 处理完这些 赵福感觉有些时间 没退出天启世界了 所以看没什么事 就回到现实世界 回到现实世界 赵福泡了一碗方便面 和往常一样打开电脑 坐在电脑面前 一边吃着泡面 一边进入天启论坛 查看着有没有什么新奇的消息 果然有些大事情 最近有人收集出一个英杰榜 英杰榜暂无排名 不分上下 只是将这些人物收集起来 而这些英杰 都是历史上那些名将名臣的后代 比如 有三国赤兔马吕布之后 吕战 一根方天化己 能敌石流匪 有唐朝名臣咬惊之后 成大满 一柄巨斧耍的威风凛凛 有宋朝包青天包整之后 包小段 能断案如神 这些名臣名将之后 进入天启世界后 好像也获得传承 拥有名将名臣职业 但他们 是否愿意效忠 之前先辈所忠诚的国家 就不得而知了 他们都有大才 更自命不凡 难道不想天启世界 打下一方基业 现在已经有些消息录出来 其中有三国 诸葛亮之后 诸葛鬼 除了这些 接着看下去 令赵福很是意外 一些原本早已消亡的流派 也渐渐兴起 其中比如有 以法治国的法家 兵定天下的兵家 道法自然的道家 教化天下的儒家 阴阳五行的阴阳家 论辩之道的明家 兼爱非公的墨家 劝耕丧丧 以足衣食的农家 兼如墨 和明法 与百家之道 无不贯宗的杂家 真的是诸子百家 百家争名 天启世界 也渐渐地变得更有意思了 赵福轻轻一笑 可接下来 却神色异己 苍生荼荼 天下寥寥 诸子百家 唯我纵横 天玄星月 地人鬼谷 一纵一横 百年难减 纵横家 赵福一脸严肃地看着这学派 这学派不得不然 令赵福认真对待 因为这学派 真的是太危险了 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 七百年来 每一国每一招兴衰的背后 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鬼谷纵横一脉 先有庞涓入位 勇武过人 所向披靡 争含伐赵 逃楚抗齐 使得原本弱小的魏国 席卷天下 雄霸中原 孙并入齐 智者无敌 薛赵 魏 韩 楚之士 使七国重回霸主之位 驻旷世兵书流传后世 后有苏秦合纵六国 配六国相应 张仪连横之策 破六国 两人以天下为局 苍生为棋 展开的巅峰对决 这一个学派 虽然人数棘手 但是令人又爱又怕 爱的是 若得这一脉一人 胜百万雄狮 怕的是 这一脉一人 便有灭国之力 赵福也对这学派颇为在意 心中有些莫名沉重 最后只能叹了一口气 继续看下去 接下来最大事情 就是赢家 在外收回 一切拥有自身家族血脉的人 丰厚优待 而且还说 谁获得先祖传承的子弟 请赶快回到主家 无论金钱 财富 美色 满足他想要的一切 还让他为整个赢家的 下一代继承者 赵福看到这里 想了一下 并不想进入赢家 所以也没去在意这些事情 不过 这事却引得所有世家的注意 如果按照势力 抵御 夏 商 周 秦 汉 无疑是五大霸主 至于汉以后 处于一个大乱世 大分裂时期 其国家根本无法与尚武家媲美 这天下谁会没有野心 谁不想统治这个世界 一般家族都观望着 拥有一国传承的世家 拥有一国传承的世家 观望着完成大一统的 列朝列代世家 这些列朝列代世家 则观望前面的五大世家 看清现在局势 这才是真正的战国时代 赵福几口把泡面吃完 喝了几口面汤 再一次进入天气世界 一进入天气世界 李斯走过来 递给赵福一个药瓶 说这是炼制成功的小灵丹 赵福打开药瓶 一股清新香味飘了出来 赵福点点头 回到自己房间 打算试一下效果怎样 伸手捣出一粒 这小灵丹淡红色 黄豆大小 赵福服下后进入修炼状态 几个小时过后 赵福脸上一洗 修为再一次提升 姓名 赵福 称号 5 职业恶魔祭祀 战勋 功名 213500 种族 人类 寿命 21100 属性 力量 9智力 12体制 8敏捷 10 特殊力量 若 恶魔之力 修为 二段 功法 大清心法 技能 地狱火球 基础剑术 装备 铁剑 小灵丹作用果然比自己修炼要好 赵福实验效果之后 立即让人细心种植 然后自己则继续带着人 探索恐怖森林内部 希望能发现马匹的踪迹 这一次 赵福特意带着灰狼王 他身上伤并没有好 赵福也不是让他战斗 而是利用他的嗅觉 来寻找其他野兽 他的名字 也同时被赵福改成小灰 赵福带上小灰 无疑比之前寻找其他野兽 快速了很多 这一次找到三只利火兔 终于掉落一个元素之球 这一个赵福打算 回去给李文使用 李文是大秦村少数A资质的人 又是李有才之子 倒是可以培养培养 之后两天内 击杀几只风狐 得一个锋刃元素球 又驯化一些野兽 并没有什么收获 一直有仔细寻找的马匹 也还没找到 倒是让铁匠王大武 锻造的特殊装备制造好了 这让赵福改变注意 打算继续探索大裂风 我也要去 柳梅跑过来 看着赵福说道 赵福扭头看了他一眼 道 你使用鞭子 对骷髅根本造成不了多大伤害 留在上面 你不是还有锋刃的元素球吗 给我学了 我下去见见骷髅啥样子的 柳梅眉大眉小 毫不客气地大声说道 文言 赵福瞪了他一眼 柳梅心中还是有些怕赵福的 立即老实下来 别扭地行了礼 丧气地道 殿下 我错了 赵福见此才把锋刃交给他 柳梅见此意外一喜 拿起青色的元素之球就使用了 十个彪悍步兵 十个弓手 下到大裂缝底部 继续进行探索 不一会 顺着这七飞的通道 众人很快遇见一群骷髅 这群骷髅有十一个 其中五个骷髅盾兵 六个骷髅步兵 复苏后 扯开腿 就向赵福一群人冲来 这时 十个胳膊领勇士 身披铁甲 手持一面 高两米 宽一 两米 厚四寸 完全是一块门板的盾牌 组成一面盾墙 而通道宽十米 盾牌宽一 两米 十个盾夹起来都十二米了 一只哥布林勇士 只能稍微退了一下 但是组成的盾墙 完全挡死这一群冲来的骷髅 任由骷髅盾兵冲撞 持盾的哥布林勇士 不动如山 看着效果 赵福心中有些满意 然后下令松开一道口子 放几个骷髅进来 两个哥布林勇士听命 各自把盾牌一斜 原本冲来的骷髅 一下钻进来几个 立即哥布林勇士 又把口子合上了 而冲进来的几个骷髅 面对的是 十个身穿铁甲 手持大铁锤飙悍的大汉 一铁锤砸下去 骷髅直接被砸趴下 挤铁锤下来 骷髅就散落成一堆骨头 相比锋利的刀剑 其实盾气对骷髅伤害更大 很快 赵福用这种方法 把这一群骷髅击杀 这一群骷髅 一共给了十一件蓝色武器 九个五炼之魂 正好有三个盾兵的 赵福立即给哥布林勇士使用 这就是赵福准备特殊方法 首先是哥布林勇士的装备 大盾牌 还有大号铁甲 花了一下时间 而现在哥布林勇士 还学会预盾技能 凭着他那大力气 绝对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盾兵 在场所有人 无论是哥布林勇士 还有手持的大铁锤的步兵 还有弓兵 几乎已经使用过五炼之魂 之前赵福有点不想使用五炼之魂的 因为这里五炼之魂可不一般 几乎都可能开出C 及以上技能 要是给一群自制为F 及一级 成长性根本不是很大的人使用 这有点浪费 但现在随即一想 这只是 为获得更多五炼之魂 而稍微付出的一些代价 哥布林勇士 开出了C 强化迟钝 十个步兵开出的C 强化重击 攻守获得技能和赵福一样碎石剑 李文还有柳梅 也使用五炼之魂 李文使用的是攻守五炼之魂 柳梅使用的是步兵五炼之魂 所以各自获得技能 同时技能熟练度达到熟练以上 在场只有老罗格 因为年纪不太能进行进展 所以也就没有使用五炼之魂了 现在一行人的强大不用多说 击杀这群骷髅根本毫不费劲 速度之前快了两倍不止 主要是专门克制这些骷髅 哥布林迟钝 完全变成一组坚固无比的铁墙 十个步兵扛起的大铁锤 一锤用力砸下去 比你砍几刀下去 效果要好出几倍 继续前进 一朵朵蓝色灵魂火花 在黑暗之中燃起 这一次来的是 十七个骷髅复苏 其中五个骷髅弓手 六个骷髅盾兵 六个骷髅步兵 面对这么多骷髅 众人面不惧色 有序地进行攻击 几个攻守第一波 就把三个骷髅步兵头颅射穿 哥布林勇士举着盾炕上去 有利用之前方法 再一次快速将这血骷髅击杀 掉落的其他东西 就不用继续多说 只是掉落一个兵之魂 这让赵府稍微惊喜一下 兵之魂掉落实在太低 队长及骷髅 倒是会百分之百掉落 话刚说到这里 一个骷髅队长 带着十几个骷髅又冲过来 这一次的骷髅队长 是一个骷髅弓手 攻法很凌厉 赵府这边的人 有几次差点被射中 但最后 骷髅队长很快被白旗几人给围杀 毫无意外地 掉落一个兵之魂 同时 他手中的弓也是银色武器 刘云弓 品阶 银色 属性 力量加三 体质加一 敏捷加二简介 原本属于极品黄金武器的刘云弓 也抵挡不了岁月侵蚀 变成一把普通银色武器 这刘云弓 暂时赵府就收下来了 因为他有时候 也会使用弓箭进行攻击 继续前进 又击杀好几波 掉落三兵之魂 基本没遇见什么意外 通道好似没有镜头一般 前方一片漆黑 深邃的看不到底 哒哒哒 前方响起一阵像是 马蹄踏地的声音 赵府连想到什么 也不用赵府多说 众人都想到是什么了 果然不到一会 几个骷髅骑兵 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些骷髅骑士 骑在骷髅马上 战马和身上的盔甲 都有保留下来 样子残破 品质好像只是白色 但手中武器 基本都是蓝色 五个骷髅骑兵出现 就抽出手中的长剑 挥舞着对着赵府一群人砍来 赵府立即大喊一声 猎盾 哥布林勇士 双手抬起巨盾 组成一道铁墙 同时也做好被冲撞准备 赵府也令攻守攻击 一根根箭矢飞出去 大部分被骷髅骑兵躲过去 少数几根箭矢 射中骷髅骑兵 却并无造成多大伤害 只是让骷髅士兵动作顿一下 但速度毫无减慢 因为他们可是 骑在骷髅马身上 眼看骷髅骑兵就冲到身前 这时 四个火球加一个锋刃飞射出去 落在骷髅骑兵前方 砰砰砰 一连串爆炸声响起 这么多法术落在前方 一起爆炸 所产生的爆炸力是惊人的 直接把冲在最前面的 两个骷髅骑兵炸下马 身后以及旁边的 三个骷髅骑兵 受到的影响却不是太大 直接继续 气势凶猛地冲过来 但是对哥布林勇士 组成盾墙毫无办法 也无法越过去 原本就是高两米的巨盾 经过哥布林勇士 双手一举 一下高到二 三米 这么高 一般马是跳不了这么高的 骷髅骑士只能催动着骷髅马 向盾墙撞去 想撞开盾墙 碰 碰 碰 三声沉闷声响 骷髅战马用力撞在巨盾上 哥布林勇士咬紧牙 举起盾 硬生生挡下挡下骷髅马的冲撞 这时 赵甫先下令攻守 先把落马的两个骷髅骑兵射杀 然后让哥布林勇士 松开两个口子 将两个骷髅骑兵放进来 两个骷髅骑兵刚冲进来 十名步兵分两组 举起铁锤 使出全力砸向骷髅马的腿 硬生生把骷髅战马砸趴下 随后 几人围上去 高高举起大铁锤 一顿什么不分的乱砸 将二骷髅骑兵砸死 最后一个骷髅骑兵也被围杀 五个骷髅骑兵全部击杀 五匹骷髅马其中两匹死亡 一匹被砸得半残 剩下两匹被挡在盾墙外 这两匹骷髅马 是之前被炸下马的两个骷髅骑兵的 现在失去主人控制 因为亡灵本能试图冲过来 但是被死死地挡在盾墙外面 赵府先没有管盾墙外面的两匹骷髅马 而是走到那半残的骷髅马旁边 试图驯化一下 看着骷髅马能不能被驯化 如果能就好了 可以把骷髅马作为战马 自己也就可以转制成骑兵了 可是赵府使出驯化 竟然发现 驯化竟然对亡灵不起作用 亡灵竟然无法驯化 这让赵府大失所望 最后也只能击杀了 继续前进 之后有击杀几波 现在骷髅兵种全部齐了 但是这对赵府也产生不了多大伤害 骷髅全部被击杀 掉落无数物品 其中大多装备 少数的五炼之魂 剩下极少的兵之魂 这时 通道也渐渐宽了起来 终于出现了一丝变化 赵府松了一口气 还以为真的没有尽头 会一直这样走下去 突然 前方七飞中 一朵盛放的灵魂之火燃起 一副强大的气息扑面而来 众人连忙举起火把一看 发现一个身穿着银色铠甲 手持着一柄双手剑的骷髅武将 复苏了过来 众人神色严肃 骷髅武将也缓缓站起 一双眼洞看向赵府一群人 散发出一股阴森的杀意 整个通道也都为之一了 赵府忍不住大声道 都小心点 骷髅武将站起来后 迈动着步伐 向赵府一行人走去 赵府剑此 立即下令攻守放剑 咻咻咻 一根根箭矢带着破空之声 向骷髅飞射过去 骷髅武将面对飞射来的箭矢 毫无聚色 一手持剑 一边漫步向走着 眼看飞射过去的箭矢 距他不到一米的时候 骷髅武将抬起手中的剑 剑身冒出一缕缕灰色气息 随手一挥 碰 一根根箭矢被一道无形的力量劈飞出去 十根箭矢竟然没有一根能近身 赵府也拉开流云弓 使用碎石剑 箭矢冒着一缕缕黄之气 一下破空射去 骷髅武将紧紧稍微投一篇 箭矢从他头边飞过去 射入地面 箭矢颤动着 发出阵阵响声 骷髅武将很轻易躲过赵府的箭矢 然后身体突然一晃 出现在盾墙前方 抬手一箭 枪 一箭砍在巨盾之上 发出一声刺耳的声音 爆出大量火星 五个哥布林勇士被斩推四五米 盾牌上更是留下一道深一寸的剑痕 见骷髅武将如此强悍 摆起赵府一脸凝重 李文从来没有见过这样 强大的骷髅 脸色有些惨白 随后赵府只能再一次大声喊道 放箭 一根根箭矢 再一次飞射出去 骷髅武将身体一晃 躲过全部箭矢 身体出现在另一侧 赵府立即道 锋刃 柳梅也不敢大意 一脸认真的使出锋刃 一道青色如月牙的锋刃 向骷髅武将射去 骷髅武将侧身又一躲 锋刃从他旁边飞过去 没有伤害到骷髅武将一撕 赵府又道 火球 李文听命按咬舌尖 让自己完全冷静 这可是赵府第一个带着他出战 而且还给了他一个珍贵的元素之球 还有五炼之魂 赵府如此看重他 李文怎么能辜负赵府 自从加入大秦村 李文就告诉自己 不再是那个普通山村子弟 未来是跟着赵府 为大秦开拓疆土的一名将军 开始李文见到这么恐怖的骷髅武将 脸色惨白 但现在此时 李文已经完全冷静下来 拼命立即一个火球飞射出去 这一个火球 正面对着骷髅武将飞射过去 令骷髅武将一时间不好闪躲 但面对这样一个火球 骷髅武将却还是并不放在心上 一箭挥斩 砰 火球被一箭斩爆 化为点点火花消散 可突兀间两个血色火球 从左右两个方向飞射过去 落在骷髅武将身上 赵府及时令老罗格动手 砰 一声巨大爆炸声 两颗血色火球一起爆炸 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但却并没有令骷髅武将炸飞出去 只是将他炸退几步 样子有些狼狈而已 放箭 赵府一声命令下 拱手抬起弓 一根根箭矢飞射出去 面对射来的箭矢 骷髅武将几件将箭矢势劈飞出去 噗 赵府找到一个破绽 一根箭矢射中骷髅武将的腹部 箭身射穿盔甲 刚好射中骷髅武将的腰部 令骷髅武将稍微退了一步 骷髅武将抬起那阴森的眼洞 看向赵府 发出冰冷的杀意 身体化为一道黑影 向赵府袭过去 枪 赵府的旁边 一道身影冲上前 抽剑挡下骷髅武将 两柄剑碰撞在一起 爆出大量火星 这道身影 正是一只防备的白骑 骷髅武将低吼一声 用剑向白骑压去 白骑面色一冷 他现在的力量和骷髅武将 还差了一大截 但白骑也不会这样认输 按咬牙关 抵挡住骷髅武将 退 身后响起赵府的命令声音 白骑毫不犹豫向后退去 他对赵府命令 可是完全服从的 白骑刚一退 十个哥布林勇士 举起盾包围着了骷髅武将 骷髅武将也稍微一愣 下一刻正要挥剑 破开包围 这时 四个火球一个锋刃落入其中 赵府 李文 老罗格 柳梅一同出手 碰 四个法系技能一起爆炸 特别是老罗格和赵府 血色火球威力最大 一下爆裂 把举盾包围住 骷髅武将的 哥布林勇士 都砸退一步 中心骷髅武将 更受到不少伤害 很是狼狈的丹西 跪在地上 用剑插入地面 正要站起来 哥布林勇士 忽然让开包围的一面 一根根箭矢 飞射得向骷髅武将飞去 好 几次被攻击 骷髅武将大吼一声 用力回出手中之剑 剑身轻鸣一声 八道灰色弧形箭气 向四面斩了出去 哄 一声巨响 八道箭气斩破空气 剑痕骷髅武将 刚使用出大招 好似有些乏力 但就在这时 噗 一只剑使 直直没入骷髅武将的 头颅之中 将他头颅一下贯穿 骷髅武将头颅中 蓝色灵魂火焰 拼命摇曳几下 最后还是熄灭了 骷髅武将的身体 也变成一堆骨头 赵府眼神冰冷地收回弓 骷髅武将死后 掉落五件物品 赵府缓缓走过去 首先拿起他的那一柄双手剑 一般骷髅手中武器 都比较好 不知道这骷髅武将的 武器怎样 斩星剑 品阶 黄金 属性 力量加八 体质加四 敏捷加二剑剑 原本属于半传说武器 的斩星剑 也抵挡不了岁月侵蚀 变成一把普通黄金武器 果然没让赵府失望 竟然是黄金武器 赵府拿起这盏星剑 递给白旗 白旗冷峻的脸庞 也不禁露出一丝喜色 恭敬的一拱手 道 多谢殿下 赵府点点头 接下来看向 骷髅武将的盔甲 白冰甲 品阶 银色 属性 力量加二 体质加四 减剑 原本属于极品黄金装备的 白冰甲 也抵挡不了岁月侵蚀 变成一把普通银色盔甲 这一件盔甲 赵府递给白旗 现在白旗一下 得到这两件强力装备 属性获得大量提升 力量也获得最大提升 要知道 提升修为一段 全属性只是加一而已 现在光斩星剑 一下就加了八点力量 继续看向下一件物品 这一件物品 有些类似兵之魂 也是一个光球 其中好似有一个武将身影 武将之魂 简剑 武将死后留下的强大金魂 可融入城市之心 成为镇守之灵 可融入武器之中 作为强化 著名 十个武将之魂 可融合成一剑将者之气 一枚武将之魂 相当于石兵之魂 还不错 赵府稍微一喜 离将者之气又进了一步 不知道合成那将者之气 效果怎样 第四件是一个长方形石块 灰白色 表面光滑 骷髅武将 转职时 简介 可将一名士兵 转职成骷髅武将 活人可使用 但有些副作用 这赵府有些犹豫了 首先武将职业 要村庄升级到小镇级别 才能转职的 普通小镇只能有一名武将 蓝色品级的小镇 可拥有两名武将 传说级小镇 也才只能拥有五名而已 武将 评价C 即兵种 简介 可统领士兵的武将 兵种效果 可转职任意两种战斗职业 武将之所以是C 即兵种 因为可以任意转职两种战斗职业 获得两种职业加成 这两种职业是没有限制的 你可以转职两个F级职业 当然也可以转职两个SSS级职业 所以武将来说 是有些难得的 可这骷髅武将 转职时是有些副作用的 说不定直接变成骷髅赵府心想 要不自己转职成骷髅武将 他对自己外貌 没有什么在意 变成骷髅道也能适应 可赵府正想使用 却得到领主不能转职成武将的信息 最后 赵府只能把转职时信息 对白旗几个一说 白旗已经是武将了 所以赵府第一眼看向柳梅 他资质为S级 很有潜力 面对赵府的目光 柳梅一脸不愿意 可赵府真要命令他使用 他也不能反抗 所以柳梅一想 一下对赵府靠过去 搂住赵府的胳膊 用那饱满的胸部蹭着 娇声叫道 殿下 你看人家这么漂亮 暖床也是不错的 柳梅之所以这样说 早就看出赵府对他不感兴趣 不会对他动手 所以才这样放心大胆 他一副撒娇的模样 令在场的人一阵恶寒 众人都早已知道 他那凶悍的样子 赵府见此 也打笑让柳梅使用转职时 倒不是他撒娇的作用 而是赵府不想令属下 做很不情愿的事情 正想把转职时先收起 以后再做打算 这时 旁边一直沉思的李文 开口道 殿下 给我使用吧 直接变成窟窿 李文一脸认真地点点头回答道 殿下这我知道 但是属下资质有限 远比不了白起大将军 以后可能很少再能帮助到殿下 所以 我想使用这转职时 闻言 赵府看着李文一脸认真的样子 叹了一口气 把转职时递给李文 李文接过转职时 选择使用 一道道灰色气息 从转职时上冒出 随后涌入李文身体之中 李文整个身体 都被灰色气息包裹住 过了一会 灰色气息散去 李文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销瘦很多 皮肤完全失去血色 变得苍白 一双眼瞳也变成灰白色 其他没有什么变化 李文转职成功 神态恢复 对赵府敬了一下理 赵府也松了一口气 还好副作用不是很大的样子 点点头 查看其李文属性 姓名 李文 资质 A 称号 职业 骷髅武将 战虚 平民 0 200 种族 人类 半亡灵 寿命 22100 忠诚度 90 属性 力量 9智力 7体制 8敏捷 6 特殊力量 若 王者之力 修为 一段 功法 大清心法 技能 火球 基础剑术 碎石剑 装备 铁甲 铁剑 李文属性有两处有些变化 首先是种族变成半亡灵 之后是属性下面获得王者之力 王者之力和赵府身上的恶魔之力一样 属于一种不属于人类的力量 比如赵府拥有恶魔之力后 不只是简单属性的加成 施展出来的普通橙色火球 都有几次血色 威力也比普通火球威力稍微大一些 接下来 查看骷髅武将掉落的最后一件东西 是一块青铜令牌 令牌上也有些秀技 握在手上很是冰冷 冰符 亡灵 简剑 一枚长期受到亡灵气息侵染的冰符 可以让十名普通级骷髅士兵效命于你 骷髅士兵可收入冰符之中 这让赵府一喜 虽然只能收拾名普通级骷髅士兵 队长级别的不能收服 但这也不错了 赵府一下 把注意打到骷髅骑兵身上 看了一下哥布林勇士手中的巨盾 还能勉强使用一下 赵府打算继续前进 收复十个骷髅骑兵后 今天就到这里了 随后 继续探索 前面的通道也渐渐地大了起来 一朵朵散发蓝色光芒的灵魂火焰燃起 这一次 一共十四骷髅 其中就有四个骷髅骑兵 这四个骷髅骑兵 骑着高大的骷髅马 最先冲过来 身后则跟着骷髅步兵来势汹汹 面对这么多骷髅冲来 赵府面不变色 举起青铜兵符 四道灰光 射入骷髅骑兵的头颅之中 骷髅骑兵一下就停了下来 头颅中蓝色灵魂之火一阵摇曳 最后竟然开始掉头攻击其他骷髅 其他骷髅兵也有些蒙圈 怎么刚刚还是自己的人 怎么一下就变成敌人了 片刻后 这群骷髅兵就被赵府一行人全部击杀 继续探索 又遇见三波骷髅兵 赵府也如意地收服了十个骷髅骑兵 本想就此回去的 可突然发现 前面竟然有一丝亮光 这一丝亮光在如此黑暗的通道内 格外显眼 忍耐不住好奇 众人继续前进 慢慢地通道前方越来越亮 甚至开始有些刺眼 众人用手挡了一下光 继续走着 最后走到通道尽头 发现竟然来到一个巨大空间里面 这个空间有千米高 面积有三十多公里 令人恐惧的是 这三十公里面积 全部被白骨覆盖 完全是一个骨海 其中的白骨各种形状都有 是无数种族的 有人类 精灵 天使 兽人 恶魔 数不尽的种族 甚至赵府还看见一条长千米的龙骨 这龙不是西方那种拥有肉意 长得像蜥蜴的那种龙 而是东方的那种 修长如蛇身 头上有鹿角 一身闪烁的鱼灵 又奇怪地在心中暗倒 这时 赵府前方 发现有一座高三百多米 宽有一万米的巨大祭坛 赵府忍不住就要走上前 殿下 白起一脸严肃地提醒叫了一声 闻言 赵府点点头 知道这里不简单 但还是决定上前看一下 首先倒不是担心 这里的白骨会变成亡灵 如果这些的白骨能变成亡灵 那恐怖森林就不会存在了 因为整个恐怖森林 将不会有一个活着的生物赵府 一脚踏入其中 这些白骨如朽木一样 咔嚓一声就断开了 继续前进 众人都一脸警惕地看着四周 慢慢地前进着 最后 毫无意外发生 众人来到这一座祭坛下 这时 众人也看清了祭坛的真正的样子 这一座祭坛 好像是用玉制石块砌成的 偏青色 每一块玉砖内 好似有神秘符文流动 整个祭坛就被人一种 很神秘古老的气息 赵府一步踏上祭坛的玉街上 并没任何事发生 赵府也打消 这是传承祭坛的想法 随后众人也一一走上祭坛 来到祭坛顶部 祭坛上方刻画着一个巨大法阵 周围有一排排的玉槽 玉槽内插着一颗颗像是水晶一样的能量石 有上千的样子 这能量石赵府知道 蕴含着大量能量 一颗好像需要二十金币才能买到 这些玉槽之中 大多数能量石都已耗尽 只有大约一百的样子 还存留一些能量 赵府把手按在祭坛上 得到一组信息 天地炼化法阵 六大逆天法阵之一 光听这介绍就知道 这法阵强悍到不行 它的作用是炼化万物 夺取本源之力 赵府第一时间 联想到堆满这里的白骨 心中想到什么 但现在有些不确定 同时因为站到高处 赵府扫了一眼四方 发现这一处空间 不止一个通道 而是有上千个 像赵府一行来的那样通道 赵府一脸严肃 道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回去吧 还有这里的事情 谁都不要说出去 其他人都见赵府如此严肃 也知道这事情严重性 所以点头听命道 是 随后 众人也回到了地面上 殿下 赵府刚回到地面上 李斯一脸喜色地走过来说道 赵府也是一脸奇怪地问道 怎么了李斯 李斯一拱手 开口回答道 殿下 有一族来投诚了 闻言 赵府心中一阵疑惑 会有什么一族主动过来投诚 然后跟着李斯 来到村内一块空地 看见三十几个 身高大多在一米三左右 皮肤有些偏灰 四肢粗大有力 样子与常人无异 这是矮人血脉中 最低的灰矮人 这些灰矮人 有大约二十个男灰矮人 其他十几个是女的 还有小的 没有老人 他们的样子有些落魄 好像是经过长途跋涉一样 衣服沾满泥土和草屑 甚至不少人还受伤了 看到李斯领着一个青年来道 灰矮人明白 这青年是这里的领主 一个中年灰矮人走过来 咕哈多拉卡 提示 你是否接受索伦的效果 赵府见着灰矮人说了一顿 什么也听不懂 应该是矮人语 随后脑海响起一声提示 没有多想 赵府选择接受 索伦也就是那中年灰矮人 得到赵府接受的消息 脸上一洗 单膝跪下来 其他灰矮人见此 也一同跪下 其声道 感激尊贵的领主大人 能收留我们 都起来吧 见此 赵府对这一群灰矮人说道 其他灰矮人文言 纷纷站起来 索伦 你们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看着这一群灰矮人 落魄凄惨的样子 赵府心中疑惑地问道 听到赵府的话 索伦一脸愤怒和悲痛地回答道 领主大人 我们本是一百里之外 卡基村的村民 人口本来有六百多灰矮人 可是被一个拥有 五千多人口的兽人部落袭击 卡基村死伤无数 我们是唯一逃出的村民 兽人 听到这个称呼 赵府也一惊 兽人是一种侵略性极强的种族 而且一个个体型健壮有力 性格也比较暴力 一般普通人类 对上兽人绝对打不过 而且还是拥有人口五千多的兽人部落 这更加危险了 不过 赵府也没有太过惊慌 因为现在那个兽人部落在一百里之外 所以一时间还发现不了大秦村 但也不能抱着侥幸心理 赵府立即和白旗几人进行商量 李斯则安排这些新加入的灰矮人 那个五千兽人部落 是位于北边 应该是高级村落 经过白旗几人商量 决定避其锋芒 暂时不向北边进行探索 以免遭遇兽人 同时命所有村落的人 加强防御和警备 矮人一族天生就会锻造技能 虽然这是灰矮人 但也拥有锻造技能 他们加入 完全缓解王大武的压力 赵府也可以大量制作装备 首先是把十个哥布林勇士手中的巨盾修复一下 然后赵府取出兵符 把十个骷髅骑兵放了出来 立即引起一阵惊呼 赵府打算重新为骷髅骑兵打造一身盔甲 加强他的防御 这些骷髅骑士其实都很强 如果一套完整的防护 赵府也不能轻易击杀他们 这时 在外探查的队伍有人上前禀告 殿下 大秦村西部十二里 发现一处哥布林村落 文言 赵府正想验证一下 在裂缝的心中所想 再一次集合队伍 一共三百兵力向大秦村西边走去 这个哥布林村落 和之前老罗哥的村落一样 哥布林人数在三百多 其中是两百多能战斗的哥布林 村庄防御也很薄弱 现在 太阳已经快要下山 已经下午傍晚时分 赵府一想 哥布林要分队去猎捕的事情 立马分出四队 在哥布林村落回来的路上 截杀四队出去捕猎的哥布林 哥布林村落 立即检员一百六十名 此时 哥布林村落还未察觉到危险 现在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他们正等待外出的队伍能带回食物 可是他们失望了 一根根带着火的箭矢 毫无征兆 从外面射了进来 很多哥布林直接被射死 大火吞噬着房屋 哥布林终于反应过来 是敌人打过来了 结合所有队伍冲向村口 赵府看着冲出来的哥布林 数量已经不过一百 直接放出十个骷髅骑兵 由他们带着头 开始冲杀 一个个骷髅骑兵 催动的骷髅马 哒哒哒 骷髅马飞快向哥布林冲去 哥布林见到十个冲过来的 骷髅骑兵那可怕的样子 心生惧怕 但为了村落 还是鼓起勇气冲上前 扑 扑 扑 骷髅骑兵握紧长枪 冲刺过去 直接贯穿一个个 哥布林的胸膛 鲜血飞洒 染红地面 十个骷髅骑兵 就像一把无比锋利的尖刀一样 直接刺入哥布林群中 一路冲刺到底 无人可当 直接把哥布林村群 分成左右两半 这就是骑兵的强大 随后赵府步兵盾兵也冲上前 与哥布林厮杀在一起 战局不用多说了 哥布林人数就少 更是被骷髅骑兵吓破胆 士气低落 赵府见差不多了 令老罗哥上前去劝降 毫无意外 哥布林村选择全部投降 这时 整个哥布林村落 只有剩下八十几个哥布林 大多是老弱妇孺 能战斗的 只活下十几个 不投降也不行 目光转向 十个骷髅骑兵 战斗结束后 他们就停在哥布林尸体旁边 一道道灰色气息 从死掉的哥布林身上冒出 被骷髅骑兵吸食 随后 骷髅骑兵投入的灵魂火焰 好像强大一丝 还能通过杀戮进化 赵府也注意到这一点 忍不住惊讶地自语道 这赵府也没有多管 能通过杀戮进化是好事 走到哥布林村落选择占领 再选择迁移 提示获得五十战兴 又获得二百零一经验 带上几具死掉的哥布林尸体 赵府回到了大秦村 白骨空间的祭坛上 赵府开始验证自己心中所想 把一具哥布林尸体 放在法阵中心 然后开始启动 只见法阵被激活 发出阵阵光芒 一股无形的力量 把法阵中心的哥布林尸体 抓到半空之中 然后只见哥布林的血肉 如辣一般融化 但却没有低落 而是像头颅涌去 最后 哥布林尸体变成一具骨架 他的眉心处 漂浮出一团血色光团 法阵这时也停止了 骨头落回地上 那一个血色光团 则还漂浮在半空中 赵府走上前查看 得到一组信息 以他的性格 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自语道 看谁能阻我大秦帝国崛起 F 资质 简介 灵志本源 夺他人造化 使用后可以将自身资质 提升F级 虽然早就想到 这法阵是炼化尸体 但赵府从来没想过 竟然能炼化出资质光团 直接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资质 当然 现在这是一个F级的资质光团 并不重要 但如果能获得高资质的尸体 比如S级 SS级 SSS级 炼化出的资质光团 直接可以将人的资质 提升到相等的高度 现在全部等级低 看似修为不重要 但未来可是高阶兵的天下 而高阶兵怎么获得 当然需要高资质的士兵了 殿下 怎么了 旁边的白起 很少能看着赵府露出现在的喜色 心中好奇地问道 文言 赵府把资质光团递给他一看 白起也是一脸震惊道 这世间怎么会有如此逆天之物 赵府点点头 想起天地炼化法阵的介绍 就是六大逆天法阵之一 也不知道其他五大逆天法阵是什么 殿下能获得如此逆天之阵 真是我大秦之福 想到大秦的未来 白起忍不住 一拱手对赵府恭喜道 好了 赵府打断白起 说道 现在此地是我大秦最重要的地方 该做一些措施了 之后 白起带了四百人下来 首先听从赵府的命令 把一个个通道挖他线 堵死这一个个通道 赵府可不知道 这一个个通道通向那里 那天会不会跑出什么东西来 所以 现在只能暂时堵死 等之后可以慢慢地进行一个个探索 这几天的任务 主要是这个 之后倒是有退出一次天启事件 简单看了一下 发现整个世界都开始变得有些危险了 国与国 信仰与信仰 种族和种族都开始激烈碰撞在一起 现在华夏边境可以说风烟四起 上有的沙皇帝国虎视眈眈 下有小月诸国的进犯 左有小印二十三国的威胁 又更有的高沟黎 百计 新罗三国的挑衅 还有以知田信长后人为首的知田神谷 对华夏的窥探 原有强大的古罗马帝国复苏 神圣教廷也为信仰开始创建十字远征军 还有西方最为传奇的王者 亚瑟王的后人亚瑟 蒂娜 传闻已经握得那王者之箭 同时也有法老治国的建立 还有诸多部落的野蛮扩张 整个天气世界看起来一片混乱 而且是失去一切约束 有的因为国家不同 也有因为信仰不同 还有因为种族不同 一个简简单单的原因 就可以互相厮杀 边境系统组成是最为激烈的地方 鲜血已经是开始染红地面 而最混乱的当然是华夏 首先华夏作为东方曾经的霸主 历史上得罪的人不少 同时也被无数人窥探 领土更是与无数国接壤 冲突是在所难免的 赵府看了几个帖子 都是边境的华夏人被各种欺辱 甚至在现实世界都有人发帖 嘲笑着华夏软弱无能 引得现实世界也都火药味十足 这也完全激怒了华夏诸国传承者 赵国传承者赵阳 刚好处于这一处边境 直接集合所有玩家 连途石村 引得大量声望 现在边境基本就是这样 不是你今天杀我 就是明天我杀了 充满无数的杀戮和黑暗 可谓是局未开 气已乱现在都这样了 更别说以后了 赵府回到天启世界 用几天功夫 把白骨空间通道大多堵住 留下几个 准备接下来探索 同时 赵府也命人继续探查 大秦村的周围 还有什么村落 好进行吞并 增加人手 不这样做不行 那五千兽人部落的威胁是太大了 一旦大秦村倒霉 刚好被他们发现 赵府那有能力抵挡五千兽人 来到研究室 赵府看研究传送真 这么久都没有音讯 打算暂时放一下 研究一下能探查 尸体资质的技能 领主是有能力查看资质 但不是你的子民 就没办法的 现在获得天地炼化法阵 这技能显得格外重要 刚一进研究室 白山一脸喜色迎面上来 道 殿下 我们研究传送阵成功了 文言 赵府突然有些惊喜 然后命人在村庄大厅旁边 修建一个传送阵 这只是初级传送阵 每一次只能传送二 三人 更高级传送阵 还需要继续研究 但现在传送阵 已经满足了赵府的需要 所以 赵府还是让白山他们 研究能查看出 尸体资质的技能 现在有传送阵了 赵府也改变注意 打算去系统主城看一看 修建好传送阵 可以连接上系统主城的传送阵 可以直接传送到系统主城 叫上白起 带上这些天 一直攒下的236枚银币 还有极柄蓝色品质武器 以免遇见好东西 又没钱的尴尬境界 赵府站在传送阵上 伸手跳出一个选项 圣光之城 兵之森 魔术城 赵府想了一下 自己和白起 各自穿上一件黑色斗篷 遮住自己相貌 赵府可不想 自己和白起 长相泄露出去 至于城市选择 赵府想到通道内的亡灵 所以选择圣光之城 一阵眩晕过后 很快赵府和白起 来到一个很大的平台上 而周围架起一把把众母 更有众兵守卫着 一旦有什么意外 可以直接关掉传送阵 并且击杀来犯之敌 随便地扫了一眼 赵府和白起 两人来到大街上 街上道路很宽 旁边坐落着一家家店铺 街上人也很多 熙熙攘攘的 除此 还有一点有趣的 就是各种玩家 摆的地摊 在叫卖着各种装备合技能 其中当然大多很普通 赵府也有兴趣地看着周围 也没想做什么 打算先逛一逛这系统城市 顺着街道 赵府走着 发觉这圣光之城可是真大 足以媲美古代那些众城 容纳一百万多人 根本是不在话下 要靠腿 估计没有几天是逛不完的 来到任务发布处 这里有五座高四米 宽两米的石碑 从左右显示着不同等级的任务 而任务主要分为五个等级 简单 普通 困难 疾难 地狱 普通任务主要是找什么材料 帮助一下什么人 一些很简单的任务 原居民花费一下铜币 就可以在这里发布任务 现在第一座石碑围满的人 都等着抢任务 现在一个铜币都能值十元 随便几个铜币都比得自己的工资了 所以吸引很多普通人 把全部时间放在天气世界 第二座普通任务石碑 也为了很多人 赵府根本集也是挤不进去 第三座困难集石碑 人数一下少了很多人 其中就是击杀各种异族头领的头领 或者是寻找什么珍稀材料 赵府则来到第五座地狱集石碑前 感兴趣地查看上面的任务 一 击杀六眼妖娇 任务介绍 六眼妖娇 生活在恐怖森林最深处的怪物 领主及生物 拥有令人绝望的恐怖力量 奖励 兽人卡基 任务介绍 兽人卡基 一座小城级领主 坐落在恐怖森林北面 拥有四多万兽人 奖励 五万功勋 一件半传说装备 三 寻找圣元果 任务介绍 圣元果七节领草 可治疗一切伤势 并且改善资质 奖励 两万功勋 一件黄金装备 看见这些任务 第一个六眼妖娇 无疑可能是恐怖森林中最大的boss 恐怕连系统主城都不敢招惹 谁会完成得了 第二个击杀兽人卡基 明显也是不太可能的 那四万多兽人可不是吃素的 同时赵福也明白了 为什么恐怖森林北面 没有系统主城 原来有强大一族 第三个完全就是靠运气了 说不定你走狗屎运 掉入一个什么山洞就发现了 但第三个任务奖励 赵福有些看不上了 因为现在白起 独有一件黄金级武器了 所以黄金装备 对赵福吸引力不是那么大 看完这些任务 赵福正想去商店去买一些东西 然后打算回大秦村 这时旁边却响起一阵惊呼的声音 赵福扭头一看 是一个长相很美的女子 五官精致 身材恶娜多姿 身穿着一件淡绿裙子 散发一股柔弱气质 令人有种想怜惜的感觉 她的身份也明显不简单 身后还跟着十几个人 有专门保护她的人 也有和她一家的子弟 一个个气态不凡 现在天气世界 完全就是世家的天下 普通人根本无法与世家比 另一边 一个样子浮夸的青年 看见女子 一脸喜色 白起两人的左边 那个叫柔儿的女子 见到浮夸青年 稍微皱起柳眉 另一边 几个小混混跟着青年走过来 看着前面两个身穿斗篷的人 知道我自家少爷来了 还不让路 心中一气 平时也横行霸道惯了 直接上前动手 叫道 滚开 建明知道我们少爷来了 还不让路 找死 白起冷哼一声 侮辱他 还可能忍下去 但侮辱赵福 未来的大秦天子 这怎么能忍受得了 看见几个走上前 伸手想推开赵福 白起直接动手 一拳将一混混 打飞出去七八米 随后又几招 把几个混混打得半死 那个浮夸青年见白起 扭头看向他 顿时害怕地威胁道 我可是周家二少爷 你敢动我 你一定会死得很惨的 白起则直接一脚 把浮夸青年踢飞出去 周围一群人 看着那个浮夸青年被打 一脸吃惊 心里却无比畅快 平时没少受他的气 同时心中想到 这两个身穿斗篷的是什么人 周家的人也敢打 另一边 赵福看着白起 这么凶猛的样子 也有些尴尬 他知道 其实白起更适合带兵打仗 可是赵福也无奈 手下根本没有几个人 而且白起的属性 又是那么好 只能暂时把他当猛将培养了 如果等以后大秦发展起来 白起肯定是 统领一国之兵的大将军 听到浮夸青年的话 应该是盘踞在 盛光之城的世家之一 而且城内是不准许私斗的 等一下守卫就会来 守卫一开始 就是一阶士兵 而且也会修炼 等级也会越来越高 赵福不想惹上什么麻烦事情 开口道 停手吧 是 殿下 白起本能的一抱拳听命道 可他这一生 普通人也许不知道 但旁边的女子 还有几个家族子弟顿时一惊 他们可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只有获得一国 传承的人才能配称为殿下 他们一般世家的 只能称呼为少主 怪不得他们敢明目张胆 打周家的人 是完全没必要把周家放在眼里 估计等下周家 还要上门赔礼道歉 这时 赵福正想带着白起离开这里 阁下 能等一下吗 身后忽然响起一道软绵绵的声音 赵福转身扭头 看向那个叫柔儿的女子 轻声问道 有什么事吗 女子上前微微一笑 道 小女子江家子弟姜柔 不知道能否与阁下结识一下 既然明白眼前之人 肯定是获得一国传承的人 那她的身份肯定是尊贵无比 更是一个家族的下一代家主 面对这样一个人 一般世家 肯定是要交好一下的 赵福扭头看了姜柔一眼 陈思议会 开口道 等以后 有机会吧 现在我有事先走了 虽然不太喜欢这些世家子弟 但对方以礼待他 赵福也当然礼貌地回复别人 那你能告诉我 你的名字吗 姜柔对赵福的拒绝 有少许失望 但还是想打听一下赵福的信息 看赵福是那一国的传承者 现在无论是圣光之城 还是魔术城 还是兵之森 分别都只是被几个世家盘踞着 现在平白多了一个一国传承的世家 那恐怖森林局势 将会再一次发生变化 赵福一想 当然没告诉他自己的姓名 仅仅是告诉他自己姓赵 然后选择匆匆离去之后 圣光之城 出现一国传承者的事情 也传遍了整个恐怖森林 虽然系统主城 与主城之间传送阵互不相通 但玩家村庄有传送阵 却可以前往任意三座系统主城 所以 兵之森和魔术城的几个世家 也纷纷得到消息 另一边 赵福和白起来到了一家商店 老板 你这里有什么圣光系的技能 看到生意上门 商店老板一脸喜色 拿出三种技能 让赵福挑选 第一个 是F 即技能 圣光术 圣光系最低的一种法系技能 如果对人类使用 只是感觉被强光照了一下 但对恶魔和亡灵 有灼伤驱逐的效果 售价 20银币 看着这个 赵福只感觉好贵 要普通F 即物理技能 十几个铜币就可以买到 但现在要20银币 等于2000铜币 整整贵了100多倍 不过扫了一眼 一边的F技能火球 竟然要一个金币 赵福也不想再说什么了 第二个 是F 即技能 圣光弹 施展出来 样子和火球一样 具有爆裂效果 威力要比火球要小一些 但对恶魔亡灵伤害加倍 售价 70银币 第三个 是C 即技能 圣唐法印 使用后 手掌中会多出一个类似太阳的印记 可对敌人产生巨大伤害 售价 30银币 看到第三个技能的售价 赵福都忍不住一探 就算现在世家用现实钱购买铜币 一天能收到几千铜币就不错了 但现在这直接要30金币 等于30万铜币 世家都绝对买不起 赵福也只能放弃 把目光转向 第一种第二种 最后 赵福卖了20个圣光束 5个圣光弹 一共花费750银币 还好赵福早有准备 带来蓝色武器来 不然真的钱不够 赵福一下买这么多技能 这家店铺的存货也快没了 随后 来到圣光之城的传送镇 赵福伸手 传送镇跳出一个传送选项 只有大秦村一个显示着 因为其他村庄的传送镇 都选择隐藏的 如果你选择公开传送镇 那别人也会直接传送到你的村庄 而赵福当然也选择隐藏传送镇 除此 你传送进系统城市 是不要钱币的 但你要使用系统城市传送出去 需要20铜币 钱会被系统自动扣除 没钱则无法使用 回到大秦村后 赵福再一次集合队伍 这一次队伍再扩充5人 其中有男也有女 智力属性都比较好 一共35人 当然这只是士兵 没有算是有没几人 首先 赵福给10个哥布林勇士 还有10个步兵使用圣光术 他们冲在最前面 又有哥布林勇士组成的盾墙 完全可以一边躲在坚固的盾墙后 一边使用圣光术的猥琐打法 至于公兵 因为施法距离的问题 所以就没有给他们使用 现在赵福公兵使用五炼之魂后 公术一个个都很犀利 如果在骷髅毫无防备之下 几乎可以渐渐射穿他们头颅 还有新加入的五个人 赵福给他们学习的是圣光弹 接下来就是验证效果的时候 来到一个没有毒死的通道 顺着黑暗的路慢慢前进 不到一会 十几个骷髅复苏 举起武器 对着赵福一行人冲来 哥布林和步兵不急不慢 先架起盾墙 随后使出圣光术 一刀刀刺眼的白光 落在骷髅士兵身上 灯时 骷髅身上冒出丝丝白烟 惨叫着往后退 随后 一刀刀刺眼白光 又落在他们身上 骷髅士兵再一次惨叫 战斗力瞬间下降三分之一 而一刀刀白光出现 使得原本黑暗的通道 如同白昼一般明亮 甚至亮的还有些刺眼 这时 五个散发白光的光球 从盾墙后面飞射过去 落在后退的骷髅群中 碰 碰 碰 光球落入骷髅群中 一下爆炸开了 散发出大量刺眼的白光 骷髅群一大半 直接哀嚎一声 就散架 变成一堆骨头 剩下几个战斗力也实不存一 被几个步兵用铁锤击杀 现在骷髅士兵基本产生不了危险 战局基本是赵斗一方碾压 之后又继续前进 轻易地击杀几波 甚至遇见队长的骷髅 只是造成一点麻烦而已 赵斗几人甚至没有出手 就被这群士兵击杀 赵斗想了想 就把这里的事情 全部交给李文 让他继续进行探索 如果遇见骷髅武将级别的 再来通知 自己则带着白起几个摁 回到地面处理其他事情 还有现在赵斗 获得的全部五炼之魂 也一点都不吝啬 全部给自己士兵使用 现在有天地炼化法阵 也再不用担心资质问题 回到地面 赵斗带着小灰 还有一行人 亲自进行周围的探查 希望发现一些村落 好进行吞并 增加大秦村的人手 现在要把赵斗 所有村庄的兵力加起来 还没有五百 根本是打不过那寿人部落 留下一些士兵 作为正常的防卫 赵斗带着三百士兵 在四处探索着 现在有小灰 只要有人留下气味 靠着小灰灵敏的鼻子 绝对能找到村落 现在 小灰就是爬在地上 一路秀着 作为曾经的狼王 这样做 也是完全对赵斗效忠了 而赵斗跟在他旁边 忽然 小灰好像秀到什么 低吼几声 然后抬头看向赵斗 见此 赵斗点点头 得到命令 小灰一下就窜了出去 赵斗也大喊一声跟上 随后 一行人开始奔跑 跟在小灰的后面 之后来到一个山坡上 而下面有一个村子 这个村庄 好像已经是中级村庄 人口已经有六百多人 但防御上很弱 管理也有些乱 首先是所见房屋很没有规划 农田也是 这里几亩 那里几亩 可以看出 灵主很没有管理能力 该如何拿下这一座村庄 赵斗皱起眉头 像这一个村子 只是防御有些弱 其他没有什么可乘之机 下毒 他们不是吃一锅饭 种有农田 也不大量外出捕炼 所以 也不可能逐个击破 而直接这样冲上去 损失可不少 现在只能等了 看着天色也不走 渐渐就要按下来 找了一处隐蔽的地方 先安营扎寨 等明天看看有什么发现 夜晚 天空虽然没有月亮 但有时一点点的满天繁星 如果站在星河下 绝对很美丽壮观 赵斗皱却没心思欣赏这美景 而是皱起眉头 问道 白起 现在 你对这事情怎么看 白起闻言 沉思片刻 道 如果实在找不到任何破绽 那只能等第二天凌晨三四点 人最疲惫的时候进行夜袭 这村子防御还是有点弱 成功的几率很大 听完白起 赵斗也点点头 实在没有办法 那只能进行强攻了 清晨 东方的太阳 也渐渐从天边升起 又是一天的到来 赵斗也是早早地起来 注视着下面的山村 过了一会 一个一身肌肉 长相粗狂的大汉 手握着一把大刀 背上有一把弓 带着十几和他装备差不多的人 离开了村子 好像是要出去打猎 赵斗一想 立马召集士兵 大虎哥 今天我们一定 打一头大野猪回去 让大家好好吃一顿肉 一个青年 一脸开心地对大汉说道 大汉也发出爽朗的笑容 道 好 别说一头野猪 就算三头野猪 你大虎哥也帮你抓来 青年听到大汉的话 一脸崇拜地看着大汉 道 嗯 我相信大虎哥 你是我们村里最强的人 如果你都做不到 那就没有人了 大汉听到青年的话 高兴地更大声笑了出来 但下一秒 他笑容淡下来 一脸严肃 看向四周草丛 青年见大汉 突然这么严肃的样子 有些还明白过来 奇怪地问道 大虎哥怎么了 大汉一双眼睛紧盯前方 低声道 有敌人 其他人听到大汉的话 立即警惕了起来 围在一起 看向四周 可是好像并没有发现什么 众人都以为大汉感觉错了 扭头看着大汉 阁下 不用躲了 我已经发现 你们了 这时大汉突然大声喊道 赵府闻言 虽然这群人没有完全进入包围圈 但现在也已经是跑不了 所以带着人全部现身 大汉一群人 看着草丛一阵摇摆 一个个手持弓弩的地精 还有一个个拉好弓的弓手 还有一个个士兵的现身 立即脸上吓得有些惨白 阁下是谁 为何截杀我们大虎村的人 大汉脸色也有些惨白 他虽然察觉到危险 可是没有想到 有这多人 看着那一根根箭矢 对着自己一行人 现在插翅都难逃了 在弱弱强识的世界 问什么攻击他 这问题显得有些可笑 不过赵府还是回答了他 我是为了你的村子 说完 赵府便一片头 命令道 留下几个活口 弓手奴手听命 正要放箭 大汉脸色一白 急忙叫道 我是大虎村的村长张大虎 闻言 赵府也有些诧异 也没想到眼前的大汉 就是大虎村村长 所以立即道 停手 张大虎见此也松了一口气 刚听到赵府的话 看着眼前一个个装备精良 气势汹汹的敌人 如果攻打大虎村 那绝对是一场灾难 这时 赵府也看着张大虎 思考着 接下来该怎样做 怎样利用抓到的这一颗大旗 收服大虎村 你为什么想要我们村子 忽然 张大虎一双眼睛 认真看着赵府道 这赵府一想也没有隐藏 简单直接回答道 为了抵御百里外的五千兽人 什么 五千兽人 听到赵府的话 张大虎一群人也一惊 作为原居民 他们对于异族的可怕 更为了解 兽人一般对人类是不留活口的 遇见就会杀光 如果五千兽人部落打来 发现大虎村 那大虎村不会有一个活口 现在看赵府的士兵如此精良 说不定真可能抵御兽人 那加入他们村子 倒不是一件坏事 反正自己也不擅长管理 但是这简简单单就加入 是不是显得大虎村太没骨气了 还有也可以不加入 采取合作 一想 张大虎一方面想试探赵府一方的实力 一方面想展示自己的强大 所以一指赵府旁边的艺人说道 我们大虎村 不会轻易加入任何人 我看你旁边那个小白脸 好像还可以 如果他赢了我 我就加入你们村子 如果你们输了 我们一起合作 抵御兽人 并且你要提供装备给我们 小白脸 赵府听到张大虎的话 心中有些疑惑 一扭头 看着张大虎指着的人 竟然是白起 忍不住一笑 这家伙竟然叫白起小白脸 还找他单挑 这不是找死吗 想了想 反正输赢都有力 所有也点头答应下来 他相信白起绝对会赢的 张大虎放下背上的弓 抽出大刀 看向漫步走过来的白起 叫道 小白脸 你可小心一点 伤了你可不要怪我 听到大汉的话 赵府一边知道 白起实力的人 几乎集体为他默哀几秒钟 张大虎的下场 根本不用想了决斗开始 大汉举起大刀 就向白起挥砍过去 十分凶猛 白起见此一脸平静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眼看大刀就要砍中他的时候 一道剑光闪现 枪 一声钢铁碰撞的声音响起 张大虎猛的感觉 一股距离撞击刀身上 差点没拿稳 刀就被击飞出去 可下一秒 一点寒芒闪耀 张大虎见白起的剑 向他喉咙刺来 连忙将大刀一挡 这是白起却转身一个回旋 一脚直接把大汉踢飞出去 大汉摔倒在地 不服气地又爬了起来 对着白起又冲了过去 可是没过几下 又被揍得趴下 张大虎也有些猛 他对自己力量 还是挺有信心的 要没他大虎村 早就被其他一族给灭了 怎么今天看着 挺像一个小白脸的家伙 怎么这么强 等等 我认输了 过了一会 张大虎的刀早被打掉 白起也懒得用剑 直接用拳头 对着大汉脸色来了几拳 大汉也挨了几下 客腾 也知道自己早就输了 所以也没坚持下去 直接认输倒 听见大汉认输 白起也停手 转身回到赵府身边 赵府都忍不住露出一丝笑意 这张大虎完全自己挖的坑 自己跳 还敢叫白起小白脸 现在被好好修理一顿了吧 现在你说了 知道你之前说过什么话吗 赵府忍住笑意走过去 对张大虎说道 张大虎叹了一口气 丹西跪在地上 抱拳道 愿赌服输 拜见大人 赵府也得到一声提示 是否接受大虎村的投降 赵府选择接受 获得一百战勋 赵府也有兴趣地 查看起张大虎的属性来 姓名 张大虎 资质 SS 称号 5 职业 民兵 战勋 公民 24500 种族 人类 寿命 31100 忠诚度 60 属性 力量 实质力 6体质 实敏捷 8 修为 零断 功法 5 技能 基础刀法 装备 不依 不邪 粗不酷 看完张大虎属性 赵府也有些吃惊 张大虎竟然SS资质 而且还没有功法 职业也只是民兵 技能也只有一个基础技能 可看起来 他却并不弱的样子 如果加入大秦村后 获得各种加成 张大虎的力量 就会是成倍上涨 他都足以成为一名猛将 另一边 原本祥和的大虎村 突然听到脑海中的一声提示 场面顿时有些混乱 还好 张大虎及时赶回 安抚一下民众 场面才缓和过来 倒是看着赵府一行人 神色有些害怕 主要赵府三百士兵中 不只是一个个身穿铁甲的士兵 还有一个个哥布林 还有地精 对于一族原居民 都还是挺怕的赵府 来到大虎村的村长大厅 查看了一下大虎村属性 稍微有些失望 这只是普通品质 大虎村也好像是最近 才升级为终极村庄 现在大虎村离大秦村 有十五里 距离有些远 赵府打算把大虎村全部居民 全部纳入大秦村 填补大秦村的人口空白 选择迁移村庄 提示获得五百四十经验 这一次迁移经验是最多的一次 没办法 这可是终极村庄 终极村庄便初级 迁移损失有点大 不过大虎村距离这么远 一旦出事 大秦村完全反应不过来 所以只能迁移 几个小时后 赵府带着这一大群人 回到大秦村 大虎村的人 见识到大秦村的强大 也暗暗高兴 安全有了保障 特别张大虎看着大秦村 一切都是那么井井有条 有序发展 脸上有些尴尬 感觉和自己那大虎村一比 自己那大虎村和狗窝一样 现在大秦村一下加入六百人 现在总人数为一千三百四十人 考虑到受人的威胁 赵府直接又转值三百士兵 现在赵府可代出士兵为六百 至于张大虎赵府也没亏待他 先让他自己转值 然后又给了一个五炼之魂 还有一把银色品质大刀 一件蓝色品质盔甲 一下获得这么多好处 张大虎也高兴不已 忠诚度也是大幅度增加 现在士兵有六百 还不算上在大裂凤击杀骷髅的士兵 还有一些防卫士兵 如果全部算起来 总共有七百二十名士兵 现在实力可以说大幅度上升 但面对那五千寿人部落 还是不够看 新加入的三百士兵 赵府先给摆起 在大秦村好好操练几天 自己则继续带着人 探索恐怖森林 这几天时间内 赵府探索完大秦村方圆二十里 再没有发现一个村落 倒是又发现一座小型铁矿 至于其他资源并没有发现什么 这让赵府心中还是有少许失望 在大秦村休整一下 重新带上六百士兵 开始探索大秦村二十里外的地方 小灰继续在地上秀着 这几天没有任何发现 小灰压力也很大 而赵府则跟在他旁边 小灰忽然又秀到什么 对着赵府低吼几声 等待着他命令 随后得赵府到命令后 立即飞快跑出去 赵府带着人跟在他身后 跑了一会之后 赵府有些惊喜 因为在地上发现马蹄印记 从一开始赵府就在找马的踪迹 现在找了这么久 今天终于找到一丝踪迹 赵府一脸兴奋地 继续跟着小灰跑着 终于在一处平坛的草地上 发现十几匹马 这些马匹高大有力 一身黑色 连棕毛尾巴也是纯黑色 但他们眼睛却有些偏绿色 看起来有一丝诡异 稍微探查一下 赵府得到这种马的信息 黑森马 简介 生活在森林中的一种马 具有很好的体力 跨越障碍十分在行 看完黑森马的信息 赵府感觉 这马挺适合作为战马的 现在就是驯化了 赵府一想 本来想用之前抓捕青牛的那种方法 可是发现 这种方法不合适 首先这十几马可都是宝贝 再其次 马腿可没有牛腿那样结实 而且 马兽精跑起来很快 使用套青牛那样的方法 很容易致残 思来想去 只能使用传统老办法了 使用套马绳 主要套马的脖子 这种方法在现实世界是最常见的 而且 也最能保护马匹 不过 这可是需要一点技术 看着这十几黑森马 并没有发现自己一行人 赵府选了十几个身手 比较好一点的士兵 先练习一下 现在只能靠这十几个人 要人去多了 很可能是被发现 可不要小看任何生物 经过十几分钟的训练 十几个士兵 拿好绳子 压低身子 潜伏着慢慢靠过去 计划一直很顺利 可是扔绳套马时候 却并不太好 原因这些黑森马太警觉 这一次只套住八匹黑森马 还有七匹没有被套中 现在马匹一受惊 就快速向一边逃去 速度很快 被套住的八匹马也想逃跑 他们的力量也很大 几乎是把一个士兵拖着跑 幸好旁边还有没有套住马的士兵 两人一组使劲拉着绳子 才勉勉强强地 让黑森马的速度慢下了 但还是被黑森马拖着走 这黑森马的力量可真大 赵甫立即命令其他人上前帮忙 自己则骑上小灰 现在小灰的体型和一只猛虎一样 有足够力量带着赵甫一路奔跑 现在好不容易遇见马匹 赵甫当然不想放过其他跑道的黑森马 赵甫骑在小灰身上 抱着他的身体 小灰的速度也是很快 更有灵敏的鼻子 顺着黑森马留下的气味 一路狂追 过了一会后 赵甫让小灰停下来 因为听到前方竟然很多马匹丝鸣的声音 这让赵甫一喜 悄然上前一看 前方出现一个将近六千米的草地 其中大约有三百多只黑森马在其中 嬉闹追逐着 让赵甫最高兴的是草地中间 有一个用石砖砌成的平台 平台上方有一个马形石雕 这是巢穴 立马 赵甫骑着小灰回去 把全部士兵带到这里来 白起见到这么多黑森马 也都忍不住喜悼 大清组建骑兵的时候到了 张大虎开心地哈哈大笑 道 我要找一匹属于自己的战马 不过 张大虎的声音是有点大 差点都惊动马群 众人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张大虎尴尬地挠了挠头 表示自己下一次会注意 柳梅也兴奋地靠过来说道 我也要找一匹我的马 现在一下发现 这么多黑森马 众人都有些兴奋 接下来就是该如何捕捉这一群黑森马了 虽然赵甫现在人数众多 但也不可能这样直接冲出去 这样直接冲出去 黑森马群一定会发起攻击 赵甫这一边只能被迫攻击 击杀这一群黑森马 这不是赵甫想要的结果 同时 这三百多匹黑森马 可不是三百多只灰狼 这么一大群马冲出来 是很危险的 赵甫这一边 也肯定会有很多伤亡 目光转向 朝学下一匹体型 比普通黑森马 都要大一倍 一身漆黑 强壮有力 马手上有一根几寸长的小脚 这就是黑森马王 一般群居性生物 只要控制了首领 就控制了整个群落 可现在黑森马王 待在马群中根本不出来 你也拿他没法 或许 可以找一个方法把他引出来 赵甫想着想着 把注意打到小灰身上 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小灰天真 没有察觉 赵甫把坏主意打到他身上 只是舒服地往赵甫蹭了蹭 赵甫脸上带着一丝笑意道 小灰 要不你过去挑衅一下黑森马王 让他和你来一场 王和王之间的对决 然后把他引出来 听到赵甫的话 小灰立即离开赵甫几不远 一脸不愿意的样子 小灰虽然作为灰狼王 还是比较厉害的 但一只狼要面对三百多匹黑森马 这明显是打不过的 纯属找死行为 他才不会那么傻傻地去呢 见此 赵甫倾笑着 掏出一个小药瓶 道出两粒小灵丹 走过去 把小灵丹喂入小灰口中 揉着他脑袋劝道 放心 有什么危险 你就退回来 我不会让你受伤的 小灰吞下两粒小灵丹 听到赵甫的话 思考一会 才勉强答应 然后身体一跃 从另一边向黑森马群跑过去 嗷嗷 小灰一声高抗狼嚎 响彻方圆千米 然后小灰发出 只属于狼王的霸气姿态 向黑森马群走过去 随着小灰一声狼嚎 黑森马群也集体停下来 把目光投向小灰 小灰低吼着 对着那黑森马王 发出挑衅的声音 面对小灰的挑衅 原本趴在巢穴下的 黑森马王优雅地站了起来 眼睛紧盯着小灰 长嘶一声 就在赵甫以为计划 要成功的时候 黑森马王自己却没有动 而是那三百多匹 黑森马 像是得到命令一样 全体一致 向小灰冲过去 三百多匹马一起奔跑起来 地面都好像在阵一样 气势惊人 小灰下的一路狂奔 还好小灰早有准备 跑得快 不然绝对被踏成肉泥 回到赵甫旁边 小灰一脸委屈低吼几声 赵甫尴尬地笑着 又倒出一粒小灵丹 安慰了他一下 这次计划也宣告失败 现在只能重新思考一个方法 赵甫也陷入沉思一种 过了一会 赵甫又把目光投到小灰身上 面对赵甫目光 小灰已经上过一次当 警觉的一下 想跑开 赵甫忍不住一笑 抓住他的尾巴 道 小灰 你跑什么 放心这次不用你出手 你当指挥就可以了 然后 赵甫把计划告诉小灰 听完赵甫所说 小灰放心地叫了几声 表示答应 赵甫的计划是这样的 原本除了小灰 这一次 赵甫还带出六只普通灰狼 这一次 赵甫就命令小灰 指挥这些普通灰狼 假装去攻击黑森马 然后一点点把马群引出来 其他人也做好各种准备 组成一个包围圈 一切准备完毕 计划开始进行 啊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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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只灰狼从森林冲出来 做出一副要攻击的样子 黑森马群看着几只灰狼冲来 完全是没有放在眼里 当然也不会三百多匹黑森马 一起来攻击这几只灰狼 只有二十多匹黑森马分出来 对着几只灰狼冲去 灰狼拾去的掉头就跑 二十几匹黑森马追了一下 见到灰狼害怕已经逃跑 本想不追了 返回马群 啊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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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狼停下来 发出一声声狼嚎 然后露出凶猛的样子 转身向那二十多匹黑森马冲去 一副要咬死你的样子 面对这几只灰狼这样挑衅 那二十多匹黑森马 再一次向灰狼冲去 是要把这几只灰狼踩扁 看见黑森马冲来 几只灰狼却又掉头逃跑 一副死狡猾的模样 一会之后 这些黑森马的速度非常快 又是带着怒气 全力奔跑 先逃跑的灰狼 看着被一点点追上 就在这时 一根根绳套从一边草丛飞出来 套在一匹匹黑森马脖子上 一下被绳子套住 黑森马当时有些慌了 使劲向一边跑去 想挣脱绳子 但是 扔出绳套的士兵 也很快地把绳子绑在大树上 忽然 三匹没有被套中的黑森马 冲出来想逃跑 下一秒 又无数的绳套飞去 把这两匹黑森马 死死地套住 一下抓不到二十多匹黑森马 赵福有些高兴 接下来等黑森马 筋疲力尽的时候 就可进行驯化了 接下来继续用这种方法 几只灰狼又发出一声声狼嚎 从森林冲出来 黑森马群没有那么高的智慧 想到之前的黑森马去那里 只是又愤出二十多匹 对回灰狼冲去 又二十多匹黑森马被捕获 这样的方法用了几次 也失去效果 剩下一百多匹黑森马 全部都警惕起来 他们又不是傻子 一下失踪这多黑森马 再笨也会察觉不对劲 嗷 一声巨大狼嚎响起 小灰再一次从森林中走出来 这一次 没有之前逃跑的狼狈 而是脸上带着一丝泪人的笑容 有些得意洋洋的黑森马王 有些愤怒地看着小灰 也明白 之前就是小灰弄出来的 玉 长思一声 黑森马这一次带着头 对着小灰冲去 一定要踩死这一只卑鄙的狼 小灰看着黑森马王 带着一百多匹黑森马跑过来 也是毫无骨气地掉头逃跑 黑森马王也带着头一路追去 可是下一秒 一根绳套飞出 套在一匹匹黑森马的脖子上 黑森马王脖子上 也被一根绳子套住 整个黑森马群也混乱起来 玉 黑森马王一声长嘶 身体高高跃起 五名紧拉住绳子的士兵 被黑森马王拖着跑 又一根绳套落在黑森马王脖子上 白森这时也出手了 可是五名士兵 加上白森 还是被黑森马王硬生生拖着走 这黑森马王的力量 真的是好强 一根根绳子再一次飞出 落在黑森马王的脖子上 三十名士兵 加上白森和张大虎 终于让这黑森马王止步 黑森马王被一根根绳子套住 还是使劲挣扎着 众人也用尽全力拉住绳子 双方都陷入僵持之中 赵府先没有管这里 而是先把普通的黑森马处理好 最后才把目光转到黑森马王身上 此时 黑森马王还是很用力地挣扎反抗着 赵府也没有着急 慢慢等了几个小时后 黑森马王终于筋疲力尽 趴在地上粗喘着气 赵府这才走上前 对其使用驯化 可效果和驯化小灰的情景是一样 黑森马王是拒不顺从 这时 小灰跑到赵府旁边蹭了蹭 好像他有办法 赵府心中也有些奇怪 不过就让他是一世了 小灰跑过去 对着黑森马王低吼几声 不知道什么意思 黑森马王直接把头偏过去 一副不理小灰的样子 小灰跑过去 直接用爪子 用力敲了几下黑森马王的脑袋 立即黑森马王生气地想要站起来 给一点小灰颜色看 可惜他已经是筋疲力尽 身上脖子上更有诸多绳子套着他 所以 那是小灰的对手 一张马脸被小灰抓出数道伤口 身上还被咬了几口 赵府看着 这分明就是小灰对黑森马王的报复 是之前被他们一路狂追之仇 赵府笑着 叫住了小灰 再一次来到黑森马王旁边 一双眼睛看着他 伸出手说道 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不臣服于我 那我只能杀了你了 随即 赵府使出驯化 手掌发出一道光龙照黑森马王的身体 黑森马王一双绿色的眼睛看着赵府 似乎在思考什么 提示 你成功驯化黑森马王 提示 收服首领级生物 获得五十战薰 最终 黑森马王选择屈服 赵府也成功驯化黑森马王 心中还是比较欣喜的 点开黑森马王的属性 黑森马王 头领 等级 四段 直至 S 属性 力量 实质力 九敏捷 二十一体制 十四 技能 马王威慑 可以让所有普通级的马 感觉到害怕甚至沉浮 梦魇之行 使用后超高速奔跑 赵府看完属性 感觉黑森马王 只是属性和小灰有些差别 其他的感觉都差不多 让人把套在他脖子上的绳子松开 众人也知道黑森马王被驯服后 也是一喜 然后各自挑选所喜欢的马去了 赵府则一个人来到黑森马的巢穴旁边 伸手触碰到漂浮在半空的马型石雕 得到一组信息 巢穴 黑森马 出集一千四百 五千 品质 白色 简介 黑森马的巢穴 每日可以刷新二 五只黑森马 看完信息 赵府心想要不出意外 以后黑森马将作为大秦的主要战马 他日也会跟随大秦的步伐 席卷天下 选择占领 然后选择迁移 提示获得五十战勋 还有140经验 现在赵府的战勋已经是463 还差37战勋 身份提升为主名 黑森马这一件事情完美结束 这一次总共收服324匹黑森马 赵府有600名士兵 选出200名转制成骑兵 暂时骑兵就这么多 现在大秦村升级为终极村庄 每天人口刷新在24 29人之间 等在刷新人口 不再加入骑兵 把其他三种兵种再扩充一下 基本把每样兵种保持在一定比例 和平常一样 忙完在天气世界的事情 赵府回到现实世界 本想烧点开水 泡一碗方便面吃 可门外忽然响起敲门声 赵府有些奇怪 打开门一看 门外站着几个人 其中一女四个男 女的身穿西装短裙 戴着一副眼镜 抱着一份文件 长相还不错 四个男的也穿着一身西装 气息浑厚 感觉不是普通人 赵府刚打开门 当时有些警惕起来 问道 有什么事吗 女的微微一笑 自我介绍道 你好 我叫季晴 营氏集体的一名员工 请问 你是赵美玲的儿子赵府吗 文言 赵府更感觉事情不简单 心中一想 对方既然都已经找上门 自己也无法隐藏 点点头 表示自己是 得到赵府回复 季晴再次开口道 赵先生 你身上留有赢家血脉 按照营氏集团下达指令 我们请你返回营氏家族 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因为这是一件好事情 在营家 你可以不用做任何事 我们会提供你更好的生活 赵府听到季晴的话 瞬间想明白了什么 现在各大世家 都收回流传在外的血脉 毕竟是一个家族 流传着一个血脉 在未来将会很有帮助 也更加巩固一个庞大的集团 营氏集体找上门 应该是赵府母亲一脉的人 跑去任祖归宗了吧 要更详细地说 就是说自己外公外婆 还有和他们相关的亲戚 他们应该都有营氏血脉 现在一进入天气世界 都有血脉提示 而营家又提供那么丰厚的待遇 所以他们去任祖归宗 也导致赵府也流淌 营氏血脉的事情暴露 此时赵府全部想通了 脸色倒是平静下来了 拒绝道 不必了 现在我一个过得挺好的 季晴听到赵府的回答 再一次露出笑容 不过态度变了 有些强势 道 抱歉 赵先生 这是营氏集团强制下达的命令 留有营氏血脉的子弟 必须任祖归宗 赵府皱起眉头 这也太强势霸道了吧 竟然强制去任祖归宗 不过有一想 应该是这么久都没找到大清传承者 快要发疯了吧 以这种方式 想来找到传承者 现在赵府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跟着他们返回营氏家族 二是选择逃跑 第二种方法 可能不行 如果自己逃了 那自己嫌疑是不是很大 还要以自己身手 根本躲不过一个庞大世家的搜捕 最后还是可能被他们抓到的 与其这样 还不如选择第一种 所以 赵府也很配合地点点头答应道 那好 可以等我一下吗 我收拾一下东西 这一次见赵府如此配合 季晴也友善地笑了笑 点点头答应下来 回到自己房间 赵府看着自己的房间 感觉也没有什么可待 拿起一个背包 装起几件衣服 还有最要的天气之时 就跟着季晴离开了 李家别墅 管家一直有关注赵府的消息 所以 赵府被赢家接走的第一时间 管家就得到消息 并且把这消息禀告李家家主 也就是李峰 之前那个老人 听到这消息 李峰有些生气 随后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道 真没想到 他还拥有大清赢家的血脉 如果早知道这件事情 那当年让哲儿娶他 倒不是一件坏事 说不定可以获得 和赢家一次合作的机会 当现在 李峰眼神冰冷下来 那个也 种 以他的心性 还有能力 一定会在赢家 某的一个很好的地位 现在赵府已经产生一丝 威胁他李家的气息 与其之后 他给李家下各种套子 阻碍李家发展 甚至做出危害自己宝贝孙子 未来大唐帝国之主的事情 那只能趁现在把他杀了 以绝后患 当然 现在将赵府杀了 也可能得罪赢家 所以李峰一脸凝重 对管家说道 这一件事情 交给别人去做 千万别泄露 我李家任何信息 否则会引起不小的麻烦 大清赢家 虽然还没找到传承者 但五大世家之一 可不是好惹的 管家 也一脸严肃点点头 然后听从李峰命令离开房间 去寻找杀手 杀掉赵府 另一边 赵府也对赢家的家大业大 给震惊到了 直接是乘坐着私人飞机 还有几个也被找到 留有赢家血脉的子弟 一起飞往赢家的大本营南口市 几个小时后 坐着私人飞机 来到南口市 又有专门的车 把赵府和其他几人 接送到一个高档小区 这个高档小区 是赢家资产之一 不止风景环境好 安保措施也不错 其中住了几千人 全部是身上 留有赢家血脉的人 当然这些还不是正统 那些拥有正统血脉的赢家子弟 住在更高级的地方 在这里 赵府也遇见自己的外公外婆了 除了他们抱着自己痛哭一会 问了一下 为什么这些不回外公家 看见自己外公外婆 赵府心中还是有些欣慰的 至于不回他们家 只是不想成为谁的包袱 他们年纪也够大了 至于其他情企 对于赵府很陌生 态度有些冷淡 赵府也没有兴趣和他们来往 之后 赵府也分配到一个房屋 面积有一百多平方米 装饰也很奢华 更有各种基础的电器和家具 足以看出赢家绝对很有钱 打开一台全新的电脑 赵府习惯性地进入天启论坛 查看着其他消息 现在其他势力基本发展都很缓慢 建立一个庞大的基业 本不是靠一撮而救的 都是要日积月累 不过 因为区域与区域之间无法相通 很多世家的人数也分散开来 所以 组建类似工会的势力 招收普通人 可这些普通人 当然无法军事化管理 享受到现在世界的锦衣玉石 谁会为了你去拼命 而且这些玩家死亡后 惩罚也很重 等级装备都清零 十天内不能登陆 下一次进入天启世界 非领主玩家随机刷新 也就是你死了 下一次会重新出现在别的地方 基本来说 工会玩家几乎是不堪大用 极少成为精英 被世家培养 除了这些世家 现在也不要小看一些普通人 因为不只是世家有野心 乱世本事出英雄的时候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除了一些世家子弟涌现 一些毫无世家背景的普通人 也闪烁着光芒 从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 古军带领数百玩家 攻下具有一千人的山寨 柳秀明带数百人 连破三座一族村落 江长水得到村民的一致认可 成为三江村的村长 获得村民六百人 简单看完这些 赵府再一次回到天启世界 相比现实世界 赵府对天启世界 还比较有归属感 回到天启世界后 想起在天启论坛看到信息 心里也有些压力 感觉一刻都不能大意 同时开始进行人口普查 现在大秦村1340居民 其他赵府还有 四个人族村落 三个哥布林村落 一个地金村落 经过这些天的发展 这些村落也渐渐恢复人气 四个人族村落 总拥有居民524人 三个哥布林村落 总拥有居民410个布林 一个地金村落 拥有居民189个 在这些村落中 赵府又收取一些人 编入大秦士兵之中 现在大秦士兵930个 哥布林战士150个 地金100个 一共1180士兵 其实除了人族之外的种族 也可以转职成大秦士兵 因为大秦士兵转职并没有上限 还有种族限制 只是每个村庄有兵种容纳上限 多数的士兵并没有村庄的属性加成 所以 以上1180士兵 也都可以说大秦士兵 也都获得属性职业加成 其中35名士兵探索 百股空间的通道 留下245保护村庄 现在赵府能带领 刚好为900名 带着这900名士兵 赵府继续踏上 对大秦村20里以外的地区探索 现在有黑森马也方便多了 不过能骑马的 只是在少数 大多数士兵还是走路 毕竟驯化的黑森马就是那么多 现在赵府骑着小黑 也就是黑森马王 在前走着 小灰则跟在旁边 嗅着各种气味 忽然 小灰又有收获了 低吼几声向前面跑去 赵府骑着小黑也更上去 过一会后 在一处平地上 发现一个终极村落 这个村落是一族的 其中生活着一种 长有狗一般的脑袋 人一样的身体 像极了西方传说的类人生物 那就是狗头人 这个狗头人村落 拥有大约1000狗头人 其中大约700狗头战士 剩下300狗头人老弱妇孺 这些狗头人战士 除了一般拿着刀以外 还有些狗头人 拿着一根长毛 赵府也不敢太靠近观察 这些狗头人的鼻子 可是和狗一样灵敏 现在1000狗头人是有点多 如果在五六百作用 倒是等夜晚 趁着夜色进行袭击 可以一举拿下 可现在该怎么办 忽然 赵府想到什么 把目光投向小灰 原本完成寻找任务 趴在一边休息的小灰 本能的一哆嗦 扭头看着赵府 又好像不怀好意地看着他 立即小灰就想溜 这一次赵府没有出手 小黑直接咬住小灰的尾巴 上一次 小黑被小灰欺负 还被咬了几口 这一次带到机会 他怎么会放过 小灰扭头低吼几声 意思叫小黑放开 他知道 他那卑鄙的主人 把目光投向他 准没好事 小黑也叫了几声 马脸笑起来 露出那一嘴洁白的牙齿 他的意思是 反正被坑的是你 又不关我的事 我要做听主人话的乖宝宝 等时 小灰气不过 转身扭头 想咬小黑这个谄媚小人 而小黑咬住小灰的尾巴 向一边躲着 赵府看着这一狼一马打闹起来 忍不住 轻笑道 好了 都停手吧 其实赵府并没有把注意 打到小灰身上 只是有些借鉴的意思 小灰鼻子很灵敏 是优点 但有时候优点 加以利用 反而会成为缺点 比如狗头人的鼻子也很灵敏 那该如何利用这点 想到这里 赵府带着人 就返回了大秦村 暂时不打草惊蛇 回到大秦村后 赵府就下达命令 全体都动员起来 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摘辣椒 然后烘干 磨成辣椒粉末 这赵府用了两天 准备好了几百斤的辣椒粉末 然后信心十足地 再一次向狗头人村落前进 来到狗头人村落附近 赵府先大家准备好 每人都用一块布 捂着鼻子和嘴 以免自己误伤 为了好劝降 赵府还命人抓了一个狗头人 然后使用重刑 强行让他屈服 让他充当语言翻译 随后 士兵结好阵 向狗头人村落走去 赵府一行人还未现身 狗头人村落全体都紧接起来 因为他们的鼻子 已经嗅到大量的敌人接近 过了一会 赵府带着九百士兵 来到狗头人村落前面 而狗头人村落 全部的狗头人都拿着武器 来到村口 两方都对持着 这一边 赵府没有动手 狗头人一边也不敢先动手 因为赵府士兵已经达到九百 他们狗头人村落人口 才将近一千 如果赵府打进来 狗头人村落 绝对是死伤无数 我不想做太多杀落 你们都投降吧 我会像对我子民一样对待你们 赵府骑在小黑身上 对待一群狗头人大喊道 喊完 赵府市一旁边 已经屈服的狗头人 再大声翻译一下 鸡渣哦杀鸡哦了 狗头人的语言 有些像老鼠叫的声音 而赵府这一边的狗头人 大声翻译完 狗头人村落 一个像头领的狗头人站出来 鸡渣哦的说了一大堆话 赵府也听不懂 把目光转向身边的狗头人 旁边的狗头人立即翻译道 狗头人首领说 人类你们回去吧 我们狗头人 不会轻易屈服任何人的 文言 赵府面无表情 心中早有预料 也不再客气 直接下令 使用秘密武器 盾兵架好盾 一个个攻手架好了攻 所有箭矢身上 绑着一个布袋 这种布袋密度不大 里面当然是装满了辣椒粉末 稍微一抖布袋 里面的辣椒粉末就露出来 咻咻咻 一根根箭矢飞射出去 带着一道红色粉末 飞向狗头人 这些箭矢 没有一根射中狗头人 而是从狗头人头上高高飞过 撒下无数辣椒粉末 现在全部狗头人 全部红色粉末包围 本来狗头人首领 见到赵府攻击 是想让狗头人头毛手进行攻击 可是下一秒 吸入辣椒粉末 只感觉鼻子火辣辣的疼 像是在被火烧一样 赵府士兵捂着口鼻 甚至这一次赵府都没有带小灰来 现在更别说这些嗅觉灵敏的狗头人了 见到眼前 狗头人村落的一幕 赵府没有停手 再一次下令 更多辣椒粉末投向狗头人村落 无数红色辣椒粉末 如同浓雾一样包围着狗头人 现在狗头人村落 根本无人能站立 全部捂着鼻子在地上惨叫 眼泪更是越流越多 全部像是中了生化武器一样 不过辣椒粉末 的确对狗头人来说就是生化武器 赵府见到眼前一幕 露出一丝笑容 下令把这些毫无抵抗能力的狗头人都抓起来 最后 白起和张大虎 把狗头人首领绑到赵府面前 几桶凉水浇在他头上 他才好过一点 从那般戈鼻一般的痛苦中缓过来 一脸愤怒地盯着赵府杀鸡嗡啊乱叫着 赵府现在骑着小黑 居高临下 看着狗头人头领 也听不懂他说什么 把目光转向旁边已经屈服的狗头人 那个狗头人有些害怕地翻译道 大人 头领说 你太卑鄙了 不敢和他正面对决 使用这么无耻手段 他为你感到耻辱 赵府听到他的话 也忍不住一笑 殿下 我帮你教训他一下 虽然其他人都听不懂狗头人头领说什么 但也感觉着狗头人在骂赵府 有虐待别人倾向的柳眉 骑着马靠过来 对赵府请命道 文言 赵府点点头答应下来 然后骑着小黑走向狗头人村落 柳眉得到赵府的命令 妩媚一笑 看向狗头人头领 缓缓抽出鞭子 赵府来到狗头人村落后 直接先进狗头人的兵营 发现有两座转值石碑 伸手查看起来 狗头人战士 评价F级兵种 减剑 狗头人中的战士 兵种效果 转值可获得狗头刀法 狗头人投毛手 评价F加级兵种 减剑 狗头人中的投毛手 兵种效果 转值可获得 投射 令赵府有些意外 狗头人投毛手 并不算特殊兵种 他转值没有上限 也就是可以任意转值 看完兵营 赵府又去其他地方看一下 并没有什么意外收获 这是狗头人头领 忍不住柳梅 这个有些变态的女人虐待 向赵府投降了 提示 狗头人多可想投降 你是否接受 赵府选择接受 然后走进狗头人的村长大厅 选择占领 提示获得一百战薰 此时赵府的身份再一次提升 从公民提升为主名 下一阶段 从主名升级到三等男爵 需要一千战薰 这一座狗头人村落的属性 赵府也看了一下 村名 多克村 蓝色 等级 中级 400 3万 村庄面积 3平方公里 村庄领地 15平方公里 居民 1002 2040士兵 618618 明星 78 特殊属性 领地作物产量正8% 领地作物生长时间负8% 人口兵种上限正2% 可拥有附属村庄 2 属性来说 比一般普通村庄好很多 但还是和大秦村没法比 赵府寻找迁移 获得540经验 再解释一下 因为中级村庄 需要5000经验才能升级 所以 迁移摧毁中级村庄 都有着经验加成 所以 这一次 赵府获得是540 而不是40 这一次收获普通装备上千 钱币有8000多铜币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获得这1000人口 现在这1000狗头人加入 在面对那5000兽人部落 大秦村也有了自保之力 这是最为关键的 1000狗头人赵府 首先抽去500狗头人 其中 300狗头人战士 200狗头人投毛手 现在大秦出战 总兵力达到1400 实力再一次大幅度提升 这让赵府也改变之后的 作战方法 那就是 宁可时间花久一点 也要保证人口数量 现在 无论对任何势力来说 人口永远是最缺少的 还有现在 狗头人首领多克 也成为赵府手下的一名大将 他的资质 赵府也看了一下 属于S级 使用的武器也是大刀 对于刀剑类武器 赵府最为不缺 直接给了他一把银色品质大刀 而多克因为被柳梅狠狠虐了一顿 在心底留下深深阴影 每次撞见柳梅的时候 都要绕路 赵府也不知 柳梅用了什么方法 反正当时回去的时候 就只见到多克满身伤痕地 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接下来 大秦村的主要任务 当然还是继续探索 带着小灰 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有他鼻子 寻找其他一族还有生物 无疑最快的 这一次 小灰继续低头秀着 赵府骑着小黑跟在后面 忽然小灰又有收获了 他抬起头来 神色一脸严肃 看着前方 然后扭头对赵府叫了几声 意思是 前面有一个很强大的生物 赵府明白的点点头 随即提醒下去 要多加小心 哦 随后 众人前进 忽然一声巨大唬响响起 一只和一头牛 一般大小的猛虎走出来 这一头猛虎 皮毛都是雪白色 浑身没有一点杂色 还散发一缕缕寒气 冰寒虎 兵器首领生物 看到这一只冰寒虎跑出来 赵府第一时间下令攻击 一根根箭矢飞射出去 可下一秒 一道冰墙出现冰寒虎身前 把大多数箭矢挡飞出去 但是少数使用五练之魂的士兵 他们的箭矢 却直接将冰墙射穿 但是有冰墙阻挡 还是被冰寒虎轻易躲过去 看见这么多人 冰寒虎虎虎虎力量不弱 但他也不傻 赵府特意帮每位狗头人投毛手 准备了十根铁头标枪 用一个袋子给他们背在身后 以免把武器投出去后 没武器的尴尬地步 二百个狗头人 一致投射标枪的威力 十分恐怖 刷刷刷 响起一道道破空声 声势害人 如同枪林一般笼罩寒冰虎 寒冰虎面对这么多标枪 立即又放出一堵冰墙 但这一刻却没能挡住全部的标枪 有七八根标枪 直接击中寒冰虎 因为寒冰虎本身是首领级生物 本身有强大的防御 标枪只是枪头射入寒冰虎的身体 并没有造成致命伤害 剧烈的疼痛 使得寒冰虎失去理智 跳出来 张开巨大的嘴 噢 一声咆哮 一个和脸盆一样大小的 冰弹射了出来 向赵府一群人飞了过去 盾兵立即举盾挡在身前 碰 一声巨响 冰弹撞在盾牌上 爆炸开了 硬生生将几个被直接击中的盾兵 炸退一步 并且盾牌上扶起一道白白的冰霜 赵府脸色毫无变化 下令弓兵攻击 一根根箭矢射出去 寒冰冰虎快速闪躲着 但还是被不少箭矢射中 此时冰寒虎身上插满了箭矢 但他还是愤怒 选择冲了过来 白起 张大虎 多克 老罗哥 柳梅 几人迎上去 施展出不同技能 最开始的是 老罗哥的两个血色火球 向冰寒虎飞射过去 冰寒虎向左一躲 躲开了老罗哥的攻击 可一秒 柳梅的一道锋刃 却击中了他 在他身上留下一道伤痕 哦 冰寒虎痛苦地咆哮一声 这时 张大虎和多克 从左右两边攻了过去 冰寒虎抬起两个胡爪 就抓向两人 可两人侧身一躲 不止躲开冰寒虎的爪子 还在他两侧砍了一刀 冰寒虎 愤怒地扭头一张大口 咬向多克 忽然 一道剑光闪过 大量鲜血喷剑 摆起最后一剑封喉 赵福自始至终都没动手 骑在小黑身上 也没有动一步 一脸平静 看着众多手下击杀冰寒虎 最能体现一个领主的时候 就是坐在大后方 淡淡地装着逼 看着自己一众手下 把敌人吊着打 提示 你的武将击杀头领魔兽 冰寒虎获得27点战薰 提示 你获得23点战薰 冰寒虎被击杀后 掉落100多银币 除此 还掉落三件物品 第一件东西 赵福认识 是一个散发蓝色光芒的魔方 这是剑尘之石 使用后可以建立村庄 其实击杀精英魔兽 就有几率掉落白色品质的剑尘之石 击杀头领魔兽 就有几率会掉落蓝色品质 剑尘之石 击杀领主金魔兽 就有几率掉落银色品质的剑尘之石 而击杀魔兽 获得的剑尘之石 是没有种族限制的 谁都可以使用 谁使用之后 就会刷新使用者的种族 暂时把剑尘之石收起 第二件东西 是一个散发寒气的光团 这赵福也认识 天赋元素球 减剑 使用后 获得地级技能冰爆弹 冰爆弹 应该是之前冰寒虎使用的那种技能 赵福想了一下 现在没有法系技能的 有白起 张大虎 还有多克 白起因为专修剑术 所以赵福把这个天赋元素球 先给张大虎 张大虎欣喜地接过天赋元素球 拜谢赵福一生 就使用了 让新加入的多克友 少许羡慕 第三件东西 赵福就不认识了 是一块不规则 散发丝丝寒气的石头 冰 强化石 剑剑 冰属性强化石 可以强化一切装备 并且获得冰属性伤害加成 或者是冰属性防御加成 看完这信息 赵福开口道 白起 你的剑给我一下 文言 白起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把手中黄金武器斩星剑 递给赵福 赵福把斩星剑接过来 然后把强化石放在剑身上 选择使用 强化石化为一道 冰雾缠绕斩星剑 随后这些冰雾 慢慢融入净剑身 斩星剑也发生一丝改变 剑身好似有一层冰霜一样 握在手中也有些冰凉 赵福重新查看斩星剑的属性 冰 斩星剑 品阶 半传说 为 属性 力量加10 体质加6 敏捷加4 减剑 原本半传奇斩星剑 经过万年的侵蚀 变成普通黄金武器 现在得到冰之强化石的强化 恢复一点半传奇武器的力量 并且获得冰属性伤害加成 看完现在斩星剑的属性 赵福有些吃惊 强化石的效果 首先是原本的三种属性 各加了两点 还附加冰属性伤害 更是可以恢复 装备原来的品阶 这强化石效果很好 不过一想 这数量也比较稀少 随即赵福又想到冰之魂 它的作用也可以强化装备 不知道效果怎样 想得赵福心里都有些痒痒的 可是又一想 那降者之气 需要一百兵之魂才能融合 赵福只能打消 使用兵之魂的想法 因为如果一个兵之魂的效果 和一块强化石一样 那一百兵之魂融合的降者之气 它的力量该有多么恐怖 所以赵福更加期待 降者之气合成的那一天 现在 李文带领着其他士兵 一直在通道探索 已经收集了47枚兵之魂 所以 合成降者之气的日期并不远 把强化过后的斩星剑递给白起 而白起 结果变化有些大的斩星剑 一看它的属性 也有些欣喜 冰寒虎身上的各种材料 赵福也命人处理一下 毕竟这些材料 都可以制造银色装备 至于它身上的肉 赵福看了一眼天空 太阳挂在正中 时间将近大中午原地休息 准备一下午饭 巨大冰寒虎肉 也被分成一块块烤起来 随后赵福吃一些冰寒虎肉 味道非常好吃 很有劲道 同时 身体还得到冰属性抗性 正1%的提示 随后 继续进行探索 小灰吃了几块冰寒虎的肉 格外卖力 在前面嗅着气味 小黑倒是因为吃草的 也没能吃冰寒虎肉 开始也有些不开心 不过得到赵福一颗小灵的安慰 此时心情不错 抬起轻快的步伐 跟在小灰后面 小灰嗅到什么气味 对赵福叫了几声 然后带着赵福一路奔跑 之后 来到一座地精村落面前 这一座地精村落 只是初级村落 大概有300多地精的样子 其中的兵种 有两种 一种是地精掳手 还有拿着一把把弯刀的地精战士 这些地精战士 战斗力很弱 还没有哥布林战士强 现在面对这300地精 赵福也没有用神妖计谋 因为自己一方兵力到达1400 完全可以碾压对方 所以直接带着人 把这个地精村落 死死包围住 然后叫自己 这一方的地精去劝降 令赵福有些意外 这些地精面对赵福这么多士兵 还不肯投降 还想输死一搏 赵福也不急 一切以人口掠夺为主要任务 先命人去伐木 在地精村落 简单组成一道围栏 赵福要包饺子 地精村落看着赵福一行人 在村外建起一道围栏 明白赵福的意图 也有些慌乱起来 好像之间起了一些争执 好似争吵起来 赵福看着地精村落的一切 明白地精村落已经起了分歧 应该一方是理智选择投降派 因为知道 村落一定是打不过自己 而且自己士兵也有地精 可以看出投降后 绝对不会被杀 所以很理智选择投降 另一方则是顽固抵抗派 认为不应该向自己投降 要与村落生死同在 这时 赵福下了又一道命令 让弓手架起一根根火箭 正要发射的时刻 地精们分歧也达到临界点 明白再不做出表态的话 全部可能被活活烧死 一大群地精 从村落中走出来 跪在地上 表示愿意投降 赵福点点头表示接受 目光再转向村内 还有五十多地精不愿意投降 赵福也改变主意 下令不再设房子 而是瞄准那些不愿投降的地精 当然 赵福不会把他们全部射杀 只是警告一下 自己真的不会心慈手软 赵福也不信 这地精真不怕死 愿意坚持与村子一同生死 放箭 一声命令下去 一根根箭矢飞射出去 地精们也拼死反抗着 一根根弩箭射出来 但全部被赵福盾兵挡下 而赵福一方的箭矢 却带着巨大力量 直接将十几个地精贯穿 亲眼见到刚刚还在说话的地精 转眼就被射死 一股死亡气息蔓延 面对真正的死亡 剩余的地精也恐惧了 赵福正要下令第二波弓兵放箭的时候 村内剩余的地精 吓得哭喊着跑出来 跪在地上选择投降 赵福选择全部接受 这一次总共收服301地精 然后赵福来到地精兵营 稍微查看地精战士转值石碑 地精战士 评价F即兵种 简介 地精中的战士 兵种效果 转值可获得技能 弯刀掌握 一般的垃圾兵种 赵福扫了一眼 就没兴趣了 来到村庄大厅 这一地精村落 只是普通的品质 选择占领 然后选择迁移 获得50战薰 169经验 收服这一个地精村落后 赵福本想把他们 带回大秦村安置后 可是没想到 又遇见一个普通 刘斐村落 这个刘斐村落 大约400刘斐 赵福趁着刘斐首领 出去捕猎的时候 直接攻下村落 得到村庄被攻击的提示 刘斐首领急忙赶回来 却被赵福早已经埋伏好的人 直接截杀 赵福这一次 一共收服340刘斐 赵福直接把300全部编入士兵 这需要注意一下 赵福看过一个帖子 刘斐村落刷新的人口 不是几乎全部会刷男的吗 而且都具有不错战斗力 不是和普通村落一样 男女老幼都刷新 有人想靠着刷大量士兵 攻下两座刘斐村落 不把他们改为普通村落 而是继续让村落刷刘斐 可不知道刘斐人数 一旦占自身兵力一半时候 选择直接叛变 虽然 普通村落会刷新男女老少 但他们会对你绝对忠诚 只要你不压迫他们 不给他们活路 他们会一直忠诚于你 但刘斐不同 刘斐本来属于恶的一方 如果你不加强管理 让他们集体忠诚度 至少60以上 他们就可能背叛你 特别是 当你兵力还没有他们多的时候 你就危险了 还有301个地精中 赵福也抽出100地精掳手 回到大秦村后 先把地精村 还有刘斐村重新建立 之后又来到大秦村西边 拿出一个散发出蓝色光芒的魔方 按在地上 一道道蓝色光波扩散出去 提示 是否使用建成之石 赵福选择是 几座建筑的虚影缓缓浮现 然后又想起一声提示 请为村庄命名 赵福随便一想 既然村子位于大秦村西边 就以西为首 名为西木村 成功命名后 四道身影也缓缓浮出 一个是白胡子的老者 其他三个是铁匠 钥匙 裁缝师 他们四个 除了白胡子老者 资质是B级 其他三个都是C级 在大秦村调来十几个人 为西木村建一些基础设施 处理完这些后 赵福命人带着之前 杀的贼匪首领 来到白骨空间 现在赵福虽然还没有研究出 能探查尸体资质的技能 但稍微可以判断一些 谁资质会高 比如 作为一个村落的头领 他的资质绝对是最高的 把这刘匪头领的尸体 放在祭坛上 使用天地炼化法阵 得到一个S级的资质球 现在御曹的金石能量 大约耗尽1% 应该还可以炼化100具尸体 能量才会完全耗尽 至于这个S级资质球的归属 赵福心中早有人选 那就是李文 对他赵福感觉有点亏欠的 让他每日待在这 暗无天日的通道内进行探索 给 李文 赵福把李文叫到身边 亲手把资质球递到他手中 李文单膝跪在地上 一脸兴奋 也有些感动 赵福能第一时间想到就是他 一番败谢 李文接过资质球 选择使用 资质球发出微微血光 飘到李文头顶 慢慢变大 变成一个气泡一样 把李文罩住 气泡内 李文紧闭着双眼 好似在发生什么变化 过了一会之后 气泡消散 李文资质也提升为S级 赵福看着李文资质成功提升 也回到地面上 现在赵福手下的村落 一共11个 其中6座人族村落 3个哥布林村落 2地金村落 能出战的兵力为1800 看到这么多兵力 赵福心想 也是可以去会议会 百里以外那个兽人部落 当然赵福不会去 傻傻地泄露自己村落信息 而是想具体探查 那个兽人部落的真正实力 因为与其现在这样 每天担心受怕兽人部落 会打来 还不如主动出击 至少站住主动权 在一起召集兵力 可这时 一个地金机械学士跑过来 对赵福说了一些什么 赵福脸色一喜 暂时先不出征 继续在大秦村待上几天 同时把1800士兵 全部交给白起 让他继续好好操练一下 又几天后 赵福再一次召集兵力 带上一些干粮 全员准备出发 突然 赵福身体一正 脑海又响起一声提示 你接受到一道神域 赵福脸色有奇怪 差点把自己 还是恶魔祭祀的事情忘了 所谓的神域应该是 那给予自己恶魔祭祀职业的 克尔之神 查看一下神域内容 是大力发展信徒 并且再一次寄线 赵福看完这神域内容 皱起眉头 让他寄线是可以 但让他发展信徒 赵福才不愿意 让他子民信仰任何神灵 当然同时赵福 也不会信仰任何神灵 因为他只相信 人定胜天 忽然 赵福想到天地炼化法阵的介绍 能炼化天地万物 那 神灵是不是也可以炼化 这念头从脑海中浮起 赵福的心 渐渐有些兴奋起来 脑海中也想到一连串的计划 心中有种预感 这可能会成功 那克尔之神 此时也不知道 赵福已经把主意打到他身上 而赵福当然也不是 直接去世神 首先未免不同 赵福还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跨越未免 就算跨越未免了 就凭赵福这些人 也绝对会被秒杀 那克尔之神 虽然只是弱等神灵 但他毕竟也是神灵 他的强大 不是赵福能抗衡的 这一切 赵福都很明白 也很清楚 但赵福脑海有一种很折中的方法 这暂时先不说 还是解决受人部落的威胁 正式出发 一个大阴天 天空完全被云层覆盖 光线有些暗 山林间吹着一股风 带着一些凉意 赵福一行人经过几天路程 终于来到一百里外 因为有之前 几个灰矮人带路 赵福一行人 很快找到那一个五千兽人部落 这个兽人部落 坐落在一个山坡下 人数绝对已经超过五千 其中一千多老弱妇孺 剩下有四千兽人战士 这些兽人战士 一个个身材高大 一身强壮的肌肉 灰白色皮肤 一张可怕的面容 身上围着兽皮 手里一般拿着斧头 或者狼牙棒 面对这么兽人 赵福当然如果硬拼的话 绝对是打不过 因为这些兽人 本身的力量就很强 如果一般人 对上就会吃亏 赵福这一边还好 有各种职业属性加成 如果要靠赵福 这一方人 现在面对着兽人部落 很难打过 赵福陷入沉思之中 这时 白起见此提醒道 殿下 先问一下 这里是否还有其他势力 毕竟我们来自百里之外 应获得关于这里所有信息 才制定对应战术 文言 赵福点点头 明白自己是有点心急了 让带来的灰矮人 全面介绍一下 关于这里信息 随后 听灰矮人一番介绍 得知这方圆五十里内 还有三大势力 一个是 位于南边十八里 有一个大约五千人 各哥布林的村落 另一个是西边二十一里 有一个大约四千人口的 狗头人村落 最后一个是位于东边二十里 有一个三千多人口的 精灵部落 现在获得这里全部信息 赵福脑海中一下清晰起来 首先方法有两种 一是联合这三个村落 一起攻打这兽人部落 以兽人的野蛮侵略性 这位于他周边的三个村落 肯定没少受兽人部落的欺辱 第一方法是可以行的 第二种 是让他们三个村落 和兽人部落双方打起来 欲棒相争 鱼翁得利 不只灭掉兽人部落 同时也吞并其他三个村落 第一种方法 你要联合其他三个村落 首先你必须要做出一些牺牲 才能完全说服其他三个村落 而且战斗时候 你必须要是处理最多的 否则也无法完全团结 其他三个村落 同时如果这样 你这一方牺牲的可能是最多 甚至有可能 你这一边联合了他们 但是他们不相信你能战胜兽人 而选择背叛 到时候反摇你一口第二种方法 将自己一方利益最大化 牺牲也减低最小 赵福想了想 决定选择第二种 因为明显第二种最有利 如果这三村落是盟友 这样利用陷害他们可能说不过去 但现在是朋友 还是敌人 这并不知道 所以赵福也不会客气 现在就是计划如何实施了 首先是兽人部落 不肯打下这三个村落的原因是 攻下三座村庄消耗太大 就算胜利 所牺牲的兽人也会很多 所以现在就是要做出令他们疯狂 不惜一切代价 去攻打其他三座村庄的事情 最关键的 当然就是找出令这些兽人发疯的事情 赵福手下倒是有狗头人 还有哥布林 可以假装攻击一下兽人 然后嫁祸给这里的狗头人和哥布林 但这力度太小 不够引起兽人疯狂 还有可能引起一些猜疑 会清楚想到 这些村落 自己不去攻击他们就不错了 他们怎么可能来攻击 明显比他们强大很多的自己呢 赵福从来不会小看任何人 也不会小看兽人 所以 这种方法 赵福是不会做的 暂时在这里潜伏下来 等夜晚再乘机抓一个兽人出来 套出一些信息 再制定详细的方法 夜晚 周围一片漆黑 下方的兽人部落 也点起一根根火把照亮村落 这时 天空下起了一些小雨 白起带着张大虎还有几人 趁机抓出一个有些兽弱的兽人 一个很大的树洞内 赵福看着被吊起来的兽人 现在赵福命人挤鞭子抽下去 这兽人就屈服了 这种兽弱的兽人 明显是发育不良 肯定在兽人村落处境不好 经常会被看不起 还有欺负 其实这在人族村落也很常见 几个强壮的人 仗着自己有力气 就欺负经常比自己弱小的人 其实弱肉强势的森林法则 在那里都存在 不会以你是人类 有更高等的文化而消失 在村落中处境不好 当然相对于村落忠诚度就比较低 所以这兽弱的兽人 就很容易屈服了 兽人问道 兽弱的兽人 神色有些害怕地 对赵福回答道 大人 我叫安伦 文言 赵福满意地点点头 再一次问道 我要知道 你们兽人部落全部的信息 你现在告诉我 随后 兽人安伦一五一十地 全部把兽人部落的全部事情 都告诉赵福 首先 这个兽人村落叫奥迪斯部落 高级村落 首领就叫奥迪斯 部落内最强大的兽人 除此奥迪斯还有一个弟弟 名叫奥卡 也是一个很强大的兽人 同时也部落的二首领 听到这里 赵福连忙问道 大首领和二首领关系怎样 之后 得到安伦的答复 非常不错 大首领平时最疼二首领了赵福一笑 感觉自己找到目标 继续打听兽人兵种有哪些 得知兽人有二个兵种 分别是 兽人战士 评价义 即兵种 简介 兽人中的强大战士 兵种效果 转值可获得技能 蛮之战 强 兽人 评价帝即兵种 简介 兽人中的强大战士 兵种效果 转值可获得 仙祖之力 第二种属于特殊兵种 因为是高级村落 有三十上限 同时两个兽人首领 都是强兽人 然后赵福又问了一下其他的 得到满意的答复后 先把这兽人先关起来 然后和白起几人 商量详细战术 次日 赵福继续带着人在远处观望着 这时 一个身高两米 身上画有图腾兽人 带着一百多兽人走了出来 得到旁兽人安伦的回答 得知这一个带头兽人 就是二首领奥卡 赵福也有些意外 他只带一百兽人就赶出来 不过一想 兽人在这里就是霸主 一般人 遇见躲还来不及 所以 兽人平时也横行惯了 根本没想到 百里之外的赵福 已经到了他们门前 叫人埋伏起来 计划开始进行 二首领 今天我们去那里打练 原本奥卡带着一行人前进着 这时 旁边一个兽人忽然问道 奥卡一想 正打算说什么 咻咻咻 一连串破空声突然响起 奥卡突然一惊 大喊一声 有埋伏 可是已经迟了 赵福一边可是三百弓手 二百弩手 还有二百狗头人标枪投射 奥卡不过一百多人 怎么可能躲得开 一个个兽人 不是被无数箭矢射死 就是被铁头标枪贯穿身体 直接给钉在地上 鲜血飞洒 此地一下成为修罗场 奥卡身中数箭 两刀劈开投向自己的几根标枪 看着除了他全部死亡的兽人 愤怒地咆哮 谁 给我出来 赵福文言 也带着人缓缓从一边走出来 看着这兽人部落的二首领奥卡 奥卡看见原来是人类 心中也满是奇怪 什么时候出现这么多人类了 不过 此时奥卡也明白自己处境 大喊道 我是奥迪斯部落的二首领 人类你知道 是在和谁作对吗 这话 赵福当然听不懂 而经过旁边兽人安伦翻译过来 轻笑一声 突然 奥卡化为一道黑影 向赵福冲过去 奥卡已经是身受数箭 已经属于半重伤状态 明白现在活命 必须是情下赵福 所以打算趁赵福不备 一下冲过去 可是他低估了赵福 当他动得一刹那 无数箭矢飞向他 奥卡挥一刀抵挡着 忽然 一根长矛如闪电一般投射了出去 直接贯穿奥卡的胸膛 原本的狗头人首领多克 一击投射 最终了解了兽人奥卡的性命 赵福看着满地插满剑雨的兽人尸体 命令下去 把所有兽人身上的箭矢拔掉 然后用长矛或者刀 弄出一些一看就是狗头人制造成的伤口 三个部落中 实力最强的 当然是狗头人村落 拥有四千狗头人 其次才是哥布林村落 哥布林村落 虽然人口有五千 但战斗力相比起来就差很多 实力最弱的 应该是拥有三千多人的精灵部落 狗头人实力最强 当然是先嫁祸给狗头人了 按照原来计划好的开始执行 多克带着赵福手下全部狗头人 拖着这些兽人的尸体 先在远处对兽人部落露一下面 然后每隔一段距离 丢下一具兽人尸体 最后把兽人引到西边 去狗头人村落去 兽人部落内 不好了 我看见很多狗头人 竟然拖着我们很多兽人的尸体 往西边回去了 几个原本在村口守卫的兽人 突然跑到部落里大喊起来 这些话 开始有人不信 狗头人敢攻击他们兽人 可是当几个兽人 带回满是伤口的兽人尸体时候 全部兽人愤怒了 看到他们身上的伤口 死前是受到多大的痛苦 无数人跑到部落大厅内 画着图腾的兽人 也是一脸愤怒 他就是兽人部落的首领奥迪斯 此时奥迪斯心中更有些不好预感 因为这些尸体 都是之前弟弟奥卡带出去的兽人 担心奥卡出现神妖意外 奥迪斯召集全部兽人战士 而部落内只留下很少的守卫 全部向西边赶去 看着一路上死相凄惨的兽人尸体 所有兽人都在压抑着怒火 加快步伐 向狗头人部落赶去 另一边 狗头人村落和往常一样 该干嘛的继续干嘛 处于一片平静中 这时 在外面守卫的狗头人 看着前方几个陌生的狗头人 抬着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来到村前三百多米的一棵大树下 守卫狗头人 看着他们大摇大摆 光明正大的样子 以为是村落刚刷新出来的狗头人 所以没见过他们也正常 看着他们的行为 有些奇怪的喊道 你们干嘛 多克带着几个人 正想把尸体吊起来 听到身后狗头人村落的话 完全不把他当外人 和他们亲朋好友一样 大声喊道 我们狗头人村落 才是这里最强的 为我们是狗头人自豪 几个守卫 开始听多克的话 有些奇怪 但听到他后面的话 当然有些得意笑起来 由那个种族被夸 会不高兴的 守卫对多克回喊道 是啊 我们狗头人才是最强的 什么兽人 什么精灵 什么胳膊链 统统是垃圾 早我们狗头人部落 都会除掉他们 这时 多克已经把兽人尸体 掉在树上了 听到守卫的话 笑着举手大喊道 那位我们 是狗头人崛起喝彩 我们一定会成为 最强的狗头人 统领其他全部种族 狗头人至高无上 多克不亏以前是首领 一下把气氛带起来 听得狗头人守卫 都热血喷张 也跟着多克举手大喊 狗头人至高无上 任务完成 多克扭头看一脸 傻样的狗头人守卫 忍不大笑喊道 首领吩咐 我们还有事 我们先走了几个守卫 文言热情地回喊道 等回来 兄弟们一起请你吃野猪肉 听到几个狗头人守卫 一下把多克当兄弟 几个跟随在多克旁边的狗头人 憋住笑声 他们都被多克卖了 都不知道 还把他当兄弟 还请他吃野猪肉 过了一会后 多克他们离开 一道微风吹来 把前方的气味吹来 一个守卫道 为什么有兽人气味 其他狗头人守卫 也闻到这气味 然后目光全部看向前方 差点忘了的东西 开始以为首领命人掉的一具尸体 开始没有人在意 那血肉模糊的尸体 现在忍不住过去一看 吓得腿都有些软了 他们认识这个兽人 他是那凶恶滔天的兽人部落二首领 这时 奥迪斯带着所有的兽人战士 也刚好赶到狗头人部落 虽然奥迪斯心中 一直在希望着地底没事 但看在掉在树上那具尸体 奥迪斯字幕欲裂 嘶喊一声 给我杀 所有兽人压抑的怒火 统一在这个时候爆发 四千多兽人战士 如同山红爆发 脚抬在地面上 发出阵阵轰鸣 鸟雀惊飞 兽人如潮水 向狗头人涌去 兽人突然杀来 狗头人也急忙迎战 一根根长矛投射出去 兽人知道 可能对狗头人下手 知道他们有头矛手 不可能不做防御措施 所以 他们早就准备好一个个 很简易的木盾 或者干脆说是木块 挡在身前 砰 砰 砰 一根根长矛 带着极强的力道射来 有的被木盾挡住 有些直接将木盾贯穿 将木盾后的兽人射死 但这只是 造成少数兽人伤亡 更不挡不住兽人 而兽人冲锋起来 可谓是凶猛无比 挥动着手中的巨斧 巨棒 有一股将一切都碾碎的气势 很快 双方厮杀在一起 面对兽人的攻击 狗头人拼死反抗着 赵府冷眼看着前方厮杀 生命在刹那间消亡 鲜血片刻染红着地面 死亡的气息蔓延 上火箭 赵府下达一条命令 命士兵从狗头人村落后方 射出火箭 点燃狗头人村落 同时射杀一些一些狗头人 现在 赵府必须帮这一群兽人 灭掉狗头人村落 因为兽人 还要灭掉其他两个村落 所以 赵府要控制好兽人的死亡数量 保证他的战力 狗头人一面突然受到 兽人凶猛的袭击 另一方面 赵府在后面攻击 两面夹击之下 战局几乎一面倒狗头人首领 得知前有兽人 后有人类 一脸愤怒 以为兽人竟然和卑鄙的人类合作 一起灭掉他们狗头人村落 看着不断倒下的狗头人 狗头人首领明白自己一方输定了 来到村庄大厅 选择迁移 最后把城市之星交给一名亲信 分给他一百战士 让他带着剩下两百老幼的狗头人一起逃 他选择在这里 拼死为他们拖延一下时间 赵府看着有些建筑在缓缓消失 也明白大局已定 令人立即撤退 赵府这一边撤退 令狗头人首领有些意外 但随即全面抵抗着兽人 为剩余一些狗头人逃走 而创造一点时间 此时 狗头人首领亲自抽出大刀 与兽人首领奥迪斯展开激烈对决 为何联合人类 一起攻打我们狗头人部落 狗头人首领愤怒的一刀 砍向奥迪斯 为什么杀我弟弟 奥迪斯双目充满仇恨地看着狗头人首领 可惜奥迪斯说的是兽人语 狗头人首领说的是狗头人语 两者的话 各自都听不懂 只是两方都是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拼命厮杀着 根本不会想到一只幕后黑手操控着一切 赵福也注意到了 从另一边逃走的狗头人 目光在转向 狗头人首领欲血战斗着 愿意牺牲自己 只为了剩下的一些狗头人逃命 无数逃走的狗头人 都热泪眼眶看着 在战场中心 拼命战斗的狗头人首领 他身上似乎散发着一种光芒 也许这就是英雄 赵福也看着狗头人首领 已经身受束缚 鲜血已经染红了他的身体 但他还是奋力地战斗着 可是他体力已经有些不知 结局显而易见 唉 赵福也叹了一口气 这纷纷扰扰 战乱不休的年代 如果自己不强大起来 那下场也会和他一样 甚至比他更惨 因为只要你不想变得强大 就会被想变得强大的人吞噬掉 目光转向逃走的大约三百狗头人 赵福命人也跟了上去 人类 为何还不放过我们 这时 赵福已经在一条小路上 九百名士兵已经包围 那逃走的三百人狗头人 此时为首的狗头人 愤怒对赵福大声叫道 我要你们投降于我 只要你们投降 放心我不会伤害你们任何一个人 赵福一边说着话 一边多可对狗头人翻译着 哈哈 你们和兽人联合一起 攻打我们部落 杀了我们那么多人 现在还想要我们投降你 狗头人讥讽冷笑道 赵福文言 面无表情 看着狗头人 冷声道 第一我没有与兽人联合 第二 如果不让你们变成现在这样 你们之前那么强大 会投降我吗 第三 现在 我不是和你商量 如果你们不肯投降 所有弓手 弩手 都把剑士对准狗头人 只要赵福一声命令下 就会对这些狗头人放箭 为首的狗头人 脸色难看起来 想着首领最后把这些人交给自己 现在却要面对全部死亡的命运 一番犹豫后 为首的狗头人 还是选择投降了 半跪在地上 把一个散发蓝色光芒的魔方 递到赵福手中 现在战场主要分成三个 赵福这里已经完美结束 狗头人村落也将近尾声 只是一伙狗头人垂死挣扎着 到最后 全部狗头人被杀 当然也包括狗头人首领 因为兽人带着仇恨来 也不肯接受投降 这一方战斗 狗头人全部死亡 除了赵福收服的这一部分 兽人这一边四千多的兽人战士 死亡人数达到一千 大多数兽人都受一些伤 奥迪斯本想继续追逃走的三百狗头人 但现在已经几乎屠杀整个狗头人村落 也算报完仇 看着自己疲惫的手下 想着这么久那狗头人早就跑远了 所以就放弃了 忽然 有几个兽人说 看到人类的身影了 不过数量很少 虽然赵福一行人行动很隐秘 但还是被几个兽人看见了 还好赵福是分开走的 所以 兽人看到的 只是十几个人类 奥迪斯听完他们的话 也一想 也没有对这十几个人在意 可能是最近出现的人族村落 被狗头人攻打了 抓了十几个人类做奴隶 第三方战场 是由白起带领的九百名士兵 趁着兽人部落空虚 防卫人少 进攻兽人部落 正面由老罗格带领哥布林 进行阳攻 侧面白起带着其他人 在隐蔽地方躲起来 开始全面射杀 一些老兽人 和一些年幼的兽人 这手段赵福可以说有些狠毒 但如果让赵福在自己士兵死亡 或者是这些老幽的兽人死亡之间 两者选其一 赵福毫不犹豫 选择这些兽人死 白起这一边 只是做出哥布林 攻打兽人部落的样子 看着绝大部分老幽兽人都被射杀 兽人部落 已经完全变成人间地狱 是哥布林攻打兽人部落的样子 把这祸水引到南方哥布林村落 另一边 三千多兽人灭掉狗头人村落后 现在虽说报仇了 心情却也有些沉重 毕竟兽人一方 也将近死了一千兽人 可令他们万万没想到 当他们回来 让他们怒火滔天的是发生了 看着村内一个个老人 一个个小孩 躺在血泊之中 失去了呼气 变成了一具尸体 这可都是他们亲人了 剩余活下的兽人 悲痛地大声说道 是南边的哥布林做的 因为白起 只让正面阳弓的哥布林露面 其他的人都隐藏着 并没有露面 所以他们 只看着哥布林攻击他们 又看着哥布林往南边去了 自然想到 是南边的哥布林村落 听完他的话 所有兽人 再一次拿起武器 也不顾疲惫 杀意沸腾 向南边的哥布林村落冲去 另一边 赵府和白起会合 开始进军东边精灵村落 过了一会后 赵府骑着小黑 带来五百士兵 摆到精灵村落面前 因为这次目的是为了引精灵出来 所以带的兵少 不过 赵府也见到了这些精灵 的确如传说一样 无论男女 一个个长得很俊俏 有着尖尖的耳朵 雪白的肌肤 精美的美容 赵府气势汹汹 带着士兵来到精灵村落前 精灵村落也全体紧备起来 这精灵村落的防御不错 除了木制的围墙 还修建了几个箭塔 还有令赵府没有想到的是 这精灵村落的首领 是一个长得极美的女精灵 她年龄 应该大约刚过三十岁 赵府对美貌可是不感兴趣 当然 赵府不是真的带着人 进攻出精灵村落 而是让攻守攻击 假装出一副 攻打精灵村落的样子 面对赵府的 才几百人的公然挑衅 精灵村落也很快做出回应 两千多精灵就要冲出来 赵府见此 立即选择逃 精灵们看见赵府逃了 本想不追了 精灵本不是好战的种族 可是他们退回村落时候 赵府又带着人来挑衅 三番几次 精灵脾气再好 也忍不住发火了 在那精灵首领的带领下 开始追杀赵府一行人 不过 追了一会之后 精灵发现 赵府一行人消失了 更听见旁边有很多战斗的声音 扭头一看 竟然是兽人和哥布林厮杀起来 精灵首领脑海闪过什么 那美丽面容一惊 大喊一声 快走 可是已经迟 兽人看见出现这么多杀气 疼疼精灵 以为他们是来帮哥布林 除掉他们兽人的 所以 一部分兽人冲向精灵 哥布林也看着出现的精灵 以为他们和兽人一起合作 灭掉他们哥布林村落 所以分出一部分哥布林 向精灵攻去 此时 精灵想逃也来不及了 看着兽人和哥布林冲来 只能被迫反击着 三方混战一下拉开 赵府和一众手下 冷眼看着他们互相厮杀着 欲磅相争 鱼翁坐享气得利 直到他们一个个死去 鲜血完全染红地面 地上躺着一具具尸体 大混战最后 原本三千多的 兽人只活下三百 原本两千多的精灵只活下四百 原本五千千多的 哥布林只活下七百 看着差不多了 赵府带着人一一现身 组成一个巨大的包围着 这三方人 现在赵府是完全不怕 首先他们三方加上一起 不过一千四百 而且一个个身上带着伤 更是经过一场持久的大混战 身体力尽 而最累的 当然是兽人一方 已经经过两次大战 看着四周出现的一个个敌人 其中有哥布林 有地精 有狗头人 还有一个个人类 被包围的精灵 兽人 哥布林 这三方人也顿时有些慌了 全都停下来 京剧看着四周已经包围他们的人 这三方中最清楚的 当然是精灵们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 是赵府他们 把他们引入大混战之中 造成现在的场面 精灵首领一脸愤怒地看着赵府 大声叫道 卑鄙的人类 哥布林村落 是最搞不懂情况的 怎么一下兽人发疯一板打来 一下精灵也打来 最后莫名其妙被人类包围了 兽人是最愤怒的 看到赵府出现 忽然一下全明白了 为什么狗头人敢杀他们二首领 为什么哥布林敢打他们部落 一切幕后始作俑者 就是眼前的人类 所有兽人怒吼一声 发疯向赵府冲过去 赵府一脸平静地 看着兽人冲来 扭头示意摆起一下 摆起大喊一声 二十架散发 争鸣恐怖气息的弩车露出来 当时出发的时候 地经机械学士来禀告的事情 就是车弩研究成功了 这车弩可以说 赵府一开始就在命运研究 到现在这么久 也终于成功了 所以暂时让士兵休整几天 然后赶时间制造出二十架弩车 不过 这弩车也是非常难制造 赵府动员全部人几天功夫 才制作出二十架 现在是该实验一下车弩的威力了 每一架弩车 可以一次性射出三只弩箭 每一只弩箭一只粗 一 四米长 看着冲来的三百兽人 士兵调整一下弩车 然后瞄准这一群兽人 放箭 白起一声命令下 士兵发射弩箭 咻咻咻 一声声巨大的破空声响起 射出的弩箭速度极快 仿佛是一道黑光 一瞬即逝 扑扑扑 一根根弩箭直接贯穿 原本就是筋疲力尽 只是拼着最后力气冲来的兽人 弩箭巨大的力道 甚至贯穿一个兽人的胸膛后 将他的身体带飞出去 直接贯穿第二个兽人的胸膛 像是把他们串成肉串一样 鲜血飞洒战场 一下大约七十多兽人 就此毕命 生命就如此简单消失 弩车的恐怖威力 令喊怒冲来的兽人都硬生生止步 带头冲来的兽人首领奥迪斯 腹部也被一根弩箭贯穿 巨大的力道 几乎让他内脏全部损坏 奥迪斯半跪在地上 口吐鲜血 一双眼睛 仇恨地看着赵甫 赵甫平静地拿起一张弓 缓缓地拉开了弓 对准了兽人奥迪斯胸膛 赵甫也不想这样做 如果可以 他也希望生活在和平年代 不用这样打打杀杀 勾心斗角 做一些不想做的事 可是现在这是大乱事 如果自己不强大起来 下场也会和他一样 这个世界本是强者的天下 弱者是不可能活下来的 对于奥迪斯充满仇恨的双眼 赵甫心中也理解 也并不生气 但赵甫还是必须杀了他 松开了弓弦 一根箭矢一下飞射出去 方圆武师里 赫赫凶名的兽人首领奥迪斯 就此毙命 目光在转向其他人 赵甫大声喊道 放下你们的武器 投降于我 否则就是死 赵甫一边喊着 还有哥布林 还有之前抓的那个兽人翻译着 发生了 哥布林村落 是最先投降的 剩余活下来不多的兽人 见首领都已经死了 除了几个宁死不从的兽人 举起武器向赵甫冲过来 然后被射杀 其他兽人也选择投降 最后剩下精灵一方 精灵首领 看着半跪着死去的 兽人首领奥迪斯 目中有些复杂 这曾经叱诈百里之地的 兽人首领 令无数村落恐惧 瑟瑟发抖奥迪斯 现在就这样惨死在人类手中 精灵首领目光转向赵府 想到村落内老幽的精灵 叹了一口气 带着人半跪在地上 提示 戴希向你投降 你是否接受 赵府听到提示 目光也落在那美貌的精灵妇人身上 选择了接受 见全部的人已经投降 赵府把管理权交给摆起 然后自己跨过地上的一具具尸体 来到哥布林村落的村长大厅 不出意外 这哥布林是高级村落 而且品质是蓝色 选择占领 然后选择迁移 提示获得200战勋 获得4340经验 一下获得这么多战勋和经验 也算是攻下高级村落的好处 现在大秦村都还只是中级村落 升到高级 需要三万经验 现在获得这么多经验 大秦村也会快地升级了 因为精灵村落离这里比较近 所以赵府带着人 先来到精灵村落 村内的精灵们 也得到首领投降的提示 但是看着那么多外族走进来 什么狗头人 哥布林 地精都有 特别是这地方 最令人害怕的兽人也有 所以 大多精灵也不敢靠近 只是站在远处看着 神色有些惧怕 戴希带着赵府 走进精灵村落 向村庄大厅走去 这时 一个年龄 大概只有15-16岁的精灵少女 从一边跑出来 一下搂着戴希的手臂 把脑袋塞进戴希怀里 有些害怕地问道 母亲大人 这是怎么回事 戴希一脸疼爱 看向自己女儿 揉了揉她脑袋 轻声道 等一下再说 说完 戴希然后 又扭头对旁边赵府介绍道 殿下这是我女儿阿萨妮 赵府也看了一眼 在戴希怀里阿萨妮 模样也很美 有着精美的五官 模样有几分像她母亲 但没有她母亲那样成熟 而是带着几次稚气 点点头 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 戴希见此没敢多说什么 把赵府领到村长大厅 赵府则查看一下精灵村庄的属性 也是高级村落 品质也是蓝色 正想占领 然后迁移 可忽然想到什么 来到精灵兵营查看起来 精灵攻守 评价义及兵种 减剑 每个精灵都精通弓术和剑术 兵种效果 转职可获得 弓箭掌握 精灵祭祀 评价地及兵种 剑剑 精灵中的祭祀 兵种效果 转职可获得 生命之力 赵府有些意外 既然看见祭祀职业 可以是通过转职石碑转职 要知道 祭祀是一种很特殊职业 通过信仰神灵才可以获得 所以现在赵府才有些奇怪 然后 赵府问了一下戴希 才明白过来 按照戴希所说 每一个精灵都是伟大的生命女神之子 所以可以通过这样转职成为祭祀 赵府也想起 当时三方混战时候 三种职业最为显眼 一是强兽人战斗起来 双目充血 一身肌肉凝食 勇猛无畏 杀起来任何人都要惧怕 第二 当然是戈布林勇士 挥舞着小短刀 大杀特杀 第三 就是手持目障的精灵 抬手可以放出一道绿光治疗伤员 同时也可以使出攻击法术 召唤出几根长一米的木刺 攻击敌人 这应该是就是精灵祭祀 和赵府恶魔祭祀一样都是地及职业 不过明显感觉精灵祭祀比较好一些 首先赵府这恶魔祭祀总数只有100 而别人都可以通过十倍转值了 不知道数量有多少 这个可不是数量小就好 而是一个弱等神灵 和一个伟大神灵的区别 看完兵种信息 赵府回到大厅 选择迁移 又获得200战勋 3650经验 最后 一行人来到兽人部落 现在兽人部落 还留在不到50个兽人战士 还有200多一点都是老幼 赵府来到 带着一群人来到兽人部落 这些兽人也很理智地选择投降 而赵府直接来到部落大厅 一看村庄属性 有少许意外 兽人村落属品质是银色级别 再一次选择占领 迁移 获得200战勋 7000多经验 占领迁移这三座高级村落 赵府战勋加上之前的已经有800 大清村经验 加上之前也有了26000多 可以说赵府身份和大清村即将升级 这一次最大的收获 当然是人口了 有狗头人300多 哥布林村落700多一点 兽人400多一点 兽人400多一点 最多的是精灵 因为实力小 被赵府留在最后 实力有很大的保留 人数达到1400多一点 处理完现在一切 这一次百里远征 完美结束 不只把兽人这个威胁除掉 还获得总共获得2800多的人口 同时还得到一个银色城市之星 三个蓝色城市之星 又经过几天的时间 赵府回到大清村 把带回来的人统统安置后 然后带着三具有些发臭的尸体 来到白骨空间的祭坛上 这三具尸体 一个是狗头人首领的 其他两个是兽人两兄弟的尸体 选择同桶练化 获得三个资质球 一个SS级的 应该属于奥迪斯 另外两个都是S级的 看到练化奥迪斯后 得到SS资质 赵府也有些庆幸 其实赵府之前在圣光之场 看到有击杀奥迪斯的任务 有不少的功勋奖励 还有一件银色品质装备 但任务完成要求 是把奥迪斯的尸体 或者奥迪斯手机交上去 一个SS资质球 完全是那些功勋 装备不能比的 赵府也没有贪心 把奥迪斯手机 砍下来交任务 因为怕尸体不完整 练化不出资质球 或者练化出残缺的资质球 那赵府就亏了 至于三个资质球 赵府也想到了归属 回到地面 赵府把白山叫到客厅里面 而白山就是大庆村刷新的 第一个必资质老头 也是第一个转职学士的人 年龄现在应该有60多了 同时他兼研究小队的队长 现在大庆村升级为中级村落 学士上线为20个 白山被刚赵府叫来 还以为自己研究这么久 都没有研究出 能探查尸体资质的技能 感觉一定要被责怪 所以脸色有些白 一来就跪在地上请罪道 殿下 属下这么久都没能研究成功 请责罚 赵府坐在椅子上 正要端起一个茶杯 听到白山的话 一愣 想到从一开始 得到天地炼化法阵到现在 感觉是有点久了 不过这事情也急不来的 赵府倒不是怪罪他 起来吧 白老 赵府闽一口茶后 对白山说道 闻言 白山感觉赵府没有生气 也连忙站了起来 然后赵府递给他一个血色光团 白山有些奇怪的 接过血色光团 开始不知道是什么 因为资质球的是 大青村的最重要机密 赵府严令任何人不能外泄 所以一些人根本不知道 这时 赵府把资质球的作用 和他一说 白山一脸愕然 随后反应过来 流出一把老泪 一下抱住赵府大腿 感动叫道 殿下 你真的对我有再生之恩 因为赵府给他的是 SS级的资质球 要知道 整个大青村SS资质才两个 一个是里斯 一个是张大虎 两个都是赵府手下的重臣 特别是里斯现在管理大青村 一切大大小小事物 可谓是一人之上 万人之下 现在赵府给他一个SS资质球 那是把他提升到 与他们一样的高度 一下从一个小平民 到一个重臣 他怎么能不震惊 怎么能不激动 赵府有些无语 低头看着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抱住自己大腿的白老头 忍不住叫道 好了 你起来吧 给白山SS资质球 赵府也是经过一番思考的 SS资质谁都需要 比如柳梅 老罗格 多克 都是S级资质的 但赵府一想 以后得到SSS资质的 还是给他们用的 现在给SS级 是不是有点浪费 而且S级暂时也不错 所以赵府暂时先不给他们使用 还有赵府 当然也可以随便给一个人使用 培养他成为一个大将 但赵府现在不缺手下 况且 还有两个S级的 就是用在这上面 所以也放弃这个想法 最后 赵府想到研究 无论从之前驯化师 还是传送阵 到现在的技能 研究可以说是很重要的 套用现实一句话 科技就是最高生产力 军事要发展 城市也要发现 两者不能缺一 只发展军事 只能造成穷兵独武 现在看似强大 但只是一时的 最后还是因为各种资源 跟不上而灭亡 如果只发展城市也不行 如果军事不够强大 那只会成为别人眼中的肥肉 还有地精机械学士 赵府想 如果之后 也会提供他们资质球 现在他们研制出来的车弩 可以说是现在大秦村的一大杀器 但这只是普通车弩 这对一阶以下的人威力很大 对上一阶以上的人 那威力就小了 所以赵府现在 又命地精们继续研究 争取研究成功一阶车弩 那种能威胁到 一阶兵种生命的车弩 提升资质 不只是提升资质而已 也会提升领悟 提升自身各种能力 这也就是天地炼化法阵 介绍的夺取他人之造化 不过 现在普通级车弩也够用了 赵府暂时没有把剩下资质球 放在这上面 把白山叫起来 让他回去继续研究 那能探查出尸体资质的技能 这可谓对大秦至关重要 闻言 白山一擦眼泪 鼻涕 答应赵府一定尽快研制成功 然后就和一蹦一跳的 像几岁小孩子一样 就离开了 路上还有人奇怪地问道 白老头 什么是把你高兴成这样 白山笑着 是把赵府一顿乱夸 说赵府是最英明的殿下 而且善用人才 我们能有这样 殿下真是三生有幸 这把一直拍赵府马屁的王二狗 都感觉自叹不如 从没有见到 如此臭标脸夸人的 接下来 赵府进行一次 大秦村第一次比武大赛 无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 只选择前两名 一旦选中必重用 其他人则可以获得一些钱币奖励 这一次比赛 大秦村一下热闹起来 精灵 灰矮人 哥布林其他的种族都加进来了 赵府也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是看自己是不是眼镯 错过了什么人才 二是通过这些的活动 来促进各族之间融合 他们可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有自己情感 而不是一堆数据 赵府当然也会考虑他们的感受 正应了那一句古话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先被艰辛打下江山 都知道这道理 可惜后人却只顾贪图享乐 也就是造成 华夏一朝一代的更替 这一场比武大赛 持续了一天 最后胜利的两人中 一个是强兽人名叫萨尔 他的力量可谓真是强大 打斗的方法 也是硬碰硬 拳拳到肉 几个哥布林勇士 都硬生生被他打得趴下 一身结实的肌肉 加上受人可怕的面容 另一众挑战者都望而却步 至于另一个人 令赵府和其他人一种意外 他竟然是王二狗 按理来说他 那个小身板 一个哥布林勇士 绝对会把他揍得半死 可是最后还是 王二狗胜了 原因是 他几乎使出所有的卑鄙方法 什么套当 插鼻孔 都是小事 赵府看见他 有一次上台先挑衅几声 一下冲过去 揍死这一个家伙 可是却中了王二狗的诡计 直接踩中一块香蕉皮 掉下擂台 输掉了比赛 可以说 王二狗虽然赢得比赛 但他的名声 那臭的都不能闻了 不过也有很多人羡慕 因为他 即将得到的是赵府重用 比武结束后 赵府把他们两个叫到客厅 现在赵府坐在椅子 白起几人站在旁边 王二狗和强兽人萨尔 半跪在地上 等待着赵府的话 赵府露出一丝笑容 道 你们两个都令我有些吃惊 特别是你王二狗 王二狗听到赵府的话 脸上有些尴尬 但还是露出一脸笑容的道 这多亏了殿下的福 轻笑一声 赵府把两个S资质球 递给他们 两人结果资质都有些吃惊 随即反应过来 磕头谢恩 赵府看这些事情都结束了 也返回了现实世界 PS 祝大家除夕快乐 感谢轩缘S非 生死不叛官比 黑玄无极天白 理查莱恩 几位的打赏 还有顺便说一声抱歉 为了阅读书爽度 以后打赏 我会阅读统一再感谢了 希望多多谅解 还有明天过年一定报庚 因为老家 在农村 没有网络 所以现在只能一个人 在广东写书 所以不用担心春节会断庚 最后呢 祝大家事事顺利 身体健康 还有天天快乐 回到现实世界后 赵府离开房间 打算去楼下专门 为赢家外戏准备的餐厅 说明一下 所谓的外戏 当然只赵府这些 比庞戏还低一级的人 只是拥有赢家血脉而已 不过 外戏的待遇 虽然比不上正统 还有庞戏 但也不错 比如在小区餐厅里 可以随便吃 而且不需要你来结账 一切由赢家负责 今天是一个大晴天 天空没有多少云彩 而太阳高高挂在上面 阳光有些炽热 一栋建筑内 一个有些偏瘦的中年男子 通过望远镜看着赵府出来 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慢慢地把枪 对准了赵府头 缓缓按下扳机 仿佛下一刻 已经看见赵府 被一枪爆头 脑花四溅的血腥场面 同时 赵府原本走在 一条小路上 突然看着地上 不知道谁掉了一个一元硬币 现在真的是有钱了 什么都满足了 一元硬币都不屑去捡 刚弯下腰响 这一枚硬币捡起来 砰 一声枪声 突然响起 在刹那间 赵府汗毛炸起 只感觉什么东西 从后脑旁边掠过去 当时赵府脑海一片空白 心脏猛烈地跳动着 时间好像缓慢了下来 赵府发出一声声沉重喘息 下一秒 赵府飞快地钻进旁的 绿花袋之中 然后拼命地跑起来 砰 又一枪声响起 四周的人也反应过来 慌乱地四处逃跑着 赵府也趁机跑回了房间 重重地把门关上 靠在门后 身体有些微微颤抖 从来没有想过 死亡离自己那么近 只差一点就被一枪爆头 另一边 一栋建筑中中年男子 看着赵府躲回建筑之中 脸色很是难看 暗骂一声 甚至枪都不要了 直接选择逃 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 这一名中年男子 名叫周谦 一个杀手组织的议员 开始接到这任务的时候 他也很是犹豫 因为他深深知道 五大世家是有多么恐怖 就算顶级杀手组织 也不敢轻易得罪 但这一次 只是杀一个不太重要的外戏子弟 他甚至连赢家庞戏都不如 只是拥有赢家血脉而已 杀他可能不会引起多大关注 而且 这一次任务奖励是六千万 现在已经有三千万 打到自己账号上 并且 对方还提供去往国外的方法 所以 周谦才感冒这么大的危险 一开始 周谦想试探混进小区 可是这不是简单小区 虽然住的是外戏 但还是有很顶级的安保系统 所以周谦也很难混进去 所以选择这种拘杀的方法 可是现在任务竟然失败了 他不得不逃 因为很快的赢家的人 就会找到这里来 房间内 赵府缓缓平静下来 想到这一件事 到底是谁做的 不过一想 甚至也更不用想 都已经知道是谁了 除了早已威胁 要杀了自己的李家 还能有谁 一定知道自己 有赢家血脉 怕自己 在赢家有出头之日 给他们李家造成什么麻烦 所以才这么快想杀掉自己 李家 他日 我一定图你满门 赵府从母亲死后 听从母亲一言 不去找李家 也没去做什么事报复李家 就算当时得到大秦传承的时候 也仅仅是换一个生活 不想和李家有来往而已 从来没有 想做伤害李家的事情 但现在 李家一次次挑战赵府的底线 甚至自己刚刚差点就死了 赵府心中对李家恨意 一下达到临界点 忍不住双手紧紧握拳头 咬紧牙 冰冷地说道 可是赵府缓缓过后 冷静下来 明白现实中 自己根本什么都不是 没有钱 也没有权 什么都没有 自己怎么可能逃得了 一个庞大的世家追杀 今天他可以派人居杀自己 那明天就可能上门 后天又什么下毒 自己已经成为李家的新头次 他们一定想尽一切方法杀掉自己 也许 自己可以把身份泄露 是大秦的传承者 得到整个赢家全部的支持 赢家可是华夏五大世家之一 他们的势力 可比李家大出很多 大唐虽然是内侍的天朝上国 也绝对可以说是一个强大的世家 甚至比隋朝杨家势力还要庞大 但是他和秦朝赢家 可差好几百年的底蕴 所以 自己完全可以借赢家之手 除掉李家 杀掉李家全部的人 让李哲跪在母亲前面忏悔 然后再了结他的性命 一切看似都是那么好 突然 赵府发出一连串笑声 嘲笑自己也是够傻的 你以为站出来 高声大喊 我是大秦的传承者 然后赢家热烈欢迎你 全部会拥戴你 认你是整个赢家之主吗 这 可能吗 自己不过是一个外来者 只是拥有少许赢家血脉 他们怎么可能把整个赢家都给自己 这么庞大的一个赢家 被一个外人夺得 这谁又会服气 从那些正统看待这些连旁系 都不如的外系就知道了 他们的态度 已经是被外系分为三六九等 如果赢家在天启世界复国 一旦自己公布身份 首先赢家表面上一定会认自己是大秦之主 但暗地使出各种手段 然后架空自己 谋得大秦传承后 自己一旦失去利用价值 就会毫无意外地被赢家杀掉 现在这个世界为了利益 都可以兄弟反目 父子相残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 你敢说 他们会不对这样一个外人 还什么都不是的人下手吗 所以 即使赵府公布身份后 也不是意味着安全 而是接下来面对更可怕的赢家 李家的危险来自明面上 赢家的危险来自暗面 更让人防不胜防 所以 现在的情况就是 随便的一个人都可以捏死自己 而自己就是如此弱小 问题来了 李家和赢家都很危险 也无法不能逃掉 该如何选择 赵府只能陷入沉思之中 忽然 一阵敲门声响起 赵府一惊 把目光转向门上 请问赵先生在吗 敲了一阵门后 门外响起一道女声 赵府有些熟悉 从猫眼一看 发现一个女人 带着几个保镖站在门外 这女人赵府也认识 这个女人正是把自己 带到这里的季晴 赵府一想 打开了门 问道 有什么事吗 季晴见此 微微一笑 道 赵先生 我西大小姐 请你过去一趟 赵府一愣 知道季晴口中的 西大小姐是什么人 她本名叫迎熙 迎家六脉 其中一脉的继承者 她现在找上自己有什么事 首先肯定不是 自己传承者的身份暴露 因为这 除了自己其他人都不知道 那迎熙找自己 有什么事 赵府忽然联想到 之前发生的事情 又想到自己身份 可能是被她注意到了 或者准确地说是 发现了可利用价值 赵府一想 点点头 然后跟着季晴 还有几个保镖保护 来到一个美丽的花园里 其中一个年龄 大概在二十三四岁左右 长相很美 身穿着一件淡白色裙子 在花丛中 好似仙子一般 西大小姐 人我带来了 季晴微微鞠躬 敬了一下礼 神色恭敬地开口 对着迎熙说道 迎熙刚好摘了一朵粉色小花 奄然一笑 然后把目光 看向季晴身后的赵府 点了点头 赵府见迎熙看着自己 也没有做出任何表情 只是一副淡然的站在那里 你跟我来吧 迎熙看了一眼赵府后 说了一声 就转身向一边走去 赵府也明白地跟在她身后 不到一会 赵府跟着迎熙 来到花园中的一个凉亭中 迎熙坐在一把精致编制的主意上 伸出玉手 示意赵府一下也坐下 赵府点点头 坐在了一边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迎熙微微一笑 一双眼睛看着赵府问道 赵府心中一想 虽然猜迎熙叫自己来是什么意思 但赵府还是做出一副 不明白的样子 摇了摇头 见此 迎熙有些满意地又问道 那你恨李家吗 果然 经过这一次枪击事件 自己的身份 已经被迎家上层人看中 面对迎熙的问话 赵府没有掩饰 直接流露出真实情感道 哼 我可以帮你复仇 那你愿意加入我这一脉吗 放心 我可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绝对没有一个人能伤害到你 迎熙也没有在拐弯抹角 看着赵府目中那真实的恨意 直接对赵府开口说道 帮我复仇 赵府却心中很是明白 他怎么可能帮我复仇 赵府早已经知道 迎熙找他来的目的 是想把他作为以后 控制李家的一个棋子 未来的大乱世 战国纷争 各大世家当然也开始布局 迎家也不例外 如果迎家今后对李家下手 赵府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棋子 因为赵府也拥有李家血脉 虽然现在赵府拥有李家血脉 不算什么 但是在迎家强大的支持下 赵府作用足以可以分化李家 一边还可以作为迎家的棋子 从而控制李家 李家血脉外系也很多 当然迎家 也可以随便选择一个人进行培养 那为什么选择赵府 因为首先作为这一个棋子 不能太笨 如果太笨 也无法压制李家其他人 同时也不能太聪明 因为可能反噬 而赵府另一身份 也足以吸引人 因为他还具有迎家血脉 控制一个具有迎家血脉的棋子 远远比控制一个简单的李家 外系子弟要好 赵府早清楚迎戏的目的 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 所以赵府没有表现出太笨 也没有表现出很聪明的样子 其实在之前 来的时候 赵府本想公布身份 虽然赢家和李家都很危险 但现在赵府也没办法 如果不选择公开身份 那就会被李家杀死 所以赵府只能选择公开身份 暂时把命保住 赢家的危险只能慢慢对付 此时 赵府心机足以令人一些老狐狸感觉害怕 一般的谋士都可能自叹不如 因为赵府从小就经历诸多苦难 看尽了这世界冷暖 更明白这个世界的本质 一只赵府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的确孤独是一件坏事 可令人发疯 令人痛苦 但它可以让人成长 更能让你看透人心 所以这也养成赵府现在的性格 点点头 答应迎戏的要求 她把自己当成一个科棋子 自己也是暂时利用她保证安全 双方各自利用而已 答应这对现在赵府更有利 此时迎戏可能以为完全掌握自己 而自己也会表现出一副她想要的样子 至于李家 自己也不需要任何人帮忙 双手沾满令自己厌恶的血 这才会令人愉悦 迎戏见赵府答应 心中也微微一喜 赵府在她计划中 可是一个很重要的棋子 所以立即吩咐下去 给予赵府一切优待 还有更安全的地方 啪 另一边 李家一个房间内 李峰一脸怒气 用力地拍了一下桌面 大声道 迎户真的是欺人太甚 之所以李峰这样生气 因为收到迎户的警告信息 如果赵府死了 我图直戏百人 这样完全不把李家放在眼里 好歹李家也是一个庞大的家族 也有自己傲气 这让人怎么受得了 哼 李峰冷哼一声 道 这赢家真的太狂妄了 以为我李家无人 还真以为我们李家 怕他们赢家不成 见李峰一副怒气 想和赢家大战一场的样子 管家忍不住在一边劝道 老爷 消消气 现在与赢家作对 实在不治 他们不是还没有找到大秦传承者 现在可以先忍忍 未来赢家发展 绝对不抵李家 之后再对付赢家也不迟 闻言 李峰点点头 气道也是消了一点 问道 那杀手解决没有 千万不要给赢家 直接抓到把柄 管家恭敬回答道 老爷 已经解决了 你放心 李峰听到管家的话 也输了一口气 要是杀手落在赢家手中 一定会引起不小麻烦 比如李家派人杀死生子 还没有成功 这事说出去 就会令李家名声臭一下 不过这事 李峰感觉 考虑有些不周到 那个也 众议加入赢家 自己就派出杀手 就算做得再隐秘 也会猜到是李家下的手 可是现在不下手 今后他发展起来 下手只会更困难 早知道一开始 就把他母子一起杀了 李峰暗恨一声 李家的另一处房间内 李白青坐在一副椅子 看着手中资料 意外的一笑 道 没想到我还有一个 同父异母的哥哥 李白青作为大唐的传承者 得到整个李家的支持 大量资源支持他 此时 他也建立了 只属于自己的情报网 所以 也得到自己爷爷 派杀手去杀赵府的事情 微微一想 李白青在心道 赵府是李家有些对不起你 如果你不做危害李家的事情 日后我一定会放过你 并且补偿给你 如果你真的 做了赢家的棋子 来危害李家 那就不能怪我心狠了 殿下 现在该怎么办 旁边一个五位的青年 低头一抱拳 对着李白青请示道 这微五青年来都不小心 是大唐名将李靖之后 名叫李广野 虽然他也有自己的家族 但是遇见李白青后 也折负他的才华 认为李白青一定是一个明君 打算和先祖一样 继续效命于大唐 除此 大唐也刷新了两个历史人物 其中一个是薛仁贵 一个绝对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将 一生也是征战无数 为大唐立下汉马功劳 还有一个就是 敢直言近见 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的卫征 李白青听到李广野的话 道 先暂时不用管 如果李家和赢家相斗 对谁都没有好处 只会便宜其他人 现在一切应以发展为主 李广野文言 点点头推到一边恭候着 赵府这一边 首先房子 搬到只有直系弟子 才能居住的地方 而且 迎西环给他配了一个保镖 专门保护他的安全 现在暂时性 也只能这样 生命有了少许保障 赵府回到房间 拿起天启之石 选择进入天启世界之中 进入天启世界后 赵府控制着 不要想着现实世界的事情 把心思完全放在大秦村上 现在大秦村 是赵府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 因为之前的受人威胁解除了 赵府有想过谋划神灵的事 可以想首先天地炼化法阵 可不是想用就用的 他需要金石 现在玉槽中的金石 本来就不多了 就那点能量 怎么可能炼化那神灵 金石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 绝对是最重要的资源 没有他就无法使用天地炼化法阵 可是金石实在是太贵了 十金币才能买一颗 十金币那是十万铜币 赵府也没有那么多钱来买 倒是可以用从白骨空间 获得装备换 可是这装备 赵府也急需啊 收服精灵兽人一重后 赵府从三百狗头人中抽出一百 从七百哥布林村落中抽三百 从四百兽人抽了一百 从一千四百精灵中抽六百 现在赵府可出战兵力 已经达到两千九百名士兵 而蓝色装备 只是一千多件 自己都还去怎么卖 所以金石比较难得 除非是找到能赚大钱的方法 获得很大资金支持 购买金石 不然就看走不走运了 能不能在恐怖森林中 发现金石矿卖 所以 现在只能暂时把那个谋神计划停住 接下来任务 当然是继续探索恐怖森林 现在赵府只是探索完 大秦方圆三十里之内的地方 现在则探索三十里以外的地方 看能有什么收获 现在士兵达到两千九百 带着这么多士兵是有点多了 赵府一想分成两队 一队由白起带领 一队由自己带领 从不同方向进行探索 几天后 两队探索完大秦村方圆五十里 却并没什么大的收获 倒是又攻下四座初级村落 其中一座普通村庄 一座刘斐村庄 一个地金村落 还有一个哥布林村庄 攻下这四个村庄 都是使用的 以人口为最大资源 而进行战术 所以保留了很多人口 四个村落 又大约提供了一千三百多人口 赵府抽出五百 把兵力扩大到三千四百 可以说 现在大秦村 绝对是方圆百里 最强大的村子了 同时攻下四座初级村落后 赵府也获得二百战勋 使得自己身份 提升到三等男爵 虽然这只是三等男爵 但毕竟是一个爵位 拥把村庄升级成小镇的权利 除了这些 三等男爵还有一些特权 比如 在系统主城内的士兵 会对你尊敬 商店也会帮你打九折 而且可以直接在系统主城内购买房屋 或者是不需要功勋 直接成为系统城市的居民赵府 看中了购买房屋这一点 在某些游戏小说中 一进城市 然后就购买大量土地 然后卖出去 弄房地产 现在无疑是最赚钱的 不过现在系统主城的房屋 只能是出租 必须你刷城市功勋 然后提升为系统城市的居民 然后才能购买土地 不过这也有限制 你只能在居民区购买 而且也不能多买 一些商业用地 还有繁华地区 你是无法购买的 赵府知道 他获得三等男爵身份 可以直接购买房屋 但这可能也会有限制 但赵府还是打算去系统城市看看 因为现在挣缺钱 能弄到赚大钱的方法最好 使用传送阵 又一次来到盛光之城 这里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人还是这样多 赵府直接来到房产处 一进来 这里面人还不少 赵府还看见几个 也算是认识的人 一方是姜柔 还有几名姜家子弟 还有一方 当然是周家 那个浮夸 带着几个小混混 在里面纠缠着姜柔 不过 他也不敢太放肆 因为房产处属于 盛光之城官方的管理处 或许周家可以在玩家中 可以作威作福 但是在原居民眼中 却什么都不是 如果敢得罪系统主城官方 那周家以后 绝对每一个人 敢进盛光之城 因为现在系统主城的力量 不是任何人可以抗衡的 赵府看着眼前一幕 可能一是周家的势力太大 姜家不得不屈服 赵府看姜家势力却也不弱 那只有是第二种 他们的关系 这两人是在家族长辈的支持下 或者是不反对 默许下才形成这样的 既然他们的家族都不管 赵府又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 所以赵府也并不想管 直接走进房产处 打算想问一下 男爵有什么限制 以及有哪些好处 这时 姜柔目光也落赵府和白起 两人身上 虽然赵府和白起都披着斗篷 但是姜柔还是一眼认出来了 随即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是 旁边那个顽固 脸色却冷了下来 也看出眼前这两个人 就是之前打他那两个人 当时听到他是一国传承者 周杰还以为闯大祸了 可是经过回去一查 有一国传承者又姓赵的 根本不在恐怖森林 而且恐怖森林 根本没有任何世家进入迹象 你想想 恐怖森林拥有一国传承者 那他的世家 一定会进入恐怖森林 帮他凑齐各种资源 帮助其发展 但现在却完全没有任何迹象 而且 当时说他是一国传承者 也仅仅是通过另一个人的叫声 所判断的 根本是没有一点证据 证明他是一国传承者 周杰看来赵府 就是一个山村小野民 听着别人叫殿下 自己也装逼让手下 叫他殿下 马德 真是不要脸 他们世家都不敢这样叫 冷笑一声 上一次因为带的人太弱 吸取那次教训 周杰又专门请了几个 有力量的大手 为了就是这一天报仇 小子 有本事跟着老子出来一下 周杰冷笑着对赵府说道 他知道 赵府添麻烦了 他之前也把恐怖森林 有一国传承者的事情 上报上去 可家族一查 完全排除有这种可能 还把这当成一个笑话 他自己也受到不少冷言冷语 即使这样 姜柔还是觉得赵府不简单 他相信赵府绝对是一国传承者 而且还是很强大的那种 甚至预感未来 他的名字会响彻整个世界 哪怕这被当成一个笑话 他也相信着 周杰 不要惹麻烦了 这对你周家不好 姜柔试图劝周杰一下 可周杰却心中一气 他和姜柔 可是家族名面上 都撮合在一起的 周杰早已把姜柔 看成他的未婚妻 但现在这未婚妻 竟然帮别的男人说话 这周杰怎么不气 赵府也有些意外 姜柔会帮他说话 但对于周杰的挑衅 赵府也没空理 周杰见被赵府无视 直接冲上去 一巴掌扇向赵府 并且大声叫道 你马得比 老子和你说话你没听见啊 听到他骂人的话 赵府目中一冷 面对周杰上过来的巴掌 赵府未动 旁边白旗冷哼一声 直接伸出手 抓住周杰伸过来的手 直接一扭 咔嚓一声 将他手臂直接扭断 啊 一声惨叫声响起 周杰几个顾的手下 见主子被打 怎么还能忍 几个直接握拳冲向白旗 可是凭这几个人 也许在平常人眼里 是一个好手 但对上白旗 却是找死 现在白旗修为 都已经是七段了 加上装备属性 这几人怎么可能打得过 所以 两三下就被白旗打到在地 爬都爬不起来 周杰看着自己 花重惊情的打手 竟然如此的弱 立即有些害怕的 对房产出的管事的教导 你看了 他动手打人了 快把他抓起来 可是 接下来令众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原本对玩家爱达不理的管事 竟然尊敬地 走到赵府面前 叫了一声 男爵大人 文言 赵府淡淡点点头 心想 果然身份提高了 就有这好处 扭头看着捂着手臂 一脸不敢置信 看着眼前一切的周杰 对管事问道 这怎么办 管事一笑 道 我亲眼看见这些刁民 先动手打男爵大人 所以 男爵大人是正当防卫 在下这就叫人 把这些人扔出去随后 管事真的叫几个人 把周杰几个人 给扔到大街上 姜柔还有一些其他人 也完全没想到 事情有这样的结果 更没想到 赵府已经把身份 提升到男爵了 要知道姜柔这些大世家 才刚刚升级到公民程度 离男爵好大一段距离 其实这些玩家 普通世家 都把村庄建设 在系统主城附近 虽然安全很多 但同时机遇却少了 可以说 现在恐怖森林中 绝对只有赵府一个人 升级到了男爵层次 赵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刚不好意思 给你添麻烦了 姜柔为之前一口叫出赵府 引得周杰丁上 为现在所发生的 这一切事情而道歉 赵府一想开口道 姜大小见 其实没什么 只是一些小麻烦而已 不必道歉 姜柔还是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可这事情 还是和我有关 真的不好意思 还有不用叫我姜大小姐 直接叫我名字就可以了 听到她的话 赵府明白地点了点头 这时 姜柔又忍不住说道 那个赵先生 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 这一幕绝对是羡煞旁人 能让姜大小姐 如此主动的 还没有几个 文言 赵府微微沉吟一下 哦 可以 还有也不用叫我赵先生了 叫我赵姓吧 赵府不想泄露本名 只能是随便编了一个名字 姜柔听到赵府答应了 还把名字告诉她了 也忍不住高兴 轻轻一笑 将她柔弱之美 展现的淋漓尽致 看得别人有些失神 赵府对这免疫很大的 之后 又和姜柔简单聊了几句 得知姜柔来这里目的 姜家是把圣光之城 当作主要发展之地 所以现在想买几块地 可是一般居民地 谁都不想要 而姜家想买一块沿街的地面 可是有居民限制 所以也不能买 听到这事 赵府也一想 倒是自己把这些地买下来 然后高价卖出这些世家 然后赚取巨大的暴利 原本赵府的如意算盘都打好了 可是接下来听到姜柔的话 赵府却是失望了 之所以失望 是听到姜柔说 只能拿出四十金币 也就是四十万个铜币 但这只够买五个金石的 现在赵府如果要够买金石 所需要的金币 实在太多了 首先天地炼化法阵的一千个槽 至少要一千个金石吧 赵府有问过老罗格 如何才能让神灵降临 老罗格的回答是 神灵无法本体降临 但可以分身降临 只要通过大量的际限 就可以做到 这神灵分身到底有多强 赵府心里也没有底 虽然只是一个弱等神灵 但绝对也会很强大 所以一千金石是必须要的 而金石的价格 是一颗十金币 十颗就一百金币 一千颗金石需要一万金币 等于一亿铜币 赵府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太疯了 花这么多钱 为了一个不确定的好处 但一想 那可是至高无上的神灵 可以主宰万灵生死 一旦把它炼化 一定会留下某种 足以逆天改命的东西 欠了一亿铜币 所以现在赵府对江柔的 四十万铜币 完全看不上 不过一想 以现在世家 能拿出四十万铜币 也不错了 赵府先是问了一下管事 自己男爵有哪些特权 得知自己 还可以在圣光之城中 花钱雇佣十个一届士兵 至于房产除城主府之外地方 可以随意购买十处 得知这个 赵府弄房地产 谋取暴力的想法也打消了 首先只能购买十处 还有买这些地 卖个给谁 而这些世家太穷了 现在倒是可卖一个人 请给江柔 收下他四十金币 帮他购买一处房产 一般居民区几万铜币 就可以购买 沿街的需要十几万铜币 这一次 江柔购买的是南大街一处 还比较繁华的街道 需要三十一万铜币 赵府帮他购买了这一处房产 然后余下的金币 还给江柔 江柔一直困扰的事情 一下被解决 这事真的是完全把赵府 当成一个普通 一脸感激 对赵府说道 赵姓谢谢你 赵府不在意的点点头 房产支出利益并不大 所以赵府没有打算参与 现在弄清男爵的特权 赵府有少许失望 其实 那个雇佣十个一届士兵 看似还不错 如果赵府是普通村庄 可能早就雇佣了 但现在 自己可是拥有传说品质的村庄 并且有特殊传承 而现在这些庞大系统主城 不过只是黄金品阶 你可用雇佣那十名士兵 但你无法保证这十名士兵 会对你完全忠诚 一旦你拥有传说 不然有一人来报 殿下 我们在大清村西边53里处 发现一个特大的青铜金矿 听到这个消息 赵府忍不住一喜 青铜金是一种像是青铜的矿石 但却可以打造蓝色品质装备 按照士兵所报 是一个特大青铜金矿 到底有多大 招来萨尔 他是这一次探查队的队长 赵府问了一下详细情况 得知那个青铜金矿 是一个露天矿 而他的面积 竟然覆盖方圆两里地 光露出的就这么多了 那地下的数量可能更多 赵府都忍不住有些激动起来 此时 萨尔开口又说道 殿下 那里还有一个大约一千多人的 灰矮人部落 盘踞在那里 文言 赵府点点头 召集全部兵力前往青铜金矿 到了之后 赵府一脸吃惊 只见眼前没有一棵树木 空旷的一片 一眼望过去 看不到底 而地上都是那种 带着淡青色的矿石 布满了整个地面 虽然之前有听说青铜金矿很大 赵府也没想到 这有这么大 此时 看起来 一个个灰矮人 穿上一件件青铜金甲 手持着青铜金斧 青铜金锤 赵府也带着人 包围了这灰矮人村落 看着这一千灰矮人身上 可全都是又精良 又崭新的蓝色品质装备 令赵府都有些眼馋 这么多 这么好的装备 赵府望着这矮人村落 也没有打算直接动手 因为这些可是锻造师 占领这里之后 这些矿石如何变成装备 可都靠他们了 随即 赵府特意叫上一个灰矮人当翻译 大声说道 我不想伤害你们 你们也知道 这巨大的青铜金矿 有多大的价值 就算今天不落在我手中 也会落在别人手中 只要你们投降于我 你们的生活 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并且 我还会派人专门保护你们 大声喊完这些话 赵府见到灰矮人 毫无动静 随即示意摆起一眼 摆起立即命人 推出60架车弩 这些天制造了不少车弩 此时全部瞄准了 这些灰矮人 我再说一次 我不想伤害你们 但你们别逼我 当然赵府没有直接 对这些灰矮人发射 而是掠过他们的头顶 弩箭的巨大的威力 设在他们木制房屋上 直接贯穿 见到车弩这么大的威力 灰矮人村落终于有动静了 一个大胡子灰矮人走出来 大声喊道 大人 你真的会遵守你的诺言 只要我们投降于你 真的不会改变 我们生活 还派人保护我们 赵府心想 自己又不是 让这些灰矮人去战斗 他们价值在锻造 而且这么多青铜金矿 要靠这一千灰矮人 其他灰矮人跪下 愿意投降 矮人一族 虽然有时候脾气有些不好 但还是性格大多 平时还是比较老实忠厚 也比较爽快 没有多大的心机 所以见不敌 一下选择投降 见他们投降 赵府心中也有些开心 带人进去接手了 灰矮人村落 这一次赵府只是占领 并没有打算迁移 而这一座灰矮人村落 品质只是普通 名叫若德村 之前那个带头的 就是首领若德 一进灰矮人村 若德就给了赵府 一个惊喜大礼包 这让赵府产生 连续被天大馅饼 砸中的感觉 若德给赵府的 惊喜大礼包就是 除了他们身上 穿的盔甲武器 他们还打造出了 四千件盔甲 还有武器 听到这个消息 赵府惊喜着 连忙让若德 带着自己查看 随即一会之后 若德带着赵府 来到一个很大的仓库 只见里面堆满了 一件件青色的盔甲和武器 闪耀着金属光芒 赵府感觉 剪剑 青铜金打造成的 上等铠甲 青铜金剑 品阶 蓝色 属性 力量加1 敏捷加1 剪剑 青铜金打造成的 上等剑 全部都是上好货色 而且全部加两点属性 价格可以卖到 600多银币 同时有了这些装备 大青春完全可以 装备大换星 实力也会提升一大段 而且有着超大青铜金矿 以后都不需要 从白骨空间 获得的那种 经过侵蚀的装备 忽然 赵府灵光一线 倒是想到了 赚钱的好办法 既然不需要 从白骨空间 获得的装备 但那也是蓝色品质武器 自己不要 而想要的一大把 自己可以把它们卖了 现在每天 李文都 可以带出100多件装备 只是人手有些少 还要打造其他的 修复他们过程 有些缓慢 现在加入1000灰矮人 完全可以快速 把它们修复 还有现在士兵身上 穿的1000多件 也可以完全卖掉 当然 这些装备 不是直接卖个商店 赵府 而是打算直接开店 如果这些装备 卖给商店 一件只有300银币 如果是自己卖的话 一件可以卖到400多银币 忽然 想到这样赚钱的方法 赵府心中有些开心 离炼神计划又进了一步 随后又感兴趣地 来到灰矮人兵营 查看一下 矮人战士 评价F 加急兵重 减剑 矮人中强大的战士 兵种效果 转值可获得技能 挥舞 矮人锻造者 评价D 急兵重 减剑 将矮人天赋 发挥到极致的矮人 兵种效果 转值可获得技能 强化锻造 看完兵种介绍 矮人锻造者 属于特殊兵种 兵种等级也是D 级 可以说也很强大 赵府那恶魔祭祀 也是D级的 不过赵府这是战斗职业 他那个是辅助职业 而且加上矮人本身的锻造天赋 这职业绝对很强 现在若德村是终极村落 所以这矮人锻造者的上限为实 看完若德村的一切 赵府开始布置 这个巨大的青铜金矿 所蕴含的价值无法估算 但绝对是令人发疯的价值 甚至系统组成发现 都忍不住想抢夺 所以 赵府不得不在这里留下2000名士兵 沿近方圆 实里任何生物踏入这里 这里可以说 在未来都可能是支持大秦的重要命脉 随后 赵府又在这里修建一座传送阵 方便与大秦村今后来往 剩余的1400士兵 赵府继续分成两队 交给张大虎萨尔多克几名大将 自己吃掉就行了 如果发现了终极村落在会和一起进攻 如果发现高级村落这事 赵府才亲自动手 所以 这些进攻初级村庄 还有终极村庄的事情 赵府也不再亲自带领 完全交给属下 现在赵府手中村落已经达到20个 其中8座人族村落 4个哥布林村落 3地精村落 2个狗头人村落 1个兽人村 1个精灵村落 1个灰矮人村落 这些村落的人口刷新 加上大秦村的人口刷新 一天赵府最少可以获得130人口 这三天 人口就比得上一个初级村落的人口了 所以 赵府对人口的事情也放慢下来 回到大秦村 赵府先是去圣光之城 买了一个储物戒指 这赵府早想买了 可是几次都忘了 不过这储物戒指还是很贵 一个10平米的储物戒指 就要10金币 赵府买了一个后 就回到大秦村 带上大秦村这些天 所获得的大量钱币 还有不少装备 去处理一下 在圣光之城开店的事情 正准备离开 柳梅一下不知道从那里冲出来 一下挡在赵府身前 他身后还跟着那个15岁的精灵阿萨妮 也不知道 他们俩个怎么走在一起的 此时 柳梅一脸不开心地看着赵府说道 殿下 我也想去系统主城看看 你为啥总不带我 我带着你干嘛 我去系统主城市有事 赵府奇怪地回答道 那也可以带我去了 我这么漂亮 去了也可以帮殿下正面子 柳梅毫无一点谦虚 信心十足地说道 赵府见柳梅这一副样子 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的确柳梅很美 而且属于那种妩媚类型的 这带去是给自己正面子了 可是引来的麻烦不是一般多 所以 赵府还是一口回绝了柳梅道 不行 柳梅听到赵府答复 一下又过去搂着手臂 用她那饱满胸部乱蹭 娇声道 殿下 我想去嘛 还有阿萨妮妹妹也想去哦 又来这一套 赵府一喊 感觉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听到柳梅的话 赵府看向旁边阿萨妮 阿萨妮那稚气的脸庞 面对赵府 神色还是有些畏惧 但还是努力地点点头 一双清澈眼睛 带着稀奇的目光看着自己 微微一想 赵府忍不住点头答应下来 不过又说到 等处理完圣光之城开店的事情 再带他们进系统组城看看 听到赵府的回答 柳梅开心发出银银般的笑声 松开赵府 拉着阿萨妮就跑得没影了 赵府见此 轻笑着摇了摇头 使用传送阵来到圣光之城 传送到圣光之城后 赵府正想去房产处 忽然见到路边玩家的一个小摊上 摆满各种现实动物的木雕 其中有熊猫 有海豚 还有企鹅 这新奇的动物木雕 吸引了很多原居民的围观 赵府忽然又想到什么 在这里办一个酒楼也不错 把现实中各种食物带进来 比如什么火锅啊 铁板烧之类 各种新奇的菜肴 名以食为天 可以为吃而疯狂 所以再吃的方面很赚钱的 因为原居民身上油水不少 打定了注意 赵府来到房产处 这一次 赵府几乎带来全部的钱币出来 一共是103金币 主要有高级寿人部落 以下贡献的45枚金币 赵府想好了 在两处繁华的街道 买了一个100多平方米 要了25金币 还有一个400多平米的房子 65金币 一共花去90金币 现在赵府钱就这么多 其实赵府也知道 现在玩家穷 没什么油水 等以后玩家们肯定也会富起来 毕竟是人多是重 现在加上帮江柔买的一处房产 还有这两处 一共是三处 自己还可以购买七处 因为三等男爵权限 能随便购买十处房产 应该在提升身份后 这购买房产的数量 也还会更多 同时 自己也可以去兵之森 还有魔术城 购买购买房产 这暂时等酒楼 装备电营历后再处理 还有或许 也有人开酒楼的想法 只是现在无法购买房产 这只能让赵府结族先登了 还有自己帮江柔买的一处房产 也知道 他们是开部电 听他说 是得到一种七桥仿制术 虽然制造布料 还是普通品杰 但却一场美丽 应该会吸引很多女性顾客 赵府帮江柔买下房产 当然也有留下后手 虽然知道 江柔可能不会做出什么危害 自己利益的事 但江家可说不定了 毕竟家族都可是利益之上 所以 赵府也留下后手 那一处房产 虽然用江家的钱买得 但可是在自己名下 当时江家身份 最高是公民而已 不能购买 也不能过户 所以赵府光明正大的留下这后手 如果他们敢做出什么 赵府也会毫不手软 把店铺收回 赵府可不想做一个 好心去帮人 最后去被坑了的那种烂好人 100平方米的装备店 简单装修一下 就可以运营了 但是九楼必须要精致装修一下 一楼大厅可以摆上90多张桌子 二楼已做出12雅间 三楼可以制作4个至尊VIP房间 又花了30金币 请人装修 还要请厨师 还要服务员 装备店用自己的人完全可以 只是列出价格 然后售卖就可以了 不招玩家 在九楼外面挂了一张牌子 招收服务员15名 只限女生 要求能吃苦耐劳 工资是一个月3000同币 同时招收5名厨师 男女不限 要求会做现实中各种菜肴 工资是一个月8000同币 照府招牌一挂出 立即就引起不少人围观 虽然工资是3000同币 但同币卖到现实中 那可是3万 现在那个服务员 一个月有3万工资的 同时 厨师工资也不错了 很多人开始应聘 服务员倒是挺好选 一副厨艺很高的样子 但这不吃一下 谁会知道 照府把这些人带到后厨 让他们用最简单的食材 看能做出什么味道 听到照府的话 他们开始动手 先是在一边挑选各种食材 都是很基本的 比如萝卜 黄瓜 土豆之类 把食材洗净后 他们开始动刀 照府则站在旁边观察着 他们的刀在菜板上 快速跳动着 将食材分成一根根 的确每一个人 都有厨师的样子 从刀工看来 没有一个大水逼混进来 照府还看见一个 青瘦的青年 那刀工简直是出神入化 只见他把一块 白萝卜按在菜板上 甚至他不用看 菜刀仿如在菜板上 滤动一样 哒哒哒 发出一连串动听的声音 而他自己 就像一个优雅的钢琴师 这让照府都忍不住 对他做的菜 有少许期待 听到他之前的介绍 名叫霍青 年纪稍微比自己大一点 现在照府一直带着斗篷 他们一直也没能看见 照府真正的样子 只知道 他是一个男的 众人对着神秘老板的身份 也比较好奇 现在除了原居民 这还是第一家玩家开的酒楼 光凭这个 就足够吸引人了 还特别是他披着那黑色斗篷 更添加几次神秘感 随后 每个人开始炒菜 那个霍青 又让照府眼前一亮 只见他掂起锅 食材高高飞起 又重新落回锅里 轻轻一洒一把调料 一切如行云流水 潇洒利落 最令人期待的时刻来了 每个人都炒好一盘菜 放在照府面前 之前照府招的15个女生 也好奇一直在旁边看着 对那个霍青 当然是最为期待 一看他刀工和炒菜 那绝对就是艺术 绝对大势级别的 照府也对霍青最为期待 忍不住拿起筷子 最先品尝他炒的一盘 炒白萝卜丝 这一盘炒白萝卜丝 一根根大小都一样 极其工整 而且白如雪 没有一点像是炒过的样子 上面还放着少许葱花点缀着 散发出淡淡的甜香味 用筷子加一些 所以照府轻轻放入嘴中 抬动这杯尺 咀嚼了一下 随即照府脸上一僵 把口中的菜吐掉 抱歉 收回那句话 果然混了一个大水逼进来 这菜怎么看得这么好 可怎么这样难吃 倒是他没放咸了 也没放甜了 就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吃 其他人看着照府 竟然把刚放出口中的菜 一脸奇怪 其他厨师倒是松了一口气 明显是又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霍青站在旁边 甘大地笑了笑 啊 老板你怎么吐掉了 是不合你胃口吗 这可是我特意研制出来的味道 说着 他还让旁边站在旁边的女生 过来尝尝 照府也没阻止 看着特质的味道 是不是就 自己一个人感觉难吃 其他人也是一脸奇怪地走过来 因为都和照府期待的一样 这一盘炒白萝卜丝 肯定会特别好吃 可看着照府一吃就吐了的样子 所有很奇怪 他们走过来之后 尝了一口 下一秒 纷纷涂掉 这让霍青尴尬都要死了 只能站在那里暗暗叹息 随后 照府又品尝了其他几个 味道都很不错 最后品尝了一盘菜 也是炒白萝卜丝 样子上和霍青的差不多 摆盘也很漂亮 可照府上了一次当 心里有些抵触 可是为了公平起见 照府还是尝了一口 等时 照府感觉这味道 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 这炒白萝卜丝味道清甜 没有一点萝卜的辛辣 脆脆的 很是美味 有种让人吃了一口 还想再吃一口的感觉 这谁做的 照府抬头看向一众厨师问道 这时 一个身材高挑 穿着一件古质长裙 戴着一副面纱 但绝对可以感觉出 是一个很古典的美女 但这种美人 还有厨艺 绝对不只是为了那八千同比而来 照府神色严肃起来 对着其他人说道 你们先出去一下 等一下我公布结果 其他人也感觉到什么 也纷纷离去 倒是霍青 见到照府吃完 露出那吃到超级美味一样的表情 明白自己是真正遇见大师了 笑着跑过来 热情对着那名神秘女子 说道 美女 等一下我拜你为师哦 说完后 霍青开心才皮颠皮颠跑出去 你是谁 我这小店可容纳不了 你这种大神 照府目光看着这名神秘女子道 神秘女子 微微一笑 开口道 我可不是什么大神 只是一个以时为天的小名而已 文言 照府一文后 脸色更加严肃起来 没想到这么快 就遇见诸子百家中的人 而以时为天 那只能是诸子百家中的十家 你们诸子百家的人可高贵得很 本人这小店 留不住你这样的大人物 还是请令谋高处吧 每一个诸子百家中的人物 绝对是十分危险的 照府再没确定他的意图 怎么敢留下这样的人 任何小看诸子百家的人 绝对会死得很惨 女子听出照府的戒备 对着照府的一脸回绝 女子也没生气 神色也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带着淡淡的笑容 一副极美的古典美人姿态 说道 阁下 不用这样戒备识家 我们只是一群小人物而已 根本没有什么野心 对那争夺天下 千秋低夜并不感兴趣 只想找一处安宁做做菜 看着时刻们露出那满意的笑容 就已知足 闻言 照府戒备之心稍稍一剪 但还是问道 你怎可知 我就能给你们一处安宁之地 阁下 有点您说错了 现在诸子百家之人 虽属一脉 一家 但却各位其主 有的是为了信仰 有些是为了实现那远大的暴富 有些是想为了这天下的太平 小女代表不了整个十家 但小女能代表自己 认为 你能给我一片安宁之处 可别说你没有那能力哦 殿下 等时 照府一惊 目光冷下来 望着女子 道 你怎么知道 我身份的 神秘女子轻声一笑 回答道 小女虽实家之人 但小女的妹妹 可是阴阳家五行脉之一的少私命 所以也略懂一些阴阳家的阴阳之术 阴阳术 照府皱起眉头 这什么女子说得这么玄乎 就算亲眼看见纳克尔之神 也不过认为 一种强大到至极的生灵而已 对玄乎的东西 这有些不幸 但华夏也是博大精深 说不定有这样奇数 这时 神秘女子也开口解释道 殿下 小女是看你头顶的气韵 黑金龙光 一种只有获得国之传承的人 才会拥有气韵之一 所以 小女才得知你的身份 文言 照府松了一口气 她只得知自己是异国传承者的事情 自己的身份还没有完全暴露 只是暴露出一部分信息 殿下 既然你如此想隐藏你的身份 这一物可以帮你掩盖起气韵 不过无法帮你在现实中隐藏气韵 虽然天启世界的一切都无法带回现实世界 但气韵却无法阻拦 不过也不必担心 你遇见阴阳家门人或者道家门人 一般是是看不出天子之命的 说着 神秘女子递给赵府一块很普通 甚至有些粗糙玉佩 赵府疑惑查看一下 藏 玉佩 简介 原本普通玉佩 经过阴阳秘术加持 可以隐藏住本身全部气韵 赵府吃惊一下 看简介 经过阴阳术秘术加持 系统竟然承认阴阳术的存在 这么玄乎的东西是真的 其他事情一定不会泄露给她的 一双目光落在她身上 道 我可以收留你 但我希望你的话说的是真的 不然也别怪我无情 神秘女子轻轻点点头 至于她的名字 从她之前的介绍 赵府已经得知名叫何仙如 这一件事情 也就到这里 赵府输出一口气 想到外面的人还等待着结果 所以转身向外面走去 看着赵府离开的背影 何仙如白色面纱之下 露出足以倾国倾城的笑容 跟在赵府身后 一起走出去来到外面 看着其他等候结果的一群人 赵府也宣布 包括何仙如在内的五个人 成功应聘 至于那霍卿 那大水逼 当然没有录用 其他没有录用的人 带着失望离开了 但霍卿直接跑到何仙如旁边 美女 求你了 收我为徒吧 放心以后 绝对不给你丢脸哪 嗯嗯 令人所有的人 包括霍卿这大水逼都有些猛 没想到何仙如这样简单就答应了 见此赵府也收下这大水逼 切切菜 打打杂 还是不错的 之后一切处理好后 赵府又花了重金 做了两块门匾 这两块门匾 都是蓝色品质木头 木头颜色也很好看 酒楼名为西洛楼 因为当时买下这里的时候 正是夕阳西锤 染红那半边天 那晚霞真的很是美丽 至于装备店 赵府想着那些卖的装备 锻造时间很久 样子也很古朴 所以名名为古气店 完全处理完这些事情后 赵府还没开业 却又卖了不少装备 拿着一百金币 来到一处建筑面前 这一建筑 是圣光之城的内务官 所在之地 拖下斗篷 赵府带着一副笑容 走过去把几枚银币 塞进守卫手中 加上赵府那三等男爵 很快 守卫就进行禀报了 随后请赵府进去 来到客厅 赵府见到一个 白白胖胖的中年胖子 坐在正上椅子上 赵府上前进了一礼 拜见 内务官大人 虽然赵府的三等男爵身份 可以让原居民尊敬 但在这内务官 已经掌握了不少权力的人来说 赵府在旁边椅子上 轻轻一笑道 在下在圣光之城 开了两家店铺 听说内务官大人之名 所以特意来拜见 随即 赵府把装有一百金币 撑得鼓鼓的小钱带递过去 道 小小敬礼 王大人不要在意 内务官眼睛看到 钱袋口子露出来的 金灿灿的光泽 把接过来一颠 足足有一百金币的样子 内务官脸上的笑容 有些亲切起来 阁下随便拜访就是 我会很欢迎 不过以后不用带什么礼物了 说着 内务官毫不留痕迹 把钱袋塞进自己口袋之中 赵府才不相信 他那表面的鬼话 之前就有打听过 关于他的消息 不然赵府也不可能来找他 看着内务官收下钱袋 赵府也连忙应声道 是是 在下明白 小店以后 还王大人嘟嘟关照 内务官一脸笑容点点头 道 那是肯定的 对了 不知道阁下你是否知道 你可雇佣实士兵之事 赵府明白 这是要给好处了 所以做出一脸茫然的样子 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不知 内务官见此 道 最近一些刁民经常闹事 圣光之尘有些混乱 那我做主派20名士兵给阁下 用于守卫 赵府心底一喜 据他所知 雇佣一个一阶士兵 一个月至少要10金币 一个月10名一阶士兵 就已经100金币了 现在一下给了20个一阶士兵给自己 完全是白送给自己当守卫 这价值 已经完全超过100金币了 不过 今后可能要经常送礼了 这也没办法 想在一地混的风生水起 你不和官方的人交流一下 增进一下有意是不行的 那多谢内务官大人了 赵府感谢一声 随后又简单交谈几句 最后重新带上斗篷 带着20名守卫回到酒楼 这时 赵府早命人准备好 准备好几桌酒席 被带来的一众士兵道 各位不用拘束 这些都是在下请你们吃的 今后还请诸位可多多敬礼 一众士兵 脸色有些犹豫 他们可是听命来守卫的 可不是来吃吃喝喝的 见此 赵府一笑 诸位 你们不用担心 是我让你们吃的 一切不用无需在意 文言 一众士兵看着一桌上的美食 有些不好意思 道 那多谢老板了 随后 这些士兵就坐上桌 一顿胡吃海喝 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不经常下酒楼的 这里原住民的酒楼 不是一般鬼 招待这一众士兵后 赵府又让人做出 一桌桌的饭菜 大开店门 然后大喊一声 本店今日开张 一切免费 圣光之成员居民 请各位随便吃 不过注意玩家必须结账 现在玩家身上穷得很 而且人数超多 要赵府不限制的话 估计赵府喊完后 涌入进来的 全部都是玩家 原居民根本挤 都可能挤不进来 想要生意好不好 必须想要让人知道东西好 看着桌上摆着的 一盘盘奇异的美食 原住民心中也好奇 不过反正是免费的 他们也毫不客气地吃起来 留下十名士兵守卫秩序 随后赵府回到装备店 大喊一声 全场一律八折 也正式开店 有十个一阶士兵守卫在这里 也不担心什么人回来捣乱 特别是那个周家 如果他们真不识食物 赵府也想找个机会除掉他们 第一天 也就这样过去了 九楼没有盈利 还亏了不少钱 但第二天 生意比第一天还要火爆 因为在这里吃过的人 回去这样一说 无数人怀着好奇的心理 也赶来了 装备店一天也卖出400件装备 一下盈利达到恐怖的1600金币 一下卖出这么多 自己感觉存货恐怕几天会就没了 为此 赵府摆出一些 开始不屑于卖的白色品质装备 为了增加吸引力 赵府还摆出几件银色品质武器 而现在一般 系统商店都没有几件银色品质装备 除此 赵府还摆出几个五链之魂 一般五链之魂 一般开出不同等级技能 有时候最低等级F级技能也有 但价格却在一 二金币之间 而赵府这五链之魂 最低都可以开出C级技能 但因为都基本是物理技能 价值在20金币左右 无论银色品质武器 原本二十金币五链之魂 赵府也开出二百金币价格 为了增加噱头 赵府为银色装备添加介绍 上古惊天大战中所得之气 每一件都隐藏着 强大的上古之力 一般人是无法察觉到它的存在 只会等待着有缘人发掘它的价值 让它重现神器的光辉 还有五链之魂 赵府也添加介绍 上古圣灵所留 蕴含强大力量 传说能开出SSS级超神技能 不过凡夫俗子不能领悟它的奥义 哈哈 赵府做出这些介绍 别人也不敢说假货 说假货都证明是凡夫俗子 没眼光的假货 当赵府做出这些介绍后 赵府的装备店名气一下 超过几家原住民所开的装备店 什么惊现上古神器之类 什么惊现圣灵之魂的小道消息 一下就流传开来 现在无论是酒楼还是装备店 生意也是一样的火爆 赵府看着那钱 就是流水一样 进入自己口袋 心情自然高兴 同时 赵府也引起了世家和一些势力的注意 世家一方 有六大家族盘踞在恐怖森林 以这里作为主要发展之地 因为进入天气世界的人都是随机 所以 这里也只能在恐怖森林 聚集一小部分各自世家的人 其他都分散开来 而以恐怖森林为主要发展之地 原因也很多 有的认为竞争相对来少一点 有些认为这里好发展 有些的是下一代继承者在这里 这六大世家分别是 江家 张家 曹家 严家 华家 周家 除此 还有玩家所组成的三大势力 有圣光团 兵之盟 魔术邦 按照他们名字来看 他们就是分布三大系统组成的最大玩家势力 至于还有一些杂鱼 就不多说了 这三大势力 有的是现实世界近代发家的财团 所组建的势力 有些的是纯属一般朋友聚在一起所形成的势力 也有些纯属一些小混混 加上一个有野心的老大所创建的势力 赵甫之前身份泄露 他们全部当成一个笑话 但现在却他们将信将疑 先不说赵甫是不是一国传承者 但从现在看来 就凭他不需要蓝色品质 还拿出那银色品质装备 还有五炼之魂出来卖 就知道他的力量会有多么强大 现在虽说赵甫仅仅是一个人开了两家店 但他的威胁远远大出了所有人 现实中周杰被他的父亲周十之生气 一脚踹倒在地 让你这败家子 整天给我到处惹事 现在你看 又惹来这样一个实力未知的对手 旁边还有一个青年 年纪比周杰大了几岁 但是正是周家大少爷周明 周明看着自己弟弟 被踹几脚后 才走过来劝道 好了 父亲可以了 已经让小杰已经受了教训 现在事情还没铸成大错 双方也没达到不死不休的地步 现在我们应该要快些发展势力了 现在江家已经得到一个店铺 光卖部每一天 可是有二十金币盈利 文言 周十之才冷哼一声 停下手 随后和周明开始商量一些事情 周杰面脸淤青 缓缓抬头 看着交谈的两人 心底有一丝怨恨 另一边 赵甫在装备店面前 也摆出收银色品质以上所有材料的牌子 同时也可以用店里东西换 现在虽然赵甫蓝色品质装备不缺 但是银色品质装备还是比较少 还有 现在村里也只有若德村五个灰矮人 能打造出银色品质装备 大秦村王大武 因为打造时间相对比较短 不过也触碰到打造银色武器的边缘 处理完这些 赵甫拿着钱币 先把其他七处看好的房产买下来 然后拿着钱回到大秦村 又传送到另一个系统组成兵之森 兵之森赵甫甫还是第一次来 传送过后发现 其实和圣光之城差别不大 宽大的街道 拥挤的人群 唯一有差别的地方 就是这里的军备比较严 一路来到房产处 又是购买了十房产 同时赵甫打算 在这里也开一家西洛楼 又是进行一番招收人手 至于装备店 暂时就不开了 光圣光之城一家店 就已经有点功不应求 赵甫也不太想拿出青铜金 打造成的装备出来卖 因为不太想强大了自己对手 除非是拥有大量银色品质装备的时候 赵甫才会选择拿出来卖 又是一番和系统官员友好交流一下 获得十名守卫 然后又准备开张 同时赵甫也去了一次魔术城 又把之前做过的事情又做了一遍 现在西洛楼一共是三家 经过几天的开张 每天带来的盈利加在一起 总共有五百金币 加上装备店一天平均下来 也有六百多金币 这还是装备不足下的盈利 要装备足够的话 每天至少都是一千金币以上的盈利 利润这么大 赵甫也开始组建第二支通道探查队 成员技能和第一支队伍一样 有哥布林勇士 还有弓兵 步兵 赵甫也帮他们买好了圣光系技能 还有些奇怪的是 李文带着队伍 这么久 连一条通道都没探查完毕 这当然不是李文的问题 是通道太长了 最之前那条通道 是一次坍塌意外发现的 而另一边被坍塌形成的巨石 还有泥土给堵死 所以赵甫也不清楚 这通道有多长 又通向哪里 现在有这么多钱 赵甫也要考虑其他的 首先是大秦村最为重要的金石 可惜赵甫无法发现 一座金石矿 现在三大系统组成 也只是掌握着一个小型的金石矿脉 每一天 也是只能产出三四百的金石 光这金石支出 就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一千金石就一万金币了 日后谁知道会消耗多少金石 现在赵甫为了拿炼神计划 暂时也是豁出去了 带上刚刚不久 恐怖森林探索队伍击杀的一只血狐 这一只血狐是精英生物 身上的毛皮 也最多在五六百银币 但你要做成奢侈名 价格要翻几倍 一般都是几千银币 深得一些贵妇喜欢 带着这血狐皮 赵甫又来到圣光之城内务官面前 因为金石最大出处 就是系统城市 所以赵甫找直接找上内务官 内务官几日也有留意赵甫的事情 现在赵甫在圣光之城也颇有名气 不少上层人物也有提到他的名字 当然 这些上层人物 不会对赵甫那装备店有什么兴趣 因为他们身上 至少都是黄金品质装备 提及他的原因 是关于他的酒楼 各种奇异的美食夺人眼球 这些上层人物 也是人 当然也要吃饭了 所以对这也免疫不了 西洛楼的十二个雅间 还有四个至尊房间 经常处于爆满的状态 所以内务官 对待赵甫的态度 也发生重大改变 开始从之前有点高高在上的样子 到现在已经和赵甫称兄道弟 赵甫也得知 内务官的名字叫秦南 而且 别看他这胖胖的样子 他可也是一阶的强者 秦大哥 小弟又来拜见了 赵甫见到秦南 面露笑容 稍微一礼地叫道 看见赵甫 秦南也有些开心 因为赵甫每一次来 可都是会带一些礼物来 秦南笑着回道 赵兄弟 你又来了 来来来请坐 秦南热情地把赵甫迎进去 然后问道 赵兄弟 这一次 你又是来找我何事 赵甫没开始说事情 而是直接把血狐皮递上去 秦南接过血狐皮 用手轻轻抚摸一下 感觉这柔软 绝对上品 也是一喜 见此 赵甫才开口道 秦大哥 想购买一些金石 文言 秦南喜爱地抚摸着血狐皮 点点头道 你想要多少 一千 赵甫淡淡回答道 什么 这么大的数目 秦南也是一斤 一千金石 那可是一万金币 赵甫怎么可能有什么多钱币 不过随即一想 光他几家店铺 十天的盈利就够了 虽然赵甫有钱买 但秦南还是面露难色 因为这东西很不好 弄金石属于比较重要贵重的物品之一 很多人都有插手 平时的话 每天出产的金石 系统主成会保留一部分 另一部分则拿出来销售 所以现在店铺中的金石才那么少 秦南沉思一会 便开口道 赵兄弟 我最多可每天出售给你50金石 这数量虽然有些小 不过 我会给你一些优惠 每一枚金石 只卖你八金币 赵甫听到秦南的话 点点头 一天50金石 20天就可凑齐 赵甫对那炼神计划 也不是很急 因为还有很多东西要准备 同时 自己每天也有些闲钱 花在其他上面 见赵甫答应 秦南也稍微一松 秦大哥 那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这是赵甫件事情办妥 也告辞了 秦南一脸笑容的道 那赵兄弟 以后经常来玩 是是是 赵甫连忙应声道 之后 又是客套几句 赵甫最后才离开 现在手中一共还有4680金币 赵甫带着这些钱 开始逛个大商店 要买的东西很多 可是能看上的很少 赵甫买了一个回春单的单方 可以很快治愈伤势 还几个银色品质材料 除此就没有什么意外的收获了 传送回大秦村 把材料和单方 分别交给手下的人 赵甫看着一切事情 都已经处理完 想着之前答应过柳梅 和阿萨妮的事情 把他们两个叫到旁边 递给他们两件宽大的斗篷 柳梅 你千万别给我惹事 如果你敢给我惹事 以后别想我答应你任何事 赵甫提醒对柳梅说道 好了 好了 知道了 柳梅有些小不开心的样子 却拉着赵甫向传送阵走去 阿萨妮开心的也连忙跟上去 随后 赵甫三人传送圣光之城 看着这人群涌动 街道旁摆着的各种新奇 和漂亮的商品 柳梅忍不住兴奋 开心大笑起来 引得旁边之人纷纷侧目 赵甫拉了他一下 让他老实一点 阿萨妮也是第一次 见到这场面 也忍不住有些兴奋起来 不过面对周围的人群 却有点怕声 拉着赵甫的斗篷 这时 柳梅看着一个做唐人的 一下惊喜地拉着阿萨妮就跑过去 赵甫见到他们这样高兴的样子 也微微一笑 跟上去 老板 这怎么卖的 柳梅拿着唐做的一个老鼠 对一边怎在做唐人的玩家说道 这个玩家 是一个中年男子 在现实中 也是做唐人的 可是现实中 生意却一般般 一次突发奇想 把这手艺带到天气世界 却异常红火 而且赚得也多 那一个三铜币了 就可以 老板回答道 柳梅身上可没带钱 把目光投向身后的赵甫 赵甫也明白地 掏出几枚铜钱递给老板 同时让阿萨妮 也选一个阿萨妮 选了一只大花猫的 看着柳梅 把这放在嘴边舔一口 阿萨妮也伸出粉红的小舌头 轻轻舔了一下 感觉甜滋滋的 忍不住开心笑了起来 清脆的笑声 听得周围的人 心情也好起来 这时 柳梅又发现什么 拉着阿萨妮 向你一边跑去 赵甫慢慢 也跟上去 之后 东西买的不少 柳梅最后又被一家布店吸引 硬把赵甫也一起拉进去 姜柔此时也在店铺里 看着三个带着斗篷的人走进来 其中一个自己很熟悉 姜柔喊了一声 赵甫 没错 这一家布店 正是姜家所开 听到姜柔叫声 赵甫应了一声 得到赵甫的回答 姜柔走过去开心地道 没想到你这大忙人 会到我店里来 抱歉 最近事情繁多 没来光顾一下 赵甫也有些歉意地告罪一声 没想到这事 这时 姜柔也注意到 拉着赵甫那一只嫩白明显不是男的手 有些在意问道 他们是 赵甫听到姜柔的话 一想回答道 他们算我的朋友吧 你好 柳梅笑了一声 对姜柔说道 也算是打招呼 然后拉着阿萨妮 一起去挑选自己所喜欢的布料去了 赵甫 真的谢谢你 当时能帮我买下这一处店铺 让我稍微松了一口气 有能力决定自己命运 姜柔一双柔柔的目光落在赵甫身上 真的是很感激地对赵甫说道 赵甫也知道 姜柔虽然也是嫡系 但是却排行老三 也不是姜家下一代继承者 所以 只是作为与周家联姻的工具 他明显不想嫁给周杰 可是家族重重压在他身上 加上周杰天天纠缠 他真的快喘不过气 现在有这一家店铺 对姜家体现了很大价值 所以 也有了自主权 赵甫文言 稍微也能体谅那种感受 轻摇摇头 道 小事而已 主要你的七桥仿之术 才使得生意这么好 但还是要感谢你 姜柔还是坚持说道 赵甫见姜柔这样坚持 也不再说什么 这时柳梅又把她拉到旁边 问着那种布料做衣服好看 赵甫也抱歉一声 随后 在赵甫帮着挑选下 柳梅和阿萨妮 选择了几种布料 赵甫也想结账 姜柔坚持不要 赵甫也没再坚持 最后 赵甫带着柳梅和阿萨妮 两人回到大秦村 今天可把他们两个高兴坏了 突然 赵甫脑海连续响起几声提示 提示 恭喜你的村落 升级高级村落 提示 恭喜你得到天地认可 开启特殊建筑 齐天台 提示 大秦国运觉醒 你的子民获得气韵加持 提示 大秦国运觉醒 你唤醒沉睡之中的 震国之气 这一声声提示响起后 赵甫还没有反应过来 轰 一声巨大轰鸣声响起 大秦村的城市之心 那散发尊贵紫色光芒的魔方 在半空蒸蒸作响 突然 爆发出一道 仿佛要吞噬一切黑色光芒 冲破屋顶 冲上云霄 那上天 仿佛都要被刺穿 哄 黑光刺破苍穹 发出一声惊天巨响 同时黑光形成一道黑色光柱 屹立在天地间 在这刹那间 风云变色 日月无光 声势骇人 原本的蓝天如同漠染 变得一片漆黑 地面开始冒出一缕缕黑气 这黑气长而似龙 散发出少许金光 从地面冒出后 向天空涌去 所有属于大秦的子民 都像是受到什么召唤 开始一一双膝跪在地 李四百起 都没有例外 跪在地上神色激动 天空之上 开始凝聚出一朵朵黑云 慢慢地形成 一片覆盖方圆千里的黑色云层 这黑云与普通乌云不同 它是一片纯黑色 还散发出世人黑光 从远处看 这一片天空 完全一层阴霾笼罩 那种感觉 像是前方就要落下 蔑视狂雷 让人汗毛树立 心生畏惧 苍穹之下 所有生灵感觉压抑起来 仿佛心脏被一双大手抓住 不能喘息 哦 突然 一声苍尽有力的龙鸣 震动九霄 响彻整片天地 一条猙獰霸气的黑龙 在黑色云朵中 隐隐闪现 露出一灵一爪 发出恐怖的地质凌压 圣光之城 一位身穿白衣 纯净无比的女子 冰之森 一个身披铠甲的男子 魔术城一个 穿着绿袍的老者 恐怖森林深处 一条长千米 一身有黑发亮的鳞片 头上有六只血色眼睛的恶骄 空童之地的大厦 传承者四季 白山的大商 传承者地无天 中南的大洲 传承者鸡神明 古猿的大汉 传承者刘烨 在那道苍尽龙鸣想起后 集体一惊 看向远方 赵府的方向 这时 大秦村上方 黑色云层之中 一个争鸣而巨大的龙手 缓缓露出来 一双龙幕 带着屁腻天下的王道霸义 看向下方的赵府 一切变化真的太快 赵府也有些反应不过来 但也明白 大秦真正传承的时候到了 这是大秦得到这片天地的认可 轻轻呼出一口气 闭上眼睛 缓缓张开双手 一件黑金龙纹袍 缓缓从虚空出现 轻轻劈在他身上 头上一个黑金龙面 也从虚空出现 轻轻带着他头上 随着赵府的动作 他脚下一块块散发神秘的石砖浮现 把赵府慢慢拖举起来 最后一个宽9米 高18米的石台出现 赵府站在平台中间 双眼微闭 还是那一副双手张开的姿势 但此时却身披黑金龙纹袍 头戴黑金龙面 浑身上下都发出一股黄者气息 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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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声巨大剑鸣声突兀响起 巨大剑鸣 直接碾碎云霄 爆发一股害人力量 形成了一道超强的风暴 从大秦村四周扩散开来 刹那间如灾难降临 风暴肆虐开来 飞沙走石 无数树木摧折这时 十二个高百米的青铜巨人 在天空之上 缓缓浮出 他们目光冰冷 双手握剑 十次上舱 发出一股滔天杀伐之意 令方圆百里的空气都为之一宁 无数生灵都在瑟瑟发抖 这时 云层中降下万道霞光 云层中那巨大而猙獰的黑龙 也缓缓从天空中游下来 一下转入赵府身体之中 等时 赵府身体也爆发出一股强悍的气势 这气势充满尊贵 威严 还有天下地上为我独尊的霸气 在这强劲气势下 石台旁边柳梅和阿萨妮 双膝跪在地下 额头紧紧贴着地面 脸色苍白 身体颤颤在发抖 他们从来没有这么恐惧过 仿如被推到死亡边缘 不依一怒 血见无耻 天子一怒浮尸百里 这是属于地者威严 还好 这气势一下缓缓在散去 天上异象也在消失 令柳梅和阿萨妮身体一松 大汗淋漓 无力爬在地上 天空中那十二青铜巨人 也化为十二道青光 变成十二青铜小人 漂浮在赵府周围 石台之上 赵府缓缓睁开双眼 双眸一道黑光闪过 此时赵府模样也发生一丝改变 清秀的脸庞 多了一丝威严 另一边 圣光之城 兵之森 魔术城的三人一脸严肃 望着远方久久不语 恐怖森林那一条身长千米恶骄 也收回目光 重新爬回地上 不过感觉不舒服 又往旁边挪了挪 离大秦村方向远一点 四季 地无天 鸡神鸣 刘烨 四人感觉身体血脉的躁动 还有那种星际感 也明白 又一个强劲的对手出现 他们四个也刚刚不久 把村庄提升为高级村落 获得天地气韵传承 他们虽然村落原居民 没有赵府多 但是有大量玩家 或许 也有其他的皇朝 也把村庄提升为高级村落 也获得气韵 但从来没有让他们四个如此忌惮过 四人明白这人是谁 能给他们如此威胁的人 也只有一直没有露面的大秦传承者 大秦可谓说 在华夏是杀伐性最强的一个王朝 从历史来看 他是灭掉诸国 结束五百多年的战国时代 完成大统一的王朝 从气韵来看 大夏代表的是华夏正统 所代表的气韵 是金色神龙光 大商各种祭祀占卜 所代表神秘的青龙地光 大周分封天下 代表的是九首龙光 大汉是如智天下 代表的是祥瑞温和的黄龙之光 也只有大秦主杀伐 代表的是黑金龙光 在后来或许 也有人身上具有黑金龙光 在乱世成就一番霸业 但和大秦的黑金龙光 是完全不能比的 最后从镇国之气来说 镇国之气 无疑是极大气韵 大名利所助救之物 大夏朝有九州顶 镇压天下气韵 大商朝有摘兴楼 可观周天星辰 大周朝有风神榜 可分封 重臣大汉朝有白地剑 可斩神龙 也只有大秦的十二金人 是具天下之兵 即天下杀伐之气 所锻造之气 所以 四人才如此忌惮大秦 开始对一直未露面的大秦传承者 他们还存在一丝侥幸 认为他没有得到赢家支持 肯定是发展不如他们 但现在看来 那一丝侥幸荡然无存 大秦已经开始 向他们展示出獠牙 这形成一道重重的力量 压在他们心中 四人望着远方 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圣光之城 何仙如站在西洛楼的三楼 目光也注视着远方 双眸紫光一闪而过 随后缓缓地低头 看着自己身上 似有一缕常人肉眼 无法察觉的气息 这一缕气息是黑色 长而四龙 他自然明白这是什么 脸上也浮出一丝笑意 另一边 赵府睁开双眼后 点开属性界面 因为他提示 获得一个称号 大秦弟子 大秦帝国传承者 一国气韵加持其身 看完称号简介 对于气韵这玄乎的东西 赵府有些不明白 随后把目光转向自己身上 看着身穿的黑金龙蚣袍 还有黑金龙脸 这没有显示是装备 因为提示是气韵所化之物 大秦 黑金龙蚣袍 唯有大秦传承者才能穿戴 至高无上的象征 大秦 黑金龙脸 唯有大秦传承者才能穿戴 至高无上的象征 也就显示这样 没有其他什么属性了 随后 赵府看着漂浮在自己周围的青铜小人 手一伸 十二个青铜小人 自动飞到手中 十二金人 白色 即天下之兵所助之气 可镇压一国气韵 著名 不要轻易使用 每次使用十二金人 将会消耗大量气韵 同时也可以通过 获得大量气韵进行升级 又是气韵 看来以后可真要对气韵了解一番 赵府沉吟一声 接下来看着脚下踩着的石台 齐天台 上城天地 一国传承的特殊建筑 可与村子一起升级 特殊属性 天灾抗性正30% S资质以上 刷新正15% 这齐天台 应该是获得一国传承 才会出现的特殊建筑 一般世家 传承是不可能有的 主要附加的是 两道属性 天灾和S资质 天灾有很多 现实世界 就有比如旱灾 水灾 雪灾之类 现在村庄种植的农作物 看似风调雨顺 以后说不定会受到什么打击 而天灾抗性 是免疫这些吧 第二条 S资质以上刷新 可以说也是很欠缺的一个属性 要知道 现在大秦村 还没刷新一个S资质 可见S资质多难获得 查看完这些 赵府缓缓走下齐天台 倒是第一次穿龙袍 还有龙面 有些不习惯 走到石台下 看着柳梅和阿萨妮 摊倒在地上 赵府连忙走过 扶起他们两个 关心问道 没事吧 柳梅和阿萨妮 脸色惨白地摇了摇头 还没有从恐怖的 王者气势中 缓过来 恭喜殿下 贺喜殿下 获得气运传承 李斯带着一众人 面露笑容 先是敬了一礼 随后开口说道 赵府文言 也露出一丝笑意 点点头 然后让他们把柳梅扶下去休息 自己来到村庄大厅的 剑城之心旁边 把手中十二同仁一身 十二同仁自动飞起 漂浮在剑城之心的旁边 见此 赵府也回到现实世界 查查那气运信息 发现 气运 指命运 气数 古文 杰由父 中写道 敢气运之和顺 乐实则之有成 气运也 实乃运气也 孟希彼谈 像书中也说 小则人之重疾 亦随气运胜衰 他们的意思也指的是 一个人的命运气数 不管是王侯贵族 又或者平民百姓 小到一人 大到一国 都具备自身的气运 悬傲至极 决定一个人 或者一个国 自身的命运 气运在十 道路四通八达 气运消失 百般磨难上 赵府得到这个解释 也明白了气运的重要性 虽然气运在 天启世界中数据化 但本身真实存在 竟在身边 却无法触碰 看完气运解释后 赵府又打开天启论坛 查看有什么新鲜的消息 的确发现一个 虽然从未发生 但却无数世家 都在关注的事里 终于露出一丝踪迹 而它当然是 现实世界的华夏了 要论传承的话 华夏获得的传承 都比不了一个普通世家 因为普通世家 最少都可以获得 一个先祖传承的 它建国在两百多年 属于现代国家 在天启世界中 根本不会有任何传承 别的国家还好 有自己的古历史 可以获得古传承 这些大美国几乎没有 要论传承的话 原本的第一大国 一下变为末尾 但现实世界 他们是发疯一样 用钱收购一切有用的东西 靠着巨大的财富 才勉勉强强保住大国的位置 这些现代国家中 最闪耀的无疑是华夏 因为古代整个世界的文明发展 都是华夏为中心 只是到了近现代 才慢慢落后 所以才说 华夏是天启世界 最大的主战区 这些都好像扯得远了 其实现在华夏 是被无数世家 分层一块块的 但作为华夏主心股 还是存在的 要论传承 的确它比不上任何世家 但要论资源 还有人数上 没有任何一个世家能媲美 天启世界的种种 华夏也随他们去闹 但只要在现实世界 维持一种秩序就好 各方也努力维持着 因为现实世界崩盘 这对谁都没好处 所以 在天启世界态度上 而且势力惊人 他们也似乎没想到 本想是暗地发展 让这一群世家 拼得你死我活 最后再统一消灭 在天启世界中建国 可没想到 这么快就暴露了 此时 某上将站出来也说话了 提倡爱国精神 呼吁多支持国家 共建和平未来 和平未来 赵福忍不住一笑 这在天启世界 是最不可能的东西 未来只可能是 兵戎相罚 战乱不休 血流成河 尸堆成山 看完这些论坛内容 赵福叫人 送了一份饭菜进来 现在作为迎戏的棋子 可以拥有很多好处 也不必赵福再出门 这也为了赵福安全 同时也倒不用担心下毒 在吃的方面 无论那个世家都严控着 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赵福吃完饭后 又回到了天启世界事件 此时 刚好赶上第二天人口刷新 只见初始之地 一道金光闪过 提示恭喜 刷新一个SS资质 赵福也一喜 连忙跑过去查看起来 大清村已经是高级村落 现在的人口刷新 大概45 五十之间 这个SS资质 是一名白晋的青年 姓名 夏明 资质 SS 称号 5 职业 商人 战虚 平民 零 二百 种族 人类 寿命 两万两千一百 忠诚度 八十 属性 力量 六之力 实体质 八敏捷 七 修为 零段 功法 5 技能 经营 装备 不依 不邪 粗不酷 看完他的属性 赵福简单和他聊了几句 夏明虽然武力不行 但还有一个特长 那就是 善于商业管理 同时 他也有商人职业 更有技能经营 因为能很好管理赵福现在 以及之后的生意 此时 赵福在系统组成的生意是火爆 但却忙得一塌糊涂 因为缺少对管理的经验 现在把这些事情交给夏明 他应该处理得更好 大清村第一个刷新的是 SS资质 而不是S级 应该是大清村 本来很久没有刷新出S资质 一下得到气韵和齐天台 又加上村庄升级的作用 累计翻倍 所以刷新一个SS资质 随后 白山也一连喜色来爆 研究成功能探查 尸体资质的技能 这就是气韵的好处 真的是好运连连 赵福也一喜 跟着赵福来到研究室 看着多出来的一座石碑 赵福把手放上去 提示获得F级技能 尸体探查 学会这技能后 赵福对着旁边死掉的 一只野鸡使用 提示 技能使用成功 该尸体资质为F级 听到这信息 探查资质的技能 终于研究成功 接下来大秦村的资质 将会大幅度改变 赵福也准备发展高资质兵 为未来做准备 想到未来大秦高阶兵 纵横沙场 骑成天下 无人可当的样子 忍不倾笑一声 这时 白山过来一脸兴奋 攻破一个大难题 准备迎接下一个难题的问道 殿下 接下来 要我们研究什么 赵福也想了想 让白山他们研究语言 现在手下 已经有哥布林 地精 兽人好几个不同的种族 以后 加入的种族将会更多 因为语言不通 造成阻碍也比较多 所以赵福让他们研究语言 加强种族之间交流 白山得到赵福指示 告罪一声 又跑去忙活去了 见此 赵福不给他们舔麻烦 也离开了研究室 忽然想到大秦村 升级为高级村庄 还没有查看属性 所以来到村庄大厅 村名 大秦村 传说 等级 高级 340 15万 村庄面积 15平方公里 村庄领地 750平方公里 居民 8950 36000士兵 4340 12000 明星 80 特殊属性 领地作物产量正50% 领地作物生长时间负50% 人口兵种上限正30% 居民属性随机加3 士兵属性正3% 人口吸引率正40% 高资质吸引率正40% 可拥有附属村庄 24 拥有村庄 罗格村 捷恩村 多伦村 李家村 厄狼村 蒙虎村 基本属性和升级中级村庄时候一样 倒是可拥有附属村庄 一下翻了三倍 能有24个附属山村 原本赵府就有20个村庄 之后两支队伍在这些天内 继续对恐怖森林进行探索 又打下了4个初级村庄 现在刚好24个村庄 还有就是 高级村庄升级为小镇 所需要的经验有些恐怖了 整整需要15万经验 赵府的身份早就提升到了三等男爵 拥有升级小镇的权利 现在看来 升级小镇还远远不到时候 随便提一下 从三等男爵升级为二等男爵 需要3000战薰 暂时把两支在外探索的队伍召回来 修整一下 同时把这队伍扩充到2000 让他们学会尸体探查技能 并且带队的大将 每人都给予一枚储物戒指 好把大量把尸体带回来 当然 一些普通资质肯定是不会要的 又考虑S资质实在太少 赵府下令只带A级尸体回来 之后又是移植回来的小灵草 因为人口不断扩充 所以 小灵草的种植面积也是几番扩大 今天就是收获的日子 这一次 一共炼制出9万多枚小灵丹 4000多士兵 每人大约可以有20枚 这是一个月的丹药量 以现在还在不断扩大的小灵草种植面积来看 以后每一个月 都应该有20枚以上小灵丹 现在赵府才真正明白气韵的好处 真是一事顺百事顺 什么事情都很好地解决 处理好大秦村的一切事务 赵府把夏明带到圣光之城 同时给予他传说权限 让管理所有商店的生意 殿下 恭喜获得天地气韵 这时 赵府正出去转一转 看有什么收获 忽然身后响起一道生意 赵府扭头皱起眉头 看向背后浑身散发神秘气息的何仙如 问道 这是你怎么知道 何仙如淡淡一笑 殿下 别忘了 小女可是精通一些阴阳术 这事情当然知道 闻言 赵府想起她 看出自己身上的气韵 点点头 又道 以后在这样公开场合 不要叫我殿下 我叫老板 或者是我名字吧 何仙如没有在赵府那有些戒备的态度 还是那一副笑容 哦 那我就叫你赵吧 还有以后关于气韵 有什么不懂都可以问 小女随时为你解答 赵府一想 何仙如精通一些阴阳术 以后说不定还要请教她 所以点点头 态度也转好 道 嗯 有事情 我会麻烦你的 见赵府态度渐渐好起来 何仙如心中也微微一喜 轻声应了一声 随即忙活后厨的事情去了 赵府则来到街上 随便地走了走 得知一个很不错的消息 那就是恐怖森林一个最大商会 一天后开始举行拍卖会 听说有很多好东西 压轴的 甚至有黄金品质装备 光这一件东西 就引起吸引无数的目光了 这还是第一次黄金品质装备 在大多玩家面前亮相 几乎所有玩家势力 都在筹集钱币 为这一次拍卖会做准备 赵府当然也很感兴趣 手中有大量金币 可惜没有地方用 想买的东西也很多 可商店中 赵府大多看不上眼了 现在来了一次拍卖会 赵府当然要参加了 所以也开始准备 一天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转眼即逝 赵府带上白起 两人来到 一座巨大的建筑面前 这就是红花商会的拍卖场 红花商会 无疑是恐怖森林最大的商会 在三大系统组成 都有无数产业 甚至在恐怖森林之外的地方 都有涉及 同时它的背景很深 就连秦男都提醒赵府 都不要招惹 现在拍卖场外面 已经是围满了人 听到门外八个守卫说 入门费一个金币 令无数玩家都肉腾起来 一个金币等于一万铜币 一万铜币等于限时十万元 这让无数普通玩家止步 连想凑个热闹的份都没有 以这拍卖场之大 容纳几千人是没问题的 光举办这一场拍卖会的收益 就有几千金币了 赵府带着白起 缴纳两枚金币 引得一众玩家羡慕 随后走进拍卖场 里面真的是很大 有1500多平方米 除了一楼的大厅 还有二楼的雅间 三楼的贵宾间 四楼的至尊间屋顶 则挂着24个散发刺眼白光的宝石 所以进入拍卖场并不黑 仿如白昼一般 一二三楼都对所有人开放 四楼则对那些真正大人物开放 玩家想都不要想 赵府没有和红花商会的 有任何交集 当然没有什么贵宾卡之类 但是可以缴纳一些金币 可以得到一个雅间 现在拍卖场一楼 已经是挤满了人 有玩家 也有不缺钱凑热闹的原住民 这么多人在一起 有些混乱 各自聊各自的 人生嘈杂 赵府本想缴纳一些金币 弄一间雅间 可惜雅间已经满了 赵府只能问一下贵宾间 可是又满了 也不知道来了多少大人物 赵府也无语了 一种有钱也没地方花的感觉 现在只能挤进人群去了 看那拥挤 宛如铜墙铁壁的人强 赵府叹了一口气走向前 挤了挤 靠 挤毛啊 穷逼 赵府刚挤一下 前面一个玩家 扭头来了这么一句 我 赵府顿时有些无语 身上大把金币 现在却被荡成来凑热闹的 没钱抠脚群众 旁边白起脸色一冷 虽然听不懂那玩家的话什么意思 但感觉是在骂赵府 正想动手教训他一下 赵府见此拉住白起 这时候 赵府可不想惹什么麻烦 最后 赵府和白起 两人来到外围 一个偏僻角落 随后 一个身穿红裙 身段诱人的美艳少傅走上台 拍卖会正式开始 第一件物品 就是一柄蓝色品质极品武器 是一把大刀 附加三点属性 起拍价 800银币 美艳少傅刚说出起拍价 就有人开始竞价大喊道 900银币 这人刚喊出900银币价格 下一秒 瞬间被别人超过 各自喊价 这件极品蓝色武器 价格也越来越高 最后 这一件极品蓝色装备 以3800银币成交 价格完全比一些 普通的银色武器 还要贵一些 以这个高价成交 也带动起拍卖场的气氛 现在大厅内 每一个人都兴奋起来 对着赵甫当然没兴趣 所以没有参与进来 寒假的也是一楼的人 二三四楼没有一点动静 随后 又一个拍卖品被端上来 是一个药瓶 里面不知道装的是什么丹药 这时 美艳少傅扭动诱人身姿 白光之下 红丝裙之中 他成熟的身体若隐若现 又露出胸前 一大片白肉 挑逗着 引得一片嚎叫 这时他也看准时机 开口了 小灵丹一瓶 可提升两倍修炼速度 这一瓶一共五十粒 起拍价 两千五百银币 三千银币 一人大声喊道 这小灵丹 赵甫都炼制九万多枚了 当然也不感兴趣 看着其他人喊价 二楼也稍微有些动静了 最后这一瓶丹药 以六千银币成交随后 第三件物品被端上来 是一张设置图纸 永明甲锻造图纸 可打造蓝色品质盔甲 售价 四千银币 美燕少傅又开口解释道 这赵甫早有相似的 而且是白得来的 因为收服若德村时候 这种蓝色品质盔甲 就能打造了 众人开始竞价 二楼的人对这设置图纸 也有很大的兴趣 开始的一楼凑一下热闹 随后主要就是二楼的开价 价格已经达到一万银币 赵甫听出 二楼竞价的都基本是玩家 原住民对这完全是看不上 赵甫也看起热闹来 虽然他可以轻易买下这图纸 二也是另一方面原因 现在你要没能力横扫他们 那就不要引起公愤 让所有人敌视你 历史上多少英雄死在群狼之下 树敌太多 下场没每一个好的 获得机遇 也不要以为你就是主角 这个世界的主角 多得你无法想象 一个人是能打过两三个人 但能打得三十几个人吗 赵甫可不是像某小说主角 长着一副嘲讽脸 四处拉仇恨 最后还没事 但这放在现实中 估计坟头草都吉尺高了 而且 你的对手还会来一个坟头蹦迪 反而嘲笑一下你弱智 当然 赵甫也不是惧怕他们 只是还不到撕破脸皮的时候 有时候表现太强大 不一定是好事 当时秦国虽然强大无比 面对六国合纵 也不得不退步 最后放下姿态 采取劲敌远青 破除合纵之策 古往今来 笑到最后的 不一定是最强的 谁得到图纸 以后的确有力发展 但这只是蓝色品质的设置图纸 数量不少 自己假如阻止这一次 还有下一次 还有诸多方法获得 自己也完全阻止不了 别人的机遇 同时 若是一方太强大了 赵甫倒是可以假装弱小 联合其他的人一起去攻打 闷声发展才是硬道理 还有在这些人竞价中 除了六大世家 三大玩家 还有两个不知名的势力 也参加进来 随即 图纸的价格也越来越高 转眼间已经达到 两万四千英币 一个雅间内 一张桌子几个人坐在旁边 其中就有姜柔 除此他旁边还坐着一个 比他大几岁的青年 他就是姜峰 姜柔的大哥 同时也是下一代姜家的继承 这一张设置图纸 我们姜家一定要拿下 柔还多亏的布店 否则我还不敢开这样的高架 姜峰一笑 对旁边姜柔说道 姜柔轻轻点点头 并没有做任何回答 虽然作为亲兄妹 但关系早就疏远了 整个家族中 也只有他二哥 和他关系好点 当时姜柔被要求 嫁给周杰时 家族中就他二哥站出来反对 他二哥知道 周杰是个什么东西 姜柔嫁过去 能有什么好日子过 但这位大哥 不反对就算了 反而劝姜柔嫁给周杰 受一点委屈 为家族想想 因为姜峰就是下一代姜家继承者 自己妹妹嫁给周家 两家合作起来 明显对他以后会有很大的帮助 他其实也是有点野心的 不仅仅是想做个普通世家子弟 而是想猎土封王 所以牺牲一下自己妹妹 也是可以做到的 其他十一个势力竞价 几乎都被姜家压着 也是一脸憋屈 一家雅间内 周家继承者周明冷哼一声 道 这姜家也太不给我们周家面子了 要是在现实中 几个势力竞价 遇见这样场面 可能还会喊一下狠话 但现在他们在系统势力面前 什么都不算 因为你想想 他们几个小势力 敢在系统势力面前敢喊狠话 那和跳梁小丑有什么区别 所以他们也都压制住心中的怒气 没有说什么话 最后 设置图纸的价格达到三万两千银币 一个雅间中 有两个挺直腰板坐在椅子上 一脸严肃 散发军人气势的人 这就是两个神秘势力之一 这时 旁边的一个青年 对另外一个人问道 队长 我们还要竞价吗 文言 旁边的队长叹了一口气 这价格太高了 还是算了吧 争不过那个姜家了 旁边青年也点点头 没有再继续喊价 另一间 一个留着一小撮胡子的中年男子 还有一个把玩着各种木头做的 零件的少年坐在其中 他们这就是两个神秘势力之二 中年男子听到这价格 也打算放弃了 其他几家也相继是这样 最后一张设置图纸 如愿被江家所得 江峰在此时也松了一口气 因为不只是面对其他世家的压力 心底还暗暗祈祷着 另一个人千万不要出手 他们江家是财力比其他势力多 但和那个人一比什么都不是 从头到尾 江峰都提着胆子 祈祷那个人对这不感兴趣 现在终于落锤定音 江峰才完全放下心来 其他势力对江家拍下图纸 心中有些不满 同时也有在意那一个人 为什么没有参加竞价 这么大的拍卖会 他一定会来的 而且现在 应该不知是坐在那个贵宾间吧 他们万万没想到 苦逼的赵府那有什么贵宾间啊 在一楼被人挤来挤去 差点被挤死了 众势力继续想到 这是什么意思 以他财力 可以轻易拿下这图纸 同时一下打压他们 可他在这里 却自始至终没有竞价 有人也看出赵府在主动示好 心里对赵府的敌意也稍稍一松 随后 第四件拍卖品是一本技能 这赵府不感兴趣 随后被人用六千多银币买去 第五六七件东西 赵府也不感兴趣 所以也没有参加竞拍 到了第八件 是一块上等的银色品质材料 起拍价三千银币 众人开始竞价 赵府对这稍微有点点兴趣了 正想开口 旁边一个年级 大概在十七岁 个子有些矮 不过长得挺可爱的 娇滴滴地喊道 八千银币 赵府瞧了他一眼后 就放弃了 因为这一块银色品质材料 不值那么多银币 这块材料可能被炒到二万 甚至是三万多银币 这方面赵府属于很理智的一派 所以一想就放弃竞价了 同时 这块银色材料 也被旁边的少女拍去 之后的一连串拍卖品 赢不起赵府的兴趣 倒是开始也有贵兵间的人开始竞价 也是异常激烈 拍卖品到了第二时间 是六根长两米的木棍 这木棍颜色偏白 木棍两端都很尖锐 上面则刻画着诸多符文 看似很不普通 美燕少傅也开口解释了 六木绝境 高级隔绝法阵 可禁止一些空间装备 空间系技能 以及传送阵的使用 听到这赵府一喜 他早已把炼神计划想仔细了 考虑到那神灵分身可能逃 所以要准备隔绝法阵 普通的隔绝法阵 现在一般人用不到 但是以后成战的时候就有用了 可以让对方成事的传送阵无法使用 这价格在两万银币左右 虽然便宜 但赵府看不上这样普通的 而六木绝境令赵府眼前一亮 这六木绝境起拍价 就是十八万银币 这个一般人现在是没用的 同时十八万银币 让他们砸锅卖铁也拿不出 连系统势力对这也比较冷淡 所以这件物品 令原本热闹的拍卖场 气氛一下冷了下来 台上的美燕见此心中一叹 这件东西 已经是几次都没有拍卖出去 原本这价格是达到三十万银币的 但现在已经降价 是变为十八万银币 看着如此冷淡的反应 可能以后这价格会再下降 又或者只能是压仓库了 请问有那位大人感兴趣的吗 美燕少傅在台上连问了两声 下面一片安静 美燕少傅失望地 正叫人把这台下去 好进行下一件物品拍卖 十八万零五百银币 一道淡淡的声音 突兀在安静的拍卖场响起 令拍卖场一片哗然 纷纷侧目 是谁竟然花这么多钱 买这种没用的东西 众人的目光 一致转向一楼大厅偏僻角落 那个身披斗篷的人身上 因为他就是喊出 十八万零五百银币的人 赵府旁边的可爱少女 一双大眼睛也好奇 盯着赵府使劲瞧 面对这些目光 即使成为全场焦点 赵府心中 还是一片淡然地站在那里 获得气韵传承后 心境也发生重大变化 其他人听到他的声音 还有那件斗篷 不少人已经知道他的身份 只探一声 果然真的是豪 同时也有些诧异 像他这种大人物 怎么会在一楼 和他们这群抠脚群众挤来挤去 只能按道一声 果然土豪的世界普通人不懂 也有不少人 不清楚赵府身份 好奇地向四周人问来问去 其他玩家势力 见到他终于现身 也都紧张起来 一下出手 就十八万银币 这豪气 根本不是一个玩家势力能比的 姜柔听到赵府的声音 露出开心一丝笑容 离开了雅间 江峰见词也不阻止 而是支持地笑了笑 因为赵府肯定比那个周家有实力 台上美燕少傅听见 终于有人竞价了 忍不住五妹一笑 道 这个大人出价十八万零五百银币 请问 还有那位大人要竞价的吗 如果没人这六母绝境 将归这位大人所得 现在根本没有人在竞价 十八万银币谁拿得出啊 系统势力的人又不感兴趣 所以这六母竞绝 最后被赵府如愿所得 赵姓 姜柔也走到一楼 带着一脸笑容叫了一声 闻言 赵府扭头见到姜柔也点点头 然后姜柔也来到了赵府身边 和赵府聊了起来 另一雅间内 周明见此目光一冷 周杰和姜柔的婚事 江周两家没有明面上订婚 但暗地里早打好协议 现在见姜柔一脸亲热在别人的身边 这不是打他们周家的脸吗 要想到之前 姜峰不给脸面地拍下图纸 周明也将家是什么意思 心中虽然愤怒 但周明还是忍了下来 因为很清楚现在局势 自己一方已经处于弱势 若两家打起来 还有旁边的一群恶狼盯着 情况很不利 随后 又一件物品端上来 又是一个药瓶 美燕少傅开口介绍到 暴灵丹 三接丹药 使用后将身体全部力量爆发出来 副作用会虚弱几日 这一瓶20枚暴灵丹 起拍价 8万银币 听见这个 不少人来了兴趣 因为这丹药作为保命后手 倒是挺不错了 可是明显不是一般玩家能买得起的 都是几个系统势力在竞价 但最后 还是赵府用12万银币买下 一下面色不便花了30万银币 见到赵府那轻松模样 周围的玩家都有些震惊了 随后 又一件物品被端上来 是一本A 其技能圣界之光 可换出天使七重光环进行攻击 起拍价 20万银币 这一本技能 吸引所有人注意力 从A 及等级来说 就不是一般人能接触的东西 更听说可换出天使七重光环进行攻击 听一听就能感觉 这技能绝对强到爆表 一开始的竞价 都已经是贵宾间的人 雅间和一楼的抠角群众 都没有能力插手 只能是激动地看着那些大人 激烈竞价圣界之光的价格 也是越来越高 一下达到32万银币 到了这价格 竞价的人慢慢也少了 但还是有五个人在激烈竞价 价格已经到达40万银币 到达这价格 让在场的人 都忍不住紧张吞了一下口水 赵信 你感觉这技能 谁会买去 姜柔好奇地看着激烈的竞价 忍不住对赵府问道 闻言 赵府一笑 开口喊道 45万银币 姜柔冷了冷 才明白赵府也已经参与竞价 更是一下加5万银币 随着赵府喊出这一声 一楼无数人的目光 再一次转到赵府身上 都不由得暗道 这也太有钱了吧 之前就已经花了30万银币 现在又一开出45银币 真正的神豪 恐怕这里的玩家势力 加起来 还没有他身上钱多 雅间的各大世家 还有势力们 看着一楼的赵府 心生一种无力感 姜峰泽脸上笑容更盛 现在他已经放弃周家了 把全部赌注放在赵府身上 现在只希望姜柔 能够得到赵府的心 然后事情就好了 周明一脸难看 自己那个顽固弟弟 已经把这家伙得罪了 若是他日动手 他一定会第一个找周家 现在赵府已经给了 周明深深的危机感 另一雅间内 旁边青年开口说道 队长 这名叫赵姓的钱真多 听说他还可能是 一国传承者 也不知道他是那国传承者 华夏历史上的国家那么多 一些有名的国家还好 要是一些不为所知的小国 只要他不公布信息 那就很难知道了 队长点点头 一双眼睛也注视着赵府 道 他对国家很有用 一定要他加入我们 为国家效力 青年一听 脸色一正 身负使命感的一下立正 行了一军礼道 是 还有一处房间内 中年男人透过窗户指了指赵府 对旁边捉上少年 道 活儿你看一下他 哦 林叔 少年应了一声 来到窗户旁边 眼睛微张 一股无形力量 从他的双眼扩散开来 刹那间 似乎隐隐还有无数齿轮转动 林叔什么都看不见 少年一双黑色眼睛 看了赵府几下 只感觉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都没有看见 所以对旁边中年男子说道 是吗 那个叫林叔 陈英一会道 活儿 既然你的天公莫言 都看不出 应该是早已有高人插手 这是可能不简单 等下商报上去 少年闻眼点点头 又回到桌上 玩起那些木质零件 然后 事情回到赵府 喊出四十五万银币之时 这高高的价格 令现场都安静下来 贵兵间 几人也犹豫起来 久久都不出声 台上美燕少傅 哥哥的娇笑几声 提醒说道 请问还有大人出手吗 不然这么好的技能 可是归这位大人哦 美燕少傅提醒声过后 贵兵间犹豫着 还是没有参与竞价 最后 这本A 及技能圣界之光 也被赵府所得 众人羡慕极度地 忘了忘赵府 随后把注意力 转向下一件物品 接下的物品 赵府没有再竞价 随后物品也是 这一下 连续拍卖出 二十多件物品 赵府期间没有竞价一次 只是待在角落 众人的目光 也早就转到 那些系统势力身上 随后 拍卖场也接近尾声 最后的压轴物品 也缓缓被抬出 第一件是一块拳头大小 散发出淡淡黄色光芒 而材质 又像是铁矿的石头 虽然只有拳头大小 但却需要四个大汉 才能抬上来 可见着重量 美燕少傅在台上 也开口介绍 地钢石黄金品质材料 可打造黄金品质装备 起拍价 三十万银币 终于是出现 黄金品质的东西了 众人一脸兴奋 盯着的钢石看着 各自议论着 场面很是热闹 开始竞价 第一个就喊出三十二万银币 但随即就被几个人超过 地钢石的价格 也一下达到四十万银币 几人还是在激烈竞价着 忽然 一到中年男子的声音 从一间至尊间淡淡传出 五十万银币 这一声响起后 周围瞬间都安静下来 这还是第一次 有至尊间的人开口竞价 众人也知道 他的身份绝对大到不行 原本竞价的几个人 都安静了下来 赵府旁边可爱女孩 一双大眼睛盯着 台上的地钢石 双眼都在放光 可惜想到自己钱币已经不多 只能丧气地耸下脑袋 叹了叹气 赵府看着这一块 黄金品质的矿石 也是很心动 虽然现在还不能打造黄金装备 但可以留到以后 可赵府虽然想买 但也考虑那至尊间的人身份 以他的身份和力量 赵府当然得罪不起 也更不想只为了一个 块黄金品质的材料 就得罪他 因为在圣光之城 还有很多生命 要得罪这种大人物 他直接可以让你店铺倒闭 然后还禁止你 传送进圣光之城 那你多憋屈 很多的人都清楚这个理 所以现场都安静了下来 没有一个人敢竞价 原本热闹拍卖场 一下变得这样安静 气氛甚至还有些尴尬起来 老吴 你又这样以施压人 以你的身份 会缺一块黄金品质矿石 忽然另一致尊间 想起一道女声 闻言 原本被叫老吴的中年男子 见到冷下来的拍卖场 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容 道 就是在这里坐久了 想玩一下 你们不用在意我的身份 放心我事后不会报复你的 众人听到他的话 也是一阵无语 虽说这老吴说 不要在意他的身份 但后面说的话 就好像是一定会事后报复的一样 谁还敢竞价 所以现场还是一片安静 没有敢竞价 台上美艳少傅 也有些尴尬的提醒道 还有那位大人竞价的吗 赵府见此 叹了一口气 也打算放弃这一块黄金品质矿石 为了这一块矿石 毁掉日进斗金生意 实在不值得 旁边可爱少女 见到赵府的样子 歪着脑袋一想 随后想到什么 对着赵府靠过去 唉 可不可以借点钱币给我 我可以用地缸石 打造一件黄金装备 这装备我免费送给你 不算任何打造费用 只要你借钱币丢怎样 听到旁边可爱少女 靠过来说的话 赵府当然有些不幸了 看他十七八岁的 说能打造黄金装备 任由谁听了 都不会信 连赵府这么多的手下 还有大量材料提供 还没一个能打造黄金 集装备的人 一个玩家怎么可能 见赵府一脸不幸 可爱少女有些生气地 嘟着嘴道 不要小看本姑娘的能力 咱家族可是打造出 赤霄剑的公孙家 赤霄剑 赵府感觉有些熟悉 但异想又没想起来 这时 旁边姜柔一笑 开口解释道 赤霄剑是古代十大名剑中 排行第三的剑 在轩辕剑 还有战炉剑之下 传闻汉高祖刘邦所得 以此斩白龙 走向地者一路 所以 这一把剑又是地道之剑 为公孙家所住 听完姜柔解释 赵府也明白过来 怪不得那么熟悉 看不出这少女 还有点来头 说不定真的有可能 打造黄金装备 怪不得她上等材料 那么晒的样子 这么一想 倒是也可以 不用得罪那大人物 又同时能打造一件 黄金品质武器 这对自己完全无害 所以点点头答应下来 55万银币 忽然 一个娇滴滴的声音 在安静拍卖场上响起 灯时 令人所有人倒吸一个凉气 谁不要命了 敢得罪这样的大人物 所有人的目光 都再一次转向熟悉的角落 看着这可爱少女 没想到她身上有这么多钱币 而且还不怕那个大人物 这一声竞价后 几个至尊间 没有再发出声音 其他人也不敢竞价 生怕得罪那个老巫 台上梅燕少妇 也很识趣地开口说道 那好 这一块地钢石 由这位大人所得 他对这个价格 已经很满意了 他也知道 那个老巫的身份 以对方的身份 的确一块黄金品质材料 根本算不上什么 真的是竞价玩一下 虽然是玩 但这种大人物一开口 带来的副作用也很大的 比如之前的拍卖场就冷了下来 现在终于有一个人竞价了 还多了5万银币 他已经很满意了 电梯钢石被自己买下 少女站在一边开心笑着 然后扭头对赵甫说道 谢谢 忘了自我介绍 我叫公孙林 文言 赵甫点点头 也自我介绍道 我叫赵姓 听到她的话 公孙林露出可爱的笑容 也点点头 表示已经记住了 接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转移下一件拍卖物品上 而接下来的物品 是一柄长枪 整体呈白银色 枪身上刻出精美的花纹 尖锐的枪间露出一道寒芒 令人心生寒意 不敢靠近 这件无疑是黄金品质武器 这时 台上梅艳少傅 也开始介绍起来 百花长银枪 黄金品质武器 由上好命银打造 起拍价 80万银币 因为这柄长枪的属性是公开的 赵甫看了一下 比白棋手中的斩星剑要差点 因为斩星剑已经经过一次强化 如果没有经过强化 那斩星剑属性不如这长枪 毕竟是经过很久的岁月侵蚀 接下来就是真正大人物开始竞价 其他人都只能干看着 赵甫也是这样 因为买了那块地缸石 已经是把准备好的所有钱笔都花光了 最后 这件百花长银枪以410万银币成交 这已经可以说天价了 引得一众群众感叹不已 随后 第二件物品也被端出来 这赵甫认识 是八颗散发出火属性能量 表面的不规则石头 这是火之强化石 梅艳少傅也再一次介绍到 大家都知道 强化石不好的 而这八颗火之强化石 也是我们红花商会好不容易凑齐的 可以说极其珍惜 可以帮助装备进行第四次强化 起拍价 120万银币 第四次强化 赵甫听到他的介绍 一想明白过来 装备可以强化很多次 但每一次强化所需的强化石数量也不同 以强化石稀缺的程度 凑齐八颗同属性 强化石的确很难 怪不得起拍价 就已经比黄金品质装备高了 最后 几个至尊间的人激烈竞价 八颗火之强化石 最终以五百八十万银币成交 这数字 已经是让无数人仰望 想都不敢享有那么多钱币 不过看着几个大人物竞价 众人看着 也是挺兴奋的 最后一件物品 也缓缓 被六名大汉 小心翼翼端上来 是一颗巨蛋 有一米长 蛋壳有些偏青色 还散发出淡淡的威压 让人明白这一颗蛋 绝不是普通的蛋 一定是 某种强大至极的生物所产的蛋 台上美艳少妇 淡淡一笑 有些神秘地说道 请问大家知道龙吗 那种强大到令人恐惧的生物 那怕是 一直就能制造出一场灾难 它们就是噩梦的代名词 也许已经有人想到了 没错 大家眼前的 就是一枚疯龙蛋 想拥有强大无比的龙吗 想骑着它翱翔吗 想临驾噩梦之上吗 那请大家竞价 疯龙蛋起拍价 八百万银币 美艳少妇介绍完 令无数人都陷入震惊之中 没想到眼前的 就是一枚龙蛋 赵福也是一脸吃惊 要知道 普通血脉不纯的亚龙 就已经是四阶生物 一些纯种的双族飞龙 是五阶生物 六阶是一些石龙 地龙 独龙 而一些纯属性的龙 比如风龙 火龙 冰龙是七阶生物 还有光明神龙 黑暗神龙 仙女龙 金龙是八阶生物 最后还有混沌之龙 是恐怖的九阶生物以上的 都是西方的龙 如果是华夏神龙 哪怕最低都是八阶 不过数量稀少 远远没有西方龙那样多 现在无论那方势力 都是处于弱小位置 别说什么九阶 就算来一只地龙 就会引起一场很大灾难 令人没有想到 红花伤会竟然弄到一枚风龙蛋 也不知道是怎么弄到的 以现在程度 能弄到一枚风龙蛋 已经可以说是奇迹了 看见这枚龙蛋 赵福心动不已 可惜没有那么多钱币 就算有那么多钱币 这枚风龙蛋 自己也保不住 不过 龙是一种寿命很长的生物 这一枚龙蛋 最少也会是二 三年才会孵化出 接下来培养它 不知道要多少年 一千万银币 赵福这一边想着 上方至尊间 已经开口竞价 一下把风龙蛋价格 提升到一千万银币 但随即价格 就被人超过去 慢慢的风龙蛋的价格 已经达到 令普通人绝望的程度 四千二百万银币 一个至尊间 响起一道沙哑的声音 请诸位 给我魔术成一个面子 这没风龙蛋让一下 现在风龙蛋 已经达到这个天价 也不得不令这些大人物 也慎重起来 不惜开口放下姿态 对着其他两个系统 组成的人说道 令一至尊间 响起一道浑厚的声音 抱歉 四千五百万银币 这一枚风龙蛋 明显无论对任何一座 系统组成都很重要 这怎么可能让 所以兵之森的人 也毫不犹豫开口了 圣光之城这边 也就是那个叫老吴的 也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那我也抱歉了 五千万银币 魔术的人见此 虽然对其他两个系统 组成不给一些脸面 心中有些生气 但也明白着风龙蛋的重要性 叹了一口气 喊道 五千二百银币 接下来 三方势力激烈竞价着 其他人几乎处于一片震惊之中 拍卖场也很安静 只有三方竞价的声音 在内响起 最后 因为这里是圣光之城的主场地 占有很大的优势 以七千二百万银币 拍下这一枚风龙蛋 拍卖会也随之结束 无数人带着兴奋的神情离开 虽然有些人什么东西都没有买 但见到那么多珍惜的东西 还有几大势力的激烈竞争 这已经让他们心满意足了 回去甚至都可以吹牛逼 亲眼看见风龙蛋了 赵府和公孙林来到后台 支付完钱币 拿到自己所拍卖到的东西 回到西洛楼 公孙林爬在桌上 看着放在桌面上地钢石 同时一边还傻乐着 像是一个小孩 得到了很想要的礼物一样过了一会 在一边的赵府 忍不住开口说道 现在可以打造黄金品质装备了吧 公孙林也反应过来 道 那你帮我弄一个铁匠房吧 不过我现在打造的时间很慢哦 你要有心理准备 文言 赵府点点头 也明白一个玩家 能打造黄金品质装备实在不易 然后正想转身帮他找一个铁匠房 忘了 你想打造什么装备 以这地钢石材质 适合做重型武器 或者是盾牌之类 公孙林教主对赵府说道 赵府停下一响 适合做重型武器 还有盾牌 重型武器自己手下并没有人使用 那就制造盾牌吧 练神计划说不定还可能与神灵分身发生战斗 有这一张黄金品质的盾牌 安全性有些保障 打好主意 赵府就让公孙林打造盾牌 然后就出去帮他弄了一间铁匠房 同时买了一些打造黄金装备的辅助材料 这打造黄金品质装备的事情就到这里 随后 赵府回到大秦村 把A及技能圣界之光交个代息 他市的职业是精灵祭祀 智力属性很高 也不知道能不能使用圣光系技能 赵府和老罗格是恶魔祭祀 是肯定不能使用圣光系技能 而接下来智力属性最好的就是戴希 所以选择给他使用 把戴希叫到旁边 看着这个成熟带着少傅气质女精灵 赵府把圣界之光递给他 看他能不能使用 随后看见圣界之光融入他身体 赵府也松了一口气 看来他能使用 看他使用成功 赵府也想看一看 这技能有多强 柳眉王二狗几人也很是好奇 几人来到一处花岗岩石形成的山壁面前 让戴希使用圣光之剑 这时 戴希站在山壁十几米以外 轻轻呼出一口气 闭上了双眼 法系技能到达A级 已经不是和施展火球一样轻松 这要困难很多 只见戴希轻轻闭着双眼 站在那里 胶躯发出淡淡白光 他气质完全改变 看似有些圣洁 随后他缓缓抬起手 对着山壁一指 一缕白芒从他食指尖射出 速度很快 也又没什么声息 如一道白线 只是一瞬间就已经到了山壁前 但就在这时一遍发生 只见那一缕白芒 一分二 再分三 三分四 变成七个大小不一的光环 一个包着一个 撞在坚硬的山壁上 哄 一声巨响 山石崩裂 无数沙尘飞起 只见山壁上多出七个圈 大小个不一 外面最大的圈有十米宽 里面的圈则是一米 这七个圈都深入山壁一米多 可见这威力普通装备 在面前就是一个渣渣 戴希其实也并没有发挥 圣洁之光的力量 因为他修为在五段 而且是第一次使用 没有完全掌握技能 如果等之后 戴希修为高了 完全掌握着技能 那破坏力至少大上百倍 不过 现在对这威力赵福也很满意了 因为估计自己的地狱火球 落在这坚硬的山崖上 只可能炸出一个一米宽的浅坑 回到大秦村 赵福也处理一下内政 现在两支探查队 已经是探索完 大秦村方圆七十里的地方 又攻下两座初级村庄 还有一座中级村庄 现在赵福手中 已经是有二十七座这十 士兵来报 说是在大秦村东方七十四里 发现一个大约五千人的山贼寨子 听到这个 赵福点点头 这些天一直都在处理商业的事情 现在发现高级村落 赵福当然是想亲自带着人去攻打 现在方圆七十里 已经在控制范围内 青铜金矿离大秦村五十里 所以危险性不是那么大 赵福又召回一千士兵 带着三千士兵 前往那个山贼寨子 一天多后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 赵福带着一行人 赶到那一个山贼寨子 站在高处观望一些 这座山寨人数在五千左右 地形复杂 只有一个出入口 那就是山寨口 山寨口是使用石头砌成的墙 中间有两面用坚硬木头做的门 上面下面还有几个站在巡视 防卫很严 加上这地形 可以说一手难攻 倒是赵福有注意 山寨内有一个有些奇怪的石台 高八米 一个山寨肯定不会无聊地 建造这样的一个石台 所以赵福有些在意 接下来就是商量战术了 几人围在一起一番思考 以这山寨的防卫 只有一个出入口 赵福的人根本混不进去 下毒方法行不通 还有不知道这个山贼寨子 在那里掠夺了大量粮食 所有不会很多人出去狩猎 只是会出来几小队 弄点肉食 人数并不多 所以也不可能逐个击破 看来是想一个什么办法 把大部分山贼引出来 想了想赵福打算用全部的 哥布林350个 假装去攻击这山寨 当然不是真的攻击 甚至是不要靠近 因为高级村落 已经解锁了盾兵还有弓兵 几百哥布林 真弓的话 肯定是伤亡惨重 可正要计划实施的时候 士兵来报抓几个鬼鬼祟祟的人 文言赵福暂时停下计划 打算看一下 抓到的是几个什么人 随后 几个衣衫蓝绿的青年 被带到面前 赵福扫了眼 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这几人中其他几个人 有些害怕慌乱 有艺人却没有露出 任何慌乱害怕 看着赵福 直接说道 请问大人 你是不是想攻打 那个山贼寨子 文言赵福点点头 见到赵福点头 其他几个人脸上一喜 这时 那个青年恭敬 对赵福尽了毅力 极力克制自己态度 双眼充满仇恨地说道 在下百花村村长之子肖建 原本我们村 是一个终极村落 在这里不远处 可是三日前 被这个群可恶的山贼攻打 大量的村民被屠杀 村内的妇女 不是被奸杀 就是被抢到山寨内 从当他们谢于工具 求大人为我们复仇 说完 青年还有其他几人 跪在地上 用力着磕头 求着赵福 一边戴希 还有柳梅 听完青年的话 作为女性 也是一脸愤色 连着白起的脸都冷起来 赵福脸色却很平静 早就明白 这个世界只有强弱之分 善恶都可为所欲为 只要你强大就可以 所以 不要奢望任何敌人 会对你仁慈 想避免这些 只能是自己要强大 赵福心中也付出一个计划 也没直接答应 帮萧剑一群人复仇 而是先问道 逃出来的 就你们几个人吗 不是 大人我们还有三十多人逃出来 听到赵福没有直接答应下来 萧剑心一沉 但还是恭敬地连忙回答道 那有多少成年男性 赵福又问道 一共二十一名成年男性 萧剑也连忙回答 听完萧剑的话 赵福沉思片刻 道 我可以帮你报仇 但是这主要看你们了 带着剩余的成年男性 到我这里来 多谢大人 萧剑听到赵福答应下来 心中一喜 又跪在地上磕一下头 然后起身离开 过来议会之后 萧剑就带了二十一个 面黄鸡兽的男人过来 看着这群人 村庄被攻破了 明显这几天不好过 在天气世界一开始 人口是从初始之地刷新 但是村庄没有了 原本村民只属于流民 不会从初始之地刷新 只能靠自己寻找下一个村落 你们想报仇吗 赵福目光落在他们身上问道 这些人虽然是面黄鸡兽 但却掩饰不住那仇恨 意齐声道 想 见此 赵福点点头 扭头道 分给他们每人一柄铁剑 旁边士兵听命 分出一柄铁铁剑 递给萧剑一群人 萧剑一众人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一定是跟着这位大人 移去攻打山寨 报仇血恨 可是 他们接下有些恶然了 只见原本身披铠甲 装备精良的士兵 竟然脱下身上全部装备 还在地上滚了几圈 原本鹦鹉不凡的士兵们 全部变成和难民一样 随即他们又抄起各种木头棒子 像是当做武器 拿起几块木板 像是当做盾牌的样子 张大虎这次你带队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赵福吩咐道 张大虎遵命一声 然后看着萧剑一众人 处于蒙圈状态 发出一阵笑声 道 走吧 萧剑有些没明白过来 为什么原本好好的装备不带 变成这样 而且 人数只有七百 对面可是有五千山贼 而且一手难攻 凭借自己一众人 怎么可能打得过 所以忍不住开口道 大人 难道我们这样去攻打山寨 张大虎听到萧剑的话 笑着正要解释计划 可赵福叫住了他 带着淡淡笑容 扭头对萧剑道 既然你们想报仇 那就拿出 你们该有勇气 还有愤怒 亲手沾满敌人的鲜血 不是最令人畅快的事情吗 萧剑闻言 想到百花村的种种悲惨遭遇 心中一片愤怒 又跪在地上对赵福一颗头 道 如果我们死了 剩余二十多人的向山寨冲去 张大虎也带着七百名士兵上去 另一边 山寨呢 不好了 不好了 有敌人打我们山寨了 突然一声大喊 惊动全部的人 山寨大厅内走出三个大汉 这就是山寨的三位当家 文言带着大量山贼 也来到山寨门口 此时他们看着不到八百人 而且拿的是什么破棒子 竟然想攻打他们山寨 发出阵阵不屑冷笑一声 王雄 王龙 王豹 我要你们为百花村八百村民偿命 肖剑冲在最前面 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山寨墙上的那三个大汉 充满仇恨的嘶喊着 三个大汉看着带头冲来的肖剑 其中一人说道 原来是百花村的小子 上次给他逃了 没想到不知道从哪里带来这么难民 竟然痴心妄想打我们山寨 倒是他那个姐姐 叫他服侍我们大哥一下 竟然不肯 最后还自杀了 可惜了 那一句好皮囊 三弟说的是啊 不过在百花村抓回不少女人 也是不错的 另一个大汉也哈哈大笑说道 人跟箭矢飞射出去 但是大多被早已准备的简易目盾挡住 只是几人偶尔被射伤 但是对面削剑带来的一群难民 一部分像是害怕的溃逃了 大约剩下 五百多人的样子继续冲 随后又一波箭矢射来 又是几人受伤 但又有些人溃逃了 第三波箭矢下来 最后不到两百人也溃逃了 山寨墙上那个三弟 剑词很是嘲笑地说道 真的是一群乌合之众 还没冲几下就逃了 二哥也说道 是了 不知道百花村那小子 肯定用什么小手段 才聚起这么多人 现在那些人看见我们山寨的强大 吓得只能屁滚尿流地逃了 哈哈 三弟发出一阵大笑声 又开口说道 大哥 这一次 我们一定不能放过这小子 我带三千兄弟去追杀他们 那名大哥一想 点点头 但似乎感觉有些不对劲 但随即一想 他们山寨的确得罪不少人 像这样仇家找上门的事情也不熟 为了谨慎起见 那名大哥扭头 道 三弟 你带四千人出去吧 注意小心一点 文言 三弟一笑 谢谢大哥关心 然后大开寨门 四千山贼鱼贯而出 向肖剑追过去 肖剑一行人 按照计划快速向一边跑去 之前肖剑 还以为赵府让他们去送死 现在经过听到张大虎的解释 才明白过来在路上 肖剑对着张大虎问道 那位大人 是一个怎样的人 张大虎一想 也不知道如何解释 道 我也不知道如何说 反正殿下对我们很好 而且 他本身也是一个很强的人 总会有各种克敌的战术 总之 殿下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 有种让人相信 他能在这乱世之中 创造一片安宁之地的人 殿下 肖剑心中明白过来 那个看着比自己还小一些的青年 来头也不凡 张大虎也没在意说漏嘴 因为肖剑这群人本就无依无靠 最后殿下一定会收留他们的 所以 早已经把肖剑当自己人看待 肖剑一行人快速逃跑着 后面那个三弟 也带着四千山贼 气势汹汹地追来 最终结果 赵府如愿地把全部山贼引入包围 三弟看着前方逃跑的肖剑 露出一副猎人看中猎物的笑容 正要下令攻守放剑的时候 咻咻咻 一声声巨大破空声先行响起 一根根弩剑带着巨大的力道滑破空气 这一次 赵府可是带了二百架车弩 因为有储物戒指 倒是不懂担心运输问题 所以赵府全部带来了 二百架车弩 六百根中指出的弩剑 如同剑语一样 笼罩着四千山贼 扑扑扑 弩剑一一落下 将一个个山贼的身体 从上往下的贯穿 箭头都直接没入地面 新红的鲜血顺着剑身缓缓流着 一下功夫 就把将近六百山贼 活活钉死在地面上 场面一下 变得血腥无比 突然遭受到这么的恐怖打击 这一群山贼 登时荒成一团 咻咻咻 这一次 无数箭矢从上左右三个方向射出 原本假装逃跑的张大虎一行人 甚至防具都没穿 直接拿起弓箭 就是一顿乱射 一下山贼死伤无数 鲜血顷刻间把地面染红 这时 山贼们终于反应过来了 那个三弟大喊一声 结盾 一个个山贼也听命 举起手中的铁木盾围在一起 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形盾墙 挡住射来箭矢 肖剑看着死伤惨重的山贼 心中无比舒畅 终于要报仇 这时那个三弟也注意到了肖剑 现在也明白过来 一脸粉色 小子 真没想到 你竟敢埋伏我 等下老子 要将你千刀万剐 哈哈 是你们这群无恶不作的山贼活该 现在是应该遭到报应了 肖剑肆意大笑着喊道 三弟 见此心中一气 随即一想 也哈哈大笑起来 我想你不知道吧 你姐那个剑员 早就被我杀了 我还尝了一下你姐的味道 还真不错 忽然 听见那个三弟话 想到最疼爱自己的姐姐 已经被眼前这人残杀 关于清姐的一幕幕画面 在脑海闪过 肖剑一脸呆滞 无力跪倒在地上 眼泪不断从眼眶中流出 心如刀角照抚 剑刺皱起眉头 下令道 头毛手 车弩准备发射 把盾墙破了 咻咻咻 在赵府命令下 一声声沉重的破空声响起 一根根弩箭带着巨大的力道 射在山贼组成的盾墙上 砰砰砰 弩箭射在一面面盾牌上 箭头直接没入盾牌之中 巨大的力道 让山贼感觉是被一头牛撞了一下 手中的盾牌被撞飞出去 而他们的身体也跟着飞出去 山贼组成的盾墙 一下被车弩破的七零八散 随之头毛手也投出一根根镖枪 完全打破这盾墙 更是对山贼造成不少伤害 盾墙被打破 无数箭士在一处笼罩山贼群 刷刷刷 一个个在山贼倒地 被乱箭射死 那个三弟也身受两箭 不过没有射中要害 看着眼前一个个死去的山贼 三弟心中无比愤怒 心想 下一次一定要抓到肖剑 活活地折磨死他 也不知道他在那里找到这样 强大的队伍 今天只能逃了 我要杀了你 肖剑此时双眼赤红 一张不错面孔完全扭曲 对着三弟嘶吼一声 发疯一般 握起铁剑就冲过去 旁边的张大虎想拉一下 可是被肖剑用力挣脱 张大虎只能叹了叹气 另一边 看着已经死伤不足 一千五百的山贼 赵福也停止了射箭 三弟弟见赵福停止射箭 心中也是一松 正想突出重围 哒哒哒 突然间 无数马蹄声响起 那个三弟惊恐地看着后方 只见是十个可怕的骷髅骑士 带着三百身穿青色盔甲 手持青色长枪的骑兵冲来 这形成一道可怕的气势 如同猛兽一样 向这里冲来 三弟都感觉到一丝恐惧 也根本没有理会削剑 扑扑扑 骑兵速度很快 如一道很快的青色长毛一样 一下刺入山贼群 用手中长枪 将眼前的敌人贯穿 毫无反手之力 山贼无意不是恐惧地退到旁边 骑兵可以说是古代中一种很强的兵种 想要克制 就必须要准备骑兵 或者是中盾兵之类 才能挡住骑兵势不可挡的冲锋 三百骑兵一路冲到底 如同一根筷子插入豆腐中一样 轻而易举 但至少造成五百山贼的伤亡 而山贼们也士气低落 一片混乱 只想逃出这可怕的地方 此时 萧剑还有二十几个原本百花村的村民 也冲进山贼群中 砍杀起来 王豹 我要杀了你 萧剑一双眼睛赤红盯着王豹 也就是那个三弟 冲了过来 王豹脸色一狠 心想也逃不掉 还不如杀了这小子解恨 所以也抽出大刀赢了上去 赵府气着高大威武的小黑 在山坡上冷眼注视眼前一切 小黑则趴在小黑旁边 巨大的狼手看着下方 几乎一片岛的战斗 让骑兵继续冲锋 同时用箭矢射杀外围的一些山贼 萧剑那边 分出一小部分战区给他们 给他们一场想要的复仇 至于他们生死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 旁边 白起点点头 立即下达一一道道详细的命令 两个小时后 战斗结束 此时正是下午时分 天上的天空很蓝 没有多少云彩 西边红彤彤的夕阳 照在地上一具具尸体身上 有种死亡的美 赵府气着小黑 跨过地上一具具尸体 来到一具不知是死 是活的尸体旁边 这一具尸体 满身都是伤口 脸上都挤到深深的刀疤 他浑身都被鲜血浸湿 像一个血人 躺在血泊中 眼睛空洞地仰望着天空 直到赵府 骑着小黑走到旁边 他才有虚弱地喊道 殿下 赵府轻轻点点头 看着血泊中的肖剑 问道 心中舒坦了一些没有 闻言 肖剑吃力地点点头 但又摇摇头 虚弱苦涩地道 虽然现在报仇了 可是失去的东西 再也回不来了 现在心中只有一片空虚 世界如此之大 你会再一次找到 填补心中空虚的东西 可关键你有能力守护它吗 以你现在根本没有能力 所以一定要强大起来 才能守护这些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 赵府轻声对肖剑说道 听着肖剑的话 躺在血泊中的肖剑 看着正处于西方 金灿灿西洋 如同一剑占一批在肖剑身上 此时他的身姿 是那么高大 那么的神圣 是那么让人幸福 肖剑轻可出一口鲜血 虚弱说道 殿下 我相信 你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天下 创造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 闻言 赵府轻声一笑 其实我也没有多大自信 能做到一统天下 但我一定会保证 我的子民 有一处安宁之地 肖剑也笑出一声 又可出一口鲜血 轻硬一声 这时 赵府也从小黑身上下来 扶起躺在血泊中的肖剑 为了一枚特效治疗单 给他服下 然后叫士兵把他抬走 帮他治疗一下伤势 其实赵府也有些没想到 肖剑竟然能战胜那个王豹 从实力来看 是肖剑完全是打不过王豹的 但是他那以伤患伤的打法 异常凶残 当时的王豹 也是心生一丝巨异 最终才落败 不过现在肖剑也是身负重伤 这一次战斗 赵府可以说是完胜 杀敌3700名 收脚俘虏300名 除了开始假装去攻打山寨几人受伤 其余几乎毫发无损 百花村这边死了四个 其余的也受了不少伤 还有这一次战斗之所以成功 主要是靠肖剑一行人的出现 如果没有他们的出现 赵府诱敌计划 就不会如此成功 要之前派出哥布林 也许是会成功 但也会引起猜疑 效果完全是没有削剑一行人好 这次收获其他的 不用多说了 这些山贼大多只有武器 防具除了盾牌 几乎是一点都没有 接下来就是赵府最关系的事 3700具尸体中 有213名A级资质 还有一个S级 加上之前攻打其他村庄 收服的村民 还有尸体 赵府手中光A资质的士兵 就有724名 至于之前获得两个S资质 赵府是给研究车弩的地精使用了 现在其他尸体赵府也看不上 十个骷髅骑兵 则骑着高大的白骨马 站在尸体中间 大量吞噬死亡之气 头颅中灵魂之火 强大一倍不止 山寨内 那个二哥 有些奇怪地说道 怎么回事 老三出去这么久 怎么还没回来 不会一直追那个百花村的小子 不杀掉他就不回来了吧 那个大哥皱起眉头 心中总有一丝不对劲 可又随即一想 老三可是带着四千兄弟 完全可以称霸方元武师里 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全歼灭他们 而且还一个人都没有逃回来 也许是我多虑了 三百 而那个三弟也成为了剑下鬼 大哥 我带一队人去看一看吧 老三这小子 做事总是莽撞 也不派人回来禀告一下 这时那个二哥开口说道 文言 那个大哥点点头 道 那你小心一点 遇见什么危险 立即回来 二哥明白地应了一声 带着一百山贼 离开了山寨 这一边 赵府正要命人随便将这些尸体 随便掩埋一下 至于他们的各种武器 三千多普通品质 十几件蓝色品质 一件银色品质 除了银色品质武器 其他倒是可以拿到圣光之城去卖 倒是也能值一点小钱 反正是扩充一下仓库 殿下 又有一百山贼从这里赶来 这时 一名士兵上前禀告 文言 赵府一想 直接是带着大量士兵 把那一百山贼包围住 阁下谁是 为何包围我们 那个二哥一脸严肃 看着包围他们的一行人 赵府轻声一笑 道 你说呢 那个二哥见到赵府笑容 感觉一丝不妙 连忙开口道 我们是三交债的人 我是三交债的二当家 我们山寨可是有五千兄弟 希望阁下能放过我们 两方河水不犯井水 怎么一下出现这么多的精兵 那个二哥心中疑惑 但还是拿出自己山寨名头 希望能借此逃回去 把这事情告诉大哥 五千兄弟 我看只有一千了吧 赵府对那个二哥淡淡说道 文言 那个二哥顿时一惊 联想到一直没有回来的三弟 还有那四千兄弟 当时心中一怒 可是一下又强忍下来 因为想到现在处境 只能抢笑道 这位大人 我们是不是有些误会 赵府轻轻摇摇头 见此 最后一丝侥幸被打破 那个二哥突然大喊一声 兄弟我们冲去出去 可是下一秒 至少一百根箭矢 笼罩那个二哥 那个二哥根本无法躲开 直接伸中数十箭 被射成一个马蜂窝 死相凄惨 同时还有三十个 被直接射死的山贼 其他山贼 见此哪敢还继续跑 直接跪地哀求道 大人 求饶命啊 赵府见此一笑 心生一计 道 我可以放过你们 但你们要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白起拿出三毒丹 先给他们服下 白起会议的 拿出一瓶普通的治疗丹 把这瓶丹药 交到那些山贼之中 旁边的王二狗 明白得强忍住笑容 看着这一群山贼 面露苦涩地 把一枚枚丹药服下去 现在你们应该明白 你们山寨是输定了 根本不可能抵挡我们 你们的那四千兄弟 全部已经被我屠杀殆尽 不信你们可以去看看 说着 赵府还压着他们 去看了一眼那血腥无比的场面 地面是被无数鲜血染红 一具具尸体姿势 各意躺在了地上 有被乱箭射死的 有的是被直接钉死在地面上的 有些是被强大骑兵贯穿身体而死 死前露出恐惧 痛苦 各种表情 大人 我求求你们 放过我吧 山贼们全部吓破胆子 跪在地上哭喊起来 见此 赵府脸上带着一丝笑容 开始把计划告诉他们 现在既然明白 你们是胜不了的 那你们返回山寨 应该明白了 怎么做了吧 这瓶毒药给你们 不想死 就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事后你们不止 不会死 而且还会得到想不到的好处 闻言 活下来的七十个山贼 身体哆嗦地点点头 返回了山寨 赵府则带着人 暗暗包围了山寨 这事情已经成定局 事情如果按照计划 一定会成功 倒是也不用担心 那七十个山贼会背叛 这山贼忠诚度都不会高 很容易背叛 又被吓破胆子 又有毒药威胁 他们几乎不可能背叛 而就算他们背叛了 坏处仅仅是多杀几个人而已 可能有人想说 把他们放回去 他们背叛了 消息泄露 山寨一定会加强防卫 事情的确会这样 但是山寨已经派出 两对山贼出来 现在一对都没有回去 傻子也知道 事情不对劲了 山寨门口守卫的几个山贼 看着回来的七十个山贼 有些奇怪问道 怎么就你们回来了 二当家呢 已经被赵府策反的山贼 也明白这是关自己生命的大事 所以也不敢露出一丝破绽 笑着说道 二当家先让我们回来的 闻言 一个守卫点点头 道 那你们回来了 我去禀告一下大当家 等等 另一山贼连忙拉出这名守卫 然后示意其他被策反的山贼进去 按照计划进行 兄弟 有什么事吗 被拉住的守卫 一脸疑惑地问道 策反的山贼 一笑摸过他的肩膀 在他耳朵旁边小声说道 二当家三当家 还有那四千兄弟 其实早死了 现在那位大人 已经把我们山寨包围了 你想活命 就要按照我吩咐地去做 那个守卫文言 也是一惊 随即也明白地点点头 随后 这消息潜无声息地扩散开来 使得整个山寨 蔓延着诡异气息 没有一个人不怕死的 不过也有一些死忠于 那个大首领的人 但是却被大多数策反的山贼杀死 现在这位大首领 心神不宁 在山寨大厅走来走去 总感觉事情不对劲 来人 去看一下 老二回来没有 这位大哥喊了一声 一名早已被策反的士兵 装模作样地听命走出去 如果是普通山村 这么多人被判了 这时 一个山贼端着几盘菜 还有一壶酒 走进了山寨大厅 看着站立不安的大当家 关心地说道 大当家 别担心了 说不定二当家三当家等 一下就回来了 你已经中午就没有吃饭了 小的特意帮大当家做了几盘菜 请大当家你吃一点吧 别累着身体 这会让我们这些当手下的 很担心 这个大当家 看着如此关心自己的山贼 本没胃口 不想吃的 可听到那句句至情至真的话 心生一丝暖意 点点头 那你放下吧 是是 那名山贼连忙应声道 随即把菜放好 又说道 大当家 小的为你倒酒 随后 这名山贼倒了一杯酒 双手捏着酒杯 把这酒杯缓缓递上去 这位大当家不在意地 接过酒杯 一饮而光 随即旁边那名山贼 一下就变了脸 没有一点之前的关心 还有恭敬 而是带着冷笑 刚饮下这一杯酒的大当家 扭头一见那变了脸的山贼 灯食一惊 瞬间明白过来 但是下一刻口涂鲜血 一双眼睛怨恨地看着 旁边那位山贼 随即倒地毙命 死不瞑目 这名山贼冷笑着 一脚把这曾经五千人之上 令无数村庄恐惧的 三交寨大首领 从椅子上踹到地上 其实 你这大首领 以现在实力 还有星星 在将来很有可能成为 一个割据一番的萧雄 但是现在早早遇见赵府 才落得这样下场 这个世界本不缺能人 无论是英雄 豪杰 萧雄 还是忍者 还有那万亿生灵 只有他们的鲜血 才会铸就那至高无上的王座 王道之路 本就是这些自命不凡的尸体 堆出来的一条路 天色已经暗下来 这时山寨点燃一根根火把 来到山寨门口 放下各种武器 跪在地上 赵府也带着人走出来 接受这些山贼的投降 跪在地上的山贼们 看着赵府这一群强兵 带来的压迫感 吓得头都不敢抬 之后的事情很顺利解决了 这一次收服八百多山贼 杀了二十几个十恶不赦的人 也就出了被抓的 一百多百花村妇女 处理完这些事情 赵府来到山寨内 那个奇怪的石台前 查看起来 将军台 可以提升士兵士气 特殊属性 可转职三名武将 并且士兵随机属性加一 这特殊建筑 还挺不错的 一下可以转职三名武将 士兵属性还可以随机加一 赵府叫人把它拆了 获得将军台的设置图纸 打算回大秦村后再重建 然后又来到兵营随便看了一眼 只有一座转职石碑 山贼 评价F即兵种 减剑 四处为恶的兵种之一 兵种效果 转职可获得技能 灰砍 随即 赵府又来到仓库内 本来是来随便扫眼的 可是没想到有意外收获 竟然在仓库内 发现一块有黑的矿石 一选铁石 品质 黄金 减剑 可打造黄金品质装备 见此 赵府一笑 把这一选铁石 还有仓库内的全部钱币 还有装备 都收进储物界之中 现在有钱了 赵府早已经不是 用那个十平方米的储物戒了 而是用上了 具有三百平方米空间的储物戒 这是在商店能买到的 最大空间戒指 银色品质 花四百多金币 最后 赵府来到山寨大厅 有些意外 这是银色品质村落 随即赵府选择占领 获得一百战勋 随即选择迁移 获得六千二百经验 这一次进攻三交寨 收获挺多的 在这里休息一夜 之后经过一天时间 返回到大秦村 命人建设将军台 收服的一千一百多的山贼 赵府抽了一千编入士兵 其余分配到各种地方 又带着大量尸体 来到白骨空间 使用天地炼化法阵 把这些都转化成资质球 还好炼化A资质尸体 消耗的金石能量不太多 不然赵府手中的金石还不够 之前玉槽中的金石 也早已耗尽 赵府已经是用上了 从秦南那里购买的金石 把这些A资质尸体 炼化成资质球后 赵府又拿出那三具首领的尸体 获得一个SS资质 两个S资质 SS资质属于那一个大首领 其余两个是二三首领的 回到地面上 把A级资质球 赏赐给这次战斗表现不错的士兵 至于S级的资质球 赵府又进行了一次选拔 这一次不仅仅考验武力 还有各种综合能力 比如应变能力 制定战术的能力 这一次选出了两个 一个是一名男性精灵 名叫亚西 另一名有些意外 是一个灰矮人 萧剑身上的伤势 已经大部分好了 只是身体有些虚弱 还有就是 他脸上的几道刀疤无法除去 让他那原本不错的脸 变得有些可怕 赵府倒有说过 等以后弄到好的丹药 帮他把这刀疤除掉 可是萧剑却拒绝到 想留下这刀疤 好记住所发生的一切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萧剑这给你 赵府把萧剑叫到旁边后 把SS资质球递给他 萧剑有些疑惑地接过来一看 顿时心中无比感动 丹西跪下道 多谢殿下如此看重 赵府轻轻点点头 道 我对你可是很看重 你可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 萧剑连忙点头称是 随即又想到什么 连忙拿出一张图纸出来 道 殿下 我这里有我们村的一种酿酒配方 不知道对殿下有没有用 文言 赵府接过来一看 百花酒 配方 可采集花朵 酿出香味迷人的美酒 看完信息 这倒是可以作为西洛楼的一种招牌酒 现在西洛楼 还只是用的是普通粮食酿出来的酒 这种酒一般村庄都会酿 现在有着百花酒 倒是可以吸引不少人 收下这配方 又和萧剑聊了几句 随后士兵进来禀告 将军台已经建成 赵府又来将军台旁边 因为可以转职三名武将 赵府想了想 就选出 一个是老罗格 一个张大虎 还有一个萧剑 这三人转职成武将 处理完这些 赵府传送去圣光之城 来到一间铁匠房 门外守卫恭敬地叫赵府一声 赵府点点头 来到门前 敲了敲门 屋内立即响起 公孙林不高兴的声音 谁啊 快走开 别打扰我 赵府脸上有些尴尬 开口道 是我 听见赵府的声音 公孙林才跑过来 把门打开 看着门口的赵府 开口问道 赵姓你来干嘛 赵府看着此时的公孙林 衣服还有脸上 都沾满了灰尘 完全没有之前可爱静 倒是有些像铁匠的样子了 听到他的话 赵府一笑 把一悬铁石拿出来 给他一看 公孙林立即忍不住 高兴地大叫起来 赵姓 你竟然又弄到 黄金品质材料了 赵府轻应一声 道 这一块材料 我要打造一把大刀 公孙林开心地点点头 说道 等打造完盾牌 就帮你打造 赵府也点点头 也关心地问道 盾牌还有多久 才能打造好 这个了 公孙林歪着脑袋一想 可能还需要五六天的时间吧 闻言 赵府也明白了 又和公孙林聊了几句 点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然后又跑回去 打造盾牌去了 赵府刚回到西洛楼 有人上前禀告 有两个人想见自己 闻言 赵府点点头 来到客厅 看着这两个人气息浑厚 一看就是军人 赵府明白 什么上前露出 一脸笑容问道 不知两位找我何事 为首的中年男子 也没有隐瞒 直接开口说道 我叫唐展 他是我属下邱文杰 我们是恐怖森林 这一边的军方负责人 现在浓重欢迎地邀请你 加入我们军方 为国家效力 日后 国家一定会给予你各种好处 赵府听着唐展说的话 笑容不变 却一口回绝道 抱歉 我对加入军方 没有什么兴趣 对于赵府一口回绝 旁边的邱文杰不满开口道 你这是什么态度 为国家效力 不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吗 听这话 赵府一笑 但还是摇了摇头 邱文杰看到赵府的表情 心中有些生气 刚想说什么 旁边的唐展叫住他 扭头说道 赵先生 希望你能多多考虑 我们军方随时欢迎你 我们还有一点事 就先到辞了 赵府文言 应了一声 道 那两位慢走 我就不多送了 随后 再回去的路上 邱文杰不满说道 队长 那个赵姓什么态度 我们军方放下姿态来邀请他 他竟然还不答应 唐展叹了一口气道 好了 现在时代不同了 人心也变了 以前那一套 根本说服不了任何人 现在身处 这大乱事 我也不知道 我们坚持的是否正确 另一边赵府处理 圣光之城的事情 也返回大秦村 却得知一件不好的事情 李文带着探索队出现了伤亡 听见这个消息 赵府连忙赶去查看 李文 这是怎么回事 来到药馆 赵府看着正在包扎伤口的李文问道 李文见到赵府来到 一脸愧疚的道 殿下 属下该死 没有带好队伍 让这次出现了伤亡 文言 赵府一想 李文一直是沿用自己的谨慎战术 而且一直执行得很好 这次出现伤亡 应该是遇见了什么出乎预料的东西吧 赵府也没有怪罪地说道 好了 李文你说说这件事情的经过吧 李文遵命一声 开始说道 他们一队人 一直在那条通道中探索着 随后来到一个很大的空间 这一个空间 有100米高 500米宽 其中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很奇怪的骷髅 这一个骷髅和普通骷髅 无论在样子 还是手中武器都是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 这一个骷髅胸骨前 镶着一块散发金色光芒的剑形碎片 原本我们谨慎起见 本想是回来禀告殿下的 可是被那个骷髅发现 那一个骷髅异常强大 普通的剑光树 好像没有任何效果 更是一件 把哥布林手中的巨盾斩碎 我们也是惊险侥幸地逃了出来 赵府听完李文所言 点点头 这事情的确不能怪李文 倒是那个骷髅 到底是什么东西 想了想 赵府来到若德村命人 完全用青铜金矿 重新加后的巨盾 之前赵府那种巨盾外面 是青铜金矿 但里面是铁木 因为要完全用青铜金矿 打造那样重量级的巨盾 哥布林勇士拿起来 也有些吃力 不适合长时间探索 但这一次 完全是为了那神秘骷髅 随后 赵府又传送圣光之城 既然圣光术没有用 那就来点强力的技能 买了十个圣堂法印 做好一切装备 赵府带着白起 张大虎 戴希 萨尔 老罗格 还有二十名哥布林勇士 二十名铁锤步兵 二十名弓手 十名精灵祭祀 前往那一个通道 通道有黑又漫长 众人不知道走了多久 终于来到李文口中的 那个空间 这个空间 的确和李文所说一样大 同时 空间中间盘坐着一个骷髅 这个骷髅很特别 头颅中的灵魂之火 是金色的 而且 身体发放出微微金光 完全没有一般骷髅的 阴森恐怖感 随着 赵府众人的出现 这神秘骷髅 缓缓站了起来 赵府也没有客气 直接命令攻守射击 羞羞羞 一根根箭矢 冒出一缕缕黄之气 向神秘骷髅 飞射过去 一开始 赵府就令人使出全力 使用碎石剑 神秘骷髅 面对这么多 带着强大尽力呼啸的 而来的剑矢 表现得很淡定 只是站在原地 抽出那秀气斑斑的剑 轻描淡写的随手一挥 一道无形的剑气 把所有剑矢都劈飞出去 没有伤害到神秘骷髅一撕 剑此 赵府也没有意外 知道这神秘骷髅的强大 随即铁锤步兵的 二十枚圣光弹 对着神秘骷髅 击射出去 神秘还是一副淡然 站在那里 提起剑 对着飞来的二十枚圣光弹 一直 一道无形剑气刺出 强大力量 令空气都一震 无数圣光弹 直接被碾碎 变成点点光点 消散开来 赵府一脸严肃 远程攻击 几乎是对神秘骷髅 毫无效果 这时 神秘骷髅也向这一边走过来 他那样子 完全没有亡灵那种 见到活人就杀得很近 而是对赵府的一行人的不屑 白起 张大虎 还有萨尔 大秦村 三个武力最高的人 从盾墙走出来 神秘骷髅 看着走出来的三个人 身体一晃 刹那间出现在三人面前 枪 双剑对撞在一起 爆出大量火星 神秘骷髅出现在白起三人身前 抬手向一剑 带着巨大的剑气 向三人斩去 三人面对恐怖力量 也不敢一丝大意 白起使出全力 双手握住斩星剑 才勉勉强强挡住 神秘骷髅的一击 白起可以说是 大秦村最强的人 现在他都如此 可以看出 这神秘骷髅的强大 神秘骷髅用剑一压 白起吃力地退了一步 明显不敌 还好旁边张大虎 萨尔举起手中大刀 从左右两边 向神秘骷髅攻去 缓解了白起的危机 但张大虎和萨尔 也明显不是神秘骷髅的对手 两人都使出全力 手中的大刀 吞吐可怕的刀芒 向神秘骷髅砍去 但是被神秘骷髅 随手一剑 只剑一道弧光闪现 把张大虎和萨尔 斩退束部 这时 白起使用全力 使出仪器斩 剑身吞吐出大量剑芒 身体一跃 从半空中 向神秘骷髅斩去 神秘骷髅抬剑 轻易架住白起全力一击 但就在这时 白起身体突然一侧 他身后一根剑矢突然出现 剑头闪耀着寒芒 直射神秘骷髅的头部 赵甫开了弓 又架好一根剑矢 刚刚一根剑矢 就是赵甫射出的 要不是白起和赵甫两人之间 早已无比熟悉 赵甫也不会这样做 因为也是自己全力一剑 如果白起无法闪躲开 那也会受伤 面对着突兀的一剑 神秘骷髅一偏头躲过剑矢 但却露出一丝破绽 白起抓住一丝破绽 再一次全力一击 剑身吞吐着大量剑芒 把神秘骷髅斩飞出去 快 赵甫见词也大喊一声 二十名铁锤步兵 二十名弓手 十名精灵祭祀 还有老罗格 在一刻全部使出技能 无数技能笼罩倒飞出去的 神秘骷髅 砰砰砰 一连串爆炸声响起后 神秘骷髅狼狈被从半空中落下 但就在这时 一缕白芒翘无声息 向神秘骷髅射去 这一缕白芒神秘骷髅身前 一分二 再分三 三分四 变成七个大小不一的光环 向神秘骷髅撞去 戴希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在盾墙外 全力使出圣界之光 哄 神秘骷髅被击飞出去 撞在一百米外的墙壁上 墙壁上也多出七个大圈 处于圈中间的神秘骷髅 更是不堪 好像就要散架了一样 从墙上落下来 眼看着众人松一口气 但是只见神秘骷髅再一次站了起来 双手握剑 放在胸前 剑指上方 全身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 竟然开始鸣唱 我当日誓言铭记在心 生生世世 效忠吴王 将生命的一切奉献 伴随吴王左右 我等皆为吴王手中之剑 斩去那光明 亦或者黑暗 上至天界 下至魔冤 吴王剑指之下 无人可挡 虽万载已过 但我心不变 吴王明之下 我将所向披靡 神秘骷髅 神圣又庄严 念出一句句誓词 身上的金色光芒 也越来越明亮 同时 他身上的气势 也越来越强 形成一道道气浪 向四周吹开 他身处的五米范围内 都被金色光芒笼罩 而他站在中间 完全没有一点 亡灵的阴森恐怖感觉 他就像一个圣骑士 所喊出的王之誓言 随着他最后一声落下 哄 一声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神秘骷髅爆发 一股强大无比的气势 如狂风一样向四周 整个空间 也被金色光芒笼罩着 中间神秘骷髅身上 发出一阵阵钢铁交织的声音 一身金色战甲 缓缓凝聚而成 盔甲内 还有一个人的身体虚影 也缓缓出现 虽然看不清楚样子 但五官轮廓 还是很清晰 这时候 赵夫想阻止也迟了 此时神秘骷髅 已经完全是变了一个样 身上强悍的气势 令空气都凝重起来 赵夫见此把白起三人召唤来 拿出五枚爆灵丹 给白起五人服下 爆灵丹不亏是三阶丹药 按理来说 是还不到一阶的人 无法接触到的强大丹药 最少是修为达到三阶 才能接触到 但是现在 他们还不到一阶 使用后强大的效果显而易见 只见白起五人 双目变得一片血红 一缕缕血色气息 不断从他们身体上冒出 他们五人各自爆发 一股强大的气势 五人气势合起来 并不若神秘骷髅一丝 两方强悍超绝的气势对持着 使空气更加凝重 仿佛让人喘不过气来了 神秘骷髅也没有再轻视 平举起 已经是金光灿灿的剑 向五人冲过了去 白起 张大虎 萨尔 三人也迎上去 枪 枪 枪 一声声巨大的碰撞声响起 神秘骷髅对战白起三人 丝毫不落下风 同时应付三人的攻击 老罗格高高举起手中的枯木杖 嘴中念念有词 周围一切能量都向他聚集 形成一道肆虐风暴 吹起无数尘沙 一颗颗血色火球凝聚而出 足足有十个脸盘大小颗地狱火球 在老罗格高举的木杖上方出现 散发一股极强的毁灭气息 老罗格血红的双目 紧紧盯着神秘骷髅 趁白起三人一个脱离战局的时机 将手中枯木杖一挥 十个地狱火球 向神秘骷髅飞射过去 神秘骷髅冷哼一声 一箭挥出 空气像是被展开 一道长十几米的金色孤光 一闪而过 砰砰砰 老罗格是颗地狱火球 被全部斩爆 四散的血色火花 当时就化为一片火海 突然 无数长一米的黑色木刺 如同剑雨一样 刷刷刷 对着神秘骷髅落下 戴希带着十名精灵祭祀联合出手 面对无数落下的木刺 神秘骷髅握剑 一个回旋 形成一道极强的剑气龙卷 无数尖锐的木刺落下 撞在那剑气龙卷上 木屑横飞 黑色木刺一一被斩飞出去 神秘骷髅也停下剑气回旋 但就在这时 十个人伸直了右手 对准了神秘骷髅 十名使用圣唐法印的士兵出手了 只见十人手掌上 一个太阳图案亮起 击射出十道金色 带着炽热气息的光束 十道强大炽热金色光束射来 神秘骷髅也一惊 但已经无法闪躲 只能用剑一挡 砰 十道金色光束 一起撞在神秘骷髅身上 一声巨响 神秘骷髅被撞退 往后滑行十几米 才止住脚步 身上也冒出刺刺白烟 像是把水落在烧红的铁上 这神秘骷髅 虽然没有普通骷髅的样子了 但是它还是属于骷髅 圣光系技能对它伤害加倍 神秘骷髅也一怒 一双眼睛死死盯着 在盾墙后控制一切赵府 下一秒就向赵府冲过去 可是白起三人也不会让它出手 立即又是缠上去 面对白起三人死死缠住自己 神秘骷髅一道强大剑芒斩出 直接逼退白起三人 神秘骷髅再一次向赵府冲去 但是一下一刻 又是十个巨大的地狱火球 如同黑暗中十个血色太阳一般 出现在神秘骷髅上方 神秘骷髅脸色一狠 直接选择闪躲一颗颗落下的地狱火球 可是一颗颗地狱火球爆炸开来 所产生的破坏力是无法完全闪躲 硬挨这一下 神秘骷髅身上凝聚而成的金色战甲 也是一案 刚冲出地狱火球形成的火海 神秘骷髅随即又是一惊 因为无数弩剑带着强劲之力射来 照斧剑铁锤步兵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就从储物界中拿出十架车弩交给他们 面对这么多强劲的弩剑 神秘骷髅也不敢大意 只见他快速地挥舞手中的剑 带出无数剑光 将全部弩剑挡飞出去 这时 戴希双眼轻轻闭着 他仰着御手 一道圣光仿佛落在他身上 周围也被他照亮 一点点白色光点 也从上方缓缓落下 他在圣光之下 是显得那么美丽和纯洁 戴希缓缓睁开血红的双眼 看着刚把无数弩剑挡飞的神秘骷髅 轻轻抬起御手 对着他一指 食指间一缕白芒射出 如同一道白线 翘无声息 来到神秘骷髅的身前 神秘骷髅也是一脸愕然 哄 一声巨响 神秘骷髅再一次被撞在墙壁上 这一次七个圈中最大的足足有三十米 印在墙上 仿如奇迹一般 而中心的神秘骷髅 一身金色战甲全部碎裂 他也是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赵斧剑慈 也正想命人了解他的时候 只见神秘骷髅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将手中的剑高高举起 直指上仓 无王 荣耀 随着 神秘骷髅一声嘶吼 整个天地都好像安静了下来 好像时间停止 又好像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声音一样 哄 一声惊天巨响 神秘骷髅爆发出一道冲天的金色光柱 完全照亮整个黑暗空间 如同白昼一样 金色光柱之下 神秘骷髅表情神圣而庄严 一道道令人绝望和恐惧的力量 从身上发出 形成一股超星号星号风肆虐 地面开始军裂 周围碎石也在崩碎 强大令人恐惧的气息 剧烈冲击人无比脆弱的心房 此时 神秘骷髅全身骨头都被染成金色 身上冒出大量金色气息 如同火焰一般 他持剑站在那里 好似有视天杀到的力量 在这的恐怖气势下 众人就像大海中一叶孤舟 一股恐惧无法抵挡的感觉在 众人心中蔓延 神秘骷髅目光冰冷转向照府 抬起脚步向其走去 白起三人见此 也没有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冲上去 可是神秘骷髅看都不看白起三人一眼 随手一剑 一道庞大的剑气 如巨浪一般席卷三人 白起三人拼命抵挡 可还是直接被斩飞出去 三人摔倒地上口吐鲜血 浑身都被鲜血染红 瘫倒在地上 甚至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 这还是神秘骷髅随手一剑 就令白起三人 就已经身受重伤 白起三人 可是大秦村武力值最高的三位 却显得是那么弱小 咻咻咻 一根根带着强大尽力弩剑飞射出去 神秘骷髅冷哼一声 抬手一剑向前劈过去 一道庞大如弯月的剑气 带着剑锋 直接把无数弩剑变为积粉 庞大剑气并没有停止 而是呼啸着继续弩车袭去 哄 庞大的剑气 急在十架车弩上 变成一道血物 就在这时 一缕白芒翘无声息 再一次来到神秘骷髅身前 戴希再一次出手 直接那一缕白芒 一分二 再分三 三分四 变成七个大小不一的光环 但就在光环形成的前一秒 神秘骷髅一剑 直接令七个光环崩碎 化为点点光点消散开了 强大绝对的强大 恐惧 害怕 绝望 无力在众人心中 现在的神秘骷髅根本不是人能抵挡的 这时 神秘骷髅冰冷目光 在一次转向盾墙内 被无数人保护的赵甫 缓缓身体前倾 手中的剑 发出一声清脆的剑鸣 发出刺眼的金光 如同一柄光剑一般 碰 神秘骷髅脚轻轻一踏 地面崩碎 神秘骷髅整个人如同一道金色流光 向赵甫冲去 无数士兵拼死挡在赵甫身前 可是全部被撞飞出去 刹那间 神秘骷髅来到赵甫身前 高举手中的剑 就要将赵甫一剑斩杀 殿下 无数人口吐鲜血 瘫倒在地上 看着眼前一幕 惊恐地看着眼前一幕 大喊道 哄 一声惊天俱响 两道绝强的力量碰撞在一起 形成一道巨大的冲击波 向四周扩散 地面直接崩碎 弹塌出一个十米的大坑 只见赵甫身上 冒出大量漆黑如墨的气体 如同汹汹磨焰 此时赵甫神情威严 目中冰冷 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手持一柄青铜剑 架住神秘骷髅的剑 浑身散发浓郁到极点的 杀伐之气 此时赵甫已经消耗着 大量气韵 动用了正国之气 十二金人的力量 甚至直接用上 十二金人手中的青铜剑 神秘骷髅也有些恶然 没有想到 赵甫能挡住他必杀一击 看着赵甫身上浓郁杀伐之气 神秘骷髅神色凝重地 退回十米之外 你们快走 赵甫看见士兵 挣扎地站了起来 想加入进来 赵甫直接叫他们退下 因为此时根本不是 他们能参与进来的战斗 众人听到赵甫威严 不容置疑的命令 也明白自己弱小 根本无法插手 也都听从命令地 退出这空间 此时 神秘骷髅也再一次 对赵甫展开攻击 身体瞬间消失 下一秒出现在赵甫一侧 一剑带着猎尸开山之力 只砍赵甫腰部 赵甫则转身用剑一挡 枪 两剑碰撞在一起 发出一声巨大钢铁交织的声音 相交 响起一巨大的气爆声 两者各自退到十几米外 但是赵甫拳头血肉破裂 鲜血顺着一点点滴落在地面上 而神秘骷髅却一点是没有 这就是没有血肉之躯的好处 突然 神秘骷髅再一次迎面冲来 赵甫见此也不再被动防御 高举其手中青铜剑 直指上舱 几道黑色气体缠绕在剑身上 剑尖处一个点血色火花燃起 然后越来越大 形成一个十米的巨大火球 如同血色太阳一般 带着毁灭的气息照耀四方 这时 正冲来的神秘骷髅 也是一惊 连忙一躲 赵甫也是 对着神秘骷髅一掌而下 巨大的火球 飞快如一道红光 射向神秘骷髅 砰 一声巨大爆炸声响起 眼看着火球就要击中 可神秘骷髅 分化出十几个残影四散开 完全避开了恐怖的地狱火球 哼 但在下一秒 赵甫出现在神秘骷髅身前 剑身吞吐黑色剑芒 全力一剑 但又是在这一秒间 一道流光从乱石堆冲出 刹那间直接撞上赵甫 赵甫也是一惊 连忙用剑挡在身前 砰 赵甫感觉被一头巨兽撞上 直接被撞飞一百米之外的墙壁上 墙壁也直接碎裂坍塌 赵甫狂吐一口鲜血 在地上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从乱石堆站了起来 看向神秘骷髅 此时 神秘骷髅散发出 比之前还恐怖十几倍的气势 已经形成一股实质的立场 虚空似乎扭曲 地面缓缓下沉 神秘骷髅 拖着将近四米长的黄金之剑走来 地面就如同豆腐一样 被黄金之剑带出一道深深的剑痕 在这恐怖欲绝的气势之下 赵甫身体在本能开始颤抖 但赵甫猛地一咬舌头 剧烈的疼痛 指出身体的本能颤抖 见神秘骷髅走来 赵甫双手紧紧握住手中青铜剑 激发出身体全部力量 神秘骷髅也缓缓举起 将近四米长的黄金之剑 对着赵甫落下 哄 空气好像一分为二 剑气如同一条巨大奔流急速的河流 撞上赵甫 虽然赵甫拼尽全力抵挡 可还是显得那么弱小 巨大奔流急速的剑气之河 撞上赵甫 在墙壁上 直接开出身三十米 满是剑痕的大洞 洞深处 赵甫浑身 布满着大大小小的伤口 鲜血已经完全把它 染成一个血人 样子极为凄惨 通道深处赵甫躺在地上 一身鲜血 虚弱无力地从储物界 拿出六瓶小灵丹 大约三百多粒小灵丹 全部吞下 又把剩下整整十五枚爆灵丹 也全部吞下 但这些丹药全部下毒 等时 赵甫感觉心脏被一双大手紧紧握住 发出一声一声沉闷声音 身体庞大 药力在乱串 啊 赵甫无比痛苦地养田咆哮 身体整整膨胀一倍 青筋隆起 全身赤红 皮肤渗出一丝丝血迹 赵甫已经到了暴体的临界点 随着 赵甫不断痛苦咆哮 大量血色气息从身上冒出 另一边大秦村城市之心 旁边的十二惊人也睁睁而鸣 庞大的沙发之力 也疯狂注入赵甫体内 哄 一声轰鸣响起 赵甫身上也爆发一股强悍到极点的力量 地面直接军裂崩塌 神秘骷髅看着洞口 不断冒出大量黑色和血色气息 目光冰冷 砰 突然 一道身影冲出来 直接撞上来 神秘骷髅连忙用剑一挡 可随即倒退 滑行十几米 原本骷髅所站之地 一道身影站在那里 此时赵甫的样子完全变了 一身肌肉隆起 神情争鸣 双眼血红 开始流出一丝丝鲜血 身上也大量黑色和血色气息冒出来 宛如魔神 他双手各握住一柄青铜剑 还有四柄漂浮在身后的青铜剑 六柄青铜剑都发出青光 像是一道青色风衣 劈在赵甫身上 刚把神秘骷髅击退 赵甫再向神秘骷髅冲去 只是瞬间已经出现在神秘骷髅上方 双剑带着庞大恐怖之力 向神秘骷髅劈去 神秘骷髅冷哼一声 手中四米长的黄金之剑轻鸣一声 也使出可怕的力量一斩 哄 三剑相撞 爆发出一声巨响 整个空气也是被炸开一样 地面都无法承受这种力量 直接军裂坍塌 刹那间宽五百米 深五十多米的大坑形成 坑底一个土堆中 一道金色剑光一闪 无数土块碎石被斩飞出去 神秘骷髅有些狼狈 从其中爬了出来 看着前方的赵甫 神秘骷髅拖着四米长黄金之剑 低吼一声 向赵甫冲去 他身后四米长的黄金之剑 浮出阵阵清脆的剑鸣 一缕缕如黄金气息 从剑身冒出 散发可怕至极的破坏力 地面都无法承受这力量 随着神秘骷髅冲上来 剑光笼罩方圆百米 一股强大到极致的剑势形成 在这可怕的气势下 地面直接开始虚无化 神秘骷髅冲到赵甫身前 双手握住四米长的黄金之剑 挥动起来 带着一股庞大而恐怖的灭绝力量 向赵甫斩去 赵甫也举起手中两柄青铜剑 带着一切都要虚无 强大极致的剑势 向神秘骷髅砍了过去 哄 一声惊天俱响 赵甫双剑和神秘骷髅黄金之剑 碰撞在一起 仿佛空间都炸裂一般 周围一切都化为虚无 时间 空间都仿佛消失 另一边 即使逃出很远的白起众人 听到响起的一声声轰鸣 也感觉到 那是一场多么恐怖的战斗 根本就是毁天灭地级别 他们这些人 仿佛就和一群蝼蚁一般无力 只能在这里恐怖力量肆虐下颤抖 回到战场 赵甫和神秘骷髅各自倒飞出去 摔倒在地上 赵甫挖的一声 吐出一大口鲜血 另一边神秘骷髅也不好过 因为那如黄金一般的骨头 也出现了裂痕 赵甫咬紧着牙 再一次从地上站起来 对着神秘骷髅冲了过去 神秘骷髅也从站了起来 拖着剑也对赵甫冲过去 一声声轰鸣响起 两者展开恐怖至极的对决 周围的一切都在两者战斗之下 化为虚无 剑名八方 神秘骷髅使出上一次 骷髅武将一样的招式 八道巨大金色剑气 在地上带出八道可怕的鸿沟 向赵甫斩去 赵甫举起一柄青铜剑 无数血色黑色气息 缠绕在剑身上 使得一柄原本古朴的剑 变成一柄魔剑一样 剑尖上方 一团团血色火团燃起 瞬间三十几个巨大的火球 如同三十几个小太阳 带着恐怖的力量照耀四方 赵甫手中的剑 对着神秘骷髅一落 三十几具大火球 也向神秘骷髅飞射去 哄 八道巨大的金色剑气 和三十几个巨大火球 撞在一起 两种都极其可怕的力量 在这一刻 变成一股更加恐怖的力量 化为一股巨大球形冲击波 带着灭绝一切的力量 扩散开来 周围一切崩碎化为尘埃 巨大冲击波掀起地面 也瞬间是笼罩神秘骷髅 还有赵甫 一切尘埃散去 地面出现一个一千多米宽 一百米深的大洞 原本的狭小的空间 因为赵甫神秘骷髅的战斗 开阔出更大的面积 一边赵甫浑身是血的 从碎石堆中爬出来 另一边神秘骷髅 全身骨头布满裂痕的 也从碎石堆中爬出来 此时 两者都已经到了力量殆尽 连同生命 也到了垂危的时刻 但也是要奋出胜负的时刻 剑 绝 天 神秘骷髅站起来 高举着四米长的黄金之剑 直指上舱 一声嘶吼 一道金色光柱冲天起 一道道金色剑气飞向上空 在上空之上 形成完全由剑气形成云层 枪 枪 枪 无数剑气在上空碰撞着 形成丝丝金色电弧 一道斩绝天地 万物消亡的力量 从金色云层中隐隐发出 赵甫这一边浑身是血的站了起来 嘶吼一声 爆发一道冲天黑色光柱 枪 枪 枪 十二柄古朴的青铜剑 发出一声剑鸣 自动漂浮在赵甫头顶上方 恐惧的力量也缓缓发出来 整个空间在两种恐怖力量下 剧烈颤抖着 甚至这种力量都渗透到地面之上 无数生物像是感知灾难来临一样 群鸟受惊地高高飞起 走兽害怕地开始奔逃 地下空间 两者也开始施展出来 毁天灭地的力量 神秘骷髅双手紧紧握住黄金之剑 大声嘶吼着 拼尽全力 把全部的力量 注入高举的黄金之剑中 四米长的黄金之剑的剑身上 一道道金色电弧缠绕 哄 神秘骷髅对着赵甫一剑斩下 那惊天一剑 强大到无法用语言形容 那一剑仿佛天地崩 万物消 众生语 啊 另一边 赵甫浑身是血 张开双手 大声嘶吼着 也拼尽全力 头顶十二柄青铜剑 爆发出一道道害人的黑色剑王 散发出滔天的杀伐之气 赵甫把张开的双手 艰难地合在一起 十二柄青铜剑 融合成一道金式的黑色剑光 向神秘骷髅射去 这一道恐怖至极的黑色剑光 强大到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 剑光祭出 仿佛天道灭 法则崩 诸神王 很快 金天一剑 和黑色剑芒碰撞在一起 哄 一声好像世界毁灭的声音响起 一切崩碎 一切烟灭 一切消无 一道巨大的金色和黑色混合的光柱 带着毁灭一切的力量 从地下冲上地面 又冲上云霄 使得原本蔚蓝色的天空也为止一暗 风云也随之变色 整个恐怖森林的人 也听到 都听到这一声恐怖至极的声音 恐怖森林的恶骄 盛光之城纯净少女 冰之森穿盔甲的男人 魔术城的绿袍老者 突然也被这一声吓一大跳 集体望向大秦村方向 普通人少许惊慌过后 恢复正常 心中对那一声有些奇怪 纷纷一论 刚刚那一声怎么回事 恐怖森林深处的恶骄 连忙把自己的窝搬开 离大秦村方向远一点 系统组成的三人 都沉着一张脸 随后一探 该来的还是会来的 目光转回战场中心 只见地面上 已经是出现一个万多米宽的大洞 周围死境一般 没有任何声音 鸟兽也早已飞逃 此时残留的力量 令一切生物都不敢靠近 战斗的两道身影 也是消失不见 五天后 赵府虚弱地缓缓睁开双眼 看着旁边 正小心翼翼喂药 给自己喝阿萨妮 阿萨妮原本是 小心翼翼端起药丸 用要少一点点喂药 给赵府喝下 正想把剩下一点药汤喂完 然后施展治愈术 帮助赵府疗伤 阿萨妮也是一名精灵祭祀 不过因为性格问题 他战斗技能等级很低 但治疗术等级却异常地高 所以李斯也叫他一边照顾赵府 一边治疗赵府伤势 此时 阿萨妮见到赵府苏醒过来 开心地一下跑了出去 大叫着 殿下醒了 随后 众人也赶到赵府身边 看着赵府终于醒过来 都大松一口气 赵府忍不住一笑 你们这么担心我干嘛 我们现在玩家不会死的 只是十天内 不能进入天气世界而已 殿下 你这说什么话呢 虽然你现在不会真死 但你是我们尊敬的殿下 我们还是会忍不住担心 李斯在旁边一拱手 暖声说道 文言 赵府也心意满 这时 白起把一块散发金色光芒的剑形碎片 交给赵府 道 殿下 你当时斩杀那神秘骷髅 什么都没有掉落 只有这一件东西留下来 赵府听到白起的话 结果剑形碎片 这一块剑形碎片 就是镶在神秘骷髅胸骨前的碎片 当时最后对决 赵府也没想到 自己能活下来 也没想到 能击杀神秘骷髅 只是拼尽全力 发出最后一击 这一块剑形碎片 长四寸 一边是贱人 一边已经残缺 但还是散发耀眼的金色光芒 心中也有些好奇 这是什么 赵府查看起来 王者之气 碎片 原本是王者之气的碎片 但其中 蕴含大量上古王者之力 属于极度危险物品 这就是王者之气 需要24柄降者之气后 才能有的王者之气 还有那上古王者之力 又是什么 赵府忽然联想到 神秘骷髅身上的金光 难道那就是上古王者之力 神秘骷髅之所以这么强 难道全靠这一块碎片 这一块碎片 应该可以融合 现在白起手中的斩星剑 是品质最高的 但这是给融合降者之气的 现在冰之魂达到89枚 应该不久就会用到 除此还有两件黄金装备 现在五天以后 那黄金盾牌 已经是公孙林打造好 他现在应该再打造大刀了 这两件黄金装备 不是赵府用的 赵府也看不上 随即赵府脑海 一道灵光闪过 想到什么 令人把若德叫来 随后 白起立即使用传送阵 前往若德村 把若德带到赵府身边 若德那个大胡子灰矮人 来到赵府床边 公敬问道 殿下不知道找我来有何事 赵府拿出一块 秀吉斑斑的青铜令牌 这一块令牌 就是赵府之前 获得的亡灵兵符 随后赵府又取下 自己那银色品质的储物戒 把两件东西 交给若德问道 你看这两件 装备能合在一起吗 若德接过令牌 还有储物戒指 仔细地看了一会 回答道 殿下 可以融合在一起 不过需要几天的时间 文言 赵府点点头 道 那你去打造吧 获得随即拿着两件装备 快速离开了 这时 赵府也把心思 放到正式上问道 我沉睡了几天 有什么事情发生没有 李斯一想 回答道 殿下 内政的方面 并没有什么事情 白起将军又重新 令四支队伍 继续向恐怖森林 进行探索 还有也重新组建 白骨空间通道 探查队 听到最后一件事 赵府一脸严肃 道 那个白骨空间不简单 也不知道怎样形成的 叫探查队万分小心 不能有一丝大意 有危险就全部退出来 李斯听到赵府的话 也点点头 随后 倒没有什么事情了 赵府也专心养伤 这几天时间眨眼而过 因为都是 被阿萨妮照顾着 两人也熟悉了一些 阿萨妮也没有之前 那么怕生了 这一天 弱德也拿出一枚 全新的戒指 来到赵府身边 殿下 你命我打造的戒指 已经打造好了 说着弱德递过来 一枚灰白色戒指 赵府接过来 也没有查看戒指属性 因为赵府 只是让弱德 把这两件装备 融合在一起而已 并没有做任何改动 当时赵府想到 与其把王者之气碎片 融入常规装备上 还不如把王者之气 融入进特殊装备之中 取出那一块 散发金色光芒的剑形碎片 赵府把它与灰白戒指 融合在一起 看着剑形碎片 慢慢融入戒指之中 戒指的外表 也发生了改变 原本灰白色戒指 融入剑形碎片后 完全变成一枚纯金戒指 赵府脑海中 响起一声声提示 提示 你戒指内十名骷髅骑兵 完全与戒指融合 成为戒灵 只要戒指不损坏 十名骷髅骑兵 将无法被杀死 提示 你的十名骷髅骑兵 受到王者之力加持 王灵等级发生改变 十名骷髅骑兵 进阶为首领级王灵 提示 你的十名骷髅骑兵 受到王者之力融入 职业发生改变 转制为王之死骑 提示 你的十名王之死骑 原本装备受到 王者之力轻染 成为王之死骑的 本命装备 该装备将会 跟随王之死骑 一起进化 赵府听到这一声提示 连忙把十名骷髅骑兵 不对 现在应该是 王之死骑放了出来 十名王之死骑 一出现 就从白骨马下来 丹西跪在地上 把手放在胸前 低手恭敬 骑声道 王 赵府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十名 王之死骑 竟然会说话了 而且已经具有一定智慧了 要知道 普通王灵是没有智慧的 只是存在本能 此时 十名王之死骑模样 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首先 他们头颅中的灵魂之火 变成金色 一身的原本用青铜金 打造的青色装备 也变成淡金色 同时 他们的战马也是一样 完全没有了 骷髅那种阴森感 赵府感兴趣地 点开王之死骑的属性 以及职业介绍看起来 王之死骑 评价SS加级兵种 简介 得到王者之力 发生蜕变的骷髅骑兵 兵种效果 转职可获得 王者之力 死亡之力 看完这职业介绍 赵府很是吃惊 这既然是SS加职业 想都不用想 这职业绝对是很强大 因为赵府的恶魔祭祀 不过只是D 级技能 但也算一种很强的职业了 但这王之死骑 可是超越C B A 甚至是普通S级职业 达到恐怖的SS加级 不过 也有些可惜 这样强大的职业 只有十名 当然也有好处 这十名王之死骑 因为成为戒灵 只要赵府手中的戒指不损坏 那这十名王之死骑 完全属于不死不灭的存在 看完职业介绍 赵府又查看起 王之死骑的属性来 也是异常强大 属性比之前翻了几倍 甚至还掌握四个强大技能 死骑之身 评价 SS加级 减剑 一切技能豁免200% F级技能无效化 死骑冲锋 评价 SS加级 减剑 使用后 爆发出无比强大之力 冲击一切敌人 死亡之斩 评价 S加级 减剑 使用死亡之力 斩出一次可怕的攻击 亡灵复生 评价 SS加级 减剑 可使用尸体 召唤大量亡灵 听命于你 这四个强大的技能 赵府最感兴趣的就是 第四个技能亡灵复生 因为一般尸体 只要不是高资质 对赵府也没用 赵府也在论坛 看到有人得到过 类似召唤亡灵的技能 但是有限制 必须是掌握死亡之力 而且召唤出来的 亡灵实力很弱小 最多只有生前十分之一 而且召唤出来后 需要一直消耗精神力 一旦失去主人精神力的支持 亡灵就会消失 或者是失去控制 一般人得到亡灵系技能 也最多只能控制几个亡灵而已 实力也不会很强 不知道亡之死期 能带多少亡灵 好在亡之死期 已经具有简单的智慧 可以进行简单的精神交流一下 随后得知 使用亡灵复生的骷髅 可保留生前八成力量 但是这力量 只能是低于亡之死期的力量 也就是说这技能 无法对比亡之死期强的尸体使用 不过亡之死期 已然是首领亡灵 可以控制三百个骷髅 十个亡之死期 可以控制三千骷髅 随着亡之死期的实力越强 控制的亡灵也会也多 也就是赵府完全可以打造一队亡灵大军 这让赵府一喜 使用亡灵 基本属于无消耗对战 要是用自己士兵 那死就真正死了 看完亡之死期全部属性 赵府也没收回来 打算让他们跟着机队恐怖森林探索队 去击杀生物 一边提升等级 一边把那三千骷髅士兵扩充好 随后 赵府目光转到戒指本身的属性上 亡者之戒 亡灵 品吉 传说 属性 全属性加五 简介 融入上古亡者之气碎片的戒指 获得上古亡者之气碎片加成 升级经验 获得正百分之四百加成 战勋获得正百分之二百加成 S以上 资质刷新正百分之二百 特殊兵种上线正百分之二百 全部村庄属性正百分之十 看完这属性 赵府一脸愕然 怀疑自己是不是得到外挂了 这戒指附加的属性不多说 但是以后城市 获得经验 直接翻四倍 获得功勋翻两倍 S资质刷新又翻两倍 特殊兵种也是两倍 领主之下村庄属性正百分之十 这么强大属性 不是外挂是什么 赵府心中也是忍不住喜悦之情 大笑起来 缓缓把这王者之戒 戴在右手食指之上 可是令赵府没有想到 又是一连串 提示响起 提示 你配戴上王者之戒 其中的上古王者之力 进入你的身体 提示 你发生未知变化之中 赵府戴上这枚戒指后 戒指发出一道金光 笼罩赵府整个身体 赵府感觉某种力量进入身体 也能明确感觉自己 身体发生未知变化之中 提示 上古王者之力 使你发生未知改变 提示 在上古王者之力 进入你的身体 因为你是一国传承者 又获得一国气运传承 你无需建国 提前开启王者职业 获得专属的王者之力 赵府听完最后一声提示 也不太懂其中的意思 所以直接点开直接属性 查看那个王者之力 王 评价王级 简鉴 建立一国后 才会开启的职业 可传承下一代 超越兵种等级 代表至高无上的王 效果 可获得王者之力 看着介绍 赵府又查看属性 却没有任何变化 伸出手 一团微弱的金光 出现在赵府手中 这不是借着上古王者之力 而是属于自己的王者之力 王者职业 与普通兵种职业 所固定的能力不同 没有任何技能 没有任何属性加成 因为王者职业 需要自己进行开发 是跟随自身进阶 而进进阶的职业 也就是成长性职业 所以初始的时候并不强 但到了后期 未必弱于那神灵之力 赵府之前 还为消耗的大量气运 而心疼 但现在看来 完全是值得 获得这一枚剑形碎片 价值远远大于消耗的气运 因为消耗的气运 只要根基不损 还是会慢慢恢复的 在未来的战斗 也会有正国之气 与正国之气之间的对决 那种程度上的对决 肯定不亚于神灵之间的战斗 因为是一国与一国的激烈碰撞 当然 正国之气 不是普通国家能拥有的 必须完成大统一 拥有一招的国家才能拥有 要论正国之气的数量 华夏说第二 那绝对没人敢说第一 古时候 可是一切都以华夏为中心 可以说 华夏是集天地大气运的地方 所以才会有如此多朝代 还有正国之气 现在获得这枚王者之界 属性大幅度改变 有很多事情想要处理一下 比如特殊职业 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两倍 赵府挑选一些进行转值 还有关于S资质 现在有这两倍加成 每一个月 大秦村都会有四个S资质 处理完这些事情后 一个憨厚的中年男子 带着三个酒瓶 来到赵府旁边 恭敬说道 殿下 你给我的百花酒 已经酿好了 这憨厚中年男子 本名叫孙毅 本来是一个农夫 平时爱酿一些酒水 不知不自觉 酿酒技能已经达到高级 现在被提拔 已经是酒房管事 专门负责酿酒 之前赵府 就给他百花酒的配方 现在也终于酿造出成品 赵府看着眼前三个酒瓶 脸上有些疑惑 旁边孙毅连忙解释道 殿下 三瓶用不同种类 还有数量酿造的花酒 第一种使用了八种花朵 来进行酿造 第二种是使用了 十六种花酿造 第三种是使用 三十二种花朵酿造 每一种酒的香味 还有味道都不相同 请殿下一一品尝一下 便知其味道 闻言 赵府对酒倒不是很懂 分别打开三瓶酒 一下酒香就蔓延出来 第三个酒瓶的香味 极为浓郁 甚至不能是说酒了 完全像是一种昂贵的香水 赵府到了一些 轻轻抿了一口 香味一下融入身体 酒水很清也很柔 喝完后 感觉整个身体 都在发出淡淡香味 随即 赵府又喝了其他两种酒 味道没有第三种酒那样好 但也属于上瓶酒水 这三种酒赵府重新命名 第一种名为花香酒 第二种月花酒 第三种醉花酒 这三种酒 以后绝对会成为 西洛楼的招牌酒 现在系统酒楼 看见赵府西洛楼 看着生意那么好 他们也不傻 也开始招聘玩家厨师 赵府酒楼生意 也被拉走一些 这样下去 当然是不行的 之后 要是玩家身份提升来后 那竞争力会更加大 所以 想要胜出 必须要有别人没有的东西 赵府问了一下孙艺 这三种酒 分别酿造了多少 得知数量还不少后 赵府带着这三种酒水 来到西洛楼 先是把其他人叫来 先让他们也品尝一下 看味道怎样 其他人也纷纷好奇地跑过来 这种酒水的香味 肯定是受到无数女人所喜欢的 这不用多说了 看着其他人喝完后 露出那享受的表情 赵府也明白着酒水的价值 这时 带着面纱 散发古典美人气质的 何仙如也走来 可是他刚眼睛 落在赵府身上 两道金光就向他射来 他眼睛刺痛地 忍不住倒退一步 赵府也注意到了他的反应 奇怪地问道 怎么了 何仙如轻轻摇了摇头 从那短暂失明状态中恢复过来 抬起那一双不满血丝的眼睛 道 赵 我有事和你说 赵府心中疑惑 但还点头点头答应下 来到一个隐蔽的房间 何仙如敬了一礼 最先开口 恭喜殿下 获得王者之力 闻言 赵府心中很是惊讶 这他怎么也知道 但随即想到 他当时进门的反应 一叹 这珠子百家的人 果然不能以常人目光看待 赵府点点头 也算应答一下 这时 何仙如又开口说道 殿下 想你一些建议 你是否要听一下 赵府一想 便道 你说吧 何仙如也开口说道 殿下 你的王者之力 还未与气韵融合 王之所以强大 能统领一国 甚至无惧神灵 主要是王的力量 与天地众生气韵融合 赵府闻言 也有惊奇 因为对这一方面 其实他也不懂 也不知道如何去开发 自己王者之力 现在一听何仙如的话 好像挺了解这种力量的 也知道如何应用这种力量 随后 赵府和何仙如仔细交谈起来 赵府也把这些不懂的地方 一一问出来 何仙如也一一仔细解答 最后 这时间持续几个小时 赵府感觉受益匪浅 赵府对待何仙如的态度 也发生了最大程度的改变 两人相笑着 从房间中走出来 霍卿刚好撞见 跑过去开口说道 美女师傅 我找你好久了 你和老板在房间这么久干嘛 不会老板 你把我师傅签规则了吧 闻言 赵府有些无语 看着这霍卿 经过这么久的观察 赵府发现 这小子可能还有点来头 不过他也一直没有说 也不知道 当时何仙如 为什么一下 就收他为徒的 何仙如瞪了霍卿一眼 道 没大没小的 回去切一百根萝卜 霍卿脸色立即苦了下来 道 别啊 美女师傅我错了 我是想让你 教我做菜的 之后 两人都回到后厨 赵府则来到西洛楼门口 到了三碗三种不同的花酒 有一句话叫 酒香不怕巷子生 赵府则直接在闹市摆出来 扑鼻的酒香立即散开 无数人围了上来 问道 赵老板 这是什么酒 怎么这么香 赵府一笑 便道 这是我们西洛楼 特意研制出来三种花酒 现在这三种酒水 全部五折 只限三天 好好好 赵老板帮我来一壶 说着无数人好奇涌入西洛楼 想品尝一下 这三种花酒的味道 这三种酒价格 赵府也制定好了 第一种花香酒售价8银币 第二种月花酒售价30银币 第三种醉花酒售价500银币 其实这种百花酒成本 也最多是20多铜币 这种价格绝对算是非常高了 特别是第三种醉花酒的价格 500银币等于5万铜币 比成本已经翻2000倍 完全可以说 赵府的是黑店了 不过 这也不能怪赵府太黑 有些人来吃饭 不是吃那个味道 而是吃那个排场 价格如果不高 那就无法体现这价值 第三种醉花酒 完全服务上层人士 对上层人士 来说这500银币 也算不上什么 随后 西洛楼花酒消息 也一下就散开来 很多人慕名而来 生意比之前好上几倍 引得无数人羡慕 赵府之后 来到一间铁匠铺 敲了一声门 便进去了 公孙林也准备着东西 看着赵府来了 笑了笑 道 赵姓 你的两件黄金装备 我都帮你打造好了 你瞧瞧怎样 闻言 赵府把目光转向旁边 一面金色大盾 半人高 表面有一些菱形图样 还有一柄末刀 这一柄末刀很修长 中间有一道钩槽 刀刃异常锋利 赵府正想才看一下属性 却有些奇怪地问道 这装备怎么没有名字 公孙林拿出一个小本子 跑过来道 装备名字我还没想好 赵姓你说 这两件装备 叫什么名字吧 赵府听到公孙林的话 一想便道 叫神武盾 九玄刀怎样 公孙林满意开心 点点头笑着说道 赵姓还是你会取名 我都想了好久都没有 想到好的 说着公孙林又拿出一支笔 在刚刚那小本子上 不知道写些什么 你这是在做什么 赵府也好奇地问道 公孙林一边低头写着 一边开口回答道 这个啊 是我们断气世家的规矩 每打造一件重义的器物 都会详细记录下了 也就是我们断气世家的神兵谱 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一本神兵谱 记录我们一生所打造之气 哦 赵府应了一声 又看见公孙林一挥手一道光 照射两件装备上 两件装备也有了名字 神武盾 品阶 黄金 属性 力量加十 体质加十二 剪剑 地钢石打造的大盾 具有极强的防御 九玄刀 品阶 黄金 属性 力量加八 体质加八 敏捷加六剪剑 一玄铁石打造的刀 异常锋利 赵姓 我要走了 公孙林写好了 把小本子收起来 抬头对着赵府开口说道 听到公孙林要走 赵府心中也些莫名失落 也明白自己吸引他留下来的原因 是打造黄金装备 现在装备打造好 他也该离开了赵府一想 反正玩家 现在只能留在恐怖森林 以公孙林能打造黄金品质装备的能力 赵府忍不住开口 想留下他来 可是公孙林轻轻地摇头拒绝说道 赵姓谢谢你 可是我们断气世家的人 本就是四处漂泊 居无定所 一生只为找到珍稀材料 完善神兵谱 所以我们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 我也想去其他地方看看 赵府听出他的意思 是想离开系统主城 离开恐怖森林 去野外 去往其他地方 可是以他年纪 真的能在野外存活吗 赵府的大青村可在野外 明白这危险程度 忍不住提醒道 这会很危险的 嗯 我知道 公孙林轻轻一笑回答道 看着他无惧坚定的样子 赵府心中疑惑 忍不住开口问道 断气真的那么重要吗 嗯 公孙林表现出 道我们只为断气而生 也注定为断气而死 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些断气 世家每一个人的宿命吧 赵府沉默下来 公孙林也没有在说什么话 回到一边收拾东西 最后公孙林看着赵府 脸上挤出一丝笑容道 赵心再见哦 赵府叹了一口气 道 你先等一下 闻言 公孙林奇怪点点头 随后 赵府转身离开铁匠房 过来一会 赵府把一枚戒指交给他手中 这一枚戒指 是能储存活物的戒指 价格是普通储物戒的十倍 空间还比普通储物戒还少 只有六平米多一点 这戒指里面有一匹上好的黑森马 现在系统组成 可是还是没有马匹的贩卖 一般居民用的也是普通的宗马 如果赵府拿出这一匹黑森马 一定会无数人吃惊 赵府把这黑森马给公孙林 希望他遇到危险能够跑掉 以黑森马速度和跨越障碍的能力 一般人是追不上的 赵心谢谢你了 公孙林接过戒指 开心地对赵府说道 赵府轻轻摇头道 不用 我还没有感谢你帮我打造 两件黄金品质装备 公孙林回道 是互相帮助 我也需要上好材料 锻炼自己能力 最后 两人也是最终告别 赵府看着公孙林的背影 缓缓消失 叹了一口气 传送回大秦村 回到大秦村后 赵府把九旋刀交给张大虎 至于神武顿赵府 交给一名力量出众的哥布林勇士 要之后获得S自制球 也会给他一枚 培养这一名哥布林勇士 处理完这些 赵府来到齐天台之上 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王者之力 与自身气韵融合 盘坐在齐天台中间 静下心来 按照何仙乳交给的方法 大秦村无数气韵 向自己涌过来 之前身体内 多了一条猙獰的黑龙 与一个散发耀眼光芒的金色光团 缓缓融合在一起随后 赵府睁开双眼 伸出手一个 黑色光团出现在手中 这堂黑光 与之前金色光团 除了颜色不同之外 还有黑色光团 隐隐有几道龙纹在游动 赵府把这黑色光团 往齐天台上一按 一道黑色半圆形赵子扩散出去 黑色罩壁上 也有几道龙纹在游动 这是赵府所施展出来的 王者领域 也可以把这理解成一种结界 又或者是保护罩 它的作用就是 可以免疫一切伤害 一切技能 当然赵府现在 王者之力还弱小 施展出来的王者领域 还无法免疫一切 但如果到了后期 还是会做到的 到了后期 也不再是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决 还有王与王之间的对决 赵府也是改变以前的想法 也开始主动参加战斗 不再躲在后方 等以后弄到好的材料 赵府也想打造一柄 属于自己的王道之鉴 融合王者之力后 想着已经很久 没有退出天气世界了 随即赵府也回到现实世界 随便吃了一点东西 和往常一样 打开天气论坛 事情倒是发生不少 华夏与诸边 周国摩擦也越发激烈 现在的华夏 华夏不再是儒家思想统治 不再以什么和为贵 一副讲道理老好人的样子 而是百家争鸣 百家思想充斥着现在的华夏 无需再讲什么道理 因为本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 直接是开战 之前一些跳梁小丑类的小国 直接是被打怕了 甚至现实的国家领导人 都站出来发话 低声下气地道 希望以和为贵 不要打打杀杀 要和平 此时 华夏这一条沉睡巨龙 也渐渐苏醒 展示出那恐怖力量 已然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 传承者站出来纷纷喊话 希望能大秦传承者见上一面 这件事情 也受到无数势力关注 因为大秦可不是什么 不出名的小国 而是华夏五大古国之一 它的危险性不用多说 可是这神秘大秦传承者 一直都为现身 现在其他四大古国 传承者出来喊话 这是什么意思 这顿时引起了 所有势力的高度关注 赢家这一边也是疾风了 找了这么久 一直都没有找到 因为血脉这种东西很复杂 可以一遍百 也可以一遍千 然后千遍万 现在几千年过去 赢家绝不可能把 所有流传在外的血脉找回来 虽然这件事受到无数瞩目 但是神秘的大秦传承 还是没有现身 这就像一根隐隐的刺 插在众多势力的心房 让他们夜不能寐 只要大秦现身那怕再强 他们心里也有一个底 但是现在捉摸不透的实力 才会令人更加忌惮 赵府看着 也打算继续不现身 这现身对自己 完全没有一点好处 还有数不清的坏处 赵府又不傻 没有在意这些话题 赵府继续看着其他的帖子 忽然看见一个 可以无限刷战薰的方法 无限刷战薰 这可能吗 赵府也有些奇怪点进去一看 上面这样说道 现在本人郑重告诉你们 一个天大的好处 教你们在天启世界 无限刷战薰的方法 还未战薰不足 就快来看看吧 首先战薰获得主要有两种 一是攻战村庄 二是击杀强大魔兽 现在我为大家带来的 就是第一种 利用攻战村庄来刷战薰 首先你需要一个建成之石 还需要一个人配合 最先你使用建成之石 建立村庄 然后让另一个人攻打 然后选择战领 然后你再去攻打 也选择战领 这样反复刷几次 那战薰家的飞起 这种方法只能刷几次 我教给大家的 可是无限刷战薰 所以大家仔细听了 使用第一次方法 刷几次战薰后 然后选择村庄迁移 又然后重新建立 再然后继续刷 再迁移 这样就可以无限刷 请大家相信我 一两次可能不会成功 多刷几次一定成功 我保证 绝对没有说假话 赵府看完这帖子 好像是有一点道理 但又感觉不太对劲 要真的掌握这种方法 随便卖给一个世家 那得到的好处 根本不敢想象 他真的可能会 无偿地贡献出来吗 赵府扫一眼评论区 第一个叫东日风的说道 是真的 这位大大说的是真的 我刷了好多战薰 第二个小鸭子说道 楼主 我太爱你了 教给我们这种好办法 第三个五个说道 大哥真是一个好人 活雷锋做好事 第一页评论有十条 全部说这种方法能行 但这一条帖子 已经有数万条回复了 赵府好奇地点击到尾页一看 狼牙 卧槽 死骗子 多次占领 根本无法获得战薰 城市连续多次迁移 建成知识所患 孤独的人 我要日楼主的小菊花 相信你妹啊 陪我建成知识 离家的孩子 死骗子 我日你先人 老子本想称霸天下 现在全被毁了 狗 日 等你报你家地址出来 赵府看了十几页 除了第一页几人说可以 其他人都是在骂 这一帖子 根本不是什么刷战薰的帖子 完全是坑人的帖子 估计是这位人兄 突发奇想去刷战薰 却一不小心 把建成知识损坏了 现在跑来坑别人 前面几个人 应该都是他注册的账号 用来诱骗无知观众 一般比较理智 清楚天启世界的人 绝不会相信这样的事情 一些保持怀疑的人 也许会攻占一下 没有获得战薰 就停下手来 而有些人真的完全相信他 按照他的方法 完美把自己建成知心损坏 赵府看着也一笑 这天下永远没有白吃的午餐 也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 什么事都想投机取巧 不劳而获是不行的 继续看了一下论坛 看了一下其他的消息 然后 赵府有些感兴趣地 查看了一下古代十大明剑 一是轩辕剑 圣道之剑 二是战炉剑 人道之剑 三是赤销剑 地道之剑 第四太阿剑 微道之剑 第五七星龙渊剑 成性高杰之剑 第六第七甘江墨叶剑 至秦之剑 第八于长剑 永绝之剑 第九纯军剑 尊贵无双之剑 第十成尹剑 精致优雅之剑 这只是排名前十的明剑 其实还有诸多明剑 比如驻剑祖是欧质子打造出来 但没有上榜的剑有 公布剑 圣邪剑 巨鹊剑 盘影剑 还有春秋战国越国勾剑命人 打造的掩日剑 断水剑 转破剑 玄剑 金尼剑 灭魂剑 却斜剑 针钢剑 还有唐代的 鸭九剑 青霜剑 戒牢兵剑 青龙剑 浪剑等等 还有诸多明剑 也不用详细说了 剑是王道的象征 刀则是霸道的象征 所以一般王者都会持剑 也不知道这些上古明剑 是否存留于世 每一柄都应该是绝世利器 赵府要说 兵器也是比较喜欢剑 也许在未来 也会搜集各种珍稀材料 打造极柄流传于世的明剑 看完这些信息 赵府正想关上电脑 再再一次进入天气世界 可忽然门外 响起一声敲门声 随后门外 响起一道声音 赵先生 我们西大小姐 请你过去一下 门外就是负责 保护自己的保镖 说话的声音 赵府心一想 不知道什么事 但还是过去了 随后 看着迎戏优雅地 坐在一处湖边 旁边再还有几个侍女 赵府走过明白 自己是什么身份 道 西大小姐 你找我什么事 迎戏有些小不高兴的道 赵府 早说了 不用那么客气 你也是我们赢家的人 直接叫我名字吧 现在寄人篱下 当然对方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赵府也只能 说了一声抱歉 开口叫了一声 迎戏 迎戏轻笑应了一声 开口说道 等一下有一场聚会 你去准备一下吧 聚会 赵府心中一动 并不想去那什么聚会 一是不喜欢那种热闹 二也怕自己身份暴露 因为就怕倒霉 碰见精通气韵的人 所以赵府一般都不出门 现在迎戏要她参加聚会 赵府真的是不想去 所以谨慎开口道 迎戏 我个人不喜欢太热闹 所以很抱歉我 赵府话还没说完 就被迎戏一下打断了 没关系 我这一次 带你去见一个人 见一面就可以离开了 见无法拒绝 赵府只能点头答应下来 随后跟着一个 像是管家的女人 换上一套西装 然后 赵府在一处房间等待了起来 随后看着迎戏 也换上一件雪白色礼服 出现在赵府面前 此时她样子绝对的很美 美丽的脸庞 细嫩的肌肤 身着那雪白礼服 脖子上戴了一条水晶项链 像是一个公主 但这些赵府却无心欣赏 思考着 下面该应对诸多事情 赵府 我们走吧 迎戏换上一身礼服 见到赵府低着头坐在那里 开口叫了一声说道 文言 赵府也反应过来 点点头默默跟在她身后 随后赵府跟着迎戏来到一个大厅 聚会已经开始了 里面已经有很多俊男美女 一个个都气度不凡的样子 应该的都是赢家嫡系 他们看见迎戏 纷纷露出一张笑脸 打着招呼 迎戏笑着硬打着 而她身后的赵府 直接是被当成下人给忽略掉了 赵府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先有点事 忽然 迎戏开口说道 赵府明白地点了点头 看着迎戏走向大厅上方 有几个老人 还有其他几个年轻人 应该是赢家其他几卖继承者 赵府 站在会场中间 也没有一个人搭理 赵府也丝毫不在意的一个人 来到隐蔽角落 尽量少引起关注 你是赵府 突然 一道声音在身后响起 赵府奇怪扭头一看 是一个比赵府戴上一两岁的女人 她身着一件红色礼服 头发也是盘起 一抹红唇 五官很美 有些偏中性 既有经验 也有阴气 还有隐隐有一丝霸气 这个女人赵府认识 是自己以前所读大学的学生会长 名叫五亲娘 以前倒是有几年之缘 没想到今天在这里遇见 赵府点点头 叫了一声 学生会长 五亲娘一笑走过来道 在这里不用这样叫我 直接叫我名字吧 当时你退学 我还有些意外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 赵府也有些意外 在这里碰见她 不过心中更意外的是 对方有留意自己 而在赵府记忆中 仅仅与她有几面支援而已 你身上也有赢家血脉 五亲娘已经走到赵府身边 看着赵府有些意外的样子 轻笑着问道 这倒不是什么秘密了 所以赵府也点点头 同时心中也有些奇怪问道 你身上也有赢家血脉 五亲娘轻轻摇头 道 我身上没有赢家血脉 我身上的是五家血脉 五家 也不知道是历史上 那个五家 赵府心中也一下 没想清楚过来 亲娘 这时 迎戏忙完事情 看着赵府旁边五亲娘 开口叫了一声 五亲娘扭头对迎戏一笑 道 小夕 赵府见两个女人 已然很熟悉的样子 也没有在说什么站在那里 迎戏走上前来 看一眼五亲娘和赵府 笑着说道 我还想介绍 你们两个人认识 没想到你们早认识小夕 你说之前那个人是赵府 五亲娘有些意外 扭头看一样赵府 对迎戏问道 迎戏笑着点点头 应了一声 五亲娘一想 明白什么 也一笑 赵府在旁边一直未说话 看着两个女人交谈着 随后见时间也差不多了 见此也趁机说了一声抱歉 先行离开了 看着赵府离开的背影 五亲娘微微一笑 道 小夕 如果是赵府 你可是无法完全掌控她的 哦 迎戏也有些惊讶 又问道 这又是为什么 五亲娘扭头看着迎戏 嘴角上浮 带着一丝霸气 因为她 可是我看中的男人 你们之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 迎戏轻笑一声问道 嗯 是发生过一些小事情 不过我更看中她身上潜力 那种精灵启示池中物 一遇风云变化龙的潜力 我有种感觉他日之明 必定天下皆知 五亲娘但笑着回答道 是吗 我怎么没有这种感觉 迎戏心中奇怪问道 五亲娘看着迎戏回答 那是 你还没有真正看透她 我的感觉一向没错 不信我们等着那一天吧 闻言 迎戏也轻轻点头 赵府也不知道 两个女人在说她的事 她现在只是想做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好好发展大青村 回到自己房间后 赵府拿起天气之石 进入了天气世界 这时 四支探查队也回来了 除了带回大量钱币 还有装备之外 还有两具S资质尸体 一百多A资质尸体 还有九百多人 两个普通建成之石 还有一个银色建成之石 这让赵府有些欣喜 十名王之死骑 也转化了一千多骷髅兵 这些骷髅兵 当然没有通道那种骷髅兵厉害 但绝对比普通骷髅 要厉害很多 至于这些骷髅兵 拿着大多是生前的武器 比如铁剑 铁刀之类 现在赵府手中一共三十个村落 全部人口加起来 已经是有一万八千多人 这么多人 也不用担心粮食问题 现在有大秦村各种属性加成 种植的粮食 一个多月就可以成熟 而且产量加倍 大秦村的领地 有三百多平方里 在其中种植的作物 都享受大秦村属性加成 所以说粮食对诸多势力 来是最不缺的资源 赵府也没有继续扩充军队 因为五千多士兵 已经够用了 如果加上王之死骑 三千骷髅数量 兵力是肯定够的 还有因为刚刚获得 王者之介不久 现在大秦村经验 才是两万多一点 赵府战勋也只有四百 离升级还有些时间 不过接下来应该会更快 毕竟是有四倍经验 两倍战勋加持 最后还有关于炼神计划 因为需要精实炼化尸体 还需要准备一些东西 所以也是一度推迟这时 白山上前禀告 研究语言石碑 已经研究成功了 赵府也感兴趣地去查看一下 语言石碑 目前已经有 汉语 精灵语 兽人语 矮人语 狗头人语 胳膊领语 地精语可学习 看着这个赵府满意的点点头 现在有了这个语言石碑 可以直接学会石碑上 记录的各种语言 赵府无需再找人翻译 就算不是自己子民 只要学该种语言 也会听得懂 并且还会说 把除汉语之外 其他语言都学一遍 然后赵府命白山 去研究终极传送阵 因为想要离开恐怖森林 可不能靠系统主城 只能是靠自己力量打破 地区与地区之间的阻碍 初级传送阵 要不是传送进系统主城 它能传送最大距离 也不过是五百里 没有终极或者高级传送阵 你都别想打开 去往其他地方的通道 处理完大秦村的事情 赵府传送回圣光之城 有些意外 因为整个圣光之城 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街道上都挂着各种花朵的彩带 原住民都来到街头 脸上都带着开心笑容 这怎么回事 圣光之城过什么节日了吗 带着这疑惑 赵府回到西洛楼 听他人一说 才明白过来 这是天启世界的一种节日 名叫万花节 万花节时间会持续七天 在这七天之中 天启世界中的花朵 会一起绽放 并且会有一种叫 花类的东西 收集这些花类 可在系统主城内 出现一座石碑之中 兑换无数物品 原居民把 说成上天的恩赐 赵府则感觉 是游戏中的一场活动 来到圣光之城中心 看着果然多了一座石碑 现在这里当然也是围满了人 赵府查看一下 顿时也有些吃惊 这奖励应有尽有 有传说级别的装备 S级技能 黄金品质的建成之石 超高阶的丹药 特殊物品 赵府看着也是非常心动 不过这活动是世界级别的 也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 同时还不只是玩家 原住民也可以参加 这竞争力就大了 这些物品虽然好 但能不能得到 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 万花节是今夜十二点正式开始 赵府也传送回大秦村 开始为迎接万花节做准备 其他势力也纷纷也是一样 做着各种准备 晚上十二点 天空中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 高高挂在天空 皎洁的月光 使得即使在黑夜 周围也并不黑暗 在这美丽的月光之下 一朵朵鲜花缓缓绽放 真是万花旗开 万花争艳 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 真是花好月圆之夜 在诸多花朵之中 只有少数花朵中的花心处 有一颗黄豆大小 晶莹剔透的珠子 在折射着月光很是漂亮 这应该就是花类 赵府已经命人 屏下手下全部工作 包括四支探索队 都没有继续探索 全部一起收集这种花类 因为大秦村酿百花酒 所以对很多地方的花朵 都很清楚 在其二方圆百里 都在赵府控制范围 所以竞争力小 几乎没人和赵府抢 这一个很大优势 对着赵府 大约有30万 除此还有10万士兵 一共是40万 而玩家数量 一般系统组成 都会有100多万 第二天赵府传送回 圣光之城时 不止无数玩家势力 疯狂高价收花类 连这系统势力 也在疯狂高价收花类 甚至系统城市的官方力量 也为了这活动 把绝大部分士兵 开入恐怖森林内部收集花类 也不再有人和他们竞争 这一切 使得赵府力量 显得是那么弱小 赵府也清楚 要不想办法 是可能竞争不过 这些系统官方势力的 现在街上的人 形色匆匆地往城外赶去 除此也很多人在叫喊 有的人是在喊 20银币一颗花类 超高价收了 有的人快来找我 又有的人是在喊 用装备技能换花类 超级划算 机会只有一次哦 还有的人是在喊 谁卖花类给我们白虎帮 以后就是我们帮的兄弟 以后我们罩着他 吃香的 喝辣的 甚至还有一个 长得还行的女人在喊 谁给我100颗花类 就做谁的女朋友一天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哦 现在可以说 系统城市外是围满了人 也是一片狼藉 系统城市外的花类 请客间就被玩家 和原住民搜刮干净 绝对不会遗留一颗 因为你光想想 100多万人进行地毯式搜索 地都会被掀开三尺 怎么可能会有一花类课遗留 系统主城附近的花类 被搜刮完了 有些人开始远离系统主城 那危险性就大了 因为不只是要当心其他一族 还要当心其他人抢夺 你不要以为得到花类就是你的了 在这么大的利益面前 一般人都不会留守的 你被抢了 也不会有什么人替你伸张正义 只有把花类带回来 然后兑换成花类点 别人无法抢夺 才能算是你的 现在一般人都清楚 花类的价值都没有打算出售 偶尔有几个人说要卖花类 立即一大群人就围上去 一番竞价下来 往往是被系统势力所得 论底运玩家还是差得老远 赵府也打算用钱币 或者装备换一些花类 虽然自己大群村在远处 没有竞争所获得的花类 肯定是比一般系统势力要多的 但还是竞争不过系统官方势力 普通人是想用花类兑换很想要 但钱币又买不到的东西 普通势力是想兑换一个建成之时 而令无数系统城市官方势力疯狂的是 那37件传说及装备传说及装备 可以说就算系统城市拥有的数量 也是趋值可数 对于黄金装备都没有的玩家 那吸引力更大了 更何况这37传说装备的前三件装备 已经是达到半史诗级 有人也早早按照装备属性 还有介绍弄出一个传说榜 第一 天魔 剑形武器 半史诗 使用天魔诗打造而成的武器 蕴含天魔之力 第二 龙破 刀形武器 半史诗 使用神龙的龙破打造而成的武器 蕴含神龙之力 第三 半神 锤形武器 半史诗 原本只是普通传说级武器 但沾染了大量半神之血 蕴含半神之力 第四 号日 弓形武器 传说 使用吉阳之石 又使用吉阳之火打造而成的武器 蕴含太阳之力 第五 八山 盾形防具 传说 使用使用八山之星打造而成的防具 蕴含八山之力 第六 巨灵 棍形武器 传说巨灵从出生就拿着的武器 蕴含巨灵之力 第七 圣天 甲形防具 传说 天界中只有高阶天使才能穿戴的盔甲 蕴含圣光之力 第八 雷牙 斧形武器 传说 使用巨雷兽的牙齿打造而成的武器 蕴含雷结之力 第九 含魂 剑形武器 传说 使用数千含冰之魂融合成的武器 蕴含极含之力 第十 灵术 杖形武器 传说 使用一千年以上的白槐灵术打造而成的武器 蕴含木灵之力 这就是传说榜上排名前十的装备 可以说令无数人眼红 为之疯狂 赵斧也眼馋 可是这些传说集装备 全世界都在强 赵斧也感觉压力很大 在脑海中思考 接下来该怎么做 忽然 赵斧想到什么 传送回大秦村 现在传送阵主要有三个功能 定点传送 也就是从A点传说到B点 可以做得准确无误 第二个就是 随机传送 使用传送阵后 随机传送某一处 这样随机性比较大 第三种就是方向传送 选择一个方向传送 你使用传送阵 选择东边方向 那你使用传送阵后 就会出现在东边的某一处 赵斧命人停下一切手中工作 继续收集花类 自己则带白山 还有以另一个学士 使用传送阵第三种功能 方向传送 向恐怖森林北面传送过去 因为初级传送阵 最大距离是500里 所以赵斧出现恐怖森林北面 某一处山地 距离刚好离大秦村有500米 随机赵斧找了一处隐蔽的地方 命白山还有另一个学士 加紧修建一个传送阵 大约半个时候 白山和另一名学士 也是很紧急地 把一个传送阵修建好 随后赵斧带着白山 还有另一个学士 继续利用使用传送阵第三种功能 方向传送 又往恐怖森林北面 传送了500里 这一次赵斧出现在一处瀑布附近 赵斧也是没有耽误时间 直接找了一处山洞 又命白山两人 快速修建传送阵 这个传送修建好了后 赵斧带着白山二人 又使用传送阵 往恐怖森林北面方向传送 这样连续二十几次后 最后传送到一处山林之中 刚传送在到这里 就听见几声野兽的惨叫声 随即只见三十多个兽人 扛起几头野猪往一边走去 这群兽人 见到突然出现赵斧三个人类 互相看了一眼 直接扔下野猪 拿着武器就向赵斧杀来 人族和异族的情况就是这样 势如水火 可是这群兽人刚冲到赵斧身前 只见赵斧不为所惧地站在那里 张嘴发出几个古怪的音节 令这群冲来的兽人 立即停下了脚步 一脸奇怪地又互相看了一眼 这人类竟然会说兽人语 赵斧的意思就是 等等 各位兽人族的勇士 我有事情要和你们说 虽然听见赵斧会说兽人语 但这群兽人还包围了赵斧 防止他逃跑 这时一个为首的兽人说道 人类 你有什么事情就快说吧 赵斧轻声一笑道 我给你们带来最想要的东西 大量粮食和装备 这事情十分重要 我相信你们伟大领主卡基大人 会很愿意见到我 兽人一脸吃惊不由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 我们是伟大的兽人领主卡基的子民 赵斧心想 系统主城就有击杀卡基的任务 城位置也大概指明出来 赵斧使用了那么多次传送阵 按照推算 应该已经是到卡基城领地 现在又遇见这群兽人 赵斧一下就可以联想到 虽说之前有猜的意思 但现在这群兽人已经承认 赵斧也最终确定自己的目标 不过 面对这群兽人 当然不可能明说 赵斧开口道 我早已久闻卡基领主的威名 现在特意带着厚礼来拜会 希望你们能带我去见他一面 或者是把这件事情上报上去 兽人听完赵斧的话 带着大量礼物来 以兽人的脾性 那回听你的话 直接是宁笑一声 就要冲上前来抢夺 赵斧见此也是面不变色 因为他早已不是之前那个自己 现在不仅仅是转成王职 也获得王者之力 看着冲上前的兽人 赵斧缓缓抽出 记在腰间的一柄银色品质的剑 随手一挥 枪 一道巨大剑气斩出 把冲在最前上方的十几个兽人 斩飞出十多米 赵斧身上气势也变得异常强大 加上他带着那黑色斗篷 散发深不可测的神秘感 令随后冲来的兽人硬生生止步 现在可以去上报消息了吧 赵斧淡淡开口道 这些异族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只会明白强者为尊 倒地的十几个兽人也纷纷爬起来 赵斧当然是没有下杀手 这些兽人的态度也随之变了 不再是看待猎物的那种目光 而是看待强大敌人的目光 剩下的兽人还是包围着赵斧 但是有几个兽人却先行离开 应该是把消息上报上去了 果然不到一会 一队骑着灰色巨狼的兽人骑兵 来到赵斧面前 赵斧第一次见到兽人的狼骑兵 也有少许惊讶 人类 跟我来吧 这时 为首的一个强壮兽人 看了赵斧一眼 开口说道 文言 赵斧点点头 心想 还好这卡基不傻 没有直接派军队来围杀自己 不过能建立 这一个兽人城市 明显不是傻子 一定有益于普通兽人的能力 随后 赵斧跟着这一对狼骑兵 来到一座城前 这一座城的样子很是粗犷 城墙直接用巨大石头砌城 高15米 城墙上 还有很多兽人强攻守守卫 整个城市看起来也非常壮观 是很符合兽人性格的一座城 进入城内 街上有着形形色色的兽人 看着狼骑兵的赵斧三个人类 也是纷纷露出好奇的表情 赵斧也一边走着 一边也暗暗观察兽人城的实力 看着街上除了兽人 还奴役着其他种族 比如哥布林 地精之类 不过没有人类 遇见人类一般兽人都会杀了的 除此兽人城兵种也是齐全 除了狼骑兵 强攻守 还有重盾兵 不过兽人身上很少有穿甲的 因为兽人大多只能锻造比较简单的装备 同时 他们也不是种植种族 以狩猎为主 所以 赵斧开出的粮食和装备 对兽人绝对有很大吸引力 随着继续前进 赵斧还看见一座祭坛上 几个兽人撒满灰洞 挂满骨头墓障 一道道绿光射出 不知道在进行什么仪式 最后 这一对狼骑兵 把赵斧三人带到一个很大的帐篷前 为首的兽人 对帐篷外守卫说了几声 随即让赵斧三人进去 进去后 赵斧看着上方坐着一个兽人老人 赵斧感觉 他应该不是城主 因为他身上没有那种城主独有的气势 不过他的身份也肯定不简单 兽人老人 双眼也充满睿智的目光 对着赵斧一笑 对着赵斧三人一伸手 道尊贵的客人 请坐 文言 赵斧点点头 坐在一处用熊皮披在上面的椅子上 我叫古纳多 卡吉成的副城主 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和我说 卡吉成的大小事物 我还是可以做主的 古纳多也是那名老兽人自我介绍的 对赵斧说道 赵斧也没有直接拐弯抹角 因为赵斧也清楚 面前古纳多是一个明白人 所以开口道 尊敬的副城主大人 我相信 你也知道万花节吧 我这一次 带着大量粮食和装备 来换取对你们而言 没有一点用的花类 因为兑换石碑 只有系统城市才有 所以这些异族就算获得花类 也无法兑换 所以可以说 花类对这些异族一点都没用 赵斧也想到这点 所以才大胆地 跑到寿人城进行交易 古纳多微笑点点头 寿人不懂得种植 所以依靠着狩猎 加上每一个兽人的胃口都很大 粮食是最大的缺口 同时也不懂打造精粮的装备 所以只能用比较粗糙装备 既然花类对他们一族没有一点用 还不如拿出来 兑换一些兽人城所需要的东西 这个古纳多也很清楚 也早就预料到 赵斧这一次所来的目的 才并且亲自接见他 现在就是花类 与这些粮食兑换的比例了 赵斧和古纳多 经过一番详细的讨价还价后 圆满结束这一次谈话 还有通道内获得装备 只有少量用青铜金打造成的装备 现在赵斧的王者之介 融合王者之气碎片后 也从之前三百多平米的空间 变成足足有一万平方米的空间 可以说空间足够 拿出这些东西后 赵斧一笑拱手道 这些仅仅是给 傅城主大人一点的小小见面里 希望今后多多合作 是是 古纳多也笑着连声称是 因为未来的确有很多 可以合作的机会 随后 古纳多还给了赵斧一枚令牌 只要手持这一块令牌 随时都可以见他 赵斧也接下这一枚令牌 随后 赵斧又令白山二人 修建一座传送镇 传送回大秦村 这传送镇赵斧设置 是非大秦村居民 是无法使用的 而且位置也十分隐蔽 现在有超过二十多万寿人 为自己服务 赵斧心中也是一片喜悦 还有赵斧倒也不用担心 寿人城做大 因为那是三座系统城市担心的事 或许一个系统城市 拿下寿人城比较吃力 但三个系统城市加起来 灭掉寿人城 是分分秒秒的事情 现在大秦村的粮食 除了自己要储备一些 倒也是 无法满足寿人城的庞大需求 赵斧打算在系统城市收粮食 这不用担心 谁叫现在 粮食是最廉价的资源呢 当然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赵斧也没有亲自露面 这些事情都让手下去做的 赵斧也在三座系统城市中 安排了五十多个人 一方面打听各种小道消息 以及观察其他势力的动向 也处理某些隐蔽 赵斧不能直接露面的事情 这次的负责人名叫郭炳林 上一次获得两个S资质球 赵斧一个给哥布林勇士 一个给的就是他 赵斧把命令下达给他 并且让他千万不要泄露任何身份 毕竟这事情有关受人城 这问题系统官方势力会很敏感 郭炳林遵命一声 随即离开 之后某一个神秘势力 收取大量粮食的消息 在三大系统城市 传开众多势力 对这消息也是有些奇怪 不过因为现在 需要大量钱币购买花类 粮食一般势力都很充足 平时拿出来还没人要 现在竟然有人收 很多势力也愿意听到这样的好消息 所以各大势力带着粮食 也是纷纷出售 赵斧也来者不拒 统统收下 因为收粮的价格很低 损耗不了多少钱币 现在各大势力都在赶时间收集花类 赵斧也不例外 也是快速收集的花类 因为他也想要拿传说榜中的装备 深夜 赵斧命李斯算了一下 这整整一天的收获如何 李斯大概清算一下 禀告道 殿下 这一次大秦村一共收集大约十万枚花类 听见这一个信息 赵斧叹了一口气 这数量要换别的势力 肯定会惊喜若狂 但赵斧只能叹了一口气 大秦村已经有很大优势 才获得十万枚花类 可是这数量远远是不够的 一枚花类可兑换十花类值 十万花类也不过是一百万花类值 而传说榜上的装备 最少是在三千万花类值以上 万花节的时间也只有七天 要按照每一天的十万枚花类算 七天不过是七百万花类值 这肯定不够 这才是让赵斧所叹气的原因 现在希望只能寄托兽人那边了 还有这一天收集的花类中 有五枚比较特殊的花类 它的颜色不是透明的 而是粉色的 一枚粉色花类可兑换一千花类值 也就是等于一百花类的数量 除此收集十枚粉色花类 可以合成使用 就会获得一种花仙子的祝福 花仙子的祝福 时效 三年 简鉴 花仙子最美好的祝福 你的领地花朵生长速度 加快百分之一百 花朵凋谢速度延缓百分之一百 有非常小的几率吸引花妖精 表面上看起来 这祝福倒是也没有多大用处 除了是美化了一下环境 好像没有什么了 而对大秦村的唯一的好处 也就是酿造百花酒 原材料并不缺了 赵斧感觉这祝福最好的效果 应该是最后一条 有非常小的几率吸引花妖精 花妖精这是什么 赵斧对这也不太清楚 但也少许猜想到 应该是一种很有用的生物 这时 有士兵上前禀告 说是何仙如想要见自己 赵斧心中有些疑惑 但还是传送回了圣光之城 有什么事吗 赵斧来到西罗楼的三楼 看着何仙如坐在月下 旁边桌上还做了一些小菜 并且还有一壶酒 何仙如微微一笑 道 殿下 还是请坐吧 一边吃一边聊 闻言 赵斧点点头 来到桌子旁边坐下 这时 何仙如站起身上 为赵斧倒上一杯酒 然后开口问道 殿下 道 真的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我是在为这事情而烦恼着 要以现在获得的花类 是无法获得一件传说集装备的殿下 这个我有办法 何仙如轻声开口说道 赵斧有些惊讶问道 你有什么方法 殿下可知齐天台的介绍 何仙如又问道 闻言 赵斧点点头 这时 何仙如也开口解释道 齐天台的作用 不仅仅是增加一些附加属性而已 它真正的作用是上乘天地 与天地沟通 这才是它真正用处 听到何仙如的话 赵斧也忽然明白过来 也问道 这事情如何去做 何仙如对赵斧也是一一全部解释清楚 赵斧听完何仙如解释 立即是起身 想吩咐人去准备 殿下 此是明日 太阳升起之时才可进行 无需着急 桌上 我做的几盘小菜 你还没有品尝呢 何仙如一笑轻声说道 赵斧也明白自己是着急了 歉意一笑 重新坐回桌上 把桌上一杯酒一饮而尽 何仙如也再一次为赵斧倒上一杯酒 另一处 一个面容俊白 气度不凡 隐隐有磅礴大气的青年 站在齐天台上 他正是大厦传承者四季 四季旁边还有一个浑身 都散发神秘气息的青年 摆弄着一个八卦盘 这青年来头也不小 传闻是福西一脉传人 精通八卦占卜之术 另一处 一个体格健硕 一张面孔灵脚分明 散发一股冷酷和霸气的青年 是 裸着站在一处楼上 这时 几个千娇百妹 身上紧紧披着一道青纱 其中的郊区 令无数人浴火喷张的美人 娇笑把帝无天拉入房间内 殿下 放心 一切有我们姐妹几个 你就好好享受吧 这几个女人 也似乎来历不凡 传闻是青秋湖一脉之人 又一处房间内 一个英俊的青年 微微一笑 与一个鹤发鲜翁的老人 不知聊些什么 他正是姬神明 而他旁边那个老人 几乎是接近神话的人物 他就是江子牙 还有一处 一个长相秀气的青年 郭家一脉 几乎大多是加入了大汉 因为刘烨继续实行着 罢处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在这里 基本会得到重用 最后一处 李白青旁边 也站着一个 仙古道风的道士 这名道士 也当然来头不下 是道家一脉中 颇有名望的道士 名叫清水 清晨 空气清新 远方天空 渐渐浮起一抹鱼堵白 蓝蓝的天空上 还有没有隐去的一轮月牙 大青村的居民 也纷纷来到 来到齐天台旁边 此时齐天台上 插了几面旗帜 台阶上 也铺上一块红色的地毯 周围站着一排排 勇猛的士兵 殿下道 一声洪亮的高喊下 无论居民还有士兵 全部一致跪拜下来 另一边赵府头戴黑金龙免 身穿黑金龙蚣袍 散发一股帝王威严 身后跟着白齐里斯 众多大将 出现来到齐天台下 赵府抬起脚 缓缓踏上台阶 身后的白齐里斯 赵府踏上高大的齐天台顶端 东边金黄色的太阳 也缓缓升起 一道金黄色阳光 如破晓一切黑暗的曙光一般 略过山河照在赵府身上 被金黄色光芒笼罩 赵府仿佛熠熠生辉 此时赵府身上 不只是有帝王威严 还多了一种神圣感 抬动脚步 赵府走到香台旁边 点燃三根香 以一个静香的动作 抓住三根香 然后开口道 今日无以大秦帝国传承者名义 举行第一次祭天仪式 五等臣鸣 信奉上天 诚心之意 望上苍能明白 说完 赵府插上三根香 闭上双眼 微微仰头 完全静下心来 用心去感悟这一片天地 哄 赵府只感觉 脑海响起一道巨大轰鸣声 一道庞大 浩瀚 古老 沧桑的气息降临 赵府睁开双眼 只见天空无数光点 如同满天雪花 一般洒落 异常壮观美丽 这些光点落在花朵之上 凝聚出一颗颗晶莹剔透的花类 见此 赵府心中也是一喜 和鲜乳的话果然能成功 随后结束 这一次祭天后 赵府命人把这些花类收集起来 足足有一百万枚 等于一千万花类值 赵府心中自然也是很高兴 不过祭天仪式 短时间内只能是进行一次 无法多次进行 但现在赵府已经是满足了 因为多了这一千万花类值 还有这么多的花类中 赵府已经凑齐十枚粉红色花类 除此发现一种更稀有的青色花类 使用十枚青色花类 可以合成使用 获得二级花仙子的祝福 二级花仙子的祝福 时效 三年 简鉴 花仙子最美好的祝福 你的领地花朵生长速度 加快200% 花朵凋谢速度延缓200% 有几率吸引花妖精 二级花仙子的祝福 花朵生长 还有凋谢延缓 各又加了100% 较小几率 也变成有几率吸引花妖精 青色花类 赵府只收集三枚 也没有着急 先是十枚粉红色花类 合成在一起 变成一颗珍珠大小的粉色珠子 赵府来到村中新选择使用 只见这颗粉色珠子 缓缓从赵府手中浮起 然后飞到天空 变成一个很是美丽的少女虚影 这个少女虚影 年纪只有15-16岁的样子 身穿用各种花瓣做成的衣服 这个应该就是花仙子了 花仙子的虚影出现后 轻笑一声 弹开双手 无数花瓣从手中洒落 一道粉色光波也扩散出去 随即花仙子的虚影 也缓缓消失 赵府得到提示 大秦村获得花仙子的祝福 这件事情处理后 赵府带着大量收集的粮食 来到寿人城 亮出古纳多给的令牌 也如愿见到他 尊敬的傅城主大人 我已经为你们带来大量粮食 不知道你 收集到多少花类 赵府的声音 在黑色斗篷下响起 古纳多自信一笑 拿出十枚普通的储物件 赵府接过来一看 发现每一个枚储物件之中 都装了十枚万花类 十个储物件 也就是一百万枚花类 这可是二十多万兽人 全部出动的成果 见到这么多花类 赵府心中也很是高兴 随后按照两人 谈好的价格进行兑换 然后赵府如愿地 获得这一百枚万花类 交易继续 希望尊敬的傅城主大人 能继续收集花类 赵府把全部花类 都收进王者之界中 笑着一拱手 对古纳多说道 古纳多一下 得到这么多粮食 而且是不损一兵 只是用了对他们 没有什么用的花类 他一张老脸 也露出笑容 点头答应下来 两者都得到想要的东西 这一次交易也完美结束 在赵府离开不久 一个强壮浑身散发 压迫感的兽人走进来 不满得道 古纳多 你为什么这么相信这人类 还和他做交易 古纳多看着这个兽人 脸上笑容不减 回答道 我并没有相信他 我们只是互相利用 而求所需 那他身上粮食那么多 为什么不直接抢过来 这个强大兽人 有直接问声又说道 听到这话 古纳多笑着摇摇头 道 伯迪利 你想事情能不能动一下脑子 这方面应该多学学人类 武力不一定最好的方法 你是想要那一点粮食 还是想要数不清的粮食 伯迪利也就那个强壮的兽人 愣愣地回答道 当然是数不清的粮食了 那事情不就是明白了吗 古纳多开口道 可伯迪利听完古纳多的话 一脸茫然地问道 古纳多 你说什么事情 什么明白了 古纳多听到他的话 这个卡吉城最有智慧的兽人 也有些无力 你说啊 什么事情 伯迪利这时又来了 不知道什么兴趣 对古纳多开口问道 古纳多头疼摇了摇头 感觉这伯迪利在卡吉城 绝对算一个奇葩 他们兽人是崇尚武力 但不代表他们傻 这伯迪利就是单纯的傻了 你要回答他这问题 那就会被他带入漩涡之中 几天都会被他缠着 问这个 问那个的 不过 他是绝对强者 除了城主卡吉之外 估计二十多万兽人 没有一个兽人能打得过他 为了让这伯迪利快点离开 古纳多好处理 获得这么多粮食 随便开口道 卡吉城主好像有事情找你 你去看看吧 伯迪利听到话 应了一声 真以为卡吉找他 就走了 可见这家伙多好骗 另一边 赵府在圣光之城 把两百万花类 兑换成二千万花类值 这一下赵府 把目光看向 传说榜前三的装备 可兑换石碑 忽然一道紫光一闪 三十七件传说装备 一下就消失一件 令赵府一惊 怎么可能这么快 就有人兑换传说级装备了 虽然消失的 是三十七件传说装备中 最末尾的一件 但这一个消息 却让无数势力都为之一惊 明白这竞争到底有多大 有多么激烈 所有势力 都陷入一种生死时分 几乎是争取每一分 每一秒收集花类 突然消失的一件传说装备 也有些打击 赵府想获得前世传说装备的信心 真是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 赵府也不想浪费时间 传送回大秦村 命人也赶紧收集花类 时间总会在忙碌中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又是到了夜晚 赵府站在村前的空地上 看着李斯清点这一次收获 随后李斯禀告道 殿下 这一次一共收集15万花类 听见这消息 赵府不免地又叹了一口气 现在所有花类加起来 不过是227万枚 还是不够 传送回圣光之城 把刚刚获得的花类 兑换成花类值 赵府又来到兑换石碑旁边一看 37件传说装备 又消失了两件 加上之前的一件 已经是消失了三件 看完消失的三件 传说品质装备 赵府也正想离开 忽然听见身后有人教自己 扭头一看 发现是姜柔 有什么事吗 赵府看着姜柔轻声问道 姜柔看了看旁边 突然伸手把赵府拉到一边 没人角落 赵府心中一片疑惑 这个给你 这时 姜柔递过来一枚普通的储物件 赵府接过来一看 发现其中大约有6000花类 看到这个赵府 立即还给了姜柔 姜柔一脸奇怪说道 赵姓 这个难道你不缺吗 你放心 这个属于我个人弄到的 不属于姜家 赵府听见这个更不能要了 虽然他也急需花泪 但是在每个世家 都急需花泪的情况 姜柔的行为 如果被他们姜家发现 一定会受到很多指责 日子会更加不好过 对他的行为 赵府有少许感动 既然姜柔把他当朋友 不惜冒着这样的风险来帮他 赵府又怎么可能 让他陷入那种境地 赵府轻笑一声 摇摇头 姜柔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只是说了一声 谢谢 姜柔见此 也只能把储物界收回来 然后两人稍微聊了一下 各自的状况 两人的心态也渐渐放松下来 赵府心中也没有 之前那种着急和焦虑 姜柔也没有那种 压抑和紧绷感 随后 两人各自一笑 也结束了这一次谈话 第二天赵府 带着大量粮食 来到古纳多的帐篷 发现除了古纳多之外 还有一个异常强大的兽人 他给了赵府一种 很强的压迫感 是系统城市一阶士兵的十几倍 这一名兽人 让赵府瞳孔一缩 因为他感觉 这名兽人的修为 绝对已经达到三阶以上 不过 赵府脸上也没有变化 因为他最大依仗是镇国之气 尊敬的傅城主大人 这一次我又带来大量粮食 不知你的收获花泪如何 赵府走进帐篷 拱手一笑 对古纳多说道 古纳多也露出一脸笑容 道 尊贵的客人 这我早已准备好了 说完 古纳多拿出十二枚储物件 赵府见此心中一喜 接过来一看 果然有十二万枚花泪 随即也拿出大量粮食进行兑换 完成这一场交易 赵府心中也有些奇怪 古纳多旁边那个强大的兽人 至始至终都没有说什么话 只是坐在那里憋住嘴 一双眼睛傻傻瞪着自己 赵府感觉 这家伙不会精神有毛病吧 随即 赵府也想早点离开 一般狗其实不可怕 但却怕那种突然开咬的疯狗 看着赵府离开 伯迪利终于没憋住口了 郑重开口道 我感觉这人类不简单 听见这个古纳多也有些惊讶 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伯迪利直接回答道 因为他不怕我瞪他 古纳多直接是无语 也没有在里伯迪利 低着头收拾钢队换获得的粮食 回到大清分后 赵府骑上小黑 带上小灰 打算亲自去找找 看又没有意外收获 这一次主要是靠小灰的鼻子 看他能不能秀出 那里还有大量的花朵 不过附近肯定是没有了 因为早被普通灰狼找了一个遍 赵府是想去更远的地方 骑着小黑跟着小灰 一路奔跑 令赵府还真的有些意外 还真有意外收获 发现一处很隐蔽的山谷 长满了各种花朵 赵府还意外发现 一种比青色花类更稀有的紫色花类 这颗紫色花类已经有弹珠大小 漂浮一株鲜红的玫瑰上方 散发出神秘尊贵的紫色光芒 使用十枚紫色花类 就会获得三级花仙子的祝福 三级花仙子的祝福 时效 三年 简见 花仙子最美好的祝福 你的领地花朵生长速度 加快400% 花朵凋谢速度延缓400% 有很大几率吸引花妖精 三级花仙子的祝福 已经获得属性加成更加多 已经是到达400% 也有很大几率吸引花妖精 可惜这种紫色花类 绝对属于罕见级别 因为直到现在 只有自己才发现一颗 兽人成那么多兽人 都没有发现过一颗 同时一颗紫色花类 就等于一万颗普通的花类 青色花类赵甫 倒是已经可收集了七枚 等不久 就可以获得二级花仙子的祝福 发现这个隐蔽地方后 赵甫带着人过来收集 又是一天的黑夜 今天的夜晚没有月亮 只有几颗若隐若现的星辰 在夜空中闪烁不定 夜色有些昏暗 清点这次收获 一共是获得83万花类 可今天又有八件传说品质 装备消失 这消失的八件传说装备之中 甚至包括传说榜排名第七的装备 进行兑换 这一次受人城收集的花类是130万 这让赵甫星终于完全一松 现在赵甫所有花类加起来 已经有560万 也就是5600万花类值 刚好能兑换传说榜排名第一的天魔 传送到圣光之城 赵甫星情都有些激动紧张 兑换了天魔 在这一瞬间看都没看 就收进王者之界中 突然 兑换石碑 再一次发出半橙色半紫色的光芒 让所有势力几乎崩溃的事情发生了 排行榜第一的天魔消失了 这怎么可能 无数势力首领惊骇地看着消失的天魔 现在排行榜第一的装备都消失 被人兑换走了 那第二第三还会迟吗 前十的传说级装备 还有自己的份吗 快 不惜一切代价 不管你们是用钱买 还是直接抢 给我去弄花泪 无数势力首领双眼充血 大声嘶吼着 排行榜第一天魔的消失 给他们的打击可不是一丁点 远远不是排行榜第七的 圣天能给地 圣天的消失 是把所有势力的神经蹦到极限 预告着传说榜前十的装备 不再安全 已经是摇摇欲坠 说不定等一下就会被人兑换走 但现在连第一的天魔也消失 那预告着 可能下一秒 剩下的所有全部传说装备 都有可能消失 被别人兑换走 这怎么不让人心跳如焚 诸多玩家势力都猜测 是某一个超级庞大系统官方势力出手了 系统势力城主们也纷纷有些愕然 他们也是 很看重前三件半史诗级装备 可没想到 一下第一的天魔就消失了 随即他们也是纷纷出手 四季 帝无天 鸡神明 刘烨 原本四人对天魔势在必得 因为剑是王者的象征 华夏也有五千多年的剑历史 而排行榜第一天魔就是一柄剑 而且是一柄半史诗级的装备 他们也有想过 佩戴着这一柄剑 天魔将会跟随他们斩批荆棘 开拓王道之路 见证他们的地业 可是现在天魔却已经被兑换走了 这对他们造成很大的打击 四个人原本自信的面孔 变得有些苍白 但随即他们迎来的是更大打击 因为赵府的带动 系统官方势力也纷纷出手 排行榜前六的 龙破 半神 昊日 八山 巨灵 也纷纷消失 这不止让四季四人脸色更加苍白 还几乎让所有玩家势力领主的脸色也一白 加上最先消失的圣天 现在排行榜只剩下 第八雷雅 第九 寒魂 第十 灵朔 剩下的三件传说装备 将会迎来一波更加激烈竞争 这些赵府当然不知道 兑换天魔后 心情也属于很激动 也很高兴 直接是传送回大秦村 当诸多大将 得知赵府已经把排行第一的 天魔兑换到手 也是一片喜色 这时 赵府也把天魔拿了出来 这一柄纯黑色的剑 剑身长三尺 剑刃透露世人的魔光 剑柄与剑身接壤处是一个恶魔图样 而握柄处是如黑色鳞片一般 握在手中一片冰冷 整柄剑给人感觉就是一柄魔剑 散发出邪恶 冰冷 杀戮的气息 突然 天魔发出阵阵剑鸣 剑身也剧烈地颤动着 竟然一下挣脱了赵府的手 直接插在了地上 随后剑身冒出大量的魔气涌入地面 而地面如同被漠染 变得一片漆黑 这黑色渐渐扩散开来 随即方圆十米被黑色覆盖 一道身影缓缓出现 踩在天魔剑的剑柄上 他缓缓张开那一对宽大的黑色肉液 露出他的样子 他是一个女恶魔的样子 有着高挑的身材 一头乌黑的奇妖秀发 头上有一对泪盘羊的骨质鸡脚 他的面容真的是很美 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美 他还有一獠牙 一双血色树铜 冰冷的目光 看向旁边的赵府 带着一丝高傲语气说道 人类 就凭你 想掌握我 看着这恶魔 赵府想起关于天魔的介绍 是用天魔师打造而成 那天魔应该就是眼前的恶魔 或者准确说是剑灵 他本身是天魔 但不知道被什么存在杀死 不只是尸体被做成武器 冷哼一声 一步踏出 一道黑色龙蚊罩扩散出去 现在赵府施展出来的王者领域 足足有30米 把其中这天魔施展出来的天魔领域压制下来 这天魔也突然一惊 刚想反抗 但赵府又一冷哼一声 全力施展出王者领域 原本30米黑色龙蚊罩扩大到50米 其中的天魔领域直接崩溃 化为一缕缕魔器消散 天魔脸色有些苍白 一双血色树铜 盯着赵府刚想说什么 赵府伸出手 被天魔剑虚空一抓 天魔身体重新化为一道黑光 进入剑身内 一股无形的力量抓住天魔剑 使得天魔剑自动飞到赵府手中 忽然 赵府脑海又响起这样一道声音 哼 人类 我没想到你获得王者之力 但要是我全胜时期 我可不会怕你的 赵府直接把王者之力注入剑内 里面的天魔才老实下来 这时赵府才查看天魔剑的属性 天魔 剑 品阶 半史诗 属性 力量加20 智力加15 体质加10 敏捷加10 减剑 使用天魔师打造的一柄极强的魔剑 这柄剑的属性已经是无限接近史诗级装备 只是还差一个契机 赵府心中一动 想到那一枚武将之魂 这一个武将之魂 相当于十个兵之魂 只要十个 就可以合成降者之气 但是武将之魂的力量纯度上 远远不是十个兵之魂能比的 赵府想用这一枚武将之魂 把天魔剑提升到史诗级装备 想到这里 赵府就直接做了 把这一枚武将之魂 选择与天魔剑融合 只见武将之魂 慢慢融入天魔剑之中 天魔剑也自动漂浮在半空中 散发出紫色和橙色两种耀眼光芒 被两种光芒包裹 天魔剑也似乎在发什么蛻变 突然 天空上也风云涌动 一朵朵金色祥云 出现在天空之中 天魔剑散发的紫色光芒也越来越少 最后完全消失 被一种充满充满岁月的橙色替代 天空上的金色祥云也绵延数百里 万道霞光从天空落下来 更有仙音伴随 很是美丽和壮观 半空中的天魔剑也完成蜕变 缓缓落了下来 其实打造传说品质装备 就会引起天地异象 这一次是天魔剑提升到 史诗品质所引发的 接住从天空落下的天魔剑 此时天魔剑散发的气息中 也多了一丝沙法气息 赵甫用起来也更顺手 可突然脑海又响起一道声音 主人 我想还要 听到脑海中天魔的话 转变得如此之快 赵甫也有些诧异 但还是一口回绝道 没了 哼 吝啬的人类 这翻脸真的比翻书还快 赵甫也有些无语了 说完这句话 天魔的声音也渐渐隐去 赵甫也重新查看天魔剑的属性 天魔 剑 品贱 实施 属性 力量加30 智力加25 体质加20 敏捷加20 减剑 使用天魔师打造的一柄极强的魔剑 这基本属性就是这样 四种属性都加了十点 还有某些特殊能力 并不是系统数据化显示 比如拥有气灵的装备 基本依靠着气灵 才能把特殊能力施展出来 也有些则是让你直接使用高阶力量 比如这样 赵甫用力一握剑柄 大量魔器从剑身冒出 赵甫随手一挥 枪 一道黑色剑光闪过 地面立即多出了一道长五米的剑痕 并还有一缕缕魔器散发 这就是天魔之力 一种比普通的恶魔之力 要强大无数的力量 赵甫看完天魔剑的属性 随即把它收进王者之界 现在得到排行榜第一的天魔赵甫 也心满意足 天魔剑也满足赵甫正确一件武器的想法 还有这一次与受人交易 青色花类赵甫已经收集十颗 现在融合在一起 变成一颗青色珠子 随即使用后 获得二级花仙子祝福 至于紫色花类也收集三颗 以着紫色花类的稀有程度 赵甫也不知道 这一次万花节到结束 能不能收集好十颗 一旦万花节结束 那这些花类都会消失 现在得到想要的武器 是该把目光投向其他物品 现在万花节已经进行到第四天 还有三天万花节就结束 应该还可兑换不少有用的东西 赵甫又传送回圣光之城 在兑换石碑上查看起来 有些惊讶 发现传说榜前十的装备 竟然一下全部消失 这是怎么回事 赵甫当然不知道他兑换天魔后 立即是引起一番腥风血雨 把目光看向其他的东西 建成之时几乎没有了 因为数量本就是少 赵甫则把目光转向技能 材料 颁药 几乎已经用了 所以只能干看着 没有能力购买 看完这些 赵甫正想离开 刚好碰见一个阳光青年 身穿一套盔甲 带着一群大群玩家 走到兑换石碑旁边 周围玩家纷纷自动让开一条路 并且纷纷低语道 不知道这一次圣光团收获怎样 听说柳南蜜带着他们 进入了恐怖森林内部 圣光团 盘踞在圣光之城的最大玩家势力 赵甫简单扫一眼 倒是感觉那个带头青年有点意思 要是不是对他很熟悉的人 是很难认出来他的 因为又不是赵甫一个人穿斗篷 进入天启世界相貌声音 并不会有任何改变 你要在天启世界得罪什么人 同时 别人可以依据你的相貌 在现实中找到你 所以 很多人避免这样麻烦 都会穿斗篷 柳南蜜走到兑换石碑旁边 兑换花类值 圣光团其他人则站在他身后 这时就有玩家好奇 对圣光团的人问道 兄弟 听说你们圣光团敢 进入恐怖森林内部 我很是佩服 不知道 你们收获多少花类 被问话的人 得意笑了笑 道 那是 你不看看我们圣光团 是什么样的实力 我们可是圣光之城 最大的玩家势力 想知道 我们这一次获得的花类 我告诉你 说完 这圣光团的人 笑了笑 轻轻地伸出一根指头 开始问话的那人 见此顿时有些吃惊道 一万花类 文言 圣光团的人轻笑一声道 是十万花类 什么 周围的人顿时一片哗然 纷纷露出震惊表情 道 你们圣光团 竟然获得这么多花类 差点吓死我了 我要是有一百花类 就开心死了 听到周围其他的人话 圣光团的人脸上 都不禁露出自豪的表情 周围的其他人 也一阵羡慕 立马就有人问道 柳大团长 你们圣光团还要人吗 此时 柳南米也兑换完 听到周围人的话 微微一笑 开口道 我们圣光团随时都收人 只要能通过我们考核 就可以加入圣光团 那我加入 我也要加 圣光团收下我 无数人都响应着 场面一片热闹 赵斧站在旁边也笑了笑 对于已经 花了五百多万花类的赵斧来说 那十万花类 根本不算什么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 的确是一个天大的数目 听到十万花类 就那样吃惊了 不知道要听赵斧 有五百多万花类 会不会被吓死 对于玩家势力 赵斧暂时没有打算建立的想法 因为玩家很难管理 因为不受到你那 条条框框管理 忠诚度都很低 根本不会完全忠心于你 为你卖命 一旦遇见危险 跑得最快的 绝对就是他们 而且一旦死亡 下一次就会出现在 另一个地方 比如 你培养他 成为一个精英 死了一切 就白费了 世家势力 都很少收招普通玩家势力 因为他们早就在 一直培养着 大量忠诚于自己的人 与其把资源 给一大群不忠用的杂鱼上 还不如专心培养自己人 世家虽然在人数上有些少 但论战斗力来说 玩家势力 不会是世家势力的对手 所以一般 有点远见的玩家势力 也不会什么人都收 一是资源消耗太大 二是收了心不统一 又没实力的人 只会等于养了一堆蛔虫 所以只能建立一个 严苛的考核体制 选择有用 有价值的人加入 慢慢培育荣誉感 归属感 这才会让他们忠诚于你 为你卖命 这一点 赵福也很清楚 但现在有诸多考虑 所以暂时不打算建立玩家势力 之后说不定会创建一些 看完这些 赵福也传送回大秦村 处理其他的事物 全部换成花类值 兑换了赵福很看重的一种物品 百元丹 丹方 平价 蓝色 二阶 需要材料 百元草 枯五根 雄枝 功效简介 可以将修炼速度提升四倍 百元丹配方兑换价格 是在1200万花类值 这又花掉赵福身上 几乎所有的花类值 百元丹比小灵丹的效果还好 可以把修炼提升四倍 同样百元丹的主材料是百元草 属于二阶草药 应该会比小灵草还难找 所以这也必须看一定运气 紫色花类又收集两枚 现在加起来是五枚 而万花节结束还有两天 赵福稍微有些担心 无法收集完紫色花类 时间一点点失去 转眼就到了万花节的第六天 现在传说榜上全部的装备 已经是全部消失 无数势力为 37件传说装备 可谓是正破了头皮 得到传说品质装备的势力 自然是高兴 而没有得到传说装备的势力 当然充满郁闷 这一次37件传说集装备 应该大多数被系统势力得到 只有少部分玩家势力 从中脱颖而出 获得一件传说品质装备 赵福当然是这一次的最大赢家 现在是万花节的六天 这一次与受人交易 又获得120万花类 这一次赵福用这些花类 兑换三件物品 其中一种材料 两枚丹药 其中材料是 空明金 品尖 黄金 剪剑 一种普通的黄金品质材料 可打造黄金品质装备 相对于直接兑换黄金品质装备 兑换材料来说比较划算 若得也即将突破 马上就能打造黄金品质装备 这不需赵福担心 想到黄金品质装备 赵福又不由地想到公孙林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 剩下两枚丹饰 生蟹丹 品阶 黄金 四阶 剪剑 可以给某种生物使用 提升其血脉 注明 只限其他生物 人类或者类人形生物 无法使用 这两枚丹药 当然是为了灰狼王小灰 还有黑森马王小灰准备的 一个黄金材料需要五十万花类 两枚生血丹需要七十万花类 这一次又花光了赵福身上的花类 还有紫色花类 今天只收集到一颗 现在总数为六颗 还差四颗 现在时间只剩下一天 现在只看最后一天 运气能不能好一点 传送回大清村后 把小灰和小黑叫到身边 赵福曾经对他们承诺过 会让他们成长为最强大生物 当然作为一个君王 一定是会实行所许下的诺言 把他们两个叫到身边 分别给他们喂下一枚生血丹 小黑和小灰身上 绝对还有其他血脉 因为他们不仅仅是首领级生物而已 光凭他们与普通灰狼 和黑森马样子上的区别 就能分辨出 一些比较特殊的样子 小黑和小灰 吞下生血丹一会后 各种身体也发生改变 玉 小黑变得有些狂躁 马蹄在地上堕来堕去 身上忽然冒出一团团绿色火焰 这些绿色火焰越来越多 汹汹燃烧 将小黑完全包围住 小黑在绿色火焰中 痛苦嘶鸣着 啊啊 小灰吞下一枚生血丹 开始发出一声声可怕嘀吼 身上也冒出大量银色光芒 终于忍不住 小灰痛苦地仰天狂笑着 身上的灰色渐渐褪去 随着两者的痛苦咆哮 声音好似烈石穿惊 响彻方圆万米 一些普通黑森马 和普通灰狼都失去控制 跟随他们的王一起仰天咆哮着 顿时 大秦村狼嚎 马鸣四起 这突然的变化 令李斯一惊 连忙是跑到事发地点 也就是小灰和小黑发出惨叫地方 看着正在发生惊人变化的小黑和小灰 李斯上前正对赵福禀告 赵福一伸手 李斯明白的恭敬退到一边 赵福一脸平静站在旁边 看着小灰和小黑两者发生的蜕变 虽然赵福知道他们很痛苦 但这是蜕变 也是他们一直渴望的 被绿色火焰包裹的小黑 在其中发出一种可怕力量 体型倒是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但头上的黑色短脚在疯涨 一下就长到将近一尺 透露出一缕寒芒 一会之后 小黑身上的绿色火焰 此时也开始慢慢退去 小黑蜕变完成 此时他的样子也有些改变 首先是他黑脚长了一尺 一双绿色眼瞳 如两团绿色火焰一般 露出一丝阴森感 一身也比之前更加黑 四肢马蹄处都有一小团绿色火焰 缠绕其上 小黑身上散发的气息 也比之前强大好几倍 也更加危险 然后 就是小灰 他浑身散发出大量银色光芒 笼罩方圆十米米 周围十米星光点点 看似很漂亮 而小灰头上 原本那一撮银色毛发 如同银色火焰一般 小灰身上的灰色皮毛 慢慢退去 变成一种白银色 最终 小灰也完成蜕变 首先 他的体型又庞大了两倍 如同一架马车的体型 一身毛皮也变成银色 狼毛也很柔顺 同时 他的眼瞳也变成一双银瞳 整体看起来变化很大 散发的气息也更强大 更有一种神秘感 两者完成蜕变后 其他普通灰狼和黑森马 也恢复正常 小黑和小灰 则一下冲来赵府身边 伸出舌头舔着赵府 表达自己喜悦之情 赵府也一笑 揉了揉他们两个的脑袋 同时查看他们的属性 发现他们属性 发生很多增加之外 小黑还觉醒了一种血脉 名叫幽眼 并且获得幽眼之力 而小灰也觉醒了一种血脉 名叫心悦 并且获得心悦之力 恭喜殿下 旁边李斯 见到小黑和小灰 发生的惊人变化 脸上也露出一副笑容 对赵府说道 赵府笑着点点头 小灰和小黑 则继续亲密地 用脑袋蹭着赵府 赵府又揉了揉他们脑袋 让他们自己去玩一会 而赵府也开始处理其他事情 时间转眼到了第七天 这是万花节最后的一天 今早运气就好像不错的样子 一开始就发现一枚紫色泪珠 现在紫色泪珠 已经达到八枚 因为今夜十二点 万花节正式结束 所以早上赵府 没有去寿人那里进行交易 而是打算晚上九点才去 现在有八枚紫色泪珠 但为了保险起见 赵府还是打算去看看 有没有谁出售 碰一下运气 以免在接下来时间 一个紫色花泪 都没有得到的情况 在圣光之城转了一圈 并没有什么收获 随即赵府又来到兵之森 走一下发现 很多人围在一处地摊上 赵府也好奇地围过去 一看果然一喜 这摊主正在卖一枚紫色花泪 这一枚紫色花泪 当然无数人想要 因为一枚紫色 等于一万枚普通花泪 之所以紫色花泪 到现在都没有卖出去 是因为价格太高了 这摊主要三百万银币 等于三亿铜币 又等于三十亿现实钱币 这完全是在漫天要价 现在一枚普通花泪 最高价也不过二十枚银币 所以一枚紫色花泪 可最高卖到二十万银币 这只是按照普通花泪价值推算 但以紫色花泪稀有程度 绝对超过二十万银币 但绝不可能达到 三百万银枚这种天价 因为现在已经是万花节最后一天 要是无法凑集十颗紫色花泪 那紫色花泪的价值 只能对于一万普通花泪的价值 要放在万花节一开始 拿出这紫色花泪卖 在少许可能凑齐的情况下 这一枚紫色花泪 最少可卖五十万银币 但现在万花节都接近结束 这紫色花泪最多不过三十万银币 这一摊主 也属于走了狗屎运的那种 原本是想跟着大部队 一起去城外找花泪 可是花泪没找到 却被人一路追杀 最后不小心掉下一个山坡 发出这一枚紫色花泪 又经过一番打听 听说各大势力 最多仅仅是拥有粉色花泪而已 青色花泪看都没看见过 别说更稀有的紫色花泪 清楚这紫色花泪的稀有 所以他才敢开这样高的价格 赵府上前问了一下 三十万银币卖不卖 却贪主一口回绝 赵府又把价格提升到五十万银币 可还是被贪主一口回绝 坚持要三百万银币 看着贪主如此 赵府也没有坚持 因为紫色花泪就值那个价值 赵府已经退了好几步 不太想拿出三百万银币当冤枉钱 因为那怕赵府现在是日进斗金 三百万银币也需要半个多月才能赚到 旁边几个人热情地对赵府靠过去 说着收大量钱币 用现实货币高价兑换 赵府对现实货币当然没有什么兴趣 因为到时候 现实钱币那跟一堆废纸没有任何区别 不过 现在已经收集了八颗紫色花泪 现在只剩下两枚 赵府打算先去寿人城看看 实在不行 也只能当一回冤大头了 因为都已经收集这么多 放弃更可惜 随后 赵府传送到寿人城 原本古纳多还未早上 赵府没来 进行交易还奇怪 随即想到万花节时间 以为晚上赵府回来 可又没想到 赵府现在就来了 尊贵的客人 你是来进行交易的吗 古纳多又把赵府请到帐篷内问道 赵府轻轻摇头 问道 尊敬富城主大人 现在暂时不进行交易 因为已经快是万花节结束 所以晚上九点再进行交易 我这一次来是想问 富城主现在得到几枚紫色花泪 古纳多也明白过来 他们对那花仙子的祝福 没什么兴趣 因为不会有寿人会喜欢鲜花 所以不管获得怎样的花泪 都是用来和赵府交换 听到赵府的话后 古纳多从一枚储物件中 拿出一枚紫色花泪 递给赵府道 客人 这东西可很稀罕 所以现在只找到一枚 见此 赵府心中一喜 接过这紫色花泪 现在已经收集九枚紫色花泪 还查最后一颗 赵府一想 暂时对古纳多告罪一声 先拿走这枚紫色花泪 并且约定晚上交易 随后赵府传送去兵之森 现在只剩下一枚紫色花泪 赵府也只能当那个冤大头 虽然这冤大头 赵府很不想当 可惜也没办法 因为已经辛辛苦苦收集了九颗 要没有第十颗 而无法获得三级祝福 这赵府心中 只会更加不舒服 可是 等赵府传送回兵之森后 见到的只是那一个摊主的尸体 这摊主死相凄惨 直接被乱刀砍死 玩家死后尸体 在天启一天才会自动消失 所以赵府才能看见他的尸体 赵府问了一下别人才知道 原来在自己离开不久后 一伙人趁着巡逻队刚走 凭着生命危险 直接把这摊主直接杀了 在天启世界 可没有什么暴力的问题 击杀对方后 那对方身上一切物品都是你的 随后 这一伙人虽然大多 被守卫赶来击杀 但还有几个人 带着紫色花类逃脱 听到这赵府也叹了一口气 只要利益巨大 就没有什么安全可言 这也是一种可以预见的结局 毕竟他怕紫色花类 最低至二十万银币 那也是现实世界的两亿 所以别人才可能不惜 一切代价去抢夺 当然 一般商店是有侍卫的 足以秒杀一大片玩家 但这种地摊 就没有什么安全性可言了 现在紫色花类被抢走 赵府只能又开始 为最后一颗紫色花类而担忧 时间也一点点过去 晚上九点 赵府这一边收集了十六万花类 但没有一枚紫色花类 随即赵府带着最后的希望 来到寿人城 这一次寿人城收集一百七十万花类 可还是没有一颗紫色花类 这让赵府的心也猛地一沉 现在离万花节结束 只剩下三个小时 赵府也有些着急在圣光之城转了转 随便被何仙如叫到旁边 只见他微微一笑 伸出一只玉手 然后缓缓张开 露出一枚紫色花类 你怎么有一枚紫色花类 赵府欣喜地接过何仙如手中的 一枚紫色花类问道 何仙如轻轻一笑 在城外随便转一圈 文言 虽然何仙如说得这么简单 赵府也明白 这其中困难 把紫色花类收进王者之界中 很认真地对何仙如说了一声谢谢 何仙如脸上有些意外 道 殿下 无须对感谢什么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作为一个臣子的本分 赵府轻轻摇了摇头 道 那不是我信奉的帝王之道 我明白 我个人能力是有限 赵府恭敬地敬了一礼 没有再说什么 赵府也连忙传送回大秦村 把十颗紫色花类融合在一起 然后选择使用 和上一次一样 这颗紫色珠子 缓缓从赵府手中扶起 飞到天空 变成一个很是美丽的少女身影 不过这一次与上一次不同的是 这一次 少女的身体不再是虚影 而且已经实体化 双目也有些灵动 不再是之前那样死板 还是很上一次一样 少女轻笑一声 弹开双手 无数花瓣从天空中洒落 场面很美 随即一道紫色光芒扩散出去 随后 这一次少女的身体并没有消失 而是又从天空中缓缓飘了下来 来到赵府身边 张开双手 轻轻抱住了赵府 这让赵府有些愣呛呛 不过通过自身感觉 这少女也有自己的生命 她能感觉到少女的气息 鼻子也能嗅到 那淡淡如花香的体香 这时 赵府还没有做出任何动作 下一秒 少女的身体就变为点点灵光 消散开来 脑海中 赵府不仅仅是想起 获得三级花仙子的祝福 还有一个花之拥抱 花之拥抱 时效 永久 简介 花仙子的拥抱 代表着对你最美好的祝福 获得该祝福 增加你对女性的魅力 更容易受到妖精类生物喜欢 没想到使用紫色花类 还可以获得这个祝福 赵府也的确没想到 不过这祝福效果 增加你对女性的魅力 更容易受到妖精类生物喜欢 这好像对自己没有什么用 如果是某些大 种 马选手 得到这祝福 那一定会如虎添翼 大杀四方吧 但放在赵府这里 好像有些浪费了 获得三级花仙子的祝福后 赵府传送回圣光之城 因为手中 还有180多万花类 还没有用 此时 已经是晚上11点 还有一个小时万花节就结束 不过街上还是很热闹 灯火通明 赵府来到兑换石碑面前 看了看兑换石碑 还剩下的物品 首先是兑换了三种 黄金品及材料 花了150万花类 随后继续往下看 竟然发现一张天启世界的细致地图 这地图很大 几乎把每一个地区的地形 都有简化出来 这绝对很有用 可是这价格有些贵 就这一张地图兑换价是 250万花类值 等于25万花类 好吧 赵府也明白这地图的价值 只能是把这地图买了下来 继续往下看着 一件件物品在眼前扫过 最后赵府落在一件衣服上 这一件衣服是紫色 样子很古朴 也很漂亮 但是透露出神秘之感 织梦工艺 品阶 银色 属性 智力加三 敏捷加二 体力加一 简介 使用换系蛛丝制成 带有一定换系效果 并给穿戴者一定恢复效果 怪不得这衣服 给人的很美妙的感觉 原来是用换系蛛丝制成 换系材料倒是很少见 看着手中刚好还剩下五万花类 兑换这衣服 想了想 也没有其他东西要买得了 赵府就把它兑换出来 打算把它送给和仙乳 这一次 他对自己的帮助和不少 回到西洛楼 赵府把和仙乳叫到旁边 把织梦工艺递给他 和仙乳的样子很是意外 真的从来没想过 以赵府那性格会帮他 买一件衣服 但和仙乳很快地接了过来 对着赵府谢了一声 随后 赵府也退出天启世界 回到现实世界看看 因为现在赵府可没有分布天下的情报探子 只能是通过天启论坛的各种消息 进行各方势力的判断 对他们实力大概了解一下 以免自己当作一个井底之蛙 回到现实世界后 第一时间 所以也是很好奇地点进去看了一下 第一天魔 未知势力所得 猜测 可能是系统最强大的势力之一 虽然暂时不清楚这势力 但他今后绝对会成为玩家最大的阻碍 请大家言计 第二龙破 未知势力所得 猜测 绝对也属于系统最强大的势力之一 因为天魔消失后没几分钟后 龙破也随之消失 第三半神 未知势力所得 猜测 绝对也属于系统最强势力之一 但力量相对于来说 比前两者要弱一些 但绝对也是玩家势力所仰望的存在 前面有五个 都是未知势力所得 排名第六的距离已经清楚 是被系统势力之一 望月城所得 赵斧则看着天魔后面的介绍 忍不住笑了笑 什么最强的势力 今后成为玩家最大的阻碍 还要延迹一下 他可清楚自己实力 这一次完全大多靠各种运气 还有一些庆幸 比如自己要再玩几分钟 那天魔绝对属于现在排名第二的势力 前面六个 除了赵斧以外 好像没有一个玩家势力 但第七剑圣天 也就是最先开始消失的传说装备 竟然是被玩家所得 他正是西方最有传奇色彩的亚瑟王之后 亚瑟 蒂娜 这一消息出现 绝对给无数势力敲响一个警钟 特别是给隐隐占据世界第一的华夏一个警钟 除华夏之外的强大竞争者已经出现 接下来后面三剑 雷牙 灵术 寒魂 分别是给大夏 大商 大洲所得第十一剑传说装备 是罗马帝国的传承者凯撒 奥古斯都得到 第十二剑则是被大汉所得 第十三剑是被法老阿肯纳顿获得 到了第十三剑传说装备 后面七剑全被系统势力所得到 此时前二十剑传说装备都有了主人 到了第二十一剑是被大唐所得 这一条消息令赵府而外在意 随后第二十二剑是被枝田信长之后所得 第二十三剑被沙俄帝国所得 第二十四剑被古印度所得 接下来之后 所有传说装备全部被系统势力得到 再没有一个玩家势力得到 以此可见赵府获得第一天模式如何的幸运 还有也明白这竞争到底多么激烈 还有也不要以为传说品质装备很容易得到 不仅仅每一件传说品质装备 都蕴含着巨大的高阶力量 还有它更是强者的象征 在未来 你估计就算拥有十万件黄金装备 也可能拥有不了一件传说装备 可见传说装备到底多么稀有 和黄金装备绝对不是一个程度上的 看完这些各大得主后 赵府除了华夏的几个势力 最在意的当然是那个亚瑟王之后 真的是出乎意料 他能如此之快就获得盛天 赵府甚至有种预感 他将会成为自己最强大的敌人之一 坐在椅子上 赵府陷入沉思之中 随后才吐出一口浊气 重新把目光转到天启论坛之上 看最近还有没有其他事情发生 随后还真发现一些令赵府严肃的事情 那就是远古足落的复苏 远古足落指的是一种消失的种族 虽然这些是某些人的先祖 但现在却已经消亡 不复存在 华夏的比如就有 远古时期和皇帝对战的吃游 所带领的九犁族 还有春秋战国的四个种族 比如东方遗族 南方蛮族 西方荣族 北方敌族 还有汉朝的匈奴 大跃之 以及鲜卑 详细的就不多说了 这些种族不是以玩家形式 进入天启世界 而是在天启世界中复苏 以一种原居民村落方式出现 这些出现的足落 与普通原住民村落不同 他们不只拥有相关血脉 还拥有他们的历史 文化 有的是说被突厥打了 还有的说是被什么撩人 惊人打了的事情 看见这些信息 赵斧头都有点大了 只感觉乱 太乱了 乱成一锅粥 这就是现在的天启世界 未来血流成河 尸堆成山 无数英雄陌路的天启世界 这些外族的起点和玩家一样 现在绝对没有什么小镇以上的城市 但以后就说不定了 而且还有不同的是 现在玩家死后还可复活 但这些外族死了就死了 要一个足落全部死了 那等于灭族 估计天启世界 是给这些消亡的种族最后一次机会 抓着这个机会 就可以继续延续 抓不到 那就是彻底灭族 看完这些 赵斧头疼的进入天启世界 现在万花节已经是结束 一切也都恢复正常 赵斧重新命四支队伍 分别从不同方向继续对外探索 同时注意一下 大秦村是否出现外族 虽然天启世界是混乱 但也增加了机会 现在大秦村不只是可以攻打原住民村落 异族村落 还可以攻打外族村落 而在圣光之城 生意恢复正常 之前因为万花节的原因 无数多人前往城外 生意的确是有些差 但随着万花节的结束 生意也恢复过来 接下来的时间里 赵斧感觉也没什么事 可做的了 因为一切不需要亲自动手 都有各自的人打理 赵斧也有些无聊 打算好好规划一下大秦村 其实这方面 赵斧交给李斯 他已经做得很好了 首先是大秦村 已经是有东 西 南 北四个分部 和系统城市一样 都细致分为住宅区 商业区 一切也规划得井井有条 这关于大秦村建设 真的是不用赵斧亲自动手 因为属下的人处理得非常好 或许等终极传送阵研究成功后 把通往外界的路打通 倒是可以发展一些特色产业 赵斧想到 恐怖森林中的一种独有的果实 那就是黑森果 一种里子大小 样子很黑 果肉鲜红色 味道倒是很不错的果实 反正领地那么大 不种一些 好像是有点浪费 这些黑森果 可以作为一种特色 卖到外界出去 倒是一笔不错的收入 所以 赵斧就命人开始 大量种植黑森果树 时间也是一点点过去 不知不觉已经几天后 这一天白棋上前来禀告 他的修为 已经正式突破到一阶 这让赵斧也是一喜 因为大秦村 终于也有一阶的人了 同时赵斧心中 好奇地点开白棋属性 查看起来 姓名 白棋 资质 SSS 称号 沙神 职业 一阶五江 战勋 平民 68200 种族 人类 寿命 24110 忠诚度 100 属性 力量 38智力 22体制 29敏捷 25 修为 一阶 灵断 功法 大秦功法 技能 仪器斩 基础剑术 装备 兵 斩星剑 赵斧看完白棋的属性 发现除了他的属性的改变 他的职业也发生改变 现在变为一阶五将 还有原本一百的寿命 现在增加为110 也就是增加10寿命 这些赵斧先没有管 而是先行查看一阶五将职业 与之前五将职业 有什么不同地方 一阶五将 评价 C加级 减剑 由武将进阶而来 兵种效果可训练武将的 专属兵种 专属兵种 为命名 评价地 即 减剑 一阶五将亲自训练的 专属兵种 可沿用历史上所开发出来的兵种 也可以重新训练新型兵种 目前可拥有数量为 100 兵种效果 可获得与职业相等的技能 这让赵福有些欣喜 只要修为达到一阶的武将 就可以训练出自己的专属兵种 而且 这兵种评价是地 即 那就说明 这些专属兵种 是绝对不弱于一族的特殊兵种 虽然现在一阶武将 拥有的专属兵种数量只有一百 但今后随着武将的变强 这数量应该也会增加 而专属兵种有两类型 一是 可以重新训练新型的兵种 二是 也可以沿用历史上的兵种 比如当时秦朝最为出名的铁鹰瑞士 新型兵种和传统兵种 都有各自的好处 比如 新型兵种 可以结合现在处境 和自身的优势 进行开发的兵种 绝对会成为现在最适合的兵种 传统兵种 则是经过历史的沉淀 各种战争的洗礼 经过血腥的淘汰 所蜕变出的最强兵种 武将专属兵种的事情 赵福当然不会擅作主张 而是问道 白起 这事情 你怎么想的 白起也没有急着回答赵福 陈思议会 开口道 殿下 我想还是选择我最擅长的兵种 来进行训练 不进行新型兵种的训练 文言 赵福点点头 随即问了一些 他的专属兵种事情 铁鹰瑞士评价 第 级 简介 大秦最为精锐的士兵 不单剑术超凡 且马战不战一样精通 兵种效果 可获得技能 二阶剑术 奇术 现在一阶的武将 可训练出专属兵种 那武将数量也很重要 怪不得一般武将职业 都是把村庄提升到 小镇级别才能拥有 还有再说一下 拥有一阶修为后 再一次提升一段修为 可获得全属性加二 赵福现在修为不过是七段 离一阶还有些距离 他自己的资质感觉 还是有点差 不过获得王者之力 和气韵之力后 赵福修炼速度 已经是有很大提升 要没王者之力 和气韵之力加持 赵福估计 自己现在修为 可能还只是五段 当然 一个势力是否强大 不仅仅看领主多强大 同时要看整体实力 大秦村除了白起 现在修为最高的是老罗格 当时攻打罗格村的时候 老罗格已经是六段修为 现在过了这么久 已经是九段巅峰 只差一步进入一阶 比后来加入 有SS级资质的张大虎 都还要快一点 也不知老罗格会开启什么兵种 赵福希望是法系之类的兵种 现在低级法术 根本是没有什么用了 所以赵福也没有花那些 钱买火球之类的低级技能 因为随便都可以被盾牌挡掉 高级法术系统 城市也有 不过数量稀少 成不了气候 白起训练的铁鹰瑞士 所有人任由他选 之后 在外探索几天的队伍也回来了 除此还带回两个普通建城之时 现在赵福已经有32个村庄 同时 他们还带回一个消息 说发现一个高级异族村落 这个异族村落 和其他所见到的异族不同 这一次发现的异族 长得像老鼠一样 听见这个 赵福也有些兴趣 召集士兵 经过一天多的时间 也发现这一个异族足落 这些异族 的确与之前的异族不同 他们身高1米6 拥有类似人的身体 但是却其他地方都像是老鼠 比如拥有老鼠的头 还拥有老鼠毛发 还有老鼠的尾巴 令赵福更加意外的是 这个异族村落 好像是在一个遗迹上 这个遗迹像是一座殿堂 以山而建 石头材质是偏白色 这一处遗迹的建筑 有些已经是坍塌 有些则保存的完好 这遗迹的样子 看起来也很古老 肯定是有很久的历史了 看见这个赵福不由的一喜 因为往往遗迹中 都隐藏着巨大好处 比如赵福在地下通道中 获得的一切 那也算一个遗迹 此时又见到这样的遗迹 心中当然是比较兴奋的 不过 赵福这一边 还没有任何动静 鼠人就发现 赵福一群人了 可以说 他们是对环境变化 最为敏感的生物 正如普通老鼠一样 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就会逃跑 看着一个个 原本还在嬉笑的鼠人 一下就紧背起来 原本在村外面的鼠人 也一下涌入村落 见被发现 赵福也一笑 骑着小黑 身后跟着十名王之死骑 大量士兵和骷髅 从一边走出来 村落中的鼠人 见到这么多敌人 顿时有些慌乱起来 叽叽叽说着什么鼠人语 反正很是神色有些紧张 鼠人村落 大概有六千多鼠人 其中兵种好像只有两种 一种是手持弯刀的鼠人 一种是手持长弓的鼠人 这座村落 依靠着高大的遗迹所建立 光城墙就有十米高 而且好像还没门 只有一个两米的大洞 现在已经是完全被堵死 这让赵福很难强攻进去 殿下 你看接下来怎么帮 张大虎一拱手 在旁边请示道 这一次 因为白起要准备 各种训练铁鹰瑞士 所以在大清村准备着 并没有跟来 赵福听到张大虎的话 一想便开口道 包围住他吧 要强攻也攻不进去 只能用围困的方法 反正这些异族都不会种植 粮食也一定会耗尽的 只是这时间可能稍微久一点 文言 张大虎听命下去 用四千士兵 把这个鼠人村落包围起来 至于亡灵这边 没有什么动静 因为一般亡灵 都不具备什么智慧 而十名王之死骑 直接听命于赵福 至于其他人的命令 是一概不接受 鼠人看着赵福一群人 把他们包围住 又发出叽叽叽的声音 一边紧背着 一边不止到交流什么 忽然 赵福脑海想到什么 随即又把张大虎叫来 在他耳边说了一些什么 同时让小灰 也跟过去鼠人村落内 几个年老 嘴边的长须 都变成白色的鼠人 正在叽叽叽说些什么 其中的一个是这样说道 你们看 那个人类都包围我们了 现在怎么办 另一个声音 有些沙哑的老鼠人说道 我们虽然储备了一些粮食 但要是这人类 一直就这样围着我们 我们的粮食 一定会消耗完的 现在只能和那个人类一战 希望让他见识到我们的强大 一个声音坚定的老鼠人说道 这不行 那个人类手下种族很多 甚至兽人都有 而且兵种齐全 装备精良 还有那个人类 竟然不知道用什么办法 让那些该死的亡灵 听命于他 假如我们冲出去 那他们一定会让亡灵冲过来 消耗我们力量 然后再用精锐来击杀我们 我们百分之百会说 最先开口的老鼠人 这样反驳道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说要和赵福打一战的鼠人 见到其他鼠人 唯唯诺诺的胆小怕事的样子 有些生气的怒道 忽然 一直没有说话的鼠人开口道 我们一开始 不是为了以防万一 挖了三条暗道吗 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是用这条暗道 偷偷地逃走 不行 这个鼠人话还没说完 就被其他几个鼠人打断 同时他们开口说道 要偷偷逃走 是一定要带走建成之石的 可选择迁移 变化太大 那个人类一定会发现的 同时 我们也不可能不要建成之石 还有这个遗迹 我们守了这么久 只开发一点点 你们忍心把这个 巨大的馅饼让出去吗 唉 原本说暗道的鼠人 叹了一口气道 现在只能是第二种办法 利用这暗道 趁夜色利用我们特殊士兵 来一个里应外合 应该可以重创着人类部队 这一个方法一说出 所有的鼠人也点点头 现在也没有办法了 时间一点点过去 太阳也缓缓落下 天边浮起一片火烧云 这时 蔚蓝色的天空中 出现了几个闪烁的小心点 随着太阳的完全落下 一颗颗闪烁的星星 也出现在夜幕中 今天倒是没有月亮 不过虽然没有月亮 但又满天烦心的照耀 倒也不太黑暗 赵府这边 也点燃了一根根火把 烧火的烧火 煮饭的煮饭 也没有什么警备的意思 好像完全不把这群鼠人 放在眼里 甚至有些士兵 竟然拿出酒来喝 这领在墙上守卫的鼠人 一阵气挠 暗暗发誓 等下一定要让这群人类 知道他们鼠人的厉害 夜色渐浓 时间一下 来到晚上十二点 表面上看赵府迎寨 是只有几队人在巡逻 其他人则回帐篷内睡大觉 鼠人们见此感觉机会来了 立即窃窃私语 也按照计划 进行一队鼠人 通过三条密道 已经是来到村外 这一队大概有两千多鼠人 同时 墙上的鼠人 也悄悄地从另一边 放下一根根绳子 只要等另一只 两千鼠人的队伍进行袭击 打乱赵府他们队伍 然后 墙上的鼠人 通过绳子降下来 从另一边与赵府对战 两面夹击 这计划绝对地完美 看起来没有任何缺点 如果赵府真的被两面夹击 的确也会陷入很大的危险之中 更有可能惨败而逃 两千鼠人按照计划 已经从通道走出 趁着夜色向赵府营地袭去 可是下一秒 咻咻咻 突然 一连串破空声响起 令所有鼠人都一惊 大喊道 有埋伏 立即鼠人四处散开 但是可惜 还是在鉴于笼罩的范围之内 无数鼠人 直接是被乱箭射死 从一边隐藏的张大虎也走出来 哈哈大笑 殿下果然说的没错 这鼠人和老鼠的习性一样 喜欢打洞 还好小灰 你鼻子比狗鼻子都还灵 发现这三条密道 呜呜 在旁边小灰不满地 对张大虎嘀吼着 露出一口洁白的狼牙 就要咬张大虎几口 张大虎脸色有些尴尬 连忙道 好好 不说 你鼻子比狗还灵了 呜呜 小灰还是不满嘀吼着 张大虎一想 便明白过来 有些无语道 我不叫你小灰 叫你灰狼王行了吧 对于小灰来说 小灰这名字 只有赵府能叫 其他人是不行的 要叫也只能叫灰狼王 小灰这才满意地爬在地上 张大虎也把目光转向战场上 发现有数十道身影异常灵敏 竟然躲过了这么密集的箭雨 向一边逃去 他们穿着也有些奇怪 好像是戴着兜帽 张大虎看着大多数鼠人 已经是被射杀 所以也没再继续命人射箭 直接是带人追杀 那数十个逃跑的鼠人 一个小时过后 城墙上鼠人在焦急地等待 同时心中疑惑着 这怎么回事 已经超过预定好的时间 那一对鼠人怎么还没动手 鼠人村落内 几个老鼠人 也急着在大厅内走来走去 不明白那一对鼠人发什么事了 但隐隐感觉一丝不妙 什么 赵府沉着一张脸 看着跪在地上的张大虎 还有一脸无辜地 爬在一边的小灰 随后 赵府才浮出一口气 问道 说 你们一千五百人 怎么受伤五十人 还让那十几个鼠人逃掉的 张大虎也稍微松了一口气 禀告道 殿下 原本我是按照你的吩咐 对那鼠人进行扶杀 这一切都很顺利 但是有数十个鼠人 身手异常敏捷 几乎躲过所有的剑雨 然后向一边逃去 我当然是下令去追 可是这鼠人钻进一处密林中 就像鱼入大海 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淡 依靠着小灰的鼻子 倒还是可以一路追过去 可没想到 他们还竟然敢对我们进行伏击 我当然 也秉行着殿下的谨慎作战方法 却没想到 还是有五十个兄弟受伤 不过我也击杀了二十几个鼠人 但其他十几个鼠人 却再也找不到了 现在 我已经令人埋伏在几条岸道周边 一旦他们出现 一定会把他们全部击杀 哦 这鼠人真的有这么厉害 赵府心中奇怪地问道 这倒不是不相信张大虎 而且奇怪 这三十几个鼠人 怎么这么厉害 殿下 我有带回来几具尸体 你乖看看吧 这是张大虎开头说的 文言 赵府点点头 随即几个士兵 就把几具鼠人的尸体抬了进来 赵府看了一下 发现的确与普通鼠人有些区别 首先是穿着上 是一件黑色带有冬帽的衣服 上面宽大可以把自己相貌遮住 下面紧身不妨碍动作 双手则各绑着一柄短剑 好像手臂上有些小机关 可以随时把短剑伸出和收回 使用技能探查一下 这几个具尸体的资质倒是一般 也没有探查这些鼠人是什么职业 这些鼠人在其他方面 真的是和普通鼠人一样 并无什么特殊的地方 而一般鼠人也不强 现在大秦村士兵 有各种属性职业加成 几乎都可以单挑寿人 所以对付这鼠人 肯定不在话下 综合他们衣服 武器来看 这些鼠人之所以这么厉害 应该与职业有关 而这种职业 绝对和这遗迹有关 赵府也对这遗迹的兴趣 也越来越大了 随后目光落到 跪在地上的张大虎身上 赵府一想 开口道 起来吧 文言 张大虎完全松了一口气 他是已经做好 被赵府责罚的准备 可没想到 赵府什么都没说 看样子也不打算 责罚他的样子 其实 如果这件事情 要错在于张大虎 赵府肯定是会进行责罚 但张大虎要没做错 赵府为什么要责罚他 谋事在人 城市在天 哪怕在周密的计划 也会出现意外 所有赵府 也没有怪罪张大虎 随后 赵府带着之前 这些蜀人进行劝详 相信你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吧 你们另外 两千蜀人都被我杀了 现在你们村里 不过四千士兵 是无法抵挡我的进攻的 你们看我手下士兵种族众多 因为我对一切种族 都视为平等 只要你们投降于我 我也一定不会亏待 你们的 赵府在一边说着 一边蜀人大声翻译着 虽然几乎每一次劝详 都没有啥效果 基本都是不会投降 但这还是必须要劝的 因为不费一兵 就得到一座村庄 是最好的 听到村外赵府的话 蜀人顿时有些慌乱起来 他们终于明白 那一对蜀人 为什么没有进攻 原来是全被杀了 现在蜀人只有四千多 还怎么抵挡着人类 这消息很快传到 村内的几个老蜀人耳朵 另几位老蜀人 重重叹了一口气 心中那不好的预感 终于落实 现在暗道已经被发现 逃是逃不掉的 要是这样死守 也守不了多久 你们说怎么办 一个老蜀人开口问道 要不我们投降吧 现在我们已经输定了 这样坚持下去不是办法 一个老蜀人 有些丧气地说道 不行 听到一个老蜀人 说要投降 之前主战的老蜀人 大声叫道 现在不投降 你说怎么办 听到他的话 之前说要投降的老蜀人 也有些生气叫道 主战的老蜀人 听到这一句 也是顿住了 随即一想 脑海一道灵光闪过 道 我们还有一个机会 听到他的话 其他几个老蜀人 连忙问道 还有一个什么机会 这时 主战的老蜀人 也开口道 只要把对方首领活捉 那对方 就无法把我们怎么样 也可以 把对方首领击杀 然后群龙无首 他们一时攻不下 我们村庄 也会离开 那现在呢 是不是要派出 我们全部特殊士兵 去刺杀他们首领 一个蜀人听完他的话 开口问道 这可能不行 虽然我们特殊士兵强大 但现在已经打草惊蛇 对方首领肯定是加强防备 我们士兵去了 会很难得手 另一名声音沙哑的老蜀人一想 开口说道 文言 其他老蜀人也点了点头 忽然 有一个老蜀人 想到什么开口说道 现在对方首领 不是对我们劝降吗 我们可以假装投降 然后让我们士兵埋伏起来 最后进行动手 这个计划一说出 也得到全部老蜀人的赞同 随后 他们来到墙上 对着赵府大声喊道 尊贵的大人 我们愿意投降 但我们要和你详细谈一下 你可以把你的士兵 先退后一下吗 我们会下来亲自与你交谈 但在双方都不能带一个士兵 文言 赵府不用想都知道 不是直接投降的 肯定有诈 但赵府一想 却还是答应了下来 命所有的士兵后退 张大虎却明白 接下来的凶险 因为亲眼见过那些 特殊属人的恐怖 根本就是无影无形 突然发动攻击 所以忍不住劝道 殿下 这太危险 还是不要去了吧 有我代替你去 赵府听到张大虎的话 轻轻摇摇头 道 不必了 我会有分寸的 见此 张大虎也在说什么 因为他是相信赵府的 因为赵府是他们的王 所以带领的士兵 向后退了五千多米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张大虎还是随时接应赵府 现在是处于半夜时间 周围当然是有些黑 赵府旁边有一个篝火 高高的火焰 可以照亮方圆二十米 赵府站在原地 张大虎带着所有的士兵 都往后退着 墙上的几个老鼠人 见到赵府答应他们的要求 心里不由地安安一喜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随后 赵府看着原本被毒死的大洞 也慢慢被移开 几个老鼠人走了出现 见此赵府脸上 也浮出一抹笑容 通过已经投降的 几个鼠人情报 就是这几个老鼠人 在管理村庄 同时 无数黑影 从一处隐蔽的角落 通过绳子 从墙上滑了下来 然后与黑夜融为一体 慢慢向赵府前行了过去 几个老鼠人 慢悠悠地 走到赵府身前十米处 脸上是带着一抹笑容 显得和蔼无害 好似真的要投降的样子 尊贵大人 不知你来自己何方 几个老鼠人 原本是想套一下近乎 趁着赵府不注意才动手 但赵府完全不领情 扫了一眼周围 冷笑一声 还不动手吗 听见赵府的话 几个老鼠人一惊 也瞬间变了脸色 带着阴冷和狠色叫道 杀了这人类 随即 无数身穿黑色冬帽衣的鼠人 出现在赵府周围 足足有两百多 冬帽把他们样子遮住 露出两边侧脸 带着一丝神秘 这些鼠人双手一伸 绑在手上 藏在衣袖里面的 两柄短剑刺出 这其实叫秀剑 他们的动作非常灵敏 还带着一丝帅气 化为无数道黑影 向赵府袭去 赵府嘴角上浮 露出一抹微笑 取出散发冰冷 邪恶 杀戮气息的天魔剑 一挥 王者领域 扩张到五十米极限 在王者领域范围内 全部的鼠人 在赵府眼里 速度好似放慢了无数倍 带出一连串残影 虽然如此 这些鼠人速度 还是异常的快 只是一瞬间 就出现在赵府身前 挥动着手 那秀剑即使在黑夜之下 都闪烁着寒芒 令人毛骨悚然 被向赵府脖子上抹去 还好赵府已经经不同往日 这鼠人虽然厉害 但和赵府却不在一个档次 就在第一个鼠人 出现在身前时 赵府抬起手中的天魔剑 从上往下一批 一道剑光闪过 第一个鼠人胸前鲜血 大量喷出 整个身体从肩部 到腹部一分为二 碎尸掺杂着内脏 一起落在地上 一下把地上染红 随即 第二鼠人出现在赵府右侧 赵府握剑 向右一挥 又是一道剑光闪过 第二个鼠人的身体 随之也被一分为二 碎尸和内脏散落在地面 随后 第三个鼠人出现在赵府身后 赵府也转身 用天魔剑一次 剑身直接没入鼠人的心脏 天魔剑的恐怖力量 只是在一刹那间 连同鼠人胸口都被绞碎 但接二两三的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都冒下无数鼠人的眼睛 异常坚定 毫无聚色 哪怕面对死亡 也能勇往直前 临死也没发出一句惨叫 这是他们所坚持的某种东西 记得当时把手 放在那块石碑上的时候 就有一句话在脑海中响起 我就是一个刺客 只要能击杀目标 就可以不顾一切 因为现在只有击杀赵府 鼠人村庄才能得到安全 才能恢复正常 每一个鼠人的生活 才能更加美好 这是他们所坚持的 所以也是无惧死亡 鼠人刺客速度真的是极快 而且手段刁钻 更是招招致命 全部攻击的 是赵府眼睛 脖子 心脏之类重要地方 肉眼似乎都无法捕捉他们的动作 只见一道道黑影 带动出两道白色的寒光 出现在赵府身前 但下一刻 却被赵府砍杀 可这些鼠人刺客绝对很强 如鬼魅一般 无孔不入 他们手中的秀剑 只要出现一不小心你 就会受伤 在无数鼠人攻击下 赵府都感觉汗毛树里 此时 刚躲过攻击 下一秒 又一个鼠人刺客 出现在赵府左边 挥动着秀剑 对赵府脖子抹去 赵府则只能抬起脚 用力一踢 把这鼠人刺客踢飞出去 但下一刻 又有一个鼠人刺客 出现在赵府身后 高举着秀剑 对赵府后脑勺砍去 眼看就要成功的时候 赵府转身一道黑色剑气斩出 直接将这鼠人劈飞出去 这鼠人身体 在这强大剑气下 在半空中 直接变成无数石块洒落 鼠人刺客异常厉害 赵府虽然看似险象还生 但整体来看 这一群鼠人伤害不到赵府 这些鼠人冲上前 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死 一朵朵鲜红的花在盛开 一个个生命在凋零 原本二百多一点的鼠人刺客 现在只剩下三十 地面无数残缺的尸体 扑着 鲜血完全把地面染红 如同一个地狱一般 并且散发刺鼻的血腥气味 几个老鼠人也没想到 赵府竟然这么强大 此时张大虎也带着士兵赶来 剑刺计划已经完全失败 几个老鼠人奋出 十鼠人刺客缠住赵府 另二十个掩护他们回到村里 赵府一脸淡然地站在原地 看着 已经从不同方向袭来 已经包围自己的十个鼠人刺客 一剑挥出 一道黑色剑光 如半月一闪而过 渗透十个鼠人刺客的身体 十个鼠人刺客倒飞出去 口吐大量鲜血 身体内脏被绞碎 瞬间毙命 赵府一手持剑地站在原地 鲜红色的血液 顺着天魔剑一点点的低落 忽然 地上的血液 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控制着向天魔剑涌去 而天魔剑如同一个风雪一样 把所有鲜血都吸收 发出清脆剑鸣 这是对杀戮的快感 主人 快 快点 继续 人家还要 赵府听到脑海交喘的声音 顿时有些无语 看着逃跑的老鼠人 缓缓地抬起天魔剑 对着他们一点 一个庞大长有巨大肉异的恶魔虚影 从剑身钻出 然后向逃跑的三十个多鼠人飞去 巨大的恶魔虚影速度很快 直接从三十个鼠人身边一掠而过 等时 所有鼠人在这一刹那的动作也停止了 随后只见这些鼠人身体干瘪下来 失去所有水分一样 变成一具具干尸 倒地死亡 这是天魔之时 可以换出一个巨大的恶魔虚影 它可以吞噬血肉精华 而这些血肉精华则被剑吸收 这属于天魔剑诸多特殊能力之一 这也是史诗级武器的强大之处 主人 快吗 人家还要 还不够 忽然 又听到脑海中那天魔交喘的声音 赵府直接把他收回王者之界中 脑海中想起那天魔有些生气的声音 哼 人类你这样做 是得不到我喜欢的 赵府也不在意 直接无视掉这天魔的话 反正这家伙 态度说变就变 这时 张大虎带着士兵也是赶来了 之前看似发生很多事情 但其实过得也挺快 殿下 属下该死来迟一步 张大虎看着地上一具具尸体 全部被赵府解决 那有王在前面战斗 后面臣子享福的 所以带着其他几位大将跪了下来请罪道 好了 都起来吧 赵府对这事 没有什么在意的 随后 赵府命人重新把鼠人村落包围起来 之前几个老鼠人想杀掉赵府 让赵府部队群龙无首 自行溃败 令他们没想到 是赵府活 他们死 失去管理的鼠人村落 一下乱了套 无数鼠人神色也变为恐惧 看着包围他们的赵府的士兵们 赵府在进行劝降 这一次没有什么意外 全部鼠人选择投降 赵府也正式接手着鼠人村落 然后 赵府当然进入鼠人村落内 第一时间来到一个遗迹入口面前 这里有一座白色石碑 高两米 经过无数岁月的侵蚀 石碑表面有些凹凸不平 上面有一些文字 虽然赵府不认识 但一眼望过去 却能明白他的意思 行于黑暗 世奉光明 万物皆虚 万事皆宇 所以遗迹中并不黑暗 这里应该是鼠人开拓好了 那种鼠人刺客职业 应该来自于这里 赵府继续前进 随后来到一个大厅之中 这个大厅很大 有30米宽 地面是使用光滑的大理石铺成 大厅顶部的 有一幅幅绘画 是画着 人们都过着幸福安定的日子 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大厅内什么都没有 只有中间一座石碑 这座石碑 看着像是转制石碑 但和普通转制石碑不一样 这座石碑材质是白色 而且是六边菱形 赵府走过去 查看一下 获得一道信息 刺客 秩序 诱声 评价B级兵种 简介 信仰光明 创造美好世界的刺客 兵种效果 转制可获得刺杀术 这职业 应该就是之前的鼠人刺客职业 评价为B级 果然是一种强大的职业 当然赵府手下 还有SS级的王之死骑 但那职业只有10名 但这刺客职业 却可以转制大量 他的作用 倒是也挺大的 之后执行各种情报刺杀任务 都是靠他们 他们之名也会跟随大秦远扬 令无数人闻风丧胆 把目光收回来 抬头看见 前面还有一扇紧闭的大门 这鼠人应该还没有打通 赵府走过去 想把门推开 可是一道力量 从门上发出排斥着赵府 然后赵府也得到一声提示 这门只有转制成刺客职业 才能打开 赵府想了想 又则回去 把手放在转制石碑上 现在赵府已经有王者职业 还有恶魔祭祀 两种职业 不过这两种职业都比较特殊 一个是并不属于兵种等级 一个则信仰职业 当然赵府对那克尔之神 是没有什么信仰的 不知道还能不能转职这刺客职业 赵府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主要想进那扇门看一看 把手放在石碑上后 赵府脑海响起一道声音 是否转职刺客 赵府有些忐忑的选择 是 随后石碑发出道道微光 赵府眼前一晃 出现在另一个空间 这一个空间 和之前赵府身处的大厅有些相似 但光线很是昏暗 带着一种神秘与庄严 除此 赵府身前还多了一个人 这个人和之前鼠人穿的衣服一样 头戴着兜帽 把相貌遮住 只露出两边的侧脸 下身则有些紧身 不会妨碍动作 而看他的体型 应该是一名男人 他无声无息 好似不存在一般 站在那里 都冒下一双冰冷眼睛 审视着赵府 赵府则一脸平静地站在那里 看着他 同时思考着怎么回事 记得是选择转职 就出现在这一个地方 他则还是在审视着赵府 忽然胸前一个吊坠 发出淡淡白光 他才缓缓开口 声音有些嘶哑 坚持心中的光明 记住 你是一名刺客 行于黑暗 侍奉光明 万物皆虚 万事皆宇 锈剑之下 众生平等 他念出这些话后 赵府眼前再一次一晃 重现回到之前的大厅内 同时还获得一声提示 随便都可以转职的职业不同 所以令赵府有些意外 赵府查看职业 不只是获得大量职业加成 还获得一连串技能 前行 闪月 刺杀术 鬼神 锈剑掌握 以赵府的身份 当然是不用执行什么情报刺杀任务 但这职业某些时刻 也还是可能用到 比如 现在赵府就想用这职业 去门另一边看看 赵府站在门前 伸手去推门 这一次 门上已经没有那种排斥的力量 赵府也轻松 就把门推开了 门后是一个通道 光线也很昏暗 赵府想了一下 命人也准备一下那种黑色洞帽衣 还有手中也绑好两柄锈剑 之所以这样做 赵府猜想 既然这门需要转职才能打开 那这门后 一定与该职业有关 所以 赵府也这样准备一套 想进去试试看 殿下 要不我们先派几个人进去 这里面可能会很危险 几名大将担忧地对赵府说道 赵府摇摇头 回道 不必了 里面是可能很危险 但这可能类似传承试炼 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 这不需要担心 闻言 众多大将推到一边 赵府也准备好 一步抬入通道内 身后的门也缓缓自动关上 赵府先是站在原地 观察一下四周 没有什么发现后 开始向前走去 四周很安静 没有一点声音 只有自己呼吸声音 加上周围昏暗的环境 气氛是有些恐怖 顺着这一条道路 一路前行 赵府来到一处诡异的空间 这空间非常的大 好像是一个森林 在这个森林中 光线也是很昏暗 视线模糊 天空也是灰白色 草木也都是死灰色 地面也全是腐朽的树叶枯枝 整个空间没有一点生机 充满着死亡气息 赵府在原地观察一会 怎打算前进的时候 一棵大树 仿佛活了过来一般 挥动着树枝 向赵府扇过去 这突然来的变化 赵府当然是连忙一躲 可奈何这树挥动的树枝太大 赵府根本无法闪躲开 随即赵府双手交叉 施展出王者领域 形成一个两米大的黑色龙纹保护罩 但还是一时间被扫飞出去 落在地上后 赵府小心想从另一边走去 可刚要接近森林时候 大树又活过来一般 对赵府展开攻击 还好这一次赵府早有了准备 闪躲开了 可是连续几次都是这样 根本无法接近森林 赵府只能在原地 思考起来 想要继续前进 是一定要通过森林的 可现在自己一靠近 大树进行进行攻击 根本不可能进入森林 一定是自己忽略了什么 忽然 赵府脑海闪过什么 明白过来一笑 自己是不是有点太笨了 赵府想到 是之前转职的时候 他对赵府所说的话 坚持心中的光明 记住 你是一个刺客 现在自己的想法 还是一个正常人的想法 不是一个刺客的想法 自己现在已经是一个刺客 当然要以一个刺客来想事情 首先 进入一个地方 作为一个刺客 当然是要隐藏全部气息 随即赵府使用前行 隐藏身上全部气息 甚至呼吸声都好似没有了 再一次靠近大树 这一次 大树果然没有攻击 赵府松了一口气 这片森林很大 要一直使用前行 一刻都不能放松 否则就会大树攻击 这的确很难 因为要时刻紧绷着神经 但想继续前进 必须这样做 赵府低着身子 小心前进着 以防还有什么怪事发生 这样走了没多久 赵府立即隐藏在一棵大树后 因为发现 前方有一个怪物 这一个怪物 有着类似人的身体 高两米 灰白色的皮肤 手臂很长 已经拖在地上 手掌像是爪子 它没有脸 只有一对很大的耳朵 看见这怪物 赵府很快地隐藏树后 这怪物也没有发现赵府 随即没多久 也就离开了 然后 赵府继续前进 可突然 赵府又遇见一只 和之前类似的怪物 但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一个怪物没有大耳朵 而是面部有一颗很大的眼睛 当这怪物扭过头 赵府猛地一惊 明白被发现了 下一秒 那怪物身体瞬间消失 出现在赵府身前 高举右肘 向赵府猛地一批而下 好快 赵府不由地按道一声 随即触动双手的机关 两柄袖剑刺出 赵府双手交叉 挡在身前 砰 一到距离袭来 赵府被一击 倒退滑行了五六米 要知道 以现在赵府属性 都不亚于二阶士兵 只是修为力量有些弱而已 但还是被击退五六米 可见这怪物的力量 怪不得鼠人没有打通这里 因为遇见这怪物 根本没有剩的 可能面对这怪物 赵府也没办法 只能动用王者之力 注入袖剑之中 原本银白色的两柄袖剑 被染成黑色 并且剑身上还有龙纹 这一次 换赵府攻击 身体前倾 双腿用力一踩地面 砰 地面均裂开来 赵府身体化为一道黑影 向怪物冲去 怪物看着冲来的赵府 不慌不忙站在原地 眼看着赵府接近他两米时候 怪物抬手快如闪电的一挥 锋利的爪子 带出五道弧光 仿佛可以把石头抓穿一般 对赵府攻去 赵府抬起左手锈剑 挡住怪物的爪子 右手锈剑猛地 对怪物刺去 但就在这时 怪物快到极致 直接伸出另一手 直接抓住赵府的右臂 等时 赵府一惊 随即下一刻 怪物抓住赵府右臂 像扔一个沙袋一般 把赵府给扔出去 碰 赵府的身体 被扔出十几米 撞在一棵大树上 树干一阵颤动 不少树叶被震落 可 落在地上 赵府倾咳一声 可出一口鲜血 这怪物的力量 真的太大了 一不下 小心就会受伤 赵府取出一枚疗伤药服下 从地上站了起来 这时 怪物脸上一只巨大眼睛 看着赵府 不带一丝感情 随即怪物的身体在消失 出现在赵府身前 如黑虎掏心一般 对着赵府猛的一爪 赵府连忙弯腰 向一边躲去 碰 一道沉闷声响起 怪物的爪子 直接插入树干半米深 就在这时 刚闪躲开的赵府抓住机会 一剑对怪物挥去 可是下一秒 怪物转身用另一爪子 对赵府猛力抽打过去 赵府的袖剑 根本还没有攻击到怪物 整个身体就被怪物打飞出去 摔倒在地上 赵府感觉身体 就像散架一般 这怪物这么可能怎么强 速度太快了 忽然 赵府忽然想起 感觉又忘了什么 我是一名刺客了 刺客本就是一种速度极快 身法超敏捷的一种职业 自己根本没有把这职业的力量 发挥出来 这时 怪物身体一晃 出现在赵府身前 高举起手臂 对着还在地上的赵府 用力一拍 赵府立即使用鬼身 通过转直获得鬼身 是一种身法技能 可以使身体异常灵敏 眼看着怪物的爪子 就要拍中赵府 就在这时赵府身体 奇异一扭 躲过了怪物的攻击 并且一下冲地上窜了起来 下一秒 赵府立即使用闪跃 身体化为一道黑影 在怪物四周闪动 跳跃 怪物也抬起头来 脸上的眼球 快速在眼眶中的转动 想捕捉到赵府身影 突然 一道黑影闪过 怪物对着周围一抓 这一招落空了 赵府出现在他侧身 但怪物反应的速度 也是很快 扭声挥着另一只爪子 对赵府攻过去 但赵府弯身 如同蛇一样灵活 躲过他攻击 手中袖剑贴着怪物身体一带 立即怪物身体腰部 带出半尺一道伤口 好 怪物痛苦咆哮一声 转身爪子 用力对赵府抓去 但是随即赵府身体一闪 已经出现在五米外 第一次攻击到怪物身体 赵府心中也有些高兴 但是随即 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因为看到刚刚制造出来的伤口 还不到几秒钟 已经全部愈合 甚至没看见一道伤疤 伤口快速愈后 怪物再一次对赵府冲过来 赵府也把一个刺客的身法灵敏 发挥到极致 不再采取硬碰硬的方法 而是选择闪躲 同时在这时 赵府也慢慢发现 这怪物的破绽 每一次攻击的时候 腰部两侧 就会变成破绽 赵府利用这个破绽 不断令怪物受伤 可是 无论赵府对怪物造成多少伤口 怪物都能几秒钟愈合 而且 力量都不减弱一丝 这根本是没法打 赵府只能以自己 是一名刺客来想事情 忽然才发现自己的错误 刺客存在的 本身就是刺杀 追求的是一击必杀 因为机会往往只能有一次 一旦失去 就不会再有 一般致命点 都是在心脏 还有头部 这怪物的弱点 一定是在这两处 明白过来 赵府在一处对怪物展开攻击 现在怪物腹部两边 造成几道伤口 怪物愤怒地咆哮着 对赵府展开疯狂攻击 只见怪物双爪 不断带出锋利的弧光 一般人上去 可能早已经分尸 赵府则快速闪躲着 心中极其冷静 毫无一丝慌乱 也没有再攻击一次 因为他现在完全把自己 当作一名刺客 心底也完全认定 自己是一个刺客 只有这样 无论身体 还是心 才能与刺客职业完全融合 向前一倾 伸出右手 使用刺杀术 锈剑带着黑光 噗 一声刺入肉体的声音发出 锈剑贯穿怪物的心脏 两者动作都在这一刻停止 当一剑刺穿怪物的心脏后 赵府瞬间将锈剑抽出 身体向后退去 怪物的尸体也无力倒在地上 然后便为无数灰色气体溃散开来 只留下一枚灰色两寸长的菱形金石 见怪物终于被杀死 赵府心中也松了一口气 看到地上的灰色金石 赵府好奇地走过去捡起来 查看一下 幽鬼精 可以融入装备之中 可获得幽鬼之力 幽鬼之力应该就是那种怪物的力量 还有那种怪物应该就叫幽鬼吧 不知道是一种什么生物 同时也不知道 这幽鬼精融入装备会有什么效果 现在赵府绣剑还有衣物都是普通货色 把幽鬼精融入倒是有些可惜 当然赵府也有其他高品质装备 但赵府感觉这幽鬼精 更适用于刺客刚想离开 一直拥有一对大耳朵的幽鬼 好像是被之前的战斗声音给吸引过来 这种幽鬼没有眼睛 全靠听力 它那双大耳朵能听到一切细微的声音 你如果找到某种克制它的方法 就会很容易对付 但你要找不到 那这种幽鬼将会比有眼睛的幽鬼更加强 这一只幽鬼出现后 第一时间就已经向赵府冲来 赵府连着躲藏的机会都没有 幽鬼比之冲来 挥动爪子对赵府展开攻击 赵府身体化为无数黑影 闪躲着攻击 其实这对赵府也挺有帮助 赵府从幕后走到战斗 需要一定过程 虽然提升属性 可以直接获得强大力量 但赵府缺少如何运用这力量的方法 也就是缺少战斗经验 王者之力 本就是需要战斗才能开发的一种力量 赵府飞快闪躲着 这一次幽鬼的出手的速度 果然比之前幽鬼还要快一点 有几次赵府都差点被攻击到 这样下去也是办法 赵府忽然想到 自己掌握飞刀技能 飞刀是一种柳叶形状的刀 长度和匕首的长短差不多 刀身很薄 也异常锋利 杀伤性极大 这就是这刺客 秩序所掌握的一种远程攻击能力 这些飞刀 赵府也准备一些 立即赵府退到十几米 取出两柄飞刀 对幽鬼甩过去 两枚飞刀很快 如两道白光一样射去 虽然飞刀破空声很细微 一般人还可能注意不到 但幽鬼的听觉还是很灵敏 抬手就把两柄飞刀打飞出去 见此 赵府却没有失望 因为想到一个方法 忍不住嘴角上浮 露出一丝笑容 此时 赵府是一开始换上那种冬帽衣 露出两边侧脸 所以这一抹笑容 要在外人看起来充满着神秘 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帅气 这一次 赵府先展开攻击 用飞刀从不同方向 不断攻击着幽鬼 毫无意外 这些飞刀全被幽鬼打飞出去 但随即赵府又扔出两枚飞刀 这一次不同 赵府扔出两枚飞刀后 极力施展出超高的速度 以及隐藏一起气息的前行 跟随在扔出的两枚飞刀的后面 碰 碰 幽鬼挥手 他的双爪 好似钢铁一般 再一次把两枚飞刀打飞出去 赵府在这时出手了 现在他已经出现幽鬼身前 挥动秀剑对着幽鬼攻过去 幽鬼还是发现了赵府 张开爪子对着赵府猛地抓过去 眼看着秀剑和爪子相交 赵府却突然收回攻击 往旁边一躲 幽鬼攻击落空的那一刻 赵府在幽鬼侧面 用秀剑划出一道伤口 幽鬼怒吼一声 高举起双爪 对赵府一劈而下 碰 长而有力的双爪 带着强大力量落在地上 地面被砸出一个大坑 此时赵府却已经出现在幽鬼的身后 一剑刺出 秀剑带出一道黑芒 从后面刺入幽鬼心脏灯石 幽鬼的身体崩溃开来 变成无数灰色气体消散开来 一个幽鬼精落在地上 将这枚幽魂精捡起收起 赵府继续前进 七天后 赵府来到森林尽头 这七天赵府击杀幽鬼的数量 达到459只 同时也收集459颗幽鬼精 这幽鬼精 好像是击杀幽鬼旧有 是没有冰之魂那样稀有 所以赵府忍不住把两颗幽鬼精 融入进两柄秀剑之中 现在两柄普通秀剑 属性也变成这样 秀剑 品质 蓝色 属性 力量加1 敏捷加1 减剑 原本秀剑获得幽鬼之力加持 施展刺客技能将会获得一定加成 秀剑获得一定无视护甲效果 原本的秀剑 是什么属性都没有 现在不只是加了两点属性 刺客技能也获得一定加成 特别是最后一条 一定无视护甲效果 也就是说 哪怕你穿的是铠甲 它也有一定能刺穿你 所以 两柄秀剑 完全是变成杀人戾气 现在经过七天时间 赵府终于来到森林尽头 也就意味着赵府快要通过这一关 森林尽头有一扇大门 和之前进来的那一扇大门一样 但此时 却有五十多只幽鬼守在门前 一次性对付五十多只幽鬼 还真是有些困难 赵府想了想 这一次目的不是击杀幽鬼 而是通过这里 幽鬼自己也杀得挺多了 所以 赵府在森林中制造出一些声音 把只拥有耳朵的幽鬼吸引过去 现在门前只剩下二十多只 拥有大眼的幽鬼 赵府也不再隐藏 直接冲过去冲去 经过七天最严苛的训练 赵府已经完全变了一个样 不只是力量方面 还有心性方面 都冒下赵府充满一股神秘冰冷的气息 一下如黑影冲过去 二十几只幽鬼当然发现他 也是冲了过去 双方很快地碰撞在一起 噗 刚一碰面 赵府头一偏头 侧身躲过幽鬼爪子 同时右手探出 一剑刺穿他心脏 一切都快如闪电 熟练无比 再也没有什么生疏停滞 没有看击杀的幽鬼一眼 都冒之下 赵府目光冰冷 又将袖剑刺入另一个幽鬼的心脏 曾经对赵府造成不少麻烦的幽鬼 现在变得不再是麻烦 快速击杀这些幽鬼 把他们掉落的幽鬼金收好 赵府缓缓推开森林尽头的大门 然后又来到一个大厅 这个大厅和之前那个大厅一样 但有些特别的是 除了大厅中心一样的转值石碑之外 他周围还多了十二十台 十二十台 上面有十二雕像 雕像下有十二套装备 眼前十台上的十二个雕像 都穿着类似赵府身上衣服 看不清楚相貌 只露出两边侧脸 根据他们体型 倒是可以分别出 他们有男有女 有老爷又少这些雕像 赵府当然不认识 但这十二个人无疑是强者 那怕是他们的雕像 都散发出一股强大的灵压 要把目光转向 雕像脚边的十二套装备 这每一套都有三种装备组成 分别是一枚戒指 两柄袖件 还有一件衣服 这三件装备颜色有些偏灰 虽然颜色有些暗淡 但装备看起来都不凡 比如这戒指上 就布满着精美的花纹 袖件带着令人发寒的威光 那一件衣服 就更加显得神秘了 赵府心中好奇 走过去查看起来 幽影之剑 斗 品阶 黄金 属性 全属性加四 剪剑 斗者三件套之一 该装备为传承装备 可与主人一起进化 并且装备中 隐藏着上一任使用者的力量 凑齐三件套 这可获得上一任主人传承 幽影之剑 斗 品阶 黄金 属性 力量加十二 敏捷加七 剪剑 斗者三件套之一 该装备为传承装备 可与主人一起进化 并且装备中 隐藏着上一任使用者的力量 凑齐三件套 这可获得上一任主人传承 幽影之一 斗 品阶 黄金 属性 力量加六 敏捷加七 体质加六 剪剑 斗者三件套之一 该装备为传承装备 可与主人一起进化 并且 该装备中 隐藏着上一任使用者的力量 凑齐三件套 这可获得上一任主人传承 赵府一看发现 这十二套装备不简单 不简简单单是传承装备 还可以跟随主人一起进化 光凭这一套装备 价值就挺高的 最重要是获得上一任主人继承 以赵府的猜想 这套装上一任主人 肯定是极其强大的存在 极有可能这装备主人 是眼前十二雕像 其他十一套装备分别是 孔之套装 树之套装 无之套装 这十二套装都隐藏着传承的力量 把这十二套装备都收起来 现在赵府只要一出去 就打算建立一个刺客组织 现在得到这一切 赵府有信心 自己组建的刺客组织 今后绝对会成为 世界上最强的刺客组织之一 必定会名扬天下 成为令全世界都恐惧的势力之一 对这十二套传承装备 赵府没有拿一件给自己用 因为这十二套 是给十二个头目用的 给真正首领用的东西 应该还在下一关 所以赵府相信 在下一关会有更好的 十二十台中间的转值石碑 赵府也才看了一下 毫无意外 它也是一个转值石碑 不过转值兵种等级变了 刺客 秩序 成长 评价A级兵种 简介 信仰光明 创造美好世界的刺客 兵种效果 转值可获得 一级刺杀术 看完这兵种介绍 主要也没有多大的变化 首先职业后边的右升 变成成长 原本的B级兵种等级 也变成A级兵种 其他技能也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却加强了 以赵府看来 这职业可能是进阶性职业 从之前右升变为生长 估计下一关会变成S级兵种 也会从成长变成完全 最后可能还有纠级和终级 也就是说 这刺客职业 可能是恐怖的SSS级兵种职业 这令赵府的心都忍不住一颤 把手放下转值石碑上 赵府眼前又是一晃 出现在一个昏暗空间 眼前还是站着一个人 冰冷的声音在他嘴中响起 随即 赵府眼前又一晃回到原来的空间 同时 赵府职业等级也变成A级 重新看了一下提升的技能 也比较满意 再一次推开大门 赵府继续前进 随后被一道血色结界挡住去路 赵府本想进去 可是好像进不了 赵府一想 不由地念出 行于黑暗 世奉光明 万物皆虚 万事皆予 嗅剑之下 众生平等 这一次 赵府进入血色结界之中 发现自己来到一个诡异的地方 这里是一处废墟之中 天空是血色的 周围也是死尽一片 散发浓郁到极点的血腥杀戮感 但令赵府脸色更凝重的是 他发现自己全身的力量都被禁锢了 这也包括王者之力 现在自己就相当于一个普通人的力量 同时 赵府还接收一道信息 在这里击杀所有人并且存活 所以赵府才一脸凝重 万分小心地开始前进 三天后 赵府满身伤口 大量从伤口流出的血液 把赵府整个身体都染成血人一般 赵府出喘着气 身体摇晃虚弱地推开通关的大门 又是来到一个大厅内 赵府扫了一眼 心中顿时一片失望 因为发现这什么都没有 难道是自己推测错误了 赵府仔细一找才发现 这转值石碑上有一枚灰溜溜的戒指 赐主之戒 品阶 传说 属性 力量加12 敏捷加20 体力加6 减剑 可将自身刺客职业技能提升到200% 他人一切刺客技能对你的伤害减少60% 附带 感知领域 一切生物 只要进入百米范围内 都将会被你察觉 附带 主仆之力 该戒指与12套传承刺客之装 存在主仆关系 你可以调动一些12种刺客之力 看到这戒指 赵府松了一口气 自己推算还是没有错的 这么戒指属性也是比较强大 找机会到 可以试一试 那12种刺客之力 但现在是不行的 赵府现在已经算是身受重伤 把这一枚赐主之戒 和王者之戒一样 待在右手 王者之戒赵府 待在在食指上 这一枚赐主之戒赵府 则待在中指上随后 赵府把自己职业提升到S级 也就是刺客秩序 完全 状态 获得这职业 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件事 赵府可明白这三天 他经历过什么 也没有再继续探索下去 赵府从另一边进到 来到了一季的外面 赵府刚来到外面 周围诸多人见此 终于松了一口气 因为赵府这一进去就是十天 不得不令人有些担心起来 现在见赵府走出来 众人才放心下来 看着赵府一身鲜血的样子 白旗走过去 连忙扶住赵府 担心地问道 殿下 你怎么受这么严重的伤 此时 赵府的伤势 已经是得到稳定 但身体还是比较虚弱 笑了一下 把遗迹里面的事情 简单说一下 随后众人也是一顿吃惊 对于遗迹中的一切 回到大秦村后 经过一两日的休养 赵府也完全康复 返回蜀人村看了看 进行查看 发现有三座转值石碑 鼠人战士 评价F加级兵种 减剑 鼠人中的战士 兵种效果 转值可获得攻击刀法 鼠人攻守 评价E及兵种 减剑 鼠人中的攻守 兵种效果 转值可获得精确射箭 前两种兵种都是太普通 赵府扫了一眼也没在意 但第三个转值石碑 赵府心中就有些好奇了 探查者 评价D及兵种 减剑 对周围变化最为敏感的鼠人 兵种效果 转值可获得感知 看着这兵种的信息 赵府感觉 之前就是这种兵种发现他们的 这职业在未来战争 作为一个斥候 倒也是不错 现在这鼠人村落 赵府只留下2000 其他2000赵府则带回大秦村 这里有2000鼠人 加上这一记本身一守难攻 又有传送阵 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青铜金矿那边 赵府也抽回500人 因为现在方圆100多里 都在大秦村控制范围内 所以也不必像之前那样担忧 同时现在又经过这么久 赵府村落总人口 已经是达到27000多一点 赵府也把军队扩充到6000 同时 大秦村的经验已经是11万 还差4万经验 就能升级为小镇 赵府的战勋也只差200 就能提升为二等难决 现在大秦村快要升级为小镇 也不能继续老样子 而没有一点规划 首先是小镇是可以建造城墙的 这需要开山挖石 这几天赵府带着白起在附近的山转悠 发现一种不错的石材 这种石材名叫白钢岩 这种白钢岩颜色为白色 其中含有一定的金属成分 所以比普通石材要坚硬一些 倒也是一种不错的建成材料 还有大秦村的建设 也画出详细地图 做出极其精确的规划 因为这是未来一切建造的基础 不得马虎 现在大秦村是这样分布的 大秦坐落在中间 周围分布着诸多普通村庄 这些小村落 以四个村落为主 这四个村落 分布在大秦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作为一道屏障 守护中间的大秦村 这四个村落 都是银色品质的村落 有不错的发展价值 未来赵府也会沿用 这种一层层的分布 守卫着大秦村 因为大秦村不止在未来是大后方 一定要有相对安全性 还因为它是一切的根本 未来复辟大秦帝国 绝不能缺少的东西 可以说赵府心中 最关键的存在之一 这些建筑 规划之类的事情 赵府当然是不会亲自动手的 他是交给地精和矮人去做 矮人有一定建造知识 地精精通工程学 所以两者很适合做这样一件事 还有要说的一件事 因为不久就要升级为小镇 所以之前那种村落管理方法 已经是不行了 经过赵府白奇里斯几人一番探讨 创建几个部门 第一就是工部 负责不只是现在 还有未来一切有关建筑工程的事情 第二是户部 现在赵府手中人口 已经增长都快要三万人了 没有准确的户籍制度是不行的 户籍的作用 不仅仅是方便计算人口 也是为了更好管理百姓 所以一个国绝对是要有户口制度的 第三是岩部 负责未来大青村 一切研究实验的进行 第四支部 这支部也就是种植的意思 现在的土地种植是军事化管理 也就是还没有土地归个人所有 支部不仅仅是管理种植粮食 还管理种植林药 以及水果蔬菜之类 第五就是触部 负责管理一切牲畜 也包括战马的喂养 也负责牲畜的繁育 在天气世界中 并不是一切生物都靠系统刷新 生物之间也可繁育后代 第六就是蟹部 它负责一切装备 大量军械的打造 以及各种材料的处理 第七药部 这部门不仅仅负责修炼的丹药炼制 还有负责治疗药物的炼制 同时还有也有负责治病救人的职能 第八兵部 负责一切军事方面的事情 有百起亲自管理 随着大青村的发展 百起也恢复 作为一个主将样子 第九里部 负责管理每个村庄大大小小的事情 按照现在的说法 就是行政人员 这是由李斯管理 李斯作为曾经大秦帝国的成像 这方面做得绝对比赵福好 第十个部门 却没有对所有人公开 只有大秦村 属于上层管理人才会知道的叶部 叶部就是赵福创建的刺客组织 叶部全名为永夜 因为赵福 想他不再是躲藏在身后的影子 而是像永无止境的黑夜一般 吞噬所有光明 令无数人恐惧的存在 永夜现在人数已经有150人 这150人都是经过层层筛选 然后又经过刺客职业本身考验 才能获得转职的不过 这这150人 大多只是获得B级诱生刺客职业 只有五个人 获得A级成长刺客职业 这五个人 无疑是众多刺客之中的佼佼者 因为获得A级成长刺客职业 必须要击杀三只幽鬼 他们可不是赵福 本身有各种强大高阶力量加持 他们都是凭借个人的力量 也没有什么力量加持 几乎以命相搏 每个人都几乎身受重伤 成功击杀三只幽鬼 这令赵福都有些吃惊 这五个获得其中 A级成长刺客职业的人 其中四男一女 有三个人 赵福还认识 这认识的三人中 王二狗还有郭炳玲 是赵福叫去的 让他们两个试一下 看能不能通过 王二狗做事挺机灵的 郭炳玲处事比较周到 永夜不仅仅是一个刺杀组织 也负责各种情报的收集 也需要各方面的人才 对王二狗还有郭炳玲 赵福心中有些看重 所以叫他们两人去试一试 而两人为了不辜负赵福期望 几乎拼命了 艰难无比 终于是击杀三只幽鬼 获得A级成长刺客职业 原本他们两人 对于击杀三只幽鬼 心中还是有些庆幸 同时击杀三只那么强大生物 两人心中难免还是有些自豪 因为深深明白 对上幽鬼那种生物 会有多恐怖 其他五人也是这心里 几乎是拼了命 才从其他的140多人中脱颖出来 心中当然充满自信 可当他们不小心看到 一处击杀幽鬼的排行榜时 令五人都有些惊骇 因为排名第一的人 击杀四百多只幽鬼 四百多只幽鬼 这是什么恐怖存在 遇到一只幽鬼 都差点要了他们小命 要是他们遇见四百多只幽鬼 死得绝对渣渣都不胜 令他们最为震惊的是 那第一人的名字 正是赵甫 他们的殿下 此时 他们心中再没有那种 隐隐自豪感 而是谦卑地低下头 不再想这一件事 那怕是在众人羡慕仰望的目光下 现在这五人恭敬地跪在地上 赵甫则坐在上方的椅子上 带着一丝笑意 看着他们五人 把目光扫过王二狗 还有郭炳玲 赵甫目光落在 最后一个认识的人身上 道 柳梅 你没事跑进去干嘛 柳梅白了一眼赵甫 不满道 殿下 为啥我不能进去 我感觉 我挺适合做一名刺客的 呵 赵甫听到她的话 忍不住笑出声来 听到这笑声 柳梅心中顿时不开心了 但又不好发作 只能无比忧愿看着赵甫 赵甫也收住笑声 的确柳梅竟然能通过考验 这是她的能耐 同时 她也得到转值十倍的认可 那说明她 还是有一定天赋的 看到她忧愿的眼神 赵甫也没有在意 目光转向剩下的两人 一个消瘦的青年 一个则是长得很普通的中年大叔 青年叫林鸿飞 大叔名叫邹七赵甫 目光落在他们身上 他们两人跪在地上 恭敬地低着头 他们两个不同于王二狗三人 一开始就被赵甫看中 他们原本只是普通人 但现在 却得到这一次的机会 入了赵甫的眼 意味着 他们也将会得到重用 所以还是有些紧张 看完他们五人 赵甫取出十二套刺客传承装备 开口道 既然你们通过考验 我也会给你们相应的奖励 这是十二套刺客传承装备 代表十二种刺客之力 你们按照自己擅长 或者喜欢选择一套吧 不过这是 你们要慎重考虑一下 因为不出意外 他们将会陪伴你们一辈子 文言 五人都认真点点头 看着眼前的十二套装备 更是忍不住用手去抚摸他们 感受他们所散发的气息 最后他们一一选择完毕 郭炳玲选择 是魂之套装 因为赵甫有刺主之介 对这十二种力量 也有些了解 魂之套装 是一种带有精神类的刺客传承 柳梅选择 是幻之套装 将会得到一种幻系刺客的传承 王二狗选择是辅之套装 会获得毒系刺客的传承 掌握腐尸之毒 林鸿飞选择明之套装 鬼系刺客传承 会获得一种类似亡灵的一种能力 周期选择是树之套装 治疗系刺客传承 会得到一定生命恢复加持 五种刺客传承 其实都还不错 但最强的是战之套装 杀之套装 血之套装 斗之套装 这四种传承 都以战斗或者杀戮为主 所传承的力量也是异常恐怖 不过 虽然这四种套装最为强大 可是五人中 却没有一个人选择 赵府当然也不会勉强 因为他们 一定会遇到更适合他们的主人的 五人选择完套装 各自穿戴上 然后每一套装备 都散发出大量灰黑色气息 钻入五人体内 五人的气息也发生改变 这不只是简单提升五人属性力量 还给他们传承着某种特殊之力 接下来的事情 赵府当然是不用管了 机会是给他们了 接下来就看他们各自的造化了 那把获得的这种传承力量 发挥到多大 随后 没有什么事 赵府巡视大秦村 看一下建造城墙的进度 然后这一天 也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 初始之地一到金光闪起 大秦村又刷新一名S资质的人 随后李斯把他带到赵府面前 赵府也看着眼前的一个身穿文式袍 长相儒雅的中年男人 随即查看了他的属性 姓名 孟昊然 资质 S 称号 五 职业 教书先生 战勋 平民 0 200 种族 人类 寿命 32100 忠诚度 80 属性力量 6智力 实体质 6敏捷 7 修为 灵断 功法 5 技能 教书育人 装备 文式袍 教书先生 赵府看完孟昊然的属性 忍不住轻说一声 闻言 孟昊然恭敬的赵府敬了一礼 道 禀告殿下 在下的确是一名教书先生 赵府臣思议会 感觉大青春是该办一个书院 请几个老师 教一下已经到了学龄的孩童 其实赵府也不是反对儒家 有时候儒家思想是挺不错的 而且 读书不简简单单教会你写字而已 它的作用 是更加丰富你的精神世界 让你眼睛望得更远 所知道的更多 赵府只是反对那种 死读书俘虏思想 比如明朝的八古文 完全禁锢读书人的思想 让原本处于领先文明的东方 开始渐渐落后于西方 到了清朝末期 几乎是随便的人 想欺负你就欺负你 你拿别人也没办法 还得忍气吞声 那个时代到现在 都是华夏的一个耻辱 书院是一定要办的 因为这也是一种人 才来源途径 未来这作用 可也不容小视 现实中 无论国家还是公司 都是以一种人才资源在竞争 更有科教新国的说法 可见 这教育的意义有多大 虽然现在到了天启世界 这战乱纷争的年代 但读书也不能少 因为文武之间 可以互相弥补各自的缺陷 会霸出百家独尊儒数 因为赵府坚持着 诸子百家各派思想 只要有用 都可以接纳一点 而不是只取儒家一家观点 同时百家争鸣 有竞争才会更强大 现在各方势力 基本对诸子百家的人很欢迎 而赵府当然也欢迎 不过这是比较谨慎 这也有现在赵府自身力量 过于弱小有关 特别是现实世界 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捏死他 所以万事不得不 让他小心行事 随后 赵府和孟浩然 简单地聊了几句 问了一下 对教书这件事的看法 以及该学什么书 然后命人开始修建书院 也命人去准备一些必要的书籍 这一切都有序的准备中 赵府看着时间 见没有什么事 所以返回现实世界 回到现实世界后 赵府吃了一顿饭 打开天启论坛看了看 这时 门外想起一道熟悉的女生 赵府心中奇怪地打开了门 看着门外已经换上一身休闲装 但还是气质卓越的五亲娘 问道 有什么事吗 五亲娘轻轻一笑 道 怎么 我来你这里 不欢迎吗 赵府摇了摇头 让开身子 五亲娘也不客气地走了进来 看了看四周 坐在了沙发上 忽然来了一句 赵府 你也在天启世界吧 闻言 赵府心中莫名一景 但面色毫无变化 因为现在几乎人手 一颗天启之石 自己有一颗天启之石 进入天启世界 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所以 赵府轻应了一声 那你在那里呢 五亲娘有些在意地问道 这问题赵府不得不思考一下 不说显得有问题 说了在别的地方 但核实一下 就会发现问题 还好在恐怖森林谨慎 一开始就没有露出相貌 不然此时就可能穿帮了 经过仔细一想 所以赵府开口道 我在恐怖森林 听到赵府的话 五亲娘有少许的失望 道 离我好远 对了 恐怖森林好像有我一个朋友 建立一个不小的势力 叫兵之盟 现在 你混得怎样 要不我介绍你 先去他那里待一段时间 兵之盟 董俊华 赵府也有些没想到 恐怖森林有他的朋友 兵之盟是兵之森 最大的玩家势力 而董俊华 就是兵之盟的主人 也就是他创建兵之盟的 赵府一直有留意各方势力 对这事赵府肯定是有些了解 赵府一想 就婉言拒绝道 不必了 我一个人习惯了 好吧 五亲娘也没有坚持 然后又开口道 那等日后 天启世界区域与区域打通了 那赵府 你来我这里吧 听到她的话 赵府心中一片疑惑 道 为什么 五亲娘忽然嘴角上浮 轻轻一笑 有些暧昧说道 当然是我看中你了呗 赵府沉默着站在那里 并没说什么话 五亲娘见此有些无奈 解释说道 我看中你的能力 怎样 加入我 我会给你想要不到的好处 我没有什么想要的 此时 赵府神色还是没有变化 淡淡开口拒绝说道 文言 五亲娘一双美目看着赵府 问道 是吗 金钱 美女 权利 你真的对任何事不感兴趣吗 嗯 赵府轻应了一声 那我呢 你感兴趣吗 说不定我会把你娶回家 忽然 五亲娘走到赵府面前 伸出玉手 挑起赵府下巴 嘴角轻轻上浮 露出一丝微笑 带着无法形容的霸气 绝对令无数少女们发疯的语气 开口说道 但她这动作 令赵府有些反感 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登时一股不怒而威地者威严 令五亲娘突然心都一慌 就算是我对你有兴趣了 那也只能我娶你 忽然赵府又恢复正常 轻笑一声开口说道 然后松开了她的手 之前那强悍的递者气势 仿佛不存在一般 这令五亲娘都感觉 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也不知道刚刚怎么回事 不过刚刚也这只是开个玩笑 此时听到赵府的话 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时门外又响起一道声音 五大小姐时间到了 闻言 五亲娘停住笑声 恢复之前那种自信 还带着一丝霸气 绝对女强人的样子 道赵府我随时欢迎你哦 赵府也点了点头 五亲娘然后就离开了 在路上却想起赵府的话 五亲娘再一次忍不住一笑 他很看重赵府能力 也相信赵府前途不可限量 但绝对不会相信赵府能娶到他 因为五亲娘相信 这世界上绝对没有一个男人能娶自己 而赵府怎么可能 所以五亲娘忍不住一笑 随即摇了摇头 把这事情忘掉 另一边 赵府见五亲娘离开 也松了一口气 刚刚真是不经意 就发出那样的气势 还好掩饰得快 随后 赵府又在天启论坛看了几眼 没有什么其他发现 所以再一次选择进入天启世界中 刚进来 有人禀告说 老罗格也突破一阶 成为一阶武将 现在大清村 已经有两名一阶修为的人了 赵府把老罗格叫到身边 心中也有些好奇 看他的是什么专属兵种 虽然老罗格并不属于人族 而是属于一族 赵府也没有什么种族歧视 无论今后还是未来 都一律视为平等 对老罗格也非常的不错 赵府把老罗格叫到旁边 此时老罗格的样子 好似也年轻了一点 应该是增加十寿命的关系 赵府和他简单聊了几句 发现老罗格进阶成为一阶武将 他的专属兵种有三种选择 一是自己亲自训练的专属兵种 因为老罗格的职业是恶魔祭祀 所以训练出来的专属兵种 也可能有一定的恶魔之力 不过这恶魔之力可能很弱小 二是和白起一样 选择铁英瑞士 因为铁英瑞士 不仅仅是白起的专属兵种 也是大清帝国的专属兵种 所以属于大清的武将 都可以选择这种为专属兵种 三是与老罗格种族有关 老罗格的种族是哥布林 所以可以选择以哥布林特殊兵种 也就是哥布林勇士 为自己的专属兵种 赵府心中少许期待 先是问了一下 能不能亲自训练出法术专属兵种 可得到却是不行的答案 如果是普通元素法师之类职业 就有可能训练出自己专属兵种 而老罗格职业恶魔祭祀 属于一种信仰职业 所以无法训练法系的专属兵种 听完老罗格的解释 赵府心中也有些失望 随即问道 老罗格 你的专属兵种选择那种 对待这事情 老罗格也十分慎重 因为机会只有一次 一旦选定 那只能是那种专属兵种 陈思议会后 老罗格敬了一下礼 道 殿下 我选择哥布林勇士 作为我的专属兵种 文言 赵府也有些意外 因为白起和老罗格两人 竟然都没有选择个人的专属兵种 亲自训练个人的专属兵种 的确好事好利 在初期时候 是会稍微弱于 其他已经定型老牌职业 因为老牌职业拥有技能 什么力量都已经定型 而个人专属兵种 需要你自己开发 一切都属于不确定因素 但个人专属兵种 未来发展前景 是不弱于其他 已经定型的兵种 反正是各有各的好 白起和老罗格 两人的选择 也一定有自己的思考 赵府也没有干预 点点头 赵府道 那老罗格 你先下去处理这方面的事情吧 老罗格也告罪一声 之前是刚刚突破 稳住一下修为 就跑来了 现在的确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老罗格离开没有多久 白山就面露喜色走进来 禀告道 殿下 我们终极传送阵 已经研究成功了 文言 赵府也一喜 终极传送阵最大传送距离是5000里 同时最多可一次传送50人 有这个赵府也开始执行 早就准备计划 打通去往外界的道路 先叫白山回去 继续研究高级传送阵 赵府又命士兵把白起叫来 自己则 先是把上一次万花节得到的 天启世界地图铺在了桌上 查看了一下恐怖森林所处在的位置 地图中 天启世界只有四块大陆 之间有海洋相隔 也有数不清的岛屿 而其中最大的一块大陆的面积 非常的大 面积几乎比其他两个大陆加起来 还要多一点 这里显示为中土大陆 也正是华夏所在地 其他三个大陆分别是 西齐大陆 这里主要以欧国家为主 南蛮大陆 主要以非洲国家为主 还有北荒大陆市 是以大美国 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为主 除此还有就是分布在东方的无数岛屿 这里显示东岛之地 这里分布着一些人口极少 也并不出名的一些小国 这就是现实世界诸国的分布 自从得到这一张地图后 赵府按照现实世界一些信息 规划了各国在天启世界详细的分布 先不说其他大陆 说一下中土大陆 中土大陆分布在地图的最中央 这里存在的国家也最多 而中土大陆中心 是一个最强大的国家所在地 它就像是一头巨龙盘踞在那里 周围虽有诸多饥荒猛兽 但却无法撼动这一条巨龙 而这一个强大的国家就是华夏 不止曾经 华夏是整个世界文化中心 现在更是直接盘踞在中土大陆最中央 成为整个天启世界中心 俯视诸国 以华夏庞大的人口 还有那无数的古传承 这个位置 华夏当仍不让 也没有一个国家可竞争的 可这境一方面证实 赵府一开始所说的 华夏一定是这世界上最大的主战区 中土大陆的国家分布 暂时不用管 现在赵府在地图上 找到恐怖森林的位置 恐怖森林刚好处于中土大陆 有些靠边位置 也许大家都记得 赵府在进入天启世界几天后 和白起里斯几人制定的 大秦未来方针 是以西北小越国为基础 先暂时跳出这华夏这一盘大旗 现在小越国离恐怖森林 只有七个地区的距离 现实中 小越国就是一个小国 但还经常惹是挑衅 现在被赵府盯上 也算是他们倒霉 当然 现在这一切都有些扯得远了 先看恐怖森林周围 分布的四个地区 这四个地区 分别是红莓园 百竹 小渊谷 东青 同时 赵府也找到大秦村 在恐怖森林的位置 发现大秦村离得 最近的地区是小渊谷 这时 白起听到士兵传达的命令 也很快地赶了过来 看着低头认真看地图的赵府 心中已经明白赵府 找他什么意思 因为在之前 他也得到终极传送阵 研究成功的消息 主要是白山这老头 一旦什么东西 只要研究成功 就会尖喊鬼叫 所以这消息传得也很快 白起拱手一礼 提醒地叫了一声 殿下 赵府抬头看着白起已经到来 也是一笑道 白起我们一开始制定的计划 现在是该执行的时候了 白起闻言 也是一脸笑容 道 那恭喜殿下 好了 不要说这些客套话 你看这地图 未来大秦村 该以那几处为基础 又以那几处为屏障 赵府打断白起开口说道 白起听命地也走过去 把目光转向地图 然后又是和赵府一顿详谈 制定大秦对外作战方案 经过几个小时 大秦未来的作战方案 大致是探讨出来 而这方案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也会不断完善 随后 赵府开始做打通外界通道的准备 因为终极传送人数是50人 所以赵府带了15名步兵 15名盾兵 10名工兵 因为骑兵的战马 也算一个传送术 所以赵府也没带骑兵 士兵已经达到40人 剩下10个人 其中有5个学士 他们负责快速修建传送阵 然后还加上赵府 白起 戴希 多克 还有之前赵府培育的一个 哥布林勇士格特里 也就是他手持那一面黄金品质盾牌 然后 准备完毕 和上一次找寿人城一样 使用传送阵的定向传送 向大秦村北方传送过去 因为那个方向 就是离大秦村最近的小远古 眼前一晃 一阵血运过去 也和上一次一样 赵府还有其他人 出现在大秦村5000里以外 也按照之前一样 又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再一次修建传送阵 然后再进行传送 这样持续二十几次后 提示 前方已经属于边境地区 存在绝空之力 无法使用传送阵进行传送 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边境 有一条大约宽5000里的绝空带 也就是说 在这里是无法使用传送阵 任何空间系技能 也会受到限制 想要跨越边境与边境之间 只能是徒步 因为赵府早就准备这事情 同时在圣光之城的内务观秦南那里 打听清楚这些事情 所以也比较了解 这也是为什么 还没有什么势力 打通边境通道的原因 假如没有绝空带 那完全可以凭借一个小传送阵 使用那么一百多次 肯定是能到达外界的 同时边境中 也存在很多凶猛的野兽 倒霉的 甚至还会遇见二界以上的魔兽 到了这里 大家都小心点 这事赵府也开口提醒到 也把这里的危险 稍微简单说一下 听完赵府的话 众人也明白其中的危险 一个个神色都认真起来 没有任何大意 因为这可是关生命 随后 众人准备完毕 开始前进 这里也许到了恐怖森林的边境 恐怖森林中那种 奇形百怪的树木 也渐渐减少起来 空旷的地方越来越多 众人谨慎小心地前进 开始也没有见什么 时间也已经到了中午 赵府也命人在原地休息 准备午饭 五千里要光凭这样走的话 一个月都绝对走不完 可能也有人想到 就算赵府走一个月 到达了小渊谷 但边境是无法使用传送阵的 也就是说 赵府辛苦走过去 还要辛苦地走回来 这问题赵府也早想到 可赵府也没想靠走的方法 因为这样太费事费力了 就算自己到了外界 也就是等于出去逛了一圈 然后就没有了 并没有任何帮助 而有一件东西 能解决这问题 边境中心有一种绝空兽 只要击杀它们 就会有一种名叫空精的物品 只要有这物品 就可以在边境使用传送阵 这也是赵府所说的 打通外界通道准确的意思 不过 这一种绝空兽数量也比较稀少 需要靠一定的运气 这时间说不定多久 所以赵府也并没着急 众人饱饱地吃了一顿后 继续前进 然后就这样平平稳稳地度过了一天 第二天 金黄色太阳刚刚浮出天边 众人也继续前进 今天却没有昨天那么好的运气了 刚走没多久 忽然一声巨大的咆哮声响彻山林 不到片刻 一头巨大的猛兽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一头猛兽是一头巨熊 高三米多 与普通黑熊不同的是 它后背有一层金属物质包裹 看起来就像是铁背一样 就先暂时把它叫做铁背夭熊嘛 这一头铁背夭熊身上 散发出的力量波动 已经是超过一阶 而这黑熊生物等级也超过首领级 现在应该为领主级生物 击杀这种等级的生物 可获得黄金品质材料 也有一定几率掉落黄金品质建成之时 这一头铁背夭熊出现后 就对着赵府一行冲过来 赵府这边士兵也很快解好阵 盾兵举着盾在前 工兵也拉好一张弓放箭 白起一声命令下 工兵一根根箭矢射击出去 箭矢速度很快 响起一声声破空声 只是瞬间到了铁背夭熊身前 但铁背夭熊用熊爪一拍 一股无形的距离发出 直接把所有箭矢拍飞出去 而被拍飞出去的箭矢 更是碎成无数目线 见此 白起四人从一边走出 现在清楚铁背夭熊的力量 已经不是普通士兵能插手 现在赵府手下修为最高的士兵 只是在七段 而一般士兵修为都在五六段左右 这一次赵府带的士兵修为 也大多只是五六段 他们对付普通一阶生物 还可能会造成一点伤害 但面对着领主及铁背夭熊 还是根本接不下一招 所以为了减少伤亡 白起就带着其他三人就走出来了 现在白起的修为已经是一阶 多克修为是九段 戴西修为也是九段 最后一个格特里修为 也是到了八段 更有数件高级装备加成 所以面对着铁背夭熊 才有一战之力 白起作为主要战斗力 与铁背夭熊缠斗在一起 多克几人在旁边辅助着 几招过后 铁背夭熊被白起伤了几件 现在白起手中的斩星剑 已经无限接近传说武器 所以很轻松就破掉铁背夭熊的防御 要以他身上那厚厚的熊皮 一般箭矢都可能射不穿 受了一点伤的铁背夭熊 已经是暴怒起来 狂吼一声 浑身散发出一股强悍气势 形成无形的立场 地面都开始军裂 铁背夭熊已经是完全站了起来 发怒的攻击白起 白起也拿出全部的力量 与铁背夭熊对战 忽然 铁背夭熊张嘴凝聚出 五六个纯粹力量的气弹 对着白起飞去 白起飞快地闪躲起来 一个个气弹落在地上 直接炸出两米的大坑 白起虽有些狼狈 但还是躲过铁背夭熊的攻击 这时 铁背夭熊正想继续攻击白起 一边的多克三人却展开攻击 如果光平力量 铁背夭熊和白起之间 白起稍微弱一点 但是还有另外多克他们三人 情况就不一样了 多克是直接用长矛攻击 一下刺入腰部 铁背夭熊只能把注意力 从白起身上转开 扭头对付多克 多克一个人 当然不是铁背夭熊的对手 只能是选择一边闪躲 一边攻击的方法 格特里举着黄金大盾 在一边也可以帮助多克 抗几下攻击 同时分散一下铁背夭熊的注意力 而戴希是法术职业 在一边用法术攻击着 一根根目刺 不断向铁背夭熊飞射过去 几人配合相当好 赵府则没有动手 在后方被一群神情严肃士兵们 一层层保护着 白起见铁背夭熊注意力转移 也趁着他一个不注意 摆到他侧身 剑吞吐着剑芒 用力一斩 立即鲜血飞洒 铁背夭熊的腹部多了一道 一尺长的伤口 好 铁背夭熊怒吼一声 扭头对白起咬来 白起也快速向一边闪躲开 但这一次 铁背夭熊却紧紧攻击白起 抬起一只熊爪 猛的一挥 五道气刃向白起呼啸过去 白起左闪又躲 躲过四道气刃 第五道气刃已经近身 白起则高举起见一批 一道弧形见光展出 与飞来的气刃撞在一起 一声爆炸声响起 两者力量相撞 互相抵消 这时 狗头人多客 一根长矛 刺入铁背夭熊的臀部 也就是屁股 因为铁背夭熊的背面 有那金属层覆盖 如果攻击那里 是肯定伤害不了铁背夭熊的 现在铁背夭熊的弱点 只是有三处 一是头部 二是腹部 三是臀部位置 铁背夭熊攻击白起 一下就把后面露了出来 多客本来是想用着八尺长矛 对着这铁背夭熊的臀部之间 也就是小 橘 花刺去的 想来一个灌肠 可那和铁背夭熊一扭 只能是刺中屁股 好 铁背夭熊又怒吼一声 扭头转攻击多客 白起见此又是缠上去 采取敌进我退 敌退我进策略 铁背夭熊虽然强大 可是却处于弱势 被白起几人压着 这就是团队的力量 吼 一声吼叫 铁背夭熊完全站起身来 高大身体 带来一种强悍的压迫感 让人心生恐惧 忽然 铁背夭熊高举着双爪 对着地面一拍 地面直接军裂 同时一股立场扩散去出去 把白起 隔特里 多客三人 震退七八步 下一刻 出乎所有人预料 这铁背夭熊 竟然选择掉头就逃 原本作为首领级的小灰和小灰 都已经有很高的智慧了 而作为领主级的铁背夭熊 肯定也有不俗的智慧 也知道继续打下去 对自己没啥好处 所以就选择逃跑 一般生物 都有很严重的领主意识 一般群居生物的首领 是无法逃的 因为他还拖着整个种群 单独生活的首领 肯定是没有这种顾虑的 铁背夭熊的速度很快 转眼就逃了十几米 但就在这时一缕白芒 如一道白线一般 翘无声息 来到铁背夭熊臀部之间 那个羞羞的位置 铁背夭熊专注着逃 还没有注意到 但就在这时白芒 一分二 二分三 变七个白色光环 此时铁背夭熊也发现了 可是已经迟了 只感觉一股剧烈冲击局 花布 哄 戴希一击全力的圣洁之光 将铁背夭熊撞飞出去十几米 把几棵大树都拦腰撞断 摔倒在地上铁背夭熊 臀部之间血肉模糊 样子有些凄惨 铁背夭熊表情痛苦 却掺杂一丝复杂的神情 多客见词 忍不住会议一笑 众人的目光 都转到刚使用完圣洁之光 还充满圣洁气息的戴希身上 戴希也有些无奈 他也不是故意攻击那里的 可是逃跑的铁背夭熊 露出的部位只有那里 吼 一声怒吼 响彻山林 震的树叶速速而落 铁背夭熊从地上站起来 爆发一股强大无比的气势 让空气都有一宁 地面都无法承受着力量 开始军裂 崩溃此时 铁背夭熊的体型扩大了几倍 站起来有七米多高 毛发树立 双目血红 令人心生胆寒 他已经进入狂暴模式 这才是领主机生物拥有的力量 这一股庞大的气息 压在普通士兵身上 就感觉压住一块大石 有些喘气不过来 突然 铁背夭熊也展开攻击 张嘴周围一颗颗气弹凝聚而成 足足有三十多颗 非白起四人飞射过去 碰 碰 碰 一连串爆炸声响起 地面出现一个个大坑 白起四个虽然是很快的闪躲 可奈何这气弹太过密集 根本无法完全躲开 只能是被动防御 这么气弹 一起爆炸开来 力量是惊人的 这让白起四个人也受了一些伤 嘴角有些血迹 摔倒在地上 轰 轰 轰 铁背夭熊带着庞大的气势 一步一步走来 那地面都无法承受 凹陷下去 一步一个深深脚印 白起四个人也一身尘土地 狼狈从地上爬起来 刚想拦住这已经进入 狂暴状态的铁背夭熊时候 退下 一声淡淡却不容置疑的声音 在他们身后响起 白起四个人听到这声音 没有任何犹豫地退到后面 赵府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他们四人身后 此时因为赵府担心自己相貌泄露 以防万一 除了在大秦村内 其他时候都披着黑色斗篷 隐藏着自己 已经处于狂暴的铁背夭熊 看着这原本被无数保护的 黑色斗篷人 从众人中走了出来 感觉他身上那弱小的力量波动 狂暴的铁背夭熊 也没有多想 跨动脚步 带着恐怖力量 一步一步向赵府冲过去 铁背夭熊这一步一个脚印 地面都在颤动 他冲来所产生的气势 和一座小山撞来 没有什么区别 在这恐怖气势下 赵府站在前方一动不动 手持着一柄黑色散发邪恶气息的魔剑 斗者之力 魂者之力 杀者之力 随着赵府一声声念出 赵府手中那一枚灰金色戒指 发出异样光芒 刺主之戒 是可以调动十二套装的力量 虽然现在十二套装 只有四个拥有了主人 但赵府还是可以调动 装备原本的一些力量 一道道光芒 附加在天魔剑之上 每一道光芒 都代表着一种力量 除此赵府 还动用了自身的亡者之力 还有剑本身的天魔之力 大量魔器从剑身冒出 铁背妖雄速度很快 带着恐怖的气势冲来 转眼就冲到赵府身前 可赵府站在那里 还是一动不动 像是一根木头站在那里 铁背妖雄 当然是没有什么怜悯之心 抬起那巨大熊掌 带着开山之力 对着赵府一下拍了下来 是要把赵府拍成一堆肉泥 赵府还是站在那里 眼看巨大的熊掌 就要击中赵府 这紧张时分 赵府嘴角上浮 露出一丝笑容 随手一挥 呛 一声清脆的剑铭响起 一道黑色湖光一闪而过 悄无声息 铁背妖雄的动作表情 瞬间定格 周围时间空间好似停止 声音也仿佛消失 一颗巨大的熊头 高高飞起十几米 高大的无头熊狮颈部 喷出大量鲜血 如同雨落 砰 一声沉闷的声音响起 无头熊狮无力倒在地上 众人都有些目瞪口呆 震惊无比 他们虽然早已经知道 殿下早已不是之前那个殿下 可也没有想过 他们殿下如此之强 竟然一剑秒掉狂暴的铁背妖雄 铁背妖雄也是到死 都没想到 原本被无数人保护的斗篷人 竟然如此强大 仅仅简单一剑 他仿佛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一般 其实 以赵府现在的力量 无疑是大秦的最终boss 同时 这一剑看似轻松 但却动用了赵府全部的力量 无数鲜血 又被一股无形力量聚集 铁背妖雄的尸体 也干瘪下来 全被天魔剑吞噬 它的血肉精华 你可以吞噬 但它的材料不要损坏 我还有用 赵府低手对手中的天魔剑说道 因为这可是黄金品质材料 可以打造黄金装备 赵府可不像这样简单浪费 放心了 我知道了 剑中的天魔 正开心吞噬这铁背妖雄的血肉精华 作为领主生物 对它来说也是大补 听到赵府话 也很配合地说道 见此 赵府想到获得了诸多的幽鬼精 它数量很多 倒也可以给这天魔剑吞噬一些 继续强化这天魔剑 所以问道 我这里还有很多幽鬼精 你需不需要 就储物空间那种灰色金石啊 它的力量太怪异了 不好消化 还和我力量相互排斥 本来我还原好东西 吞了几十颗 害得我难受好几天 天魔很是不开心地说道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赵府听完皱起眉头 道 你还能在储物空间中活动 并且吞噬物品 闻言 天魔得意笑了笑 道 人类 你还是太小看 我们天魔了 要知道我们天魔 可是魔院中的高等种族 这点小事 怎么可能做不到 赵府脸色却冷了下来 道 你可是吞噬那些幽鬼精 经过我的允许没有 这时 天魔才知道说漏嘴里 连忙紧闭着嘴 但有些不满意赵府的态度 所以开口道 人类 这么小气干嘛 不就吃那么几个破金石吗 赵府听到他的话 心中浮出一种想法 要不要把这天魔剑重铸 剑中天魔和赵府心灵相通 赵府心中刚浮出这想法 天魔就尖叫道 人类你竟然想把重铸 赵府也没有掩饰 直接道 我是想把你重铸 因为感觉用得不顺手 听到赵府的话 如果剑要重铸 这对作为剑灵的天魔影响很大 令天魔害怕的 更是听赵府口气 是想把自己剑灵抹掉 所以被一下连忙叫道 人类 不对 因为知道这天魔翻脸的速度 主人 你一定要相信我 以后都听你话 天魔只能硬生生抢几出几滴眼泪 做出一副知道错的样子说道 这拙劣的演技 令赵府有些无语 道 好了 以后看你表现 其实 赵府也只是想想而已 因为并没有重铸天魔剑的能力 还有重铸对剑的改变很大 搞不好就会废掉一把剑 听到赵府的话 天魔松了一口气 然后又道 主人 可不可以不要把我放在这储物空间 那里面好无聊 帮我做一个剑翘吧 文言 赵府轻音一声 答应下来 是可以做一柄剑翘 把天魔剑佩戴身边 同时可以隐藏在斗篷之中 也不怕被发现 以免遇见什么 禁止储物空间使用 然后没有合适武器使用的尴尬局面 随后 赵府才把目光转向 铁被妖雄掉落的物品之上 铁被妖雄除了掉落一大堆金币之外 还有四件物品 第一件物品 是一个散发黄金光芒的魔方 这赵府很熟悉 也令赵府也很是意外 运气竟然这么好 获得一个黄金品质的剑城之石 剑城之石 品阶 黄金 剑剑 使用后 可建设一个黄金品质村庄 村庄有产生一定威慑 使得诸多野兽不敢进犯 第二件物品 是一个圆形的珠子 这一枚珠子橙橙白色 鹅卵石大小 看起来挺特别的 这一件物品 赵府不认识 选择查看 灵魂结晶 铁被妖雄 强大生物的灵魂结晶 的确天气世界很大 辽阔 漫无边际 也充满着神秘 在这其中 会隐藏无数未知的物品 每天都可以发现新的东西 把目光转向第三件物品 是一个天赋球 针 力弹 评价 C 减剑 使用该技能 可释放出 以纯粹力量形成的力弹 才C 即技能 这天赋球 相对上两件物品 就有些掉价了 根本不算什么 赵府看了一眼 随手就给戴希学习了 目光再转向第四件物品 这一件物品 是一张雪白色的符纸 上面用黑色笔墨 画着奇异扭曲的皱纹 给人一种神秘感觉 万鬼辟邪咒 一种极强的辟邪咒 使用后方圆千里内 所有鬼怪退散 时效 七天 这有些少见 是一种偏东方的符纸 其实天启世界本 就是充斥所有文化的世界 所以出现其他什么东西 这也不用奇怪什么 只是赵府接触的少而已 这万鬼辟邪咒 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多大作用 还不如那个C级技能 但赵府仔细一想 这物品要在特殊时候 效果才会大 比如遇见什么亡灵天灾之类 出现了成片成片的亡灵 这里西方称亡灵 东方称鬼怪 所以这符纸对他们也很有效 一张符纸 可以清理出千里宽的地方 这应该才是万鬼辟邪咒 正确使用方法 把这些东西 包括甘北的雄狮 都一起收进王者之界中 现在若德已经有能力 打造黄金品质装备 不过手法生疏 打造的时间缓慢 需要半个多月 才能打造一件黄金装备 这里赵府不由得想起公孙林来 她的断气天赋 到底是多么好 因为若德是S资质 又有专门职业加持 还需要半个月 当时 公孙林最多一周 就打造好一件黄金装备 以她样子 也是第一次打造 但时间却减少一半 真的有些人的天赋 不得不令福气 随后 赵府在这里停留一会 让白起他们恢复一下伤势 白起他们 只受了一些轻伤 并没有什么大碍 只需要稍微调整一下就好了 两个小时后 众人继续前进 之后虽有碰见一些猛兽 但却没有对赵府一行人 造成多大的危险 三日后 众人在一处空地暂坐休息 赵府也拿出地图 查看着现在的位置 发现这里 已经接近绝空带的中心 现在主要任务不再是前进 而是找绝空兽 不过 这绝空兽数量稀少 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赵府打算先暂时使用 在秦南那里打听出来的 吸引绝空兽方法 这种方法 需要一种一阶的灵果 这一种灵果名叫红妖果 一种拳头大小 有红白两种颜色 听说绝空兽特别喜欢吃这种灵果 如果以这种灵果作为诱饵 绝空兽很容易就会上钩 当然 这消息 秦南也是听别人说的 具体能否成功 他也不清楚 赵府也没办法 不惜重金买到了12枚红妖果 打算试一试 因为这种方法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所以只能是一边寻找 一边布置陷阱 而陷阱也不能是一般的陷阱 需要特意打造 否则无法抓到绝空兽 这里赵府打造12个 全部用青铜金打造的铁龙 这铁龙有两米宽 每一根栏杆 比中指还粗 可以承受很强大的力量 白起 你看12陷阱布置在哪里好 赵府也不了解绝空兽 也没有在秦南那里打听到 绝空兽准确的习性 所以只能是和白起商量 看陷阱布置哪里最好 而且 这需要自己找地方 因为这地图 虽然有画出天气世界 每一个地区大致地形 但不会精确到 把大大小小所有地形 都仔细化出来 还有 毕竟红妖果属于一阶灵果 这对其他野兽的吸引力也很大 所有还要避免 被普通野兽触发陷阱 白起对 这事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然后为了增加发现绝空兽的几率 赵府和白起 准备兵分两路 各带六枚红妖果 然后又约定三日后 在这里会合 赵府这一边 只是带了六个普通普通士兵 其他人都在白起那一边 赵府之所以带这么少的人 因为对这里赵府 还是有信心自保的 白起一边有少许担心 随后 赵府和白起分成两队 向两边走去 赵府和白起分开后 赵府看见一块荆棘地 这种地方生物很少 主要是避开普通野兽 所以感觉挺适合布置陷阱的 经过一个多小时后 赵府在这里布置好第一个陷阱 并且还用一些杂草作为演示 布置好第一个陷阱后 赵府又找到一棵非常大的树上 把第二个陷阱安放在树棺上 然后第三个陷阱 赵府是放在一个石头山坡上 然后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都布置完毕 然后只能就靠运气了 现在陷阱布置好了 赵府也带着六名普通士兵进行寻找 看能不能发现绝空兽 不过这绝空带中心的危险 远远比外面危险多了 没多久 赵府连续撞见几头比较厉害的魔兽 好在这些魔兽 对现在的赵府不算什么 继续前进 这时 树上一阵猴子叫的声音响起 这一次 赵府闯进了一个猴群的领地 这里的猴子 体型比普通猴子大一倍 皮毛是黑色的 但胸前一撮白毛 暂时把他们叫做白毛猴吧 这一群白毛猴 本身的力量 就和一个四五段修为的人一样 开始十几个发现赵府一行人的白毛猴 在树上尖叫着 随后整片山岭都响起猴子叫的声音 少说也有数千的样子 这数量令赵府都不得不避其风 选择退去 可是赵府想退 这猴群还不算放过赵府 六十几个最先赶来的白毛猴 从地上捡起石头 就对赵府一行人扔来 以他们的力量 扔出的石头力道很大 足可以把一个人砸晕过去 见无数扔来的石头 赵府扭头伸出手 一到三米宽的黑色龙温罩扩散出去 挡下所有扔来的石头 然后赵府又随手几个地狱火球 对着这一群白毛猴扔去 把这一群白毛猴吓退 不过赵府也没敢多留 因为越来越多的白毛猴从一边赶来 随后赵府带着人 也有些狼狈地从一边逃了出来 此时 已经是下午时分 随着太阳落山 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 这时赵府也有了主意 先让这几名士兵原地休息 赵府则打算探探这白毛猴群 因为这么多白毛猴 一定是有巢穴 其中说不定还有什么宝物 比如有些猴子喜欢酿造猴子酒 也不知道这白毛猴会不会酿造 但这已经让赵府来了兴趣 打算趁着夜色进去看一下 虽然有数千白毛猴 但也难不倒赵府 因为赵府还是一名刺客时间一点点过去 今夜虽然没有月亮 但天空中还是有很多闪烁的星辰 白毛猴岭前行过去 赵府身影肖无声息 如同鬼魅一般在山岭中穿行着 很快就来到了之前 遇见十几只白毛猴的地方 此时白毛猴已经退去 地面有些狼藉 有很多脚印 也有石头木块散落在那里 应该是赵府走后 有无数的白毛猴 拿着石头木块就赶来 得知赵府离去后又一哄而散 赵府跟着一些白毛猴留下的足迹 继续前进着 这时赵府再没有碰见一只白毛猴 因为此时白毛猴 应该是全部回到老巢睡觉 这些野兽肯定不会和人类一样 有着什么军纪 兵法 警备手段之类 如果是人类 一定会以几班人轮流守夜的 而野兽一般不会这样做 这也许就是各种本能野性问题 赵府又穿过一个草丛之中 跳上一棵大树上 此时赵府已经到了这白毛猴的老巢 前面无论是在树上 还是在地下 都躺满了熟睡中的白毛猴 看过去就是密密麻麻一片 这数量最少在八千以上 可能有一万的样子 见到这树木 赵府也不得不小心 虽然赵府认为自己实力还行 对付几百只白毛猴没问题 但这里的白毛猴数量 足够把他耗死 这就是蚂蚁咬死象的数量 前面周围都是躺着普通白毛猴 而中间有一块空地上 则躺着的是一些 在猴群中有些地位的猴子 在这最中间 有一个用杂草堆成的窝 上面躺着十几个猴子 其中有一个白毛猴 身高两米多 也是一身黑色皮毛 但胸口那撮白毛 已经变成一个人面模样 看起来有些恐怖 这倒是没有让赵府怎样吃惊 因为统领这么多白毛猴 没有领主实力是不行的 但也有赵府很意外的事 那就是 那白毛猴王的窝旁边 有一个可以说很特殊的巢穴 这一个巢穴和普通巢穴一样 下方都是用石砖砌成 但它上方漂浮的不是什么石雕 而是一团不知道是什么的 银色泥状物品 这银色泥状物体银色光芒 在半空中变换着各种形态 但没有一个最终形态 看起来很神奇的样子 这是什么东西 赵府也没有见过 但感觉会很特殊 在远处观察一会后 却没有发现 这巢穴有什么奇怪地方 赵府只能先把目光 转移到旁边看一看 果然 另有收获 赵府在巢穴旁边 还发现长着一棵三米高的树 这树上结了一种 荔枝大小的白色果实 这种果实散发出异样光泽 绝对不是普通的果实 而是一种灵果 而且品质不低 随后 赵府又观察一会 再没有什么收获 也没闻到什么酒香 想来这群白毛猴 不会酿造什么猴酒 接下来就是行动的时候 赵府经过在之前 刺客遗迹中的多层考验 早已将身法 还有前行达到高深境界 没有任何声息 更不会有任何声音 如同鬼魅一般 赵府越过外面的普通猴群 进入中间的空地上 这里猴子躺得相对比较密集 而且 力量上也比外面的白毛猴要强一点 赵府小心地跨过一只只白毛猴 这些群熟睡的白毛猴 根本不会发现 此时已经有一个外人来到他们中间 随后 赵府也顺利越过这些白毛猴 赵府也来到最中心的位置 来到这里 赵府当然越发小心起来 以免惊醒这白毛猴王 忽然 赵府刚踏进这里 闻到一股刺鼻的腥臭味 扭头一看 发现这气味来源于那草卧的诸多白色液体 同时也发现 白毛猴王旁边躺着的是十几只母猴 这些母猴体型比一般白毛猴还要大一点 而且一个个胳膊粗 腿也粗 但又前面秃 后面翘 如果以猴子眼看 这十几个母猴 应该算得上等美猴 一般猴子还享受不到 这别问赵府怎么知道 因为赵府也是猜的 见到眼前这新号新号新号的场景 那白毛猴王 连遇十几母猴场面 令赵府不由地摇了摇头 按道一声 又是一个种马 然后 赵府最先来到那一棵灵树旁边 想摘一棵这种白色灵果 看是什么灵果 可哪知道刚碰出到这白色果子 这白色果子竟然发出一声 如铃铛一般的声音 等时 这惊出赵府一身冷汗 还好赵府反应及时 连忙把手松开了 同时 这一铃声也很轻微 并没有发出太大的声音 赵府扭头看了看 没有白毛猴被惊醒 也松了一口气 不过这灵果看来是碰不得 不然一定会惊醒全部的白毛猴的 这让赵府心中有些惋惜地 看着眼前这么多灵果 但没办法 最后只能探了探 随后 赵府又把目光转到 那个奇怪的巢穴上 可因为没有占领 也无法得知这巢穴的信息 如果自己要进行攻击 巢穴也会进行自我保护 放出一道能量罩 一时半会肯定打不破 所以赵府只能站在一边干看着 现在灵果和巢穴都不能碰 令赵府心中有些郁闷 总不可能又这样回去吧 那不是白白浪费这一次机会了 想了想 赵府目光转到那大战过后 筋疲力尽陷入沉睡之中的白毛猴王 沉思一会 赵府决定铃而走险 做一个刺客该做的事情 那就是刺杀着白毛猴王 这绝对是一个很疯狂的想法 这一刻被发现还了得虽然危险 但赵府还是决定试一试 富贵险中求 想要获得大量好处 只能要冒险 轻轻抬起脚步 赵府慢慢地靠近白毛猴王的窝 一步一步地缓慢接近着 这时候一定不能急 越到这时候就要越发冷静 慢慢地 赵府越过躺在一边的母猴 还有那些沾满白色液体的地方 阿千 突然 就在这时 有一只母猴打了一声喷嚏 赵府那怕心理素质再好 也是被突然一下 汗毛树立 但还好这一声喷嚏 并没惊醒其他白毛猴 这些白毛猴继续是熟睡着 赵府星稍微一松 最终来到了那熟睡中的白毛猴王旁边 这白毛猴王 左拥右抱着两个母猴 呼呼大睡着 可以说 要论猴来说 这家伙走到人生巅峰了 缓缓地 赵府取出天魔剑 运转起身体全部力量 使用刺杀术 一剑刺出 无声无息 天魔剑如同一抹黑光 没入白毛猴王的心脏中 瞬间将心脏搅碎 原本还处于美梦中的白毛猴王 就这样死了 随即 赵府见风一转 把他旁边两个母猴也杀了 让这白毛猴王 黄泉路上也不孤单 白毛猴王一死 掉落三件物品 还有一大堆金币 但此时容不得赵府有半秒犹豫 赵府立即把白毛猴王 还有两具母猴尸体 还有掉落的三件物品 收进储物件 并且掩盖住血腥气息 至于那一堆金币 赵府看都没看眼 下一秒 赵府飞快地冲到巢穴上 因为此刻灵主已经死了 这巢穴便属于无主 赵府可以直接占领 所以赵府也没有任何犹豫 也没有看巢穴什么信息 直接把手伸在那银色泥团上 选择占领 随后选择迁移 这时 虽然赵府把击杀白毛猴王的血腥气息 处理得很好 但此刻无数白毛猴 却收到巢穴被占领的提示 在这一刻 所有白毛猴都惊醒过来 赵府正把银色泥团 收尽王者之剑 刚想把那白色灵果全部摘了 这时无数暴墓的目光落在赵府身上 赵府背后也一寒 被这么多白毛猴盯着 也不再思考犹豫 赵府立即丢出一个白色珠子 这一枚白色珠子 在半空中冒出大量白毛 在这黑暗中 显得有些显眼 忽然 一个七米高的巨大黑熊 从天而降 巨大的身体落在地上 地面一阵颤动 赵府一下就使用刚得到 还不久的灵魂结晶 巨大的铁背妖熊 出现在猴群中间 一股庞大的气势碾压一切 然后铁背妖熊张嘴 三十多颗气弹凝聚而成 向白毛猴群飞过去 碰 碰 碰 一声声爆炸声响起 一个个气弹 把无数白毛猴炸飞出去 如果白毛猴数量少的话 早就被吓破胆 直接选择逃命 但他们此时 现在有接近一万的白毛猴 根本不用怕什么吼 吼 吼 无数白毛猴大声怒吼着 群猴奇叫 响彻林中 仿佛方圆十里地都能听见 随即白毛猴群 对铁背妖熊一拥而上 两者瞬间就激烈地碰撞在一起 赵府也趁着混乱 利用肖无声息的身法 无比惊险地从中逃了出来 随即来到原本 让几名士兵休息的地方 叫他们赶紧快跑 因为这白毛猴群 就要发疯了 这几名士兵 也听到那群白毛猴的叫声 也有些心惊胆战 因为知道他们殿下干什么去了 此时见到赵府平安回来 也纷纷松了一口气 随后 赵府带着这几名普通士兵 连夜逃出数十里地 最终才停下来 休息一会 此时 天也已经亮了 这一夜也就这样过去了 几名普通士兵 抓了几只野兔 正在火上烤着 赵府也有空下来 查看这一次收获 首先是白毛猴王掉落的三件物品 这掉落有些低 铁背妖熊 可是掉落四件 第一件掉落的物品 有些熟悉 是一个圆形的珠子 这一枚珠子称称白色 鹅卵石大小 赵府一看 果然是灵魂结晶 灵魂结晶 白毛猴王 强大生物的灵魂结晶 使用可召唤该种生物 实力是之前的八成 但只能使用一次 赵府也有些没想到 刚用了一个 现在又得到一个 是有些巧 随后 赵府目光转向第二件物品 一个天赋球 猎空嘶吼 评价 B级 减剑 使用该技能 可是展出强大的声波攻击 这技能属于特殊技能吧 英系技能不同于其他常规技能 也不好防守 也免疫不了 这技能还不错 第三件 又是一张符纸 这一张符纸 和之前的万鬼辟邪符不同 这一张符纸的纸张是金色 笔墨也用的是白色 同样上面 也画满了神秘的咒纹 万里 传送符 一种非常神奇的高阶符咒 使用后方圆万里内随意传送 并且免疫一些空间封锁 看完这符咒信息 赵府有些惊讶一下 这符纸感觉挺不错的 万里内随意传送 而且不需要借用传送阵 这效果也没谁了 最后一条 免疫一些空间封锁 这显得这符纸更加珍贵 赵府试了是发现在这符纸 绝空袋也能使用 这东西 也是一次性消耗物品 用了 就没有了 这三件东西 相对于铁被妖雄掉落的东西 就有些差了 而且没有掉落建成之时 也许是击杀铁被妖雄时候 就把运气用光了的原因吧 最后 赵府拿出那一团 散发银色光芒的泥土 这东西看着很软 其实这东西很硬 因为赵府 发现他捏不动这东西 但这东西 应该也属于巢穴 因为赵府当时把手伸到上面 跳出与巢穴一模一样的界面 现在赵府选择查看 众生 巢穴 品质 银色 简鉴 特殊巢穴之一 任何生物占领该巢穴 该巢穴就会刷新该种生物 看完这赵府有些吃惊 这东西没有种族限制 也就是说 没有那种人族村落 只有人族才能使用 不然不能刷新人口的限制 这东西绝对很珍惜 就不知道是不是 真的任何种族都可以刷新 比如赵府得到一头巨龙 然后让他占领巢穴 这巢穴不知道会不会刷新出巨龙来 如果能赵府 估计要笑死了 现在看来 完全冒这一次危险是值得的 虽然白毛猴王掉落的东西有些差 但有这一枚特殊巢穴 赵府已经心满意足 倒是也有一点遗憾 就是那种树上长的白色灵果 没有弄到一点 同时 这个巢穴属于高级巢穴 赵府占领又选择迁移 获得6000多经验和200战勋 但因为有王者之界4倍经验 2倍战勋加成 所以赵府是获得24000多经验 并且获得400战勋 400战勋 让赵府的身份也提升到二等男爵 现在赵府又可以在系统城市购买十处房产 也可以多雇佣十名一节守卫 至于升级为一等男爵 需要3000的战勋 殿下 请慢用 一名士兵恭敬地把刚考好的一只野兔 递到赵府面前说道 赵府点点头 把全部东西都收进戒指中 然后接过野兔便吃起来 随后 几人填饱肚子继续进行探索 这一天 除了撞见几头猛兽 都被赵府轻易解决之外 并没有任何发现 那绝空兽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第一天也就这样过去了 可是第二天还是如此 根本没有遇见那绝空兽 以此可见 那绝空兽绝对很稀罕 第三天 赵府只能带着剩下的希望 回到之前不知6个陷阱的地方 第一个陷阱并没有被触动 作为诱饵的红妖国 也完好无损 赵府见此有些失望 命人把陷阱撤掉 因为今天要与白起回合 所以在这里继续布置陷阱 没有任何意义 第二 在树冠上的陷阱是被触动了 但抓到的是一只白毛猴 这令赵府更加失望 因为之前来到大树下 听到有动静 哪知道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然后 又来到第三处陷阱 这里陷阱也被触动了 但抓到的是一只硕大的老鼠 不算尾巴 光凭这老鼠的体型 就将近一米长 这只老鼠赵府查看一下 发现只是一只普通的洞穴鼠 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一般酒楼 还有一道葱爆薯肉的菜 赵府的西洛楼 同时也有这道菜 接下来 第四处第五处的陷阱 都没有被触动 作为诱饵的红妖国 也都完好 接下来的希望 只能寄托最后一处 布置好的陷阱 第六处陷阱 赵府记得是放在一条小溪附近 赵府随即带着人前去 可见到场景 赵府走过去仔细一看 地面有一些鳞片 不知道什么生物 不过力量大的出奇 很轻易的样子 就把铁龙损坏了 不过这生物肯定不是绝空兽 因为绝空兽 其实力量并不强 只是速度很快而已 又在旁边查看了一下 并没有什么收获 最后只能带着失望 和白起回合 这时 白起一行人 早已等在会合地点 赵府走过去 看见白起脸上 并没有什么喜色 心中已经大致明白 但还是忍不住问道 白起 你们那边情况怎样 白起叹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说道 殿下 这一次 我们没有任何收获 布置的陷阱 有四处被触发 但抓到的不是绝空兽 现在只剩下两枚红妖果 闻言 赵府点点头 自己这里剩下三枚红妖果 加上白起手中的两枚 现在手中一共还有五枚红妖果 对于红妖果能吸引绝空兽的方法 赵府心中也开始有些怀疑 但除了这方法 根本没有其他任何方法 所以还是只能继续沿用这种方法 白起 我看还是再继续深入一点绝空袋 看一看吧 实在不行换一个地方看看 反正还有其他三处 去往另外地区的绝空袋 赵府想了想 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所以对白起开口说道 白起闻言也点了点头 表示赞成这方法 之后众人继续向绝空袋前进 一天多后 赵府带着人出现在绝空袋最深处 此时所有人的神情都很严肃 不敢有一点大意 说话的声音也很小 因为这里生物实力 普遍已经是七段以上 白起 我们暂时分开一下 再试一试看能不能找到绝空兽 同时把陷阱布置好 这时 赵府也开口吩咐道 又再一次兵分两路 进行探索 要这一次不行 那只能换地方了 赵府这一次 也只是带了几个普通士兵 向一边走去 这里绝对很危险 分开没多久后 赵府就遇见十几头疯狼 这些青狼体型巨大 一个个身长两米 一身青色皮毛 一双冰冷残忍的双眸 发现赵府一行人后 张嘴就是十几道锋刃飞来 赵府站在最前面 面无表情地看着飞来的锋刃 抬手一剑 一道十几米长的黑色弧形剑芒 一闪而过 十几道锋刃爆裂开来 化为一道狂风向四周吹开 顿时掀起不少枯枝烂叶 锋狼剑锋刃无法奏效 立即身体一跃 化为一道道黑影向赵府袭去 赵府则继续站在原地 看着扑来的锋狼 第一剑就把最先冲来的锋狼封喉 第二剑刺入一只锋狼的喉咙 第三剑将一只锋狼拦腰斩断 第四剑天魔剑带出一道巨大黑色剑芒 将五只锋狼身影淹没 剑芒过后 五只锋狼变为无数碎尸 场面一些血腥起来 这仅仅是转眼之间 八只锋狼全部殒命 赵府甚至站在那里 都没有移动一步 剩下几只锋狼 见赵府如此强大 哪敢还继续冲 低声叫了几声 狼瓣逃 看着逃跑的锋狼 赵府也没有去追 随手捡起掉落的两个天赋球 至于锋狼的尸体 一下刻被天魔吞噬完毕 变为一具具干尸 赵府身后几名士兵 脸上有些惭愧 因为此时不是他们保护赵府 而是赵府在保护他们 哪有王保护士兵的道理 对这 赵府却没有在意 他又不是什么残暴的君主 以自己士兵死亡为乐 如果他们有能力对付这锋狼 赵府倒是不会出手 训练他们的战斗能力 但这些锋狼力量都在八段以上 而且数量又多 这些普通士兵上前只能等于送死 随后 赵府带着这几名士兵 继续在周围进行探索 但却没有任何发现 只能是把两个陷阱布置好 然后与白起会合 这一次 白起这一边的人不少都负了伤 见此赵府不由地皱起眉头 随即一问 白起倒是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这好消息不是抓到绝空兽 也不是有关绝空兽的消息 这好消息是白起带回来一种灵草 这一种灵草颜色是带有一些蓝色 只有两片叶子 如柳叶状 半指尺长 根须很多 如绒毛一样 这一种灵草叫百元草 在之前 赵府就有得到一种丹方 名叫百元丹 属于二阶丹药 可以把修炼速度提升到四倍 它就需要百元草来酿制 这一次 白起带回来的百元草 有一千多颗 这些百元草赵府当然是不用的 而是把这带回去 进行大量培植 不过 百元草要达应用价值 这需要一点时间 如果使用百元丹 那修炼速度可以提升到四倍 加上赵府手中大多A级高资质士兵 很快就会大量一阶士兵出现 这样才能缩短与系统势力之间的差距 现在系统城市士兵一开始就是一阶 而且 他们也会修炼 又加上占据的巨大资源 所以 系统士兵修炼速度也不会慢 如果一开始差距大 那以后 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可以说 玩家想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 系统势力是一座很难愉悦的高山 现在玩家最多 只是占人数上的优势 其他各方面都弱于系统势力 同时你发展了 系统势力也会发展 也不知道 未来会不会有一些野心的城主 称王称帝 当然 现在系统组成也会有各种限制 只有趁这个机会 才能好好发展 因为失去这无数限制 谁知道那个城主会做什么疯狂事 比如不喜欢玩家 怕玩家壮大 直接途径一城玩家这种事 虽然现在看来 系统势力和玩家关系还挺好的 但冲突各种矛盾 一定会有的 也是迟早要面对的 赵府也做好心理准备 这一次获得一千多颗百元草 令赵府心中也稍微高兴一下 至于绝空兽的踪迹 却还是没有找到 白旗也布置好了三个陷阱 只等明天最后确认一下 实在不行 只能去别的地方寻找绝空兽 今夜的天气并不好 乌云密布 急到闪电滑坡夜空 不一会 大雨就稀里哗啦地下起来 还好赵府一行人准备了帐篷 可以进行避雨 清晨 雨夜过后 第二天的空气格外清晰 天空也是避天如洗 很干净的样子 周围的花草树叶 在雨夜后都露出娇嫩的光泽 赵府也是早早起来 站在一个离帐篷不远的山坡上 欣赏着一下风景 然后正要准备离开 去查看一下那五个陷阱的时候 可令赵府万万没想到 他刚想离开 一个人骑着一头毛驴 出现在在眼前 这一个人是一名男人 年龄在二十五六岁左右 长得挺英俊的 一身白衣 摇记着一柄剑 有些风度翩翩的感觉 他有些慵懒地打着哈欠 身体骑在毛驴身上 摇摇晃晃着地走着 而他骑着那头毛驴 看起来也不简单的样子 虽然样子和普通毛驴差不多 但赵府从这毛驴双目中 感觉他有很高的灵质 至少和小灰小黑一个等级的 这人整体给赵府一种很神秘的感觉 有种不容小事 能力超凡 一看过去 就会被吸引住的那种感觉 你好 这时 青年也发现 站在山坡上的赵府 微微一笑 挥动着手 开口打招呼道 他一说话 赵府就明白 对方向自己打招呼 赵府也微笑一声 回了一声 这名青年轻轻拍了一下毛驴 然后骑着毛驴来到赵府身边 一脸轻笑道 真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人 不知道阁下怎么称呼 赵府稍微一想 便开口道 我叫赵信 青年一听赵府的名字 点点头 也自我介绍道 我叫张衡 对了 朋友你是否知道 小冤谷怎么走 我好像是迷路了 这时张衡忽然想到什么 对赵府问道 文言赵府也没有隐瞒 伸手一指道 那个方向就是小冤谷 张衡扭头一看 赵府所指的方法 一笑道 多谢 赵府摇摇头 轻声道 不必 张衡文言 让毛驴转过方向 同时一脸笑容 道 那我们下一次见吧 说完 张衡骑着毛驴 向赵府所指方向走去 但他说的话 令赵府皱起眉头 因为听出这青年的话中的意思 是很肯定 下一次还会与自己见面 虽然就这样简单聊了几句 赵府忍不住对他生起低防之心 他给赵府 不只是一种很神秘感觉 还有一种很危险的感觉 这种感觉 赵府还是第一次张衡刚走 一名士兵上前开口道 殿下 早饭已经做好 请你回去慢用 文言 赵府也回到帐篷 把这事也对白起一说 白起脸色也有些严肃 然后道 既然能让殿下有这种感觉的人 那他肯定属于超越凡人的哪一种人 另一边 张衡骑着毛驴 继续慢悠悠走着 这时毛驴低声叫了几声 张衡一笑 伸手揉了揉毛驴脑袋 道 我知道它不简单 身上还有阴阳家 某种掩盖气韵的东西 这东西很稀少的那 不过放心 下一次还会见面的 遇见张衡这一件事 属于一件小插曲 赵府把这事情告诉白起 然后也没有什么办法 只能以后 加强对张衡的小心 然后 接下来就是正式 查看那五个陷阱 要是没有的话 那只能是去其他三处 边境之地看看 向第一处陷阱走去 前方有声响 是那种撞击铁龙的声音 看来是有收获 赵府带着人走近一看 才发现 抓到的又是一只洞穴鼠 这令赵府叹了叹气 随后 走向第二处陷阱 这里也有响声 可上前一看 是抓住一种 只有一只独角的山羊 这也不是绝空兽 再然后 赵府带着一行人 走向第三处陷阱 这里没有听见什么动静 上前一看 果然陷阱完好 没有任何触动 作为右耳的红妖国 也完整无缺 现在只剩下最后两处 第四处陷阱 走过去也没有什么动静 然后上前一看 陷阱也没有触动 然后赵府带着人 走向第五处陷阱 还是没有听见 有什么动静 原本众人以为是陷阱 没有被触动 可上前一看才发现 铁笼内有一只小猫 这一只小猫 一身雪白色毛发 每一个毛发都柔顺的样子 有种令人想过去摸一下的冲动 整体看起来 它就像一个毛茸茸 很可爱的宠物 此时它爬在铁笼内 双眼微闭 应该是在睡觉 这一只猫 与普通小猫不同的是 它额头上有一颗菱形水晶 这就是空晶 而这一只小猫 就是绝空兽 见此 赵府心中都忍不住一喜 找了这么久 今天是终于是找到了 众人来到铁笼面前 小猫听到声音 也缓缓睁开一双纯白色眼睛 看着周围都站着人 神色顿时惊慌起来 在铁笼内一阵乱窜 可就是逃不出铁笼 恭喜殿下 众人见这么久 终于抓到绝空兽 也纷纷露出笑容 对赵府尽了一礼贺喜道 赵府点点头 同样也露出一丝笑容 看还在铁笼中乱窜的绝空兽 赵府把手伸进铁笼中 虚空一抓 绝空兽当时被赵府抓到手中 绝空兽在赵府手中使劲挣扎着 并且发出刺耳尖叫 因为他感到一股危险 面前这个披着黑色斗篷的人要杀了他 绝空兽当然是疯狂挣扎着 可是任凭他使劲 都挣脱不了那一只手 这斗篷人真的好强大 绝空兽心中这样想着这时 赵府的手也掐在绝空兽喉咙上 正想一扭 把这绝空兽脖子扭断 然后从他头上取下空筋 绝空兽感觉那一只大手 已经掐在他喉咙上 只需要轻轻一扭 就会结束他的生命 绝空兽双目充满恐惧绝望 眼泪从眼眶涌入 他祈求看着斗篷人 希望他能放自己一马 这一只绝空兽 本就是一只小猫的样子 长得是非常的可爱 如果落到某些人手中 一定会是像得到珍贵宝物一样 宠爱他 珍惜他 此时 他双眼泪汪汪样子 可以说秒杀一切人 但可惜落在赵府手中 赵府这人属于很理智的那种人 可不会因为这种外表可爱 就会放过他 因为他需要空筋 手掌开始用力 绝空兽绝望地挣扎着 一股死亡气息笼罩着他 最终 赵府却停下手来 因为忽然想到 自己得到那个众生巢穴 这一个巢穴介绍 是无论什么生物占领 就会刷新该种生物 不知道能不能刷新绝空兽 一颗空筋 只能维持一个通往外界的传送阵 也就是说 这一颗空筋 只能打通一条通道 要打通其他通道 去往其他地方 还需要空筋 打通的通道越多 需要空筋的数量 就会也多 可是以绝空兽的稀罕程度 想要获得大量空筋 这明显是不可能 要是如果赵府这个特殊巢穴 能刷新出绝空兽 那赵府得到的好处 可以说不是一般巨大 把这绝空兽 重新返回铁笼 赵府取出一张纸 这是契约之纸 和曾经柳梅使用的生死契约一样 属于契约的一种 当时柳梅施展生死契约的时候 赵府就表现出很感兴趣 所以是买了几张 今天也派上用场了 划破手指 把血滴落在契约之纸上 契约之纸吸收鲜血后 发出微微血光 然后契约之纸 变为无数血色光点 一边进入赵府身体 一边进入蜷缩在铁笼内 害怕看着赵府的绝空兽身体内 契约形成 打开铁笼 绝空兽还是害怕的一双纯白色眼瞳 可怜兮兮盯着赵府 此时他也没有逃 因为契约形成 他知道是逃不掉的 赵府一笑 伸手再把他抓出来 这一次赵府的态度就和善多了 把他抱在怀里 轻轻抚摸着的脑袋 让他害怕情绪平复下来 回去吧 赵府扭头下令道 因为现在主要目的 就是抓绝空兽 既然绝空兽抓到了 那现在待在这里 也没有什么事情了 三天后 赵府一行人回到大秦村 离开的十几天内 大秦村变化有些大 首先是修建的城墙 也有一定规模了 东边和西面的城墙 已经快修建好 这城墙高十米 墙体呈白色 给人一种洁白 壮观 雄伟的感觉 这城墙已经是达到 城级别的城墙 因为这没限制 所以赵府可以随意修建 这城墙 当然也不是大秦村 城墙最终形态 随着未来大秦村发展 应该还会进行扩建 还有大秦村各部门 已经运转起来 执行着自己的各种职能 现在大秦村 比之前更加有条有序的发展 一切都得到很好的管理 无论是街道 还是房屋 都比之前更干净整洁 大秦村现在也只差 两千多经验 就可以升级小镇 这两千经验 根本不算什么 说不定明天就能得到 除村庄发展之外 武将这边张大虎 已经提升为一阶武将 并且已经开始训练 专属兵种 张大虎没有选择 大秦村的专属兵种 铁鹰瑞士 而是打算 自己训练一种 个人专属兵种 名叫虎刀军 虎刀军以使用大刀为主 精通步战 也精通马战 至于未来虎刀军如何发展 这全部决定张大虎 看他如何发掘 自己所创造的兵种 还有些令赵府意外 李斯也突破一阶 对于李斯赵府 一直把他当作一个 内政大臣看的 一般除了内政的一些事情 赵府从来没有关心他的修为 所以现在听到 李斯也突破一阶修为时候 是有些意外的 其实 李斯的资质也不弱 属于SS的资质 和白起一样 当创建大秦村时候 就在赵府身边辅佐左右 李斯不是武将 所以没有开启专属兵种 但却开启另一种能力 就是培养内政管理人才 武的作用是平天下 开阔疆土 维持一个简单的秩序 武战斗力非凡 能力也很强大 可打天下任何不平 但他却不能用于治理 文虽然看似没有什么战斗力 但他在治理和内政方面 是武不能比的 一揉一刚 刚揉并济 方能阴阳调和 所以赵府也是选择文武一起发展 同时 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书院已经建成 这座书院占地十几亩 有十二间教室 可容纳八百多名学生 书院建成后 一直等着赵府回来命名 这是大秦的第一个书院 赵府当然会好好想一下 因为这书院很有可能在未来 会成为类似什么清大学 什么北大学 在华夏人心中的地位一样 赵府好好沉思一会 决定这书院名为 秦时书院 这一个书院的寓意 也其实很简单 一是大秦所建的一个书院 二是这书院会见证大秦的崛起 三是秦时 书院之后会大秦培养 大量优秀人才 就这么简单 孟浩然为秦时书院第一任校长 这么多学生 他一个人当然是教不过来 但这问题早已经想到 他利用在修建书院的时间 找来十几个识子的人 教给他们一些教学知识 短暂地培育了他们一下 让他们作为老师 令赵府有些意外 阿萨妮那小丫头 竟然选择去当一名老师 虽然她年龄还比较小 但已经通过孟浩然的考验 成为一名教师 秦时书院只招收 十四岁以下的孩童 十四岁以上 已经算超过学龄了 现在教学制度 当然不能和现实世界 教学制度一样 十四岁再过几年 这些孩童 会被分配到各行各业中去 也有可能加入军队 秦时书院一开校 很多人就带着孩子上来报名 其中有人类 也有精灵 还有兽人 很多种族都加入进来 因为知道赵府对这的重视 有那个父母 会不希望子女成龙成凤吗 让子女加入进来 就能有更好的处处 这是他们所期盼的 看见这么多人加入 赵府一想决定 再扩建秦时书院 不过不是再教文 而是专门教他们 兵法战争之类的事情 先行培养优秀将才 也就是把秦时书院 分成文院和武院 培养不同的人才 处理完这些事情后 赵府来到大秦村的一片空地 选择使用那一个特殊巢穴 使用巢穴的样子 和使用建成知识一样 一道光波扩散出去 一座平台虚影 缓缓凝聚出现 赵府见到这一座 重新出现的巢穴 伸出掏出窝在自己怀里的绝空兽 让他过去选择占领巢穴 绝空兽听话地 从赵府怀里跳下去 来到漂浮在半空中的 银色泥团下 选择占领 然后 赵府走上前 再一次选择 才看巢穴的信息来 巢穴 绝空兽 触及零 五千 品质 银色 简介 绝空兽的巢穴 每三日可以刷新一只绝空兽 既然真的可以刷新绝空兽 赵府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因为有这个 自己完全有能力 打通整个天气世界所有通道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赵府可以将自己手下 分布到天下所有角落 先人一步 暗中窥探所有势力 第一时间掌握所有势力的情报 并且也可以组建商团 进行货物倒卖 用廉价的价格收取货物 同时也可以利用现在身份优势 继续开酒楼 把生意做到整个天下去 想想整个天气世界 都有你的酒楼 你足以富可敌国 现在你明白这隐藏着多大利益了吧 笑着把绝空兽从地上抱起它来 揉了揉它脑袋 同时把手伸向它 绝空兽点点头 随后一脸痛苦着闭着眼睛 额头上一枚菱形水晶脱落下来 现在作为绝空兽的主人 赵府现在明白 其实也不用击杀 绝空兽 也可以得到空精 不过这空精 还是需要绝空兽很长时间 才能凝结出来 不是能够量产的空精 从绝空兽额头上脱落 绝空兽也变得有些虚弱 赵府揉揉它脑袋 为了给它一粒小灵丹 道 放心 以后我绝不会亏待你 从现在开始你就叫小白吧 小白吞下一枚小灵丹 虚弱叫了几声 伸出粉嫩的小舌头舔了 赵府手指几下 赵府一笑 把它抱在怀里 现在这巢穴三天 可刷新一只绝空兽 就意味着赵府每隔三天 可打通一个去往外界的通道 这一件事情 这对大秦至关重要 如果说之前赵府 没有什么信心争夺天下 那现在赵府有这一次信心了 这世之重要 完全改变大秦作战计划 赵府把小白放入怀里 又把白旗里斯几名重要将领 召集到一起 进行对未来的讨论 此次讨论经过的时间最久 整整持续一天多的时间 但还只是粗略地大致 做出一些方针 现在只能这样 未来再详细再规划一下 结束这次讨论后 赵府连夜又来大秦村 东面五十里以外 因为赵府之前 击杀铁被妖雄 还得了一个黄金品质 建成之时 现在赵府就是来使用 这一颗黄金品质的 建成之时的 这村庄建在离大秦村 五十里以外的地方 看似有些远了 但赵府是从更长远的 目光思考的 以这黄金品质的 建成之时 可以说很是稀有 同时也可以获得 很多属性的加成 在未来也属于 很重要的城市 所以赵府 才会把它放那么远 因为赵府首先是要 把大秦村方圆百里内 打造像是一个铁桶一样 首先是后方安定了 才能全力对外扩张 赵府把这一枚 黄金建成之时 按在地上 一道道金色光波 扩散出去 几座建筑的虚影 也缓缓出现 随后 几个人的身影也出现 提示 恭喜你使用建成之时 现在请为你村庄命名 使用从未使用过的建成之时 是可以选择自行命名的 赵府一想 本来是选择一个镇东村的 因为镇压大秦的东面 可这十天刚刚亮起 东方那浩阳缓缓升起 一切开始从黑暗中苏醒 又是一天的到来 这景象很是壮观 所以赵府改变注意 把村庄命名为东浩村 希望这村庄能像东边的太阳一般吧 村庄命名后 赵府又查看一下 黄金村庄自带的三人 也就是铁匠 裁缝 遗失 这三人资质都是A级 赵府派了不少兵镇守这里 然后正想使用从小白身上获得的空精 先打通一条去往其他地区的通道 可这时在外探索的队伍 刚好攻下 一座中级村庄 大量经验涌入 大秦村的建成之时 睁睁而鸣 爆发出一道黑色光芒 冲向云霄 黑色光芒冲上云霄 立即风云涌动 天地变色 不仅仅是大秦村地面上 无数长而似龙的黑气涌出 还有整整一个中土大陆 属于华夏的所有地方 无数漂浮在空中的黑气 也疯狂向这里涌来 这是气韵的大规模聚集 这一个惊天变化 令无数原本熟睡的人 从梦中惊醒过来 感觉自己身体中 气韵之龙的强烈不安 还有天空中气韵的惊天变化 连忙冲出房间 站在外面 神情凝重地望向 共同一个方向 很快 大秦村的天空上 形成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 笼罩方圆千里内 一股浩浩荡荡的天地微压 从上方重重地压下来 在远处看来 仿佛有什么绝天魔物现实 恐怖森林中 三座系统主城内 三个人也早早被惊醒 看向大秦村方向 那惊天变化 感到绝不能这样干看着 身体一跃 瞬间消失 哄 一股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强大灵压降临 原本消失三道身影 下一秒又出现 地面直接坍塌出 一个三十米宽大坑 而大坑中间三人 口吐鲜血 无法动弹一丝 好似身体骨头全部碎裂 软软地爬在那里 一副身受重伤的样子 他们似乎低估了什么 低估这天地气运的力量 如果把村庄提升高级村庄 是获得天地认可 获得各自朝代的气运传承 但现在赵府第一个 把村庄提升为小镇 整个华夏一族的气运 已经开始向他倾斜 华夏一族 可是最伟大的种族之一 如果把整个天地气运划分 华夏一族占有的气运六成 现在这六成气运 赵府向赵府倾斜一下 代表这是天地的六成气运 所产生的力量 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这三人是低估这种力量 加上身份特殊 所以受到天地气运的强大压制 那怕以他们强大修为 却还是身受重伤 相比这三人 恐怖森林内部 那一条恶交相对老实的多 安安静静地爬在那里 看着大秦村方向 正在东浩村的赵府 抬着头也有些诧异 没有想到升级一个小镇 就会有这样巨大的天地一变 这时 一道争鸣 霸气 巨大的黑龙虚影 盘踞着可怕的龙虚 出现在赵府身边 并且抬起那霸气的龙手 一双黑色冰冷的龙幕 看着远处异响 感觉身体的异变 赵府也明白的 连忙使用传送阵 传送回大秦村 此时 大秦的百姓 也早早来到齐天旁边 一副谦卑跪在地上 他们明白 大秦是获得整个 华夏义族的气韵倾斜 大秦得到的好处 当然是无法想象的 所以心中庆幸 能成为大秦子民 同时对大秦也无比谦卑 殿下 你终于回来了 快换上龙袍 此时那怕稳重的 李斯也有些着急 看着回来的赵府 连忙说道 第一次见到李斯这样 赵府一笑 点点头 几名侍女 也为赵府换上黑金龙蚌袍 还有黑金龙蚌脸 天空中的巨大漩涡 随着时间越久 散发的天地威压 也越来越大 压着跪在齐天台旁边的 大秦百姓 额头紧紧贴着地面 身体不能动一丝 这时赵府换上黑金龙蚌 和黑金龙蚌脸 一步踏上齐天台 这一次踏上齐天台的 感觉有些不同 赵府感觉有些沉重 不是身体那种沉重 而是精神上 那是一种 幽远绵长的感觉 从华夏一族 以黄河为居 开创属于自己的文明 到发展光大 其中五千多年的 历史沉重感 虽然华夏有历朝历代 有不同的国家 但他们都归华夏一族 这一次气韵 代表着是华夏一族 赵府心中 至高无上的帝王气息 声音坚定 带有一定威严 开口道 无 大秦帝国传承者赵府 一定会令华夏一族 屹立在天气世界之中 世世代代延绵不绝 并且恢复他昔日的 无上龙光 哄 赵府声音刚落 巨大漩涡中心 快速转动变化着 一道黑色光柱 从天上落下来 照在赵府身上 赵府只感觉无数古老 沧桑 厚重的气息 涌入身体内 哦 一生苍尽有力的龙鸣 以一种试问天下 谁人不服的霸道 响彻整片天地 上至九霄 下至九幽 为之颤动 方圆万里内 不只是人类 而是所有生灵 都在这龙鸣下 颤颤发抖 心中无比恐惧 四季 帝无天 鸡神明 刘夜 四个人身体中 四条气韵之龙异常愤怒 在他们主人身体游动着 引起各种天地异象 可是最终却没有能力回击 这事情 不仅仅发生在四季四人身上 而是发生在 华夏所有拥有一国传承的人身上 这些人无疑不是天之骄子 那受得了这气 脸色也是异常难看 某一处 一个女人 站在一个山坡上 看着远方 这一个女人 有着一头金色长发 一双卫蓝色眼瞳 面容堪称完美 不过 令人无比着迷的 不是她的相貌 而是她脸上那一抹 带着那充满自信 勇敢 正义 光明的笑容 她身穿着一件白银色骑士裙 握着一柄散发金色光芒的双手剑 浑身有一股天生的王者气质 令人有种全心臣服于她 为她笑命的冲动 此时 她身后还站着十二身披铠甲 气势不凡的骑士 其中一个人 把手放在胸前 敬了一礼道 王 怎么了 亚瑟 蒂娜轻轻一笑 却并未说什么 另一处 也是一个金色头发 长得很是帅气的男人 站在一处很高的建筑上 也看着远方 却一脸严肃 她是古罗马帝国传承者 还有一处 一个头戴着大洋金冠 手持一个黄金权杖 皮肤有些偏黑的青年 同时也看着远方 一脸凝重 久久不语 PS 哎 这周又是一个垃圾推荐 25万字 才不到5000收藏 感觉知识的人有些变少了 编辑也不看中我 忽然有点想放弃了的感觉 不过又很不想放弃 哎哎哎 目光再转回大秦村 大量的气韵涌入赵府身体内 使得赵府身上的帝王气势 变得更加威严可怕 有一种只要他站在那里 那诸天神佛 都给我退散的气势 我等 拜见吴王 齐天台下无数大秦子民 无论任何种族 在这帝王气势下 一致跪在地下 高声大喊着 巨大的气韵注入 赵府身体内的气韵之龙 完全实质化 变成一条长百米的黑龙 盘绕在齐天台上 散发出一股恐怖气势 令人都不敢抬手 这时 从天空中落下的黑光 渐渐弱下来 然后消失不见 但天空上的异象并没有消失 巨大黑色漩涡中心 无数金光射出来 再一次笼罩赵府身上 随后 万千道金色霞光 也缓缓刺破整片黑色漩涡 从天空中射了下来 画面很是壮观 这时 黑色漩涡中心 已经完全散开 被一种神圣 尊贵 庄严的金色光芒取代 耀眼金色光芒中心 好似有什么就要降落下来 忽然 天空中飘落下无数的三色小花 这种小花不是实体 而是一种气韵凝结之物 如满天雪花 一般洒落 如一场梦境一般美丽 这时 天空金色光芒中的东西 也缓缓落下 是一块四四方方的玉玺 带着一种尊贵无比的气息 周围 还有九条金色的气韵之龙 游动在玉玺左右 跟着玉玺一起下降 最后 玉玺平稳落在 落在赵府手中 九条金龙 也钻入了玉玺之中 天空中的异象 也开始消失 黑龙也重新钻入赵府身体内 赵府也把目光落在这玉玺上 一块玉玺四四方方 玉至极美 上方精细雕刻着五条神龙 每一条神龙都很生动 有着各自的神态 玉玺下方则有八个大字 寿命于天 祭寿永昌 看着八个大字 赵府不由想到 这不是传国玉玺吗 传国玉玺在华夏 可是代表正统皇权 历代帝王皆以得此喜为福音 奉若其真 国之重器 得之则象征其寿命于天 诗之则表现其 气术已尽 凡登大魏而无此喜者 则被记为白板皇帝 显得底气不足 而为世人所轻蔑 这传国玉玺 相传由秦始皇命里斯 用和氏璧所造 寿命于天 祭寿永昌这八字 更是里斯所写 历史上传国玉玺早已失传 现在没想到 获得华夏一族的气韵 这传国玉玺 又回到大秦的手中 赵府也查看一下 这传国玉玺的属性 传国玉玺 白色 代表华夏一族 正统皇权的象征 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利 令赵府有些意外 这传国玉玺 也属于镇国之气 而且比一般镇国之气 还要强大 因为它代表着 是华夏一族 气韵权力的象征 整个华夏一族 也只有这一件 以此可明白 它的珍贵不过 这传国玉玺 因为代表的是 华夏一族的气韵 就意味着 它和一般镇国之气不同 一般镇国之气 只能由传承者使用 别人夺的就会损坏 但这传国玉玺 只要是华夏一族的人 都可以使用 也就是可以随便被人锁夺 先把传国玉玺 慎重地收起 这一次大秦村升级小镇 照抚脑海又响起 一连串提示 提示 恭喜你的村庄 提升为小镇 提示 恭喜大秦气韵 获得大幅度上升 提示 特殊建筑七天台 自动提升等级 你将更接近上天 提示 你的小镇 开启文臣武将 提示 受到气韵影响 沉睡在大秦传承之中的 三位历史人物苏醒 这一大串提示 赵府暂时都没管 因为听到其中一条 受到气韵影响 沉睡在大秦传承之中的 三位历史人物苏醒 三个历史人物 赵府心中有些好奇 这三位历史人物是谁 属于历史人物 像是白棋里斯这样 基本能力都属于超凡 所以赵府对于历史人物 还是比较在意的 缓缓走下七天台 来到初始之地 一挥手 一道黑光挥出 赵府选择唤醒了这三人 三道虚影出现在初始之地上 其中两男一女 恢复神志后 对着赵府敬了异礼 一口同声 道 殿下 赵府点点头 沈氏面前的三个人 首先目光落在两个男人身上 这两个男人年龄都在24-5岁左右 其中一个长相温和 气质沉稳 留的胡子有些长 姓名 王俭 资质 SSS 称号 战国四大名将 可提升我方士兵士气 职业 武将职业效果 可兼两种兵种职业 战勋 平民 零 二百 种族 人类 寿命 两万五千一百 忠诚度 一百 属性 力量 十智力 实体质 十敏捷 十 修为 零段 功法 五 技能 五 装备 粗不依 不邪 粗不酷 竟然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战国四大名将之一的王俭 赵府心中有些惊讶 王俭是秦始皇时期著名大将 为大秦统一天下 立下汉马功劳 除含之外 其余五国 均为王俭父子所灭 可以说 王俭是大秦平定六国最大的功臣 连秦始皇都尊他为师 看完王俭的信息 赵府目光转向下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有着一张冷军的脸 一身白衣站在那里 仿佛如同出鞘一般的利剑一样 原本赵府以为他是门阔 可看完他信息 却令赵府有些诧异性命 概念 资质 SSS 称号 职业 剑客 战循 平民 零 二百 种族 人类 寿命 两万四千一百 忠诚度 一百 属性 力量 实质力 实体质 实敏捷 实 修为 灵断 功法 五 技能 剑术精通 装备 粗不依 不邪 粗不酷 这是概念 概念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 是战国末年的著名剑客 但令他后世有名的 因为某一件惊天大事 那就是荆轲刺刑 相传燕国著名刺客金科 曾经与他讨论剑术 可令赵府没有想到 这概念竟然属于大秦 在大秦传承中苏醒 历史绝对有很多不为人所知的秘密 目光在转向最后一名女子身上 这一名女子姿色上等 穿着一件素白色的裙子 给人一种温柔贤惠的感觉 姓名 八卿 资质 SSS 称号 五 职业 商人 战循 平民 零 二百 种族 人类 寿命 两万五千一百 忠诚度 一百 属性 力量 八智力 实体质 七敏捷 八 修为 灵断 功法 五 技能 商业经营 装备 长裙 发簪 八卿 看到这名字 赵府回想起关于他的信息 八卿又名八卦父亲 他的名声也许不如什么貂蝉打击 但如果了解秦朝历史的人 一定会知道 这位可以说是传奇的女性 八卿是秦始皇时期人物 华夏最早的女企业家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 同时拥有自己军队 而不受秦始皇猜忌 并且秦始皇还把他当作类似大姐看待 能让千古一帝以此态度 可见这女子的能力 他也曾出巨资修长城 为秦始皇陵提供大量水银 不过他的商业帝国 随着秦朝的灭亡也随之消失 这三名都SSS资质人物也可见其能力 叫莱里斯让他先行安排一下这三人 并且介绍现在大秦的一些情况和事情 等赵府暂时处理完 其他一些事情后 再来和他们详细聊聊 赵府先是来到城市之心旁边 查看大秦村升级为大秦镇的属性 村名 大秦镇 传说 等级 初级 140 25万 村庄面积 55平方公里 村庄领地 1680平方公里 居民 12950 12万士兵 5640 34000 明星 85 特殊属性 领地作物产量正70% 领地作物生长时间负70% 人口兵种上限正50% 居民属性随机加4 士兵属性正4% 人口吸引率正60% 高资质吸引率正60% 可拥有附属村庄 72 拥有村庄 罗格村 捷恩村 多伦村 李家村 厄郎村 蒙虎村 看完信息 其他也不用详细说了 属性都得到一定幅度的上升 特别是作为产量 生长时间 人口吸引 兵种上限一起加了20% 然后 再说说 现在小镇升级到中镇经验是25万 而从高级村落升级为小镇是15万经验 也就说着 只增加10万经验 从中级镇升级高级镇 也会增加20万经验 也就是 需要45万经验 要想高级镇升级为小城 需要又增加30万经验 也就是 需要75万经验 这75万经验看似很多 但却不只是最难的 因为想要升级小城条件 是必须拥有三个以上的小镇 这才是最困难的 也就是说 赵福想建成 还必须拥有三个小镇 而且还必须要相等身份的人 才能任命 也就是需要三个 三等男爵的身份之人 才可以当镇长 现在 明白想拥有一座城 是多么困难的了吧 不过大秦镇还是小镇 离升级大镇 都还有一段很长距离 更别说是小城级别的 而一些系统主城 是重城级别的 在大城之上 此时 看完城市属性 赵福把传国玉玺也拿出 这一块玉玺 也自动漂浮到建成之星的上方 发出淡淡尊贵色的金光 这时 赵福也发现 大秦的镇国之气十二金人 散发的清光中有蓝光渗出 查看一下 原来是十二金人升级了 之前有说镇国之气 需要大量气运升级 现在华夏一族的气运倾斜 十二金人也获得大量气运 从一级镇国之气升级为 二级镇国之气 二级镇国之气的力量 当然比一级镇国之气的 力量强大很多 同时更能镇压气运 保证气运不流失 然后 又看一眼升级后的齐天台信息 齐天台 上城天地 异国传承的特殊建筑 可与村子一起升级 特殊属性 天灾抗性正50% S资质以上刷新正25% 其他都没有什么变化 主要是天灾抗性增加20% S资质吸引 确止增加10% 对于齐天台赵福 还是比较看重的 因为它的作用 远远不是表面那么简单 最后 赵福来到兵营 因为有一条提示 是开启文臣武将职业 来到兵营后 发现这里多两座石碑 两座石碑 分别可转职五名武将 还有三名文臣 转职人选不用赵福再想 因为只要把之前培养 但没有转职的人进行转职就可以了 当然也有些不同 如果已经拥有五名武将 可在这里转职为将军 将军与武将属于两种职业 将军之下可以有多名武将 也就是说 武将受到将军的拆遣 将军与武将本质上也不同 武将需要直接上前打战 将军则偏向统帅 坐正后方 指挥战斗 现在加上刚刚加入的王俭 赵福手中已经有六名武将 可以进行一名将军的转职 这一名将军 当然非白起莫属 把白起叫过来 让他进行将军的转职 将军这职业属性偏向于统帅 而不是个人能力属性 赵福也对将军职业进行查看 将军 评价A级兵种 简介 武将的进阶职业 职业效果 转职可获得领兵之力 领兵之力 所统领的士兵 大幅度受到影响 士兵将会更容易得到指挥 不仅仅可增加士气 也可使士兵不惧生死 重逢陷阵 所带领的士兵全属性加一 该效果无法叠加 可获得组兵阵的能力 这就是将军职业的效果 不仅仅提升什么士气 士兵也更容易指挥 还有全属性加一 也就是加了四点属性 这等于白白获得一件 极品蓝色装备的效果 而且这是没有上限的 无论带多少兵 只要属于他统领的 都有这效果 不过 最重要的还是组兵阵能力 虽然什么高深的兵阵 还施展不出来 但可以施展出一些基础兵种 这可以极大加强防御和攻击 可以使得士兵完全变成杀戮机器 展示出战争的真正恐怖 看完开启的武将文臣 赵甫也查看着 在脑海响起的一连串提示 把这事情都处理一下 随后赵甫又发现一道提示 自己的亡者职业受到气韵影响 进入第二阶段亡者之血 亡者职业的第二阶段 是把自身血脉 完全转换为亡者之血 从此赵甫延伸下去的血脉 不仅仅是血脉那么简单 并且可传承巨大的亡者之力 其实在天启世界 也有血脉之分 比如天使 恶魔 洪荒种族的血脉 就会比普通人类血脉强大 所以获得 任意得到一种血脉 可获得大量属性提升 现在 赵甫这亡者之血 是肯定不弱于这些血脉的 而且 随着赵甫的不断变强 这种血脉 也会越来越强 天启世界血脉 就分为24级 1 3属于低级血脉 3 6中级血脉 6 9属于高级血脉 9 12王者血脉 12 15皇者血脉 15 18帝者血脉 18 21天圣血脉 21 24本源血脉 赵甫现在自身血脉 只属于三级的低级血脉 因为自己身上的 秦国血脉并不纯正 他也的确属于外系 本家流出去的血脉 虽然侥幸获得大秦传承 但还是没有改变血脉 一般正统秦国血脉 应该属于高级血脉 不过 虽然赵甫是低级血脉 但现在赵甫 就来到齐天台上 打算进行王者血脉的转化 盘坐在齐天台中心 闭起双眼 按照提示 运转王者之力 一缕缕黑色气息 从赵甫身体冒出 然后缠绕着包裹起赵甫 形成一个巨大的黑球 在黑球之中 赵甫只感觉浑身都是暖洋洋的 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同时明白自己血脉 在不断提升日升 日落 不断转换 这时间一直持续到三天后 黑色气息慢慢散开 重新化为一缕缕黑色气息 消散开来 最后 露出盘坐在黑球中心的赵甫 此时 赵甫样子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原本清秀的脸庞 多了一丝威严 多了一丝冷酷 多了一丝尊贵 也多了一丝优雅 原本一双黑铜 也变得深沉可怕 一头黑色短发 也疯涨到腰部 这时 赵甫的血脉 已经提升为九级王者血脉 获得比之前强大几倍的力量 赵甫今后的血脉 也会天生具有王者之力 从齐天抬下来 李斯早已在下方等候多时 此时见到变化甚大的赵甫 李斯忽然有一种不敢直视的感觉 只能低手恭敬说道 殿下 一切事情都已处理完毕 探索对今日也回来了 文言 赵甫点点头 随后来到一处房间 看着眼前的三个人 开口道 不知你们现在感觉大秦阵怎样 有何想法 王俭恭敬的一礼道 赵甫淡淡一笑 然后与他们详细交谈起来 主要是为了更了解他们三人 随后经过一番畅谈之后 赵甫决定着三人的走向 先带着几名 还没有转职的武将进行转职 同时把王俭转职成将军 王俭和白起一样 属于大将人物 其能力是稳坐着位置的 现在大秦将军两位 分别是白起 王俭 武将十位 分别是张大虎 李文 肖剑 老罗格 多克 萨尔 拉克杰 戴希 陈上 尼科 王二狗和柳梅 都转职为刺客 所以赵甫也没有打算 把他们转职为武将 十名武将之中 有的是将军台转职的三个 还有李文 是通过亡灵转职时 成为的亡灵武将 其余五个是通过大秦 转职石碑 最后一个陈上 是系统刷新出来的 因为大秦村的各种加持 一个月可以刷新两个S资质 上一个是孟浩然 陈上则是在赵甫 转换血脉时候刷新出来的 不仅仅是武将 也有S资质 决定王检的用处后 赵甫转向一张冷军联 浑身散发冰冷剑士的概念身上 概念属于SSS资质 并且有极高的剑术天赋 在战国末年 已经是著名剑客 赵甫则把它用于贴身侍卫 以他超高的剑术 绝对可以做的这一点 之前缺少人手的时候 赵甫经常是把白起 当武将又侍卫的 现在白起完全可以不用这样了 可以作为一个真正调动 万千兵马的大将 完全管理军事这一边 最后一个八卿 赵甫当然是把商业这部分交给他管 虽然之前已有人管理 但交给八卿赵甫心中 也更加放心了 处理完他们三人的事情 赵甫暂时还没有做 原本就是几天前就应该做的 打通去往别的地区 通道这件事 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处理 这件事是在外探索的队伍 带回来一件有趣的东西 这件东西很特殊 样子是有些像一座小庙 不过却并不大 宽一米 高一米多点 小庙里面还有一个矮矮的老头雕像 他胡子很长 手持着一个木杖 一副和爱和亲的模样 也许很多人猜到 这是什么了 没错 这就是土地庙 土地庙 其中含有一丝神力 可护佑一方土地 需要香火供养 香火越多 可提升该土地庙等级和属性 限土地庙属性 作物生长时间负10% 作物产量正10% 天灾抗性正5% 相比西方神灵 赵甫更喜欢东方神灵 因为西方神灵是在王权之上 而东方神灵在王权之下 赵甫认为 王权是至高无上 是灵驾一切之上的权利 那怕你是神 在王权面前也必须臣服 低下你那高傲的头颅 这土地庙属性 其实很不错了 要知道 一般普通村庄属性 还没有作物生长时间负10% 作物产量正10%的属性 最主要的是 天灾抗性正5% 这绝对是一般东西不能拥有的 还有这土地庙 也可以通过香火进行升级 香火要是大致上 看和信仰之力差不多 但却也有不同之处 香火也可以是一种供奉 神权低于王权之下 这赵甫倒是可以准许存在 对待信仰 赵甫是可以容忍一下的 但无论信仰什么 他必须屈服王权之下 赵甫是绝对不会让大秦出现 西方那种神权在上 王权在下的那种情况 把这土地庙供奉起来 赵甫也准备开始打通去往外界通道 不过赵甫不知道 因为他的事 整个现实世界 像是完全炸了锅一样 场面差点完全失去控制 所有人像是疯了一样 现在一切都可以说是赵甫引起的 但要更准确说的话 是那一声穿透九霄 震动九幽 试问天下 谁人不服的霸道龙民 这些可是万人之上的天之骄子 未来成为一国之主的人 那会喜欢被人压着一头 而更令他们气的是 他们的气运之龙 在这霸道的龙民下 无法反抗 这令他们更为憋屈 全部脸色战红 愤怒地咬牙嘶吼道 大秦 同时 这一声极为霸道的龙民 也起了很强的震慑效果 一切敢窥探华夏的势力 在听到这一声响彻九霄 天地色变的龙民后 多未知一惊 不得不暂时停下来一切动作 因为在这一声龙民之下 他们是显得如何的渺小 如何的不堪一击 不得已重新思考 是否是华夏的对手 掂量一下自己实力 华夏再一次成为 全世界最瞩目的对象 一个名字 更是响彻他们的耳朵 那就是大秦 大秦无疑成为 他们最为关注的对象 他们发疯地想知道 大秦一切的信息 因为现在那怕是傻子 也明白了 大秦将会成为 这世界最强大的国度之一 是那种会令他们恐惧 害怕 甚至是绝望到 令人窒息的强大 可是 关于一切大秦传承者的信息 他们根本找不到 整个大秦都被蒙上 一道神秘的面纱 往往未知的黑暗 才能激发人类 最深处的恐惧 所以他们发疯地 想揭开这一道神秘面纱 看看大秦是什么样子的 甚至现实某些国的总统 首相 国王都表示想见见 什么华夏将会再一次 领导世界文明进程 更有些不喜欢华夏的媒体 很是夸张地说 华夏将会统一整个世界 他们会奴役所有种族 剥夺一切自由权利 他们是整个世界共同的敌人 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 才能抵挡这条可怕的恶龙 现在管你是哪国人 要是没听说过大秦之名 那绝对认为 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 一般无知群众 当然不会意识问题的真正危险 抱着好奇 打开网站搜索 关于华夏的一切信息 特别是关于大秦的信息 这一不小心 就加进了华夏文化 对世界的影响 而一些有头有脸的势力首领 可不是一群无知群众 他们知道 未来现实世界 会被天启世界吞噬 想到以后可能面对华夏 不由地陷入深深担忧之中 同时命手下所有人 一定要打听到 那个大秦传承者信息 心想如何讨好他 靠着他强大力量生存下来 当然 即使面对那样霸道的龙民 也有不肯屈服的人存在 比如知田信长之后 知田神谷 原本他最初的想法 不仅仅是一桶小日国 还要一桶那高高在上的华夏 可现在看来 那想法多么幼稚 自己显得多么无力 一个大秦就已经需要仰望的存在 可这样 他还是不肯屈服 他心中的伟大理想 胸口的满腔热血 却被大秦这无形巨大力量 压制到极限 此时 知田神谷发疯拿着一柄散发血光 透露一股邪恶气息的泰 刀 乱刀挥砍着 将眼前一切破坏 甚至砍杀了在一边的几个侍女 半小时后 劈头散发的知田神谷 有些落寞的 站在几名侍女尸体之间 沾血的太刀 散发血光更盛 邪恶的气息也更浓郁 这一柄刀 是正式著名的妖刀村政 国外都这样发疯一般了 更别说处于一切风暴中心的国内了 历朝历代的传承者 也是发疯一般 寻找着大秦传承者的信息 可连赢家自己都没有收获 更别说他们了 所以 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属于未来争夺天下的天子命格 想用某种占卜亏探天机的方法 得到赵府一些信息 无疑和找死没什么区别 因为每一个天子命格都极大气韵之人 想要亏探他的天机 无疑是会受到气韵的强大反噬 这个时候 想获得赵府天机 就是十分危险了 更别说现在赵府 已经得到华夏一族的气韵倾斜 这巨大的气韵反噬之下 无人能活 福西一脉正统传承人 冒险想推算一下 可是不到一秒就吐血倒地 身受重伤 这还是他得到福西的真传 利用某种躲避天机的方法 不然直接与命 四季连忙扶起吐血倒地的福西正统传人 关切问道 福昊 你没事吧 福昊轻轻摇了摇头 心中有些抱歉 他身上所隐藏的天机太大了 天子命格已经成形 你若真想一捅华夏 他是你最强的敌人 四季闻言 也叹了叹一口气 这我知道 只是未来的华夏是多世之秋了 那时一定会生灵涂炭 尸横遍野 但为了华夏的统一 这也是必须要面对的 这天下总有一人会主臣服 我绝不想当失败者 说完 四季目光坚定起来 另一边 第五天站在一处高楼之顶 遥望着远方 散发着一股冷酷的霸气 他身后站着五名狐媚女子 嘴角有些血迹 看似施展什么秘书 脸色也是一片惨白 神态凝重 哼 大秦 我第五天一定会打败你的 第五天一双眼睛冰冷地看着远方 带着一股无法匹敌的霸气的 鸡神明和刘烨这边 脸色也不好看 他们与大秦的关系 还比较特殊 大周是被秦所灭 有着不可调和的仇恨 鸡神明复国第一件事 那绝对是要灭掉大秦 但现在大秦化为一块巨大石头 压在所有人心头 刘烨这边也不好过 脸色很能看 他也明白 大秦是一定不会放过大汉的 因为大秦是别大汉所灭 这种灭国仇恨 真的无法消除 会硬生生刻在骨子里 大秦 我大汉当年能取代你 今后我大汉也会做到 刘烨咬紧着牙 身体却稍微有些颤抖地说道 能让华夏四大传承者 天交榜前四的人如此 也只有赵府能做到了 目光再转向李家 李家大厅一处掌桌上 李家老爷子坐在正上方 李白青则坐在他旁边 下面周围坐着则是李家直系 地位和身份都很重要的那种 这时 李家老爷子一脸严肃开口道 现在那个大秦传承者 已经露出尖崖利爪 这一路不要紧 一下搅动天下风云 现在各方势力都探讨 这位大秦传承者事情 我们李家也应该要有所准备 毕竟大秦的威胁太大 连华夏四大家族 都不得以全力提防起来 我们这些传承稍弱一些的大唐 也不会例外 现在你们说说自己的看法 坐在李白青旁边 后一位的中年男人 他是李家另一脉家主 但以为李白青获得大唐传承 所以其他几脉只能任 李白青一脉为主 屈服他们一脉之下 此时 他回想起当时场景 脸色还是有些惨白 作为李家另一脉家主 血脉绝对十分纯正 也有不少大唐气韵 所以也能听到赵府身体内 那气韵之龙的霸道龙民 当时 他听到这一声龙民之时 只感觉面前 有一条十几万米长的猙獰黑龙 庞大而恐惧的气息 令他整个灵魂都好似在颤抖 所以他开口说道 我认为 我们应该与大秦传承者叫好 不能与他为敌 其他血脉纯正 听到龙民的几个人 这几人有些懦弱的表现 令李家老爷子顿时有些不满 怒声道 看你们几个都窝囊样 好歹我们也是大唐帝国的正统 当时被称之为天朝上国 难道还怕一个 没有赢家支持的大秦吗 听到这么一说 其他人倒是鼓起一些勇气和信心 但还是无法抹去了 恐怖龙民所带来的影响 这时 李白青轻轻一笑 站出来开口说话了 我认为 大秦虽然危险很大 但现在还不到那个分敌我的时候 现在最主要的是 把高级村庄升级为小镇 最好在前四大家族前方 虽然华夏一族的七成气韵 向大秦倾斜 但还有三成留存 这三成气韵看似少 但也算是巨量 是留给华夏其他传承者的 这一次我们李家 绝对不能放过这剩下的气韵 在场的人听完李白青的一番话 也纷纷点头 也都赞同他的说法 随后 又接着谈着大秦的话题 其中有一人开口说道 我想 那一个神秘的大秦传承者 肯定与赢家有某些什么不愉快事情 现在赢家疾疯了 都没有把他找出来 他也在那么巨大的资源利益面前 也没有选择加入赢家 我认为 我们应该拉拢这大秦传承者 之前赢家公然和武家合作 完全是不把我李家放在眼里 这提议也受到不少人赞同 可关键的是 那个大秦传承者的信息 一点都没有 根本不知道是谁 更别说拉拢了 然后 李家众人又经过一番详谈后 最终也结束这次会谈 在所有人走后 只要李家老爷子和李白青在房间内 此时 李家老爷子的态度 却没有那么强硬 因为他也听到那恐怖龙鸣 神色严肃 叹了叹气道 亲儿 大秦现在可以说 已经占据华夏第一 他的危险也远远超过其他人 他可能是你面前最大的阻碍 你千万不要有一刻 松懈李白青认真点点头 道 我知道了 爷爷 李家老爷子也放下沉重心情 露出一脸慈祥的笑容 然后又和李白青交谈几句 随后李白青也离开 去处理其他事情 看着李白青离去的背景 李家老爷子 对于李白青这个孙子 有如此才能天赋 他还是心满意足 没有什么缺憾 只想在有生之年 看他重登地位那一天 至于他面前一切阻碍 想到这里 李家老爷子眼神冰冷下来 管家 你去不惜一切代价 把那个大秦传承者找出来 门外的管家走进房间 也点点头 随即又离开了房间 视线在转道 已经快发疯宁家身上 经过这么久 几乎是挖第三尺的方法 还是没有把大秦传承者找出来 你要是不让他们知道还好 他们还会一般慢慢找 但现在 这一个神秘大秦传承者 弄出来事情一件比一件大 从上一次气运传承 赢家受到全华夏的关注 现在更加了 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现在赢家外面 最少估计隐藏了 几百个来自各地区各国的探子 那个获得他们先祖传承的人 这一次获得华夏一族的气运倾斜 是给他们长脸了 让他们受到全世界所有人的关注 但也有些打脸的意思 因为这位传承者 没有加入赢家 想想看他是获得大秦传承 却没有加入 具有正统血脉的赢家 现在又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这不是在狠狠打脸吗 对于这大秦传承者 赢家己脉承认之前 是有些坏心思 想把这传承者找到 然后用某种方法 夺取先祖传承 但现在不同了 因为这一个大秦传承者 可是没有靠着任何人帮助 一个人硬生生 把大秦提升到 世界瞩目的地位 足足见识到他的超凡能力 以他现在的能力 绝对超过赢家所有人 虽然心中 对他外系血脉 是有些不服 但想到他能带领大秦 恢复往日无上荣光 赢家是有些真心 想屈服在这传承者之下 可即使他们这样 快要疾风了 那一名大秦传承者 就是不出来 几名赢家当家人 都有种想跪下 求着他出现的想法 要不是这太丢人 其他人拉着 估计他们早就做了 现在大秦传承者 露出外面的气息 只有一点 那就是按照气运聚集的方向 可以推断出 这位传承在中土大陆北方 可中土大陆北方 可不是一般大 现在天气世界一个地区 就比现实世界一个省还要大 整个北方就有几千多地区 其面积是现实地球的五倍 虽然有一个方向 但还是在大海捞针 但无疑中土大陆北方 成为所有势力 一个禁忌存在 因为都知道 这个方向存在什么恐怖东西 目光 在转向一个装饰精美 又奢华的房间内 迎戏冷着脸 坐在一张白色沙发上 道 这先祖 传承者不知是何人 真给赢家正脸了 可到现在还没找到他 这时间拖得越久 等他真正发展起来 到时候 恐怕整个赢家 都只能看他脸色 对面 高贵气质的五亲娘 端起一杯咖啡 轻轻一抿 嘴角上浮 露出一丝笑容 道 那你现在怎么看 他对我们的计划影响可是很大 迎戏轻哼一声 现在他获得华夏大部分气韵 赢家几脉家主 已经是想把他 作为真正的传承者 并且把赢家所有势力的交给他 如果他真的现身 他一定会成为 整个赢家的家主 我和其他几脉的继承人 已经没有多少可能 继承整个赢家了 文言 五亲娘一脸淡淡笑容 道 那只能是靠自己了 趁着他还未现身 把自己势力发展起来 到能立足的地步 那时候也有一定的说话权 就算那个时候 不想屈服他之下 也有能力自保 可以选择独立出去 听完五亲娘的话 迎戏脸色一瞅 道 这哪有那么简单 虽然我有赢家 这一脉大部分资源 可是传承气运 差了不知道多少 可不像你们五家 谋得大唐一代气运 并且获得黄金品质传承之时 现在要不论资源 要论传承我还不如你们五家 哥哥 五亲娘发出几道笑声 道 可是资源上 我五家可远远是不如你 整个五家资源 因为在李家打压下 恐怕还不到你的一半 现在 我们只能是互相帮助 趁着他还未现身 把自己势力发展到强大 迎戏也点点头 现在也只有自己发展强大起来 才能有立足之地 这时 五亲娘想到什么 神色也有些认真起来 道 现在关键就不知道他何时现身 赢家一定是发疯的 会把他找出来 并且把全部势力资源交给他 我想 在之前 他可能没有什么自保之力 对加入赢家有所顾忌 但随着他势力发展 他在这么大的资源势力面前 一定是会现身的 当时 你也听到那霸道的龙民了吧 能得到这样国之传承的人 没有一个善辈 他们走的是王者之路 也注定了无情 如果他现身 对你们赢家是好事 但对你而言 却危险了 他一个外戏之人 和赢家会有诸多隔阂 而赢家肯定会想尽所有方法 消除这种隔阂 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把正统血脉的女人嫁给他 你们赢家几脉 要论资质 地位 血脉 相貌程度 你很有可能是那个女人 听到五亲娘的话 迎戏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因为五亲娘说的一点没错 这也是世家最惯用的手段 只要她出现 那她一定会成为家族工具 用来消除她与家族的隔阂 但迎戏心中 也不想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 可要面对现实的是 此时她根本无法反抗整个赢家 她生于赢家 一切来自赢家 根本无法反抗 心中涌出一股无力感 属于一个家族的无力感 这令她心中有些难受 低下头 发出一种女人的柔弱感 五亲娘见词 也明白身处一个世家的艰难 也许是他们各自的宿命 但五亲娘想改变这些 看着这多年好友 五亲娘一下 坐到迎戏旁边 搂着迎戏的肩膀 一笑 安慰道 好了 小夕 事情也许还没那么坏 作为这么多年的好朋友 放心我一定会被帮你 迎戏听到五亲娘的话 心里有些感动 抬头感激地看着旁边五亲娘 道 谢谢你 亲娘 五亲娘见迎戏心情变好 也恢复知情的性格 忽然 有些坏笑着道 那你该如何报答我呢 文言 迎戏脸色一顿 脑中刚想着 突然 五亲娘一下搂过迎戏 红唇重重印在迎戏香唇上 趁着迎戏还没有反应过来 五亲娘已经把香蛇 伸入迎戏的嘴中 撬开她的背齿 两条香蛇 很快交缠在一起 迎戏在五亲娘强烈的攻击下 忍不住有些行动 身体渐渐发热 呼吸也喘息起来 五亲娘坏笑着 也有些不满这样 玉手慢慢攀上迎戏的 丰满的胸部 轻轻一揉 重要部位给攻击 迎戏当时惊醒过来 羞红着一把 推开五亲娘 道 好了 亲娘别闹了 被一下推开的五亲娘 看着羞红的迎戏 也停住了 并且哈哈地笑了起来 迎戏见此 有些羞怒地一下 扑过去 很快两个女人打闹起来 一会之后 五亲娘离开房间 走在路上 几个女保镖跟在她后面 此时五亲娘脸色 却没有之前那样轻松 而一脸严肃 一直沉思着 大秦传承者这一件事情 因为那个大秦传承者 对她的危险也是极大 当时 在那霸道龙鸣下 她第一次心里 涌出一丝恐惧和慌乱 这还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虽然她想帮迎戏 可自己真的是 那个大秦传承者对手吗 第一次 五亲娘心里 如此没有信心 这也怪不了她 以她心性 的确很难有什么事情 影响到她 只怪那响彻九霄的龙鸣 实在太霸道了 五亲娘正想去赵府那里一下 看看她对这一件事 是如何看待的 不过她想 赵府只是赢家一个外戏 血脉不纯正 有可能是没有听到 那恐怖的气韵龙鸣 但五亲娘 还是想过来看看 她对赵府心中 一直十分看重 所以是想问问她的看法 说不定对自己有帮助 可来到赵府门前 保镖敲了几次门 都没有回应 五亲娘心想 赵府应该使用天气之识 进入了天气世界 在这个状态 是无法叫醒的 除非在外地的作用下 身处在天气世界的人 才会接受到提示 并且退出天气世界 所以 五亲娘也没有再坚持 少许有些失落 带着保镖离开了 其实他们这些世家之人 也没有多少时间 待在现实世界 一般都是在天气世界中 好好发展 要不是大秦传承者 这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 估计很多人都不愿意 退出天气世界最后 目光在转向 对一切还一无所知的赵府身上 赵府现在正要做打通 去往外界的通道 对于外界的事情 当然不清楚 如果知道 她已经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她会毫不犹豫选择低调 绝不想那样高调 什么试问天下 谁人不服的 以赵府现在的力量 哪敢这样子做 这分明是在拉仇恨 引起公愤 嫌自己活得不够长 虽然赵府现在力量不俗 但还是没有到那种 敌对整个世界的力量 做人了 还是低调好 赵府真的是不想 那样高调的和装逼一样了 现在引得整个世界都关注 这形成的压力多大 现在赵府 只想闷声发大财 可却造成现代场面 当然 一切赵府现在不知道 要等他退出天气世界 才知道 什么叫举世皆知 目光最后回到 打通去往外界通道 这一件事情上 现在早过了三天 巢穴又刷新一只绝空兽 可以打通两条 去往别的地区通道 这两条道路 赵府第一条想到 是去往小冤谷 因为小冤谷离的最近 还有去往那里的传送阵 早就修建好 可想到小冤谷 赵府心中 不由地想到遇见了张衡 赵府心中一直感觉 他是很危险的人物 更对他之后说 一定会见面的的话 有少许在意 此时 小冤谷一处幽静的小道上 张衡骑着毛驴慢悠悠地走着 对于三天前 那惊天动地的变化 他怎么可能会不知 当时 原本他悠哉悠哉地 骑着毛驴 随手在树上摘了一颗熟透 散发甜香气味的野果 刚想要咬上一口 可突然的天地气韵变化 当时让他一惊 整个身体僵住在那里 这样庞大的气韵聚集 那一定是有惊天大事发生 他扭头望向气韵聚集的方向 只见眼前一片混沌 分不清任何事物 这是天机屏蔽 随后 那一声霸道至极的龙鸣 令他脸色得有些苍白 不由地惊到一声 大情 直到那天地一向消失许久 张衡一脸凝重 在哪里不知道思考什么 过了很久之后 脸色才恢复正常 低声一句 大情虽强 但还无法改变我心中想法 张衡说完 咬了一口手中的野果 灯石皱起眉头 感觉果肉中有异物 低头一看野果 发现这野果早被虫子吃了 立即张衡把手中果子扔掉 并且把嘴中的果肉吐掉 身下毛驴须须地咧嘴笑着 很不给张衡这一个主人面子 张衡不满 拍一下这毛驴的屁股 这一边 赵衡也经过一想 感觉自己多想了 那个张衡自己又有何惧的 反正东西南北 四条道路一定是要打通的 如果能遇见到哪里 也能遇见 自己无需在意 然后经过一番思考后 赵衡决定 暂时先打通小鸢骨和百珠两处地方 选择这两处的原因都是比较近 重新脱下龙袍和网免 换上一件黑色斗篷 折盖住自己的相貌和体型 换一期间 赵衡倒是摸了一下 自己那一头齐腰长的黑发 作为一个现代人 稍微有些不习惯 但也没过多在意 然后 赵衡带着上十几名士兵和五名学士 使用之前就修建好的传送阵 连续使用二十几次后 再一次来到边境 又一次找了一处隐蔽地方 这一次地方是一个山洞 为了保证安全 赵衡亲自还把山洞口毁了 然后在这里修建一座传送阵 五名学士也很快就把这传送阵修建好 但因为处在绝空袋中 这传送阵是无法使用的 所以 传送阵显得暗淡无光 这时 赵衡取出一枚空精 递给一名学士 这一名学士 结果这一枚空精 相在传送阵中心 相在传送阵中心的空精 发出一道荧光扩散出去 原本暗淡无光的传送阵 也被激活过来 散发出传送阵专属的那种白芒 见此 赵衡带着所有人 再一次使用传送阵的定向传送 这一次没有收到传送阵无法使用的提示 一阵眩晕过后 众人来到一处乱石地之中 这里基本没有恐怖森林那种怪异的树木 属于新一个地区 提示 恭喜你来到新的区域小渊谷 获得十战薰 赵衡有些没想到 来到新的区域还能增加战薰 不过这家的十战薰也不太多 而且这种方式获得的战薰 王者之界的战薰翻倍无法生效 也就是获得十点战薰 就是十点战薰 这令赵衡心中有些奇怪 不过 现在最主要的不是这事情 想不通赵府也没有继续再想 又是带着人寻找一个山洞 这个山洞有100多米宽 赵府抽出配在腰间的天魔剑 现在的天魔剑 赵府已经寧愿做好剑鞘 使用一种叫黑铁的银色品质材料 这黑铁材质颜色和天魔剑挺配的 所以用它作为剑鞘材料 运转起王者之力 赵府一剑砍在洞口的石壁上 山洞口立即坍塌下来 完全把这里堵死 赵府又拿出一个白色品质的剑城之石 按在地下 选择使用 白色光波扩散出去 几座建筑浮现出来 然后赵府又命修建传送镇 这传送镇片刻就修建好了 赵府站在传送镇上 立即跳出四个选项 牛山城 斗城 火明城 独步城 这就是赵府想要的 只要在村庄中修建传送镇 就可以连通该地区系统主城的传送网 可以直接传送进系统主城 也不用再修建二十几个传送镇 来到找系统主城了 这在山洞里的村庄 还把洞口堵死 明显赵府不会发展这个村 因为在这种野外的村落 你没有几百兵镇守 是不会安全的 时刻担心会有别的人攻击 而且赵府走的是打通大量通道的路 要是一个地方就放几百兵 那赵府手中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士兵 所以与其这样 还不如选择不发展 不过这里赵府还是会派几个人 管一下 把每天这村庄刷新出来的人口 带回大秦村 现在这些白色建城之时 也没有多大用 主要是提供人口 其他属性之类赵府也根本用不上 看着眼前的四个系统主城选项 赵府第一个选择了斗城 第一次来到外区域系统城市 赵府还是比较有兴趣的四周看了看 这一次是赵府一个人传送过来 并没有带上其他人 因为如果带着那么士兵传送过来 一下就会上系统主城的黑名单 斗城这一座系统主城 相对就比较粗狂的多 建筑一般是用大石直接建城 并没有过多修整 民风上大多居民穿的也是 很粗糙的衣服 但透露出一股野性 赵府随便找人一问 明白了这座系统主城 为什么叫斗城 一般系统主城禁止私斗 提供决斗场解决各自的恩怨 斗城的城主 就是把这决斗场扩大几倍 并且鼓励决斗 在这里获得城市功勋的方法 不仅仅是通过任务 也可以通过决斗场的比赛获得 并且城主还主持赌局 按照比赛双方的实力 给一定赔率 所有的人都可以下主 所以斗城的决斗场 不仅仅是一处 而是很多处 并且还特意建造观众席 提供所有人观看 怪不得这里民风这样彪悍 这决斗场的确是这里一大特色 赵府也有些感兴趣的 走进一处决斗场看一下 这决斗场成一个圆形建筑 周围是一排排用铁木做出的木椅 中间有一个百米宽的笼子 里面有两个人正在厮杀着 这里的人也非常的多 声音很喧闹 现在他们目光注视决斗场中两人的厮杀 神情十分激动地喊着 此时 场中厮杀的两人 一人挥着刀 划破另一人的肚子 那人的场子一下露出了出来 场面很是血腥 周围的观众见到这血腥场面 更加激动地呐喊着 这时场中另一人 已经将划破肚子那个人杀死 砍下他的头颅 高兴地对四周观众席大喊着 然后 就有一个像是裁判的人 走进决斗场 宣布他的胜利 接下来就是领奖励的事 买这一个人赢的 可以直接到一边领取奖励 那一边也有专门的人 可以直接把钱币换给你 赢得决斗的人 不仅仅可以获得功勋 也会有很多钱币奖励 也吸引不少玩家进入 决斗场厮杀 而场中 厮杀的双方种类也挺多的 有原住民与原住民 也有玩家与玩家 还有与一些异族 甚至还有人与兽之间的厮杀 简单看一下 赵府心中沉思一会后 就离开这决斗场 开始做正事 来到房产处 利用身份的优势 购买了20处房产 并且开始准备开办酒楼的事情 花了两个小时忙完这些 赵府又去其他三座系统城市 把这里的事重复做一遍 然后又看了看小原谷的几种特产 一直忙活到夜晚 赵府才回到大清村 回到大清村后 赵府和几名大将商量一下 准备再建一个部门 那就是商部 管理商业这一边 其实之前 商业这一边不属于内政 而且赵府雇佣的 大多都是玩家 还有原住民 管事的就几个 但现在随着道路打通 是必须要有专门的部门负责 比如说管理酒楼 收购特产 倒卖特产 还有其他商品买卖 这需要很多的人手 没有一个部门是管理不好的 这方面 赵府交给八清负责 谈论完这事情后 其他人相继离开 最后只剩下赵府和概念 赵府留下概念 当然是有事是和他说 对于概念 赵府是想把他培养成一个绝世剑客 那种对剑道参悟到极致的人 弹指尖剑气激发 就可以秒杀一大片的剑中之胜 今天 赵府在决斗场所见 那种残酷 血腥 冰冷的地方 感觉那里挺适合概念的 通过不断的决斗 不断的厮杀 在生死之间掌握剑道之极 要不是赵府身份特殊 还有诸多事情要处理 倒是有点想进入那里磨练一下自己 那种残酷的地方 可以令人很快地成长 赵府把今天所见 也告诉概念 看一下他对这事的看法 概念听完赵府所说 也没有思考多久 拱手一礼道 殿下 我感觉 那里的确很适合磨练剑道 我愿意前去 文言 赵府却又一次提醒道 那里面真的十分危险 非生即死 你要有心理准备 概念认真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 见此 赵府从王者之界中 取出一柄极品银色品质的剑 递给概念 道 这一柄剑交给你 等一下我再帮你准备一些高级技能 听到赵府的话 概念却意外一声告罪 多谢殿下赏赐 但属下想亲自去挑一柄剑 并且 殿下不用帮我准备过多过高的技能 击中基础就可以 对于概念的话 赵府有些意外 但也能够理解 追求最本质的剑道 就不能过多被外物影响 赵府也答应概念的要求 随即带着概念来到大清的兵库 这里不仅仅有在白骨空间 获得的各种武器 也有各种用青铜金打造的装备 也有在外蒸伐的部队 带回来的大量装备 概念来到这兵库之中 见到眼前的无数兵器 轻轻呼出一口气 闭上了眼睛 抬起脚步 一步一步走过 摆放在旁边一件件兵器 过了一会 概念还是没有停下脚步 见此 赵府也皱起眉头 心道 不会这么多武器 没有一件概念心仪的吧 概念继续走着 眼看就要走到底 就在这时他猛地睁开眼睛 伸手从一边 拿起一柄沾了少许血迹 但好像没有擦干净的剑 拿起这一柄剑 概念剑指 轻轻抚摸着剑身 感受那剑身透露出来的 丝丝寒意 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 这笑容 令赵府有少许意外 因为这么久 概念就像一块寒冰一样 永远都冷着一张脸 赵府也第一次见到他笑容 所以才感觉到意外 概念选好这一柄剑 回到赵府身边 恭敬一礼道 殿下 我选好了 文言 赵府有些好奇地 看了一下概念的剑 还以为他选了什么好剑 可一看这一柄剑 只是白色品质剑 不知道什么时候 攻打村庄得到的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不过 能让概念选中 一定有什么特别之处吧 随后赵府来到圣光之城 打算帮概念准备几种基础技能 可得到一个惊天大消息 那就是城主身受重伤 系统组成的城主 竟然会身受重伤 听到这消息赵府有些震惊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以系统城主的身份 那个等级的存在 绝对是无法想象的强者 修为绝对是四阶以上 他们的强大 根本是不用说的 可现在令他们都身受重伤 这一定是发生什么惊天变故 令他们也没有能力抵抗 可赵府近些天都在天气世界 没有发什么惊天大事 等等 忽然 赵府通过得到的信息 好像城主身受重伤的时间 还有那惊天大事 不就是自己弄出来的吗 这让赵府冷了冷 但理清思路 害得城主身受重伤 是绝对和他有关 现在城主身受重伤 整个系统组成 都进入一个特别时期 守卫都大大加强 巡逻也更加频繁 以免出现任何意外 整个系统组成的气氛有些压抑 没办法城主受重伤 无疑是所有居民最担心的事情 赵府跑到秦南那里 也打听一下这方面消息 只听他面容凝重 但有一丝恐惧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当时城主不知道想做什么 一道恐怖无法想象的力量降临 直接把城主按在地上 我们强大无比的城主 竟然没有一丝还手的力量一样 这时 赵府也好奇地问道 那秦大哥 你有关于城主受伤的 其他小道消息吗 听到这话 秦南忍不住看了看四周 一脸严肃小声道 这是已经列为禁忌 你还是少打听为好 不然会引火上身 那种层次的事情 不是我们这些小人物能关注的 此时 秦南根本不会想到 令他们城主身受重伤的罪魁祸首 就在他旁边 赵府心中想到 这是可能与他有关 但还是做出一副明白的样子 不再打听那种 只有大人物才知道的事情 赵府告别秦南 为概念找了六种非常基础的剑术 然后赵府也回到了大秦镇 把六种基础剑术交给概念 随后 赵府也没有什么事情 也进入一边睡觉 一边修炼的状态 现在赵府不知不觉 修为也有八段 只差一点 修为就突破为九段 清晨 太阳从东边缓缓升起 又是一天的到来 赵府也从修炼中醒来 简单吃了一些作为早餐 然后带着概念来到斗城 来到斗城后 赵府和概念进入一个决斗场 此时决斗场还没开张 也没有比赛 所有决斗场有些冷清 然后 又来到一个彪悍的大汉面前 赵府开口问道 请问 注册角斗场勇士 是在你这里吗 赵府是已经打听清楚了 注册一个决斗场勇士 会得到一个最基础的木牌 这木牌当然是没有什么用 但它可以提升 只要你决斗场上赢的越多 这木牌也会变成铁牌 铜牌 银牌 金牌之类 拥有这些牌子 可以拥有不少好处 比如拥有铁牌 就可以购买一处居民区的房产 拥有铜牌 在斗城所有系统商店 会有一定折扣 拥有一个金牌 那都比你拥有一个男爵身份 都还要好一点 同时 这也会给你大量功勋 一般是完成一个任务的几倍 能兑换的物品中 也有不少好东西 比如黄金品质装备 黄金品质建成之时 高阶的丹药 甚至还有地位不低的官职 这时 大汉翘着腿 因为起得太早 打着哈欠 抬起头 看见眼前两个身披黑色 斗篷的神秘人 说道 是 注册一个缴纳五银币就可以了 文言 赵府掏出装有五十金币 小钱带递过去 道 我要注册一个 剩下算请你喝酒了 望以后多多照顾 大汉接过钱带一看 立即笑开了花 因为五十金币对他 也算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了 所以道 这完全没有问题 兄弟以后有什么事情 都找我就是了 钱果然能让关系更清静 这一下又称呼为兄弟了 赵府一笑 开口说道 那多谢了 这时 大汉拿出笔和纸 开始记录着什么 一边说道 放心今后 我一定帮兄弟找软柿子念 文言 赵府摇了摇头道 并不是我要注册 而是我身后这一位 随即 赵府把概念叫上前来 大汉看着走上前的概念 从他身上那微弱的修为波动 大汉有些诧异 随即笑着说道 兄弟不会吧 就他看他修为 才修炼没几天吧 这里可不是这种人来的地方 以他现在的力量 就等于直接送死 谁都可以轻松杀死他 赵府文言也笑出声来 他可知道概念的潜力 以及现在真正实力 所以道 没错就是他 大汉扫了一眼概念 扭头再一次提醒问道 你确定 这里可不是什么好玩的地方 兄弟我看你身手不错呀 要你来吧 这一名大汉 完全不信概念能在这里活下来 仿佛早看见他惨死的下场 扭头一看赵府 眼比较尖的大汉 发现赵府其实还不错的样子 所以想把赵府拉进来 赵府当然是拒绝 开口说道 我不适合这里 你放心我相信 他有实力活下来的 听到赵府的话 大汉再一次看了一眼葛念 既然赵府这样坚持 他也是没有办法 只能是用笔记录下来 然后又道 你是要你的真实名字 还是想要一个的代名 在决斗场 有些人使用的是自己的真名 有些却不想透露自己的名字 所以可以使用代名 一般比如什么恶狼猛虎之类的 赵府也把目光投向葛念 看他选择什么代名 反正真名是肯定不会用的 练剑 冰冷的两字 从概念口中说出 他来这里的目的 只是简单的练剑 文言 大汉点点头 记录下来 然后递给概念一块木牌 上写有练剑二字 然后大汉又拿出名单 看了看有些愁起来 对赵府道 兄弟 这修为一段之下的人太难找了 根本有什么对手 赵府轻轻一笑 道 随便找一个三段以上的就可以了 什么 大汉登石一惊 兄弟 这位是和你有什么仇吗 你想杀他直接动手就是 不要这样复杂了吧 大汉根本不用想 因为一个才修炼没几天 对上修为三段以上的人 可以说百分之百是必死的 根本不会相信概念有活的可能 所以听到赵府说 帮概念找一个三段修为以上的人 所以才能让吃惊 因为这不是在等于变相的杀人吗 赵府一笑 没有回答 而是扭头看向葛念 道 有信心吗 概念低手拱手 道 有 少主 因为在外不便称呼赵府为殿下 所以赵府让全部人在外称呼自己为少主 这称呼比较常见 有村庄的人都几乎这样叫 所以并不会引起多大的关注 文言 赵府扭头对大汉道 就找一个三段以上的吧 大汉见赵府坚持也没有办法 在名单才看起来 道 等一下就有一场 对手是一个三段修为巅峰的人 人称恶吧 兄弟你确定了吗 确定了我可安排了 等一下就会上场 出事可别怪我 大汉一二三的提醒 毕竟收了赵府如此多的钱 才会有如此好的态度 要平常肯定不会的 因为你的死活和他无关 赵府听到大汉的话 明白的点点头 然后和概念在一处专门为决斗双方准备的地方 等待起来 时间一点点过去 决斗场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随后决斗快开始的时候 决斗场和之前一样围满了人 这时 一个人走到决斗场的一个高台上 大声喊道 大家各自早上好 我是孤狼决斗场的主持 现在为大家介绍接下决斗的双方 一个是在我们决斗场 小有名气的恶霸 三段巅峰修为 我相信大家也有些熟悉 上一次 他用大府将一个修为四段多的人 劈成两段 这一名主持说完 一个一脸凶悍 扛着一把大府的男人 从一边走出来 他的走出 令无数观众都有些激动大喊着他的名字 看起来这恶霸 还是有点名气的 听到这激动的呐喊声 恶霸脸上也露出一丝笑容 他还是挺享受这种万人瞩目的感觉 简单挥了一下手 算是回应了一下 然后来到主持人旁边 这时 主持人又开始开口喊道 接下来 我在介绍恶霸的对手 是一个刚修炼没几天 修为还没有到一段 就加入决斗场的练剑 随即 戴念身披着黑色斗篷 也从一边走出 不过概念走出来 却虚声一片 不少观众纷纷吐槽 搞错没有 我们是来看厮杀的 不是来看虐杀的 让一个才修炼没几天的人上场 你这是在逗我吗 是啊 这也太没看透了 这不等于送死吗 没点激情 还是快点结束 开始下一场吧 听到周围喊声 主持人也有些尴尬 概念脸色却没有任何变化 来到主持人旁边 然后 主持人开始介绍赔率 买恶霸 赢是不到一倍 买概念是三十倍 可以看出 根本没有人相信概念能赢 众人看着恶霸肯定赢的 所以在主持人介绍完毕 几乎所有人都买了恶霸赢 因为这等于白赚的 恶霸见此 也有少许得意 看向一边的葛念 哼一声 概念却无视这条性 还是面无表情 赵府见此一面倒的场面 不由地倾笑一声 随即赵府 掏出一千金币 买概念赢 对于概念赵府很有信心的 要不是这种赔率特大赌局 为了防止崩盘 主家亏钱 购买的赔率是有限的 只能购买一千金币 不然赵府 还可能把身上的钱币都丢上去 随后 所有人购买赌注 恶霸和概念 也分别从另一边 走进那一个百米宽的大笼子中 主持人也大声宣布 决斗正式开始 这时 就有无数观众大喊着 恶霸快杀了他 早点结束 好进行一场 这一次稳赚了 下一次还迈你赢 恶霸听着场外的叫声 更发得意地大笑起来 对于这修炼才没几天的人 恶霸信心十足 叫道 哎你小子现在 现在跪下颗三个头 说不定等下我 还会饶你一面 概念没有回答恶霸的话 只是站在那里 将握着剑的手伸出 甚至还没把斗篷脱下的想法 斗篷可以遮住样子和体型 但还是会稍微妨碍动作 特别是在打斗的时候 这一举动 不止引起了恶霸的嘲笑 还引起了全场的人 所有的嘲笑 心想这个 才修炼几天的人 太能找死了 一边的主持人 看着眼前一幕 对之前和赵府交谈的 那个大汉说道 老兄 这一次真搞错没有 让一个才修炼 没几天的人 对抗恶霸 大汉也是一脸无辜 道 我也不想 可这位亲自说 要和三段修为以上的人比赛 是吗 主持人也有些奇怪 把目光投向场中概念身上 因为有斗篷阻碍 也没什么发现 所以对这一个 才修炼几天的人 能战胜恶霸他 真的还有些不幸 场中面对恶霸嘲笑 概念还是没有什么反应 只是一手持剑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像一根木头一样 见概念毫无反应 恶霸心中有些不悦 或者是说无趣 冷哼一声 竟然是你自己找死 那也别怪我 恶霸举起手中大腹 运转起修为之力 就像概念冲了过去 可以说 恶霸还是有些实力 气势十足 如同巨大的猛兽一样 很快 恶霸就冲到概念面前 场外观众 来到这里 当然只是为了 看血腥杀戮的 看着恶霸一斧子 披向概念 心中已经感觉 概念已经死定了 所以观众非常兴奋地尖叫着 恶霸心中 也认为概念是死定了 宁笑着 高举的大腹狠狠劈了下去 但就在这时 概念缓缓抬起头 看向恶霸 这一双冰冷的眼睛 令恶霸身体一顿 带着刹那间 概念挥动了手中的剑 枪 一声清脆剑鸣响起 一道弧形剑光 一闪即逝 这一剑快到极致 甚至大多数人都没有看清 噗 恶霸整个身体僵硬在那里 一脸愕然 颈部喷出大量鲜血 形成一道血物 而一手持剑 身披黑色斗篷 身处血物中的概念 充满着无尽令人恐惧气息 原本全场喧闹的场面 瞬间变得哑雀无声 碰 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 恶霸身体一软 半跪下来 随后无力倒在地上 鲜血在地上缓缓流淌 恶霸死前 一脸不敢置信 自己竟然输在一个 刚修炼没几天的人手中 在场所有的观众 也是一脸吃惊 刚刚只见概念抬手 一道弧形剑光闪过 就是一切的结束 如此简单 如此之快 这真的是才修炼几天 能做到的吗 观众们都有些不太相信 因为概念现在给人的感觉 就是一种极强的感觉 绝不是一个菜鸟 能拥有的不过 也有些眼间发现 概念的确才修炼没几天 刚看他带出的剑盲就知道 他的强大是他的剑术 几乎已经到达登峰造极地步 仅仅差一点就可到达宗师级 开宗立派都已经足够 没错 概念现在的强 是体现在剑术上 因为概念当年 就已经是天下著名的剑客 一生都追求剑道 那些剑道经验 这些都可是传承下来了 好强的剑术 原本之前还有些不相信的主持 也忍不住开口说道 大汉瞪大眼睛 看着场中的概念 也很是意外 因为他也没有想到 概念如此的强大 刚刚他真的还以为 概念是死定了 此时听到主持人的话 也忍不住点点头 在场的所有观众 一致改变之前的态度 因为全都有些眼拙 竟然没有发现 概念如此强大 在短暂的无声后 所有观众激动 大喊着概念的代名 炼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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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中很是热闹 赵府副手站在一边 目光也落在概念身上 这时 主持人走向台 大喊道 现在如大家所见 胜者 练剑 接下来的事情 大多人脸上就苦了 因为几乎所有都买了罢赢 现在是概念赢 所以也就是刚买的赌注输掉了 每个人都亏了不少钱 赵府则是大赚一笔 因为是三十倍的赔率 赵府的一千金币 翻三十倍 就是三万金币 比赛如此之快地结束 看着场中的观众如此激烈 大汉和主持商量一下 随后大汉跑到赵府身边 热情地说道 兄弟 要不再让你数下来几场 文言 赵府一想 刚刚对于概念热手都不算 所以点点头答应下来 并开口道 找五个四段修为以上的人一起上吧 大汉听到赵府的话 有一次惊讶 但一想也明白 因为此时概念的真正实力 他也无法判断 随后 第二场比赛开始 这次五名对手 体型 样子各异 有高的 有矮的 有长得丑的 也有长得不错的 不过也有共同一个特征 是那眼中凶恶的目光 明显这五人不是什么好人 这五人有刚突破到四段修为的 也有四段巅峰 只差一步就进入五段的人 原本大汉找上他们时候 他们一个人的时候 还有些不肯接受 因为刚刚见到概念那种恐怖的剑术 当得知他们有五个人的时候 才答应下来 他们现在有五个人 心中也有些自信了 因为就算概念剑术再强 也不过是刚刚修炼几天的菜鸟 他们也认为 其实刚刚原因是 恶霸太大意了 他们五人可不认为 自己会和恶霸一样 观众见到五打一 如果是之前 又肯定会先是乱叫一番 比如什么 竟然找五个四段修为 打一个刚修炼的菜鸟 弄错没有 又或者是说 他们五个人打一个菜鸟 还有脸吗 但是现在 所有观众都目不转睛地看着概念 想看看 这位身穿斗篷神秘的练剑 到底有多强 他们心中也充满了期待 随着主持人一生比赛开始 五人化为五道黑影 冲向概念 一下就把概念包围住 被包围的概念 却还是一手持着剑 站在那里 像一根木头一样 没有任何变化 五人一脸凝重地 在概念周围走动 想在概念身上 发现一丝破绽 可是没有任何结果 在外的观众 也认真地注视这决斗场内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因为知道这是 什么级别的战斗 一会之后 在压抑的决斗场中 一个人终于忍不住出手了 举起手中大刀 从概念身后 一刀向概念砍去 也就在这时 概念也动了 转身就是一剑挥出 一道冰冷的剑芒 斩出 攻击概念的那人 灯石之间 只感觉心意寒 汗毛炸起 还没有任何动作 他的头颅就高高飞起 另一个人 抓住这一刻 对概念展开攻击 一剑向概念劈去 概念身体向一侧 躲过这一人的攻击 并用手中的剑 从下往下一撩 剑锋从那个人的腹部 划到左肩 鲜血飞洒 身体内脏被一剑割裂 第二人语 就在这时 第三人展开攻击 用力握紧手中枪 一枪刺出 快如闪电 带出一声破空声 从后面向概念心口刺去 这人正是有快 武断修为的那人 眼光可以说十分毒辣 就在概念出手 将第二人击杀的时候 瞬间出手 速度极快 在场外的观众 都忍不住倒吸一口气 但眼看长枪 就要刺中格念的时候 概念一个后空翻 躲不过这人攻击 并且在半空中将剑一挥 噗 剑光一闪而过 那人头上多了条血痕 随即倒地毙命 又一人不死心 冲上前 可下一秒 刚落地的概念 甚至没有看一眼 一剑挥出 一抹飙血 那人捂住喉咙 在地上痛苦挣扎一会 就此毙命 概念冰冷的目光 落在最后一人身上 这人是一个比较瘦的青年 修为刚刚突破四段 本想过来混一下 可没有想到概念如此的强 在概念那一双冰冷眼睛之下 那人内心恐惧 整个身体忍不住颤抖起来 丢下武器 跪在地上 认输起来 并哭喊饶他一命 概念见此也没有再动手 转眼间 又是一场战斗结束 决斗场中鸦雀无声 观众们都睁大眼看着场中 那身穿黑色斗篷 手持着一柄沾血的剑 散发冰冷 杀戮 又充满神秘的概念 观众不再称他为练剑 而称之为剑魔 随后 概念又经过几次比赛 毫无意外 都是概念赢 现在他的对手基本是五段以上 要五段之下 那就必死无疑 经过这几次比赛 概念的身份牌 也瞬间升为铁牌同时 概念那种极强的剑术 也被常人所知 他剑魔之名 也随之散播开来 不少人已经知道 有这么一名极强的剑道高手 来到斗城 而现在仅仅是概念开启在 斗城传奇的第一天 日后他的事迹 肯定会远远流长 甚至受人敬仰膜拜 几场比赛结束后 赵斗把概念留在决斗场 让他继续磨练他的剑术 赵斗则一个人来到 之前购买的一处 正准备做酒楼的房子 这里已经是在装修 很快就可以营业 这里的经营模式 还是和西洛楼一样 雇佣玩家为服务员 至于厨师 赵斗则没有在用玩家 因为赵斗已经培养出一批厨师了 当时开西洛楼 为防止厨师被挖墙脚 赵斗就已经在开始培养厨师了 这之前也有提及 这些厨师当然是大秦的居民 相比玩家厨师来说 他们更忠诚赵斗 绝对不会和玩家厨师一样 为钱就可以出卖一切 要一般玩家厨师 被别人挖墙脚 赵斗还可以忍受 大不了再找 赵斗最怕的是那种 被另一边竞争对手收买后 在饭菜里下毒的事情 这样事情出现一次 那你的店几乎就毁了 而且 这种事情现在多的是 为了以防万一 赵斗还是用自己人 至于这酒楼 赵斗是不会用西洛楼的名字 因为恐怖森林出现西洛楼 要小圆鼓又出现西洛楼 这会使西洛楼太引人瞩目 所以 名字是一定要换的 而且不只是这一家 以后开的每一家酒楼 都会用不同的名字 以眼人耳目 此时 酒楼已经有管理人 为商部中的一员 全部都是 有一定的商业管理知识 能很好处理 这方面的各种问题 现在 酒楼也在招人 因为待遇很不错 很多女生排着队等在外面 赵斗只能从一边走进去 看见赵斗走进来 原本负责管理这里的三个人 连忙站了起来 恭敬一礼道 少主 赵斗点了点头 道 不用在意我 你们继续 我只是来看看 三名管理人员 听命地继续面试 周围女生也得知 赵斗才是老板 在面试人群 发现一个熟人 这一个熟人 是一个长相清秀 身材苗条 年纪和赵斗差不多的女生 她名叫孙晴 是赵斗以前读大学的同班同学 赵斗也有些没想到 竟然遇见之前的同学 因为进入天气世界的人 都是随机的 所以 在现实世界中 那怕是一个地方的人 进入天气世界后 也会出现在别的地方 赵斗心想着 顺着以后打开的通道越多 或许遇见的熟人 也会也多吧 对这事情赵斗心中 没有任何变化 而赵斗和孙晴的关系 也只是属于普通同学而已 有说过几句话 印象还不错的样子 孙晴也察觉到赵斗目光 抬头也看着前面 身披黑色斗篷的神秘人 忽然有一丝熟悉的感觉 但又一想 自己一个小平民 那见过这种大人物 据她所知 这还是玩家 在斗城开的第一家酒楼 光买地就要八十多金币 八十多金币啊 算算都等于八百万现实钱币了 虽然最近现实钱币贬值得很厉害 但那也是八百万了 她都想都不敢想有这么多钱 孙晴是把赵斗当成什么世家公子 集团少爷那种大人物 所以面对赵斗目光 孙晴也没敢说什么 因为那种大人物 可以有一百种方法让你死 此时 赵斗也收回目光 记得孙晴也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大学生 家里还有四个弟弟妹妹 经济是有些困难 不然 她也不会在天气世界都选择打工 赵斗叫来管理人员 在她耳边说 收下孙晴 管理人员恭敬点点头 偷偷看了一眼孙晴 看得孙晴感觉怪怪的 赵斗说完就离开了 对这类事 赵斗能帮助 还是会稍微帮助一下 在赵斗走后 管理人员走到孙晴面前 微微一笑地说道 恭喜 你被录用了 什么 孙晴有些吃惊 自己还没有面试呢 怎么一下就被录取了 孙晴还以为自己不会用录用 因为这里都来了快三百多女生应聘 这竞争压力 孙晴都有些没信心了 可令她没想到 竟然这样就被录用了 孙晴感觉 这是与之前 那神秘老板看她一眼有关 同时心中疑惑 难道自己真的 认识那种大人物 孙晴小姐 你明日就可以来工作 这时 管理人员和善地 对孙晴开口说道 孙晴也连忙反应过来 开心地点点头 虽然不清楚什么原因 但能在这里工作 可以挣上一大笔钱 这不仅仅可以交自己学费 还可以贴补家用 心情自然十分开心 那谢谢 我先走了 孙晴对管理人员感谢一声 随后就离开了 然后退出天气世界 打算把好消息和家里说说 目光在赵府这一边 这时赵府又来到一处 正在装修的房子里面 这里是属于商会驻地 这商会当然赵府所见 名叫烟雨商会 专门管理各种各样的生意 直接归属大秦商部管理 这种商会涉及到的生意会很多 同时利润也非常大 所以比较引人瞩目 赵府是打算建立四个商会 这四个商会 是会在不同时间 不同地点出现 不会让人怀疑 这四个商会 其实属于一家 同时 赵府还想创建几个势力 这几个势力 大多会由玩家组成 他们的作用当然有很多 但赵府在这里 暂时不详细说明 而赵府也会在幕后操控一切 并不会露面不过 现在赵府还没遇见 合适的人选和时机 所以这计划会暂时停一下 在窦城看了几眼 随后赵府又去 其他三座系统组成 瞧了几眼进度 然后满意地回到大秦村 进行打开第二条 去往外界的通道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这一次赵府带的人很少 有五名专门修建 传送阵的学士 还有三名普通士兵 这一条通道是 前往百竹 而打通这一条通道的过程 几乎和之前一样 比如连着使用 二十多次传送阵 然后找一个山洞 使用建成之时 在其中建立一个村庄 然后连通百竹的 四个系统组成 百竹是和名字一样的地方 这里的竹子非常地多 成片成片翠绿的竹林 宛如绿色的海洋一般 十分壮观和美丽 同时 这里竹类繁多 也不缺乏那种高几十米 有水桶般粗大的百年老竹 在这里竹子 已经取代普通木材 所以 这里建筑也大多以竹子为主 在风格上 很清新典雅 赵府传送进四座系统组成 先是购买房产 找一处开九楼的房子 这是基本要做的 处理完这些 赵府才有空在系统组成转了转 看有什么特产之类 随后 转了几圈 倒也有些收获 赵府发现 这里竹鼠很是硕大 味道也异常美味 很受欢迎 而且 在百竹也有很多 以竹鼠为主材料的菜肴 同时 这里因为大多地方是竹子 无数竹鼠的食物不缺 所以数量很多 竹鼠的价格也不贵 一只四五斤的竹鼠 不过三十同币 看到这竹鼠 赵府也买了一些带回去 打算回去做专属菜肴 因为顺着时间变化 各大势力发展 很快也会有人把身份提升到男爵 也可以在系统组成购买房产 要他们也开办九楼的话 到时候 这赵府九楼的生意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利用别人没有的东西 做出的各种专属菜肴 这就是优势 也是在诸多九楼中胜出的关键 处理完这些事 赵府再一次回到大秦镇 刚回来就发现 李文神情喜悦在等着自己 现在地下通道 两支队伍在进行探索 因为下面一切都属于未知 危险程度很大 所以 赵府令李文他们 万事都要小心 虽然速度慢了下来 但赵府认为他们 生命安全为重要 而李文一般时间 都待在地下通道 很少会见到他 今天看着 他在等待自己 赵府有些好奇问道 李文你找我什么事 听到赵府的话 李文先是一礼 脸上一副笑容 从储物界中 取出十几枚光球 这些光球 都散发出微微白芒 而光球内 似乎有一个个威武的士兵虚影 没错 他们全部都是兵之魂 见到这么多兵之魂 赵府也一喜 因为这么多兵之魂 加上之前的获得兵之魂 数量已经达到103枚 完全可以合成一个 降者之气降者之气 这赵府可是眼馋了很久 现在终于可以拥有了 也颇为高兴 主人 我要 这时 天魔的声音在脑海响起 这么多最精粹的灵魂之物 可以说 对他说 也是大补之物 但赵府却一口回绝他 因为这兵之魂数量稀少 赵府可不能随便给天魔吞噬 赵府还想凑起24件降者之气 然后获得王者之气 现在赵府手中的王者之剑 就是用一枚上古王者之气碎片合成 仅仅是一块碎片 就如同外挂一般的作用了 要完整的王者之气 那该有多强大 天魔对赵府一口回绝 心情顿时不开心了 缩在剑内 不再说话 随后 赵府当然取出一枚霉兵之魂 进行融合 最开始 赵府是把两兵之魂融合在一起 这两枚霉兵之魂融合在一起后 外表上没有什么变化 在其中的士兵虚影 他们身体却好似更加凝实 散发的力量也更强大了一些 然后 赵府又继续进行融合 把第三枚 第四枚 第五枚 随着赵府融合兵之魂越来越多 光球内那士兵虚影 已经完全凝实 也散发出不俗的力量 此时赵府 才将十颗兵之魂融合在一起 赵府查看一下这属性 也发生改变了 兵神魂 多个兵之魂融合在一起所产生之物 可以进行装备的强化 也可以进行召唤 也可以将其融入阵法或者建筑之中 作为阵守之灵 兵神魂的作用比兵之魂大了不少 比如兵神魂还可以进行召唤 赵府想 这召唤应该和类似灵魂结晶一样 比如赵府之前使用的灵魂结晶 召唤出铁背妖雄 不过 这兵神魂 好像没有说召唤有限制 应该是可以使用多次 看完兵神魂的信息 赵府接下来 本想继续融合 可却得到提示 不能再继续融合 这什么意思 不是说 凑齐一百个兵之魂 就可以融合成降者之气吗 怎么又不能融合了 赵府一脸奇怪 细看一下提示才明白过来 原来是不能直接把一百个兵之魂 融合在一起 需要把一百兵之魂 融合成十个兵神魂 然后才能继续融合在一起 而且 最后需要拥有武将之类的职业 才能进行最终的融合 看到这里 赵府命人把白起叫来 不少人听到 要融合降者之气 也纷纷好奇跑过来 因为这降者之气 从发现地下通道不久就得到了 当时力量弱小 对那骷髅队长的强大 还是历历在目 当时 他掉落的兵之魂 众人都知道 不是普通的东西 心中也一直期待融合成降者之气 现在这愿望终于成功了 殿下 过了一会 白起也赶来 对赵府拱手一礼叫道 闻言 赵府扭头看向来到身旁的白起 一笑 把已经融合的十个兵神魂递给他 让他进行最后融合白起来之前 也明白 赵府找他合适 所以 此时也没太意外 同时心中也好奇 降者之气是何物 按照提示 白起开始进行融合 十个兵之魂 散发出大量的白芒 从白起的手上 漂浮到天空之中 以白起为中心 形成一个圆的样子 天空上的冰之魂 散发的白芒越来越大 最后形成十个巨大的光球 哄 一道轰鸣声响起 十个巨大光球 爆发出一股强悍的力量 使得整片天空都一震 刹那间 风云涌动 以白起为中心 掀起一场巨大风暴 向四周肆虐开来 在这时候 天空上十个光球内 原本凝视的十个士兵身体 如冰一般开始融化 最后变为一缕紫气 十个光球也在互相呼应 哄 又是一道巨大轰鸣声响起 只见一颗巨大的紫色星辰 散发出尊贵的星光 带着浩瀚庞大的气势 突破白日的限制 降临在大秦的上方 这一刹那 无数的能人意识 都似乎感觉到什么 包括和仙如也在内 一致扭头 看向天边那一颗白日 出现的紫色星辰 脸色一惊 不由自语道 将心归位 怎么可能如此之快 就有人将心归位了 无数能人意识 抬头看向天边那一颗紫色星辰 心中一片震惊 有些无法自语道 将心乃是一种命格 与诸天星宿互相呼应 但有将心者 日后必定成为一个大将 他们能力也极强 能文能武 可治国 也可安邦 他们的作用 就是辅佐君王 也是一种极大气韵之人 由大气韵加持其身 在古代就常有风水相识 这样说 将心入命 就是说明他日后成就非凡 一定会成为一个 位高权重的大人物 比如 韩信 诸葛亮 秦琼 等等 这些无疑都是名垂青史的人物 每一个都为君主 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以此可看出他们重要性 现在 随着天启世界的出现 一个个历史名将复苏 他们的将心 是处于被封印的状态 在日后会随着时间变化 才会慢慢解封 这种则在能人意识口中 称之为将心归位 当然 天空出现这种紫色星辰 也有将心入命 你说 将心入命 和将心归位不同 他的意思是 每一个带有将心之命的人 他们出生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种紫色星辰 将心入命 只天生下来 就是大将之才 将心归位 则是之前将心被封印的人 此时 天启世界将心入命的人 暂时还没发现 但这并不代表着不可能有 因为这种将心入命 是巨大气韵星衰下的产物 比如身处乱世之时 就会有很多带有 将心入命的人将士 家国不稳 外族入侵时候 也会有出现将心入命 他们都是气韵星衰之时 才会出现 而现在的天启世界 就属于一个大乱世 所以 应该会有不少 将心归位 而不是将心入命的原因是 这将心的变化并没停止 而且还带有浓重的历史感 目光在转向大秦阵 巨大风暴中心 紫色星辰下 白起接受到提示 缓缓将配在腰间的 斩星剑抽出 剑指苍穹 啊 白起一声大吼 体内一股庞大的气势爆发出来 大量血色气息 从白起身体中冲出 此时 风暴强度比之前大了几倍 等时飞沙走时 无数周围原本看热闹的人 猛足了力量 抵挡着狂风 但还是被这暴风吹得退了老远 照幅也放出一个黑色龙蚊罩 在这狂风肆虐之中安稳立足 哄 一道轰鸣声响起 几道血色电弧在白起身边闪现 随后白起的身体爆发出一道血色光柱 笔直地冲向那一颗巨大的紫色星辰 血色光柱撞入一个紫色星辰 原本那一颗巨大散发出尊贵光芒的紫色星辰 渐渐被染成血色 一股冰冷杀戮的气息从中散发出来 无数奇人一事 见到紫色星辰转变为血色的那一刹那 瞳孔一缩 再一次惊到 七杀 七杀为十三将星其中之一 主杀戮 逢杀变杀 一种杀伐性极重的将星 同时 七杀与贪狼和破军 在命宫的三方四正会照时 就是所谓的杀破狼格局 此三星一旦聚合 天下必将一主无可逆转 七杀星散发着淡淡血色光芒 挂在蓝天之上 场面很是奇异 这时 白起身上的血色光柱 缓缓弱下来 越来越小 即将消失 但就在这个时刻 哄 天空上的七杀星 降下一道血色星柱 落在白起身上 瞬间空气爆裂开来 化为一股冲击波 向四周散开 这巨大的冲击波 使得地面均裂开来 令旁边的照幅也退了一步 好在此时 暴风也已经停止 处在血色星柱之下的白起 还是那一个剑指苍穹的动作 但星光透体而过 使得白起的身体 也发生着改变 双眸中透露出 冰冷的血色光芒 他的一头黑色长发 因为之前暴风吹散 凌乱地劈在肩上 他就站在那里 浑身散发着杀气 整个人看起来可怕至极 这时 天空上那十颗巨大的光球 也缓缓向白起聚拢过来 然后融入白起所举的剑之中 原本银白色的斩星剑 融入光球后 先是变成一柄尊贵紫色的剑 随后 紫色又缓缓变成血色 最终形成一柄血色之剑 和血色的星光一样 散发冰冷的杀意 剑身几道流光 转动刻出七杀二子 最终七杀剑也完全定型 随后 血色星柱也渐渐小起来 然后缓缓消失 天空上的血色星辰 也慢慢隐于天幕之中 一切异象也最终消失 地上狼藉一片 白起站在中间 一股宛如实质的杀意 笼罩在他周围 令一切生灵不敢靠近此时 白起已经恢复到历史上那个白起 杀意是为罪 图万事为熊 图得九百万 方为熊中熊 历史上白起本来就是七杀主命 一生征战杀场达三十七年 攻取七十余城 兼敌过百万 未尝败继 然善使者未必能善终 他最后还是被刺死 想到刺死他的这一件事 赵福也不由得一探 这的确是君之过 非臣之错 赵福今后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看着天边的血色星辰缓缓消失 无数奇人异事 也收回目光 也强忍住想推演的冲动 因为将心之命的反噬 仅仅就比推演天子命格小一点点 如果他在拥有庞大气韵的天子命格下 那反噬还会大三几倍 现在又没有将心入命的人 那这一个将心归位 解封出七杀星的人 一定是另有七主了 那这一人又是谁 又在谁的手下 第一个就解封出七杀 这注定了在未来 他必定名震天下 忽然 众多奇人异事 才想起这一颗七杀星 出现的是在一个众人不愿提及的方向 那就是北方 联想到什么 众人脸上一惊 不由得道 不会这样吧 这颗七杀星属于大秦 不过 因为中土大陆的北方很大 也许这七杀星 有可能不是属于大秦 虽然是这么想 但这一颗七杀 属于大秦的比例 最少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不少自命不凡的奇人异事 心想之前 大秦获得华夏一族气韵倾斜 现在又可能拥有七杀 在未来足可形成一个庞大的势力 不少人也心生投奔之心 而一些已经有主的奇人异事 纷纷神色凝重地 把这事上报给各大传承人 大秦这刺耳的词语 再一次在他们耳边响起 原本华夏一族气韵倾斜这件事 把大秦之名推上顶点 引得众人不满 现在他们最不想听见的 就是大秦的消息 奈何现在又听见大秦的消息 好在这也有可能 七杀不属于的情况下 所以这件事 也没有引起什么轩然大波 当然少许的轰动还是有的 另一边 何仙如站在阁楼处 看着大秦镇方向 脸上忍不住露出一丝美丽的笑容 自语道 殿下 你果然没辜负我所望 美女师傅 你在干嘛 厨房正有事找你 霍卿看着何仙如站在那里 有些奇怪说道 闻言 何仙如扭头 看了一眼霍卿 摇摇头说道 厨房里的事情 暂时交给你 我现在要退出天气世界一会 哦 霍卿应了一声 看着何仙如的身体缓缓消失 扭头也回到厨房 现在厨房都交给他 他窃息几声 也正想看一下自己厨艺进展怎样 目光在转向张横这一边 原本张横骑着毛驴 向窦城方向走去 看着天边那消失的七杀星 神情认真 也有少许严肃 随即开口道 未来秦国必定是顶级强国之一 魔术城一大一小 两个墨家中人 看见消失的七杀星 那个称为林书的人 不由地一探道 杀气如此之重 日后此人必定沾血无数 嗯 旁边那一名少年也应了一声 说道 他给我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林书文言点点头 解释道 墨家之意 是奸爱 非公 杰用 明鬼 天智 此杀戮过重 又乃是江星 才会引起你的天公莫言的不是 少年明白地应了一声 也没有再说什么 低下头挽起手中的目 最后 目光再回到大秦镇 此时白琪也恢复到正常 看着一片狼藉的景象 有些歉意地对赵府拱手道 殿下 抱歉 听到白琪的话 赵府轻笑一声 怎么可能会责怪他 摇摇头示意他不用在意 其实赵府也有些没有想到 合成降者之气时候 竟然也开启了江星 对于江星这事 赵府也不是很懂 此时 赵府心中有些好奇问道 白琪 现在解封江星感觉怎样 闻言 白琪一想 便开口道 殿下 我的属性并没什么变化 只是感觉比之前好上很多 对着模糊的回答 赵府一想 江星解封应该是 某种气运上的改变 不同于实质能见的 所以也没有再问 目光转向白琪手中的血色之剑 对着赵府也很感兴趣 因为 这可是融合了降者之气 又好像和江星发生了某种融合 这剑的效果应该很不简单 赵府接过来一看 七杀 剑 品接 实施 属性 力量加25 智力加15 体质加15 敏捷加15 减剑 原本经过岁月轻石的半传奇武器 后经过降者之气融入 又与七杀江星之力融合 现在已形成降者之气 七杀剑 该剑附有六大特殊效果 特殊效果一 将者之力 统领之兵获得该效果全属性加5 该效果可以叠加四次 每一次效果会得到相应的降幅 赵府光看见第一个效果 行中就一喜了 因为全属性加5 可等于20点属性 和一件低等黄金装备所加属性都一样了 现在只要算白起带领的士兵 那每一个人就等于白白获得 一件黄金品质装备属性加成 这足以令人高兴 最令人意外的是 这效果竟然还可以叠加四次 不过叠加后获得的属性 也会相应的减低 假如赵府拥有很多降者之气的话 要合在一起的使用 这里指拥有降者之气的几个将军 职业在一起 就会获得该下属性 第一件全属性加5 第二件全属性加4 第三件全属性加3 第四件全属性加2 四件降者之气 这一共等于加56点属性 实在太恐怖了 几乎和一件很好的传说品质 装备属性一样了 不过现在关键是 能不能获得那么多降者之气 特殊效果2 降者之勇 该效果可以提升大量士气 并使得士兵心智坚定 对幻术 阵法免疫正200% 该效果可叠加6次 这效果也不错 以后战事扩宽后 一定也会遇见这些精通 幻术阵法的敌人 这效果会很有效 这里的200% 指的是幻术效果减少两倍 可叠加6次 也就是可以减少12倍 特殊效果3 降者之光 该效果可以使得士兵 恢复速度加快 但有一定治愈效果 可叠加12次 特殊效果4 降者之兵 该效果可使自身 专属兵种上限正200% 并且专属兵种 获得前三种特殊效果 正50% 该效果无法对 叠加效果加成 只叠加一件效果属性 第四种要解释一下 专属兵种上限就不用说了 说一下专属兵种特殊效果 加正50% 这里也就是说 你的专属兵种 获得的前三种特殊效果 额外正50% 不过 这里无法对叠加后的效果进行加成 也就是说 你的装备只能获得 最初基础效果的50%的提升 比如 效果一全属性加5 第四效果 使得专属兵种全属性加7 不能把叠加后效果提升50% 特殊效果5 兵器凝形 每一个士兵都可散发出自身的兵器 所有的兵器可以融合 形成某种强大的兵器 或者是猛兽 看到这里 赵府才发现 效果5最强大 因为可以把每一个士兵的力量聚集起来 比如 把1000士兵的兵器凝聚 可以形成一只猛虎 这猛虎 因为有一千士兵之力 所以力量肯定不会弱 绝对是战场中的杀戮机器 接下来是最后的特殊效果6 杀戮者 该效果可以使得士兵 进入疯狂杀戮状态 处于该状态的士兵 一切力量可获得5 8倍增幅 并且获得七杀之力 因七杀之力 属于13将星之一七杀星的力量 该力量加持 可获得法系伤害-30% 精神系伤害-80% 幻术无效 极大免疫神术 但缺陷极大 此状态所有士兵会失去一切理智 这就是七杀戒的第六种效果 也就是受到七杀星影响而形成效果 这效果的确无比强大 一切力量可增加5 8倍 还可以获得七杀之力 更有多种免疫 处于状态的士兵 完全可变为人形兵器 绝对的恐怖无比 但缺陷也极其明显 会丧失一切理智 这就代表 士兵不会再轻易受到控制 除了拥有七杀剑 又有七杀将星主命的人 很难有人压制这种 陷入杀戮者状态的士兵 第六种杀戮者的效果 使用还是需要慎重一下 应该只能关键时刻 才能使用的一种效果 赵府看完七杀剑的属性 重新将它还给白启 现在白启获得七杀剑 赵府倒是对凑齐24件 降者之气后 融合的王者之气 更加期待了七杀剑 加上天魔剑 现在大秦村 已经有两件史诗级物品 也算不错的成就 因为现在除赵府之外 根本没有一个玩家势力 拥有一件史诗级装备 这件事情也到这里 接下来的事情照常 在外探索的队伍 完全交给白启带领 王检暂时先坐镇后方 理私管理内政 八清管理商业 现在一切都有专门的人管理 各司其职 赵府也倒是轻松下来 好似也没有再需要赵府的事情了 就是到别的系统 主乘购买房产才需要他 其他的事 都有专门的人管理 还有已经打通两条道路 绝空兽则需要三天 才能刷新一只 所以赵府暂时是没有什么事情 闲来无事 赵府在大秦镇转了几圈 看看现在大秦镇 欣欣向荣的发展 又到秦石书院看一下 赵府也有意外 一是 看着阿萨尼的小丫头 换上一件文士袍 气质没有之前那种奇幻 多了一丝滑下那种儒雅 讲起课也有几分老师的样子 二是 虽然现在秦石书院条件艰苦 但看着这些学生 也属于非常认真那种 人就是这样 越难得到的东西 就越发珍惜 巨大压力才会有动力 在国婆家王的时候 有人就会带着伟大理想 为国家崛起而读书 但物质丰富了 读好书 仅仅是为了今后有一份好出路 在这里看了几眼 赵府想来也没什么事了 回到属于自己房间 盘坐在床上 吞下几枚小灵丹 把剩下时间 放在提升修为这事情上 时间一点点过去 转眼就到了第二天 盘坐在床上的赵府 吐出一口浊气 缓缓睁开双眼 此时他的修为 已经到达九段 还有一段也可以突破一阶 赵府也不知道 玩家突破一阶 会有什么变化 想着很久没有退出天气世界了 赵府随即也回到现实世界 一时刚回到身体 又是一阵熟悉饥感 在天气世界 久了 这倒是一个坏处 要一直待在天气世界 不退出的话 搞不好还真会饿死 叫门外守着的保镖 帮忙带一份饭菜回来 也得知五亲娘 有找过他的事情 赵府心中有些疑惑 他找自己什么事 不过听保镖说 他见赵府 待在天气世界后就走了 感觉这是不重要 赵府也没在意 一边端着饭 一边打开天气论坛 一看不得了 瞪大眼睛 手一颤 差点没拿文手中的碗筷 现在赵府终于知道自己 引起了多大的轰动 天气论坛最为热门的消息 并且排在天气论坛 第一首位的赫赫 就是关于大清的帖子 怎么回事 赵府可没有想到 大清受到如此的关注 之前因为赵府做事一向低调 不像其他各大传承人 做事都极其高调 无论做什么事 也受到很多人关注 往往就是上头条热门那种 这种高调的好处 就是增加对普通人影响力 也是广告效果 名气越高 得到的支持就可能越多 虽然在天气世界中 也可以刷新人口 但现实世界普通人们 也是巨大的人口资源 他们高调 有各自世家撑着 华夏官方 因为上一次势力暴露后 做事也高调起来 关于他的事情 往往能上头条 比如什么展现中华军魂 攻打某某某 赵府现实世界中太弱小 做事只能是无比低调 同时生怕别人发现 所以大清虽然神秘 但因为什么都消息都没有 所以关注是没有那么多 但现在却力压一切登上了头条 而且热度一点没降低 一直是飞快增加着 对这一件事情的原因 赵府想到 可能是因为 华夏一族气韵倾向 这一件事情 虽然心里早有了准备 可赵府点击进去一看 还是吃惊一片 无数首相 总统 总理表态 想见见自己是什么鬼 不只是外国的 连华夏最大权力者 也亲口夸自己年轻有为 表示想与自己 谈论一下国家大事 夏 商 周 汉 历朝历代 传承人放言 大清 你不要太嚣张霸道 我们可不弱于你 这一类的话 全球投票 天启世界中十大一团 大清传承者为何人 占据第一 当红明星 具有超高人气的苏宇嫣 表示 就喜欢这种霸道 欲征天下的男人 还把这位神秘的大清传承者 当为假想男友 无数粉丝心碎 近日无数外国媒体 争相报道 关于大清一切消息 已经成为世界头条新闻 大大加强华夏影响力 以及促进华夏文化 与世界交流 不少热血青年直呼 大清威武 小泰国超人气网红 史称第一妖男的某位 大胆施爱大清传承者 愿以身相许 约定在某某地相见 现在第一妖男已在等候 并且已经开通24小时直播 让大家见证 这浪漫幸福时刻 妖男还说 赵府看到这里 深意寒 实在看不下去了 直接跳过 看向下面的消息 接下消息也很多 赵府也没有全部看过去 只是选择几条 比较重要的看得起来 其中有一条的就是 赢家几脉家主亲自站出来 并表示 真心愿意将一切势力和资源 交给赵府管理 若赵府回到赢家 立即成为整个赢家的家主 他们相信 赵府能带领大清复辟 重回往日无上荣耀 还当场发重视 若有取缔之心 他们几人便死无葬身之地 这几人公开站出来如此表态 并且还发如此重视 可见其诚意 但赵府还是没有打算现身 因为你会把自己生命 交给一句 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誓言吗 虽然整个赢家的势力资源 十分诱人 也可见赢家这几位的诚意 但现在赵府实力 还是太弱小了 无法左右什么 也不会幻想 自己的敌人有多仁慈 在没有自保之力之前 他是不可能会公开的自己身份 第二条消息是 原本身处中土大陆 北边几个小国传承者 其中有战国时期的魏国 还有魏晋十六国 其中齐国 还有唐末五代十国后洲 还有李自成所见的大顺 四人日夜不安 深恐也在北方的大秦 号召身处北方各个传承者 组建抗秦联盟 因为华夏朝代悠久 所见小国很多 因为属于不同时代 所以有些国号会重复 这第二条消息 让赵府皱起眉头 因为这有些太早了 现在每个势力 都还仅仅村镇级别的 连着城级势力都没有 大多还无法离开所在的区域 系统势力 才是天启世界的主导力量 这时候 竟然就组建抗秦联盟 这搞错没有 现在就算是大秦 得到华夏一族的气韵倾斜 也是华夏的五大传承古国之一 但他的危险 也不过是表面上的 并不是实质的危险 现在大秦可能直接跑过去 把他们全部灭掉吗 根本不可能的是 可这时候 他们竟然就开始号召抗秦了 赵府真的有些没想到 不过 加入这抗秦联盟的人 暂时还只有六个 其他北方势力都默不作声 因为这样做 是在公然对大秦宣战了 其他人心中也明白 大秦是最大的危险 这也说明 他有足够强大的力量 但敢在这时候和他宣战 无疑是不治的行为 因为现在 一切应以发展为主 你既然知道他很强大 还敢做如此挑衅的事 那就像一个几岁小孩 在一个大人面前公然挑衅 这不是在找抽吗 虽然现在来看 这抗秦联盟 还对大秦造成不了任何损害 但他的存在 就已经够危险了 赵府甚至还感到一丝 不寻常的气息 这是谁开始为大秦射透了 能如此手笔 这么早就开始布局 唯一有可能的 就是诸子百家中的纵横一家 因为这手段是合纵之策 对这纵横一脉的这种行为 赵府当然心中有些生气 既然这么快就表明态度 走到大秦对立面 还想把大秦列为随便摆布的棋子 面对此人 赵府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 昔日苏秦合纵六国 逼得秦国废除称帝计划 15年都不敢出函谷关 赵府倒是看看他 有没有那个能耐 阻止大秦的崛起 第三条信息是 七杀出世 江星归秦 赵府也有些没想到 江星的事情也有如此关注 而且还在猜测是属于大秦 还好他们无法确定 这一件事正确性 只是猜测 说有很大的可能归大秦所有 现在赵府真的是 不想做太过引人瞩目的事情 让大量目光投到大秦身上来 这会造成很多的不便 也不利于大秦发展 这里还有很多人跟铁 说什么 自己是茅山多少代 秦领张家 南江苗家愿意为秦效命 希望大秦传承人能够收留 这些消息 赵府当然没有空理会 或许他们可能有点能耐 但还是属于杂鱼级别的 看完这些信息 赵府也匆匆把饭菜吃完 正想进入天气世界 可这时候 没有想到自己的外婆 打一个电话过来 说今天是外公的生日 过去吃一顿团圆饭 如果是平常事情 赵府还可能委婉地拒绝 但现在是老人生日 虽然已经吃过饭 但赵府感觉 还是去一趟为好 带着自己专属保镖 又随便买了一件礼物 随后去往外公的家 对于这一份亲情 赵府有些复杂 感觉是太陌生了 本想送完礼物 做一回就离开的 可是被外公外婆拉着 聊长聊短的 甚至还问 赵府有没有女朋友 打算介绍一个 给赵府认识 虽然这些话有些多 话题的内容 让人哭笑不得 但还是令赵府 对这一份亲情 多了一份认同感 在那里待了 有些长的时间 然后再一次 回到天启世界 这时天启世界 又过了一天 潮雪也刷新了一只绝空兽 赵府取下他的一枚空精 开始第三条道路 打通的事情 这一次 打通去往红梅园的通道 方法和之前一样 使用传送阵的定向传送 又用掉一颗普通的剑城之石 摆到红梅园 同时也获得实战薰 话说起来 这战薰也不知道能不能刷 是不是每到一个区域 都能获得实战薰 如果是的话 那男爵身份根本轻而易举 跨越一个地区 或许对普通人来说艰难无比 但现在对大秦来说轻而易举 每隔三天 就可以打通一道 去往别的地方 男爵身份需要一千战薰 而去往一处区域 可获得实战薰 实处就一百战薰 一百处就是一千战薰 赵府也看了一下 除了自己以外 其他赵府带来的人 虽然他们不是玩家 不过三天打开一条 去往别地区的通道 打通一百处 需要三百天 这时间有些久了 但获得战薰的方法 又不是一种 可以击杀精英魔兽 也可以攻占村庄都有战薰 所以凑齐三个男爵身份 这升级小城的条件 对赵府来说还挺容易的 不过赵府感觉 这种获得战薰的方法 肯定也有限制的 具体怎样倒是不清楚 需要亲自测试一下 才会明白 目光再转到红梅园上 红梅园是一个平原地形 大多面积以草原为主 地上沾满了一种矮矮的 像是梅子的红色果实 因此得名红梅园 还有这里因为是平原 所以在这里生活的 马匹数量和种类都比较多 不少玩家都可以去草原捕捉马匹 这里的普通马匹 是一种棕色马匹 数量最多 赵府看了看 无论在体型上 还有耐力上 都不如自己的黑森马 但这里也有种 名叫红店的马匹 红店如名字一样 一身都是红色 包括棕毛尾巴也是红色 奔跑起来极快 就和一道红色的闪电一般 在速度上 甚至比黑森马要快一点 但要论跨越障碍方面 黑森马是高出一段 这是因为 两种马匹生活的环境不同 森林中多是树木 跨越障碍比较多 平原地面平坦 没有什么阻碍 可以肆无忌惮地奔跑 对这红店马 赵府有些感兴趣 等有机会看能不能 弄到一个巢穴 培养一下这种马匹 接下来 回到正式上 红梅园也只有三处系统组成 分别叫大古城 达拉城 青草城 这里建筑 以石头和木头混搭而成 充满异域气息 赵府第一个来到的是太古城 先是购买二十处房产 准备一下开酒楼的事情 忙活完这些 赵府在大古城逛了起来 看有没有其他什么收获 这时发现 前面一个摊位很多人围在旁边 赵府也好奇 走过去瞧了瞧 发现中间盘坐了一个青年 二十四五的样子 一身黑色镜装 后背上背着一柄长刀 浑身散发一股灵力的刀士 看起来这个人就是一个刀客 他是一个玩家 赵府心中也有些惊讶 因为很少看见玩家 能发出如此灵力气势 一般赵府只会在原著名上 才能感觉到 这人应该是 某种古武世家的知人 从小练刀 才有如此强悍的气势 他前面摊位上 放着一块橙蓝色 椭圆形的玉石 这颗玉石很光滑 表面有刻有一个码头的图样 因为就是这东西 吸引这么多人的目光 赵府好奇地查看一下 得到这样一种信息 马之玉魂 一种奇异产物 可给予巢穴使用 只限马类 使用的效果 可以强化马匹本身力量 巢穴刷新数量基础加15 高资质马匹吸引率 正30% 这东西挺不错 依旧可以强化 本身马匹的力量 可使得马匹无论在力量 速度 恢复 耐力上都可以获得很大的加强 二是巢穴刷新数量基础加15 这效果 就是原本你的巢穴 每天刷新5只 使用这个后 每天可刷新20只 就是这个加15的意思 第三属性也比较重要 因为高资质代表以后 更大的成长性 这东西很少见 回去可以给黑森马巢穴使用 这东西怎么卖 这是赵府开口问道 盘泽在摊位上的青年 扫了一眼 淡淡开口道 不卖 只换黄金品质材料 原来是要黄金品质材料 赵府明白过来 这东西是不错 为什么还没有被卖走的原因 别看赵府都有史诗级装备了 但现在流传在市面的黄金品质装备 都极其稀少 一般只有在比较大的拍卖会上 才能拍卖到黄金材料 一般商店都买不到文言 赵府思考一会 那个比较重要一些 这马之玉魂是一种战略材料 作用是提升巢穴各种属性 而黄金品质材料 对现在赵府也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这倒是可以换 赵府点点头 道 可以 然后赵府拿出一对巨大的兽爪 这一对兽爪成黑色 爪尖透露出射人心铺的冷芒 他一被拿出来 就散发出一股强大凶猛的气息 令在周围看热闹的人 都忍不住退后一步 惊呼到 领主及生物材料 这就是领主生物铁 被夭熊的一对熊爪 这时 第三青年平淡的一张脸 才出现一丝变化 双目充满意外看着赵府 随即开口道 我叫冷吴 这算欠你一个人情 虽然 赵府认为 用熊爪兑换这马之玉魂 感觉不亏 但这事在他眼里 在别人眼里就有些亏了 因为本来黄金材料就极为吸收 在平常人眼里 也是很重要的宝物 而且 赵府拿出来的是 领主及生物身上的材料 这比普通矿石材料 都还要吸收 所以 价值会更高一些 还有就是 马之玉魂给领主玩家 才能有效果 而且还必须要拥有马的巢穴 一般独行玩家 根本用不上 综合来看 其实赵府有些亏了 但冷吴也不是那样占便宜的人 所以才开口道 说 欠下赵府一个人情 听到冷吴的话 赵府也有些诧异 平白无故地得到一个人情 不过这冷吴来历不简单 身手也不错 说不定这人情还会有用处 所以 赵府也没拒绝 点点头 道 我叫赵姓 文言 冷吴点点头 表示 自己已经记住了 然后两人没有再说什么话 冷吴拿走熊爪 赵府拿走马之玉魂 交易完成 冷吴得到想要的材料后 随即便起身离开了 赵府则继续在大古城逛了几圈 没有什么收获 打算去下一座系统主城看看 顺便购买房产 这时 赵府掉头 走向传送镇的位置 忽然一个年龄 大概在十二岁左右 身穿破烂衣物 浑身脏兮兮的小乞丐 好似饥饿很久的样子 头云眼花 走路摇摇晃晃地撞了赵府一下 撞到赵府后 小乞丐连忙惊醒过来 连忙鞠躬道歉 大人 对不起 说完 小乞丐很害怕的样子就跑走了 赵府站在原地 一脸平静地扭头 看着跑走的小乞丐背影 如鬼魅的身影出现在他身前 伸手就扼住小乞丐喉咙 将小乞丐整个身体都提了起来 等是一股死亡的感觉 令小乞丐惊恐地挣扎起来 人只有再站最高处 最自信 最得意的时候 从高处摔下来的记忆 才会刻骨铭心 赵府一双眼睛 冷漠地看着小乞丐 手扼住他喉咙 开始慢慢用力 小乞丐只感觉脖子就要被扭断了 仗红着脸 已经呼吸不过来 双手用力想掰开扼住他喉咙的那一只手 可让他使出吃奶的力气 却不能挣开一丝 小乞丐几乎要窒息 双腿胡乱地蹬着 放开我地点 两道身影出现在一旁 大声对赵府喊道 文言 赵府扭头一看 是两个年龄在十四五的人 一男一女 长相秀气 并且有些相似 应该是双胞胎 现在是两人都握着一柄匕首 狠狠盯着赵府 见他们稚气脸庞 赵府轻声一笑 随手把小乞丐一扔 小乞丐身体整个如沙袋一般飞出去 撞在一边墙壁上 发出一道沉闷声 小乞丐摔倒地上 直接晕死过去 看到这一幕 双胞胎生气地握紧匕首冲过来 速度很快 若是普通人看着 就只会感觉两道黑影袭来 片刻 少年就冲到赵府身前 挥动着匕首 向赵府划过去 虽然这少年速度很快 但赵府面前完全不算什么 甚至赵府都没有使用武器 使用王者之力 手掐剑指聚起黑芒 如剑锋一般 一挥 带出一道淡淡湖光 枪 匕首与赵府剑指相碰 少年一脸愕然 手中的匕首被削成两段 下一秒 他也被赵府击飞出去 摔倒地上一下爬不起来 忽然 少女见到哥哥失利 绕到一边 速度也异常之快 只是一瞬间 就用匕首向赵府刺过去 赵府本能地剑指一挥 可又一想 对方是一个女孩 赵府其实也没有要杀他们的想法 只是给他们一点深刻的教训 所以 赵府剑指一偏 可这少女以为赵府要另有攻击 也一躲 啊 一声尖叫响起 如剑锋的指头 划开了少女的衣服 赵府也有些诧异 看着少女胸前露出一大片洁白细嫩的肌肤 还有那一对 正在发育成长娇巧之物 少女慌乱地连忙捂住重要部位 向后退了老远 一双眼睛红红的 委屈就要哭出来的样子 盯着赵府 赵府脸上也有些尴尬 心想教训他们一下就可以了 这一次落在自己手上算好的 下一次要落在别人手中 搞不好会丢掉性命 弯腰拿起之前被小乞丐偷的玉佩 一般东西 赵府都放在储物戒之中 这玉佩戴上身上的原因 是因为这一块玉佩 就是和鲜乳交给自己掩盖气韵的玉佩 这东西 对赵府来说 可不能丢 刚想拿起玉佩就走 突然 一个拳头 带起一道凌冽拳风向自己打来 赵府想也不想 握拳迎了上去轰 两拳相交 其实赵府也看清眼前 是一个年龄大概在十七八岁左右的女生 五官细致 相貌上等 身上穿的也是破衣服 但脸上有些病态的苍白 这少女的力气好大 赵府之前出的拳头 仅仅是用了半成还不到一成的力量 因为早已察觉来袭修为不强 可没想到 她有如此的力量 令赵府都退了一步 大人 我不知道 我三个弟弟妹妹怎么得罪你的 你都冲我来吧 放过他们一马 病态少女擦去嘴角的血迹 一脸凝重地看着赵府 从刚刚交手来看 她已经感觉 这身披黑色斗篷的人力量深不可测 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刚刚全力一击 又加上先动手 仅仅是让对方退了一步 自己却已经受了轻伤 真的不知道自己生病的时候 自己三个弟弟妹妹 怎么得罪这种大人物的 赵府对这病态少女也有了些兴趣 感觉她身上那种力量 好像来自什么血脉或者是体质 现在添起世界血脉和体质 这些消息流传的在外的极少 赵府掌握的信息也不多 此时 听到病态少女的话 赵府一想 这么久第一次遇见这种特殊原住民 赵府也明白她的特殊 修为才不过三段 就有这么大的力量 这也是一个人才 带回去可以培养培养 以现在赵府的实力 完全可以利用她的三个弟弟妹妹 逼着病态少女屈服自己 但这种手段太下诚 不利于她真心归顺大情 赵府没有隐瞒 轻轻一笑 直接开口道 我对你很感兴趣 文言 病态少女脸色一顿 问道 你的意思要我臣服于你 你就会放过我三个弟弟妹妹 也可以这么说 我这时 你可以好好想想 赵府解释道 病态少女沉思一会 开口问道 你真的不会伤害他们 赵府认真地点了点头 好 我可以答应你 但你必须给我弟弟他们一笔钱 还有准备一个安稳之地 让他们不受到伤害 病态少女很快地答应下来 因为这个神秘黑色斗篷人 力量实在太强大了 自己姐弟四条命 完全掌握在她一面之间 还有病态少女 感觉之前 这神秘黑色斗篷人之前 也的确留守了 不然自己三个弟弟妹妹早死了 感觉她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 经过多方思考 病态少女才如此快地答应 庆姐 我们不要分开 我才不要那些钱呢 之前那个十四五岁秀气的少女 重新把衣服绑好 把重要地方遮住 听到庆姐和神秘黑色斗篷人的话 连忙跑过去 拉着庆姐不愿说道 之前那被击飞出去的少年 捂住胸口的尖男爬起来 开口说道 庆姐 你当时说过 我们四个永远不分开的 我们不想离开你 听见他们的话 病态少女心中意暖 很是感动 这时 赵福也开口了 也可以收了他们三个 这三个人虽然年幼 但身手已经远超一般人了 也有很大培养价值 怎样 是否一起跟我走 赵福看着抱着一团的三人 开口说道 三人思考一番 因都不想分开彼此 最终点点头答应下来 然后跑到晕死过去的小乞丐旁边 唤醒了她 小乞丐醒来第一件事 恐惧的尖叫一声 本能挣扎开来 不分什么想逃跑 可见赵福刚给她留下的心理阴影 可这时她才发现 周围的是大姐二哥 还有三姐 然后她恐惧的情绪才平稳下来 然后 他们三人把归顺事情给她一说 小乞丐也清楚 点头也愿意跟着他们一起 不过小乞丐对赵福的恐惧 还是没有削减 有些不敢抬头 看那一道身披黑色斗篷 浑身充满恐怖的神秘人 随后 赵福也问了 他们一些问题 也得知他们的一些信息 这四个人并不是亲兄妹 而是属于孤儿 因为某一件事而聚在一起 并看少女名叫拓跋庆 双胞胎男的名叫吴灵 女的名叫吴情 还有那个小乞丐 名叫乐中昌 同时 因为他们的归顺 任赵福为主 赵福也可以查看他们的属性 还有他们资质 令赵福有些吃惊 拓跋庆 资质是SSS级 吴灵和吴情 还有乐中昌 则属于A资质 吴灵三人属于A资质 赵福倒没有什么惊讶 令赵福吃惊的是拓跋庆 也就那个病态少女 竟然有SSS级资质 要摆起王简一类历史人物不算 赵福还是第一次见到SSS资质原住民 以这个资质 一般都是城主级别的 赵福也根本没想到这病态少女 竟然有SSS资质 系统组成中人口庞大 但拥有S级以上资质的人绝对很少 可现在拓跋庆属于SSS资质 竟然还没有人发现 只要S级以上资质 对系统组成 也是比较重要的 更别说SSS级 这无比珍惜的资质了 系统官方不可能不把他带走 去培养 而且初始之地 只要刷新S资质的人 也会有提示的 比如会闪现一道金光什么的 以拓跋庆他的SSS资质 根本不可能有现在落魄的处境 难道这里面隐藏什么巨大的阴谋 还是隐藏着巨大的内情 赵福谨慎的性格 忍不住往这方面想 因为这是有些不合理 等等 忽然 赵福想到一种拓跋庆 到现在还没有被发现的原因 那就是 拓跋庆不是从初始之地来的 而是通过正常生育在天启世界 虽然有巢穴和初始之地 可以刷新出人口 但原住民之间 还是可以结婚生子 这玩家暂时做不到 通过正常生育下来的人 是没有任何提示的 需要领主亲自查看 才能知道他资质 而像这种平民区 能出现高资质的概率很少 这里的领主 好像也没有在意这事情 赵福问了一下拓跋庆 得知他果然 不是通过初始之地刷新出来的 这让赵福心一松 心中忍不住暗息起来 这一次完全是运气 得到一个SSS资质人物 不过还有就是 他身上那种力量 赵福暂时还没有弄清 他属性界面并没显示 种族旁边只有几个问号 走吧 这时 赵福看着四人身穿破烂的衣服 开口说道 四人也没有说什么 默默跟着赵福身边 此时拓跋庆没有刚刚那种强势 脸色苍白地虚弱下来 走路都有些走不稳 一边无情扶着他 眼看着重病在身 很难想象 他刚刚怎么发出那种力量的 见此 赵福丢给他一瓶特效治疗单 道 扶下他 对你身体有好处 拓跋庆伸手结果丢来的药瓶 不只是他 还有其他三人对赵福的态度 变得柔弱下来 没有之前那种尖锐 这特效治疗单 可是赵福在系统主成中 花重金购买 用的不少名贵药材 拓跋庆服下一粒治疗单后 气色也少许红润起来 随后 赵福带着他们四人 来到一家布庄 开口道 你们都选几件衣服吧 拓跋庆四人 因为都是孤儿 每天都只能艰难生存着 每天有饱饭吃就不错了 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 显得有些畏缩拘谨 此时 吴灵他们听到赵福的话 目光充满喜色 看着四周精致好看的衣服上 不过他们三人目光 最终看向拓跋庆上 他们什么事都 还是以拓跋庆为主 拓跋庆虚弱地点点头 他们三人才欢喜地 跑到旁边挑选着衣服 看着自己几个弟弟妹妹 高兴的样子 拓跋庆脸上也露出一丝笑容 扭头看着旁边的赵福 轻轻说了一声 谢谢 闻言 赵福扭头看一眼他 淡淡道 不用 这时 吴灵拿着几件衣服过来 开心说道 庆姐 我选好几件衣服 我还帮你选了几件 你试试 拓跋庆摇摇头 轻笑着 我就不用了 随便选几件就可以 啊 吴灵不满叫了一声 庆姐不要吗 我都帮你选好了 我们进去穿穿看吧 最后 拓跋庆还是无法拒绝吴灵 被吴灵拉入一边换衣间 随后两人恍然一心地出现在赵福眼前 完全像是变了两个人 拓跋庆换上一件素白的裙子 加上苍白而美丽的脸庞 窈窍的身材 给人一种深归大小姐样子 温润 知性 柔弱的令人想要怜惜无情 则换上一件淡绿色裙子 气质上也多了几丝淡雅 稚气的脸庞 又人一种清新的感觉 赵福倒是不经意地扫了一眼他的胸部 令对方的脸不经意地一红 四人买好衣服后 赵福带着离开布庄 正想带着他们回大秦镇 可这时候 年龄最小的乐中昌肚子 开始嗷嗷叫起来 赵福只能又带他们上了一个酒楼 让饱餐一顿后 最终带他们回到大秦镇 这时 他们四人才知道赵福的真正身份 也是一脸吃惊 赵福先是让李斯安排无邻三人的住处 然后带着拓跋庆来到张白竹那里 看看他是患上的是什么病 赵福给他的治疗单 主要是治疗伤势 可不能包治百病 拓跋庆身上的病有些奇怪 赵福之前也简单问过他一下 这个病每年的这个时候 就会让他虚弱一段时间 还有时候 就像被火烧一样 很是痛苦 对这个赵福当然有些不懂 所以带他来张白竹这里看看 是什么病因 经过一番详细对拓跋庆的诊断后 张白竹拱手一礼 恭敬地说道 殿下 这不是什么病 而是因为这位姑娘特殊体质所造成的 哦 赵福意外地应了一声 继续问道 那你看出 他是什么体质了吗 闻言 张白竹却摇摇头道 殿下 这姑娘的体质实在特殊 我也无法准确判断 但明白一些起因 以及对应方法 听到张白竹的话 赵福也少许失望 还以为张白竹知道这奇怪的体质 不过张白竹能有应对方法 就已经不错了 随即赵福问道 该怎么做 张白竹也开口讲解 造成现在这位姑娘如此的原因 是因为这姑娘每一年都会经历一次蜕变 这过程需要进步大量练血灵药 而缺乏这种练药 就会使得这姑娘陷入痛苦虚弱之中 只要找来练血灵药 帮助完成蜕变 便没有什么问题 赵福听到张白竹的解释 也明白过来 然后又问了下练血灵药是什么 得到张白竹的回答 练血灵药指的是一些和血属性有关的灵药 比如血身 血灵汁 血和手污之类 可以使得自身血液得到很大蜕变和精炼的灵药 明白过来 对这练血灵药 赵福手中也暂时没有 只能命人去系统城市 最后去购买 病床上的拓拔庆 心中歉意 看着赵福 还没有帮上什么忙 麻烦倒是给他添一大堆 他在旁边听到张白竹对练血灵药解释 感觉一定比普通灵药都还要贵很多 而一般灵药价格都是非常高 更别说还比较特殊的练血灵药了 而且 今后需要的数量还比较多 这已经构成一个天文数字 拓拔庆很不想给赵福造成什么麻烦 而且也不愿意 让赵福白白付出这么多 因为他无以为报 所以虚弱地开口说道 殿下我看还是算了 我挺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 不用为我耗费这么多灵药 赵福轻轻一笑 透过一个安慰的眼神 此时 回到大秦镇 赵福也没有披着黑色斗篷 减少之前那种神秘冰冷感觉 多了一丝温情 少了一种距离 赵福开口说道 放心 你不需要担心什么 这些耗费的练血灵药 对我而言 根本不算什么 况且 你既然归顺于我 那我也会对你负责的 拓拔庆听到赵福的话 心中涌出一股莫名的感动 虽然拓拔庆表现出很成熟 但她也还只是一个 十七左右的女孩 内心脆弱 也没有那么坚强 从小到大承受着那些冰冷 又残酷的事情 根本不是她这年纪 应该承受的事 此时 听到赵福对她的承诺 她的内心 真的是被触动了 真心对认可赵福 赵福看着她眼眶湿润的样子 也忍不住揉了揉她的脑袋 在她身上 少许看到自己影子 自己母亲死后 也是一个人辛苦地 在这世上生存着 对着亲密的动作 拓拔庆脸上浮出一丝红韵 有一丝羞涩 赵福也忽然反应过来 自己行为唐突 脸上有些尴尬 收回自己的手 命人买好淋药后 按照张白竹所说 熬成一碗血潮的浓汤 为着拓拔庆服下 这一碗血汤拓拔庆服下后 脸色快速地红润起来 也没有之前那般痛苦 可见张白竹的方法很有效 见此赵福让拓拔庆 就躺在这里休息一下 随后 赵福离开医馆 来到黑森马的巢穴 此时 小黑则和小灰打闹着 小白则慵懒地趴在一边 看着两兽打闹 这时三兽见赵福来到 也欣喜无比 最近有段时间 赵福都没有陪他们了 赵福安抚一下跑过来 轻易用头蹭着自己的三兽 随后拿出那一枚马之御魂 选择使用 只见手中那一块马之御魂 发出一道预知的光芒 一下从手中飞起 变为一匹威武的大马 斯鸣一声 一下向漂浮半空的 马型雕像跃去 然后融入其中 这时 黑森马巢穴也有些改变 无论是漂浮在半空中的 马型雕像 还是地面石砖弃成的石台 都浮出一丝预制 像有美玉掺杂其中的那种感觉 同时 赵福发现 原本基础力量在三 五段的黑森马 力量增强了很多 现在基础力量已经到达五 七 这变化有些大 如果多几枚马之御魂就好了 可以把黑森马的力量提升到一阶 想想一阶战马 对着马之御魂的效果 赵福也比较满意 也不知道那个冷屋怎么弄到的 接下来赵福打算 继续去红梅园 因为遇见拓跋庆的事情 打断了赵福原本计划 其他两座系统组成的房产 都还没搞定 赵福这一边 忙活着这些繁琐的事情 目光再转向在外探索的白棋这一边 此时 白棋带着五千士兵和三千骷髅 一起向某一处前进着 因为负责侦查的士兵 发现前有一个高级村落 现在赵福把军事完全交给白棋 而白棋也有攻打高级村落的能力 所以一般攻打高级村落 也似乎不用赵福亲自出手 因为一些战术知识 还是白棋交给赵福的 一路上悄然前进 一会之后 白棋到达目的地 这一个高级村落 与之前所有遇见的村落有些不同 这个村落不是原居民村落 也不是一族村落 而是外族村落 这一个外族村落的样子和打扮 有些像一些少数民族 一般都有粗狂的相貌 身着的衣服也充满抑郁色彩 和现在一般人穿着的古致衣服 有很大区别 这是一个鲜卑族的高级村落 鲜卑是一个很早就出现的民族 有记录的时候出现在西周 开始是屈服匈奴人之下 被匈奴人奴役着 但顺着匈奴一族的没落 鲜卑一族开始崭露头角 并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放光彩 向后建立多国 但胜极反衰 随着建立的政权崩碎 鲜卑一族也消失在历史之中 这些外族一般体格都比较魁梧 一个个都有些桀骜不逊的意思 充满野性与中原儒家思想下 那种温和形成鲜明对比 鲜卑人也不例外 在一旁观察着的白起 发现几个可以说优点 也可以说缺点的地方 他们武力是比普通人大那么一点 在战场上会是很好的士兵 但一般崇尚武力的人都有些鲁莽 白起一眼看出 这高级村落的几个缺点 不止是在村庄防御上不强 管理方面有些混满 这个鲜卑高级村落大约有九千多人 白起这边五千士兵 还有三千骷髅兵 以白起能力灭掉这高级村落 是不在话下的 关键是如何减少我方兵力损失 获得最大的利益 当然现在人口最大的利益 白起也知道 是他们这几支探索队 除了发现资源意外 最大作用就是掠夺人口 白起当然也会沿用下赵府那一套 不过 白起这就比赵府简单快捷得多 他心中倒是有一个计划 在历史上 一般外族都属于游牧民族 也不种植 养着大量家畜 但到天气世界中还是有少许改变 虽然他们也养了很多家畜 但也少许地种植一些作物 这与地形有很大关系 要是在草原那种地方 这些鲜卑人肯定沿袭着以游牧为主 但因为这里是森林 是有些无法进行很大量养牛羊之类 但 现在鲜卑村落养着的牲畜 还是比较多 大约是二千多头牛 四千头鹿 五千多头羊 白起正想利用这一点 这次出来士兵 白起带来还有五个武将 把一连串命令下达下去 现在只等天黑了 鲜卑人村落和往常一样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动 时间也一点点过去 很快太阳就落山 金黄的夕阳撒在这个村落上 令人有种身处塞外的感觉 这里的领主是一个粗狂的汉子 他的武力也是最强的 再以力量为尊的种族 只要你最强大 那首领一定是你 有没有管理能力是再其次 他名叫娄弱 在居民心中 是一个很霸道强大的男人 虽然有时会性格比较残忍 比如将犯了一点小撮的侍卫 大谢八块 而且还比较喜欢动用 很残酷的手段折磨人 如果以现在人的眼光看 他一定是一个残暴领主 但还是有很多人服从 因为这弱肉强食的极致 强者一切所为 都可视为理所当然 是没有任何道德思想束缚 这一点和兽人哥布林 类似的一族很像 不知不觉 已经是晚饭时间 鲜卑人主要还是 以肉为主食 其他粮食作为副食 一般是用大锅炖成一锅香喷喷的肉 鲜卑人村落吃爽了 摆起这一边的人 为了不让鲜卑人发现 当然是不能生火的 所以只能啃着干粮 时间也是继续缓缓悠悠的过去 转眼间来到半夜 夜色朦胧时刻 计划开始 最开始行动的是三千亡灵 亡灵在东方称之为鬼怪 无论中西方一般牲畜 对这一类东西极为敏感 或者是恐惧 鲜卑村落圈养区 是在村落北方 随着大量亡灵接近 围栏内的牛羊 开始不安躁动起来 随着亡灵的越来越接近 那死亡气息越来越浓 这些牛羊恐惧地开始撕鸣 并且冲撞着围栏 这时 也有些人发现不对劲 看着村落北面 出现大量亡灵 立即大声喊道 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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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鲜卑人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但此时十名王之死骑 带着大量骷髅兵 已经冲到村落北面 这还好是王之死骑召唤的骷髅兵 实力有很大保存 要是一般骷髅速度 才没有这么快 鲜卑村落北面 因为圈养大量牲畜 这可是 鲜卑的主要食物来源 所以是重兵把守 十名王之死骑带 三千骷髅兵冲来 鲜卑人也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多亡灵 会攻击他们村落 但是很快双方 战斗在一起 骑着高大白骨马的王之死骑 一下带着巨大力量冲破 鲜卑人用木头做成的围墙 这像是撕开一道口子 无数亡灵骷髅涌入 鲜卑士兵也赶来在这里 很快缠斗一起 这时 那个鲜卑村落的首领 也就是那名娄若 在床榻上醒来 几名赤 裸着身体的女人躺在旁边 娄若野蛮地一下推开他们 听到村落北面大量打斗声 披上一件衣服 就走了出来 刚好也有人上前来报 首领有大约三千亡灵 进攻我们村落北面 情况很是危急 这些亡灵比一般的亡灵强大很多 文言 娄若皱起眉头 一脸怒容 正想去查看 好 忽然 一道刺耳叫声响起 带着那种死亡的吼叫 这叫声是王之死期发出的 原本处于发狂的家畜 在这一道死亡吼叫之后 完全失控一般 冲破围栏 四处开始逃窜 有些发狂的是 直接冲进房屋 有的是对着人冲撞过去 随着牲畜失控 发狂地乱撞 整个鲜卑村落混乱起来 这些可都是鲜卑村落未来的食物 可不能有失 见此楼若连忙大喊 道 快 把这些牲畜控制住 造成鲜卑村落如此混乱 就是白旗选择进攻牲畜区的原因 现在鲜卑人一边赶去抵挡骷髅兵 一边还要分出大量人手 去控制那些发狂的牲畜 一般阳河路还好 但发狂的牛可不好对付 被他撞上一下 不死也会中伤 白旗的计划才刚刚开始 很快 多克和几名武将带着四千多士兵 从鲜卑村落正面 也就是东面进行攻击 原本鲜卑村落就已经混乱无比 人手短缺 多克这一攻击 根本是一刀狠狠捅入 鲜卑村落已经很难抵挡 接到消息的楼若 只能命人不要管那些牲畜 仓促地带着人迎战 双方刚碰面 刚要发生战斗 突然 一只八百人的全武装的骑兵 从西面如同一只尖锐的长矛 势如破竹 无人可挡之镜 冲到楼若的后方 这一对骑兵 以百名手持常见的骑兵为首 这些手持常见的骑兵异常厉害 手中的剑带出一刀刀剑光 百人聚在一起 如一柄巨大又削铁如泥的神剑 刺入楼若的后方 他们正是百起之前 培养的专属兵种铁鹰瑞士 这一对骑兵的冲入 使得先卑人前后被夹击 加上混乱 士气 属性 装备都完全和大秦士兵不能比 败局已定 楼若看着自己村落惨壮 大怒将几个对他冲过来的士兵砍翻 这楼若的武力的确很强 多克见此手握长矛 正想迎上去 百起一身白衣 腰记一柄血剑 骑着高大的黑森马 一脸平静地注视战局 几乎是一边道的屠杀 鲜卑虽然勇猛 但还是完全不敌 甚至出现溃逃的局面 随后 百起目光转而落在楼若身上 看着多克正要迎上去 百起开口道 多克 退下 此时 战局已定 为了保证人口资源 他必须要以最快速手段结束战斗 所以百起想亲自动手 抽出记在腰间的七杀剑 轻轻跨动身下的战马 百起身下的战马 抬起马蹄 踏着地面 一下如同一道黑影冲了出去 楼若也明白着百起是主将 一旦将他弹掉 战局还有挽回的可能 所以大喊一声 举起大刀向百起冲去 可是他太高估自己 也太低估百起 此时的百起 获得七杀剑的加持 又有一斤的修为 他怎么可能是对手 双方交手之时 胜负已分一道血色见光一闪 一颗头颅高高地抛起 百起骑着战马 看似从他旁边擦身而过 楼若已然与命 连百起一招也无法接下 在百起击杀楼若后 九天之上一个颗血色星辰 散发的血光又浓稠了一分 此时 百起来到战场中间 看着四周混乱 厮杀 血腥的场面 缓缓举起手中的七杀剑 一声轻鹤 兵气凝行 只见大刑所有士兵身上 冒出一缕缕血色 带着一种金属质感的气息 向百起聚拢过去 好 突然 一声烈石穿惊 震动云霄 响彻方圆石里的叫声响起 只见天空上出现一只巨大的血色雄鹰 展翅翱翔于空 他目光凌厉 沼着锋芒毕露 那庞大 冰冷 杀戮的气势 如排山倒海一样 镇压一切 鲜卑人早在喽若死后 就已经没有什么斗志 此时在这恐怖气势下 内心崩溃 斗志全无 立即丢下武器跪倒在地 选择投降 百起一身白衣 骑着黑森马 站在满是鲜血和尸体的中间 活下的鲜卑人 都臣服地跪在周围 加上天空上血色巨鹰在他头上盘旋 使得百起身上 仿佛熠熠生辉 如同天神下凡一样的气势 从此 今后无数人口中 谭之色变得白衣神将之名 渐渐流传开来 随着鲜卑人都投降 战局很快得到平定 这时 多克也很快统计好数据 上报道 白将军 我们因为战斗很快结束 战局得到很快的控制 这一次 一共俘虏7356名鲜卑人 牲畜大部分已经跑掉 但存留十分之二 武器若干 钱币36万银币 我方损失不大 68名受到一些轻伤 重伤三名 并无人员死亡 骷髅一方因为承受鲜卑主力 大约500骷髅折损 听到多克的禀报 白起点点头 他的战术是迅猛 简单 快速 缺点是 可能伤亡数量可能比较多 但在装备 不算什么 他们本身是王之死骑 用尸体召唤而成 现在完全可以利用 现在鲜卑人尸体 进行再一次召唤 补充消耗的骷髅 这一次战斗成果 白起还是比较满意 战斗结束 白起也不吝啬 分了一点 钱币给众多士兵 同时杀牛宰羊 让他们好好吃一顿 以做庆祝 随后 白起来到兵营 发现这里只有三座转值石碑 白起简单查看一下 鲜卑士兵 评价义 急兵重 简介 鲜卑异族的士兵 兵种效果 转值可获得基础攻法 鲜卑刀法 鲜卑攻兵 评价义 急兵重 简介 鲜卑异族的攻兵 兵种效果 转值可获得技能 鲜卑攻术 鲜卑盾兵 评价义 急兵重 简介鲜卑异族的盾兵 兵种效果 转值可获得技能 石盾 这些兵种没有什么特殊的 也没有什么不同 就是兵种等级 比大秦的基础兵种 稍微弱一点 但比一些小世家的 传承兵种 可能要好上一些 随后 白起又来到村落大厅 漂浮在半空中的 是一颗银星号星号方 这代表是一颗 银色品质建成之星 白起把手放在上面 本想选择占领 却得到一组提示 你是否占领 失落种族 鲜卑的村落 提示 你所属势力 乃华夏一族 并且已开启国之气韵 占领该村落 可获得多种好处 一 你归属的大秦气韵 将会融合这一缕 鲜卑人的气韵 二 融合的鲜卑气韵越多 鲜卑一族 对你的好感也会越多 将不会再敌视你 甚至沉浮于你 三 你可以获得鲜卑之类 该物品可以用于合成物品 也可用于召唤人物 所召唤的人为鲜卑一族 白起也有少许意外 占领这些外族的村落 还有这么多好处 随即选择占领 然后选择迁移 只见鲜卑村落的基础 建筑在消失 一切其他建筑也在崩坏 最后 漂浮在半空中的魔方 褪去光芒 也慢慢飘到白起手中 除此天空之上 还落下一枚水滴形状 透明如同一滴眼泪的东西 这应该就是鲜卑之类 同时 另一边正在忙于 开酒楼的赵府 也接到提示 恭喜 你的属下白起占领 失落种族 鲜卑的村落 你的大秦气韵 融合一缕鲜卑气韵 添移了高级村落 应有王者之界加成 获得四万一千经验 先背 听到诸多提示 赵府也少许惊讶一下 随即也一喜 也有些意外 攻打外族村落 还可以获得气韵 同时还有那一下 获得的四百战勋 还有四万一千多经验 这一下离升级 终极小镇的二十五万经验 近了大概五分之一的距离 一下攻破这高级村落 就有这么多经验 要多来几座 估计大秦镇早就升级了 不过可惜 是高级村落的数量很少 能碰见一座算不错的了 一般都是以初级村落为主 其次是中级村落 然后是高级村落 要说小镇级别的镇落 哪怕每个地区 都有一个省那么大的面积 但镇落的数量 绝对是没有超过一百六十个 看完脑海中的所有提示 赵府继续把目光 转到开办九楼的这一件事情上 视线转向白起这一边 白起仰头 看着天空中落下的一滴 像是眼泪的东西 也就是鲜卑之泪 白起心中也有些好奇的 重新出现在天气世界中 但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机会 属于他们最后的命运 现在村落被攻占 他们的命运 也最终被决定鲜卑之类 鲜卑村落被攻破 属于他们的种族气韵被融合 或者被吞噬 所产生之物 是一个种族的悲哀 作用 可合成物品 也可召唤人物 一百颗鲜卑之类 可以合成一件黄金品级物品 可以召唤一名S级资质的鲜卑人 一千颗鲜卑之类 可以合成一件传说品及物品 可以召唤一名SS级资质的鲜卑人 一万颗鲜卑之类 可以合成一件史诗级物品 可以召唤一名SSS级资质的鲜卑人 此为极限 无法再继续合成和召唤 白起看完鲜卑之类的信息 把它收进储物界之中 等回去再交给赵府 他倒是感觉 这鲜卑之类作用不是很大 因为要攻破一百座鲜卑村落 才合成一件黄金品质 或者召唤一个S资质的人物 这很明显 鲜卑之类价值是太低了 光那一百座村落的价值 都是这一百颗鲜卑之类几十倍了 倒是最后 能合成史诗级物品 或者召唤SSS资质人物 这倒是有一些吸引力 可奈何需要的鲜卑之类实在太多 整整一万颗 那可是等于攻破一万座鲜卑村落 这有些太难做到了 现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白起认为 这东西作用不是很大 完成的难度太高了 到后期才少许可能发挥作用 其实这一次最大收获 就是那七千多人口 白起也听赵府说过 在天启论坛得到消息 那个抗秦联盟危险性很大 特别是纵横家合纵一脉 作为与朱子百家同期的人物 白起当然知道 这一脉的人有多么恐怖 现在纵横家的合纵一脉 已经露出敌意 不知道连横一脉的态度怎样 现在大秦必须要以几倍速度发展 以应对未来的威胁 在这里做了短暂的休息一夜后 白起带着七千多俘虏 往踏上回去的路程 因为这多俘虏 实在不能继续进行探索 另一边 赵府忙活完在红媚园的事情 返回大秦镇 然后又经过一天 第二天 赵府来到医馆 见到拓跋庆经过一天的调养 已经是完全恢复 气色红润 没有一点虚弱的样子 昨天的练血灵药对他作用很大 不过 这只是暂时的 如果又缺少灵药 他身体还会虚弱下来 但现在他有赵府做后盾 这不用担心什么 此时 拓跋庆和503人在一起 503人都为拓跋庆的身体恢复而高兴 这时 看到赵府进来 纷纷有些感激 但又有些别扭地行了一个礼 现在他们身处大秦 这个礼术一定要学的 开始是有一些不习惯 所以有些别扭 见到他们四人 赵府轻轻一笑 点点头 开口道 你们四个跟我来吧 拓跋庆四人 当然不知道赵府找他们什么事 只能是一脸疑惑 跟在赵府身后 然后使用传送阵 离开大秦镇 又来到一处地方 这里大多守卫的是鼠人 第一次503人看见这么多鼠人 心中还是有些害怕的 包括拓跋庆看见这么鼠人 心里也有些紧张 毕竟一般人类和异族 属于对立的两方 所以 见到这么多鼠人 才会出现这样的情绪 不过 他们看着这些鼠人 对赵府尊敬的样子 也慢慢地没有那种害怕 随后 他们四人跟着赵府 来到一处大厅内 这个大厅什么都没有 很空旷 里面只有一座石碑 你们四个来 把手放在上面 看能不能转直 这是在一边赵府开口道 四人文言点点头 把手放在石碑上 随后一道道光芒 在他们身上闪起 见此 赵府也一喜 赵府的本意 就是把拓跋庆四个 培养成刺客 而且对他们的身手敏捷 都比较看重 感觉他们很适合这职业 所以 带他们来试一试 看能不能得到 刺客转直石碑的认可 既然他们 能得刺客转直石碑的认可 那他们的确有潜力成为刺客 至于下一阶段的 击杀幽鬼的职业试炼 赵府暂时不对 他们进行 因为这四个人 还没有一点修为之力 他们击杀幽鬼难度实在太大 赵府暂时不让他们进行 但相信他们的能力 以及成长性 特别是拓跋庆 随即 赵府把十二套刺客装备中 剩下七套装备拿了出来 这些装备是成长装备 会跟随主人成长 而一起成长 拥有刺主之间的赵府 能调用的力量才会越多 所以这些装备越快 找到主人越好 没有隐藏 把这刺客套装的作用和功能 也简单说一下 四人也明白 赵府对他们的看重 以及这刺客套装的重要 心中感激 也有不同想法 比如 无灵单纯地想 等强大之后抱他赵府 拓跋庆心里是暖洋洋的 感觉这一生 都无法抱他赵府 但无情也有另一个想法 心里想着 是不是殿下 因为看了他身子的原因 才会对他这么好 乐中昌泽倾向 赵府让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那种 没办法 当时 赵府对他年幼的心理 造成的阴影实在太大 面对放在眼前的弃剑套 四人也听着赵府的话 闭上眼用心去感受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装备 接下来四人 选择的是以下的四件套装 无知套装 芒之套装 血之套装 孔之套装 无灵选择是无知套装 会获得一种虚无之力 免一绝大数攻击 也可以使身体消失而无形 进行最隐秘的刺杀任务 无情选择 是芒之套装 传承一些光属性技能 使用出来的各种逃脱刺杀技能 还可以兼并治疗效果乐中昌 选择是孔之套装 也是偏精神系的一种传承 不过以恐惧的各种技能为主 往往可以使敌人 每日陷入恐惧害怕之中 夜不能寐 慢慢折磨敌人 最后才会进行杀戮 赵府最看重的拓拔庆 选择的是血之套装 可获得一种血之能力 可以通过血液进行恢复和杀戮 只要有血 就可以处于半不死状态 一种很变态的能力 最后 刺客十二件套装 还剩下战之套装 杀之套装 斗之套装 这三件套和血之套装一样 属于很强的那种 所以 他们找到合适主人的难度 可能会比较大 不过 现在已经不错了 已经刺客九件套有了主人 赵府比较看重的拓拔庆 也选择比较强的血之套装 赵府可很期待他的成长 并且 他可是和白起一样 天生SSS资质人物 拥有超强的成长性 接下来 赵府把他们四人带回大秦镇 让他们好好适应这种力量 并且挺高修为 等有空余的S级自治球 赵府也会帮无灵三人准备一个 这件事情也就到这里 随后 白起带着在外的探索队 也回到大秦镇 白起来到赵府身边 把这攻破鲜卑村落的事情 简单禀告一下 听完 赵府也是一喜 一下获得这么多俘虏 现在大秦的总人口 已经达到四万六千千多一点 慢慢是追上一点系统组成的脚步 同时 白起也把鲜卑之类交到赵府手中 赵府接过鲜卑之类 简单地看了一下 也感觉用处不是很大 随即收回戒指之中 这时 李斯带着一个鲜卑老人 和几名美貌的鲜卑少女 走进房间内 李斯先一礼 后开口道 殿下 他们要见你 赵府文言 点点头 把目光转向 那一个鲜卑老人 和几名美貌的少女身上 此时 鲜卑老人也带着几名美貌少女跪下来 说了一顿赵府听不懂的话 这应该是鲜卑语 但因为他们已经完全臣服 所以 有领主自带心灵翻译效果 也能听懂他们什么意思 他们的意思是 尊敬的殿下 我们已经完全臣服于你 即将生活在你那伟大光芒之下 我们愿意用最美丽少女 服侍尊贵的您 请殿下能够接纳 听完他们的话 赵府也有所了解外族的文化 他们的这种行为 也是知道的 会把美貌少女 献给征服他们的人 因为他们清楚 生活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之中 生活也充满野性 与华夏习俗文化有些不同 赵府本想拒绝的 因为身边本就有几个侍女 用得还比较习惯 并不想太多人服侍 可赵府这反应 令老人脸色一白 因为要是赵府不接受 那代表着 日后鲜卑 可能没好日子 过李斯明白赵府心思 这需要赵府一点点适应 劝道 殿下 你还是收下他们吧 有利于安慰人心 文言 赵府一想 点点头收下这几名鲜卑少女 鲜卑老人也脸上浮出笑容 随即和李斯一起退下去 随后 赵府和白起继续交谈几句 白起继续带兵在外进行探索 赵府也打算前往斗城 因为几天过去 这里的酒楼和商会 已经是正式开张 酒楼的生意也非常好 这里没有什么可说的 大志和西洛楼在圣光之城一样 这一开张 也让小远古的诸多势力警惕起来 对这一个突然出现的 未知势力开的酒楼 肯定格外在意 并且派人打听酒楼的各种消息 但却一无所获 对于酒楼那火爆的生意 也是羡慕极度的很 不过可惜他们身份还不够 所以只能单看着 不过随着时间过去 他们也正在快速发展 应该不会多久 他们也可以把身份提升到男爵身份 现在留给赵府的时间并不多 身份的优势也会一点点弱下来 不过这事情也急不来 三天能打开一条去往外去的通道 已经不错了 这除了赵府 现在还没有谁能做到 还有现在商业这边 最大的优势不再是酒楼 而是商会 最近 不少人看见街上出现不少新奇的东西 是从来没有见过 而且 一定是这个地区没有的东西 这不仅仅 吸引了无数原住民的目光 还吸引了无数玩家的目光 现在商会这庞大盈利机器运转起来 进行大量各种货物的倒卖 所以 出现很多这样场景 比如 赵府之前种的黑森果 拿到小原谷去卖 无数人面对第一次见到的东西 当然上前过来好奇 问道 老板 这是什么果子 味道怎样 负责售卖黑森果的人 开口说道 这是恐怖森林独有的黑森果 一般地方绝对没有 光这一个噱头 就吸引了很多人胃口 因为他们也知道 恐怖森林就在他们隔壁区域 这还是第一次出现外区域的东西 难道有人能跨越边境了 无数人继续追问 售卖黑森果的人 笑了几声 也表示自己 只是售卖黑森果的 并不知道这是详情 见他不知道 也没有再有人继续追问 然后把目光放在黑森果上 说道 老板 这黑森果怎么卖的 我要两个尝尝先 文言 售卖黑森果的人 拿起两颗黑森果 递给那个人 说道 两枚铜钱一颗 今天第一次开张 给三枚铜钱就行了 什么 众人一惊 物依稀为贵 再普通的东西稀有了 就会显得珍贵 众人没想到 这来自外区域的黑森果 卖得这么便宜 他们还以为 一颗最少是十几枚铜币 赵府对着很平常普通的东西 并没有挺很高的价格 采取力薄多销的方法 因为这东西实在太多 完全不用担心缺货的问题 只要销售出去就可以 况且 赵府其实 赚的也够多了 在恐怖森林一枚铜币 就可以买三枚黑森果 现在小鸢骨两枚铜币 才能买一颗 利润已经翻了几倍 这还仅仅是商会管辖的 诸多生意之一 除了这些商会 横跨多个产业 除了各区域特色食物 还有各区域衣服 各区域的普通草药 还有各种材料 如果酒楼的出现 让各方势力警惕起来 那商会的出现 已经让他们感到 很大的危机感 因为这商会设计的利益 实在太大了 不只是各方势力 都极度重视 连系统官方势力 也格外重视 无数目光落在 烟雨商会上 而烟雨商会 无视着这些目光 低调地赚着钱 也没有展示任何危险性 把自己是一个商人的样子 做得很像 并且还给各方势力 一定优惠 这让各方势力 有些意外 也格外惊喜 商会的出现 对他们有好处 那双方之间的关系 当然是没有那种紧张 相处也变得十分融洽 这也是赵福所要的 想要做一个合格商人 必须是表现自己无害 还有个方圆和 才能把生意做好 不过 在心底各方势力 也纷纷猜测 这烟雨商会 到底归属为何人 属于什么势力 可因为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也无法进行准确猜测 只能把商会列为神秘 不能得罪 必须交好的势力 赵福对商会运作起来的效果 也比较满意 现在烟雨商会 已经是横跨恐怖森林 小渊谷 百竹 红莓园四个区域 为了引人耳目 明面上赵福是烟雨商会总部 设置在小渊谷 暗地当然设置在大秦镇 现在每个区域 加上酒楼的盈利 可达到七千金币多一点 看似七千多金币 也并不多的样子 但如果四个区域加起来 那就是两万八千金币 要兑换成铜币 那可是两一八千万 兑换成现实货币 那就是二十八亿 这仅仅还是一天的总利润 随着 开拓的区域越大 这利润也会越来越大 现在有这么多钱 赵福直接在各大系统 组成横扫金石 花了一万金币的血本 凑齐一千克金石 对于炼神计划 赵福可是一直惦记在心里的 现在金石有了 但计划还是不能执行 因为还缺少几个重要的因素 这赵福暂时没有准备好 一直在找的东西 也还是没有找到 所以这计划即使有了金石 还是暂时无法执行 只有等赵福 找到那一件东西后 才能真正开始 查看一下商会的情况 赵福又来到斗城 去决斗场看一下 葛聂这些天来的情况 这时 赵福也发现 概念已经成为 斗城最瞩目的决斗士之一 现在 要是还没有听说过剑魔之名 那绝对不是斗城的人 他每一次出场 决斗场那必将爆满 人满为患 可见他的人气多高 这些人之所以喜欢概念 是喜欢看着那种 越阶杀人的那种快感 对于概念那超高剑术 也惊叹不已 同时也震惊他的天赋 从一个修炼才没几天 一下 跳到修为四段 这速度快得无法想象 不只是斗城无数势力 甚至是系统官方势力 都对他格外看重 并且抛出各种橄榄枝 许诺各种好处 可是却被他一一拒绝 无数人也开始调查 关于概念的一切信息 想知道他真正身份 还有来自哪里 属于什么势力 可也什么 都调查不到 只知道 那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 他被一个神秘的黑色斗篷人 带到决斗场 然后开始了他的决斗场传奇 现在经过五十几次决斗 还没有一个人 令概念脱下 披在身上的斗篷 也还没有一个人 真正看见剑魔的样子 这使得概念更加神秘起来 甚至还有一种传说 没有人知道剑魔的样子 因为见过他样子的人都死了 对此 赵福也只能笑了笑 来到决斗场大汉旁边 也就是第一次来决斗场 遇见那个大汉 现在赵福已经知道 他的名字是郑丽 赵福开口一笑道 郑兄 近来可无恙 兄弟啊 来来请坐 等一下就是剑魔上场了 郑丽给了赵福一个 决斗场的贵宾席 态度也极其好 因为在别人眼里看来 是他发现剑魔这个天才 随着概念的惊人表现 他在决斗场的地位 也渐渐提高 这也只有邓丽才知道 自己单纯只是运气好 刚好轮着自己管理这块 当初要不是赵福坚持 他还真不会发觉 概念这个剑术天才 闻言 赵福也坐下来 正想看看这些天概念的变化 随后概念也走进场内 还是那一副 披着黑色斗篷的样子 但气势上更加强大 也更加冰冷 随着他一步步走入场内 无数人开始激动地 大喊他的名字 场面立即热闹到极点 可令赵福有些意外的是 概念的对手 概念的对手是粗犷的大汉 简单穿着一件兽皮做的衣物 一脸的胡子 从样子上可以看出 他是一个匈奴 这些外族 也可以进入系统主城 还是这匈奴 是被抓进来的 赵福心中有些疑惑 历史上匈奴和大秦的仇 可结了不少 可以说是很强大的敌对势力 对系统主城出现外族这事 赵福心中疑惑 对着正立疑问才得知 原来斗城的城主 为了扩大决斗场的人数 可以准许这些外族 甚至一些异族 进入系统主城 真是一方水土 一方政策 玩家势力要和野外势力相比 力量上玩家势力 是不如野外势力的 但玩家势力 有系统主城作为后援 可以通过各种交易 提升自己实力 比如购买上好的装备 购买治疗恢复药品 还有各种辅助东西 现在这种优势没有了 估计小云谷不少玩家 都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把目光转向决斗上 对面的匈奴人 看着对面的概念 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厌恶 举起手中弯刀 就像概念攻过去 异常凶猛 概念明白 眼前是一名匈奴 也没有留什么余力 战斗很快结束 匈奴殉命 概念在全场欢呼下退场 赵福也见概念在这里 进步如此之快 打算把他继续留在这里 也和他交谈几句后 回到大秦村 时间来到第二天 绝空兽又刷新一只 赵福也准备打通第四条道路 也就是通往恐怖森林周围的 最后一个地区东青 打开通道的方法和之前一样 也不用多说 东青的地面 是那种石头上 长满鲜绿色的苔藓 树木相对来说比较少 这里的溪流却非常多 有时云雾缭绕 恍若仙境 相对来说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东青有四个系统主城 分别是南明城 天石城 九阳城 若水城 按照之前一样 现在系统城市逛了一下 发现这里的特产 是一种清水鱼 这种鱼就生活在 东青诸多小戏之中 模样和普通草鱼差不多 但体型稍微小点 鱼肉味道极其鲜美 嫩滑 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看完这些特产 再一次回到正式上 购买地产 开设酒楼 四座系统主城 都简单走了一下 赵福发现 天石城玩家 相对其他三座系统 主城要少一点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买好房产后 赵福雇人进行装修 准备营业的各种事物 简单处理这些事物后 赵福也开始把情报部门 也就是永夜分布出去 安插在每个系统主城之中 收集各方情报 这是最高兴的 无疑是柳梅 因为赵福对他的限制最大 郭炳玲和王二狗 还有其他几人 因为直属情报部门 可以不受限制 随意使用传送阵 来往各大系统主城 但赵福就偏偏限制柳梅一个人 这他每一次见赵福 都是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现在赵福终于不限制他了 他终于也可以随意使用传送阵 来往各大系统主城 那心情不是一般的好 不过赵福也给他提过一次性 要是无法完成任务 或者舔什么麻烦 那将会又被限制 柳梅立即做出一副听话的样子 说一大堆赵福的好话 这让旁边王二狗都有些汗言 以前那个又霸道 又野蛮 又泼辣的二当家去那里了 怎么变得比我 还会拍马屁了 永夜会在每一个系统组成中 建立一个小小的分布 也许就十几人组成 为了保持身份隐蔽 赵福是不让他们和同在一处的大秦势力进行接触 他们是独立一切出去的组织 现在主要是收集情报 暂时没有什么刺杀任务接下来 赵福拿出天启世界地图 认真看起来 现在恐怖森林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打通 是要准备之后的开拓路线 以及计划和战术 圣光之城中江峰走进布庄 看着正在算账的江柔 一脸关心道 小柔 这些算账的事情交给其他人吧 平时你的事情够多了 别累着 闻言 江柔停下来 抬头看着江峰稍微有些皱眉 他知道这位大哥 一般没事是不会来找自己的 对他那故作关心自己的样子 江柔心里也清楚 所以平淡开口道 大哥 你找我什么事 见江柔不领情 江峰脸上有些尴尬 但还是说道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问问布庄生意怎样 还不错 现在布庄有些名气了 不少人系统组成上层势力 也在这里制作衣服 每天的盈利大概有50金币 江柔简单地回答道 江峰听到江柔的则一喜 然后又说道 小柔 你也知道 现在我们江家和周家关系闹得挺江的 其中各种原因就不用多说了 现在周家好像搭上一国传承者 现在我们江家处境很危险了 听说那个赵姓很久没有找你了 我正想购买500套蓝色品质装备 给我们江家精英 这是交给和赵姓谈谈吧 江柔是明白自己这个大哥的意思了 是想把自己推给赵姓 想依靠着赵姓势力 发展一下 一边抵御周家 一方面让自己见赵姓好 发展一点什么 一方面还想赵姓那里获得好处 500套蓝色装备 一套分为两件 一件武器 一件护甲 500套就是1000蓝色品质装备的数量 现在一件普通蓝色装备售价 300-500银币之间 1000蓝色品质装备 最少都需要30万银币 这价格对江家也算比较肉疼的价格 而且还是最低的价格 所以让自己去赵姓那里 我不去 弄清楚江峰的想法 江柔语气有些冷地说道 他不只是对江家 把他当工具那样推过去 而有些生气 也不想赵姓把他当成那种女人来看 面对江柔的拒绝 江峰也没有着急 开始用家族 父母 还有周家的危险 各方面劝导着江柔 最终 江柔还是答应下来了 江峰听到江柔答应后 露出一点笑容 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江柔则继续低着头 偷偷擦拭眼角的泪水 江柔 有什么事吗 赵府轻轻一笑 对着坐在一边 有些不好意思的江柔 开口问道 赵姓我想 在这里购买一些装备 江柔似有种说不出口的感觉 停停顿顿 很难样子 文言 赵府一点笑容 没在意点点头道 可以 你想要多少 江柔听到赵府的话 抬起头看着赵府 深吸一口气 道 我想要五百套蓝色装备 可以给我便宜一点吗 哼 赵府忍不住笑了一下 看着江柔那不好意思 又紧张的样子 原来为这事而来 回道 可以 我给你六折吧 江柔完全松一口气 心中感激 更有一种羞愧 赵姓对自己那么好 自己还厚着脸皮 到他这里来占便宜 一双美目有些湿润 看着江柔的样子 赵府关心问道 怎么了 江柔强忍住 就要快落下泪珠 摇摇头 表示没有什么事 赵府感觉江柔是有些事 不过他也不好问 这时士兵又上报 有事等着他要处理 赵府只能对江柔抱歉一声 正要离开时 真的谢谢 忽然江柔低手开口说道 文言 赵府停下脚步 开口道 不用 我们不是朋友吗 有什么事 我会尽力帮你 你也不用亏欠我什么 说不定 我以后还可能需要你的帮助呢 这一句话 倒是解开江柔心结 心想着 等自己成长起来 希望有一天 也能帮助赵府 抬起头对赵府奄然一笑 赵府见江柔恢复正常 也有些放心下来 对于江柔赵府 还是有些在意的 毕竟他算是赵府第一个朋友 给予他一点帮助 也很正常 处理好江柔的事情 赵府之后 也就是北方 因为大秦主计划 是先跳出华夏 以小越国为第一颗踏脚石 虽说小越国是一个小国 但毕竟是一国 要想窃取它 必须还是要先行布局 先打通去往小越国的路 然后再向其他方向发展 东青的四个酒楼 也早早地正式开张 这些事情 已经不用赵府亲自去处理 接下来是一个算小的好消息 那就是在地下通道之中 又发现了一名骷髅武将 这一名骷髅武将 依然很强大 但赵府的士兵 却已经不是当初那样弱了 李文把两只探索对合在一起 在付出几人轻伤代价之下 把骷髅武将成功击杀 骷髅武将掉落了五件物品 一是骷髅武将身上的盔甲 这赵府直接赏赐给李文 随即是骷髅武将手中的剑 名叫刘云剑 属性和白起之前那盏星剑属性一样 这件赵府交给王俭 接下来两件其中一个武将之魂 现在知道降者之气的属性 赵府是舍不得把它作为强化来使用 一定留到凑齐十个武将之魂 然后合成降者之气 另外一件是亡灵武将转值时 这转值时 赵府是给一名叫卡诺基的属人使用 现在赵府手中 已经有十一名武将最后的第五件 有点意思 是一只玉笛 这玉笛呈白色 材质冰凉 因为长期受到亡灵气息的侵染 散发的气息有些诡异 感觉是一件不祥之物 哭亡笛 一只诡异的笛子 无论吹奏任何曲子 都带着一种忧伤 使人黯然捶泪 吹奏笛子的人 也将会被鬼物盯上 这就是第五件物品 可以说 就是一件不祥之物 要放在现实世界之中 可以吓坏一群人 因为使用过笛子的人 将会被鬼盯上 这想想 都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但这是在天气世界 以赵府现在力量 才不怕什么鬼物 所以把玉笛放在嘴边 轻轻吹了一声 呼 一点笛声刚发出 赵府就感觉后颈一凉 似乎有一道阴风吹过 赵府抬起头 场面顿时安静 开始有些诡异起来 忽然 几个淡淡虚影缓缓出现 这些虚影有男有女 样子都很模糊 看不清相貌 穿着也很普通 双脚都离地几寸高 算是漂浮着 这些赵府看了一下 仅仅都是一群幽魂 这些幽魂都十分的弱 随便一下 就可以让他们烟消云散 现在他们甚至是 不敢靠近赵府十米范围内 因为赵府现在身上的气韵之力 足以令他们消亡 这些都是这笛子引来的 赵府也有些没想到 这笛子的确挺诡异 赵府仅仅是刚吹出一个音符 就把这些幽魂引来 要一曲子下来 那谁知道会把什么鬼东西引来 这哭王笛能力是挺大的 赵府把这笛子 收进王者之界中 然后看着周围的幽魂 随手一挥 一道无形力量 如同轻风一吹 几个幽魂立即化为几缕青烟 接下来的时间 赵府看大多事情 都已经处理完毕 回到自己的房间 准备修炼 把自己修为早早提升到一阶 可是没有过多久 立即离开房间 带着郭秉玲使用传送阵来到天石城 此时 酒楼门前聚集了很多人互相谈论着 有人叹息 也有人幸灾乐祸 而这一酒楼 就是赵府所开的那一家酒楼 赵府走进酒楼 看着地面一片狼藉 桌椅板凳全部被砸烂 最令人怒不可歇的是 地上那二十几具尸体 这些尸体有服务的人 也有负责管理这里的掌柜 也有厨师 反正这一家酒楼的人 一个活口都没有留 被赶尽杀绝 地上和墙上 都有他们喷溅的血液 他们的尸体不同姿势地 静静躺在那里 死前的恐惧害怕 都还停留在脸上 这些面孔 都是赵府所认识的 可是他们现在就这样死了 赵府心中 怒意涌上心头 目光冰冷 双手紧紧握着拳头道 这是怎么回事 旁边郭秉玲也感觉到赵府的怒意 心中一颤 一拱手 便开始认真开口解释道 殿下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酒楼开张没多久 有着几次罪意的天使称少主 带着几个仆人来到酒楼 直接说把酒楼包了 让掌柜把所有人都赶出去 掌柜的也考虑到他的身份 没有办法 只能向其他顾客一一道歉 请他们离开 然后这少主说 是让掌柜把所有菜 都做一遍端上去 掌柜的也完全照做 小心地应付这少主 可这少主又说 喝不惯这里的酒 掌柜只能去别的酒楼 花重金购买他喜欢的酒 可是这少主醉酒之下 越发地刁难 竟然开口 让这里的几名少女服侍他 这掌柜完全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只是 雇佣这些少女当做招待 掌柜的只能硬着头皮上去解释 可是这少主完全不顾 还想用墙的 几名少女不愿意 挣扎过程中弄伤了他 随即 这少主大怒下 命人直接杀光酒楼所有人 并且把酒楼也砸烂了 现在这少主喝得最不省人事 被他几个仆人 抬回了城主府 照府也明白了 为什么天使城 为什么玩家如此少 有这样一个蛮横 暴力 无理 试杀的败类 谁还会想待在这里 好不容易发展的势力 只有令他不爽一下 就可能灰飞烟灭 一股怒火涌上心头 但照府脑袋还是十分清楚 立即想到什么 立即冰冷地开口道 现在大秦所有人 全部退出天使城 闻言 郭炳林立即遵命一声 转身快速离开 同时把命令传达出去 很快 在天使城中 所有属于大秦的人 一一退出天使城 返回大秦镇中 照府的人刚走没多久 立即有人带着士兵 杀气腾腾查封这些地方 照府购买的所有房产 都被强制收回 要不是照府命令下得快 恐怕在天使城中 所有和大秦有关的人 都不会有一个活口不留 提示 你已被天使城列为通缉犯 提示 你现在正身处天使城 你的位置已经暴露 请速速离开 这斩草除根 不留后患 为那少主处理烂摊子的手段 令照府咬紧了牙 从未有如此愤怒过 不过 虽然现在心中愤怒 照府也知道 这里不能久留 此时自己被列为通缉犯 天使城的传送阵势 无法使用的 照府只能是快速向城门口走去 可还不到一会 就被一个识人巡逻小队盯上 面对着识人巡逻小队 照府面色毫无变化 走进一条小巷 这些士兵以为照府修为 还不过一阶 心底自信得很 一个士兵都可以把他轻易拿下 现在更别说 他们十个人了 所以没有进行通知其他人 直接跟着照府走进小巷之中 这时 照府停下脚步 转身目光 看向这些士兵走进来 嘴角上浮 露出一丝冰冷的笑容 李武 你现在被我天使城通缉 你是逃不掉了 现在投降可留一个全尸 这也不怪我们 只能怪你得罪我们家少爷 这是一个小队长的人 底气十足 还带着一些嘲讽的 对照府说道 而李武是照府购买房产 随便取的名字 知道这系统组成的权限很大 也可能早预料 会有这种场面 所以 照府为隐藏信息 一般都不会用真名来购买房产 听到他们的话 照府目光一片冰冷 自己的人以礼相待 百般退让 却被他们那个少爷杀了 现在还反过来怪自己一方 照府没有回答什么 直接动手 因为此刻他只想杀人 身上冒出一缕缕黑色的王者之力 身体向前一倾 脚尖一踏 照府整个人如同离弦之剑一般射了出去 好快 众多士兵完全一惊 根本还没有反应过来 照府已经出现在他们身前 手掌绷直 黑芒吞吐 化为手刀 噗 画面瞬间定格 照府手掌直接贯穿一个士兵的胸膛 那一名士兵 嘴角流出鲜血 一脸愕然 没有想到 自己就这样轻易地死了 下一秒 照府的身体 再一次消失 碰 碰 两道沉闷的声音响起 两名士兵飞出去 撞在左右两边的墙壁上 胸口塌陷下去 眼看是活不成了 剩下的士兵 都感到一股恐惧 才明白过来 他们才是猎物 快走 把这事上报给大人 小队长见到一下 瞬间就死了三个士兵 也明白 他们完全不是照府的对手 立即下达撤退命令 同时 众多士兵心中一阵错愕 什么时候这些玩家 有这样强大的力量 平时他们仗着自己实力 可没少看不起玩家 现在这一次 踢到铁板上了 他们想走 照府还不想放过他们 刚心中压抑的怒火 全部爆发出来 只见照府如同一道黑影 在士兵中来回穿梭着 碰 照府一拳打在一个士兵胸口 那一名士兵胸口塌陷 整个身体倒飞出去 扑 手掌一挥 一个士兵的头颅 或许这些士兵以一阶的修为 在普通玩家面前可以作威作福 是只能仰望的存在 但照府各种装备 属性加成 各种高阶力量加持 早对这一阶士兵 没有什么任何可惧的 照府来回穿梭几下 很快只剩下一名士兵还存活 其余的人各种姿势躺在地上 死相凄惨 鲜血也染红了小象 这一名士兵 双手握紧着剑 身体都还有些颤抖 一双眼睛紧紧盯着照府 他知道已经无法逃脱 只能是选择拼命一搏 瞬间 他眼睛的照府消失 士兵恐惧大喊一声 将手中的剑狠狠向前一批 一个黑影却躲过他的剑 突兀出现在他身前 刹那间 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脑袋 将他提了起来 砰 没有任何犹豫 快速简单 照府手掌一握 那名士兵的头颅 如同西瓜一般爆裂开来 血红色的脑将四处飞溅 此时照府站在原地 双手沾满了鲜血 第一次照府感觉 杀人是如此畅快的一件事情 这也开始改变照府的性格 这里当然不能继续待着 照府心中还是很清楚的 所以快速离开 向城门口走去 不到一会 一名鹦鹉的中年男子 带走一大堆士兵 来到小巷之中 看着眼前血腥的一幕 中年男人心中一幕 这一名中年男子 名叫月灵萍 天石城三大战将之一 掌握主城守备兵力 原本他是对这一件事情不在意的 不过是自家顽固少爷 得罪一个弱小的玩家 为了不给天石城造成麻烦 所以少爷得罪的人 一般都是斩草除根 对于这样弱小的玩家 月灵萍以为是和之前的一样 很轻易就解决 可是现在万万没想到 他在系统主城内 收到一条条 自己士兵被击杀的消息 所以他立即带人赶到这里 看见眼前一幕 才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自己一阶修为的士兵 竟然完全没有一点反抗之力 被一一虐杀 自家的少爷 可能这次惹到不该惹的人 城主真的是不能太溺爱他 还有那个前家手段太恶劣了 每一次都在少爷旁边煽风点火 要这样下去 天石城可能就毁了 不过 现在已经不能回头了 月灵萍压抑心中怒火 扭头道 立即把李武列为S级逃犯 听到他的话 旁边的士兵有些愕然 因为他们知道 每一个系统组成的S级逃犯 可都是对系统城市威胁最大的敌人 现在竟然把一个 他们眼中弱小的玩家 列为S级逃犯 他们都有些不幸地问道 大人 你确定吗 月灵萍认真点点头 道 如此轻易简单虐杀我的士兵 那他的力量 已经不在我之下 把这事快上报给城主 同时下令把城门关了 绝不让他逃了 否则后患无穷 士兵听命地转身离开 月灵萍也带着诸多士兵 向赵府离开的方向追去 此时 赵府已经来到天石城的南城门 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并且压低着身子 隐藏着气息 好使得不引人瞩目 眼看着赵府离城门口 还有十几米远 这时城门口的守卫 城门要是关了 自己留在这里 那就是九死一生 先不说 那十万一截士兵 光凭那一个城主 自己就根本不是对手 自己必须要逃出这里